你敢相信,只要你肯宅,各种神功自然来,只要你肯坚持宅,修为大幅提升爽歪歪,而我们的男主就意外穿越到了这样一个修炼全靠宅的世界。 就在三天前,这个手拿话筒,头戴墨镜的男人,还是一位万人敬仰的成功学脚师,听懂掌声,是他的口头禅,可能是他太过活泼开朗了吧,系统直接把他丢到了秦国三大家族之一的楚家,家里排行十三。 男人名叫楚玄,本以为从此可以过上一世无忧的富二代生活,狗一辈子,却仅仅因为自己在宴席中打了一个喷嚏,就被家族以他严刑不端,由损门封为由,逐出了祖宅。 那你,不带这么玩的,可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徒四壁的地方,楚玄竟意外发现随自己一起穿越过来的BOB线,就在这时,一只黑手悄悄地推开了男主的大门。 是谁,楚玄立马紧闭起来,只见门口逆着光出现一头皮白色纱布,身材消瘦的身影,难道是神仙? 女神?就在楚玄响入飞飞之时,那身影转过身来,发出粗犷而又熟悉的声音,哎呀哎呀,风把桌布吹头上了,十三少,快帮帮我,原来是管家大叔,摆好饭菜,管家大叔让楚玄先吃,家具一会儿就让仆人送过来,看着楚玄一脸无辜的表情,管家大叔这才到老爷不待见他的原因。 原来,楚玄的父亲在家中排行老三,论天赋,你说是楚家,就算是放眼整个秦国,也男友出其幼主,他本是老爷最喜爱的儿子,没有意外的话,他就是楚家下一任家主。 可是在婚姻这件事上,他偏偏没听老爷的,私自和一位民间女子成婚,也就是你的母亲,之后你父亲便开始和老爷交恶,待你出生后不久,他便嫌你母亲离开楚家,不知所谓。 听完管家介绍,楚玄一脸心酸无奈的吞下一块红烧肉,好狗血的施加剧情啊,饭后走出房门,看着仆人们收拾一新的院子,顿时节的赏心愿。 什么父辈恩怨,狗血剧情早已抛的酒消云外,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弟,你宅了一天,系统奖励金刚不坏神功,吓得楚玄一个机灵,什么,谁在说话,系统,真的假的,随即,系统继续提示道,系统奖励范围已绑定为院落全境,宅家期间,系统将根据宅家累计时常提升奖励等级,离开奖励范围,累计时常将重新开始累计,听完介绍,楚玄内心大写,竟有这么好的事,日常任务都不需要吗? 正一脸疑惑时,男主被太阳晒醒了,刚刚好像做了什么奇怪的梦了,正准备翻个身继续睡时,右手却不经意间碰到一本书,书上赫然写着,金刚不坏神功,楚玄猛的一惊,谁放的? 见四周没人,便拿起书帆开看了起来,金刚不坏神功,乃凡静顶级防御功吧?难道刚刚不是在做梦?楚玄惊出一头冷汗,在这个世界,凡静是修为的基础境界,共分炼体,开脉盒聚气三个阶段,凡静到达巅峰,须突破玄关,才能继续修炼,不然终身为凡人之躯。 在凡静之上,还有玄静,灵静,须静,合静,真静,地静等等,看着看着,楚玄近来了兴趣,反正也要宅着了,闲着也是闲着,练练看呗,气沉丹田,巨神鱼都卖三寸二分出,没错,男主懂经脉,因为他之前讲养生的时候,学过一些经络知识,不然可就白瞎了这么好一本书了,呼气息气间,静以日月交替,运气一整天居然不累,反而感觉精神更好了,看来在这个世界,功法真的可以修炼, 楚玄长呼一口气,不禁感叹道,不过还是要劳逸结合的,吃颗丹要补补吧,看着系统第二天奖励的聚齐丹,楚玄当作零食吃了起来,接下来是第三天的奖励,幻影了,只可惜楚玄嫌弃幻影比用来切菜小了一点,第四天是奖励龙莽灵权功法,我去,这不就是太极拳的龙莽分权吗,野蛇分宗,金蛇独立,短短四天时间,楚玄已拥有了一公一方两大功法,在这个世界防身应该不成问题了,正当楚玄得意之时,听见院外有一女 只呼唤着她,十三个,听声音,应该是,楚玄,十三个,你进来可好呀,说话间,一妙领女子,一席绿衣,手提竹篮移走进院内,云妹,真的是你,不是有仆人送饭吗,今天你怎么来了,楚玄大喜望外,自从来到这里,除了管家大叔第一天过来陪楚玄说了话话,楚玄是第二个,我早该来了,自从十三个被禀,家里一直琐事不断,到今天才有空来探望十三个,楚玄一边将竹篮的饭菜往外去,一边表达着歉意, 妹妹费心了,还不忘牵挂我,我去给你拿椅子,楚玄连忙动身去搬椅子,看着楚玄狼吞虎咽,楚玄表示一有机会,自己一定会向爷爷求情,让楚玄回去,而楚玄却表示不用求情,自己喜欢宅着,不用看别人脸色,相当自在,哎,果然还是那个十三个,无论受到什么故宫也欣然接受,与世无争的乐天派,楚玄一脸乖巧的看着眼前这个,丝毫没有世家子弟那桀骜不禀性的十三个,同他告别, 弟,你已宅家五日,系统奖励,修为一年,天哪,这感觉,士伯伯的真气在体内声唐,难道,到达玄关了? 你见过比这个男人还帅的吗?只因在家宴上不小心打了个喷嚏,竟被家主以他言行不端,由损门风为由,如出了祖宅,而他却意外发现,自己在家里每宅一天,就会收到系统赠送的奖励,有时是绝世功法,有时则是精品法器,达到五天时,竟直接赠送了一年的修为,就在刚刚,楚玄喜提系统奖励一年的修为,他只觉体内真气翻腾,赶忙宁下神来,运功行器,试图稳住这突如其来的 巨量真气,运功产生的强大气息,引得四周物品,无不同空旋转,只听楚玄大喊一声,收,身体周边的无色无味的气息,瞬间变成了恐怖的蓝色,呼,尝出了一口气,楚玄落寞的摊坐在榻上,垂头丧气,可恶,已经第四次了,还是卡在那里,一旦到达就无法再提升气息,一定是到达玄关没错,而且楚玄能够隐隐感受到一扇封闭着的门飞,离他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好吧,不急不急,这才几天啊, 楚玄无奈的叹了一口气,爹,你已宅家六天,恭喜获得秘籍,迷魂术又换成精神类的了,这系统花样可真多啊,不过正合我意,既多不压身嘛,楚玄翻开迷魂术,粗略看了一遍,便已掌握了大致的原理与方法,和尚书便想去实践实践,来到院子里,却发现空无一人,不过,虽然不能实践精神控制, 但可以试试灵气搜索,万物皆有灵,虽然没人,但附近有生命的东西应该不少,说吧,方圆十里内的灵气瞬间向着楚玄聚拢来,无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气,都逃不过他的搜索,突然,一对情侣出现在楚玄的意识中,两只猴竟躲在树丛中,做着不可描述的事情,不,楚玄里马吐出了一道彩虹, 看来以后不能没事乱搜,看到什么辣眼睛的东西,伤的是自己,十三少,开饭了,刚吐完,楚玄就听见门外送饭的过来了,不过今天好像比以往要早一些,定睛一看,不对啊,往常都是两人,这回却只感知到了一个人的气,嘿嘿嘿,十三少,请您用膳,见那仆人猥琐的一批,而且面生,楚玄下意识往竹篮里看了一眼,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条,看似饱满的米饭中间,竟隐藏着无数的蛊虫虫卵,果然有猫腻, 那就别怪我拿你做第一个实验品了,这个别人眼中没心没肺的废材少爷,手指轻轻一挥,竟能射人心魄,本已吸得绝世功法,却在面对区区一个小喽喽的不断挑衅时,表现得进退两难,男人名叫楚玄,就在刚刚,他发现仆人送来的饭菜中,竟然隐藏着无数蛊虫虫卵,见仆人不肯透露幕后黑手,楚玄只好使出迷魂数,小喽喽果然老实了,道出了实情,原来,他是一名邪教徒, 给男主下鼓后,就能控制住男主,从而就能向邪教长老请功,听得楚玄一脸冷汗,要赶紧告诉爷爷才行,哪知自己这么一打岔,那名小喽喽竟强行脱离了迷魂数,导致他进入了无意识状态,就是我们俗称的疯了,既然疯了,就要有疯了的样子,只见他张牙咧嘴的伸出金刚爪,朝着楚玄帅气的脸刺了过来, 虽说楚玄有金钟照护体,区区金刚爪伤不了他,但是想要让大家知道他是邪教徒,就能了,原本一招龙莽灵拳即可一招致命,但尸体上留下的痕迹,却会暴露这个院子的秘密,而如果一直这样跟他耗下去,恐怕体力不支,我将死于非命,正当楚玄两难之时,一生十三少,开饭了,破局了。 你敢相信,堂堂楚家十三少,隔墙取人性命,如同捏死蚂蚁一般,却在自己的别院内,让一个送饭的仆人追得四周乱窜,最后还一头撞到了墙上,晕了过去,就在刚刚,这个名叫楚玄的男人,发现给他送饭的仆人在饭菜里做了手脚,通过系统刚刚奖励的迷魂术,得知这个仆人竟是一名邪教徒,虽说楚玄可以一招必敌,却担心从此暴露了这个院子的秘密系,正当楚玄被满口,喊着邪王万岁, 杀进南州的仆人追得满冤乱窜之时,真正送饭的两名仆人也到了门口,什么,竟有邪教徒,十三少不会有危险,两人夺门入,正瞧见十三少被逼得毫无还手之路,眼见救星来了,楚玄更加卖力地表演着一个废材少爷的自我修养, 平平无奇二人组一上来,就将那名邪教徒制服了,话说这邪教的入教门槛会不会太低了,而楚玄则怕待会难得解释,静止朝着院墙奔去,一头撞上去,立马原地休息起来,从两名仆人失望的表情中可以看出,楚玄在让人失望这方面,从来没让人失望过,听见三人离开院子,楚玄毫不意外地醒了过来,这得天独厚的废物人设可不能轻易崩塌,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那名邪教徒的性命不能,说吧,一柄由灵力汇聚而成的剑气,直击邪教徒的后脑勺而去, 爹,第六日系统奖励大玄丹一箱,这也太好了吧,大玄丹乃是突破玄关的辅助丹药,看来我确实到了突破玄关的时候,这次一定要成功,另一边,两名仆人回到楚宅,将所见禀告了楚家家主楚天明后,楚天明脸都气炸了,想他那曾经的三儿子楚落,何等明后,竞生出这种废物, 一个邪教徒都对付不了,你见过这样的比武大会吗,无限血缘,不限门派,只要是在祖宅工作的,上支家族后起之秀的大少爷,下支仆人工匠都可以参加,就在刚刚,楚玄自编自倒了一场仆人捉贼忌后, 楚家家主开始怀疑家族内肯定不止那名邪教徒,便打算举办一场家族比武大会,这都是楚云告诉楚玄的,在听说十三个遭遇邪教徒后,楚云便带着亲自烹饪的美食,来看望他,表达了关心之情后, 还向他透露了爷爷打算举办开头奖的那场比武大会,九族饭饱,楚玄便招呼着楚云跟着自己往里屋走去,猛的, 一个标记着大H标识的小盒子,出现在了楚云手中, 爱马仕,我信你个鬼,这是我爹留给我的,都是上好的丹药,你看,好几箱呢,楚玄自顾自的介绍着, 哦,三叔真是厉害啊,楚云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说吧,两人依依不舍的告别,谢谢十三哥的丹药,我会好好吃的, 刚送走一箱,弟,系统日常奖励,养神丹一箱,这次是精神系修炼丹药, 邪教的是暂时告一段落,我该加紧突破玄关了,看到这又奖励的一箱,楚玄眉心紧绪, 另一边,只见楚云一个一字马,对手已被鸡飞树米, 看台上的家主高兴得直呼好人,短短数日又大为精进了,后生可畏, 花匠丁修欠对阵大少爷楚卿,随着下一场比试的暴墓声结束, 花匠坚持要用器械出场,而大少爷则是坚持不选武器,全当照顾丁花匠了, 嘿嘿,正合我意,如果能直接废了楚家大少爷, 便可直接回去向邪王邀功了,花匠瞬间暴怒,不装了, 摊牌,受死吧,臭小子,完全邪化了的花匠手持双刀,朝着楚卿头上砍去, 是邪功,轻而危险,楚天明大惊,果然还有邪教卧底潜伏, 话音刚落,叮当两声,楚卿却已是左手双指捏住刀刃, 右手手掌半握擒住刀背,敢问丁花匠这功夫失成哪家, 功出何畔,楚卿缓缓睁开双眼,凝视着面前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身怀绝技,当花匠怕是屈才了吧,这个男人把宅全是到了极致, 只因他有一套宅家系统,不仅可以通过宅家获得系统奖励的各类功法令, 更能神速获得海量修为,这个男人叫楚玄,就在刚刚, 他已身犯险,让冷落他的家主爷爷发现楚家暗藏的邪教徒, 便想通过一场不设限制的比武大会,来救出更多的痛, 没曾想,一名邪教徒伪装成花匠,前夫楚家多年, 这次比武大会却遇到了楚家大少爷楚清, 一个回合下来,便被逼得原形毕落,手中的武器也被楚清徒手击落, 花匠则被压下去听后发落,胜负一分, 看着倒地的邪教徒,楚清突然想起同自己一块玩大的十三弟, 这回要不是他的提醒,怕是住在祖宅的大火日后, 也要遭遇不测,等此次比试结束后,一定要去探望探望他, 而宅在家中的楚玄,依旧是卯足了静也未能突破玄关, 不愧是突破凡人境界的瓶颈,实属无益,正敢开始, 逼,今日奖励同陈树一分, 真好累了,看看今天又是什么宝贝,楚玄拿起同陈树翻看起来, 原来是教人隐藏气息的内功心法,就先练着解闻吧, 说好的解闻,楚玄却直犯困,再次睁开眼, 还是被楚玄叫醒了,云妹,怎么这么早啊, 还不到吃早饭的时间吗,一脸猛背地打开院门, 却听到楚玄道别的消息,原来,云妹在楚玄送的丹药加持下, 进步神速,已突破玄境,按祖训规定, 要下山历练,纵有万般不舍,终有一别, 只可惜以后再没人陪我说话吃饭哦,又是平平无奇的一天, 系统仍旧奖励普世无华的一本奔雷纸, 可脑海全是云妹离别的身影, 搞得楚玄心情寂寥,漫漫长夜,无心睡眠啊, 索性通宵练功,而院外树丛中, 两个暗影掠过,也不知是敌室友, 小编猜,应该是过来陪楚玄聊天的朋友, 你们说呢? 快看,这个宅男,随手送出的丹药, 竟能快速助人突破玄境, 而他自己,却一直卡在玄关这一修炼主的入门平底, 好不容易静下心来通宵练功, 眼看就要突破玄关了, 却又让这两个无名小卒扰了清静, 直接二人也不拿自己当外人, 直接飞身跳到院子中央, 空中还不忘来的大棚产翅, 也不知半夜耍帅给谁看, 专心突破的楚玄,觉察到有人来了, 但不确定是谁, 只好继续突破, 毕竟突破玄关的过程中, 如果被强行打断, 会经脉进口,再无修为, 此时,装备二人组建没人出来迎接, 则完全把这里当作自己的主场了, 一个去布置风铃网, 另一个则去屋里找人, 来到楚玄房前, 发现屋里有光, 而且感应到里面气息高速流动, 但没任何动, 由此判断应该是在突破玄关, 可转念一想, 这里住着的不是那个废材少爷吗, 怎么进到了突破玄关的地步, 正在纠结时, 另一同半部治好风铃网后, 也已赶到, 二话不说, 就要用毒镖来试探试探虚实, 却被戴帽大哥制止住, 原因竟是要抓活的, 一分钟后, 他俩就会为他们的这一决定, 悔恨忠实, 再次看向那扇窗, 灯已不知何时熄灭, 那你, 怎么没动静了, 突破成功了, 更恐怖的是, 不仅没动静了, 就连气息都感觉不到, 戴帽大哥惊恐万分, 小弟却不信仙, 装神弄鬼, 啪的就是一脚, 踹开了大门, 朝着里面就是一阵嘴套输出, 储家废物, 你在吗, 二位爷爷来了也不知道出来欢迎一下, 轰咚咚, 一阵电光雷鸣, 真是应了那句谚语, 莫装杯, 装杯遭雷劈, 看到小弟瘫倒在地上, 戴帽大哥忙上前扶起小弟, 质问门后是谁放一招, 有种出来单挑, 笑话, 还问我是谁, 当然是这院子的主人, 倒是你们, 深夜不请自来, 闯我门停, 不该自荐一下吗, 说吧, 门后的黑洞里, 一袭白衣渐渐清晰, 直到最后, 露出一张让戴帽大哥铭记终生的脸, 这个宅男, 将低调玩到了极致, 明明已拥有了玄境以上的境界, 却在外人眼里仍是废材一个, 好不容易逮着机会, 大杀四方一回, 却要担心满怨横飞的血肉该怎么处理, 就在刚刚, 炼成了奔雷纸的楚拳, 趁热打铁, 终于突破了玄关, 正愁没机会炼入, 平平无奇二人组送上门来了, 还未曾照面, 嘴上功夫了得的小弟便领盒饭, 戴帽大哥见识不妙, 拔腿就跑, 楚玄怎肯放过这验收成效的机会, 简简单单一招龙马铃拳, 便送那二人团聚, 可接下来, 麻烦是又来了, 轰拳一时爽, 善后火葬场啊, 弄这一院子的血肉横飞怎么得搞, 总不能等明天叫仆人来清理吧, 自己埋了也不是事, 毕竟自己还要在这里继续宅下去, 一筹莫展之时, 系统音响起, 叮咚, 击退入侵者, 奖励是零花一珠, 只见院子角落蹭了一下, 一株食人花母样的绿植破颜而出, 未等楚玄反应过来, 咕噜咕噜一阵吞噬, 吞肉的吞肉, 饮血的饮血, 不一会儿, 院子便焕然一新, 完全看不出有打斗的感觉, 好残忍, 好干净, 一旁被惊得说不出话来的楚玄一时间, 竟不知道该害怕, 还是该高兴, 只能庆幸这花, 他认住, 随后奖励了是零花两颗仙丹, 拉近下感情, 看来是这次比武大会收获颇风, 让隐匿在楚家的邪教图元气大伤, 他们才会苟急跳墙, 后面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报复性行动, 这次好在最后关头, 成功突破了玄关, 但感觉危险逼近的速度, 远比自己提升的速度要快, 看来还要抓紧时间修炼啊, 弹指一挥间, 已在这里摘了一个多余, 系统奖励了满满一屋子丹药, 上瓶宝器也有几把, 但更重要的是, 楚玄的内景出现了, 你见过秦国三大家族之一的楚家俊男靓女, 都是怎么喝茶的吗? 对嘴吹, 就在刚刚, 楚玄发现自己的内景出现了, 当他有一粒结实大小模样时, 系统便很实趣地奖励了一本外修防御, 内练精神的如山术, 正好可以提升内景的修炼, 难不成这系统运用了AI技术, 每次的安排都十分科学, 甚至比他自己都了解修为到了哪一步, 每每都能提前预判, 这本如山术即便放到地境来看, 也是毫不逊色的防御之术, 正好可以防范邪教的报复行动, 家主, 家主, 山下飞鸽传书, 画面一转, 楚家祖宅门外, 一仆人神色慌张, 什么? 徐管事已经, 楚天明一脸诧异, 下人接着来报, 楚家后背损伤十来人, 名单还在核对统计, 可恶, 可恶的邪教, 唯非作歹, 罪不可恕, 楚老爷子攥紧拳头, 恶狠狠的, 此次由我楚家为先锋, 联合秦国三大家族共伐邪教, 看他们还能猖狂几时, 再次回到楚玄院内, 楚云那甜美的声音呼喊着十三哥, 楚玄起身就要送上爱的报报, 云妹, 这么快就回来了, 是啊, 想十三哥了, 就提前回来, 楚云不知何时, 已切好了一壶茶, 提过来就让楚玄尝, 我不可云妹, 山下可有什么见闻, 楚玄当然不想喝茶, 只想爱的报报, 凉了就不能喝了, 快喝, 只见楚云拎着茶壶, 将滚烫的茶水, 直接倒在楚玄脸上, 惊得楚玄直呼呀麻袋, 呼, 原来是场梦, 云妹从梦中来看我来了, 老话说得好, 梦中只有你和我,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到我们这儿怎么变成, 等等, 这湿乎乎的, 不是茶水是什么, 牛, 呀, 你哪位啊, 弟, 检测到你有异域倾向, 友情奖励天灵猫一只, 以疏解压力, 说得好听, 怕我抑郁, 不怕我吓死吗, 惊魂未定的楚玄男难道, 不过这家伙第一天, 就往我脸上撒尿, 以后不会习以为常, 天天给我交醒吧, 得好好训练训练才行, 看着眼前这只喵心人, 楚玄眉头紧锁, 注意看, 这个结石大小的沙丸, 不到两天时间, 已变成了一小块路地, 这便是楚玄的内景, 你以为这就够大了吗, 在无限蔓延的广阔空间, 他仍如沧海一宿, 楚玄巡遍这浩瀚星河, 轰轰如影, 我靠, 要不要这么打脸, 刚说完没东西了, 这是什么, 难道内景里, 也会有不明飞行物, 还是组团来的, 楚玄被一片雪白的不明物体, 扰乱了思绪, 缓过神来的楚玄发现, 不是不明飞行物闯进了内景, 而是现实照进了内景, 那只喵心人, 正无情地挠着楚玄的脸, 果然, 百音必有果, 我的报音来了, 笑话, 我堂堂十三少, 还能让你一只喵心人欺负了不准, 只见楚玄单手拎着天灵猫的脖子, 对着他一阵嘴炮输出, 我第一百零九次紧到你, 不要认为你长得卡哇伊, 又会卖萌,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以后我练功的时候, 不许, 为等楚玄说完, 天灵猫折着身后的腕, 空空如也, 原来是只干饭喵, 忘记喂食是我不对, 对不起, 毕竟人无完人嘛, 楚玄尴尬的就要伸手去放吃的, 喵, 道歉就完了, 让你长记性, 说罢就是一顿喵心犬, 有了吃的, 天灵猫总算不在闹头, 只想做一只天美猫, 一边的楚玄直呼佩服, 有了吃的真是一眼都不会多看我, 还说是我的奖励, 分明就是报应, 喷喷喷, 一阵久违的敲门声响起, 诶, 谁啊, 仆人从来不敲门的, 我告诉过他们, 放下饭菜即可, 十三妹更是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的主, 刺客总不至于猖狂到自爆家门吧, 算了, 敢光明磊落敲门, 总不至于是坏人, 来了来了, 一袭轻衣映入眼帘, 十三弟, 许久未见, 别来无恙啊, 大哥, 楚玄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后悔想起云妹临别时告诉过他, 楚清会抽空过来探望他, 忙招呼大哥进屋喝茶, 惭愧啊, 大哥早该来看你了, 怎能一直琐事缠身, 这次若不是你发现了邪教徒, 楚家上下三百余口都还蒙在鼓里, 一旦东窗事发, 后果不堪设想了, 楚清上来就是一阵猛夸, 听得楚玄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哪里哪里, 我也没做什么, 大哥过奖了, 一番交谈, 原来楚清此番前来, 是想约楚玄一起下山, 作为楚家代表, 联合大周, 紫月一同剿灭邪教, 楚清越说越来紧, 这样一来, 以自身安全有了保障的同时, 还能建功立业, 回来后爷爷一高兴, 说不准就会免除十三帝的刘沛之心, 可是我的修为还不允许我下山吧, 楚玄当然不舍得离开这就院子, 这都不叫事, 只要十三帝想去, 大哥可向爷爷求情, 哪怕立下军令状也可以啊, 楚清拍着胸脯向楚玄保证, 大哥的好意小弟心里明白, 可还是觉得有些不光彩, 等我真的能下山那一天, 再一雪前迟也不迟啊, 楚玄竟冠冕堂皇说出这样一通大道, 惹得楚清羞红了脸, 直呼惭愧, 没想到十三帝心中志向如此磅礴, 是我小看十三帝了, 还想了这些小把戏来为你开脱, 说吧, 二人依依不舍地互相告别离去, 呼, 终于结束了, 装杯成功, 没有穿帮, 关上门的一刹那, 楚玄总算松了口气, 走在回家的小路上, 楚清还在回味着刚刚十三帝的那番话, 胆叹真是自己一直小瞧他, 竟不知树丛中一黑影, 暗中观察着这一切, 是楚清, 难怪那两个小子一去不复返, 原来是有他帮忙, 等解决了里面那个废物, 再来收拾你, 你见过自称是世上低头亏狂的男人吗, 专门修炼以跟踪和耍阴招为主的前行之术, 还狂妄地叫嚣, 只要他愿意, 三界之内没有能发现他的生命, 这个暗中观察的男人叫陆强, 修为刚达到临近三众, 便已当上了邪教副作主, 眼见楚清否远, 一个纵身飞出树丛, 可能是蹲久了, 腿有点滑, 没发挥好, 静震的树叶纷纷掉落, 尽管如此尴尬, 但丝毫不影响他落地时耍帅的姿势, 毕竟周围没人看见, 起身便开始盘算自己内心的小九九, 虽说院里那个目标是废物了一点, 但终究是楚丘罗的儿子, 若是他死了, 楚天明那个老鬼肯定也不好受吧, 再说, 万一楚丘罗没死, 回到楚家, 得知自己儿子是被楚天明那老鬼驱逐, 才被他人所害, 他还能在楚家待得下去吗, 甚至自己还可以控制他, 让他携带毒烟进入楚家祖宅, 嘿嘿, 美滋滋, 真是天赐良机, move move, 可能是休息了一阵, 只见陆强又是一个纵身, 一道白影划过, 呲溜一下便来到了院内, 再次看见他, 正躲在一根柱子后, 一边暗中观察, 一边洋洋得意, 自己这临近三重, 的确不是什么值得吹嘘的修为, 甚至不该是副作者的修为, 但若论前行之术, 不是自己吹, 即便临近五重的高手, 也无法发现自己的行踪, 自己这副舵主之位, 也正是因此提拔的, 毫不夸张的说, 若是自己愿意, 三界之内没有能发现他的生命, 他乃知道, 一只喵心人正静悄悄的, 在他身后默默观察着这一切, 这小子傻愣着干嘛呢, 弄这么大动静, 饶本喵美吗, 原来, 陆强又在纠结自己压根不应该使用前行之术, 因为这院子, 看起来也没有保卫人员, 嘿嘿, 那就直接动手吧, 说吧, 陆强化气成形, 一条线索鬼绳雏形渐渐形成, 并顺着门缝飞进院子那门, 不久, 院内便传来有人大声呼救, 什么怪物啊, 守候在外的陆强赶紧冲进来, 果然是楚玄那个废物, 竟被吓得泪流满面, 被那线索鬼绳捆住, 重重地摔倒在地, 动弹不得, 哈哈, 你这废物怎么可能逃出我练起捆线索的抓捕, 手到擒来, 拿捏, 刚刚还在嘚瑟的陆强, 突然发现楚玄竟被捆得越来越瘦了, 正在担心他会不会用缩骨弓逃跑时, 一声巨响, 伴随着滚滚白烟, 楚玄不见了, 气得陆强牙痒痒痒, 这不科学啊, 陆强脸上的表情逐渐凝固, 甚至有些扭曲, 总不至于是炼气化身吧, 但是自己身为临近三品都不能掌握的功法, 这个废物怎么可能, 会给他过多的时间思考, 比他翻墙时的白影更白的一道白影朝他飞了过来, 也不给他时间躲避, 一秒变胖, 瘫坐在墙角的陆强, 脸上竟不知何时多了数不清的抓痕, 嘴里吐着白沫, 晕得够呛, 而那只天灵猫则在一边挺视着自己美美的爪子, 见外面没了动静, 楚玄推开房门, 惊出一脸冷汗, 直夸小猫打脸确实是快, 这小爪子拍起来就恐怖, 真不能怪这帅哥太惨, 如果有一天, 他落我头上了, 恐怕我也只能认栽吧, 天灵猫妆做没听懂, 顺势卖了都萌, 可是眼下, 这个人怎么处置呢, 无论是放回去, 还是交给楚家, 对自己都太不利了, 对了, 世灵花, 出来干活了, 饿了好几天的世灵花, 一下就钻了出来, 张开那血瓶大嘴, 使劲地嗅着食物的方位, 定位成功, 过程太残忍了, 就略过, 不一会儿, 便看着世灵花在楚玄身边满足地打起了阁, 来吧, 让我看看这家伙肚子里憋着什么坏水了, 这群邪教的家伙怎么总爱找我麻烦呢, 这是一个毁尸灭迹的绝世珍宝, 只要被召唤出来, 立马能够吞噬周围的亡灵, 真是吃人不服骨头的存在, 他叫是灵花, 是这个宅男的宅家奖地, 而这个宅男叫楚玄, 此时, 他正感应着是灵花, 刚吞进去的那个副舵主的生前记忆, 有那个在饭里下骨的仆人, 还有上次夜晚擅自闯入, 打算放毒烟的耍帅二人, 而最后一个画面, 则是纳了闷, 前面几人去了怎么都没音讯, 便决定自己亲自前去看, 看到这儿, 楚玄也是一脸尴尬, 这令人闻风丧胆地邪教, 未免也太单调了, 连堕主这种级别的人物, 闯江湖竟也只有毒烟这种级, 低的一声, 奖励来了, 上次世事灵花, 这次则是奖励了众魂, 回到房间, 闭上眼, 楚玄的内景又出现了, 那片土地越来越大了, 而且出现了不规则的变, 可能和他最近练功比较杂有关系吧, 但是除此之外, 还是空奴仪, 难道说明自己的修为, 提升空间还很大吗, 不过无论怎样, 都能明显地感觉到, 精神力的增强, 看到手中若隐若现的准魂印, 和桌上摆放的御剑术这两门最近刚得到的新功法, 楚玄若有所思, 准魂印暂时没有办法实验, 这御剑术乃是地境品级的功法, 若能早日进入地境, 就算再有邪教来犯, 也可高枕无忧了, 真是路漫漫气修远兮, 无将上下而求索呀, 抓紧时间练功吧, 不远处的一个山洞里, 几名邪教徒围着篝火, 谈论着副舵主陆强怎么还没回来, 有的说是被楚家发现给杀了, 另一人却说没在楚家发现任何打斗的痕迹, 难道是叛变了, 也不可能邪教之人谁会见了, 况且叛变绝没好下场, 接着, 一个白胡子大聪明发话, 他认为陆强可能是在等机会, 想要把毒烟释放到楚家的核心里, 而一旁的刀疤脸似乎没听到大聪明的话, 直接嚷嚷着要禀报王庭, 让王庭派起强者, 刚刚那个身材恶魔的美女不同意, 觉得区区楚家都要劳烦王庭, 岂不是显得自己很废了, 今后王庭绝不会重视自己, 好了, 安坐在墙上的邪教老大发话了, 通知陆强, 让他不要继续等待机会了, 马上行动, 楚天明的老鬼肯定是想接我们邪教魔力后辈, 那我就让他好好魔力魔力, 通知下去, 寻找楚清的位置, 本座亲自出手, 娶他狗命, 三人各自领命离去, 可是不知道陆强具体方位, 而且他这次又是单独行动, 都没有可以接头的限, 只能用这个一次性的训诛了, 而且是单向了, 能确定讯息发出, 却不能及时收到回应, 陆兄, 收到消息, 请务必立马行动啊, 这边很快就到了饭店, 楚玄大呼今天的饭菜特丰盛, 询问仆人是不是有什么喜事, 原来, 楚清带领族人下山, 剿灭邪教徒的行动大劫了, 老爷今天特别高兴, 正在祖宅设宴庆祝, 大劫, 这么快啊? 这个男人空有一身绝学, 却甘心成为他人眼中的干犯人, 只因他有一套宅家系统, 只要不出家门, 各种功法神器拿到手软, 男人名叫楚玄, 无意间听到送饭的仆人, 谈起他们楚家下山脚灭邪教徒的行动大劫了, 他却总盈盈感觉到哪里不对, 怎么会这么快? 依旧是那个熟悉的山洞里, 迟迟未能收到回音的大聪明, 一口堵定, 副舵主陆强应该已经领了盒饭, 刀疤脸赶紧捕刀, 那也好, 至少说明他确实没有叛变, 一旁的大漂亮却觉得事有蹊跷, 因为直到现在, 楚家祖地都没有发生任何战, 这时, 老大无脸难出来总结发言了, 算了, 三天后, 又是干犯人楚玄的干犯事件, 什么? 何家被邪教徒潜入了? 楚玄赶紧加了块肉压压筋, 一旁的仆人继续描述着其中细节, 那何家祖地被释放了毒烟, 毒火, 不仅死伤数百人, 家族三分之一的面积都被魔教蚕食, 田里的灵尿也被糟蹋了, 楚玄嚼了嚼嘴里的肉肉, 暗想, 三天前还在百青公宴, 这邪教的报复, 未免也来得推快了吧, 另一边的楚宅祖地快马来报, 祖地附近的高手已尽数回归, 距离较远的也已经在返城的路上了, 楚老爷露出欣慰的笑容, 很好, 但要记住, 一定要加强巡逻和港少, 我们楚家绝不能重蹈何家的覆辙, 胡仁则继续汇报, 祖地之内已增加了十五处港少, 祖宅巡逻队也已从三个时辰一巡, 换为两个时辰一巡, 这才放下心来的楚老爷, 赶紧关心起大孙子楚清, 他现在在哪里, 原来, 大少爷在轻角行动中一马当先, 已到了离祖地较远的博淮县, 目前仍在返城中, 应该不会发生意外的, 毕竟有我族中几位虚敬长老陪同, 楚天明总算是输了口气, 但是, 清缴邪教的发起者明明是我们楚家, 为何他们不来找楚家的麻烦, 而是先向何家动手呢, 难道, 来过了? 有听说过爷孙连心的吗? 这边楚天明正在担心邪教徒是否霍霍楚玄去了, 另一边, 楚玄则担心其楚家祖地是不是也遭到邪教徒的报复了, 放心吧少爷, 现在下山的高手大部分已经撤回来了, 再想搞偷袭可没那么容易了, 而且这次清缴收获也很大, 被击杀的, 活捉的, 还有四三逃逸的邪教势力, 加起来有六成之多, 邪教在秦伯的根基已经动摇了, 仆人那自信的声音回荡在整个院子里, 也对啊, 大哥果然厉害, 看来之后不会再有人来打扰我, 发现说漏组, 赶忙改口, 啊, 不, 打入我们内部了, 楚玄更加开心的话语回荡整个山, 看来可以暂时告一段落, 眨眼间, 半年过去了, 还记得这只天美喵吗, 他现在叫小黑, 你以为他在做引体巷上吗, 他只是单纯的捕鸟失败, 挂着了, 此时, 小黑正狠狠地盯着他的蝉屎官, 喵, 明明就是我故意放他走的, 小黑, 你也别不服气, 虽然我没有睁开眼睛, 但这半年来, 我已达到虚境, 方圆百里的动静都能靠意念改之, 所以, 你就不要骗我了, 正嘚瑟着的楚玄回眸一笑, 准备来个酷酷的pose, 却让他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 穿过大门, 穿过疾风, 再穿过一片树林, 两根香肠映入眼帘, 哦, 亲爱的喂, 如果爱情是毒, 你就是我的解药, 没有你, 我将一命呜户, 只见一油腻男子正鬼话连篇, 却也惹得那女子直呼你坏坏, 我本是孤高的冰扇, 你却让我浴火分身, 眼见面前女子吃这一头, 香肠男更加得寸进尸, 又是一句讨厌厌, 我本是惊弓之鸟, 你却让我一往无前, 接下来就是一些不可描述的画面, 就用这幅风景画代替了, 我靠, 这他们是过期的狗粮吗, 撒的辣野, 吃的反味, 上次是猴子, 这回更恶心心, 饶了我吧, 注意看这对孤男寡女, 他俩正准备在荒山野林里打扑克, 却不曾想, 远在数十里开外的一名偷窥狂, 正以上帝视角, 观察着二人的一举一, 偷窥的人叫楚玄, 偷窥的对象是他的七哥, 贝拉的睁不开眼的楚玄, 并非是有这样的癖好, 而是他通过宅家获得的迷魂术功法, 尚未练至炉火纯青, 无法完全驾驭, 而老七明知楚玄在此禁闭, 还跑他眼皮子底下来恶心他, 书可人省省也不能忍, 聚气与指尖, 一根树枝啪的一声飞背而去, 哎呦我去, 老七一个机灵, 差点没站稳, 而那情道深处的美女, 还以为是男人玩的什么花样, 兴奋的大喊干嘛嘛, 四周查看一番过后, 并无异啊, 为了不扫兴, 赶忙解释道, 喂, 刚才是你让我尝到了爱情的痛楚吗, 说完就撅起了嘴巴, 显然已经深陷其中的美女, 一脸娇羞, 什么吗, 就闭上眼准被吻上去吧, 此时, 还有什么比眼下的是更重要的, 女人嘴上说着害羞羞, 身体却很争, 福建, 真是人质剑则无敌啊, 那边战况愈演愈烈, 丝毫没有因为落到各位的眼尖而停下来的意思, 喂, 让我们的心贴得更紧, 不要被这零螺阻隔吧, 继续零万的楚旋彻底爆发了, 受不了了, 是你们逼我的, 一拳击出千层浪, 一浪更比一浪强, 七哥囤固被突如其来的一股浪静, 震得菊花一紧, 啊, 惨叫声响彻山谷, 救命啊, 有鬼啊, 肯定是邪教徒, 一边往回跑, 总算清静了的楚旋向着老七离去的方向比了个国际手势, 呸, 渣男, 他坐在摇椅上, 感觉自己至少少了半条命, 打算美美地睡着一觉, 喵, 小黑竟不知何时已从树上跳了下来, 对着楚旋一阵嘲讽, 下手够重的啊, 刚才的惨叫声, 真是听着伤心, 闻着落泪啊, 喂, 小黑, 你到底是哪边的, 我受到的伤害一点不比他少好吧, 轻神污染啊, 你懂不懂, 不过, 他逃跑时提到的黑月楼, 好像在书上看到我, 来头不小啊, 他怎么会提起这个呢? 男人半年从未踏出院门一步, 每天不是看书就是如猫, 或是呼呼大睡, 而实力竟已不知不觉, 从繁静修炼到了虚静, 速度之快,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了, 这个宅男叫楚旋, 就在刚刚, 他将精神抑制与灵力, 划入虚空, 狠狠地教训了一番那位在他眼皮底下玩刺激的七哥, 实锤了自己确实已经突破到虚静, 楚旋总算觉得在秦国内有了一点自保之力, 凭借他摘着的各种奖励, 面对虚静巅峰, 他都丝毫不拒, 要知道, 他修炼的可是地精, 叮咚, 摘了半年的奖励来了, 天极刀金, 一门极道之术, 论品街都超过地精了, 管他看不看得懂, 交给系统领务去吧, 晚上失眠再也不怕没事做无聊了, 转眼间, 又到了干犯事件, 这次却得知邪教遭遇重挫, 转入暗处之后, 对楚家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尤其是在半个月前, 楚家一名虚静祖老, 竟然被围攻陨落了, 而导致被围攻的原因, 是邪教花了大代价, 从黑月楼里购买了那位祖老的踪迹, 提前进行了埋伏, 又是黑月楼, 乘机打探一下, 这黑月楼时邪教的爪牙吗, 为什么要出卖我们呢, 少爷你不知道吗, 黑月楼是南州最神秘的事物, 只要花得起价钱, 可以在黑月楼购买任何情报, 委托任何任务, 购买任何报, 哪怕楚家知道是黑月楼泄露了祖老的消息, 导致被邪教强者围攻陨落, 也不敢对黑月楼发难, 黑月楼太强, 太神秘了, 而且, 楚家也会从黑月楼获取所需的资源, 购买一名楚家祖老的踪迹情报, 邪教需要付出的代价绝对不行, 黑月楼想来心黑, 要价离谱, 楚家也想购买邪教情报, 但价格太高了, 根本不值得付出, 否则早就剿灭了邪教了, 黑月楼似乎有意提高价格, 维持多方博弈的局面, 若是一方完全取得胜利, 黑月楼还怎么持续获取收益, 甚至某些战乱之地, 或是某些争斗, 背后都有黑月楼推波助澜的影子, 都知道黑月楼心黑, 但因为其太神秘, 太强大, 遍布整个南州, 没有人知道其总部在哪里, 实际上曾发生过某个强大的王朝摧毁境内黑月楼的事情, 但不到半个年, 那个强大的王朝便成为了历史, 而黑月楼却是重建了, 这个叫黑月楼的组织太卑鄙了, 一边答应秦国皇室三大使家, 只要前到位, 近期便不接受邪教的委屋, 另一边又坦言, 若是邪教付出的代价足够大, 黑月楼依旧会接受其五国, 只因它太神秘, 太强大, 遍布整个南州, 没有人知道其总部在哪里, 没有哪个势力与王朝摧毁黑月楼, 这话可不是小编瞎编的, 是这个送贩的仆人告诉楚玄, 楚玄则是委婉地表达了对邪王庭的担忧, 得到的消息是, 秦国已经委托了黑月楼关注邪王庭的动静, 一旦邪王庭有强者来袭, 将会第一时间获得情报, 既然秦国有了应对方案, 楚玄就不必担心邪王庭强者突然来袭, 邪王庭的敌人不少, 一旦有强者出动, 秦国哪怕抵挡不住, 也可以求远, 楚玄比较担心的是, 飞月楼那心非的, 吃完秦国又吃鞋王庭的, 从中谋取更大, 可惜自己又帮不上什么忙, 还是接着宅家修炼了, 楚天明似乎已经忘记了, 每天除了送贪的不不义, 没有其他人, 第七个月, 楚玄修为提升到了虚境三重, 每天刻着玄虚丹, 修炼速度非常, 叮咚, 你摘了七个月, 奖励小五行, 阵法与阵盘, 他可是知道, 在南州阵法是非常罕见的, 能够布置阵法的, 无异不是真净情, 而阵盘, 更是需要递境才能够练制起, 按照楚玄的理解, 可能是南州太落后了, 领取了阵法与阵盘, 楚玄掌握了小五行阵法的布置阵, 与阵盘的练制, 发觉并不需要真净修为, 以他现在的修为, 也可以布置与练制阵, 修为越低, 布置出来的阵法, 练制出来的阵盘越弱, 所以, 南州之所以缺政府之道, 果然是因为太落后, 或是断了政府传承的人, 阵盘上, 有五面小旗, 代表金木水的国土五行, 楚玄将阵法布置下, 笼罩了小院子, 不启动阵法, 小院子依然平平常朝, 若是启动阵法, 楚玄有信心, 哪怕是合径也不够困住, 甚至是击杀, 楚玄底气又足了一些, 只要来者不是合径四重以上, 他都无需畏惧, 七个月了, 距离一年之期又进了, 楚玄充满了期待, 宅一年的奖励, 绝对超越帝京, 帝京之上是尊敬, 天敬, 楚玄估摸着, 一年的奖励, 最差也是天敬级别的吧, 距离八个月时间, 还有几天的时候, 一件震动楚家的消息传来, 楚卿遭遇邪教三名长老, 与一名副教主袭击, 在楚家祖老拼死忽幼下, 依旧身受重伤, 楚家陨落了一名虚禁三重的祖老, 楚天明震怒, 哪怕在小院子里, 楚玄都听到了楚天明愤怒的哄声, 楚卿可是他重点培养的, 下一院家主接班人, 在清教邪教行动上, 表现得非常出色, 一旦楚卿成长起来, 非但能够稳住楚家帝国, 甚至还能更上一层楼, 这个身材妖娆的女人, 竟对一个废材少爷, 产生了邪恶的想法, 无愧为邪教中人, 就在刚刚, 楚卿遭遇围杀, 所有人第一时间, 都是想到新黑的黑月楼出售的情况, 此事发生, 楚卿身边的人都被重点轻查, 是否存在黑月楼的探子, 奈何不了黑月楼, 难道还不能杀几个探子呢? 楚天明邪宝器离开了祖宅, 亲自对邪教出售, 郑族宝器没有带出去, 毕竟需要镇守祖宅, 楚天明的离开, 楚家族的防卫再生意, 甚至都有虚敬祖老寻味了, 楚卿重伤, 而同样是楚家添娇, 深受楚天明疼爱的楚云, 极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楚卿不由地担心楚云, 楚天明亲自出手, 此刻的楚家族地, 在外人看来, 必定是最空虚的时刻, 楚卿甚至怀疑, 是不是调虎离山之际, 不过, 楚天明不至于如此愚蠢, 既然他敢离开祖宅, 说明楚家有与他同级别的强者作为, 楚家能够屹立如此之久不衰, 必然有其底蕴的, 楚卿接触不到人, 楚卿提高了警惕, 楚天明离开楚家族地, 邪教的强者, 极有可能再次潜伏而来, 一到晚上, 楚卿就激活小五行阵法, 院子里看起来没有任何异样, 一旦踏入便会陷入其中, 有了小五行阵法, 哪怕发生战斗, 也可以保证动静不会传出去, 不会因为战斗的动静, 而暴露自己的实力, 楚天明离开之后, 如何针对邪教, 狐义是无法知道的, 楚卿自然也不知道事情的发展, 你宅了八个月, 奖励千丝领网, 八个月的奖励来了, 竟然是一件地兵, 哪怕是一件下品地兵, 也远不是宝器能够比拟, 千丝领网不是攻击类地兵, 也不是防御类, 而是束缚与封镜类的地兵, 地兵在手, 楚卿底气更足了, 哪怕合进七重的强者来袭, 依靠着小五行阵法, 千丝领网足以让对方疑问, 楚卿顿时响入飞飞, 就像这样, 只要被千丝领网困住封镜, 除非对方同样拥有地兵, 否则无法脱空而出, 有足够的时间恢复消耗, 要弄死敌人自然不在话下, 又平静地过了几天, 这日, 两道身影, 翘无声息地进入了楚家族地, 来者一男一女, 修为都在虚敬二重, 乃是邪教的长老级强丑, 女的身材妖娆, 唯独脸上五颜六色, 朱燕与祝强奉命, 穿上花大带架弄来的虚行衣, 潜伏楚家族地, 不一会儿就来到了楚旋小院子外部远处, 那里住着的是楚丘落的那个儿子, 对, 朱燕看着那座小院子, 突然有了一个变态的小子, 快看, 这个一脸淫笑着的邪教大妹子, 竟想给男主生猴子, 她叫朱燕, 看着楚丘落的儿子至今单身, 便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是她的搭档住墙, 发现朱燕的神情逐渐扭曲, 目光充满邪恶语, 变态, 心里一哆嗦, 这婆娘又起什么坏心色, 慌忙传音道, 别管楚丘落的儿子正是要紧, 不,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 朱燕双眼越来越亮, 嘴角翘起, 笑容越来越邪恶, 你说, 我要是给楚丘落生的孙猴子, 给楚天明那老鬼生的曾孙猴, 会怎么样, 想想就刺激啊, 祝强瞪大一双眼睛, 心里直抽冷气, 你嘛, 这婆娘太特么邪恶, 朱燕的笑容越来越变态, 真要这样, 楚家会不会杀我啊, 或是会不会杀楚丘落的儿子, 还有楚丘落的孙子, 要是有一天, 楚丘落回来了, 会怎么样, 祝强打了个哆嗦, 想想他画面, 就浑身冒了他, 此事要真的成了, 楚家颜面扫地啊, 楚丘落又会如何, 楚天明又会如何看待, 卧槽, 不知道为何, 他心里竟然有点期待起来, 正是要紧, 就别节外生枝了吧, 祝强心里固然期待, 未免节外生枝, 开口劝道, 你不懂, 既然来了, 就把楚丘落的儿子捏在手里, 万一暴露, 也有个人志在, 朱燕一步一步朝着小院子走去, 飞月楼会不会把我们的行动, 当成情报卖给楚家, 有个人志在手, 似乎确实更能够全身而退, 祝强跟上去忧心底, 飞月楼那些心非的, 怎么可能会把我们的行踪卖给楚家, 朱燕冷笑一声, 只有楚家遭遇重创, 他们的情报才能够卖个更高的价, 祝强一想也是, 若非黑月楼暗中给予一些情报支持, 南州的邪教势力早已被打住了, 飞心的黑月楼为了利益最大化, 暗中不知道挑拨了多少谁, 奈何黑月楼强大, 即便是邪王婷都对其忌惮三分, 说吧, 两道人影跃入楚旋的院子, 这个男人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 美女只是想跟他生猴, 他竟直接将他设成了马蜂窝, 男人叫楚旋, 此时正坐在院子里的躺椅上养神, 胆知道有人闯过, 十分无奈, 又有作死的邪教徒来了, 你们想要搞事情, 就不能绕过自己吗, 为何非要针对自己呢, 这边, 朱燕宇祝强很顺利进入了院子, 一眼就看到了坐在院子躺椅上的楚旋, 好君啊, 不愧是楚丘露的儿子, 朱燕双眼一亮, 笑容愈发灿烂起来, 嗯, 楚旋皱着眉头, 这个身材妖柔, 但脸上五颜六色的丑八怪, 那是什么神奇, 修炼邪功把人都练傻了, 小乖乖, 跟姐姐走吧, 姐姐会好好疼你的, 一定给你生的大胖小子, 朱燕那是笑容逐渐变态, 抬起手就向楚旋抓去, 我泥马, 楚旋恶心坏了, 浑身七皮疙瘩都出来了, 老妖婆受死, 她本想将人情下盘问一番, 重上魂印, 让对方回去坑杀邪教强者, 哪知朱燕一开口, 她就恶心坏了, 老妖婆去死, 抬手一点, 手指一道雷霆暴尸而出, 奔雷指, 丢丢丢, 朱燕身上电光闪烁, 一道道黑烟弥马而起, 顿时被射成了蜂窝, 一旁的柱墙, 只觉得一股寒意冲上脑门, 浑身哆嗦, 出的楚丘落还要恐怖啊, 逃, 必须逃, 朱强心里骂死朱燕了, 动什么变态的想法, 现在好了, 任务没完成, 反倒被射成了蜂窝, 身形一动, 飞速后退, 轰动, 不知道为何, 飞速暴退之后, 眼前竟然是一片肃杀之气, 完全失去了方形, 前方不远处, 明明就是院子围墙, 无论怎么冲上前, 始终无法靠近, 轱动, 朱强咽了一口唾沫, 一颗心往下沉, 阵法, 楚家有真境强者, 怎么可能, 难道是楚丘落回来了, 一想到那个横压秦国的人物, 楚家有史以来, 甚至是秦国有史以来, 最天赋卓绝的能, 朱强的一颗心, 就一直往下沉, 沉不到底那种, 无论哪种情况, 朱强都知道自己要在了, 既然如此, 那就一搏, 朱强脸上闪过狠色, 正要将此行准备的魔烟释放出来, 骤然一只大手擒拿来, 由不得他反抗, 他擒拿封禁, 动弹不得, 楚强坐在椅子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倒在地上的筑墙, 筑墙注意到, 被戳成蜂窝的朱强尸身, 此刻正被一株怪异的小花吞噬着, 不一会儿, 朱强的尸身就消失了, 他心中惊恐, 那朱小花似乎正在看着他, 越越欲试, 想要吞噬自己的模样, 楚家很不对劲啊, 那是什么鬼, 为何楚丘落的儿子会如此之强, 莫非, 楚家一直在隐藏实力, 无谋甚大, 三番两次地跑来打扰我, 你们邪教真是做死了, 楚弦冷冷到, 他也不废话, 一枚小小的印章, 直接施展种魂印, 给祝强种上魂印, 祝强惊害地发现, 自己对楚弦没有了任何敌意, 生不起任何反抗与袭击的想法, 明明自己内心是有各种敌意的, 是想着弄死的, 究竟是怎么回事, 祝强惊恐, 思维正常, 意识清醒, 偏偏没有了任何敌意, 没有了任何反抗之心, 哪怕对方出手斩杀自己, 他也不会抵抗, 甚至会乖乖地把脖子伸过去, 第一次使用重魂印, 楚弦充满了期待, 他可以通过魂印, 感受到筑强此刻的状态, 这意味着, 被重上魂印的人死了, 他是可以感知到, 而且能够知道他是怎么死, 魂印的特殊性, 楚弦觉得似乎可以以魂印为媒介, 将自己一缕精神意志降临过去, 不知道自己愤出一缕精神意志离开了小院子, 算不算违背了宅者的要求, 楚弦也就想想, 不会冒险愤出精神意志离开, 万一违背了宅者的要求, 自己的宅记录就要清零了, 白宅了这么长时间, 又要从头开始计算, 给住强重下魂印后, 楚弦询问了一下他此来的意图, 邪教为了给楚家制造损失, 每次行动都加码付出代价, 这一次竟然直接携带了一缕磨烟来, 磨烟不比毒烟毒火, 一旦释放, 受污染的区域是极其难以消除的, 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毒烟毒火的十倍以上, 而且一旦玄境以下的人吸入磨烟, 将会意识混乱, 陷入疯狂之中, 若是真的在楚家族地内释放出了磨烟, 无意必然会死伤严重, 要知道, 楚家族地的不意都是经过挑选的, 具有一定的天赋, 并且身家清白, 中心度比较高, 值得培养的, 一旦死伤严重, 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磨烟是以魔族尸骸炼制而成, 具有很强的污染之力, 哪怕是邪修, 在没有突破灵境之时, 轻易不敢接触, 魔族在南州属于很久远的存在, 只有某些古迹战场中, 才会残留少数的魔族尸骸, 通常只有邪修, 才会收集魔族尸骸, 邪教这次是真的够狠的, 楚玄看着祝强, 直接强制他以自己意志行事, 吩咐祝强返回邪教老巢, 释放磨烟, 偷袭邪教强者, 能杀多少是多少, 绝不可透露楚家的一切, 灌输了意志之后, 就放着强离开了, 祝强很崩溃, 他意识是清醒的, 思维是正常的, 唯独无法反抗那命令中的意志, 他内心很惶恐, 然而脸上的神情, 却是没有丝毫表现出来, 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丝毫看不出被人控制的迹象, 完了, 祝强知道自己要完了, 楚家太恐怖了, 这阴森森的会议室, 便是邪教设在楚郡的隐秘总部, 这已经是第三个总部了,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换地, 弄得部分人怨声载道, 老子干邪教可不是为了当牛做马, 这么干还没有那些名门正派混的舒服, 不过没办法, 除了避开楚家的探查之外, 也是为了避开黑月楼, 在一个地方太长时间, 很容易被黑月楼探查到, 只不定会以高价将情报卖给楚家,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每隔一段时间总部都会换地, 在总部地点只有总舵主, 副舵主与几位长老知道, 都是可以信得过的, 几乎可以保证, 不存在黑月楼探子的可, 上座的秦国邪教副教主王图, 在一旁听得牙痒痒, 还喵的, 你们私下讨论就算了, 我还在呢, 你们当老子已经挂了吗, 什么楚家, 等住强他俩回来了, 老子高低, 话还没说完, 便听到洞口教徒传信, 秦国邪教副教主与紫月国邪教护法道, 王图一脸郁闷是什么风, 把他俩吹到这来, 原来这二人是专程过来给王堕主信和乔迁之喜的, 又有看戏不怕抬刀的长老在一旁议论, 说得好听, 还不是听说祝强和朱燕潜入楚家释放磨烟, 过来导着听信, 嘖嘖嘖, 副教主和护法这么大的官, 还得亲自跑来听信, 邪教果然是牛马啊, 快住口, 王图大手一挥, 却已来不及制止, 也不知是故意放动还是怎么的, 反正惹得副教主和护法一脸尴尬, 直夸王堕主手下真是直言不讳, 而且这样的手下现在可不多得了, 杀一个少一个的那种, 王图无奈的苦笑一番, 不再多说什么, 对了, 王堕主, 这祝强和朱燕都还没有消息, 副教主果然大人有大量, 率先打破了尴尬, 时间虽然久了点, 但是毕竟楚丘罗那家伙不在, 应该出不了什么大问题, 不过, 相比他俩, 其实我更关心紫月国护法大人为何这次, 护法大人不妨细讲, 说来话长, 秦国是四家共治的贼面,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各管各的地方, 而我们紫月国并非如此, 紫月国的王室很强势, 牢牢掌控着紫月国, 因此在第一时间, 集中一部分力量, 雷霆出手, 剿灭了我们的一处分洞, 虚敬四重的舵主与多名长老, 无疑性免, 全部隐落, 正因如此, 在下此次前来, 只为报复楚家, 王图兄, 不如联手杀了楚天明那老鬼如何, 王图冷哼一声, 邪教若是有能力杀了楚天明, 还会东躲西藏, 秦国三大世家之一的家主, 实力半步合径, 携带宝气在身, 除非合径强者出手, 否则谁能杀他, 秦国只有秦氏有一名, 合径一众强者而已, 想要杀楚天明, 除非王庭来强者, 但邪王庭并非没有对手, 合径强者轻易无法离开, 尤其是在邪王闭关的情况下, 秦国说到底, 还是偏僻了一些, 平级了一些, 王庭不太重视, 若是不平级, 秦国实力也不至于如此, 紫月国护法见王图犹豫, 不死心地诱导, 和几人之力, 哪怕他邪宝气又如何, 还是有机会可以杀了他, 紫月国分舵舵主, 可是他的亲弟弟, 因为楚家的缘故, 竟然雨落, 他心中大恨, 王图冷冷道, 几人同归于尽吗? 这个男人太嚣张了, 初次见面竟直接想拉斜叫舵主与副教主, 与他的仇人同归于尽, 只因他为了给自己的亲弟弟报仇心切, 此次也是有备而来, 一缕摸烟, 纵使不能杀掉楚家家主楚天明, 也要让他掉二两肉, 而王图也不惯着他, 再等一天, 祝强二人不回来, 我们就撤离此地, 他担心此地已被黑月楼探知, 楚天明此刻正在气头上, 说不定真会花高价购买这个情况, 一旦楚天明来袭, 在场的众人, 能活下来几个多未, 他几乎可以确定, 楚天明必定第一个要杀自己, 他绝对是在常人中最危险, 祝强长老回来了, 真是说祝强, 祝强到啊,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朱燕呢, 楚家什么情况, 王图眉头一皱, 祝强内心深处很崩溃, 很绝望, 但又无法违背那冥命中的意志, 多主, 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情报, 在夏特一回来禀告, 还请教主定夺, 为防生变, 朱燕在楚家潜伏着, 什么情报, 不对, 当年晚上都能反光, 显然王图没有任何怀疑, 祝强瞥了一眼, 副教主神色迟疑了一下, 副教主好像发现我不对劲, 靠你了, 快发现我的异常啊, 嗯, 确实不对劲, 副教主拍了拍祝强的肩膀, 坚定的说道, 多主, 你手下这种墙长老爵, 对吃坏肚子吗, 你看他脸都憋子了, 快说情报吧, 说完赶紧去干大事去, 你们也太辛苦了, 祝强听完脸都黑了, 副教主你也太英勇, 靠你, 邪教就完了呀, 教主, 楚家最近, 祝强靠近了王图二人, 一边传音, 一边掏东西都不一样, 哄, 骤然, 一道猛烈的灰色光芒爆发, 祝强出手了, 一出手就是全力一击, 王图毫无防备, 半边身子都崩碎了, 精神抑制摇晃, 瞬间濒临雨, 突如其来的变故, 所有人都傻了, 快看, 能把内奸做得如此流鼻的, 飞眼前这个男人莫属吧, 而使出这招漂亮的反奸计的, 则是我们的男主楚玄, 一个只要足不出户, 就能获得系统奖励各种神功的财能, 就在刚刚, 被楚玄种下魂印的祝强, 身不由己地使出了全力一击, 打得毫无防备的邪教舵主王图, 差点领了盒饭, 同时也惊呆了在场众人, 而同样种了魔烟后的邪教众人, 却是只能原地压拿呆, 国护法刚刚燃起的复仇大忌已燃泡汤, 声嘶力竭道, 本可以默默狗在一旁, 逃过一劫, 却因此一下子引起了祝强的注意, 那就给也死了, 祝强飞奔而去, 紫月国护法躲避不及, 瞬间遭受重创, 但并没有陨落, 而彻底放飞自我的祝强放声嘶吼, 什么邪教, 什么护法, 扛不下老子一掌, 祝强, 你发什么疯, 楚郡分舵都要被你毁了, 被鸡趴下的护法仍然咬牙坚持着, 楚郡, 祝强滑稽的一笑, 随后给了一个国际友好手势, 区区楚郡, 整个秦国邪教有谁能抵我, 我是邪教之主, 我永恒不朽, 我才有资格成为秦国邪教之主, 此时的护法还能说啥呢, 打又打不过, 只能用谨慎的一丝气力, 朝洞外的各大长老怒吼, 祝强疯了, 快, 快杀了他, 话音刚落, 门外窜进几道身影, 护法无须惊慌, 楚郡八协, 前来护驾, 为首的老者乃是祝强的师父, 自然会打打感情牌, 什么当初祝强拉了裤子都是他亲手换的, 成人之际第一次抢抢名女也是他陪同的, 如今却恩将仇报, 那就不要怪他不顾往日情面了, 其他欺邪听不下去了, 劝他还是别和一个死罪难逃的人废, 老者下定决心, 准备祭出逃逆大阵, 收了那不孝之筒, 尚未等他祭出阵法, 祝强的指尖以汇举一粒金光, 一道金光直射那老者去, 老者大惊失色, 卧槽, 这么多屁股, 还不是扛不下一招, 早就受够了你叽叽歪歪, 总算清静了, 祝强一脸嘚瑟地看着曾经的师父, 倒在自己面前, 惊掉下巴的邪叫众人此刻慌的一批, 比昨晚一比二的梅西还慌, 四处逃窜, 他现在已经不要命了, 只攻不防, 燃烧杨兽强行提升修为, 最后无非落得的暴腿王, 硬碰不得, 快撤, 千万不要小瞧这个只会嗑药的宅男, 就在当刚被他种下魂印的筑墙, 凭一己之力, 竟直接毁掉了邪叫一个分舵, 惹得重伤的舵主又要第四次搬家了, 真是人在家中宅, 洗从天上来啊, 由于楚玄足不出户, 宅在家里, 反杀邪叫, 系统直接奖励了他十年修为, 一个懒腰尚未伸完, 楚玄便直呼筑强牛逼, 他竟然真的做到了, 高兴过后, 却不免想起自己自从突破虚境, 来到合进一重之后, 实力的增长速度就慢了下来, 照这个进度, 在家宅一年大概能到, 嗯, 他还是觉得不够保险, 因为应付邪王庭的高手, 恐怕还是不够用, 但是, 实力不够, 磕金来凑, 励志要靠磕要变成秦国第一猛男的楚玄, 怎能忘记自己仓库里, 系统奖励的那整箱整箱的丹药呢, 嗯, 还要当饭吃, 指的就是他了吧, 拍了拍自己圆鼓鼓的肚子, 心满意足地打着宝格, 忽然一声, 不好, 楚玄眉头紧锁, 如灵大敌, 只见他迅速跑到院子角落, 守护墙地, 瞬间吐出一道瀑布来, 可惡, 难道这药性还有什么相处吗, 缓过神的楚玄沉思着, 又是一道瀑布, 我靠, 没完备了, 哎, 果然是东西不能乱吃, 话不能乱说, 操之过急不可取的, 再次缓过神的楚玄决定, 还是踏踏实实地睡觉, 安安心心地宅家吧, 毕竟自己现在应该已经是和楚天明差不多的境界了, 也算得上秦国顶尖强者之一了, 唐一上的楚玄想到这儿, 竟觉得有些许不聊, 好想再多来几个邪教, 楚郡的邪教最好都过来吧, 包吃包住, 管接管来, 嘿嘿, 这个老头到底有多嚣张, 竟把秦国最神秘的组织黑月楼掌柜, 骂得狗血临头, 这个老头叫楚天明, 身为秦国三大家族之一的楚家家主, 原本二人此次私下会面, 一开始都还挺讲礼貌的, 相互寒暄以来, 久违了楚家主, 哟, 万掌柜亲自出来迎接, 老夫当真面子不瞧啊, 那是那是, 那是个屁啊, 楚家厨师你知道吧, 要不是你出卖的情报, 老子把头拧下来, 楚家祖不息怒啊, 息怒, 嘿嘿, 万掌柜, 你传信给我, 说又是关楚家的重要情况, 楚天明知道, 再深究下去也是于事无补, 便坐下来输了口气, 客套话咱就不说了, 直接开架吧, 楚天明猛地睁开眼睛, 眉头紧锁, 哈哈哈哈, 万掌打了个哈哈, 直夸楚天明爽快, 楚天明缓缓端起茶杯, 那万某就不客气了, 一百万灵金, 一语戳, 茶水喷, 楚天明瞪大了眼睛, 小畜生, 你怎么不去抢啊, 恼羞成怒的楚天明气的当场起立, 就要发飙, 而万掌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淡定的劝楚天明别急, 可以先听一半, 觉得值钱再富败, 这个题很奏效, 听听也无妨, 磨烟, 楚家主可了解, 听完这两个字, 楚天明已是气得牙痒痒, 他可是非常清楚磨烟的厉害性, 扔了五十万灵金, 让万掌柜接着说下去, 原来, 万掌听说, 最近从紫月国过来了一位邪教护法, 对, 就没了, 留下两人面面相去, 注意, 这里可非禁止画面啊, 一阵沉默后, 一个让继续说, 另一个则让继续给灵金, 最后, 说到楚天明帝过去的整整一百万灵金后, 万掌讲起了事情原委, 据准确情况, 邪教护法刻意从紫月国带来了磨烟, 而楚郡的邪教将会在楚家族的发起破坏, 瞧他这一脸嘚瑟的样子, 绝对想不到, 自己口中的准确情报, 早已被楚玄整从过去世了, 就这, 楚天明也觉得这消息, 完全不值一百万, 是当他傻吗, 而万掌则是一脸傲娇, 仿佛自己就是楚家救世主一般, 嗨嗨, 原来话还没说完, 如果仅仅是这样, 受三十万他都亏信, 众所周知, 楚家防守严密, 区区两名邪教徒不足为惧, 但是这次可非同小可, 邪教弄到了两件虚钱宝衣, 听到这儿, 善变的楚天明再次神色紧张起来, 看来面对虚钱宝衣, 他对自己的防御也不自信, 冷静下来后, 楚天明再三确认这情报的真实性, 得到的是万掌肯定的回答, 并承诺若是自己的情报有误, 愿意三倍赔偿, 另外还表示, 自己手里刚好有一件对付魔烟的法器, 想要卖给楚天明, 听到这儿, 楚天明怀疑自己还是被狡猾的万掌给坑了, 但不能表现出来, 自己发现那虚钱宝衣是黑月楼卖出去的, 绝对让他今后比不出刚刚的三字, 本话也料这儿了, 挥挥手结束了此次愉快的交易, 回去的路上, 楚天明越想越不对劲, 什么他们要的恰好友, 那黑心甘的万掌, 绝对两面通知, 可是现在回去肯定来不及了, 万掌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一个情报卖两份钱, 等老夫闲下来, 高迪要掀了这娘细痞的黑月楼, 究竟是怎样牛逼的自制里, 才能拒绝眼前这名要领女孩的同居要求, 女孩叫楚云, 刚刚陪同爷爷楚天明去了趟黑月楼, 回来第一时间便来到了十三哥楚旋住宿, 告诉他爷爷花了一百万买来的情报, 听说邪教近期会有强者要来楚郡的事情, 看着云妹正和那只天美妙玩的开心, 不忍心告诉他自己的真实选拟, 他吓着他, 于是挠了挠头, 憨憨笑道, 难怪最近在这破院的旁边还看见了些虚净独老, 楚云继续解释道, 是啊, 大管家最近也总是到处寻查, 听说邪教搞到了能隐秘行踪的法器, 这样吗, 看来最近要更小心地收敛气息了, 以免被大管家发现了自己真实惊喜, 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可是边缘巡防的祖老竟然就要动用到虚净, 还有隐秘行踪的法器, 难道是虚钱宝衣, 那玩意虚净三重以下根本无法察觉, 除此之外恐怕也没有其他换方的必要, 正在沉思的楚玄被云妹的一生十三个惊喜, 跟我回祖宰吧, 我会向爷爷求情的, 楚玄当然不愿回去看楚天明那张臭脸, 况且继续宅在这儿还会惊喜不断, 奖励多多, 便一口拒绝了楚云的好意, 打住, 我在这里住得很好, 唐一也很舒服, 不回去, 楚云认为这里不安全, 还想继续坚持, 邪教有行动, 这里离祖宅那么远, 肯定不安全啊, 黑月楼楼主亲口告诉爷爷的, 楚云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是个男人都会心软的吧, 但我们的男主可不是一般的男人, 脑中迅速脑补, 行动, 邪教奋斗都炸了, 他们还能有什么想法, 见楚玄不说话, 楚云还以为是被自己的真诚感动了, 便继续威严所听, 听说邪教不是有一位大人物, 带着魔炎来的楚郡, 那魔炎粉毒, 以十三哥的境界, 碰一下非死极惨, 听到这儿, 实在是憋不住的楚玄扑的一声, 喷出一泡盐气水,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万楼主说, 就今天到, 怪不得连大管家都出来, 好, 飞月楼你改招牌, 叫飞行谋算, 要不是住墙及时炸了楚郡分舵, 恐怕现在足地已经遍地狼殃了, 见楚玄又开始发呆, 楚云一屁股坐到了躺椅上, 我真疏, 云妹, 你干嘛, 我就留在这里陪十三哥, 不回去了, 楚云一脸天真的打倒, 哈, 小妹乖你一个女孩子家, 和我住一起算怎么回事, 听话, 回祖宅住, 十三哥没事的, 楚云还是放心不下, 那如果, 邪教的人来了, 独佬恰巧不在, 恐怕, 看着一脸娇羞的云妹, 楚云一本正经道, 无所谓, 我会出手, 听吧, 楚云露出了礼貌性的威胁, 随即从躺椅上站了起来, 十三哥越来越幽默了, 我倒是希望, 真有什么事, 十三哥能老老实实待在安全地, 不要出手, 生怕漏陷的楚云连忙解释, 开玩笑, 我哪敢善断, 我还不够邪教高手阶身, 云妹放心吧, 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 可以回去了吧, 话都说到这份就, 楚云还是一脸傲娇的高手, 不行, 自己就是要留在这, 因为这里确实舒服, 十三哥, 哎, 头疼, 另一边, 回到祖宅的楚天明, 立即召集祖老的伤, 如何应对邪教, 接下来可能发起的进攻, 我们现在一味的防守, 显得太过保守了, 我们要诱敌深入, 只要有邪教进入足地, 格杀勿论, 叫这帮杂种之道知道我们的厉害, 那个, 家主, 小十三现在仍住在足地边陲, 您看是不是, 忽然有位长老, 想起了身处危险地带的楚玄, 便向楚天明提出了自己的拥有, 说起那家伙, 楚天明不觉压低了声音, 低头道, 我已经让楚云那丫头去找楚玄回来了, 若是回来, 大虎不必给什么好脸色, 别肯摸摸他的心, 若是不回来, 只需重点回忆击, 若是这样就死了, 或者也不过是突然抹黑秋露的名声吧, 每天睡醒, 就有一个身材很哇塞的女孩, 对你说早安是怎样一种体验, 这个身材很哇塞的女孩叫楚云, 就在刚刚, 她不顾男主的假意拒绝, 硬是同他住到了一个院子, 早安, 十三哥, 早早早, 云妹这么早就起床了, 虽然暂时没见到邪教的人, 但是我还是要勤家修炼呢, 楚玄嘴上不说, 心里却很清楚, 眼前的云妹这些年来勤学苦练, 已修炼至玄境二楚, 难怪那老东西如此心唐他, 想归想, 随手扔给楚云一本书, 不偏不倚, 恰到好处, 十三哥, 受到惊吓的楚云拿起那本秘籍, 再一次受惊, 大帝罗经, 这可是递境的修炼功法, 十三哥, 你平时疏于修炼, 为什么会有这种书, 嗨, 你也不想想这是谁的小院啊, 之前住这里的可是我爹, 楚玄怎会说实话, 随口编了个理由搪塞过去, 反正是为了楚云能够事半功倍, 以后就照这个练吧, 这可是我爹留下来的好东西, 楚云也毫不怀疑,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楚宅那边则没有这般云淡风轻了, 大门外两名长老正看着李屋一个身影, 来回不停跺步, 几天了, 三天了, 滴水未尽, 利米未吃, 茅房都未曾去过, 不愧是家主啊, 这内循环港港的, 两人聊得正嗨, 全然未注意到楚天明逐渐凝固的表情, 都这个修为了, 你俩就不能用用传声, 当老富龙子嘛, 停止夺步的楚天明教训的二人不再吱声, 但也有可能用传声去了嘛, 奶奶的, 要不就赶紧来, 要不就别来, 这邪教怎么回事, 磨磨叽叽的, 原来是被黑月楼的消息所困的, 作为家主, 家族的生死攸关之际, 当然不能有丝毫松起, 可是三天哪, 三天, 屁都没放一个, 跨过门栏的楚天明仍在暴力, 果然是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猛的, 楚天明指天破马, 无耻萧小, 有种与老夫面对面卧杀, 畏首畏尾算什么好汉, 虚敬以上的长老, 给我出去看看, 邪教那帮贩统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情报机构, 迈出一个假消息后, 会是什么后果吗, 作为秦国最为神秘的情报组织, 黑月楼竟意外用一个过期了的消息, 换来楚家家主一百万零金, 而导致这个价值一百万的消息, 过期的罪魁祸首, 就是眼前这个宅男, 楚玄, 就在刚刚, 楚天明大发雷霆, 自己花了一百万零金买来的邪教, 即将潜入楚家族的释放磨焉的消息, 让自己在家苦等了三天, 不仅屁都没来一个, 还让自己在下属面前丢尽了颜面, 邪教, 毁了, 黑月楼内, 万楼主一脸不可思议, 前来报信的小伙子拍着胸骨保证, 千真万确, 邪教起了内乱, 一个叫住强的副舵主以下犯上, 云指被炸了个稀碎, 别说磨烟了, 就连紫月国护法都炸没了半条命, 据说住强是暴体王, 血肉溅了护法一身, 现在护法整个人也是疯疯癫癫的, 可能是手下汇报的太过形象, 万楼主的脸逐渐阴沉下, 楼主, 要准备赔偿家吗? 小伙赶紧转移话题, 哼, 赔偿, 万楼主邪魅一笑, 赔偿断然是不可能的, 情报出错不仅是你我的过失, 更丢了黑月楼的信物, 你以后不想升迁了? 这, 看出了小伙子的犹豫, 万楼主赶紧补刀, 退一万步讲, 你我都不想弄丢年终奖吗? 呃, 小伙子本来只是简简单单过来报个信, 却不想, 竟扯上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一时不知所措, 我听说黑月楼总部最近正在裁员, 干了这么多年, 我后半辈子都吃喝不愁了, 可是你还年轻啊, 万楼主顾不紧逼, 终于小伙子妥协了, 楼主, 怎么办? 好说, 办法在你, 在我, 小伙子指了指自己, 一脸诧异地问, 没错, 虽然这次的情报失误了, 但是如果我们用更刺激的情报去和楚家交换, 不仅不用赔偿, 还能挽回名誉, 楼主一本正经地拍了怕小伙子的肩膀, 邪教凶险, 但我还是需要你再去一次, 越快越好, 看着楼主信任的眼神, 小伙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 而此时的楚玄正悠闲地盯着晚霞发呆, 楚天明那个老家伙, 应该很快就会知道邪教的事, 黑月楼恐怕也会有所信, 自己现在已经是合进, 楚云很快也会突破玄境三重, 邪教想要入侵也不容易了, 如果可以掌握黑月楼的话, 我就可以掌握所有事了, 可惜眼下还没有机会, 进来, 正想的入神, 仆人送饭来了, 少爷, 今天的饭, 见着仆人有些面神, 而且眼神不停地躲闪, 楚玄心里明镜似, 知道了, 放着吧, 不简单啊, 除了邪教和黑月楼, 到底还有几方事? 究竟是怎样一个消息, 竟能让一个三天不如策的男人, 开心地向着七十多岁的老头, 老头名叫楚天明, 身为秦国三大家族之一的楚家家主, 前一刻还在为邪教即将来犯的是一筹莫展, 下属的一生, 家主经得楚天明一击灵, 这么急匆匆地干什么, 难道邪教打进来了? 猛然回头, 竟你是花枝乱颤, 不是不是, 这次是好消息, 天大的好消息, 下属意识到自己引起了家主的误会, 慌忙解释道, 怎么, 探查到什么了吗? 老爷子悬着的心松懈了一次丝, 家主, 邪教在我们楚郡的分洞, 炸了, 说出这话时, 小伙子眼神里也充满着不可思议, 炸, 炸了, 楚天明面部竟然变得扭曲起来, 是的, 污青凉断, 窗腿瓦拜, 横尸满院, 血污满墙啊, 呦, 这小子一套一套的, 你要考科举啊, 说人话, 小伙连忙改口称, 这次不仅探查到了魔烟释放过的痕迹, 还有舵主运功和邪教长老自报的痕迹, 邪教肯定是遇到了意外之敌, 抗击不过勉强撤退了, 重创邪教分舵, 还能打败邪教, 用杰伦的一首歌来形容此刻的楚天明, 再合适不过, 小老头儿, 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如此说来, 此人定是修为极高, 而且这样一来, 我们就不用再担心魔烟的问题了, 小伙总算是意图为快, 开心极了, 听到这样的消息, 楚家人第一时间肯定是和小伙一样, 如释重负, 但这个老头却冷哼一声, 随后狡诈的笑出猪叫声, 黑月楼, 黑星楼, 黑星的万常, 我看你如何收场, 缓了口气, 转过头, 便邀请小伙子, 同自己一道去趟黑月楼, 他就是想看看这三倍赔偿, 那万楼主要怎么给, 另一边, 宅男楚玄正在自己院子里瞎逛, 一不小心进逛到了楚云门外, 隔着门便感应到了楚云即将突破的状态, 正巧楚云出来透透气, 感觉怎么样, 云妹, 十三哥, 你这小院可真是个风水宝地啊, 在这里修行, 感觉自己的境界提升速度快了不少了, 生怕楚云提出想继续待下去的过分要求, 楚玄盲建议他, 如果要突破的话, 还是选择回祖宅比较好, 毕竟在这里突破, 自己没办法给他护法, 而楚云get到的却是十三哥, 居然能感受到自己要突破了, 开心的不要不要的, 拜托小姐, 我只是修为差, 又不是没修为, 差不多了就回去吧, 突破可是正事, 任性不得啊, 楚玄一脸颓丧地表示, 对了, 我给你的功法可别让楚天明那个老鬼看见, 想想他我就心烦, 此刻的楚云内心仍沉浸在即将突破这件事上, 一口答应, 知道了十三哥, 一大清早的, 什么人朝小院子过来了, 如果有人在你被囚禁了快一年的时候, 主动给你个台阶, 还你自由, 你要不要, 我们的男主果断选择了拒绝, 原因很简单, 他是个宅男, 而且宅在这个院子里, 还能不停地获得系统奖励, 简直比开挂还爽, 就在当刚, 楚玄好不容易说动了, 与自己同居快一个月的楚云, 同意搬回祖宅突破进去, 门外却传来了脚故事, 来者不是他人, 正是楚玄开口闭口叫老鬼老东西的楚天明, 正满脸疑惑着老东西跑来干嘛时, 楚天明开口了, 孽障, 见了长辈还不行脸, 而楚玄则立马怼了回去, 我这孽障给您行礼, 怕是辱没了楚家的门楣啊, 惊得一旁的楚云冷汗淋漓, 看来十三哥还是对当初仅仅因为打了一个喷嚏, 就被爷爷贬至此地耿耿用来, 朽木不可雕, 还是口无遮拦, 老夫看你是不想回去了, 气得楚天明眉头紧索, 咬牙切齿道, 而看到一旁的楚云后, 忽然又开怀大笑起来, 月儿, 你这四要突破了呀, 爷爷明鉴, 都是十三哥这些天照顾得当, 嗯, 无愧是我楚家的好丫头, 等爷爷做过, 楚家可就要仰仗你了, 爷爷严重了, 我前面还有几位哥哥呢, 仰仗也是仰仗我的兄长们, 哈哈, 其他几位还好, 若是都像你这十三哥一般, 楚家恐怕就巴比Q了, 若是邱罗知道你如今这番模样, 定然后悔做你父亲, 听到这话, 楚玄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 什么, 爆发一时爽, 可事后立马就后悔了, 因为哪怕只是暴露了那微弱的一丝丝气息, 也没能逃脱楚天明的改制, 合进强者, 楚云当然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 天真的问道, 什么合进强, 虽然只是一道微弱的气息, 但那气息似是合进强者的真气国度, 楚天明顿时兴奋起来, 高兴不过三秒, 身后的小伙反驳道, 怎么可能, 秦国境内合进强者楚宁之外再无他人, 难道, 不等小伙说下去, 楚天明大手一挥, 罢了罢了, 可能是老夫的错觉, 这气息转瞬即逝, 老夫常年不见达到合进的高手, 弄错也不为惯, 说吧, 转头给小伙传音道,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重创邪教的高手, 但这是不是能在晚辈面前讨论的东西, 晚点再说, 了然, 缓了缓, 楚天明便向楚云发起邀请, 让他陪自己再去一趟飞越旅, 楚云则是爽快地答应, 毕竟突破时还需爷爷护法, 至于你这个混小子, 任账罚五十, 然后回祖宅去吧, 本市长辈落下脸面给楚玄抬接下, 可楚玄根本不吃这一趟, 再次回怼, 不认, 我在这里挺好的, 不劳爷爷费心了, 这能人, 楚天明冷哼一声, 转身精直离去, 此刻, 单纯的楚云赶忙劝解, 十三个, 五十二爷, 爷爷已经在给你台阶下了, 楚玄却倦驴一般, 油盐不尽, 不认, 只可惜血缘关系摆在这, 楚天明终究还是担心这个孙子, 吩咐手下, 目前敌友不明, 稍微关注一下, 虽是朽木, 但老夫也不能让秋了绝后啊, 注意看, 这个老头正在敲诈秦国最牛逼的情报部门, 黑月楼, 只赢钱不久, 这老头刚从黑月楼花一百万买了条虚假情报, 官兄啊, 黑月楼的情报, 第一次让我受到怀疑啊, 楚天明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 植入主题, 而这个丸子头就是黑月楼楼主, 万长的后脑勺, 情报是不会错的, 只是中途邪教出了意外而已了, 再来张策面罩, 情报怎么会出错呢, 邪教的那帮混蛋搞什么费劫, 被坑了一百万的楚天明, 此时却是一点也不妄, 现在非但要让黑心丹的万长全吐出来, 还要赔偿自己三倍, 看他还怎么嘚瑟, 官兄啊, 黑月楼素来以信誉立楼, 此次情报的损失, 你看, 万长当然清楚, 赔偿是小, 丢失黑月楼的信誉, 受到的处罚更重, 赶忙抛出另一条方案, 楚兄, 我这还有一条事关邪教的重要情报, 一百万零金不贵吧, 哼, 一百万可不是小数目, 邪教值吗, 看来这是铁定要狠狠地敲诈自己一品, 万长露出尴尬的笑容, 这样吧, 一旦邪王庭有面向秦国或楚家的异动, 第一时间通知楚兄, 你这混蛋, 这次若不是你理亏在先, 一旦邪王庭有异动, 是不是还准备拖延时间再告诉老妇儿, 楚天明立马秀出了其中破绽, 大声质问道, 万长还能怎样呢, 继续不识礼貌的傻笑呗, 怎么会呢, 楚兄, 我们黑月楼可是素来以信誉为重的啊, 就这表情, 没有旁白也能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信你个鬼, 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但是又还是想听听看, 邪教第一副教主与两名互法, 已经来了楚郡, 万长应该也是和各位一样, 看破了楚天明的想法, 一脸得意的说出, 他认为价值一百万的情报, 楚兄, 这条情报, 值一百万吧, 楚天明听后眉头紧锁, 第一副教主, 实力虚近八重巅峰, 护法也有虚近七重实力, 这要是对我们发起突然袭击, 胜负未可真, 那具体行动呢, 万长微微一笑, 十足的奸商响, 这是另一个情报, 楚天明当然不会轻易上当, 同样轻蔑一笑, 仅仅是来楚郡这条情报, 可不止一百万, 黑月楼情报固然快一点, 但老夫可以保证, 不出一天, 我们楚家也能收到对方来楚郡的情报, 所以, 你还是别卖关子了吧, 毕竟老夫尚未原谅你, 见楚天明坚持, 万长也不再多说, 掏出一份地道, 这就是他们现在的藏身地, 多谢万兄了, 老夫先走一步, 楚天明心满意足的大手一挥, 转身离去, 既然知道了位置, 那就先下手为强, 打他个措手不及, 话说楚天明一行人, 气势汹汹地前往黑白通吃的黑月楼心事问罪, 一通嘴泡过后, 便离开了, 因为他要去杀前附近楚郡的邪教一个措手不及, 距离楚家祖宅不足百里的某座庭院内, 秦国邪教第一副教主张魁, 正闭着眼睛沉思着, 昨晚的葡萄牙怎么回事, 居然被棒子们逆转了, 这个和我爱罗就差两道黑眼圈的男人, 乃是楚郡堕主董千, 在一旁低声道, 教主, 祝强突然发疯, 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只是怀疑与紫月博护法有关, 但不明白对方这么做的目的何在, 缓过神的张魁此刻却想到了另一个女人, 朱燕呢, 是死是活, 谁杀的, 得到的却是董千的不知道, 因为他实在没经历管朱燕这样一个小长老, 毕竟这次, 他们邪教可谓是伤惊动物, 都怪这个楚家, 整个秦国邪教折损了五分之一的脸, 楚家? 他们是怎么发现有人潜伏的呢? 依旧是不知道, 可能是黑月楼提供的情报, 张魁可不太赞同这一开想, 毕竟黑月楼不是万能的, 况且, 以黑月楼的作风, 为了更大的利益, 不可能轻易出售能治对方于毁灭的情报, 随即拍了怕董千肩膀, 于众心长的让他们都准备一下, 今晚随他去楚家族的遗探究竟, 董千却担心楚家族的强者众多,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张魁安慰道, 楚天明那老鬼已经离开了足定, 闯一闯楚家完全没问题, 既然敢去, 本教主自然是有全身而退的把握的, 随即, 大手一挥, 扔给董千一颗紫色玻璃珠, 今晚, 你随我去闯一闯楚家, 董千也是见过世面的舵主, 一眼就认出这颗玻璃珠, 乃是逃命灵器, 顿空珠, 没错, 哪怕被楚家族老围攻, 只要不被顺杀, 就能够顿头, 就是这么神奇, 张魁回眸一阵邪笑, 只要留不住我们, 闯了楚家族地全身而退, 必然可以给予楚家莫大的压力, 快看, 又有人准备来欺负这个废材少爷了, 那是一个, 月黑风高夜, 废材少爷楚玄却无心睡眠, 只因这只天美喵憨声如雷, 而同样睡不着的, 还有门外的两名雕形大汉,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闯楚家住宅, 记住, 不用进屋, 只要闯一闯就好了, 说话的人乃是秦国邪教第一副教主张魁, 他对自己的此趟行动信心满满, 只因楚家对自己唯一的威胁, 楚天明仍在黑月楼讨价还价, 打听自己的消息, 此与生下的一般足老, 见一个傻一个, 哈哈哈哈, 同张魁一到来的还有一人, 楚郡舵主董谦, 此刻他已是听得冷汗淋漓, 这个招老头子坏得很, 你客妈实力那么强, 自言不怕, 本舵主可没你的本事, 还是谨慎为妙, 不绝间, 二人已来到楚巡院外, 这里应该是楚丘罗儿子的居住地吧, 应该是的, 他儿子固然废物了一点, 但终究是楚丘罗的儿子, 将他掌控在手, 说不定有意外收获, 教主, 你的意思是将他收入本教, 肤浅了, 两个方案, 第一, 控制楚丘罗的儿子, 助他突破玄境, 让他回住家住宅, 成为本教的旗子, 卖了卖关子, 将会继续说的, 第二, 将他收入本教, 传他邪功之法, 成为本教的一把杀戮之刀, 思想, 楚丘罗的儿子, 修炼协工, 成为了协修, 并且大肆傻碌, 老夫倒要看看楚家如何出之, 本着看戏不怕抬高的原则, 张奎只觉得想想就开心, 而且, 楚丘罗他儿子在本教, 那天楚丘罗本人回来了, 还可以让他这个儿子去回忆回他, 看他楚丘罗傻还是不傻, 哈哈哈哈, 听完自己的计划, 张奎忍不住一阵邪笑, 可是教主, 万一楚丘罗没死, 见自己儿子被迫入了邪教, 发起风来, 屠灭我们邪教该怎么办呢, 董谦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怕什么怕, 大不了, 好, 他还能杀了自己亲儿子, 他要是真杀了, 那么导致他儿子被本教秦和 而入邪教的罪魁和首, 可是楚天明那个老怪, 你想楚丘罗回如何, 无懈可激, 越来越满意自己这个看似严丝合缝的计划, 张奎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 一旁的董谦想想也有道理, 那就赶紧判马屁吧, 教主英明, 我儿子带走, 去死这个老怪, 天苗不发威, 真当我是Hell Kitty了, 见过打脸的, 就没见过打这么快的, 前一秒还自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 谁曾想, 竟被院内这个书呆子尽收而抵, 楚玄无奈的叹了口气, 你们这是弄傻脸, 邪教的人脑子都有病吧, 每次搞事情之前, 都要先来针对自己呢, 你们搞你们的, 我既不会离开这院的, 也不会吃饱了撑的去阻止你们, 但你们自己要来作死, 可怨不了我, 说吧, 默默地放出了肿魂印, 回想上次中了肿魂印的筑墙, 还仅仅是个小长老, 便凭一己之力, 灭了整个楚郡分队, 看着院外这个虚禁九重的家伙, 楚玄不免有点小心分呢, 而院外的张魁和董谦, 哪里会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依旧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 抖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动手, 张魁一声令下, 脚下顿时生出一张金灿灿的阵法, 看上去可耀眼了, 不好, 张魁瞳孔瞬间放大, 面目变得猙獰起来, 原来那阵法不是他的, 竟是楚玄不治好的机关, 强大的威压下, 张魁不自觉一个了解, 不行, 哪怕是跪下, 姿势也要帅一些, 可不能让董谦看出我的单感, 何静, 这威压绝对是何静强者, 楚家竟有何静强者, 是谁, 张魁只觉得精神开始变得恍惚起来, 意识也即将模糊, 看来顿空珠也没法激活了, 此时, 一张稚嫩的脸庞出现在他身前, 楚玄, 你, 你竟是何静, 只是一个照面, 尚未等楚玄出招, 自己的上司竟直接单膝下跪, 董谦在一旁瞬间压麻呆主, 叫, 叫主, 没有等到张魁的回应, 却等到了一声, 喵, 可能都没看清是个啥, 董谦脸上便狠狠地挨了一击, 无敌喵喵掌, 大喵说话, 小喵听, 路不上你插嘴, 等到楚玄看向这边, 董谦已是口吐白沫, 浑身抽搐, 你们邪教的职位都是买来的吧, 为何非要针对我呢, 就因为我老爹是楚丘落, 楚玄不免对自己这个未曾谋面的老爹感到一丝丝的好奇, 究竟是什么牛逼人物, 竟能让堂堂邪教副教主和分舵主争着要给他做仆人, 男人名叫楚玄, 世人眼中的废材少爷一枚, 就在刚刚, 邪教两大创始人联手闯入楚玄院内, 打算将他收编, 只因他爹是楚丘落, 秦国百年难得一遇的练武奇才, 却不曾想, 龙生龙, 凤生凤, 楚丘落的儿子有系统, 仅仅是境界上的威压, 便让二人一败涂逼, 高手过招, 往往无需过多的花里胡哨, 见自己的手下败将已被阵法所困, 动弹不得, 楚玄十分好奇这个邪教老头的身体, 毕竟是虚禁九重的存在, 在邪教应该是个大人物, 要是杀了, 他们肯定还会派更强的强者来, 不是怂了, 单单只是嫌麻烦, 那老头也是没闲着, 想着眼前这人养的宠物猫咪都这么强, 那本人的实力岂不是身不见底, 想着想着, 张腿已是冷汗的物理, 打肯定是打不过的, 便如实告诉了楚玄, 自己乃是秦国邪教第一副教主, 哟, 来头不小吗, 只要控制了他, 就能让邪教不再骚扰自己, 还能提前知晓邪教的机会, 美滋滋便安慰起张腿, 不要怕, 我楚玄连知己都不忍心杀, 又怎么会杀你呢, 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对了, 当年这小子的爹也曾说过类似的话, 结果一眨眼, 就屠杀了好几十的教徒, 看来, 凡是说这种话的人, 都不是善茶, 此时, 躺在地上装晕的董谦按耐不住了, 第一副教主有价值, 杀了可惜, 岂不是要杀自己了, 楚少, 楚少, 我是储君多主, 也有价值的, 行了, 你俩也不用争了, 本公子雨露均沾, 说吧, 两道重魂印, 飞向二人, 中了印记后的第一道指令, 就是让张魁带你邪教消停一打, 别老实来打扰楚家, 而张魁也当即表态, 自己一定约束教终, 谁不听话, 格杀勿论, 随后又打听了一些黑月楼的背景, 按张魁所说, 黑月楼极有可能拥有刺探情报类的宝器, 不然也不会连他们邪教的一些机密行动都瞒不过他们, 而且, 秦国最强者也并非秦皇室的内部, 而是黑月楼坐镇秦国分部的一位神秘强者, 黑月楼这个势力, 果然有点意思, 不好, 这气息是, 楚天明, 原来, 自从上次万常告诉楚天明, 邪教第一副教主带着两名护法来处信仿, 楚天明又是三天没有如厕, 照着地图足足找了三天, 依旧是连邪教的眼睛都没瞧听, 于是, 再次上门讨要说法, 万常, 你怎么回事, 情报又又又出错了, 这次必须把灵精还回来, 怒气直爆棚的楚天明一通发飙,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楚兄, 你要明白, 张魁是活人, 你赶过去的时候, 他恰巧离开了呢, 任何情报都有一定的延时, 做不到实实, 万常一本正经的狡辩着, 楚天明怀疑是黑星的黑月楼, 将自己要去斩杀邪教副教主的情报, 卖给斩杀, 而万常则解释道, 自己是狠手职业操守, 买家的情报, 必须要间隔一天才能再次住, 再说, 张魁突然离开, 而且藏身地距离楚家族的也不语, 你就不想想他会去哪里吗, 经万常这么一提醒, 楚天明感觉自己像的皮球, 被踢来踢去的, 但宁可信其有, 不敢信其无, 难道是去我们楚家了, 此次情报若再有误, 万兄你可要给我个交代, 放心吧, 情报怎么可能有误呢, 我们黑月楼向来以诚信力楼, 从无虚假, 从不骗人, 看着楚天明离去的身影, 万常不忘打一波广告, 进楚家族地的第一站便是楚玄的院子, 既然已经感应到楚天明朝这边走来, 那张魁和董谦二人自然不宜久留, 送了他们一道逆行服, 匆匆离去, 楚玄总算松了口气, 接下来一段时间可以安稳了, 不会再有邪教徒来骚扰了, 正打算美滋滋睡一早, 系统提示自己独步出户, 收服了邪教强者, 奖励十年修为家天津神童, 这就是传说中的能用眼神杀死敌人的天津神童, 还有, 境界直接突破到了合进八重, 真希望这样的强者多来一些, 帝, 只因你心情愉悦, 认可了宅男的价值, 便要奖励你一件神机法器的行为, 你想要吗? 这个穿越而来的宅男楚玄, 便拥有这样一个系统, 就在刚刚, 再次巡查无果的楚天明, 又又又又气势汹汹的, 来到飞月楼讨要说话, 只因万长提供的情报再次失真, 万掌柜的, 你是否觉得楚楼好欺负, 或是, 要将黑月楼的信誉扔到粪坑里, 楚天明那难看的样子, 似乎要将万长活吞了, 那你, 本以为是来感谢自己提供情报的万长, 原地亚伐呆, 楚天明哪管他呆不呆, 收了自己一百万, 提供了两次情报, 都是错的, 昨晚全族长老一直在巡视足利, 张魁的影子都没出处, 万长依旧不肯相信自己的耳朵, 再次重复了一波飞月楼的利楼, 楚天明可不惯着他, 直言既没有在他提供的藏匿地点整张, 更没有发现他夜闯楚家的, 没有闯你楚家族地, 确定老夫亲自寻宿了, 说呢, 不废话了, 万长跪了, 情报出错, 林京是否该归还了, 楚天明耐心被磨完了, 冠场总会甘心着道理压子, 楚家主, 请一稍等话, 我去核实想念, 随后转过身, 质问手下, 张魁是怎么回事, 不是要夜闯楚家族地的吗, 难道临时怂了, 不至于啊, 张魁现在人在哪儿, 得到的回答十分干脆明了, 不知道, 万长在客户面前不好发的标, 此刻全发泄出来了, 你给我说不知道, 一次又一次出错, 还想不想凭优秀员工了, 就知道用这个威胁我,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啊, 张魁昨晚明明是向着出家族地去的, 可是到现在也没探查到他的下落, 好像凭空消失了, 那就增派人数, 给我查, 尽快查出他的行动, 交代完下属, 万长心里泛起了敌, 张魁那混蛋, 怎么就不闯一下楚家族地呢, 眼下必须先安抚好楚天明, 可不能闹起来, 不然年底我还怎么胜着假情, 楚兄, 何必动怒? 这样, 我已经分布了下去, 正在追查张魁行动, 缓和了不少的楚天明所情绪, 没必要在邪教这个女官尚未去除时, 从飞月楼闹翻了, 万掌柜的, 张魁脚诈, 飞月楼三番两次的情报出头, 导致我楚家无法提示将其出去, 这是你怎么办? 见楚天明掏出台阶, 万常连忙指引, 张魁他活不了, 楚家既然委托了黑月楼协助出去张魁, 飞月楼必然服务楚家将其出去, 休怪老婆多嘴啊, 张魁自身实力不弱, 又身怀作空猪, 要杀他, 万掌柜, 他不是在那里不言老多吧, 哪敢哪敢, 别的不敢说, 顿空猪在下可是再出去, 只需要在张魁激活动空猪后, 若他将其为杀地飞, 那我就等万底贵的消息, 楚天明心里暗骂一声, 我知道楚子你所, 可是, 宅在家中, 无精心的主持人, 收到一条系统的地体式, 由于你的一个小主动, 就让你情报真是无物理楼的黑月楼, 出现情报出场, 奖励古神术, 真言数, 让黑月楼的情报成功, 这两天也就张魁二人来了, 难道是关于他们的情报, 楚玄苦想的, No Care, 给了他们逆行服, 就是想试探一下黑月楼的, 看来黑月楼也没传说中的那么牛逼嘛, 并非什么情报都能探查得到, 不过这奖励倒是蛮不错的, 古神术, 一门强大的秘术, 可以修补残缺的神魂, 是极其强大的神魂类创伤恢复术, 属于神法一个层级的秘术, 而真言数, 也是同等级别的秘术, 能让人口土真言, 是类似言出法随的能力, 一语成真, 直指天地大道的秘术, 一下子获得两门秘术, 果然宅这其实也能做很多事情, 也有不少乐趣可以挖掘的, 刚升完懒腰, 系统奖励应又相当了, 由于你心情愉悦, 领悟到了宅家的意义, 奖励七彩人光, 我靠, 运气爆棚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七彩人光啊, 传说中, 无论是针对肉身的攻击, 或是针对神魂的攻击, 七彩人光都可不可以, 这样岂不是无敌了, 这下子算可以安心, 这下修炼了, 你敢相信, 这个男人曾挥刀自攻, 只为修炼强大功法, 后竟凭借魔功, 恢复了男儿气管, 但仍被心爱女子嫌弃, 只因没有原装的好, 男人乃是楚玄手中, 这本邪王庭邪王的悲惨人生中的男一号, 抱着知己知彼的原则, 楚玄一有空, 就会败读此类历史典籍, 原来, 邪王年轻时, 为了修炼强大的功法, 挥刀自攻, 事后却发现敌人不用自攻的功法更强, 还娶了他心爱的女子, 舒克忍, 审慎也不能忍啊, 那位邪王心里失衡了, 疯没了, 扭曲了, 最后竟然血迹百万人, 只为恢复男儿器官, 而流传至今的血魔功, 便是这一位邪王所创, 最终, 他凭借这一门强大的魔功, 如愿恢复了男儿器官, 杀了仇敌, 还霸占了他曾经心爱的女子, 结果, 那女子却冷冷的不屑道, 与前任相比, 你太软了, 无趣, 至此, 那位邪王当场走火入魔, 就此挂了, 这你妈, 杀人诛心啊, 那位邪王真是够悲剧的, 正看得起劲, 管家大爷传来楚天明的指令, 让这位十三少鬼祖宅, 这老鬼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让自己回祖宅呢, 难道是那老头, 又去找万长追问张魁等人的行踪去了, 料想万长除了一脸懵逼, 也就只会回答不知道了吧, 毕竟我那逆行服可不是吃素的, 既然黑月楼此次都无法确定邪教的行踪, 那老头估计还是有些放心不下我这个废材少爷, 怎么说自己也是楚秋洛的亲生儿子, 不回去, 我在这里住得很好, 楚玄当然不愿意功亏一亏, 毕竟自己宅了快一年了, 现在回去, 岂不是白宅了这么久的记录了, 管家大爷还以为楚玄只是担心回祖宅后会受到责罚, 别安慰他, 放心吧十三少, 家主说了, 不计较你以前的过失, 可以回祖宅居住了, 都说了不回去了, 这里住着才舒服, 楚玄继续坚持着, 就不信他们还能把我绑回去, 行吧, 管家也无语了, 只能回去如实禀告家主, 管家前脚刚走, 系统提示音响起, 爹, 拒绝回祖宅, 选择继续宅下去, 奖励物侦查一下, 楚玄狂喜, 竟是自己最爱的系统随机奖励环节, 要知道, 合镜是将画里通灵, 而真镜则是领悟真意, 需要极高的天赋与悟性, 此类物侦查, 可以助人领悟天地真意, 突破真镜瓶颈, 楚玄毫不客气的竞术收纳, 毕竟自己已经合镜八重, 即将踏入合镜九重, 真镜再忘了, 有了物侦查, 提前感悟天地真意, 可以大大缩短突破的时间, 那还说啥呢, 先泡一壶吧, 尝尝味道, 这一口下去, 怎么感觉楚玄胖了不少呢, 认真地抿了抿, 细细回味了一番, 楚玄眉头一皱, 我的天, 直接突破到合镜九重了, 真镜只日可待啊, 快看, 这个男人手中正在倒的, 可不是普通的茶水, 而是一杯, 能让人直接突破境界的物侦查, 这不, 这个少女只是抿了一小口, 下一秒便瞪大了瞳孔, 直呼压麻袋, 男人叫楚玄, 刚刚得到了宅家十个月的奖励, 一箭下品地兵, 玄火灵, 该灵荡内域玄火, 能焚天主地, 洋洋得意的楚玄正在暗自庆幸, 又是一箭地兵, 这系统出手也太阔绰了吧, 细今为止, 最差的也是天经了吧, 甚至是神法, 境界也是一只脚踏入真镜了, 没准自己再多喝几杯茶, 就直接突破到真镜了, 这时, 熟悉的身影推开院门, 十三个, 我玄金三重了, 多亏了三叔的心得啊, 这名身姿恶努的少女, 乃是楚玄新心念的云妹, 三叔不愧是横扫轻薄的大佬啊, 十三个, 你可要努力修炼啊, 这么懒可不行哦, 不能丢了三叔的脸啊, 听得楚玄怪尴尬的, 嗨, 你不懂, 这样的小日子才八十年, 每天辛辛苦苦修炼多无趣啊, 说着, 楚玄端起刚沏好的茶, 来吧, 云妹, 尝尝这茶, 楚云接过茶杯, 一饮而尽, 下一秒, 只见楚云瞪大了眼睛, 感觉自身四周掀起泥漫, 十三哥, 这茶好好喝啊, 似乎还有别的什么特殊功效呢, 我感觉整个人都精神多了, 楚云也说不上到底是哪里特殊, 只是羞红了脸, 大呼过瘾, 见云妹红光满面, 无法自拔, 楚玄也是在一旁傻笑着, 这可是俺爹留下来的, 自然不会是普通的茶, 自豪的楚玄暗下决心, 以后要让云妹每天都喝物真茶, 突破到真净基本是毫无问题, 不知过了多久, 醒察后的楚云突然问楚玄为啥没见他离开过院子, 面对女神的质疑, 当然不能告诉他说自己是个宅男啊, 嗯, 我这是在修行, 楚云当然不信了, 因为他既没看到楚玄修炼, 也没见他实力有所长进, 便再三追问, 你不懂, 我修的是新, 实不相瞒, 新的境界有多高, 境界就有多高, 楚玄故作深沉, 而单纯的楚云却神理解为, 十三哥是因为新的境界不高, 实力才这么弱的, 难道这也是三叔传下来的修炼法门吗, 好奇怪业, 对对对, 我老爹密传的, 前妻看着实力弱, 一旦误了, 就能一飞冲天, 楚玄剑机会来了, 赶紧顺着台阶下吧, 此法可不是谁都可以修炼的, 非常苛刻, 所以我不回祖宅, 也是因为如此, 真是机智如我啊, 有了这个借口, 再不会催我回祖宅了吧, 楚云恍然大悟, 并称自己再也不会再逼十三哥回祖宅了, 也不会让人来打扰楚穴, 天哪, 这个情报机构又又又误报了, 居然还敢号称秦国第一, 出色的情报机构叫黑月楼, 这个一脸呆萌的男人叫万长, 乃是黑月楼秦国分楼掌柜, 就在刚刚, 万掌柜第三次否认自己的情报, 楚兄, 根据可靠情报, 张魁死了, 这个毛发旺盛的小老头叫楚天明, 乃是秦国三大家族之一的楚家家主, 第四次登楼的他, 再也不是当初那个万长说啥姓啥的傻白甜了, 你确定, 谁杀的, 而万长则是两手一摊, 嗯哼, 黑月楼的情报, 不会出错的, 大概率是非秦国强者所杀, 此话一出, 鬼都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自信, 也不觉得害骚, 事实证明, 万长确实不知道害骚, 因为他想的是, 哪怕张魁没死, 只要他一出现, 黑月楼就第一时间弄死他, 那样一来, 黑月楼的情报也确实没错, 所以, 威胁消除, 那么关于楚兄购买情报的事情, 我本人可以接楚兄一次委托任务, 作为私人补偿, 如何? 万长笑眯眯的望着楚天明, 希望他不要投诉自己, 毕竟就快发年终奖了, 万长亲自出马, 这样的待遇可不多得, 楚天明小眼睛一转, 划算, 既然万兄如此说了, 那我也不追究了, 不过老夫确实有件事想要委托万兄, 能否探查我而楚丘罗的去处, 放心吧, 此事我会以我个人的名义, 请求黑月楼关注的, 亦有消息, 第一时间通知楚兄, 多谢万兄, 而楚天明前脚刚走, 黑月楼便接到探子来报, 张魁没有死, 还活着, 那他人在哪里呢? 口罩男这次学乖了, 不再只是那句不知道了, 不慌不忙地告诉万掌柜, 张魁曾经短暂地出现过, 但是他们没能第一时间杀了他, 被他不知用的什么妖术给逃了, 万常听后一点也不慌, 暗自庆幸, 还好自己尚未对外宣布张魁已经死了的消息, 只是对楚天明说过一次而已, 但不能在下属面前表现出来, 随即眉头紧锁, 给我继续追查他的消息, 我就不信他真的消失了, 奇妙的事情又发生了, 这个男人只是拿起一把剪刀, 想着要将院内的盆栽修剪一下, 系统便奖励了他万灵点和万千担惊, 这个园丁名叫楚玄, 就在刚刚陪他一起修炼的楚云妹子, 一大清早就跑到他房间, 告诉他自己已经快玄境四重了, 打算回祖宅准备突破, 楚玄并未对云妹这神速修炼感到惊讶, 反而想着等云妹突破了玄境四重, 楚天明那老东西, 应该就不会再动和秦家联姻的心思了, 望着云妹离去的背影, 只有落寞地说一句, 路上小心, 难得清静下来的楚玄随手抓起一本功法书籍, 打算安安静静地修炼个天昏地暗, 突然, 楚玄意识到哪里不对劲, 这感觉就是, 突破了, 冥冥之中, 自己张开五指, 竟能凭空化物为真, 一只半透明状的玉兔, 赫然出现在他手掌下面, 难道这就是真镜的标志, 真镜之下, 几乎无法察觉, 这是灵力你画出来的东西, 正当楚玄不可置信时, 系统提示应打消了他的疑虑, 爹, 你宅着宅着, 突破到了真镜, 奖励宠物汉天金鹏, 又奖励一只宠物, 实力倒是有真镜一宠, 就是个头好小,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年, 汉天金鹏乃上古神兽, 拥有极速, 尚可汉九天, 下可列九幽, 喵, 天美喵早已嗅到了食物的味道, 在一旁一脸地讨好着主人, 顾, 尚不等楚玄制止天美喵, 汉天金鹏已是回应了一声, 随后秒入战备状态, 张开血盆金翅, 身后燃起恐怖的烈火, 天美喵难受过这等挑衅, 不甘示弱地抖落起蓝色的气焰, 大战一触即发, 好了好了, 不要窝里盗, 带他去院子里逛逛, 熟悉下环境, 楚玄一把提起两只小朋友, 吩咐他们以后要做好朋友, 送两只猛宠出去后, 楚玄确定自己已经突破真境, 看来邪教已不足为律了, 说不定可以凭借一年的奖励, 直接突破到地境, 只要自己突破到了地境, 在南州就真正的无所畏惧了, 想想就开心, 宅家真好啊, 此时, 角落的一株盆栽映入眼帘, 太凌乱了, 看来该修剪修剪了, 这样的小日子, 过得真舒服啊, 就是缺个美艳的侍女了, 美滋滋啊, 一赢不过三秒, 低的一声, 又触发了随机奖励, 裁剪盆栽, 怡然自得, 宅得心情愉悦, 奖励万灵点和万千丹经, 这万灵点, 里面记载了天地间所有灵物与天才地宝, 熟读万灵点, 可以认识天地间任何灵物, 任何天才地宝, 哪怕是已经绝技了, 而这万千丹经, 则是一本炼丹经书, 上面记载了无数的丹方, 以及有史以来的众多炼丹之法, 都挺厚的, 正好可以用来打发时间, 这炼丹法倒是可以让楚云学学, 找几张丹方, 放到他的修炼心得里面去, 等楚云学会之后, 那在楚家的地位, 就会一跃超过楚清, 甚至不在家主之下, 楚天明要是知道了, 肯定更加舍不得让楚云离开楚家, 快看, 这个担心近在咫尺的男人, 看不见自己的女孩, 高举着手臂, 使劲挥舞着, 女孩名叫楚云, 是对面这个男人口中的云妹, 就在刚刚, 楚云突破了玄境四重, 专程过来给楚玄道谢, 楚玄则表现得相当淡定, 毕竟有自己送的物贞茶加持, 想慢都慢不下来, 但口头还是给予了肯定, 哎哟, 不错哦, 突破得很快嘛, 对吧, 我前两天翻书柜, 找到老爹留的丹方, 给你放到修炼心得里面了, 你去看看吧, 结果说得楚云一脸诧异, 这是丹方, 竟然有炼制虚和丹的炼丹法, 以及丹方, 若是炼成虚和丹, 爷爷岂不是有机会突破到合境, 可是, 三叔竟然没有把炼丹法传出来, 楚玄看出了云妹的顾虑, 自责自己真是摆秘一书啊, 莫非, 这篇炼丹法来历有些特殊, 自己要不要学呢, 会不会给楚家找来获端呢, 见云妹一律越来越多, 楚玄心好累, 女人喝, 炼丹法我早就知道了, 老爹让我学, 我嫌累才没学的, 云妹大可放心了, 来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楚玄对自己的这个解释相当满, 可是炼丹法在南州太珍贵了, 要保持谨慎, 万一泄露出去, 被南州强大的势力觊觎上, 楚家将会面临灭底之灾, 这么细心的云妹, 楚玄也是第一次见识, 来不及安抚, 楚云再次强调, 尤其是一旦被邪王亭盯上, 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还是偷偷地学吧, 然后去外面历练, 找个僻静的地方练丹, 难道这就是突破玄境四重后的变化, 生怕楚云继续追问下去, 楚玄忙在一旁附和, 对, 谨慎些好, 说吧, 楚玄递给楚云一块玉符, 说是老爹留下来的, 自己反正也不出去历练, 用不上, 就送给楚云防身吧, 事后楚玄仍觉得不够放心, 再通过种魂印, 联系下张魁, 让他暗中保护楚云, 张魁实力虚静九重, 在种魂印的控制下, 绝对忠诚, 在楚国境内应该是稳了, OK, 安排好后, 就能安心宅家了, 注意看, 这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山洞, 里面竟别有洞天, 山洞位于紫月国, 洞内竟有一座地下宫殿, 宫殿内有个老头, 正对着下属们义愤填膺地分析这当下的局势, 又护法陨落在了秦国楚郡, 此事与楚家脱不了干系, 这个一脸傲娇的老头名叫袁冲, 乃是紫月国邪教副教主, 又护法不是在秦国同教的内乱中陨落的吗, 一名邪教强者满脸疑惑, 虽是如此, 可是真实情况又有谁知道呢, 况且, 若非楚家的破坏, 本教何至于此, 袁冲恶狠狠地说道, 紫月国的邪教长老陨落了十位以上, 就连教主都受了重创, 险些陨落, 而这一切的源头, 都是从楚家破坏了邪教的布局开始的, 召集各个长老过来, 这仗自然要算在楚家头上, 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宫殿外便以人头攒动, 谁去为我紫月邪教讨个账, 随着袁冲一声令下, 在场中长老无故议论纷纷, 楚家整体实力固然不如紫月国, 却也不弱, 而且秦国并非我们的地盘, 贸然前往恐怕遭遇不测, 有长老咒没到, 确实, 我们的主要目标, 还是紫月国, 不少邪教长老都附和着, 哼, 楚家之事岂能罢休, 不要忘了, 他楚家可是破坏了本教多年的布局, 一旦王庭能够腾出手来, 也不会放过楚家的, 莫非要等王庭吩咐下来再行动, 袁冲不满地哼了一声, 继续分析道, 况且并非一定要与楚家战斗啊, 听闻楚丘罗的儿子被逐出了祖宅, 既然暂且奈何不了楚家, 不如将楚丘罗的儿子抓来, 也可稍稍谢谢了, 话音刚落, 便有长老质疑道, 楚丘罗的儿子都被逐出祖宅了, 抓来有毛用, 愚蠢, 袁冲怒斥一声, 他可是楚丘罗的儿子,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的仔, 哪怕他是废物, 只要他是楚丘罗的儿子, 那就是有价值地, 并非就死了, 若是哪天楚丘罗回来了, 我们将他儿子送到王庭做人质, 必可使其投鼠记起, 刚刚质疑的长老立马见风转舵, 既然如此, 那我便走一趟, 众人纷纷将目光转到一名身材瘦弱的长老身上, 见众长老都无意义, 袁冲英辰的脸总算稍微有些舒展开来, 那就交给最擅长隐秘的楼远长老了, 另一边, 宅在院内的楚玄愉悦地坐在躺椅上晒着太阳, 悠闲地喝着物针茶, 满心欢喜地等待着宅家一年期限的到来, 可能是太闲了, 楚玄舒展了一下筋骨, 正抱怨着邪教最近咋没动静, 突然就收到了结界警告, 有强者入侵, 怎么邪教又来了, 虽说突破到真境之后, 楚玄底气足了不少, 但是该稳的还是要稳一点, 来者实力在虚敬三重, 属于长老一级的高层, 只是为何张魁没有给自己传讯呢? 你绝对想不到, 这位自告奋勇前去教训一位废材少爷的小长老, 竟要谋权篡位, 小长老名叫楼远, 虽在紫月国的邪教长老中实力不是最强的, 却是最擅长逃逸与隐秘, 就在刚刚, 自认为隐藏的十分完美的楼远, 没曾想尽触碰到了楚玄部下的五行阵法, 宁静的院子瞬间变得杀鸡四起, 楼远却并未察觉, 甚至还觉得楚玄的院子附近, 连个护院的强者都没有, 正好方便他搁事情, 刚进院门便撞见一文弱男子, 你就是楚丘落的儿子, 没错, 楚玄满脸写着无奈二比, 自己那个老爹究竟怎么回事, 怎么谁都想抓我, 不等楚玄摆好架势, 楼远二话不说, 一个剑步, 抬手就朝楚玄抓去, 找的就是你, 不好, 就在楼远双脚离地的一瞬间, 肩膀猛的一折, 脑袋上静挨了狠狠一几, 整个人被鸡飞树, 栽倒在地的楼远心中大惊, 难道楚丘落的儿子, 只是个诱啊, 我中埋伏了, 再次抬起头, 竟看见一条大蟒蛇突兀地出现在楚玄虚, 而楚玄则是俯视着楼远, 你是邪教的你对, 我就耗了齐了, 难道楚丘落的儿子这个身份也是香波波, 缓过神来的楼远, 全然没有听见楚玄问的啥,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竟能凭空出现的虚净妖兽, 难道是楚丘落留下来给他儿子的, 既然附近没有其他人, 就说明不是中了埋伏, 得找机会擒拿住他, 不说是吧, 也没关系, 楚玄满不在乎地笑了笑, 只见那大蟒蛇骤然张开血盆大口, 在楼远惊骇的目光中, 一口将他吞噬了进去, 被吓出一身冷汗的楼远, 下意识里抬起手臂想要圆壁挡车, 大蟒蛇却突然消失了, 而且出现得好突兀, 难道楼远心中有了一个毛骨悚然的想法, 这是化物为真, 真净强者的手段, 楚家竟然有真净点, 而且还如此年轻, 看着楚玄俊秀的模样, 倒是依稀有着几分楚丘落的眼, 你, 你是, 楚丘落, 他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什么楚丘落夫妇探索武器失踪, 全都是假的, 亦或是, 楚丘落获得了大机缘, 为避免被大势力盯上, 还毁成失踪, 甚至连相貌都做了一些, 发现了这么一个大秘, 这是要被杀人灭口的结构, 娄远越想越觉得可信, 冷汗不自觉地冒冷, 见娄远这锁量, 楚玄已在一旁笑得何不如, 我叫楚玄, 楚丘落的儿子, 不要怕, 我不会杀你了, 来吧, 说说, 你是邪教你个分舵的, 娄远浑身冷汗, 不敢有丝毫的, 我不是秦国邪教的, 我是紫月国邪教长老娄远, 楚玄一愣, 你紫月国的, 跑到秦国的地盘上来抓我, 是几个意思, 娄远自然不敢隐瞒, 紫月国护法带楚国死了, 护教主怀疑是楚家从中作梗, 就派我来抓您当人质, 楚玄听霸指绝无语,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上次铸墙的反杀行动, 战果突突吗, 连紫月国的护法都弄死了, 行吧, 紫月国的邪教既然盯上了, 那就别怪我出手, 说吧, 楚玄给娄远中下魂印, 并灌输了一道灵力, 以确保他一直能巅峰出乎, 哪怕虚敬九重都不容易杀死, 随即便给娄远发布了第一道命令, 装作获得机缘想要篡位, 去反杀紫月国的邪教徒, 能杀几个是几个, 没准他给力点, 还能重创紫月国的邪教, 这样, 楚家面临的压力就会小狠, 楚玄的如意算盘, 打得啪啪作响, 看着娄远离去的背影, 楚玄暗自感叹, 应该可以让自己安稳扎一段时间, 只要突破到地境, 邪王庭就不足为惧了, 转眼间, 娄远回到了地下宫殿, 紫月国的一众邪教长老齐聚, 人呢, 没抓来, 一名长老看着娄远直中, 难道失败了, 哼, 娄远冷哼一声, 你们没资格要求我做事, 原冲算什么东西, 从今天起, 教主之位我做了, 所有长老都愣住了, 娄远脑子坏掉了, 竟然胆敢觊觎教主之位, 谁给的勇气, 娄远依旧狂妄, 蔑视着在场所有人, 我娄远有大机缘, 户破何尽只可待, 教主之位非我莫属, 谁支持, 谁反对, 究竟是怎样留逼的自信, 才能让这样一个小小的长老, 胆敢觊觎邪教教主之位, 小长老名叫娄远, 就在刚刚, 被狂妄自大的他藐视全场后, 一众长老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纷纷指责娄远走了狗屎远, 偶遇机缘实力大增, 竟然膨胀了, 胆敢觊觎教主之位, 尤其是实力更强的几位大长老, 直骂娄远放肆, 这是自寻死, 与娄远关系较好的正途慌忙开口道, 娄远, 怎么说话的, 大家都是兄弟, 但有些玩笑不能随便开啊, 其料娄远却毫不领情, 正途, 你就是个废物, 老子跟你抱团, 简直就是侮辱, 正途气得脸都绿了, 你妈, 你这孙子, 是真的飘了, 说, 谁反对谁支持, 娄远依旧蔑视着在场所有人, 支持者生, 反对者死, 邪教的人可都不是擅长, 一众邪教长老气坏了, 连教主都不敢说出如此狂妄的话来, 你何德何能, 你以为你是王庭的大佬, 我反对, 如何, 正途第一个站起来气愤地说, 很好, 那你去死吧, 娄远直接就出手了, 轰动, 一刀斩出, 一出手就开大招, 正途万万想不到, 娄远竟然会真的出手的, 猝不及防, 只能匆忙抵挡, 卡, 一条手臂离体, 紧接着在刀光之中化作漫天血肉, 娄远, 你疯了, 幸亏身旁一名长老出手, 正途才没有被直接斩杀, 好啊, 你竟敢违逆我, 竟敢阻我杀人, 给我死, 娄远大怒, 又是开大的直接出手, 你马, 那名长老气疯了, 慌忙抵挡, 娄远是真的疯了, 其余长老都惊怒不已, 娄远, 快住手, 否则休怪我等不客气, 你们放肆, 娄远大怒, 顺我这生意我折死, 你们敢敢溺我, 都给我去死, 邪教长老们被气得要吐血了, 娄远是真的疯了, 口气之狂, 你以为你是邪王他老人家吗, 杀, 他已经疯了, 快杀了他, 正途强捂着伤口, 气急败坏道, 我先杀了你, 娄远怒吼一声, 剑上腾起一股强大的灵力, 瞬间席卷而出, 正途应声倒地, 在场长老巫不害然, 这股力量好爸爸, 我真是偶遇机缘, 难怪如此之狂, 而且他可能已经受到这股力量的影响, 开始神志无尽了, 在场实力最强的光头长老, 也被这恐怖如斯的力量吓出了冷汗, 忙招呼大家一起合力压制住娄远, 一旁的娄远却丝毫不慌, 在如此连续爆发之下, 他的肉身中就承受不住真净级别的灵力, 竟开始散发出五彩缤纷的气息, 死吧, 一起死吧, 仰天长笑, 娄远竟然直接扑上来, 身躯膨胀, 竟是要自爆, 不好, 光头长老心中惊恐, 娄远个龟孙, 竟然要自爆, 哼, 灵力肆虐, 地下宫殿崩塌, 浓烟滚滚, 不知道过了多久, 在烟尘中, 袁冲看着这断壁残垫的地下宫殿里, 尸横遍雨, 还以为是紫月国强者来袭, 帮忙冲进去准备救援, 结果, 仅看到光头长老半瘫地靠着墙壁, 谁干的, 其他人呢, 没有发现敌人, 袁冲脸色震怒, 娄远个龟孙干的, 光头长老吐血, 他真的要欺诈, 娄远, 袁冲愣住了, 娄远有这个势力, 其他人呢, 全都死了, 就剩下我了, 光头长老缓了缓, 一边吐血一边倒, 袁冲脑瓜子顿时嗡嗡的, 全都死了, 起码七成长老全灭了, 损失如此惨重, 如何与其他同教竞争, 光头长老独自吐着血, 看着发愣的袁冲, 咬牙切齿道, 特么的别站着了, 我觉得我还能抢救一下, 袁冲这才回过神来, 掏出一瓶丹药, 继续询问原有, 快吃了丹药, 给我细说一遍过程, 仔细看, 男人手里竟然拿得爆竹, 就在刚刚, 楼远平一己之力, 让紫月国邪教地下宫殿浓烟滚滚, 尸横遍野, 爹, 你足不出户, 杀敌万里之外, 奖励十年修为, 加天雷闪一箱, 系统的声音响起, 楚玄顿时精神抖擞, 这次反杀战果不错, 领取了十年修为, 一股力量与感悟浮现, 实力逐渐提升, 从真净一重, 提升到了真净三重, 果然, 境界越高, 实力提升越慢, 十年修为, 才提升了两重小境界, 楚玄查看着天雷闪, 这是一种一次性爆发灵气, 蕴含一丝天雷之力, 对邪修有克制之效, 一旦激发, 爆炸威力, 足以重创真净一众强者, 楚玄懂了, 这是玄幻世界版的首雷, 他决定了, 再有邪教徒来骚扰自己, 就塞给他几杯天雷闪, 让其去反杀, 或者, 直接去邪王庭引爆, 反杀了紫月国邪教之后, 楚玄觉得, 这下子应该可以安安静静宅到一年之期到来了吧, 紫月国邪教已经元气大伤, 总不能再派人来吧, 正做着美梦, 楚玄察觉到张魁触动了主魂印, 似乎有要事禀告, 楚玄当即郑重起来了, 莫非是邪王庭强者来袭, 回应之后, 没多久, 一道身影出现在了院子外, 正是张魁, 主人, 什么要事, 楚玄坐在椅子上, 喝着物贞茶淡然地问道, 总魂印可以传递楚玄的意见, 但张魁只能依靠总魂印, 进行简单的意思传递, 无法交流的, 因此, 具体情况, 还需要张魁当面来说清楚, 主人, 紫月国邪教副教主元冲, 与秦国邪教教主卢望暗中联手, 胡谋邪强者扑袭楚郡, 以为杀楚家强者为目标, 出乎楚玄意料的是, 元冲没有继续来找他晦气, 却依旧将杖算在楚家头上, 一旦计划实施成功, 楚家必然损失惨重, 起码要陨落几名虚禁管事或阻牢, 甚至于楚清, 楚云都会有危险, 楚玄都无语了, 怎么又搞事项, 楚家不能乱啊,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楚家的人, 况且, 楚家真要损失惨重, 可不是好事, 会影响到他安稳来着的小日子, 楚玄斟酌了一下, 吩咐张魁, 你想办法, 将情报透露给楚家, 同时将邪教的目标, 行动时间都透露, 楚家自然会应对, 你的任务是保护楚云小姐, 懂吗? 是, 主人, 张魁公敬得道, 楚玄想了一想, 楚云现在学习炼丹, 肯定很需要各种灵药, 于是继续嘱咐, 你暗中, 给楚云收集各种灵药, 天才地宝, 可以让他运气获得, 总之你自己想办法办走呢, 是, 楚人, 说吧, 楚玄又取出大玄丹, 大灵丹, 玄须丹等珍贵丹药, 让张魁想办法出售, 换取灵药, 为了确保楚云足够安全, 楚玄身前凝聚了两条大蟒, 两条大蟒具备合镜五虫的实力, 虽然不能持久, 但在秦国境内, 却也堪称无敌, 你待会儿, 接近楚云, 一条大蟒自会融入他体内, 剩下一条, 就给你保命用吧, 多谢主人, 张魁很激动, 有一条灵力大蟒在身, 他完全不用担心生命受到威胁, 楚玄又丢出一枚悬河丹, 争取突破合镜吧, 张魁激动地离去, 楚天明也半只脚踏入了合镜, 不过想要突破并不容, 以他现在的境界, 一枚悬河丹下去, 绝对可以突破, 不过楚玄并没有打算给他悬河丹, 这个便宜爷爷, 一直都不待见他, 每次看到他都烦, 还是等楚云炼制出虚河丹, 楚天明靠此突破, 楚云在楚家的地位, 将更劳不可破, 这老头的天赋不太行啊, 楚玄嘀咕一句, 否则, 为何自己老爹楚丘落, 没有人怀疑他能够突破合镜, 甚至是真镜, 难道自己老爹修炼的功法更强, 不能吧, 真要有这么强的功法, 自己老爹不会传给楚家, 楚玄可是知道, 自己老爹对楚家, 还是很有感情的, 靠半步真镜, 就能突破到合镜, 乃至可以突破到真镜, 天赋是真的牛逼, 楚玄感叹, 难怪可以横压秦国同代, 被誉为楚家有史以来最天赋卓绝, 快看, 这条大猛接下来的行为简直令人发指, 他竟然进去钻进了一名女孩的小妇, 就在刚刚, 楚玄获得了宅家十一个月的奖励, 增强版的恋神图, 正好自己以前的恋神图效果弱了很多, 几乎快要失去作用了, 楚玄只看了两三秒, 就有种要沉溺进去的感觉, 脑袋发胀, 眩晕, 效果很强, 增强版的恋神图, 哪怕到了地境, 都有一定的效果, 不过, 那时候, 恐怕又能获得增强版的恋神图了, 低配版恋神图已经淘汰, 对于楚玄来说, 是无用之物, 但放在南州之地, 绝对是顶级至宝, 另一边, 楚郡, 楚都, 楚府内, 楚清正在发奋图强, 上次被邪教围杀, 显现一命呜呼, 亏得及时激发顿空诛逃的一命, 对于邪教, 他是恨之入骨了, 这些天, 他发动楚家的情报系统, 一直在暗中探查邪教的据点, 是要将邪教拔除, 他也想过找黑月楼购买情报, 但黑月楼那黑心肝端, 邪教据点情报要价太高了, 只能依靠楚家的情报系统, 楚郡属于楚家之地, 情报系统还是很流的, 不过由于缺少探查类的灵器乃至宝器, 很难探查出邪教的重要据点, 此时, 一名管事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青少爷, 有人送来一份情报, 楚清抬起头, 什么人送的, 不是另外三家, 自然也不是黑月楼, 不知道是什么人, 管事摇头道, 楚清接过情报一看, 顿时神色一变, 去警四叔来, 管事慌忙离去, 楚秋海是楚天明四子, 天赋在兄弟姐妹中, 只能算终上, 如今才刚刚踏入虚境一重, 青儿, 什么事, 楚秋海匆匆而来, 楚清将情报地上, 等楚秋海看完, 宁仲道, 四叔, 你觉得有几分可信, 可信度应该很高, 不管如何, 必须防备, 此事不是你我可以处理的, 我马上回足地的, 楚秋海拿着情报匆匆离去, 而楚都外的一个小村子, 一座小山腰上, 开辟的一个洞窟内, 楚云神色凝重地盯着丹炉, 浑身凌厉, 这一匹子, 这一匹丹子, 起, 楚云心中低喝一声, 手中凌厉频率一变, 丹炉低溜溜旋转起来, 丹炉盖子打开, 丹炉内生起一缕赤红的香烟, 香烟中闪烁着数颗大小不一的丹药, 楚云抬手接住, 有四枚废了, 剩下八枚, 有五枚属于普通玄丹, 但有三枚, 已经达到了精品, 丹药圆润, 光滑有光泽, 药相隐而不散, 楚云欣喜不已, 默默总结了一番刚才的炼丹过程, 找出不足之处, 下次炼丹加以改进, 身上没有灵药了, 要去购买一些灵药来, 继续练习, 待到玄丹能够熟练炼制, 下一步就是炼制灵丹了, 楚云刚走出来, 骤然看到一条变色的大蟒窜了过来, 心中大惊, 还来不及反应, 大蟒就融入了他的体内, 不要啊, 楚云慌忙检视自身, 发现体内竟潜藏了一股未知的力量, 似乎就是那条大蟒, 机缘, 突然, 看到大蟒窜出来的地方, 有一个小小的储物囊, 环顾四周, 也没发现任何人, 捡起储物囊一看, 里面一堆灵药, 不只是炼制玄丹所需的灵药, 就连炼制灵丹的药材都有, 除了灵药之外, 还有上百万的灵精, 楚云震惊了, 储物囊究竟是谁给自己了, 爷爷, 可能性不大, 他没有理由偷偷摸摸地给自己, 想到潜藏在自己体内的那股未知力量, 恐怕是某位前辈发现自己炼丹, 特意留下灵药来考验自己, 楚云觉得自己可能遇上高人了, 拿着储物囊, 兴冲冲地返回洞窟里面, 继续炼丹, 洞窟外两道身影藏匿, 你在这里保护楚云小姐, 我回教主, 张魁吩咐完董谦就悄然离开, 邪教筹划着突袭楚郡, 张魁身为第一副教主, 必然全程掌握行动计划, 他要第一时间给楚家送去可靠的情报, 毕竟楚玄这个大佬的腿要抱后, 邪教啥都无所谓了, 注意看, 这个男人开天眼啊, 这意味着今后无论是谁, 都将无法在他面前隐藏身份, 就在刚刚, 张魁又来到了小院子, 楚玄听完他的禀报之后, 稍稍意外了一下, 楚云似乎颇有炼丹天赋, 短短时间内, 既然已经可以炼制玄丹了, 很好, 你继续提供炼丹所需材料, 楚玄满意地点点头, 当初没有杀了张魁, 果然是正确的选择, 有个狗腿子可以为自己办事, 而且, 张魁能够成为邪教第一副教主, 除了实力之外, 其能力自然也不差, 随即递给他一瓶玄虚丹, 也让董谦提升一下实力, 毕竟实力太低了, 无法为自己办事情, 暂时而言, 就这两个狗腿子为自己办事, 又不存在背叛的事情, 自然是实力越强越好, 十三少爷, 咱们楚家联合合家主动出击, 围剿邪教, 大胜而归啊, 院内传来仆人兴奋的报喜声, 听说战斗打的那叫一个激烈, 秦国教主卢旺, 不惜动用了镇交宝器, 仆人夸夸而谈, 但还是顶不住两大世家的围剿, 卢旺遭受重创顿逃, 其余邪教强者几乎被全灭, 干犯人楚玄猛干一口大米饭, 心中暗响, 若是提前获得情报, 楚家都没能中错邪教, 那可就真的太废, 随同而来的长老陨落, 真叫宝器损毁, 紫月国邪教几乎到了灭亡的边缘, 仆人继续鼓吹, 楚玄则继续干饭, 太好了, 短时间内, 邪教大概率是没有能力搞事情了, 爹, 你足不出户, 运筹帷幄, 挫败邪教阴谋, 奖励天机探元术, 系统的奖励突然而至, 楚玄惊喜不已, 这也意味着楚家大圣, 邪教惨败, 天机探元术, 亏天机探根元, 知来历, 小前世, 看了天机探元术的介绍, 楚玄震惊, 这门秘术太强大了, 可以窥探生灵的根元与来历, 甚至连其前世都能够窥探出来, 当然, 只有前世非同寻常, 才能够探元, 普普通通的, 也没有探元的必要, 掌握了天机探元术, 意味着不论谁, 都无法在楚玄面前隐藏身份, 一眼就可知其来历与根元, 乃至可以看到其前世, 睁开眼, 楚玄忍不住施展天机探元术, 看向天美喵, 老海中有信息浮现, 天灵猫, 天地之奇兽, 具神兽之威, 只看了一点点, 楚玄就觉得精神意志摇晃, 眩晕的感觉传来, 慌忙结束探元, 天美喵来历非凡, 想要探元, 太消耗精神意志了, 以他真净的实力, 根本支撑不了, 只获悉了短短的一点讯息, 楚玄服下丹药, 恢复精神意志, 没有继续探元天灵猫与汉天金棚, 他们的来历, 系统都有介绍, 况且, 汉天金棚与天灵猫, 都不是寻常生灵, 即太高, 以楚玄目前的实力, 不足以探元出来, 楚家大圣, 短时间内, 邪教无法在秦国兴风作浪, 楚玄的小日子依旧安稳平静, 距离一年之期, 还有半个月的时候, 一个楚玄不想看到的人回来了, 楚玄, 同辈中的老三, 一个非常崇拜自己老爹楚秋若的家伙, 早在两年前, 楚玄就外出历练, 据说已经离开了秦国, 楚玄一回来, 就来到了楚玄的院子里,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十三, 你看看你成什么样的, 你对得起三叔吗? 楚玄嘴角抽了一抽, 他与楚玄关系一般的主要原因, 就是他太唠叨了, 时常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教训, 你就不能有点出息吗? 楚玄痛心疾首, 三叔三婶失踪了, 你就没想要变强, 去寻找三叔三婶吗? 你, 你太让人失望了, 楚玄翻了个身, 背对着他, 楚玄既得手都抖了起来, 他最崇拜的人, 就是三叔楚秋落, 而且很小的时候, 就跟楚秋落学习, 他这一身本事, 可以说都是楚秋落传授, 看到楚玄这个样子, 他是真的快要气疯了, 你给我起来, 楚玄抬手抓了过来, 楚玄懒得理他, 动也不动一下, 老三, 你这么用力, 想弄死我, 好继承我爹的遗产, 楚玄手一顿, 脸色难堪不已, 你, 你心里竟然如此看我楚玄, 那倒不是, 我就是不想你打扰我而已, 楚玄回过身来看着他, 老三啊,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 这就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很好, 这就可以了, 再说了, 我老爹在的时候, 都没有这么管我, 你, 你, 哎, 楚玄抖着手指着他, 最终会员一探, 楚玄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掏出一股酒, 默默地灌了几口, 楚玄瞥了他一眼, 这家伙一看就知道有心事, 不过他没有问, 在同辈中, 楚玄的天赋是最强的, 楚天明固然看好楚青, 但在修炼意图上, 比之楚玄差远了, 楚玄可以说是同辈最强的一个, 临近一众的修为, 但是, 楚玄发觉他修炼的, 并非楚家的功法, 也不知道, 是他在外偶遇机缘, 修炼了其他功法, 或是自己老爹传的, 楚玄默默地喝了几口酒, 叹了一口气, 十三啊, 你想要无争无斗的日子, 想要过这平静的日子, 也许是正确的选择吧, 楚玄默默听着, 心里嘀咕, 楚老三一副要交代一言的样子, 难不成出了什么事情, 固然, 因为他恢复前世记忆之前, 与楚玄关系一般, 但楚玄毕竟是真的关心他的, 若是能帮的话, 楚玄不介意帮一把他, 这对母女也太惨了吧, 虽说贵为秦国公主, 现如今, 女儿又被楚丘罗的侄儿楚玄毁婚, 简直就是被诅咒了吧, 就在当刚, 楚玄默默地告诉楚玄, 过些天自己就要离开了, 什么时候回来也还是个未知数, 甚至都不知道会不会回来, 但是三叔三婶的事情, 他会一直留意的, 有消息会让人通知楚玄, 楚玄说着, 掏出一卷小册子, 楚家的兄弟姐妹, 虽然都不怎么斗, 但为了你能够过得安稳, 这门功法, 你还是好好修炼一下, 并且上交给爷爷, 小册子似乎缺少了一部分, 泛黄的小册子, 是用一种特殊的兽皮材料制作, 可以保存非常久远的时间, 这种特制的兽皮材料, 通常用来记录功法之类的, 除了可以长时间保存, 更可以存储精神意志, 上面的字, 都是以精神意志转刻, 蕴含着精神含义, 楚玄将小册子放到楚玄怀中, 又掏出一瓶丹药来, 放到他手里, 站起身祝福道, 早点突破到玄境吧, 看着楚玄略显潇洒的背影, 楚玄摇了摇头, 也不知道他究竟有什么心事, 难道是失恋了, 很有可能, 拿起小册子翻开看了一看, 竟是一部地精, 不够不全, 只能算是半地精吧, 即便如此, 也非得寻常了, 要知道, 楚家依靠半部真经, 就立足秦国几千年, 修炼着本半地精, 突破地精无望, 突破真境却是毫无问题, 按照书中点击记载, 南州之所以无地, 是一场席卷南州的大战之后, 地脉崩溃, 规则不拒, 因而无法感悟地精, 楚玄摇了摇头, 这本半地精, 他根本看不上, 丹药只是普通的, 突破玄境所需的丹药, 楚玄同样看不上, 比之大玄丹差之太远了, 楚玄将这门功法交给自己, 是要自己靠这门功法, 获得楚天明的关注, 增加在楚家的地位, 可以继续过安静无忧的日子, 倒是有心了, 也不知道楚玄究竟有什么心事, 似乎他要远离, 难道惹刀厉害仇家要闭火, 没想明白, 楚玄也不多关注, 大不了让张魁关注一下, 必要拾出手搭救一下就是了, 混账, 楚玄回来的第二天, 祖宅里便传来了楚天明愤怒的咆哮, 楚玄炸蛇, 老头这是要气得爆炸, 他第一个念头, 就是此事与楚玄有关, 能够把楚天明记成这样, 看来事情不小, 那就让天美喵去祖宅一趟, 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哪怕隔了这么远, 楚玄都能够察觉到, 楚天明那勃发的气势, 不会是要弄死楚玄吧, 那老头不至于这么狠吧, 楚天明要气疯了, 楚玄要毁婚院, 他的未婚妻, 可是秦国公主秦可玉, 被毁约的对象, 又是秦家, 虽说秦国十四家共治, 但秦家毕竟是秦国皇室, 是老大, 一次又一次毁婚, 这是要把秦家的脸面, 按在地上摩擦, 更让楚天明气的要吐血的是, 秦可玉的母亲, 就是当初被三子楚秋洛毁婚甩掉的女, 当初那位大闹楚家之后, 没有外甲, 而是招了个夫婿入坠, 如今楚玄毁婚, 对方岂会善罢甘休, 搞不好, 楚情两家会因此生出间隙, 我不管你喜欢谁, 绝对不许毁婚, 我马上就安排你与他玩婚, 楚天明咆哮道, 楚玄的父亲楚秋风, 此刻一头冷汗, 低着头不敢看自己的父亲, 心里也有些后悔了, 当初就不该让三弟教导自己的儿子, 学了些什么玩意, 竟然学会了毁婚, 他不是与秦可玉很聊得来吗, 似乎感情不错的样子, 怎么就突然要毁婚了呢, 楚天明气的要炸了, 此事一旦被秦家知道, 还不把人气炸了, 自己三子毁了婚约, 结果自己三孙子又毁婚约, 被毁婚的那个, 还是上一个受害者的女儿, 简直了, 楚玄此刻却神情平静, 我已经通知秦家了, 也已经坦白告诉可运了, 在我眼里, 他只是个小妹妹, 哭, 楚天明捂着胸口, 感觉气血翻腰, 险些要吐出来了, 你, 你, 哆嗦着手指着楚玄, 好半嗓都说不出话来, 他要不是虚静巅峰, 半只脚踏入合径的强者, 估计能气的暴血管了, 爷爷, 父亲, 大伯, 今天我是来告别的, 我要离开楚家了, 楚玄依旧神情平静, 他知道会面对楚天明的怒火, 但他依旧要回来通知一声, 楚丘峰神情复杂, 自己这个儿子, 自小天资聪明, 崇拜三帝, 结果, 特默得连毁婚的事情都学上了, 楚家老大楚丘长, 也是一脸复杂, 楚家兄弟素来少争斗, 关系和睦, 自从三帝楚丘落那件事情之后, 楚家的风气似乎被带歪了一点, 你哪也不许去, 我马上就通知秦家来亡婚, 楚天明咆哮之声, 几乎响彻楚家族地, 话音刚落, 老爷, 秦家来人了, 楚天明脸色一变, 来的是谁? 是, 秦平侠母女, 什么? 楚天明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那个差点成了自己的媳妇的秦平侠, 带着他女儿来讨个说法了, 人才啊, 楚玄感叹一声, 不愧是崇拜自己老爹的人, 连毁婚约的事情都学上了, 隔了这么远, 都能听到楚天明的咆哮声, 可以想象他气成什么样的, 如果他不是修炼者, 恐怕已经气得抱血管了吧, 也不知道楚元会如何, 被关禁闭, 还是强迫与秦家女子玩婚, 问题是, 秦家那位女子, 愿意嫁, 难道都是自愿的, 封建糟粕呀, 楚玄摇头感叹, 好一会儿没有楚天明的咆哮声传来了, 难道楚元被关起来了, 楚元既然回来, 应该知道需要面临的后果吧, 这是什么神仙逻辑啊, 只因你跌毁了我的婚约, 那就让你复婚子长, 就在刚刚, 诺大的楚宅一席红衣跨过门槛, 秦平侠贴亲着脸踏入楚家大堂, 而在他身后, 跟着一名容颜秀丽的少女, 他微微低着头, 楚伯伯, 你楚家又要毁婚吗, 秦平侠开口道, 绝无此意, 楚天明一口否认, 楚家退不退婚是楚家的事, 但我楚元不会履行这个婚约, 楚元平静地道, 你给我闭嘴, 楚天明吼道, 爷爷, 强扭得瓜不甜, 你问问可遇妹子, 她喜欢我吗, 我喜欢, 弱弱的声音传来, 那你, 楚元整个人都不好了, 听到没有, 你敢辜负可遇, 我打断你的腿, 楚天明继续咆哮, 不能再毁婚了, 开了这个头, 四家联姻将会出现裂痕, 而出现裂痕开始, 也意味着四家, 渐渐不起行, 而楚元则目光坚定, 看着秦可遇, 你不要被所谓的婚约束缚了, 你我才见过几次, 岂会喜欢我, 我第一次看到你就喜欢你了, 秦可遇微红着脸道, 没道理啊, 自己有这么大的妹妹, 楚元有点梦啊, 深吸一口气, 我有喜欢的人了, 你我之间不可能的, 够了, 秦冰霞怒道, 你们是觉得我秦家女儿, 配不上你楚家男吗, 想到楚秋落, 他就要气负, 如今, 自己的女儿, 竟然也被退婚了, 贫辖侄女, 退婚之事, 绝不会再次发生, 把她关起来好好反省, 楚天明尘这脸, 吩咐大管家, 楚元眯着眼, 在胸前一通乱摸, 爷爷, 父亲, 大伯, 我楚元财情不及三叔, 天赋不及三叔, 实力不及三叔, 但对心爱之人的意志, 绝对不会输给三叔, 你们谁也强迫不了我, 楚天明大怒, 你怎么什么不学, 就学你三叔退婚, 啊, 给我拉下去, 关起来, 好好反省, 楚元没有理会大管家, 而是看向秦可玉, 可玉妹子, 你是个好人,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再见, 带众人看清, 楚元手中物品, 竟是一颗炖空珠, 随后身形一晃就消失了, 只留下楚天明一具混账, 但已经慢了一步, 给我把人抓回来, 楚天明变身咆哮帝, 楚家老三, 没有一个好东西, 秦平侠阴冷着脸, 看着咆哮的楚天明, 深吸几口气, 才又开口道, 楚秋落的儿子, 被你赶出祖宅了, 嗯, 楚天明黑着脸, 我去看看, 楚秋落生的儿子, 究竟有多优秀, 话音刚落, 便转身带着秦可玉离开, 楚天明一愣, 有些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示意楚秋长与楚秋风跟上去, 以免这个女人看到楚旋发什么疯, 做出过激的事情, 很快, 小院的门被推开, 秦平侠带着秦可玉出现在小院内, 看着慵懒地躺在躺椅上的楚旋, 秀眉微微一皱, 心里有股莫名的火腾气, 你就是楚秋落的儿子楚旋, 楚旋抬头瞥了他眼, 你哪位啊, 大神, 感受到秦平侠那满满恶意, 恨不得揍自己一顿的眼神, 懒懒地开口道, 你叫我什么, 大神, 秦平侠气得郊区哆嗦, 你跟我老爹是同辈的, 不叫你大神, 难道叫你姐姐, 楚旋伸了个懒腰, 打来个哈欠道, 你, 秦平侠深吸几口气, 回头看向身后的楚秋长, 楚秋风二人, 你们楚家, 要毁婚, 可想过后果, 楚秋长苦笑道, 此事, 确实我楚家不对, 但你也看到了, 人都逃了, 能不能抓回来令说, 即便强迫完婚, 对可孕侄女也不公平啊, 秦平侠看向楚旋, 楚秋落父我, 那就让他儿子偿还, 卧曹, 楚旋虎去一阵, 大神, 你多大了呀, 都有女儿的人了, 脸皮这么厚, 想老牛吃嫩草, 难怪我爹不要你, 你放肆, 秦平侠脸色铁青, 身上气势爆发, 虚禁巅峰的实力, 斩露无遗, 楚秋长慌芒闪身, 挡在他与楚旋之间, 回头瞪了楚旋一眼, 说什么话呢, 看到楚秋长被气势压得都快冒汗了, 秦平侠收敛气势, 深吸一口气, 既然楚元不愿, 那就让楚旋娶我女儿, 你敢相信, 这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女孩, 她的真实身份, 竟然能让整个南州斗三斗, 就在刚刚, 秦平侠收敛气势, 深吸一口气, 既然楚元不愿, 那就让楚旋娶我女儿, 话音刚落, 秦可蕴红着脸低头道, 如此甚厚, 好看就行, 卧曹, 这么三心二意的吗, 刚才还说喜欢楚元的, 这一眨眼, 就喜欢楚旋了, 楚秋长兄弟二人都无语了, 我不同意, 楚旋举手示意自己好歹, 也是男主角, 你有什么资格不同意, 秦平侠冷冷地看着她, 楚旋一本正经道, 我是废物, 你女儿嫁给我, 这不是糟蹋她吗, 一群乌鸦飞过, 你是怎么把我是废物这四个字, 说得如此理直气壮的, 脸呢, 不要了吗, 嫁给一个废物, 你让你女儿怎么见人, 你的脸还要不要了, 楚旋继续一本正经道的狡辩着, 你想啊, 你这个做母亲呢, 被我爹甩了, 结果你竟然让女儿, 嫁给我这个废物, 别人会怎么看, 肯定认为, 你女儿没人要, 只能嫁给废物, 大婶, 你被我爹甩了就算了, 难道你想你女儿, 顶着个没人要, 只能嫁给废物名声吗, 呼呼, 呼, 秦平侠气地浑身发抖, 呼吸粗重, 几乎要忍不住心头目火, 修心养性二十多年, 今天的心境就快被破了, 在他听来, 楚旋每一句话, 不是在说他是废物, 而是在强调, 自己被他老爹给甩了, 楚家老三, 没有一个好东西, 秦平侠咬牙切齿道, 楚秋长兄弟二人一脸冷汗, 生怕秦平侠突然发飙动手, 以他二人的实力, 可是挡不住的, 楚旋则满不在乎的怂怂肩, 毕竟自己又不是楚家老三, 说的有道理, 废物配不上我女儿, 秦平侠恨恨的, 你拒绝了送上门的女人, 奖励虚无兴火, 楚旋双眼一亮, 这都有奖励, 果然, 不经意间, 总能触发系统的随机奖励, 秦平侠深深地看了楚旋一眼, 转身抑郁不发地走了, 秦可运红着脸看了楚旋一眼, 眼眸中尽显遗憾之色, 却只能无奈地转身跟着离开, 楚旋眉头一皱, 秦可运表现得像个乖乖女, 却不知为何, 总觉得此女有些不对劲, 当即施展天机探元术, 秦可运, 母亲秦平侠, 父亲红飞, 狐妖之魂, 帝妖重生, 处于复苏阶段, 外表乖巧, 内心狐媚, 很辣, 擅长迷惑, 喜欢好看的男人, 楚旋倒吸一口气, 狐妖之魂, 帝妖重生, 曾经是地镜强者, 现在处于复苏阶段, 乖巧的外表, 很辣的内心, 此女不简单, 另外, 他喜欢好看的男人, 楚旋摸了摸脸, 自己倒是长得好看, 这点不用谦虚, 难怪, 他会说喜欢自己, 看来秦国要变天了, 秦家未来走向如何, 因秦可运的出现, 而充满变数, 他是妖还是人, 受限于实力的原因, 无法进一步探元秦可运的来历, 比如他如何重生到秦家了, 又是因为什么原因, 妖魂重生, 要提防一下这个丫头, 虽然, 他距离完全复苏, 还需要一段时间, 而想要恢复地镜, 想到楚旋毁婚, 会被秦可运记恨上了, 被一个地妖记恨, 可不是什么好事, 楚旋想了一想, 还是决定提醒一下楚旋, 不管怎么说, 他对自己倒是真心真意, 看了汉天金鹏一眼, 吩咐了他几句, 汉天金鹏腾空而起, 眨眼消失在天际, 以汉天金鹏的速度, 找到楚旋不难, 查看系统奖励, 虚无星火, 一朵看不见的火焰浮现, 虚无星火, 焚心,焚怒, 虚无星火像是心之怒火, 可使人瞬间暴怒, 而在怒火中暴体亡, 可以勾动人的怒火, 以愤怒情绪为燃料, 只需有一点点怒意, 就可点燃, 一旦点燃就无法熄灭, 楚旋惊叹虚无星火的强大, 而且防不胜防, 这世上又有谁不会动怒, 要杀一个人, 只需稍微激怒对方, 便可让虚无星火点燃, 一旦点燃就无法熄灭, 直到在怒火中暴体亡, 杀人无形啊,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气得暴体亡呢, 舞者怒急攻心, 灵力紊乱, 走火入魔, 炸体亡并非不可能, 楚旋的事情, 看似在楚家没有闹出大风波, 楚旋却是知道了, 楚旋两家多多少少, 还是出现了一些烈恶, 他可以想象得到, 随着秦可运地魂复苏, 天赋释放, 实力一日千里, 楚家会愈发后悔, 没有将秦可运去禁门, 楚旋除非不回来, 否则他在楚家绝对会无受待见, 楚天明甚至会直接不认他这个孙子, 好在这一切都与楚旋没有太大的关系, 他只想安稳地宅着, 秦可运地魂复苏也罢, 短时间内无法恢复地境, 威胁不到他, 一年之期就要到了, 奖励必然丰厚, 地境对于楚旋来说并不遥远, 南州无地已经是南州修炼界的共识, 而关于南州无地的说法, 不论是典籍中, 或是自古传下来的传说中, 都是关于一场大战导致的, 地脉崩溃, 规则不全, 地境传承缺失, 然而, 秦可运的出现, 楚旋却是知道, 南州无地的原因, 恐怕并非传闻中的那么简单, 秦可运是怎么来的, 是南州本土的地妖, 或是外来者, 关于南州之外的信息太少了, 哪怕是典籍中都没有怎么提及, 楚旋脑海中闪过几个念头, 目前而言, 不入地境, 一些想法暂且也无法实施, 而且秦可运这个地妖众生者都出现了, 南州其他地方, 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 仅仅是秦可运特殊, 楚旋更好奇的是, 秦可运是狐妖, 为何重生到人族中来, 她的重生是个什么情况, 是被动的, 还是主动的, 从她保持着妖魂的状态来看, 因为某种原因, 主动重生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楚旋想到了秦平侠, 这个被自己老爹毁婚的女人, 结果招了个入赘的夫君, 生下了秦可运, 更是让秦可运与楚旋指定婚运, 其中是否存在什么缘由, 她被人甩了呀, 为何还愿意让女儿与楚家订婚约, 而且, 楚旋一直都是楚丘罗教导的, 算得上是传人了, 楚旋越想越觉得, 这其中似乎有什么阴谋的样子, 楚旋毁婚了, 结果她跑过来, 想要将秦可运嫁给自己, 太随意了吧, 秦家似乎不太对劲啊, 必须要稳住, 只要实力上去了, 什么阴谋诡计, 都抵不住自己一拳, 这是什么邪教理, 一把年纪了, 竟要给这么个年轻小伙子下跪, 只因她惹到了男主, 就在刚刚, 重伤未遇的紫月国邪教教主, 胡全, 看着面前垂垂老矣, 勾搂着腰, 半只脚入土的昆武, 沉声道, 昆武兄, 你寿缘将近, 此事完成之后, 完整血灵珠自己必将双手奉上, 足以让昆武兄严寿十年, 增加突破之机, 昆武盯着胡全好伴上, 声音沙哑地质问胡全, 只是杀几个楚家祖老, 你就甘愿将血灵珠奉上, 以当真舍的, 血灵珠乃是以万千武者精绪, 以秘法炼制而成, 乃是邪修的至宝之一, 而血灵珠的炼制之法, 只掌握在邪王庭手中, 这也是邪王庭强者众都的原因, 昆武修为虚境巅峰, 是老牌的虚境邪修强者, 奈何迟迟无法突破合计, 寿缘将近, 我胡全, 我邪教落得如此下场, 一切的源头, 都是秦国楚家, 我咽不下这口气, 胡全愤恨地叫嚣着, 邪教多年的布局毁于一旦, 自己更是身受重伤, 原充与仅剩的三位长老陨落在楚郡, 紫月国邪教到了灭亡的边缘, 而一切的开端, 都是从楚家揪出奸细, 清剿楚郡邪教开始, 主要目标是楚丘罗的儿子, 只要亲爱楚丘罗儿子, 我有的是办法报复楚家, 胡全咬牙痛恨地取出血灵珠, 而且, 楚丘罗的儿子, 为我邪教报复, 我倒是要看看, 楚家会不会大意灭妻, 见教主如此上头, 昆武答应了下来, 毕竟自己卡在虚境巅峰太久了, 寿缘无多, 这是一次机会, 楚家实力固然不弱, 但以他的手段与实力, 只要不硬闯, 陷入合围之中, 自信能够全身而退, 胡全抬手一挥, 半枚血灵珠飞出, 事成之后, 剩下半枚奉上, 昆武接过血灵珠, 深深地看了胡全一眼, 勾搂着身体转身离去, 楚家实力不弱, 楚天明实力更是不下于他, 并且有宝器在手, 要战斗起来, 昆武并无把握可以胜过楚天明, 何况, 他终究老了, 实力稍有下降, 但, 只要不是陷入楚家虚境八重以上强者为杀, 他都自信可以顿头, 此行, 不过是擎拿楚丘罗的儿子, 顺带杀几个楚家族佬而已, 只需要稍稍潜入楚家族地, 擎拿下楚丘罗儿子, 灰图中杀几个坐镇楚郡的楚家族佬, 并无任何难度, 等到楚家强者来源, 他早已回到紫月国, 顺利拿到血灵珠了, 一旦突破合径, 楚家强者又有合聚, 突破失败, 自己也没有几年好活, 有什么可怕的, 想到这里, 昆武露出一丝邪恶的笑容, 而另一边, 楚玄掰掰手指头, 距离一年之期, 只剩下七天, 时间过得真快啊, 不知不觉, 在小院子里宅了快一年了, 不到一年时间, 从樊静一路突破到了真境, 传出去谁能信, 还有七天, 就一年了, 应该不会出什么意外了, 也不会有人来打扰自己了, 安安稳稳地宅着便墙, 还有比这更惬意的事情了, 突然, 楚玄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小院子外, 有人靠近, 邪教的人都是怎么回事, 贵河每次来楚家, 都第一时间找上自己, 昆武来到小院的, 第一时间封禁四周, 使得动静无法传出去, 哪怕对方叫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察觉, 你是楚丘若的儿子, 看像坐在椅子上, 面无表情看着他的楚玄开口道, 我确实是楚丘若的儿子, 但我就不明白了, 为何你们邪教总是找上我呢, 难道我老爹刨了你们邪教的祖坟了, 楚玄叹了一口气道, 哼, 老夫不是邪教的, 不过是邪教聘请的, 小子乖乖跟老夫走一趟吧, 昆武笑了一笑, 抬手就向楚玄抓去, 竟然不是邪教的, 楚玄意外了一下, 昆武实力虚尽巅峰, 就是寿缘无多, 快要挂掉的样子, 他还以为是邪教某个前藏的老夫死了, 无视昆武抓来的手, 楚玄只是淡淡的一句, 跪下吧, 扑通, 昆武直接就跪下了, 真言术, 一语成真, 言出法随, 真净三重实力的楚玄, 对虚境巅峰的昆武使用真言术, 威力如同大道法格, 昆武连丝毫抵抗之力都没有, 随着实力提升, 真言术威力已经有所提升, 不仅限于让人口吐真言, 可以对比自己境界低的人, 做到言出法随的效果, 咕咚, 昆武冷汗忍不住冒出来, 浑身凌厉鼓荡, 想要站起来, 想要逃跑, 好好跪着, 不要想着逃跑, 楚玄继续淡淡地道, 话音落下, 昆武鼓荡的灵力沉寂了下去, 逃跑的念头已经消失, 滴答, 滴答, 冷汗低落, 昆武心中恐惧无比, 这究竟是什么实力, 传说中的递境, 他是楚丘落的儿子, 骗鬼呢, 楚家有大恐怖啊, 昆武心里快骂死胡拳了, 交代来历, 目的何在, 楚玄继续使用真言术, 昆武张口, 一五一十全都给交代了, 他内心很惶恐, 为何对方一句话, 自己就什么都说了, 一点抗拒都没有, 听完昆武的交代, 楚玄都无语了, 邪教的人脑子有病啊, 都快要被灭了, 这都不消停一下, 非要来打扰自己, 难道是这些邪修, 修炼邪功, 把脑子都给修炼坏了, 瞥了昆武一眼, 没有要控制他为仆的心思, 太废物, 竟然卡在虚境巅峰, 始终无法突破, 可见资质有多拉几, 但凡资质不太差, 这么长时间积累, 怎么也能突破何景呢, 废物没有利用价值啊, 而且, 寿元无多, 快要挂了, 帮他突破, 简直浪费资源, 楚玄倒也没有直接杀了昆武, 而是以重魂印控制了他, 想到前段时间系统奖励的天雷闪, 当即就取出了好几枚来, 一股脑塞给了昆武, 直接抑制控制, 让他携带天雷闪去携王庭王都搞事情, 能炸死携王庭多少强准就炸死多少, 去吧, 用你最后的生命, 发光发热一回, 也不往来人世间一趟了, 楚玄挥手打发了昆武离开, 暴竹都认识吧, 这个老头居然是史上王暴竹第一人, 你敢相信, 就在刚刚昆武离开楚郡之后, 一路冲着邪王庭而去, 内心是崩溃的, 楚家有大恐怖啊, 此去要凉, 就凭楚玄给自己的这几个玩意, 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只是让看见何敬的人, 就扔他脸上, so easy, 昆武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寿元快要玩的时候, 竟然要去王庭捣乱, 那可是南州邪修心中的圣地, 也是南州邪修的最大势力, 任何邪修都不敢挑衅王庭威严, 一天后, 昆武来到了邪王庭都城, 邪王公守门的都是虚境无主, 虽然只是虚境一二重, 由此也可知邪王庭的实力强大, 凡是突破合进的邪修, 必须要到王城归附, 若无命令, 不得擅自离开邪王庭境内, 这是邪王庭的规矩, 任何违背的邪修, 必死无疑, 邪王庭固然强大, 并非没有敌人, 尤其是老邪王闭关之后, 邪王庭就收敛了很多, 没有继续向外侵略, 当即合道, 昆武想通了, 反正无法违抗那冥冥之中的意志, 既然如此, 干脆干一把大的, 终归要死, 但哪怕死了, 自己也要在南州邪修史上, 乃至整个南州修炼史上, 留下赫赫威名, 多少年后, 依旧有人记得, 一个叫昆武的邪修, 勇闯邪王庭, 随即抬起头, 阴冷一笑, 天下邪修圣地, 无邪修敢犯威严, 今日我昆武, 就来闯一闯这邪修圣地, 你说什么, 守卫以为自己出现幻觉了, 竟然要闯邪王功, 守卫瞪大一双眼睛, 这是疯了吧, 修炼邪功, 把脑子都炼坏了, 自己不会也有一天变成这个样的吧, 要知道, 哪怕是不怕死的狂徒, 也不敢闯, 挑衅了邪王的威严, 那是生不如死的, 邪修的手段有多残忍, 身为邪修的他们, 比任何人都清楚, 昆武身体挺直, 气势勃发, 须尽巅峰实力, 斩露无遗, 记住, 我叫昆武, 昆武此刻不再有一丝老态, 手中出现一把金黄黄的骨刀, 刀如肋骨, 人如伏地魔, 我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迸发出光芒, 要让天下邪修都记得, 曾经有一个叫昆武的邪修, 勇闯邪王功, 我昆武的名字, 终将永继在南州史上, 纵然死了又何妨, 昆武出手了, 一出手就是雷霆一击, 刚刚还叫嚣着的守卫, 不过虚敬一二重实力, 并且也不认为, 昆武真的难受, 仓促之下, 哪里抵挡得住, 当即就陨落了, 哄, 昆武朝着邪王功冲去, 直接一刀将邪王功的门, 都给劈崩了一脚, 都给我出来, 放肆, 邪王功内有强大的气息生腾而起, 在昆武刚冲入邪王功, 就有几名虚敬巴重的守卫冲了过来, 远处几道合进气势也腾起, 正在赶来, 合进强者已经赶到, 一只巨手抓了过来, 而昆武手中也出现了一枚天雷闪, 直接激活扔了过去, 那名合进强者眼皮一跳, 慌忙坚尽一手接过昆武扔过来的天雷闪, 同时也从天雷闪中察觉到了强烈的危机, 但一切都晚了, 轰动, 雷电滚滚, 威力惊人, 一声暴响, 一座剑主崩塌, 那名合进邪修, 直接在雷电之中陨落, 昆武继续朝着王功身处而去, 最后更是发出一声怒吼, 在邪王宫里自爆了, 我昆武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 不敢闯邪王宫的邪秀, 算什么邪秀, 身为邪秀死也要闯一次邪秀的王庭圣地, 记住, 老子叫昆武, 巨大的爆炸声引起了这名子发少年的注意, 盲问下属, 发生什么事了, 回禀邪王, 一个寿员无多的虚境巅峰邪秀闯王宫, 斩杀合进守卫, 还重创了两名真境强者, 下属战战兢兢道, 最后他更是发出一声怒吼, 在邪王宫里自爆了, 此前他说, 记住, 老子叫昆武, 此发少年乃是当代邪王, 混账, 邪王宫主殿内, 邪王脸色铁青, 一众邪王挺高层, 也是脸色难看, 给我把他的亲人子弟抓来, 我要他们生不如死, 邪王咆哮, 历代邪王都无邪修感挑衅威严, 他成了第一个被邪修挑衅的邪王, 只觉得威严尽尸, 恐怕他是孤家寡人, 连传人都没有, 有人无奈地提醒到, 什么, 真是服了这个老六, 昆武勇闯邪王宫的消息, 迅速传遍南州, 传到每一个邪修的耳中, 天下邪修众多, 总有那么几个疯狂的, 效仿是迟早的事情, 修炼邪宫的人, 脑子都比较容易出问题, 这件事传开之后, 昆武出名了, 一下子从名不见经传, 变得威名鹤鹤, 某些脑子有点问题的邪修, 也想着出个名, 自然就会效仿了, 邪王庭的不可挑衅的铁律, 将会受到挑战, 当代邪王的脸, 也将会被人打了一次又一次, 胡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整个人都紧呆了, 冷汗刷刷的流, 昆武那老王八, 脑子是不是有病, 他很想揪住昆武咆哮, 我特么让你去楚郡搞事情, 去抓个人, 特么不是让你去邪王宫挑衅的,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为何昆武突然跑去闯邪王宫呢, 他去没去了楚家, 去了邪王亭, 还是在楚家遭遇了什么刺激, 胡全一脸冷汗, 这要是被人知道, 自己曾指示昆武去楚家搞事情, 结果去了邪王宫打脸邪王, 他就要完蛋了呀, 幸好当初密谋, 只有他与昆武二人知道, 没有第三方存在, 黑月楼应该不知道吧, 如此机密的事情, 没有第三方在, 不存在泄露的可, 胡全心里嘀咕着, 但愿昆武那个老混蛋, 没有泄露情报给黑月楼吧, 否则, 那群黑心干的, 必然会拿着这个情报去找邪王, 敲诈勒索一笔, 低调养伤, 此事与我无关, 我没有见过昆武, 胡全打定主意, 要低调, 他可不想被邪王抓去, 那下场会生不如死的, 楚家不太对劲, 为何每次出事都与楚家有关, 胡全觉得楚家似乎藏着什么大秘密, 出了昆武的事情, 他现在不敢继续针对楚家了, 暂且低调养伤, 等伤好了再谋化, 他不会放过楚家的, 若非楚家, 他何至于落得如此现场, 紫月国的邪教几乎被灭, 这一切邪王庭都会使他为无能, 若非无能, 何至于如此, 楚家, 胡全咬牙切齿, 本可以靠颜值衣食无忧, 却走上了宅家这条不归路, 宅家一年, 除了胖了一圈, 竟有意外收获, 就在刚刚, 气急败坏的胡全, 掏出一枚黑红色的小珠子, 盯着小珠子看了好半场, 眼中神色犹豫不定, 这枚珠子, 是他还是玄境时偶然在一出古迹中发现的, 经过多年的探寻与查看古迹, 大直弄明白了, 珠子乃是血魔珠, 里面蕴藏着魔血, 一旦泄露, 真境之下都将被魔化, 一旦魔化, 将会成为魔奴, 魔族那是人族大敌, 无认是正道或是邪道, 都不容魔族存在, 胡全眼中闪过狠利之色, 盯着魔血珠瓣上, 收了起来, 是否实施计划, 且等商欲之后再做判断, 帝, 你足不出户, 一念之间震动邪王亭, 惊爆天下邪修眼球, 奖励机缘秘境一座, 楚玄一正, 震动邪王亭, 惊爆天下邪修眼球, 昆武那个老头挺有能耐的嘛, 查看奖励, 机缘秘境可足不出户, 在南州布置下一座机缘秘境, 留待有缘人获取传承, 这座机缘秘境不是给楚玄的, 而是让楚玄可以在南州随意移出地方, 布置下机缘, 凡是获得机缘的人, 必将是有大旗玉, 机缘秘境的获得者, 会成为楚玄的传人, 并且只要楚玄愿意, 可以瞬间攫取传承者的修为, 乃至掌控其生死, 楚玄看着系统里, 那座古朴的小宫殿演, 只要自己有足够的机缘秘境, 就可以足不出户, 传人遍布天下, 而且, 每一个传人都无法背叛自己, 哪怕传人真的想要违逆, 自己也可以随时收回他的修为, 当然, 机缘秘境的传承者, 并不会知道, 自己的生死都在楚玄掌控中的, 能够进入机缘秘境的人, 都是具有大气韵的, 这不是主角式人物吗? 足不出户, 传人遍天下, 天骄的幕后培养者, 有点意思, 哪个传人要是敢欺尸灭, 瞬间就收回他的一身修为, 甚至可以将一身修为, 奖励给其他传人, 妙啊, 楚玄有了布置机缘秘境的想法, 不过暂时不适合布置, 毕竟实力太弱了一点, 布置出来的机缘秘境, 上限不高, 意义不大, 距离一年之期, 还剩下两天了, 楚玄激动不已, 这短短两天, 应该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吧, 时间在平静中度过, 一年之期即将到来, 能否短时间内突破地境, 就看摘了一年的奖励了, 摘得越久, 奖励越丰厚, 爹, 你摘了一年, 奖励欲须先经加百年修为, 功法和修为将直接灌输, 楚玄惊喜, 不但奖励了先经功法, 竟还有百年修为奖励, 递境无忧, 迫不及待地领取了奖励, 楚玄感悟着欲须先经, 同时百年修为也在灌输而来, 真境四重, 真境五重, 真境八重, 这一刻, 仿佛突破了一道门槛, 轰隆, 楚玄肉身蜕变, 精神意志也在蜕变中, 比凡竟突破玄境时的, 蜕变更为强烈, 小院子里依旧平平静静, 正在经历着极尽升华, 踏入全新的天地, 楚玄猛地睁开眼睛, 一道人形的精神意志浮现在了脑海中, 模样依稀可见是楚玄的样子, 神魂, 突破递境的根本性标志, 就是精神意志蜕变, 凝聚出神魂来, 凝聚了神魂之后, 哪怕肉身毁灭, 只要神魂顿逃, 就能够重活一世, 神魂凝聚, 蜕变依旧在持续, 灵力与肉身的蜕变, 也在持续着, 神魂之力弥漫而出, 沟通天地, 融入天地之中, 以小院子为中心, 朝着四周扩散出去, 百米, 一里, 神魂之力不断扩散, 与天地相融, 一种特殊的场域逐渐形成, 楚玄体悟着突破地境的的感悟, 他看到了天地间的某些规则, 对于天地的感悟有了飞跃的提升, 似乎已经出亏了天地的真谛, 似乎一念之间, 就可以调动天地伪力为己用, 似乎以自己为中心, 构建了一个新的小天地, 在这个小天地内, 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 自己就是这个小天地的主宰, 至高无上的法则, 随着神魂的不断凝食, 楚玄能够看到的规则越多, 这一片浩瀚的天地, 自己所处的一角, 似乎存在着一些规则残缺, 隐约间, 楚玄看到南州地狱的规则, 似乎断裂了好几处, 或许, 这就是南州无地的真正根源吧, 由于规则不全, 神魂之力无法融入天地, 无法完成突破地境的真正最后一步, 楚玄相信, 或许有人凝聚了神魂, 但由于没有融入规则, 没有那规则入神魂, 无法构建属于自己的一方小天地, 因而, 并没有完全突破到地境, 只能算是半地吧, 南州断裂的规则, 似乎正在弥补恢复之中, 随着规则的恢复, 或许有地境传承者, 就可以突破到地境了, 楚玄是一个例外, 他不受南州规则缺陷的限制, 突破地境没有丝毫问题, 他神魂之力融入的, 并非是南州天地的规则, 而是这一方浩瀚世界的天地, 是更高层次的规则, 神魂的蜕变并没有结束, 以楚玄为中心构建的小天地, 依旧在进行中, 并且无断扩大, 三里, 五里, 渐渐地, 神魂之力蔓延到了楚家祖宅, 这一刻, 楚家祖宅在楚玄眼里, 没有了任何的隐秘, 以他递进的神魂之力, 楚天明等楚家强者, 自然是无法发现的, 楚玄看到了楚家祖宅的深处, 一直以来的禁地里, 有着几道身影在闭关中, 他们的气息, 介于合径与虚径之间, 只差那么一点点, 就可以突破到合径了, 楚玄疑惑, 楚家的底蕴, 竟然真的没有合径强者隐藏, 是功法的原因, 导致无法突破合径, 或是天赋太差, 不可否认, 确实有天赋的原因, 闭关的几位祖老, 实力没有一个弱于楚天明的, 恐怕就是楚家隐藏的底牌力量了, 神魂之力继续扩散, 楚家族地方园十二里, 祖宅居于核心位置, 护卫居所, 不易居所, 管事居所将祖宅护佑在内, 终于, 神魂之力覆盖了楚家族地, 楚玄构建的小天地, 也覆盖了楚家族地, 这一刻, 楚玄发现楚家族地的布置, 竟然是一个阵势, 到了危机时刻, 楚家可以借助这个阵势, 发挥出强大的防御与攻击, 这才是楚家真正的抵御所在, 看到这个阵势, 楚玄明白楚家的老祖, 还是有些能耐的, 说不定, 是从某些古迹中挖掘出来, 甚至于, 楚家族的再当年就是古迹本身, 神魂蜕变, 已经接近尾声, 小天地的构建, 也到了尾声, 突破仍在继续, 神魂蜕变完成, 小天地构建完成, 届时便是真正踏入了地境, 修炼界关于地境的描述, 一句话就概括, 玉内我为帝, 万法不可逆, 这就是地境的强大, 哪怕真境强者再多, 在地境强者的玉内, 都是蝼蚁而已, 一念可定玉内生灵生死, 地者一怒, 浮尸百万, 楚家祖宅的核心之处, 几位正在闭关的祖老, 突然心头有了特殊的感悟, 仿若扶置心灵, 突然就突破了, 只是刹那, 就突破到了合境, 几位祖老睁开眼, 全都惊恶不已, 怎么突然就突破了, 而且, 突破之后, 气息并没有泄露出去, 看来能继续待在楚家, 这个男人只是稍稍意外了一下, 那几个祖老竟然突破了, 就在刚刚, 楚家祖宅的核心之处, 几位正在闭关的祖老, 突然心头有了特殊的感悟, 仿若扶置心灵, 突然就突破了, 只是刹那, 就突破到了合境, 应该是受到了神魂之力的影响, 几位祖老都是只差一点点就要突破了, 他的神魂之力覆盖, 欲之力覆盖, 稍稍泄露一点规则气息, 就使得几位祖老不受控制的突破了, 就在几位祖老突破的瞬间, 楚玄发现了在楚家祖宅的核心处, 有一件宝器, 似乎要激发, 摄取几位祖老的气息, 他不禁好奇了起来, 神魂之力稍稍集中看了一眼, 竟然是一件传递讯息的宝器, 似乎是摄取合境强者的气息, 然后传递到某个地方, 有点意思, 楚家没有合境强者, 恐怕是刻意压制不突破, 而突破的合境强者离开了, 对于其中的机密, 楚玄不过是一个不受待见的嫡系后辈, 自然无法接触到, 他也不关心这其中的事情, 只要不影响自己宅着就行, 神魂之力稍稍集中, 封进了那件宝器收集气息的功能, 爹, 你突破地境, 奖励大罗天经, 加大罗神法, 加大罗仙经, 突破地境之后, 系统的奖励来了, 竟然是大罗地境的后续版, 楚玄领取了大罗地境的后续版, 相关的感悟, 持续浮现心头, 掌握两门仙经级功法, 楚玄感觉自己的根基与实力, 愈发浑厚了, 轰动, 地境二重, 突破到地境二重, 百年修为也消耗一空, 楚玄一呼一息间, 感受着自己的实力, 此刻他底气十足, 南州无地, 他现在是南州唯一的帝者, 除非南州之外, 有地境或以上强者过来, 否则他在南州毫无畏惧, 而且就算南州之外, 有地境或以上强者过来, 也不至于跑到楚家找自己晦气的, 所以现在不用担心邪王庭了, 来一个邪教屠杀一个, 而且以他地境的实力, 想要无声无息杀一个人, 再简单不过了, 丝毫不用担心泄露自己, 喵, 天灵猫跳到了他肩膀上, 脑袋蹭着他的脸, 小妈, 你也快点突破吧, 天灵猫已经合进九重了, 快要突破到真境, 以他的资质突破地境, 其实并不需要多长时间, 况且, 随着楚旋修为提升, 天灵猫的成长也会相应加速, 汉天金鹏也飞了过来, 士灵花伸出一根枝条, 上面花朵绽放, 异常美丽, 用不了多久, 汉天金鹏与天灵猫都突破到地境, 自己的底气就更足了, 定个小目标, 突破到天境, 楚旋告诫自己不能膨胀, 地境二重而已, 不算什么, 地境之上有尊敬, 天境啊, 只有突破到天境, 才算是真正的底气族, 这个浩瀚的世界也是最顶尖的存在了, 争取十年内突破到尊敬, 楚旋给定下一个近期小目标, 突破到了地境, 修炼速度不比以前那么快, 十年内突破尊敬, 问题应该不会太大, 系统多奖励几个修为, 很快就能够达到了, 而且, 机缘秘境也差不多要利用起来了, 南州的天地规则正在缓慢修复之中, 指不定什么时候, 就有外州的强者来占地难, 秦可运这个地妖重生的人都出现了, 可以预见南州不会一直维持如今的平衡, 不过十年内不至于有太大的动乱, 十年内突破到尊敬, 底气依旧足足的, 尊敬乃是欲之力的蜕变, 地中之尊, 所谓欲内我为尊, 帝王也俯首, 尊敬在这方世界也是绝对的强者, 舒服, 楚旋站在院子里, 心情愉悦, 人底气足了之后, 日子过的就是比较舒服, 打量着小院子, 楚旋突然觉得, 自己缺少能够为自己办事的仆人, 或者是侍女, 美丽的侍女养眼啊, 比仆仪好多了, 楚旋看向系统空间里的机缘秘境, 不由地动了念头, 要不取出来, 暂时放在院子里, 放在院子里, 说不定可以吸引到一些大气韵的人过来, 男的就收为传人, 女的就收为侍女, 楚旋心动了, 他要宅着, 不能离开小院子, 终归需要人在身边, 听后吩咐, 为自己办事的, 张魁与董谦, 毕竟是邪修, 不太受待见, 光明正大的出现, 容易被人干掉, 况且, 这两人天赋一般, 可培养性不高, 只能作为跑腿的小卒子, 想到这里, 楚旋将机缘秘境取了出来, 机缘秘境是一座古朴的小店, 楚旋没有激活机缘秘境, 随手将小店放在院子的一角, 哪怕没有激活, 也能吸引大气韵者来吧, 楚旋充满期待, 你宅了一年又一天, 奖励地旋丹一项, 不出意料, 在第二天, 地境的修炼丹药来了, 又是地境修炼的丹药, 系统出品, 避暑绝品, 突破地境之后, 楚旋的小日子过得愈发惬意了, 枯燥是不存在的, 感受着实力一天比一天强, 心里只要高兴, 不会有枯燥, 楚旋让张颓来了一趟, 打听了一些楚云的消息, 没想到, 楚云的炼丹天赋出乎意料, 如此短时间内, 他竟已经开始炼制灵丹了, 失败率是高了一点, 可他学习炼丹才多长时间, 楚云已经突破到了玄境六重, 得益于他自己炼制的丹药, 楚旋将几份灵丹, 以及另外一篇炼丹术, 通过张魁转交给了楚云, 并且让张魁提供炼丹所需的灵药, 毕竟是邪教第一副教主, 资源是不缺的, 在教主卢望重创未遇的情况下, 张魁已经掌控了秦国的邪教, 突破合境之后, 更是邪教最强者, 楚旋从张魁口中得知, 凡是突破合境的邪修, 都必须去邪王庭效命, 未得允许, 不得离开邪王庭境内, 目的是为了凝聚强者, 应对威胁, 楚旋直接封闭了张魁的合境气息, 并且有逆行福在, 只要他不去邪王庭, 谁也发现不了他, 突破到地境之后, 楚旋已经不把邪王庭视为威胁了, 听说过这套从天降的长法吗? 见识过这种长法的人早已尸骨无存, 而那些尸骨无存的人的兄弟们, 却会以他们的此次经历作为炫耀的资本, 就在刚刚, 邪王庭门口两名虚禁的守卫, 正在津津乐道地八卦着, 距离昆吾勇闯邪王公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而这一个月的调查, 却没有查到有任何幕后指使的存在, 所有的迹象都显示, 昆吾突然脑子抽了, 竟然要来闯邪王公,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昆吾受援将近, 脑子犯糊涂, 想要出名了, 因此来闯邪王公, 而昆吾也确实出名了, 不但邪修圈子里, 知道了这么一号狠人, 临死之前闯一闯, 素来被称为邪修圣地, 不可挑衅的邪王公, 就连其他大势力, 乃至整个南州修炼界, 都知道了这么一号勇闯邪王公的狠人, 此时, 守卫也没有特别警惕, 哪怕有人在邪王公前走过, 也不在意, 毕竟, 从宫门前经过是很正常的事情, 无数邪修都会来转一转, 看看邪修的圣地, 一名拄着拐杖的老头, 向着邪王公而来, 守卫看了一眼, 就移开了目光, 没有在意, 老头来到宫门前, 毫无征兆的就出手了, 轰隆, 守卫猝不及防, 都没来得及丝毫防御, 直接御, 虚境巅峰的实力, 展露无遗, 老头一击轰塌宫门后, 身形冲向了邪王公里面, 同时吼声响起, 无数邪修都震惊了, 老夫樊开, 今天闯一闯邪修的圣地, 领略领略邪王公的风景, 众邪修大惊失色, 什么, 这是疯了吧, 老夫樊开, 是这数千年来, 第二个闯邪王公的邪修, 死而无憾, 樊开冲入了邪王公里面, 混账, 真境强者出手了, 连邪王公都不敢闯的邪修, 算什么邪修, 算什么桀骜不逊, 老夫平生就服昆武兄的勇气, 樊开大笑着, 直接冲向真境强者, 碰, 自曝了, 不给对方擒拿的机会, 得知消息后, 邪王气疯了, 他是历代邪王中, 唯一一个被人打了一次又一次脸的, 结果, 既房开之后, 又有人来闯邪王公了, 三个老太龙中的邪修, 冲向邪王公, 我鬼山三友, 今天也闯一闯邪王公, 死也无憾了, 都说邪王公威严不可挑衅, 既是邪修的圣地, 也是邪修的霸主, 今天我鬼山三友, 前来领教, 众邪修哗然, 不想活了吗, 你不知道吧, 鬼山三友寿源无多了, 突破无望, 一众邪修议论纷纷, 鬼山三友, 放肆, 邪王公的守卫气疯了, 一个个都跑来挑衅, 是觉得邪王公的守卫, 都是垃圾吗, 死了, 一名合进九重的守卫者出手, 轰动, 鬼山三友直接自爆了, 那位守卫长猝不及防, 直接就被鬼山三友中创了, 他都猛了, 一上来就直接自爆, 疯了吧, 此后半月, 时不时有邪修来闯一闯邪王公, 勇闯邪王公都成了邪修圈里的潮流了, 似乎不闯一闯邪王公,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邪修似的, 最开始, 只是寿源将近的邪修来闯一闯, 到了后来, 连年轻热血的邪修都跑来闯了, 邪王公的威严直线下降当中, 当邪王公是什么地方了, 想来就来, 邪王气的露出了两颗可爱的小虎牙, 虽然, 闯邪王公的人中, 至今没有人活着, 都是抱着必死之心而去的, 但不知道为何, 身为闯邪王公勇士的朋友, 竟然背开人心, 也是谁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闯邪王公的某某某, 是我师兄, 知道了吧, 不知道何时起, 邪修圈子里, 都以有一个闯邪王公的朋友为荣, 才有吹牛的资本, 甚至有人, 怂恿自己的朋友去闯邪王公, 这天, 又有一人, 一脸嚣张地朝着邪王公而去, 一众吃瓜邪修, 纷纷围在四周看热闹, 我叫, 去死, 还没说出自己叫什么名字, 邪王公深处, 一声怒吼传来, 一道血色的巨大手掌, 猛地抓了过来, 直接将对方给捏爆了, 血色手掌不停, 朝着围观人群中, 一些看上去老太龙中, 似乎快要死的邪修派去, 扑,扑, 眨眼间, 就有十几人被血色手掌轰杀, 快逃, 一众吃瓜邪修心头亥然, 四散顿逃, 邪王疯了吧, 死, 死, 血色手掌接连轰杀邪修, 邪王几乎气得爆炸, 一个接着一个来挑衅自己, 使得自己成为了, 有史以来, 最没有威严的邪王, 气得他亲自出手了, 本以为, 邪王亲自出手, 可以震慑住邪修, 结果病灵, 依旧有不怕死的跑来闯邪王宫, 不怕给你们说, 被邪王陛下亲自出手拍死了, 那是我兄弟, 什么, 竟然是你兄弟, 失定失敬, 渐渐的, 在邪修圈子里, 勇闯邪王宫引得邪王亲自出手, 才是最大的荣耀, 才是真正的勇者, 都不知道, 这风向是怎么来的, 邪王气得要吐血了, 心里怀疑, 难道出现了新的邪修功法, 让人修炼之后, 脑子会出问题, 否则, 哪来的这么多疯子, 昆武, 邪王咬牙切齿, 这一切的源头, 都是那个叫做昆武的小小邪修引起的, 注意看, 这只大猫正虎视, 单单地朝着男人走了过来, 下一秒, 男人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爹, 我是你儿子, 一下子, 竟给这只大猫整得不会了, 男人名叫麻空, 就在刚刚, 楚玄正在郁闷着机缘秘境放在小院子里将近两个月了, 都没有吸引到具有大气韵的人出现, 莫非南州没有大气韵者, 还是大气韵者, 距离太远,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到来, 爹, 你足不出户, 一念之举, 在邪修圈中引起潮流, 奖励万天静, 系统的奖励突然而来, 楚玄当时就猛了, 一念之举, 引起邪修圈子的潮流, 引起了什么潮流, 过年燃放烟花吗, 此事肯定与昆武有关, 但他不知道, 昆武具体做了什么事情, 怎么就引起潮流了, 这就是没有情报的弊端, 南州发生这么大的事情都不止, 有必要想个办法, 把黑月楼调过, 查看万天静, 万天静可随机连通万遇, 可传输物, 楚玄顿时惊喜不已, 可以随机连通各域, 并且可以传输物, 不过暂时不能传输活物, 需要楚玄实力提升到天静, 才能具备传输活物的物, 除了随机连通各域之外, 目前万天静一天可以使用三次, 定位三个地方或生灵, 定位之后, 可以随时查看定位的地方, 而万天静的印记, 可以定位在生灵上, 随着生灵移动, 定位的地方也会随之移动, 楚玄迫不及待地启动万天静, 随着灵力输入, 万天静静面出现了波纹档, 半场静面出现了画面, 高山密林, 猛兽嘶吼, 也不知道连通了哪个地方, 随着画面移动, 突然楚玄看到了人影, 将画面定格在人影所在的位置, 并且拉近距离, 马空倒在地上, 喘息着似乎身受重伤的样子, 马空, 你怎么样了? 一名黑衣青年, 气喘吁吁, 身上伤痕累累, 蹲下身查看着马空的伤势, 看情形, 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 吐呲, 弹光一闪, 一刀扎入了黑衣青年的胸口, 你, 黑衣青年双眼瞪大, 一脸难以置信之色地看着马空, 为何, 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的同伴, 竟然会偷袭自己, 想要临死反击, 然而他刚经历大战, 灵力几乎消耗一空, 马空的一刀, 更是将他经脉升机降低, 黑暗在降临, 意识逐渐魔, 为什么, 马空面目争鸣, 当然是为了独享宝物了, 对不住了兄弟, 你天赋比我好, 但我不行, 刀锋一脚, 直接结束了黑衣青年的生命, 伸手将黑衣青年的储物囊取下, 打开一看, 兴起的收起, 就要离开, 好, 骤然, 一声咆哮从身后传来, 马空脸色大变, 不好, 是天煞火, 爬起身就逃, 然而逃没有多余, 身后一只黑色斑斓的巨骨出现, 他不过玄境九重十里, 那只天煞火, 可是临近七重以上的神, 不然, 他看到虚空中, 荡漾着一面神秘的光圈, 透过光圈, 他看到了一个沐浴在神光中的身影, 如神如神, 前辈, 救命啊, 扑通, 马空跪下道, 楚玄想不到, 第一次使用万天镜, 竟然就遇到了贝子兄弟, 杀人夺宝的信, 他将七彩神光激活, 整个人沐浴在神光中, 如同仙神一般, 不要慌, 我教你一个法子, 可以轻轻松松跃进, 斩杀天煞火, 马空大喜, 多谢前辈, 快传我法子, 楚玄沐浴在神光中, 看不到面容, 声音充满绝世高人的风范, 带老虎向你呼来, 一双手持刀, 一个划铲, 从他腹下划过去, 举刀扎入其腹部, 将他开膛破度, 记住, 但凡妖兽, 其腹部必然是弱点之一, 马空猛了一下, 回头看着逼近的天煞火, 擦了擦冷汗, 前辈, 这能行吗, 放心, 没问题的, 他也料不到你会突然从他腹部划斩过去, 正所谓出其不易攻其不备, 必能一举斩杀, 楚玄给他一个信心, 有本尊盯着, 岂会出师, 马空闻言阵定了下来, 安心, 前辈这是在考验我, 对, 一定是这样, 双手握刀, 回身看向天煞火, 目光坚定, 不退反净, 好, 天煞火看到马空不退反净, 朝着自己走来, 顿时怒了, 这是在挑衅自己的虎威, 猛地冲了过来, 马空一颗心砰砰剧烈跳动, 握刀的手微微颤抖, 双腿也微微打扎, 镇定, 不要慌, 有前辈兵的, 没问题的, 马空, 这是你的机缘, 一定不要让前辈失望, 目光坚定了起来, 握刀的手不抖了, 双腿也不抖, 眼看着天煞火冲来, 已经快要离面积, 给我死, 大吼一声, 双手持刀向上, 忽然一个滑铲就朝着天煞火滑了过去, 一只爪子拍在身上, 刚滑过去的身体, 旋转着倒飞了出去, 身上传来骨骼断裂的声音, 巨重传来, 眼前一飞, 险些封死, 一口鲜血喷涌出, 碰, 狠狠地摔在地上, 马空又吐了几口血, 挣扎着坐起身, 看着一步一步逼近的天煞, 他脸色惨白, 前辈救命啊, 快救我啊, 心里咆哮着, 去特么的滑铲, 唉, 楚旋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你太让我失望了, 握刀的手不稳, 滑铲速度不够快, 时机把握不准确, 前辈, 我知道错了, 快救我啊, 马空哭求着, 来不及了, 楚旋摇了摇头, 本尊距离你所在千万里, 力量传递过去尚需一点时间, 不过不要慌, 本尊在传你个法子, 必能保你性命, 什么法子啊, 前辈快传我, 马空虽然觉得, 这位前辈的法子, 似乎不足靠谱, 眼下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你向天煞虎跪下, 磕头, 叫爹, 所谓虎毒不四子, 你都叫他爹了, 他又怎么好意思吃你呢, 楚旋一本正经地道, 啊, 马空猛啊, 这他妈什么法子, 真的有用, 自古强者, 弱小时都曾遭受过羞辱, 曾有一概式强主, 弱小时遭受过胯下支辱, 所以你不要有心理负担, 此是你唯一的活命机会, 本尊对于古兽还是很了解的, 虎毒不四子, 绝非虚言, 话都到这份上了, 马空别无他, 只能选择相信, 眼看着天煞虎已经走到根底, 他当即扑通一声跪下, 声泪俱下, 嘶吼着, 爹, 爹, 我是你儿子, 抬起一只爪子的天煞虎, 动一顿, 一双五目动得老大, 马空一看, 心中一醒, 前辈没有骗我, 果然虎毒不四子, 爹, 我是你儿, 我叫马虎, 这个不断磕头的男人刚刚认虎作父, 逃过一劫, 却因自己平准, 惨遭毒爪, 变成了一团马赛克, 男人名叫马空, 听信楚玄的建议, 声泪俱下, 认虎作父, 天煞虎灵质不会太低吧, 自己都叫他爹了, 应该会放过自己的吧, 马空看到天煞虎, 抬起的一只爪子放下, 心里也跟着松了一口气, 叫爹有用, 天煞虎缓缓转过身去, 似乎打算离开了, 马空激动得眼泪直流, 终于活下来了, 爹, 你慢走啊爹, 孩儿恭送爹爹, 天煞虎身躯抖动了一下, 似乎被恶心到了, 背对着马空, 虎尾翘了起来, 啪, 尾巴狠狠地甩了下来, 抽在马空的脑袋上, 顿时, 脑袋蹦裂, 随后天煞虎抬起后腿, 不断地踩踏着马空, 尸体踩着稀烂, 吼, 仰头大吼一声, 结果吼声到一半, 就卡在了喉咙里, 他瞪大一双眼睛, 看着脑袋上方, 荡漾着的光圈, 一个沐浴神光的人, 端坐在光圈里, 呼动, 天煞虎瞬间就走得跟猫一样, 趴在了地上, 四肢慢慢蠕动着, 想要悄悄爬走, 你所在是河地, 光圈里声音传来, 天煞虎吼了一声, 精神抑制传递而出, 北周, 楚旋惊讶了一下, 这次连通的地方, 竟然是北周, 感受着灵力消耗, 当即就切断了灵力输入, 万天镜上的画面消失, 催动万天镜, 还是很消耗灵力的, 地镜以下, 根本无法催动万天镜, 哪怕是地镜, 都无法持久, 楚旋将万天镜收起, 吞下一枚地玄丹, 默默恢复消耗的灵力, 灵力恢复后, 楚旋再次输入灵力, 万天镜镜面波纹荡漾, 慢慢的画面出现了, 哗啦, 画面中浪涛滚滚, 似乎连通了某处大样, 移动画面, 将万天镜连通的范围都看了一遍, 入眼全都是浪涛滚滚, 连一条鱼都没有看到, 楚旋失望, 第二次连通的地方, 运气不太好, 什么都没有看到, 他其实想要与强者连通, 忽悠一下强者, 反正, 对方又察觉不出自己的实力深浅, 他沐浴在神光中, 很有迷惑性, 一看就是超牛逼的强者, 灵力消耗了三分之一, 画面中也没有出现任何生灵, 始终浪涛滚滚, 第三次, 竟然连通了一个灰气弥漫, 死气沉沉的地方, 一座座灰褐色的古老石屋出现在眼前, 同样没有看到生灵, 楚旋眉头微微皱起, 这个地方似乎有点不对劲, 但只一灰, 一株灵药投放了过去, 灵药降临那个地方, 只是眨眼间, 就被污染成了灰褐色, 继续移动画面, 这里似乎是一个小空间内, 难道是什么秘境, 死气沉沉的, 又似乎是埋葬之地, 画面中出现了一座更大的石屋, 灰褐色的石屋, 死气更为浓郁, 而且死气吞吐, 似乎石屋里有人呼吸, 楚旋将画面拉近, 靠近石屋的门, 骤然, 石屋的门打开了, 画面进入石屋里面, 死气沉沉的石屋里, 潭溪做着一道身影, 干枯的身上, 穿着灰褐色的未知袍子, 死气从其鼻孔中静静出出, 凹陷的眼眶, 跳跃着银白色的光芒, 楚旋沐浴在神光中, 如仙似神, 注视着石屋中的未知存在, 他丝毫不慌, 对方又看不透自己, 更不可能顺着万天进来打自己, 也找不到自己, 阁下何人, 石屋中的未知存在, 微微抬起了头, 目光注视着楚旋, 本尊寻视诸天万剑, 偶然从此经过, 这个一身排骨的男人, 曾花一万年, 修炼至天境巅峰, 如今却被嘲笑是个废材, 只因他被困在这个死气沉沉的石屋里, 已有十万年, 就在刚刚, 楚旋告诉他, 自己寻视诸天万剑, 偶然从此经过, 微炎的声音从神光中传出, 干枯的身影沉默半上, 传出疑惑的声音, 诸天万剑, 你不知诸天万剑, 未曾听闻, 只知九玉五十周, 楚旋脑海中转动, 九玉五十周, 说的应该就是这方世界的划分, 南周所在, 不知是九玉中的哪一玉, 九玉五十周, 不过是诸天万剑中的荒僻一角, 算不得什么, 楚旋高深莫测地道, 唬人吗, 怎么牛逼怎么踹, 干枯身影身躯一阵, 眼眶中跳跃的银白光芒, 都亮了一些, 显然被楚旋的话惊到了, 九玉五十周, 竟然只是诸天万剑中的荒僻一角, 那诸天万剑的富饶之地, 又是何等强盛, 他没有怀疑楚旋的话, 眼前这人沐浴神光, 深不可刻, 一看就是恐怖至极的强者, 连通而来的那道光圈, 连他都看不透, 要知道, 他所在的地方, 哪怕是天境强者, 都不可能连通而来, 楚旋一开口就唬住了对方, 他能够察觉到, 干枯的身影极其强大, 哪怕受到了死气的侵蚀, 依旧强大无比, 远超地境, 对方似乎是困在了这里, 若是无法脱困, 一直受到死气侵蚀, 陨落是迟早的事情, 如何去往诸天万剑, 干枯的身影开口问道, 你实力太弱, 没资格知道, 楚旋张口就来, 不可能, 干枯身影沉声极力反驳, 我任长河, 困于此地时, 已是天境巅峰, 在九予五十周, 也是最顶尖的强者, 岂会没有资格知道, 楚旋心里按惊, 天境巅峰, 而此地, 竟然连天境巅峰强者都困住了, 可见极其不简单, 不过, 虎人嘛, 他是擅长的, 而且, 若是可以收个天境巅峰的仆人, 也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以他目前的实力, 想要给任长河种下魂印, 唯有一个办法, 任长河自愿接受众魂印, 想要忽悠一个天境巅峰强者, 自然是要将禀化的够大, 让对方觉得, 哪怕他是天境巅峰强者, 其实也是个小卒子, 天境巅峰, 楚旋痴笑一声, 井底之蛙, 你所说的天境巅峰, 在诸天万界, 不过是区区王靖而已, 或许你不明白, 王靖在诸天万界处于哪个层次, 今天我就告诉你, 相当于你们此处介遇的合靖左右, 那么我问你, 你们此方介遇的合靖小辈, 有资格参与天境之事吗? 任长河猛啊, 只是相当于合靖, 那诸天万界是有多强? 难怪, 九予五十周, 是荒僻角落了, 一时之间, 任长河有些无法接受, 震惊吧, 震惊就对了, 楚旋心中暗笑, 接着又问, 你修炼到此境, 花了多少时间? 一说到这个, 任长河就来信心了, 傲然道, 花了区区万年而已, 嘖嘖嘖, 资质太差了, 竟然花了万年时间, 楚旋摇头叹息, 你可知, 在诸天万界, 百年修炼到王靖, 也就是你们的天境, 都属于普通资质了, 在诸天万界, 十年天境, 还称得上天交啊, 任长河脑瓜子嗡嗡的, 难以置信, 不可能, 十年天境, 怎么可能, 他曾也是赫赫威名的长河天尊, 万年修炼到天境, 震惊无数人, 号称九欲最绝顶的天交之一, 结果, 竟然只是个废柴, 他一时之间难以接受, 哎, 井底之蛙, 不知天地之大, 实属可怜, 楚旋了口气, 前辈是何等修为, 任长河沉默半上, 苦涩的开口道, 他已经相信了楚旋的话了, 第一步忽有成功, 楚旋沉默了好半上, 知道了又能如何, 你与本尊之差距, 如梵静与天境之别, 任长河倒吸一口气, 死气滚滚涌涌入他的口中, 才恢复过来, 心里激动了起来, 或许这是自己的机缘, 恳请前辈救脱困, 楚旋高深莫测地表示, 此地略有特殊, 对你而言, 或服相依, 你若能参悟此中奥秘, 可突破如今瓶颈, 连前辈都觉得特殊, 那必然是有些非凡之处的, 任长河苦笑, 我困于此地不下十万载, 始终无法误得有何玄妙, 反倒遭受死气侵蚀, 距离陨落恐已不语, 既知危险, 为何要来闯呢, 你可知此事何地, 知道, 荒谷玉落神窟, 任长河颓然道, 在遇到楚旋之前, 他纵然被困于此地, 依旧是自傲的, 能困住他任长河的地方, 也能困住天下间, 任何一个天境巅峰强者, 如今, 他颓丧了, 原来, 自己坐井观天了, 在真正的天骄面前, 自己只是个废物, 楚旋记下名字, 荒谷玉落神窟, 九玉之一, 知道了其中一遇, 既然偶遇, 那便是圆, 本尊指点你一二吧, 楚旋故弄玄虚, 死气亦非死气, 生气亦能是死气, 向死而生, 生死轮转, 可如大道, 可脱困, 可突破瓶颈, 任长河闻言喃喃自语, 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困于此地十万年, 始终无法脱困, 始终无法领悟, 落神窟究竟有什么机缘, 机缘在何处, 向死而生, 生死轮转, 也是突破天境巅峰的关键, 然而, 如何向死而生, 如何生死轮转, 前辈, 楚旋不等他询问, 就打断了他, 好好误, 不要还没误, 就想知道答案, 每个人都误到的都是不一样的, 年轻人, 不要急走, 要沉得住气, 你都困了十万年了, 还有什么沉不住气的, 本尊关你千年内无恙, 急什么呢, 前辈教训的是, 任长河恭敬地道, 是啊, 自己急什么呢, 哪怕与诸天万界天交比, 自己是个废物, 但在九亿五十周, 自己仍旧是威名赫赫的长河天尊, 不疏语, 若是自己都无法领悟出来, 此方世界, 又有谁能领悟出来呢, 多谢前辈指点, 任长河开始思考, 开始领悟其中的奥米, 第一步忽有成功, 下一步, 就是解决死气侵蚀的问题, 如此一来, 将人长河受为仆人, 或是寄名弟子, 就没有丝毫问题, 千万不要小瞧这个一步遮体的光头, 他仅仅用了一万年, 便修炼至天境巅峰, 而比他更嚣张的, 当属这名神秘光圈中的男子, 他不惜耗费巨量灵力, 将自己传输至此, 只为给光头男吹吹流弊, 男人名叫楚玄, 就在刚刚, 他成功忽悠这个大自己十一万岁的任长河, 相信了自己有能力助他脱困, 一口一声前辈, 叫得楚玄心花怒放, 说为仆人或许难一点, 寄名弟子问题不大, 关键在于, 给他肿婚印的时候, 他不会有任何逆反的心理, 稍有逆反心理, 就无法仲下魂印, 好好参悟吧, 本尊继续巡视万界取了, 希望我在看你时, 已经参悟了出来, 楚玄双指一挥, 将万天境三个定位之一的印记, 定在了任长河身上, 恭送前辈, 任长河必功必尽, 发现任长河没有任何反应, 心里松一口气, 万天境的定位印记, 竟然连天境巅峰都发掘不了, 不愧是系统出品, 打了个响指, 切断灵力输入, 万天境一天使用三次的次数, 已经使用完了, 定, 你越境忽悠任长河, 奖励阴阳和神章, 果然, 触发了系统的随机奖励, 楚玄第一时间查看, 阴阳和神章, 亏阴阳大道, 生死轮转, 逆死气为生机, 化生机为死机, 阴阳和神章, 是一门直通阴阳大道的大术, 可逆死气为生机, 也可化生机为死机, 若是任长河修炼此数, 非但可以化解眼前的危机, 更可以突破瓶颈, 甚至亏得阴阳大道, 楚玄当即领取, 阴阳和神章的感悟, 浮上心头, 带领悟之后, 不由地感叹, 阴阳大道悬傲莫测, 生死转换, 一旦修炼有成, 实力超强, 并且极不容易陨落, 他在忽悠任长河时, 其实已经准备了化解死气之法, 宅了这么久, 系统奖励了诸多秘书, 其中就有炼化死气为己用的秘书, 他原本打算传授这么一门秘书, 增加任长河心中的分量, 再想办法让他接受被种下魂印的, 如今, 有了这门阴阳和神章, 毫不夸张地说, 收下任长河问题不大, 关键在于, 要让他诚心信服自己, 并且毫无保留, 敞开心神, 没有任何抵触地给自己种下魂印, 这需要一个过程, 以及一个合理的借口, 只要种下了魂印, 哪怕他发觉不对劲, 也无济于事, 况且, 以种魂印的玄奥, 万天竟进入沉寂状态, 今年无法再使用了, 而且也不能这么快, 就又找上任长河, 必须给他一点时间, 让他去参舞, 楚玄开始修炼阴阳和神章, 勃勃生机的身上, 骤然变得死气沉沉, 吓得天灵猫一跳, 汉天金鹏与世灵花, 都好奇地围了上来, 死气弥漫, 楚玄宛若已经死去无数岁月, 骤然, 死气逆转, 化为了勃勃生机, 生死轮转, 逆死为生, 一边用万天竟连通个鱼, 由于是随机连通的, 接连几日, 都没有连通到什么有价值的地方, 要么是一片荒漠, 要么是大洋, 也不知道人长河领悟的如何, 楚玄压下想要窥探的念头, 静静地等待着适合的时间, 再去忽悠一番。 这个男人一年都没跨出家门一步, 只因他有个宅家系统, 宅得越久, 奖励越丰厚, 如今他每天的娱乐活动, 就是利用系统奖励的一面镜子, 窥探这堵围墙外面的大千世界, 经过这些天的随机连通, 刚刚终于又与一位强者搭上了线, 那是一名叫杜元西州的尊敬强者, 楚玄装前被高人装上瘾了, 忽悠的对方一愣一愣的, 将万天竟的一个应急, 定在了杜元的身上, 随时都可以定位找到他, 通过刚才的一番交流, 楚玄打探出来了, 身处的南州, 属于九狱中的北狱, 杜元同为北狱中人, 他没有什么大背景, 目前是西州某个家族的工作, 万天竟还剩下一个应急, 楚玄决定这个应急要谨慎使用, 一旦三个应急都使用完了, 想要再次定位, 就必须收回一个应急才行, 但是就目前来说, 不论是任长河或是杜元, 他都没有收回应急的打算, 收起万天竟, 楚玄准备回屋睡一觉, 突然发现有人潜入了楚家族地, 并非邪教中人, 来人不过邻近二重修为, 但一身脸心逆行的装备, 以及拿在手里的某种探查类引起, 可谓装备高端上档次, 哪怕是楚家都弄不出这么一身装备了, 邪教就更不可能了, 楚玄双眼一亮, 黑月楼的情报探子, 他正苦恼着, 没有一个得力的侍从, 代替自己去把黑月楼给收服过来, 想不到黑月楼的情报探子送上门来了, 这是在探查楚家族地, 摸清楚家防御状况, 绘制楚家族地地形图, 还是受邪教的委托, 楚玄纳闷了, 邪教的人脑子有病, 为何逮着楚家不放呢? 邵谷小心翼翼地探查着楚家族地, 每一次潜入探查情报, 他都非常谨慎, 哪怕身上的脸心逆行装备高端, 楚家防御稍稍松懈, 他依旧不敢有丝毫大意, 他距离精英情报员职位不远了, 来的路上一直在想, 等干完这票, 升职加薪, 就能回老家迎娶白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了, 不过, 小心翼翼探查的同时, 他也时刻做好了瞬间自毁情报装备, 激活顿空珠顿逃的准备, 黑月楼情报纪律, 每一个情报人员都要时刻做好, 自毁情报装备的准备, 切不可泄露黑月楼情报人员身份, 必要时可以自语, 一路探查, 邵谷只觉得楚家族地, 布局不太正常了, 一株大树, 独立栽种在一座小土堆上, 还有个像傻子的护卫, 站在树枝上眺望四方, 更离谱的是, 竟然还挖了豪沟, 走着, 走着, 脸前出现了一座大山, 看到大山的那一刻, 邵谷就梦了, 楚家族地, 什么时候有一座大山了, 不太对劲, 究竟哪里不对劲, 他又说不上来, 是绕过山呢, 还是登上山, 稍稍迟疑, 邵谷决定登山, 他很好奇, 楚家族地为何会有一座大山存在, 明明在族地外, 没有见到有大山啊, 而且根据情报, 楚家族地方园不过十二里而已, 楚旋喝着茶, 看着在院子外面, 像个石头一样蹲着的哨骨, 笑了一笑, 毕竟的手段, 岂是区区临近能够察觉的, 你不会以为只有孙猴子才会画圈圈吧, 我们的男主也会, 不过, 他画的圈圈, 却能轻易将满级逃逸装备的高级情报人员困在里面, 并且毫不知觉, 就在刚刚, 紫月国的某个洞窟内, 胡旋一脸不安, 因为他刚被邪王庭的一名使者训斥了一番, 依照惯例, 邪教受创严重后, 王庭都会拨下一定的资源, 重建邪教, 壮大邪教, 然而, 这一次并没有资源给他, 并非邪王庭没有拨下重建邪教的资源, 而是不太信任他的能力, 没有将资源交到他手上, 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 真正使得胡权不安的是, 昆武引起的邪修圈风向和潮流, 邪王大怒, 都快要气风了, 据闻, 已经在查昆武的动机来自何处, 他很担心查到他头上, 哪怕并非他怂恿昆武的, 然而事情刚好发生他聘请昆武期间, 由不得他辩解, 以邪王现在几乎要气风的状况, 宁杀错不放过, 胡权心里很慌, 胡权对楚家的仇恨越来越深, 快要压抑不住了, 又掏出了魔血猪端下, 咬咬牙, 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没过多久, 万长便接到的一个委托任务, 从紫月国那边转过来的, 竟是紫月国邪教教主, 花了重金, 要黑月楼探查楚家族地的布防, 以及地形图, 意图可以说是很明显的, 就是为了熟悉楚家族地, 突袭楚家, 万长很好奇, 秦国邪教教主卢旺, 都没舍得下如此重本, 委托黑月楼摸抵楚家族地的状况呢, 怎么胡权反倒下血本呢, 他与楚家有何大仇, 罢了罢了, 黑月楼什么委托都接, 只要付得出代价就行, 既然接了委托, 必然是要完成的, 黑月楼信誉为重, 判查楚家族地的状况, 但区区临近的邵谷怎逃得过楚旋的法眼呢, 于是, 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邵谷觉得自己在探查楚家族地, 实则像个石头一样, 蹲在院子外, 动也不动一下, 在外人看来, 他就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块石头, 对于黑月楼此来的目的, 楚旋并不在意, 他现在是放长线钓大鱼, 根据他对黑月楼规则了解, 既然接受了委托, 必然会完成的, 否则信誉受损, 能力受到质疑, 一个情报人员陷落, 那么就会派出更强的情报人员, 如此一路钓下去, 终究能钓到能够满足自己的大鱼的, 楚旋等待着第二条鱼上钩, 三天过去了, 情报人员没有反馈回情报, 万长眉头皱了起来, 难道出了什么事情, 或是, 楚家族地外送内警, 探查清楚需要更多的时间, 黑月楼的委托任务, 是尽可能快完成的, 如此才能显示黑月楼的能力力强大, 而他作为楼主, 越快完成委托任务, 说明能力越出众, 评分上有优势, 升值更快, 所以, 万长昨天就给少补发出了返回的指令, 不论有没有完成任务, 接到命令后, 必须返回汇报进度, 不对劲, 万长眉头一皱, 楚家有何能力留下少补, 虽然他不是精英情报人员, 但也是老情报人员了, 执行了多次潜伏探查任务, 无奈之下, 万长只好再派遣一名精英情报人员去执行任务, 顺带探查一下, 少补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令万长意想不到的是, 那位委托者紫月国邪教教主胡全, 竟然亲自来了, 万兄, 已经委托你们黑月楼如此长时间了, 还没有结果吗, 胡全阴沉着脸道, 胡教主, 你放心, 我们黑月楼办事, 一个自问, 万长信誓旦旦, 你稍等两三天, 必有结果, 黑月楼素来以效率著称, 楚家固然实力不弱, 但探查足地布局, 对于黑月楼而言, 并不算难事吧, 我希望万楼主, 能够尽快完成任务, 三天, 我再等三天, 若是无结果, 我就取消任务, 胡全低沉道, 放心, 胡教主, 我黑月楼办事, 效率与稳是出了名的, 你安心稍等便可, 万长拍着胸脯保证道, 胡全悄然离开, 他可不敢留在黑月楼, 这群黑心肝的, 搞不好会把他给卖给楚家, 甚至是紫月国, 他还是指点钱的, 雷精英情报员发出了指令, 马上返回汇报情况, 若是因为委托效率问题, 导致雇主取消了委托, 他的能力, 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眼看着, 又要到平分晋升的时候, 这个时候落个能力不足, 必然升职无望, 这个一脸为所样的男人正蹲在灌木丛后, 眉头紧锁, 好像在酝尿什么大事, 大家猜猜是什么事, 男人名叫万长, 最为神秘的情报机构里的有志好青年, 就在刚刚, 他接连派出去的几名资深精英情报员都神秘失联, 急得他乱跺脚, 还是太小看楚家了, 万长穿上装备, 趁着夜色, 朝着楚家族的儿去, 谁也别想阻止他晋升为精英楼主, 三十年了, 他已经在普通楼主职位上, 待了三十年了, 只有成为精英楼主, 他才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 把秀为提升到合进三重以上, 万长很自信, 他可是同排情报人员, 经验丰富, 曾以临近九重实力, 刺杀了一名虚敬一众的武者, 楚家实力如何, 他是了解的, 没有谁能够留下自己, 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留不住这份情报, 我说的, 说吧, 一个纵身, 越强而过, 只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 可是帅不过三秒, 此刻的万长自己都不知道落地的一刹那, 到底经历了什么, 此刻的他只是一个劲的求饶, 我全都说, 求求你别打了, 楚军黑月楼楼主, 楚玄看着跪在地上, 瑟瑟发抖的万长笑着开口道, 终于钓到一条像样的鱼了, 是, 是, 万长哪敢有任何反抗心思, 说说吧, 此来为何, 楚玄心里有了计策, 暂且控制万长这个楼主, 情报方面暂且足够, 等待时机, 将黑月楼在秦国的化石人控制, 那么秦国黑月楼就在他的掌控之中, 等到实力强大, 再慢慢将更大的鱼钓过来, 万长不敢隐瞒, 至于黑月楼的信誉问题, 以他一个小小的虚境巅峰舞者, 在递进强者面前根本不存在守住信誉的可能, 老老实实地, 将胡拳的委托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 楚玄都无语了, 楚家与胡拳有仇吗? 对方想要做什么? 楚玄自然是知道的, 邪修最近有什么潮流吗? 楚玄很好奇, 昆武那个家伙, 究竟引起了邪修圈的什么潮流? 最近一个叫昆武的, 闹得挺厉害, 形成了风潮, 带动了邪修圈里的一些疯子, 以用闯邪王公为荣, 幻常将邪王庭的事情, 详细阐述了一遍, 楚玄顿时无语了, 尼玛, 那些邪修脑子是不是有病? 竟然以闯领导办公室为荣, 这邪教是够邪的。 你听说过以闯领导办公室为荣的单位吗? 就是那种冲进去一顿秃秃秃, 甚至不惜与领导同归于尽的床, 这个男人一脸猛逼, 想必是听说了世上竟真的有这种单位存在吧? 男人名叫楚玄, 就在刚刚自动送上门来的情报部门精英万常, 自愿奉上这一惊爆消息, 单位叫邪教, 现如今出门在外, 没有个闯过邪王公的朋友, 都不好意思出来吹牛逼了。 果然, 邪修修炼邪功, 容易把脑子炼坏, 楚玄给万常种下魂印, 又将控制的另外三人, 也分别种下魂印, 让另外三人离开, 留下万常, 了解一下黑月楼的体系与运作。 万常虽然只是一个普通楼主, 但他对于黑月楼的体系与运作, 分为普通楼主、精英楼主、 红牌、银牌、金牌、 一星到九星等。 万常只是个普通楼主, 下阶段他要尝试晋升精英楼主, 你晋升之后, 就是位秦国黑月楼的新主事人吗? 晋升精英楼主需要什么条件? 楚玄一下子来了兴趣, 业绩、能力或实力。 万常恭敬的, 秦国黑月楼主事人上面, 又是什么人? 楚玄若有所思, 黑月楼的体系, 可以说是非常缜密, 担了多个部门, 担负不同的职责, 而众多部门之上, 有一个统筹者。 万常对于晋升精英楼主, 信心十足, 只要近期不出什么意外, 楚玄随即扔出一瓶丹药, 这瓶丹药给你, 足以让你短时间内, 突破到合径, 乃至合径三重。 万常一世感激涕零, 多谢主上, 好好办事, 亏不了你的。 楚玄勉励一番, 你照常就可, 有什么情报, 派个人送来, 遵命, 那胡权的委托, 怎么处理, 要不要找人把他给。 万常小心翼翼地 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不必, 不要妨碍他的任何行动, 还有, 你把不防雨地形图都给他。 楚玄想了一想, 将一份楚家族地的地形图, 让万常交给胡权, 只要胡权行动, 都会经过他的小院子。 其实他也很好奇, 胡权这个紫月国邪教教主, 究竟想要做什么, 他已经是地境强者, 自然不担心会出什么意外。 是, 主上, 万常恭敬地离取, 叮咚, 你足不出户, 悄无声息间, 暗中掌控了楚郡黑月楼, 奖励子母通讯符练制法。 系统的声音响起, 子母通讯符, 楚玄查看子母通讯符的信息。 快看, 这个男人竟是对蒋鸡之父, 只因他有一套宅家系统, 系统会时不时奖励他一些奇珍异宝。 男人名叫楚玄, 就在刚刚, 系统又奖励了他一套子母通讯符。 楚玄认真查看着说明书, 子母通讯符, 以母符为根基, 子符可进行讯息交流。 这是一种用以通讯的符, 其中母符为主控符, 可以接收所有子符的讯息, 可以掌控每一枚子符的讯息与动向。 子符之间, 可以相互传讯。 一枚母符最少可以分出百枚子符, 炼制的等级越高, 分出的子符越多, 能够通讯的距离越远。 最低等的子母通讯符, 三万里内可以相互交流通讯, 高等级的子母通讯符, 百万里内通讯无碍。 楚旋对于这个奖励非常满意, 正好可以炼制出来, 用以给黑月楼的情报传递之用。 母符掌控在自己手里, 子符的信息, 自己都能全程掌握。 配上上暗号, 哪怕子符被人所恶, 也能第一时间知晓。 而且, 楚旋琢磨着, 可以给子符设置密码呀。 没有密码, 那么得到子符, 也无法使用。 母符是可以定位子符所在的。 以楚旋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南州是没有这种类似通讯符的通讯灵器的。 哪怕黑月楼以情报著称, 使用的依旧是一种特殊的邀请, 用以传递情报。 楚旋更想到一个获得情报的方式, 母符控制在手中, 将子符出售。 用子符通讯的人, 自然在他的掌握之中。 尤其是卖给一些大势力, 他们不知道有母符的存在。 子符之间, 可以设置彼此留下印记, 才能通讯。 如此一来, 无形间整个宗门的情报, 都在掌控之中。 楚旋决定, 炼制一套出来试用。 更多功能, 可以在使用过程中挖掘。 而且, 子母通讯符也可以进行升级, 将功能扩展。 子母通讯符的炼制, 对楚旋来说并不难, 但若是要大量炼制, 就有点麻烦了。 因此, 楚旋又不得不考虑着, 怎么才能够受一个天赋优越的弟子, 为自己代劳炼制通讯符。 楚旋心里有了一个子母通讯符的大规划, 一旦实行成功, 等同于构建了一个通讯网络, 而自己掌控通讯网络的嘱咐。 如此一来, 足不出户, 便可知天下事, 乃之个宗门的机密。 楚旋又看向机缘秘境, 这么长时间, 怎么还没有吸引个大气运者们, 自己缺人手啊。 这个绿衣少年, 本是秦国最流弊的情报机构里, 前途无限的上进好青年, 如今却甘心成为这位废材少爷的一名傀儡。 主上您找我, 少年名叫少谷, 目前就负责为楚旋跑腿。 楚旋花了两个多小时, 将一枚母符与一百枚子符炼制完成, 将几枚子符交给少谷, 让他带回去给万常, 并讲解了使用方法。 少谷一脸震惊之色, 身为情报员的他自然明白, 子母通讯符的出现, 对情报的传递, 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楚旋知道, 一旦子母通讯符被黑月楼高层得知, 会引来关注, 因此他暂时没有将通讯符广泛使用的打算, 暂时只交给万常几人, 可以及时给自己发讯息, 唯有等到实力足够强了, 才会公布出来。 黑月楼的水, 还是有点深的, 只是递进修为的话, 楚旋觉得不太保险, 他担心把深水区里的大鱼提前吊出来了, 少谷拿着通讯符离开。 接下来几天, 楚旋一边用万天静随机连通其他地方之外, 也偶尔找读员聊聊天, 一位尊敬强者, 更是为散修出身, 能忽悠一下就忽悠一下。 楚旋很享受前辈高人的感觉, 随着二人聊得多了, 杜元偶尔也会将自己遇到的问题, 向楚旋请教, 前辈, 我最近遇到一事, 愁愁不绝, 向前辈请教一二, 你说, 什么事? 楚旋目前的人设, 闭关漫长岁月, 找个人聊聊天, 看杜元有缘, 才指点一二晚辈。 西周有一大家族, 后辈之中, 有一位曾经的天才, 不过在三年前, 突然半废了, 修为停滞不前, 就在不久前, 他被退婚了。 楚旋听得脸色古怪, 那位大家族曾经的天才, 怎么有种主角的模板呢? 曾经是天骄, 现在废了, 又被退婚, 是不是还吼上一句, 末期少年穷啊? 而那位天才的父亲, 为了给他智商, 外出寻要失踪了, 天才在家族受尽欺辱。 终于, 在三天前, 天才突然爆发了, 将欺辱他的某个天骄, 摁在地上摩擦, 更是盗走了家族一批资源, 狂言退出那家族。 目前, 那个家族发出了追杀令, 任何人只要杀了天才, 或是擒拿对方, 必有丰厚奖励。 杜元所在的家族, 有人心动了, 并且发现了天才踪迹, 但那位天才毕竟是出自大家族, 事情影响很大, 一直拿不下主意, 于是来请示杜元。 而杜元是个散修, 能够活到现在, 并且修炼到尊敬, 除了天赋, 机缘之外, 更重要的是谨慎。 楚旋欲发觉的那位天才, 并不简单, 天才突然变成废柴, 更是在遭受欺辱之后, 突然爆发, 必然是恢复了天才属性, 而且实力更进一步。 这种有主角式光环的人, 都不容易死的, 此事不要参与, 否则有灭顶之灾。 过了半场, 楚旋才高深莫测地吐出几个字, 杜元顿时倒吸一口气, 前辈, 如何肯定会有灭顶之灾? 从天才到废柴, 再从废柴到天才, 其中必有隐秘, 须知每一个爵士强者, 都是踩着无数天骄为踏脚石杀出来的。 你且等等看, 参与围剿的人, 都不会有好下场, 越是名声在外的天骄参与围剿, 最终都会陨落或被费。 杜元深吸一口气, 我听前辈的, 这就阻止他们参与。 几天后, 杜元对楚旋愈发恭敬了, 庆幸自己阻止了小家族参与围剿。 果如楚旋所料, 那位天才横扫四方敌, 杜元所在大城的天骄, 几乎全都陨落。 那位天才杀完人, 顿逃无踪, 扬言凡事参与的势力, 他都将会一一报复回去。 楚旋对那位天才来了兴趣, 思考着是不是在北州布置下一座机缘秘境, 说不定那位天才会到机缘秘境里呢? 他有种预感, 那位天才很快就要名震北州, 飞快崛起, 踩着诸多天骄上位。 这个小胖子已是南州第一强者, 却依旧愁眉苦脸的, 只因他刚刚得知, 那个靠自己装神秘收服的, 远在北州的尊敬徒弟即将前往南州。 前辈, 近日我打算远行一趟, 为战魔谷地开启筹划。 战魔谷地, 楚旋一愣, 杜元这是要参与秘境机缘争夺了, 连他这个尊敬强者都动心的秘境, 肯定不简单。 而且, 听名字就知道不是简单的地方, 必然是上古战场之类的。 对, 南州战魔谷地, 数十年内必然会开启。 杜元神色凝重, 南州在上古爆发大战, 地脉崩溃, 规则不全, 如今规则正在恢复之中, 一旦规则恢复, 战魔谷地将会出现。 晚辈打算提前去南州布局一番, 也好在战魔谷地开启之时, 占据一点心机。 接着又叹了一口气, 晚辈一介散修, 中州比不得那些大势力强者, 不提前布局一番, 倒是恐怕连参与的资格都没有。 趁着南州尚未被大势力封锁, 晚辈去南州潜伏下来, 楚旋一听, 顿时就紧张了, 我特末刚成为南州最强者, 现在要来一个尊敬强者, 除了渡元, 其他州的强者, 是否也有此想法? 那什么战魔谷地, 必然就是导致南州地脉崩溃, 规则不全的那场人魔大战, 战场成为了秘境, 一旦开启, 自然不凡, 无数大势力都想着奋一杯羹, 南州要风起云涌了, 楚旋顿时感受到压力了, 不行, 现在还不行, 在我提升实力前不能让他来, 必须阻止渡元来南州, 楚旋快速思索着办法, 你且稍等, 我为你看看南州的局势, 装模作样一番, 看得渡元震撼不已, 这位前辈实力惊天啊, 好扮赏, 楚旋才开口, 小都啊, 听前辈一句劝, 南州水深, 你把握不住, 若想站的先机, 还需提升修为, 渡元神色一紧, 小心翼翼问道, 前辈, 南州地脉崩溃, 规则不全, 传承缺失, 应该连地镜都没有吧, 楚旋不弄玄虚般叹了口气, 你这小儿, 镜愚钝至此, 只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为师问你, 南州地脉因和崩溃, 规则又何以不全, 当然是强者相争, 大战所致, 渡元不暇思索道, 是天镜以上, 渡元惊呼一声, 毕竟再多的尊敬强者大战, 也无法打得地脉崩溃, 规则不全的, 唯有传闻中的天镜强者才有可能做到, 然也, 楚旋总算松了一口气, 你虽愚钝, 但一点就透, 还没有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南州那地方, 一群天镜的小家伙在布局, 你一个小小的尊敬, 汤不了那么深的水, 听前辈一句劝, 你把握不住的, 渡元顿时神色一变, 天镜强者的布局, 而且是一群, 自己小小尊敬汤进去, 岂不是连灰都找不到, 更让他震惊的是, 天镜强者在前辈口中, 只是一群小家伙, 可见前辈实力之高绝, 完全超乎想象, 多谢前辈, 渡元功身鞠躬, 若非前辈指点, 晚辈今遭孔有去无悔, 无妨, 你我既然相见, 便是缘分, 望你专心修为, 勿生他念, 即日化尽于此, 得缘再见, 关掉乱天镜, 楚旋心里丝毫没有放松, 虽然阻止了渡元来南州, 但知道这个消息的强者可绝不止他一个, 其他强者了, 搞不好, 南州某个搭踏里, 就藏着一个地境强者乃至尊敬强者, 必须要稳住, 尽快提升修为, 除了提升修为之外, 还要准备一些其他后手, 比如任长河, 注意看, 这个号称九域最绝顶的天骄之一, 曾经仅用万年便修炼到天境, 震惊了无数人的长河天尊, 如今仅仅听男人口诉了一遍玄傲莫测的阴阳和神钢, 便已领悟其中三成, 却仍被男人嘲笑领悟能力太差, 男人名叫楚旋, 就在刚刚, 他成功忽悠打消了渡源来南州的想法, 但自己也不确定是否会有其他强者奠地着这片战魔谷地, 所以现在除了提升修为之外, 还要准备一些其他后手, 于是便想到了任长河, 若是可以让他心甘情愿地种下种魂印, 一旦南州有变, 可以让他赶爱南州, 修炼了阴阳和神章后, 任长河脱困问题不大, 实力也将会更进一步, 天境巅峰, 甚至更强的实力, 绝对能够稳住南州局势的, 所以, 必须忽悠任长河了, 楚旋不再犹豫, 连通任长河所在, 死气沉沉的洛神窟依旧, 实屋内, 任长河身上的死气更浓了, 整个人似乎更干枯了一些, 有点废啊, 沐浴在神光之中, 楚旋叹了一口气, 哎, 天资愚钝, 天资愚钝啊, 任长河精神一震, 抬起了脑袋, 看到沐浴神光中的楚旋, 激动不已, 受命损耗了两百多年, 吓得他不敢继续参悟了, 但又不甘心困于此地雨落, 他最近在怀疑人生, 自己真的是绝顶天骄, 为何无法参悟出来, 晚辈天资愚钝, 无法参悟出来, 还请前辈指点一二, 任长河恭恭敬敬地匍匐在壁, 一路登顶天境巅峰, 几乎横扫铜镜无敌的骄傲, 这一刻全都化为了羞愧, 再无一丝自傲, 若非自觉天资愚钝, 不好意思拜师, 他都要磕头求楚玄收为弟子了, 楚玄一声长叹, 愚钝, 愚钝啊, 摇头叹息, 沉默半赏, 也罢, 终归是有些缘分, 好半赏之后, 楚玄才开口, 不过法不清传, 你能遇, 到本尊, 算是有些缘分, 暂且收你为记名弟子, 你可愿意, 任长河大喜, 不停叩拜, 弟子愿意, 记名弟子也是弟子啊, 楚玄继续提醒, 虽是记名弟子, 终归也是要离开此界域, 去闯荡诸天万界的, 但你实力终归太弱, 按理是没有资格的, 顿了一顿, 本尊赐你印记, 可魄力让你有资格去往诸天万界, 你且将印记耐入神魂, 听得任长河眼冒绿光, 楚玄说完, 凝聚出一枚种魂印, 通过万天境传输了过去, 至于任长河是否会耐入神魂, 只能看他如何选择了, 虽然种下种魂印之后, 他才无法对自己产生任何的抗拒, 生不出任何一丝不好的念头, 甚至于需要依照自己的意志形式, 任长河看着出现在面前的, 玄奥莫测的小小印章,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将其纳入了神魂之中, 他也是个果断的人, 不论其中是否存在阴谋, 若不能脱困, 他又能活多久, 还不如搏一把, 是真是假, 很快就能够知道了, 种魂印纳入神魂, 任长河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至于为何不对劲, 又说不上来, 只是这一刻, 他对眼前的这位前辈似乎更尊敬了, 生不起任何不良的心思, 见任长河将种魂印纳入神魂, 楚玄心中大喜, 终于忽悠到手了, 收了一个天境巅峰的弟子, 楚玄感受了一下, 任长河神魂中的种魂印, 已经烙印在了他的神魂中, 仿佛与生俱来, 除非神魂崩散, 生死盗销, 否则无法去处, 稳了, 叮咚, 你足不出户, 越境收徒, 百年修为, 楚玄心中大喜, 再奖励几次, 自己很快就能突破尊敬了, 百断炼神术的后续篇章奖励来了, 修炼了如此长时间的百断炼神术, 楚玄深刻认识到, 这门神魂修炼之法的强大, 太好了, 这下尊敬突破在望, 不过楚玄没有第一时间领取百年修为与百断炼神术中天, 而是传授任长河阴阳和神章, 领取修为与百断炼神术, 需要一定的时间消化, 此时切断灵力输入, 结束与任长河的联通, 恐怕任长河会以为遇到骗子, 会崩溃的, 你继为我弟子, 本尊便传你一门大术, 此术名为阴阳和神章, 修炼有成, 可生死轮转, 逆死为生, 化身为死, 挥得阴阳大道, 任长河恭敬拜福, 多谢世尊, 嗯, 你且听好, 楚玄身上神光愈发耀眼, 衬托得他更威严, 宛若仙神灵反, 一字一句, 宛若大道之音, 通过万天境传输到任长河所在, 阴阳和神章楚玄已经完全领悟, 虽然实力不如任长河, 若论感悟, 绝对是甩了任长河失条街的, 任长河感悟着阴阳和神章, 新潮澎湃, 自己的选择对了, 果真是机缘来了, 这门阴阳和神章, 玄傲非凡, 直指阴阳大道, 楚玄将阴阳和神章传授完毕, 问道, 你领悟了多少, 任长河顿时羞愧难耐, 禀师尊, 弟子愚顿, 只领悟了不到三成, 这下给楚玄整无语了, 是任长河领悟太差吗, 还是阴阳和神章太过悬傲, 他没感觉, 阴阳和神章有多难领悟, 虽然有系统直接灌输, 让他完全领悟的原因, 他自己本身, 也没觉得太难领悟, 哪怕不用系统灌输, 楚玄觉得自己领悟也不需要太长时间, 任长河好歹是天境巅峰呢, 竟然才领悟了三成不道, 能够修炼到天境, 天资岂会差, 何况, 任长河万年修炼到天境, 他当时可是很自傲的, 可见他当初天资绝伦, 乃是绝顶的天骄, 这只能说明, 阴阳和神章比自己预想的还要玄傲, 这个可怜巴巴的老头, 可不是普通的老实人, 他曾是九与五十周的绝顶天骄, 几乎横扫同辈无敌, 可如今却被困于死期弥漫的 十屋内不下十万载, 始终无法误得有何玄妙, 反倒遭受死期侵蚀, 距离陨落孔已不远, 老头名叫任长河, 就在刚刚, 楚玄成功忽悠他拜自己为师, 更是将阴阳和神章传授于他, 无奈老头天赋太差, 禁止误得其中三成, 抬头见楚玄半赏都没有说话, 欲发羞愧不已, 心中更是忐忑, 师尊不会是后悔收自己为徒了吧, 心中暗自决定, 自己一定要努力修炼, 好伴赏楚玄开口道, 听不出喜怒与不满, 谢师尊, 任长河心里稍稍松一口气, 接下来, 楚玄为任长河讲解, 如何恋化死期为生机, 足足花了半个小时, 任长河才完全掌握, 你且修炼着吧, 好好参悟, 为任长河讲解完毕, 楚玄就切断了灵力输入, 关闭万天境, 当老师真不容易啊, 恭送世尊, 任长河拜福道, 伴赏, 才抬起头, 目光坚定, 自己也曾是9月50周的绝顶天骄, 几乎横扫同辈无敌, 我任长河不属于任何人, 我不会让师尊失望的, 任长河开始修炼阴阳和神章, 只要炼化死期为生机修炼成功, 他就不再担心陨落的问题, 一旦生死轮转修炼完成, 脱空而出没有任何问题, 并且实力也将更进一步, 更是有望突破到传说中的神迹, 楚玄关闭万天境后, 第一时间领取了奖励, 百年修为灌输而来, 呼, 出到了递进五重, 楚玄感叹, 修为越高, 修炼的速度也越慢了, 百年修为, 才突破了三重, 领取百断炼神术中天, 与上篇相比, 中天除了增加修炼神魂之法外, 更增加了神魂防御术与神魂攻击术, 楚玄第一时间, 就凝聚出了一枚神魂之毛, 此毛不伤肉身, 只伤神魂, 防不胜防, 至此, 楚玄神魂上的防御与攻击之术齐全, 上一次系统奖励的增强版炼神图, 如今已经没有太大的效果了, 楚玄盯上好几个小时, 才会感到微微眩晕, 对于辅助修炼神魂的速度太慢了, 楚玄长输一口气, 什么时候才有新的呀, 修为突破后, 楚玄第一时间以子母通讯夫联系万长, 通知他收集关于战魔谷地的情报, 以及外周是否有强者来南周, 同时让他留意一下, 黑月楼是否有递进或以上实力的强者来了南周, 万长在黑月楼的地位, 终究是低了一些, 哪怕晋升精英楼主, 也只是掌控黑月楼在秦国的业务, 对于更高一层次的情报, 以及黑月楼的行动, 都无法接触到, 楚玄决定, 要进一步扩大在黑月楼的掌控才行, 等万长晋升精英楼主, 掌控了秦国业务, 就想办法掉大雨, 美滋滋控制黑月楼指日可待了, 一天后, 万长传来讯息, 他并不知道战魔谷地的信息, 以他目前的权限, 没有在黑月楼查到相关的情报, 楚玄不意外, 万长在黑月楼的层次还太低了, 便吩咐他尽快晋升精英楼主, 同时, 还送给万长一枚肿魂印, 让他去找他的上司铜牌楼主, 毕竟递进五重的实力, 还不够保障, 必须突破尊敬才行, 好在距离战魔谷地开启, 还有不短的时间, 而且暂时不会有外周强者过来, 还能够稳一段时间, 往后半个月时间, 楚玄用以修炼的时间增多了, 一口气, 期间, 再次连通任长河, 为他讲解了一番阴阳和神章, 任长河如今已经不再死气沉沉, 身上诞生了浓郁的生机, 干枯的身躯稍稍饱满了一些, 但距离完全恢复过来, 乃至脱困还早, 如今, 万长也晋升了精英楼主, 掌控秦国业务后, 他也接触上了负责他的铜牌楼主, 姚雄, 黑月楼铜牌楼主, 万长的顶头上司, 此刻, 他正恭敬地站在楚玄面前, 心里把万长骂了的狗血领头, 万长上次单独约见姚雄, 楚玄的那一缕递进力量, 强势镇压姚雄, 将种魂印打入他神魂之中, 控制了姚雄之后, 楚玄就让他来了, 战魔谷地, 你可知道, 楚玄问道, 领主上, 属下不知道, 姚雄摇了摇头, 果然, 战魔谷地的情报等级不低, 同牌楼主都没资格接触, 毕竟, 战魔谷地仍处于隐秘状态, 只有曝光出来了, 需要黑月楼持续跟进, 开辟出这一条情报盈利线, 这些楼主才能够接触到, 楚玄抬手分出一道地镜力量, 裹挟着一枚肿魂印, 让姚雄鞋带着, 去把他的上司, 那名银牌楼主给控制住, 只要不是地镜强者, 都无法反抗得了楚玄这一道力量的威压, 姚雄鞋带着一道地镜力量离开了, 他心里凉凉的, 黑月楼似乎要出大事了, 以这位的诡异手段, 神不知鬼不觉将黑月楼楼主给控制住, 一步一步慢慢蚕食黑月楼, 最终, 他极有可能成为黑月楼的真正掌控者, 樊超, 黑月楼银牌楼主, 姚雄的上司, 银牌楼主掌控的资源, 远超铜牌楼主, 即便如此依旧没有接触到关于战魔谷地的情报, 樊超站在楚玄面前, 恭恭敬敬地, 心里已经把姚雄的十八代祖宗都骂了一遍, 欣然坑了自己, 楚玄进一步了解了黑月楼的组成体系, 黑月楼主要分为楼主系, 后勤系与护卫系, 其中楼主系, 是主要的部门, 负责黑月楼的经营运作, 后勤系负责提供黑月楼的各种资源, 比如炼单, 炼器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 情报人员隶属于楼主一系, 护卫系, 主要职责就是护卫黑月楼安全, 主要职责是黑月楼专门培养的武力部门, 三系中楼主的权力最大, 权力与实力是密不可分的, 等级越高的楼主, 实力要求越高, 否则如何管束手下, 樊超是银牌楼主, 他的手下管理着三位铜牌楼主, 姚雄只是其中之一, 整个南州一共有七名银牌楼主, 没有了解到关于战魔谷地的情报, 楚玄只能继续出手, 下一步需要控制的, 就是金牌楼主, 楚玄同样凝聚出一道递竟力量, 我挟着种魂印, 让樊超去找他的上司, 那位金牌楼主, 樊超的想法与摇雄一眼, 黑月楼要出大事了, 然而, 种下种魂印之后, 哪怕他内心清醒, 思维清晰, 却无法反抗, 只能依照分俗行事, 黑月楼要出大事了, 能让宅男修红脸的事情有很多, 但眼前这位宅男做梦都没有想到, 堂堂黑月楼金牌楼主, 竟是一位身姿妖娆, 他竟开口便夸大妹子, 好员的气场, 男人名叫楚玄, 面对真静四重的豹红艳, 他颇为意外, 樊超的上司, 那位金牌楼主, 竟然是个女的, 战术性地咳嗽了两声后, 便直入主题, 南州有几位金牌楼主, 丙主上, 三位, 豹红艳恭敬达到, 但心里已在破口大骂樊超, 同时也很震惊楚玄的手段, 以这位小哥的手段, 黑月楼恐怕发觉不了自己等人身上的异常, 没想到楚家, 竟然出了这样一位人物, 简直恐怖如斯, 而且, 他竟然已经把手伸向了黑月楼内部, 那黑月楼中, 可有地镜强者坐镇南州, 这是楚玄很好奇的一点, 连邪王庭这个邪修大势力, 都不敢得罪黑月楼, 若无强者坐镇, 绝对坐不到了, 有一位一星楼主坐镇南州, 传闻他只差半步就踏足地镜, 一般而言, 互卫系的强者, 都是比较强一筹的, 可能存在地镜, 爆红燕也不太确定, 楚玄想了一想, 最终打消控制那位一星楼主的念头, 万一对方是地镜强者, 仅仅携带一道地镜力量, 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将人控制住, 恐怕做不到, 一旦暴露, 现在的成果也保不住了, 战魔谷地, 你可知, 吃到一点, 爆红燕这位金牌楼主, 终于是接触到了一些关于战魔谷地的情报, 根据爆红燕所说, 上古时, 有魔族横行于世间, 强悍无比, 魔族入侵北境时, 在南州境内的战场, 正是由于这一场大战, 导致南州地脉崩溃, 规则不全, 所以当初地镜以上的强者都尽数离开, 这也是如今南州无地的原因, 而当初的战魔谷地, 随着地脉崩溃, 与规则不全, 效应在了撕开的空间里, 根据推算, 等到南州地脉恢复, 规则完善, 战魔谷地将会重现, 当初与魔族一战, 陨落强者无数, 其中必然存在诸多宝物与传承, 因而各大势力都会派人进去探查, 当然, 距离战魔谷地重现还远, 二三十年内, 大概率是不会有大势力踏足南州的, 楚玄稍稍松了一口气, 二三十年, 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变强, 不过也不能放松警惕, 万一有像渡元这样的散修, 偷偷摸摸地提前跑到南州来了, 当即吩咐暴红燕, 时刻注意出现在南州的地境以上强者, 一旦有这方面的情报, 第一时间告诉他, 并随手给了暴红燕一枚通讯服务, 以保持时刻联系, 以暴红燕金牌楼主的地位, 关于南州的情报, 大都可以接触到, 南州还是很热闹的, 杀人夺宝的事情, 也时有发生, 小家族被灭族的事情, 偶尔也会发生那么一两起, 政协大战, 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楚玄小日子又恢复了平静, 一个月平静无波帝都, 百无聊赖的楚玄又一次盯着机缘秘境小店看了好一会儿, 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还没有大气运者上门呢, 自己想要收个图, 收个侍女什么的怎么就这么难了, 到了用餐时间, 胡义提着饭盒过来, 楚玄诧异的是, 怎么换人了, 而且, 还是个女的, 关键对方, 竟然乔装打扮, 遮掩自己女子的身体, 楚玄顿时来兴趣了, 天机探元术施展, 苏仙儿, 16岁, 太阴玄体, 巨大气运, 来自中州苏家庶女, 因逃避婚约, 逃离苏家, 误入上古残缺传宋镇, 来到南州, 乔装一荣躲入楚家, 逃避追查, 来了, 大气运者来了, 而且是个女的, 楚玄暗自欣喜, 机缘秘境果然能够吸引大气运者, 苏仙儿具有太阴玄体的特殊体质, 天赋非凡, 不过16岁, 已经是虚敬二重的实力, 放在南州, 那是绝对的绝顶天窖, 苏仙儿端出饭菜放好, 会到一旁, 脑海中却是思考的, 苏家会不会找到这里来, 南州固然贫瘠, 而且这个楚家放在中州, 只是个小家族, 不引人注意, 只要自己隐藏得好, 应该不会暴露, 为了尽可能的不暴露自己, 他刻意挑选了这一个送餐的任务, 他打听清楚了, 居住在小院子里, 是楚家的一个废物嫡妻, 身为他的送餐不义, 不用做其他事情, 如此一来, 他就有更多的时间用来修炼, 苏仙儿心里暗恨自己的那个姐姐, 凭的是嫡系的身份, 竟然将婚约赶到自己身上, 还有自己那个可恶的老爹, 竟然同意了, 苏仙儿心里愤愤地想着, 突然, 只觉得眼前光芒刺眼, 七彩的光芒照耀, 苏仙儿, 来自中州苏家, 乃是苏家庶女, 毫比婚约, 误入上古残缺传送阵来到南州, 楚玄威严的声音响起, 他抬头看去, 小嘴微张, 整个人都呆住了, 那个传闻中的楚家废物, 沐浴在七彩神光之中, 宛若仙儿书中的饭盒掉在了地上, 震惊地看着楚玄, 你不要过来啊, 本少坐下, 缺一侍女, 你可愿, 少女本是名震中州的苏家千金大小姐, 仅因自己嫡系出身, 遭亲姐姐陷害, 亲爸爸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今为逃避婚约, 女扮男装堵入楚家, 只为给世人口中的废财少爷送送和饭, 却被当众要求做侍女, 少女名叫苏仙儿, 就在刚刚, 她的身份被眼前这名素未谋面的男人轻松识破, 并直接说出了她的身世, 我, 苏仙儿震惊不已, 小院子里居住的, 不是传闻中的楚家废物嫡系吗, 这是怎么回事, 她是谁, 这可是你的机缘, 你拥有太阴玄体特殊体质, 但所修炼功法, 却无法发挥出这一体质的特性, 在本少作下, 成就天境不在话下, 楚玄神光浩瀚, 直接冲刷而去, 苏仙儿的乔装一容, 瞬间被冲刷而去, 露出了绝色的容颜, 苏仙儿此刻陷入天人交战中, 暴露了, 关键在于, 对方怎么知道自己来历的, 她是什么人, 做她的侍女, 岂不是可以任由她胡来, 反抗, 如何反抗, 对方强大无比, 若是不答应, 又会如何, 她会不会用强, 太阴玄体, 苏仙儿察觉到, 自己的体质似乎有些特殊, 却并不知道, 究竟是什么体质, 对方一语道破, 必然是一位强大至极的强者, 这就是机缘吗, 一时之间, 苏仙儿无法做出判断, 能来此, 是你气韵魂后, 是你的机缘, 犹豫什么, 莫非你以为, 本少贪图你的美色, 一本正经的的楚玄心里缺乐开了花, 这妞长得是真好看, 不, 不敢, 只是前辈, 我, 苏仙儿慌乱不已, 莫以为, 你出自苏家, 做本少侍女就辱没了你, 不, 不是, 苏仙儿拜见前辈, 苏仙儿一咬牙, 恭敬地拜扶下去的, 很好, 以后, 别叫我前辈, 叫我先生, 楚玄身上的神光收敛, 显露出真容来, 是, 先生, 苏仙儿抬起头, 半眯着眼, 看向楚玄, 好好看呀, 他心里第一个念头就是, 若是自己那个婚约对象, 有这么好看, 自己哪还会逃婚呢, 起来吧, 是, 先生, 苏仙儿站起身来, 心里很复杂, 刚来南州没几天, 就做了别人的侍女了, 而且, 楚玄怎么看, 都不像老怪物啊, 似乎才二十五六岁了, 你足不出户, 有大气韵者头断而来, 你收了一个侍女, 奖励太阴素仙爵家机缘秘境一座, 系统的声音响起, 楚玄对此并不意外, 太阴素仙爵, 分明就是契合苏仙儿太阴旋体的功法, 是最契合太阴旋体的功法, 能够将太阴旋体的天赋发挥到极致, 看向苏仙儿, 此刻这妞, 窃窃的样子, 并且眼珠子转动, 似乎想要逃走, 过来, 嘘, 苏仙儿脸色一白, 挪动着脚步过来, 完了完了, 八笔Q了, 是要做那种事吗, 我的清白要没了吗, 点在他洁白嫩滑的额头上, 苏仙儿心中一惊, 想要躲闪, 确实都做不到, 一道光芒涌入脑海, 一篇功法浮现而出, 苏仙儿双眼情不自禁地闭上, 感悟着脑海中的功法, 足足一个小时后, 才睁开双眼, 他身上的气息波动了一下, 竟是突破到了虚境三重, 此时, 苏仙儿内心很是激动, 对于成为楚玄的侍女, 没有丝毫抗拒, 没有丝毫不敢, 心里只有荣幸, 那是一门传说中神法之上的功法, 修炼这门功法, 哪怕天境都并非不可及, 谢谢先生, 苏仙儿拜扶了下去, 很好, 楚玄扔出一枚子母通讯符和一瓶丹药, 那是玄虚丹, 虚境的修炼丹药, 努力修炼吧, 我收你为侍女, 是为了打杂的, 你就帮忙整理一下情报之类的, 苏仙儿一脸猛逼地接过来, 他收自己为侍女, 只是为了让自己打杂, 没准备做点什么吗, 先生这么好看, 实力又强, 我不会抗拒的, 我传你门脸吸法, 哪怕尊敬都无法看穿你, 楚玄传给苏仙儿一门脸吸法, 比苏仙儿现在使用的脸吸法, 高了何止几个层次, 功法, 秘术楚玄不缺, 各种各样的都有, 对于苏仙儿, 楚玄是很满意的, 长得好看, 天资出众, 打杂跑腿很适合他, 以后关于黑月楼的事情, 都可以交给他负责跑腿了, 就是目前实力还弱了一些, 不过没关系, 以他的天赋, 加上修炼太阴素先决, 自己又不缺修炼宝物, 很快就可以提升, 这是黑月楼情报, 苏仙儿看着通讯服中的讯息, 一脸震惊地道, 先生, 你是黑月楼的高层, 楚玄眉头一条, 听这意思, 中周也是有黑月楼的, 而且实力不弱的样子, 暂时还不是, 我只是向黑月楼伸了一只手, 苏仙儿疑惑, 向黑月楼伸了一只手是什么意思, 先生, 苏仙儿肯定已经委托黑月楼探查我的下午, 在这里不会被探查到的, 放心, 在这南州, 黑月楼不会泄露你的消息的, 况且你也可以避免暴露, 苏仙儿代表他, 一些情报都是交给他负责, 黑月楼哪里敢泄露他的消息, 如今有了个打杂的, 自己可以轻松不少, 楚玄已经打算将另外两个金牌楼主给控制在手里, 楚玄是一个低调的人, 并没有让苏仙儿恢复女装, 换了一身小丝装扮, 看起来眉清目秀的, 他很气闷, 楚玄竟然真的把他当成打杂来使唤, 少女本以为自己的主人同黑月楼之间, 只是存在一些业务合作关系, 没想到他竟是幕后掌控者, 就在刚刚, 道红艳携带着楚玄两道地精力量与肿魂印离开了, 苏仙儿疑惑, 不知道那个熟透了的美女, 究竟是什么人, 去办什么事情, 先生, 他是谁, 等道红艳离开后, 苏仙儿好奇地问道, 黑月楼在南州的金牌楼主之一, 黑月楼金牌楼主, 苏仙儿吃了一惊, 那他会不会发现我的真实身份, 自己人, 你担心什么, 楚玄随即将一枚通讯服人给他, 以后, 你就负责与他联系, 传递讯息, 把有用的情报整理好, 告诉我, 苏仙儿非常震惊, 楚玄竟然悄无声息地, 就掌控了南州的黑月楼, 手段太过诡异, 我, 他怀疑, 楚玄是不是要一步一步, 将整个黑月楼都掌控在手中, 身为楚玄打杂的侍女, 苏仙儿间接掌控了南州的黑月楼, 他此刻彻底松了一口气, 自己在南州的消息, 不会泄露出去, 同时可以通过黑月楼, 第一时间知道, 苏家是否发现他的踪迹, 是否展开了行动, 日子在平静无波中渡过, 眨眼间, 楚玄在院子里, 眨了快三年了, 虽然城色还差点, 但比天顶山出品的好多了, 没想到云妹这丫头的天赋果然是在这里, 这天, 楚玄正在院里盯着楚云送来的虚核丹法袋, 这两年, 楚云回来过几次, 都是给楚玄送丹药的, 顺便翻看一下楚玄给他准备的修炼心得, 先生, 秦家似乎有些变故, 苏仙儿将一份情报递了过来, 秦家变故, 楚玄脑海中, 第一时间浮现出秦可韵的身影, 若是秦家有变, 与他脱不了关系, 查看了一眼情报, 秦国当代秦皇, 秦家当代家主, 退位了, 似乎是被迫退位的, 目前, 秦国处于旧皇退位, 新皇位登基, 秦家处于无家主状态, 就这些, 没了, 楚玄显然对这半生不熟的情报不太满意, 是的, 更具体的变故, 黑月楼也没有探查明白, 赵家, 何家, 楚家, 目前也不知秦家之变, 楚玄意识到, 秦国的局势要变了, 甚至于, 整个南州的局势都要变了, 像大洲, 紫月国这样的小国, 恐怕会覆灭, 被统一, 帝妖重生, 无妖之魂, 楚玄心里难难道, 却不知, 你这一世, 是为人或是为妖, 画面一转, 来到秦家祖地, 所有秦家嫡系, 以及秦家祖老, 全都汇聚在祖地, 祭坛上, 站着一名少女, 她自容绝世, 乖巧的表情上, 却又带着几分狠辣, 那双明亮的眸子, 闪烁着妖异的光芒, 秦可运, 她看起来, 似乎依旧乖巧的样子, 只是脸上的狠辣之色, 以及妖异的目光, 都昭示着她的不同, 从今天起, 我为秦国女帝, 秦家家主, 谁反对, 谁支持, 秦可运俯视着下方的秦家众人, 整个祖地鸦雀无声, 秦家众人中, 无一人反对也无一人支持, 整个祖地里, 唯有两人站着, 其余人都败福在地, 站着的两人, 一个是站在祭坛上的秦可运, 另一个则是站在祭坛下的秦平侠, 站谋谷地将会开启, 这是秦家崛起的机会, 谁不服我的, 可以站出来, 只要能接下我一招, 秦家家主之位就归他所有, 依旧无人出生, 既然都支持我, 那从今天起, 秦家我说了算, 秦国也是我说了算, 秦可运身上气势爆发, 真净九重的实力展露出来, 现在, 听从我的命令, 每人献出一滴精血, 开启秦家祭坛, 秦可运下令道, 秦平侠第一时间, 挤出一滴精血, 飘向秦可运, 损了损手指, 一脸高傲的望向众人, 拜扶在地的其余人, 稍稍迟疑了一下, 纷纷挤出精血, 飘向祭坛, 秦可运抬手一挥, 所有精血汇聚在他手掌中, 组成一个符号, 没入祭坛的中央, 祭坛中光滑绽放, 一道伟岸的虚影从祭坛中浮现而出, 哪怕仅仅是一道虚影, 也给人一种强大的威压, 在场所有人, 感觉呼吸不畅, 所有秦家人, 看着祭坛上的那道伟岸的虚影, 全都心头震撼, 祭坛, 是秦家的历代守护的地方, 传闻是秦家先祖所有, 但祭坛的具体用处, 传承至今, 已经没有人知道了, 到如今, 只知道在祭坛修炼, 可以更容易突破瓶颈, 修炼速度更快, 根基更扎实, 这也是秦家, 始终强于其余三家的根本原因, 可运拜见仙祖, 秦可运跪伏在地, 身后一道白狐虚影浮现, 同样扶手拜伏在地, 伟岸的虚影, 骤然低头看向拜伏在地的可运, 那双眼眸, 骤然绽放出了光芒, 有精神意志传递而出, 可运, 你终究是来了, 秦家所有人都震撼, 心头也火热了起来, 秦家先祖难道还火着, 传说中, 秦家先祖实力通天啊, 先祖, 秦家已衰落, 秦国早已没落, 可运不才, 欲重振秦国之威, 秦可运低声道, 虚影抬起手, 抚摸在秦可运的脑袋上, 又似在抚摸那白狐的虚影, 可, 虚影眼中, 蹦射出两道光滑, 没入秦可运额头, 虚影逐渐开始消散, 秦家子孙, 以可运为尊, 待无归来, 虚影消失, 祭坛中央, 开启了一个漩涡般的洞口, 秦可运站起身, 身上的气息波动了一下, 竟然在真净九重的基础上, 再进一步, 却又并没有突破到地境, 看向祭坛下, 都起来吧, 这群小伙子们做梦也想不到, 台上这名资荣爵士, 外表乖巧的少女, 竟是地妖重生, 狐妖之魂, 少女名叫秦可运, 就在刚刚, 随着她的一声令下, 秦家众人, 这才站起身, 看向祭坛上的女子, 所有人都神色复杂, 不难猜测, 她与秦家先祖, 有着某种渊源, 秦家传承一段, 刚才先祖以赐下传承, 重续秦家辉煌, 你等努力修炼吧, 秦可运掏出一本空白小册子, 将功法篆刻在上面, 交给了秦平侠, 传承功法我会交给平侠, 由他向大家传授, 对了, 召回在大前的秦家强者, 赵家, 何家, 楚家本为秦家之臣, 从今日起, 秦国不再是四家共治, 众人不敢出声, 秦平侠犹豫了一下, 可运, 大前恐怕不会让秦家强者归来, 无妨, 待我出关, 大前会答应的, 在秦平侠离开后, 秦可运进入了祭坛中央的通道, 来到了一个小空间里, 谭西坐下, 开始巩固修为, 白狐须引浮现, 神魂之力开始扩散出去, 他本是地妖重生, 要恢复突破到地境, 叫其他人容易得多, 不过, 限于南州规则不全, 他无法突破到地境, 在这个特殊的空间, 倒是有机会, 突破到地境, 只是他积累还不足, 短时间内无法突破, 实力想要在短时间内提升, 只有一个办法, 依靠狐妖之魂, 构建出地境的欲之力, 哪怕只是伪欲, 也足以让他在半地层次中, 成为最强者, 只有如此, 他才有资格与大前帝国掰掰手腕, 秦家发生了何等变故, 没有人知道, 哪怕是黑月楼, 也仅仅是得知秦家有变, 具体如何, 也无法探查得知, 楚玄并不关心秦家的变故, 再怎么变, 也影响不到自己, 目前而言, 他依旧是南州的最强大佬, 此刻, 楚玄看着黑月楼传来的一份关于秦家的情报, 秦家派人前往大前帝国, 要召唤秦家的强者, 大前帝国, 可是南州诸国的共主, 也是对抗邪王庭的最强力量, 对于蜀国的控制, 一直没有放松, 其余诸国的合进强者, 必须前往大前等候任命, 未得允许, 不得离开大前帝国境内, 说白了就是人质, 秦家竟敢公开叫板, 看来有好戏看了, 楚玄很好奇, 秦家哪里来的底气, 敢于跟大前帝国叫板, 叮咚, 你的侍女苏仙儿, 在你高超的调教手段下, 突破境界, 奖励十年修为, 苏仙儿突破, 系统奖励修为了, 楚玄大喜, 领取了奖励, 感觉自己又行了, 十年修为灌输而下, 实力更近了一步, 不过并没有突破到尊敬, 楚玄并不意外, 十年修为奖励, 并不足以突破瓶颈, 他却是发现了一个, 可能奖励修为, 快速提升实力的途径, 教会任长和功法, 奖励的是修为, 苏仙儿突破合境, 奖励的也是修为, 所以, 收徒, 调教徒弟, 是条提升修为的捷径了, 楚玄心中大喜, 终于发现了一个, 快速提升实力的方法了, 先生, 我, 我我, 苏仙儿探出一个脑袋, 激动得与无伦次, 楚玄当然知道这丫头想要说什么, 可喜可贺, 今日是你突破合境的大好日子, 但还需借交借造, 方可更近一波, 苏仙儿瞪大了双眼, 那你, 他怎么知道的, 这么厉害的吗? 女人刚刚登基称帝, 下一秒便要抢抢民间少男, 入他后宫, 只因他登基前曾被帅哥当众聚婚, 而他又是狐妖转世, 生而为帝的人选, 这口气如何也不能咽下, 女人名叫秦可运, 自从那日祭坛上夸下海口, 今后不把那大钱放在眼里, 便终日闭关修炼, 三天后, 一个消息震动秦国, 并在极短的时间内, 震动了整个南州, 秦可运登基, 号称大秦女帝, 秦国也更名为大秦帝国, 不再是大秦帝国的附属国, 在南州, 帝国之称, 不是随便来的, 大秦帝国的一位帝君, 曾是南州最后一位帝境强者, 抵运深厚, 传承久远, 岂是秦国可比的, 也在秦可运称帝的这一天, 亲自前往大秦帝国, 要求大秦帝国放眼, 同在这一天, 让所有人都知道了, 这位大秦女帝的强大, 支手镇压大秦帝国十大强者, 强势击败大秦帝国当代帝君, 威震南州, 更是在携带秦家, 赵家, 何家, 楚家在大秦帝国的强者回归途中, 与邪王庭的当代邪王交手, 以强悍的实力, 重创了当代邪王, 南州震动, 大秦女帝, 甚至被誉为, 南州最接近地境的强者, 苏仙儿一边汇报, 一边惊叹, 而他, 才不过25岁而已, 跟随秦可运归来的赵家, 何家, 楚家何境强者, 全都留在了秦国国度, 没有返回本家, 听到这一消息, 楚璇只是撇撇嘴, 他似乎早有所料, 这一幕必然会出现的, 但心里也不由得感叹, 狐妖之魂复苏了呀, 这么快就接近地境了, 看来秦国四家共治的局面要结束了, 大秦女帝, 好霸道啊, 太威风了, 苏仙儿看着秦豹一脸仰慕之色, 楚璇瞥了他一眼, 怎么, 你也想做女帝, 不想, 我只想待在先生身边, 苏仙儿巧笑倩息地道, 你要记住, 什么女帝, 大帝, 都是虚名, 实力最重要啊, 只要实力够强, 什么女帝, 还不是只手镇压, 先生说的是, 苏仙儿完全认可, 因为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等到实力强大那一天, 回中州, 只手将苏家给镇压, 狠狠地打那些人的脸, 凡是曾经基于自己美色的, 全都被弄死, 但不得不说, 这小妞, 或者说是老妖婆, 还是很霸道的, 楚玄看着关于秦可运的情报, 嘖嘖叹道, 骤然, 楚玄神色有点古怪, 外面有人, 不一会儿, 小院子大门, 哐的一声被打开, 出现了一道身影, 金袍, 凤冠, 绝美的容颜, 竟是秦可运, 秦可运, 你跑来我这里做什么, 楚玄一脸意外之色, 秦可运秀眉微微一簇, 看向慵懒地躺在椅子上的楚玄, 面露庄严之色, 楚玄, 我今为大秦女帝, 我要娶你, 苏仙儿一脸震惊, 娶楚玄, 她怎么想的, 楚玄都猛了一下, 娶我, 有没有搞错, 对, 秦可运点点头, 我现在贵为帝王, 后宫当然不能没有人了, 快来, 让本王宠幸于你, 说完, 便一脸花痴样的朝楚玄扑去, 打住, 你要三宫六院, 楚玄神色怪异, 不愧是老妖婆重生啊, 太疼的感想了, 不, 秦可运继续摇头, 好看的男人太少了, 你那个三哥又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后宫目前只有你一人哦, 不考虑一下吗, 算是便宜你了, 以后可没这样的机会了, 说完便要轻轻, 楚玄看着他露出的些许柴狼之色, 脸上肌肉抽了一抽, 摸了摸脸, 感叹道, 我不否认, 我长得好看, 但我不喜欢嫁人, 我一大老爷们, 嫁什么人, 你拒绝不了的, 秦可运一脸坏笑, 没想到还是皮裂嘛, 无妨, 你若是答应下来, 我可以破例, 给楚家更大的封地, 你不答应, 我现在也可以把你抓回去, 楚玄轻笑一声, 身上七彩神光绽放, 无上威严的声音响起, 楚玄轻吐一声, 贵, 真言术, 言出法随, 扑通, 秦可运跪下了, 唯欲消失, 白胡须影消失, 他神色惊骇莫名, 一言镇压自己, 那是何等实力, 秦可运跪在地上, 俏脸苍白, 楚楚可怜的样子, 在无一丝帝王之威, 楚玄一脸嘚瑟, 俯视着他, 眼中光滑流转, 大秦女帝, 谁给你的勇气, 敢在我面前放肆啊, 女人曾是上古大秦帝尊的白胡妖宠, 递进九重修为, 却在那场旷日持久的人魔大战中, 为了带领族人转移, 陨落一身, 导致神魂顿逃, 今世脱胜于秦家, 女人名叫秦可运, 如今慌的一批, 就在刚刚, 称帝不到一日的秦可运, 为了壮饰自己的后宫, 找到了两年前同自己毁婚的楚玄, 却不知此时的楚玄早已是递进九重的修为, 跨级别的威压, 直接让秦可运当众下跪, 可运, 知错了, 被实力碾压后的女帝, 对楚玄已是言听计从, 起来吧, 你好歹也是大秦女帝, 秦可运站起身, 微微低着脑袋, 一脸乖巧的模样, 如同楚玄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样子, 再无一丝女帝的威严, 于是, 三人来到茶桌前, 来来来, 看茶, 我来问你, 战魔古地, 你可知晓, 楚玄怎肯放过询问一个人魔大战亲身经历者的机会, 南周变得平级, 地脉崩溃, 规则不全, 皆因战魔大战导致的, 但关于这一场大战, 楚玄的了解非常有限, 并没有从黑月楼里, 获得更多的关于这一战的记录, 现如今, 有秦可运这个亲历者在, 自然要了解一下, 战魔大战, 秦可运沉默半上, 回忆着前世记忆, 其实, 我也不太清楚, 生怕楚玄误会他隐瞒, 急忙解释, 我只是一个妖宠, 确实知道的不多, 知道多少, 说多少, 楚玄靠在以背上, 恢复慵懒的样子, 他怎么也想不到, 秦可运的上一世, 是一只小白狐, 是大秦帝尊非常喜爱的妖宠, 时常跟在身边, 帝尊, 乃是尊敬强者的称呼, 帝中之尊, 从秦可运的前世来看, 他的主人大秦帝尊, 也就是秦家的先祖, 在上古是个赫赫有名的强者, 实力深不可测, 他隐约记得, 在战魔之前, 秦尊曾非常愤怒地说, 叛逆, 人族叛逆, 必杀之, 后来便为自己留下一些法宝后, 携带高手匆匆离去, 似乎要做什么, 唯独那一次, 秦可运被留在了秦家祖地, 更是为了秦可运准备了一些后手, 以及秦家祖地那座祭坛的开启之法, 魔族入侵, 人族强者纷纷抵抗, 唯独没有大秦帝尊的身影出现, 在战魔之前, 大秦帝尊与众强者, 就已经传闻陨落了, 而此时的大秦帝国已经动荡不安, 心愿大秦帝无法稳住局面, 随着魔族入侵, 大秦帝国就此消亡, 大秦帝尊的子孙后裔, 险些禁术被杀, 秦可运护佑了部分秦家后裔藏入祖地, 他也因为抵抗某位魔族强者, 而陨落一身, 幸得大秦帝尊为他准备的金魂碎片, 才逃得神魂, 得以转胜, 后潜入秦家族地沉眠, 颇生于秦家秦平侠腹中, 在之后的事, 您也都知道了, 讲到这儿, 秦可运竟娇羞地闭上了双眼, 楚玄则一脸高冷地看着他, 与我天机探员的结果吻合, 没有撒谎, 看来不用动手了, 真的只是为我而来, 那么帝尊走之前, 除了宝物, 没有留下什么话吗? 当初魔族入侵, 太突然了, 打了人族一个措手不及, 似乎人族有叛逆, 以魔族而来, 秦可运望向桌上的那杯茶, 缓缓道, 秦尊或许就是为了阻止人族叛逆以魔族入侵而陨落的, 该问的都问了, 秦可运既为人, 不作妖, 也没有镇杀的必要, 楚玄挥挥手, 你可以走了,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 不要打扰我就行, 另外, 今天的事不许向任何外面的人透露, 是, 是, 秦可运慌忙站起身, 双手扭着裙带, 低声问, 我还能来这里看看吗? 楚玄嘴角微微一抽, 情不自禁地想起, 关于秦可运, 喜欢好看的男人的喜好, 他是要来看自己吧, 走吧, 楚玄挥挥手, 秦可运眯咪咪着眼, 楚玄没有回答, 他就当默认允许了, 是, 我这就告退, 秦可运恭敬地行了一礼, 这才离开小院子, 送走秦可运, 楚玄拿起通讯符, 联系豹红燕, 查一下, 南州上古大秦帝尊的信息, 遵命, 属下这就去查, 豹红燕恭敬达到, 三位金牌楼主, 楚玄决定重点培养一下豹红燕, 祝他晋升一星楼主, 其余二位楼主, 天赋并不比豹红燕出众, 更重要的是, 那两位是操汉子, 没有豹红燕好看, 查到的信息并不算多, 没有关于大秦帝尊实力的介绍, 关于大秦帝尊, 只有简单的几句介绍, 南州千古一帝, 唯一为统一南州, 威压南州所有宗门势力俯首的帝尊, 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句介绍, 却可从中知道, 大秦帝尊的强大, 楚玄怀疑, 上古的战魔之战, 恐怕就是一场阴谋, 一场颠覆大秦帝国的阴谋, 秦可运说是有人族叛逆, 以魔族入侵, 打了人族强者一个措手不及, 恐怕确实如此, 至于人族强者, 是否真的措手不及, 有待商权, 至少, 有部分人是有预谋的, 并非真的措手不及, 唯有那些没有背叛人族的强者, 才真正措手不及, 如此一看, 南州的水, 确实有点深, 楚玄并不慌, 战魔谷地还没有这么快开启呢, 等到战魔谷地开启, 他的实力起码也是天津了, 先生, 开饭了, 正想的出神, 开饭时间到了, 干饭人, 干饭魂, 看看今天吃啥好吃的, 先生, 出事了, 让小哥和你说吧。 这位茅房拉尸脸朝外的老汉, 做梦都想不到, 如今明镇四方的秦国女帝, 差一点变成了自己的孙媳妇, 老汉的美梦随着三年前楚源的那句不曲, 彻底破灭, 破灭就破灭吧, 自己的家族竟也惨遭冷落, 所以, 他怒了, 老汉名叫楚天明, 乃是楚家族长, 就在刚刚, 宋餐小哥带来一个消息, 原本要赵, 和, 楚三家彻底为秦国之臣, 交出地盘, 接受秦氏皇族封地的, 不料秦可运突然之间改变了主意, 赵家与何家, 交出地盘, 接受封地, 唯独楚家, 竟然不再收回楚郡, 也没提楚家为臣的意思, 更是将从大前帝国带回来的楚家合进强者, 放他们回楚郡, 这对于楚家而言, 是好是坏, 暂且尚不可知, 不用交出经营了几千年的地盘, 不用俯首称臣, 或许是一件好事, 但秦可运态度的突然改变, 也令楚家愕然, 这些骚操作, 在外人看来, 这是对楚家不满了, 将楚家排除在秦国核心之外, 甚至直接不承认他属于秦国了, 老爷现在也是勃然大梦, 他认为是楚元毁婚的事情, 得罪了女帝, 楚玄当然知道原因, 默默地干起了饭, 祖宅里, 又传来了楚天宁的咆哮声, 气死我了, 快给我把楚元那混蛋抓回来, 这不孝子孙, 现在楚家都什么境地了, 还不回来, 必须将楚元抓回来给女帝赔罪, 楚家目前的处境非常尴尬, 失去了与其他三家的联盟, 一旦遭遇强敌, 都无处求援, 楚天宁神色很难看, 他也要尽快突破合境才行, 同时, 楚家向黑月楼委托了一个任务, 将楚元抓回来, 抓楚元回来, 真有意思, 万长第一时间将这一情报告知了楚玄, 楚玄不禁摇头, 楚元真要回来, 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楚天宁不骂死他才怪, 传令给万长, 将这个委托任务拒绝了, 随后, 祖宅里, 又传来楚天宁的咆哮声, 楚玄都担心这个便宜爷爷, 会不会气得抱血管而亡啊, 下一封, 更精彩了, 如今秦国吞并的地盘, 势力交错, 动荡不安, 邪修, 为之强者, 频繁闹事, 秦国委派的坐镇的强者, 都被杀了好几个, 边境的动荡没有持续多久, 突然出现了真境强者, 坐镇秦国边境, 并且斩杀了众多捣乱的武者, 九剑山竟然出手相助, 大前帝国与邪王庭都脸色难看了起来, 秦国崛起太快了, 秦可运这个女帝, 更是强悍无比, 几乎要踏足地境了, 若非大前帝国与邪王庭抵运身后, 恐怕都要被他给吞并了, 其背后, 竟然是九剑山的支持, 或者, 是与九剑山有合作, 楚玄看着这份情报, 九剑山出手, 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 秦可运的父亲, 那位入赘秦家的人, 竟然是九剑山的大长老, 红飞, 百年前的九剑山绝顶天骄, 但是红飞的年纪做秦平侠的爹都父父有余, 难道这就是爱情的魔力吗? 更让人意外的是, 据说秦家所有人, 都不知道秦平侠的入赘夫君, 竟然是九剑山的大长老, 联想到秦可运脱生于秦平侠腹中, 红飞的入赘, 其实就是秦可运安排的, 秦可运的狐妖之魂, 沉眠在秦家祖地, 想必是秦平侠在祖地修炼, 得到了秦可运的指示, 九剑山, 是大秦帝尊的后手, 或者, 当初是支持大秦帝尊的势力, 九剑山传承非常久远了, 比大前帝国还要久远, 是从战魔之前传承至今的, 越来越有意思了, 楚玄看着情报, 不禁感叹, 南州的水确实有点深, 他决定了, 等到实力提升上去, 就让渡渊来一趟南州, 搅和一下南州的水, 任长河脱困之后, 也让这个记名弟子来南州搅和一下, 他被困之时, 已经是天境巅峰, 修炼了阴阳和神章, 溺死为生, 实力必然更进一步, 不管南州有什么棋局, 全特么给掀了, 足不出户, 一手把棋局掀了, 就这个飞的味道, 掀翻这么一个大棋局, 系统的奖励应该不俗吧, 如此一想, 楚旋心里就美滋滋的, 你们尽管布局, 我等着掀翻, 对了, 祖宅下面的未知空间也是时候一探究竟了, 说吧, 神魂探入楚家祖宅下面的那个空间, 上次突破地境之时, 楚旋没有探入戏坎, 果如所料, 赵和二家突然实力飙升, 分明是启动了什么传承与底蕴, 既然赵和二家都有, 楚家岂会没有, 神魂之力探入那个空间, 出现看到了漂浮在空间里的一团团力量, 以及存放的宝器, 有半地兵, 更有一件地兵, 这就是楚家老祖流传下来的底蕴, 按照记载, 楚家祖宅是一处古迹, 楚家就是发掘古迹开崛起的, 恐怕当初, 是有人引导楚家先祖到这个古迹的, 楚旋犹豫了一下, 并没有开启楚家的底蕴, 等楚云回来后, 让他去开启吧, 神魂之力收回, 楚旋不再领会, 这个鸣鼎大罪的少年到底经历了什么, 你可能做梦都想不到, 作为南州当代的气蕴之子, 不仅被他的青梅竹马给绿了, 还被青梅竹马的新欢踩在脚下嘲讽是废柴, 而且是那种连烧火都嫌烟大的废柴, 就在刚刚戒备森严的秦王宫内, 一代女帝秦可运, 正在廷国旧爷汇报着当前日趋复杂的局势, 短暂的平静之后, 暗地里又是风起云涌, 邪教不断行动, 哪怕秦国派出大量强者, 依旧无法剿灭邪教, 但随着秦国底蕴的不断启动, 强者越来越多, 整体局势逐渐趋于平稳, 回到了最初, 邪教潜藏倒事情, 被秦国各大势力不断剿灭的局面, 一群贼心不死的蟑螂, 告诉前线不要只注意邪教, 大钱也没少在我秦国埋钉子, 也要多留意才是, 秦可运当然知道, 秦国崛起太快, 只能暂时稳住局面, 至于这些钉子, 并不容易完全拔除, 等我站稳脚跟, 就是权力出击的时候, 也是那些蟑螂的死期, 陛下, 陈还有楚家是要揍, 我足与楚家世代联姻, 也是世交, 若是此事排挤楚家, 恐怕, 秦平山与气复杂的道, 当初楚秋落退婚, 看到妹妹秦平侠伤心愤怒的样子, 他气得恨不得把楚秋落给关到大牢里, 秦可运又被楚源退婚, 他也气疯了, 好了, 没有必要把楚家拉进来, 保持世交就好, 楚俊就让楚家自行打理吧, 就当是秦国的一个古老世家对待, 秦可运与气异常的平静, 还有, 不要去干扰楚家了, 秦平山心里叹了一口气, 他不知道秦可运究竟有何用意, 若是排挤楚家, 干脆驱逐算了, 但又要保持世交的交情, 又不让楚家臣服, 看似优待楚家, 实则又疏离楚家, 都不知道秦可运究竟怎么想的, 莫非, 依旧惦念着楚源, 秦可运已经做了决定, 他无法改变什么, 虽然秦可运年纪轻轻, 但实力深厚, 看似乖巧的一个女孩, 实则心狠手辣, 若是敢忤逆他, 下场都不会太好, 而此刻的秦可运却目光平静, 脑海中浮现出那座小院子, 以及小院子里那个好看的, 而且强大神秘的男人, 楚家的水, 有点深啊, 另一边, 被孤立的楚家, 只能继续窝在楚郡, 慢慢发展了, 偶尔, 还能听到楚天明的咆哮声, 苍天啊, 为何如此带我楚家, 楚玄才懒得管楚家的事情, 他又不需要靠楚家, 只要不来打扰自己就好了, 经历了一系列事情之后, 楚家的众人, 似乎已经忘记了他这个废物嫡系的存在, 他则依旧宅在小院子里, 用万天神镜找找乐子, 小杜啊, 你吃饭巴基嘴这个毛病的改改, 也会抽时间指点一下任长河的阴阳和神章, 老人啦, 你那样不对, 你得这样, 这样, 再这样, 就连先前养的汉天金鹏和天美喵, 也悄悄地突破地镜了, 三年之七将至, 楚玄却有些郁闷, 怎么还没有大气孕者出现呢, 难道, 这天地间大气孕者如此之少, 傍晚, 楚玄正在喝着茶, 突然神色一动, 楚家族地外, 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一脸自嘲之色, 匕首提着一坛酒, 一边喝一边朝着院子这边而来, 废柴, 我是废柴, 我是那种连烧火都嫌烟大的废柴, 少年一脸颓废之色, 喝得有点醉了, 嘴里喃喃自语, 脚步亮枪, 身上的衣服脏了, 破了不少, 腰间挂着一把剑, 看起来很落魄, 对, 我这种废柴, 怎么会配得上他那种天之娇女呢, 都是我自作多情, 我就是个废柴, 天底下最废的废柴, 院子的门被推开了, 丁月亮枪地走了进来, 比在围墙上, 猛地灌了几口酒, 楚玄嘴角抽了一抽, 尼玛, 看来每个大气运者, 都是废柴起步, 少年不过玄境一重修为, 能够闯入楚家族地, 一直来到这里都没人发现, 这气运着实牛逼, 苏仙儿从修炼中醒来, 走出乾坤空间, 皱着眉头看向丁月, 哪里来的也小子, 先生交给我吧, 看我不, 正要将人驱逐, 楚玄摆摆手, 让他站到一旁, 丁月晃了晃酒坛, 没酒了, 看向作者的楚玄, 又看到小丝装扮, 清秀美丽的苏仙儿, 挣了一挣, 亮枪几步, 走了过来, 这位大哥, 你这有酒吗, 卖我点, 在身上掏了掏, 没掏出钱来, 于是, 解下腰间的长剑, 放到桌子上的, 我身上没钱, 就用这把没用的剑换酒吧, 反正我以后也用不上, 你这把剑, 可是玄冰啊, 换酒不亏吗, 楚玄笑秘秘的问道, 大哥, 我一个废柴, 拿在好的剑又有什么用呢, 丁月颓丧的坐在地上, 你知道废柴意味着什么吗, 我是废柴啊, 看我, 看我, 嘿嘿嘿, 看得出来, 你确实是个废柴, 楚玄点点头, 你浑身上下, 都是充斥着废柴的气息, 你要说自己不是废柴, 我院里的小强都不相信, 丁月哭了, 随便一个人, 都看得出来自己是个废柴, 被驱逐不冤了, 你不但是废柴, 还是个被女人甩了的废柴, 楚玄在一旁继续煽风点火, 你怎么知道, 丁月震惊道, 我不仅知道这些, 我还知道你是被青梅竹马甩了, 而且, 你青梅竹马的心欢, 还把你踩在脚下, 要你撒泡尿罩罩自己, 哪里来的勇气, 觉得配得上人家天之交你, 真是惨啊, 丁月震惊不已, 你怎么知道的, 你究竟是什么人, 楚玄身上七彩神光绽放, 沐浴在神光之中, 如仙如神, 我就是迷失少女的指路明灯, 诸天万界废柴的救世主, 遇到我, 就是你毕生最大的机缘, 年轻人, 跪下磕头拜师吧, 丁月看着沐浴在神光中的楚玄, 整个人都呆滞了, 废柴的救星, 没错, 废柴的救星, 楚玄的声音如来自大道, 浩瀚无边, 丁月神色挣扎着, 是真是假, 自己真的遇到机缘了, 真的能够崛起, 最终, 他咬牙, 目光坚定, 噗通, 跪下了, 磕头道, 丁月拜见师尊, 很好, 从今以后, 就是是我楚玄做下弟子, 只要你尊师重道, 为世宝你脱胎换骨, 踏足巅峰, 楚玄身上神光收敛, 非常难以地看着丁月, 终于收了一个弟子了, 对于丁月的天赋, 他是很看好的, 不愧是大气运者, 指不定, 他就是南州的气运之子呢, 丁月的来历与天赋, 楚玄看得一清二楚, 丁月, 九剑山企图, 深具绝顶见到天赋, 天心见脉, 因见脉未通, 经脉堵塞, 修炼极脉, 视为废物, 遭到青梅竹马抛弃, 你足不出户, 有南州当代气运之子前来拜师, 你收了第一个弟子, 第一个见到天赋绝顶的弟子, 奖励通天见卷, 猜测竟然是真的, 丁月这个家伙, 是南州当代的气运之子, 嘿嘿, 剪刀宝吧, 少年本是当代气运之子, 深具绝顶见到天赋, 却因见脉未通, 经脉堵塞, 修炼极脉, 被视为废物, 还遭到青梅竹马抛弃, 看来九剑山气运不够浑厚啊, 留不住气运之子, 丁月崛起是必然的, 就在当刚, 楚旋正盯着眼前这名少年如获至宝, 师父, 你真的能让我变强吗, 丁月跪在地上, 一脸期盼之色, 不要质疑为师, 楚旋目光威严, 你当为师的废柴救星是白叫的, 别说你是废柴, 你就是一坨屎, 为师也能让你变成黄金, 丁月嘴角抽了抽, 自己要真是一坨屎, 还不如死了算了, 楚旋仔细打量的丁月, 经脉似乎有些堵塞, 比寻常舞者的经脉都要窄小, 他虽然是玄境一重, 但可能是玄境一重中垫底的存在, 你本身具有剑道绝点天赋, 天心剑脉, 但剑脉不同, 经脉堵塞, 因而你修炼艰难, 丁月, 今天就是你的涅槃之日, 楚旋说着抬起手, 一直点向丁月眉间, 天心剑脉, 给我看, 丁月只觉得一股浩瀚的力量, 涌入身体里面, 似乎有什么被贯通了, 冥冥之中, 有了一些莫名的挡务, 原本玄境一重的修为, 也在不断狂飙, 玄境三重, 玄境五重, 丁月闭着眼睛, 下意识地盘膝坐在地上, 身上气息涌动, 一股股强大的力量, 在身体里流淌, 经脉不再窄小, 继而变得灵力, 以往关于剑道的感悟, 这一刻突然不断飙升, 修为竟然到达了临近一重, 而且心中浮现出, 诸多以往无法理解的剑道感悟, 哪怕是最频繁的剑法, 自己也能感悟出千变万话, 师父简直太牛叉了, 看着渐入佳境的丁月, 楚玄甚是满意, 丁月, 为时把天剑诀也传入你脑中了, 在里边好好领悟吧, 说吧, 一挥手, 将丁月移到了乾坤空间里面, 乾坤空间内, 苏仙儿一脸震惊, 丁月实力提升很快, 短短时间, 已经提升到了临近一重, 身上的那股气息, 变得愈发凌厉起来,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盘膝坐在地上的丁月, 宛若是一把剑插在地上, 究竟是丁月天赋太惊人, 还是先生的手段太逆天, 这才多长时间啊, 竟然从玄境一重突破到了临近一种, 你弟子丁月, 在你的指点下, 修为快速飙升, 突破到临近, 奖励百年修为, 系统的声音响起, 楚玄惊喜不已, 丁月不愧是南州气运之子, 这百年修为来的正是时候, 助我突破地境, 踏足尊敬, 尊敬, 成, 修炼界, 关于尊敬有这么一个说法, 玉内我为尊, 帝王也俯首, 尊敬是神魂的进一步升华, 进而玉之力的蜕变, 递进武者的玉, 对于递进以下的武者而言, 是万法不可逆, 毫无反抗之力, 愿由递进强者蹂躏, 屠杀, 在递进武者的玉内, 哪怕再多的真敬强者, 也无法反抗, 面对递进强者, 内敛实力, 与蝼蚁无异, 而尊敬, 玉之力则更进一步, 尊敬的核心, 在于沟通天地规则入玉, 演变成自身构建的规则, 正因为如此, 尊敬的玉之力, 可以镇压地境的玉, 哪怕是地境, 也不可逆, 修炼界, 通常称呼尊敬武者为帝尊, 便是如此, 楚玄的神魂之力, 不断凝聚, 接着扩散而出, 玉之力展开, 不断延展, 玉之力覆盖五十立方圆, 远远超过了楚家族地, 楚家一众强者, 丝毫没有发觉, 自己处于一个域内, 域内规则开始衍生, 楚玄进入了玄奥的规则感悟之中, 他没有沟通天地规则, 南州的天地规则不全, 按理是无法突破地境的, 更别说是尊敬, 楚玄不一样, 他是直接跳过了南州的天地规则, 直接沟通了大道规则, 正因为如此, 他的预言比同境武者要强大得多, 毫不夸张地说, 楚玄递进九重之时, 预知力就不输尊敬一众的武者, 现如今, 对付尊敬六重以下毫无压力, 楚玄的底蕴本就浑厚, 修炼的功法更高级, 匿数多不胜数, 神魂比寻常武者都要强大, 他的预知力, 并非沟通一方天地规则, 而是大道规则, 不愧为系统之子, 小小南州竟在掌握呀, 你宅着宅着, 突破了尊敬, 实力更进一步, 奖励圣尸光环, 汉天神像, 系统的奖励来了, 双喜临门, 爽歪歪, 查看圣尸光环, 可助人感悟, 悟导, 可提升资质, 圣尸光环非常牛逼, 传授功法, 讲到之时, 启用圣尸光环, 可以助人快速感悟功法奥秘, 可以使人悟导, 并且经常在尸身光环的笼罩下, 资质可以得到提升, 真是缺什么补什么, 楚玄有了这个光环, 废柴的救星不再是忽悠人了, 可以让废柴变成天才, 系统出品, 果然牛逼啊, 再看看汉天神像吧, 希望是个强力输出, 汉天神像, 威势可汉天, 震荡大道, 震欲破法, 看完介绍, 楚玄惊叹, 不愧是系统出品的神通, 威力就是强大无比, 汉天神像威势无比, 一旦施展, 如有汉天之势, 大成的汉天神像, 可以震荡大道, 而其最基本的威力, 也可以震欲破法, 领取了汉天神像, 楚玄微微眠着眼, 身后一尊宛若有汉天之势的身影浮现而出, 神像看不清念容, 却又给人一种无上威势的感觉, 轰隆, 气势震荡, 周围的空间都出现了一圈圈波纹, 周天乾坤正开启, 将这一些都遮掩了下去, 乾坤空间笼罩四周, 小院子里的一切动静, 都无法传递出去, 汉天神像不断壮大, 到了最后, 神像高达数百米, 都正是无数人, 一看就知道非常牛逼, 只有超级大佬才具备, 配合上七彩神光, 绝对是装逼利器, 楚玄第一时间, 就是取出万天境来, 该去指点一下任长河这个记名弟子了, 七彩神光绽放, 他整个人沐浴在神光之中, 神光更是要舍开来, 隐隐将神像也笼罩在内, 使得神像愈发朦胧, 愈发神秘而强大, 老人哪, 你境况如何, 此时的人长河, 不再是干世模样, 看起来有血有肉啊, 身上也不再是死气沉沉, 而是充满了勃勃生机, 头发也长出来了, 此刻, 任长河内心激动不已, 师尊又来看望自己了, 抬头看去, 顿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地败复在地, 那是什么, 那就是师尊的本体吗, 太霸道, 太强悍了, 你生机圆满, 已然恢复巅峰, 可还有不解之处, 楚玄摆足了师尊的样子, 声音充满威严, 给人一种浩浩天威质感, 弟子愚笨, 仍有不解之处, 任长河羞愧倒, 楚玄正好带上圣诗光环, 试试笑谱, 不要气馁, 为师这就为你解惑, 说吧, 何处不解, 任长河早已是老泪纵横, 师尊真是天纵其才, 而自己这种自诩的绝顶天骄, 在师尊面前应该不过是一捆废柴吧, 也多亏师尊垂怜, 自己才不至于被困死在这落神库, 长河, 不要开小差, 都什么时候了, 少壮不努力, 老大图伤悲, 注意听讲, 说这抱人手衣, 反扑归真, 是这样的, 为任长河讲解了一番功法, 楚玄过足了教学义, 又勉励开一番, 让他好好参悟, 争取修为更进一步后, 就关闭了万天境, 留下一个老男孩独自哭泣, 师尊他真的是, 男人每天都要修炼一种奇怪的功法, 可以让自己变大, 变大, 再变大, 见识过的人都惊呆了, 世上竟有如此逆天的功法, 就连这只剑多识广的女阿飘, 都有了点难以启齿的想法, 吵着闹着要将自己的肉身托付给男人, 男人名叫楚玄, 就在刚刚, 他成功利用系统奖励的汉天神像, 将自己的镜像变得超级大, 从而冒充大佬, 威慑住了身为天境强者的任长河, 关闭万天境后, 楚玄感觉没有完尽性, 又连通了杜元, 想让他也见识一下自己这逆天的神通, 画面荡漾, 杜元竟然不再供奉他的小家族里, 而是在一处山谷内, 而且气息微微凌乱, 分明刚刚大战了一场, 在杜元对面, 站立着两名轻衣男子, 都是尊敬强者, 实力与杜元相当, 一一第二啊, 难怪杜元略显狼狈, 我都说了, 这是个美丽的误会, 在下并非为了救肖良而来, 杜元阴沉着脸开口道, 肖良, 楚玄一愣, 这不是西州大家族弃子, 杜元曾经还咨询他意见, 要不要参与抓捕的那个有主角光环的家伙, 杜元怎么跟肖良牵扯上了, 看架势, 那两名轻衣男子, 都是来追杀肖良的, 实力在尊敬二重, 杜元的实力, 也是尊敬二重, 一一第二, 杜元明显有些不敌, 吃了一些亏, 楚玄稍稍意外, 杜元虽然是散修, 但他曾获得大机缘, 修炼的功法并不低, 哪怕两名轻衣男子, 是来自传承九远的势力, 杜元也不至于应付不下来, 与杜元认识如此之久, 楚玄对于杜元的事情, 算是很了解了, 他曾跃一个小禁剑, 斩杀了敌人, 可见杜元的实力非常强的, 在曾经也可以说是天骄级人物, 仔细一看, 楚玄恍然, 杜元这位尊敬二重的强者, 使用的竟然依然是下品帝兵, 而两名轻衣男子, 手中使用的是中品帝兵, 本就一对二, 对方手中武器占优, 杜元自然吃亏了, 哼, 肖家之势, 你小小散修也敢插手, 真若与你无关, 束手就情, 待我肖家查明白, 自然会放了你, 一名轻衣男子冷哼一声道, 杜元黑着一张脸, 真要束手就情, 必死无疑, 西周, 不是你肖家一家独大, 杜某虽然是一介散修, 二位可要想清楚, 是否真的要把人往死里逼, 杜元眼中闪过狠力之色, 西周虽不是肖家一家独大, 但也不是你一个小小散修可以挑衅的, 两名轻衣男子冷笑一声, 身形一动, 就要出手, 就然, 杜元头顶上方, 有光圈荡漾, 一抹七彩光芒要是而出, 杜小勇, 别来无恙啊, 那是什么, 肖家两民族老心中一突, 身形顿主, 精一不定地看着杜元头顶出现的光圈, 这是哪里来的高人, 这又是怎样的通天手段, 传闻中的天境强者都无法做到吧, 而杜元心中大喜, 是前辈来找自己聊天了, 以前辈之强大, 解自己之威, 不费吹灰之力, 前辈, 晚辈杜元遭遇了一点危难, 前辈可否略施元首, 楚玄的身影出现了, 一尊威是无边的身影, 沐浴在神光之中, 直一眼, 就让人震撼不已, 那道身影, 视若汉天, 强大无品, 是吗, 那只是两只蝼蚁而已, 杜元心中震撼, 这就是前辈吗, 太强大了, 肖家祖佬更是震惊不已, 心都在颤抖了起来, 完了, BBQ了, 一天强者和伞秀认识, 我俩成蝼蚁了, 太恐怖了, 顿时心生退役, 杜元嘴角一抽, 我特么连两只蝼蚁都打不过, 岂不是比蝼蚁还费, 一时间, 都不知道要怎么回话, 那两只蝼蚁, 你觉得在本尊面前, 有逃跑的可能吗, 楚玄移动万天镜, 来到了肖家两名祖佬的头顶上, 吓得准备逃跑的肖家祖佬, 战战兢兢的, 一脸惶恐之色, 前辈, 这都是误会啊, 误会, 我俩无意与杜兄为敌的, 那光圈就悬浮在头顶, 如此近距离, 更能够感受到那无边的威势, 只觉得腿都软了, 险些忍不住跪下, 楚玄对肖家祖佬的反应很满意, 汉天神像果然牛逼, 隔着万天镜, 他的实力, 气势更显得威势无边, 是吗, 千真万确啊, 前辈, 一旁的紫衣祖佬也赶忙硬核, 在前辈如此神通面前, 我俩楼依绝不敢说谎呀, 量你二人也不敢造次, 楚玄以一种绝对的高度, 俯视着三人, 小杜啊, 此二人的话是否属实, 肖家祖佬顿时看向杜元, 眼里满是祈求之色, 并且眼睛一眨一眨的, 表示可以赔偿, 杜元想了一想, 杀了肖家祖佬, 必然得罪肖家, 拍一个伞修, 有点扛不住, 以后又要过上逃避追杀的日子, 总不能时刻靠前辈的, 不能贪婪, 奢求前辈帮了又帮, 有了这一次震慑之后, 肖家意识到自己身后, 有个强大的靠山, 也不敢为难自己, 前辈, 此时确实是个误, 杜元果然心细谨慎, 认识如此长时间, 对于杜元的性格, 楚玄还是比较了解的, 能不得罪人, 尽量不得罪人的性格, 原来如此, 本尊正好懒得动手, 捏死两只蝼蚁太脏手了, 楚玄仗着对方看不透自己, 还是虎人, 杜元心里欲哭无泪, 前辈捏死肖家祖老, 都嫌脏手, 是两个小蝼蚁, 而自己呢, 连蝼蚁都打不过, 幸亏前辈不会觉得, 看自己一样都觉得脏, 哎, 我还是太弱了, 杜元此时此刻, 才深刻认识到, 没有前辈的庇护, 哪怕身为尊敬, 也注定是一只小蝼蚁, 那小杜啊, 这两只蝼蚁, 你说要如何处置呢, 楚玄一脸祥和地看向杜元, 前辈, 不要让这场误会脏了您的手, 既然这两只蝼蚁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饶他们一命也无不可, 说完, 话风一转, 杜元秒变可怜状, 我就要一点小小的补偿, 来弥补我这幼小心灵的创伤就可以了, 肖家祖老心里很难受, 素来只有他们对其他低阶舞者, 开口蝼蚁闭口蚁的, 其料轮到自己被羞辱成蝼蚁了, 心里滋味难鸣, 料狠话, 反抗, 看一眼那威势无边的身影, 连一点不好的念头都不敢生起, 是, 是, 我们是蝼蚁, 会脏了前辈的手, 这个时候, 必须认识, 楚玄对杜元的决定并不意外, 既然如此, 那两只蝼蚁, 把身上所有东西都交给小杜, 算是赔偿, 然后你们就可以滚了, 肖家祖老固然心疼, 却是不敢有丝毫反抗, 更不敢讨价还价, 这位未知强者, 太强大了, 哪怕不是天竞之上, 也绝对是天竞巅峰的恐怖存在, 更大的可能, 是天竞之上, 二话不说, 取下储物囊, 连同地兵在内, 全都扔给了杜元, 擦了一把冷汗, 用尽平生最快的速度逃离, 生怕楚玄反悔似的, 一口气盾逃出几万人, 这才喘着粗气停了下来, 太恐怖了, 那究竟是何等强者, 是西州的隐藏老怪物, 还是西州之外, 甚至于是北域之外的强者, 不敢想象, 肖家族老乡是一眼, 都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多谢前辈, 杜元扑通一身跪倒在地, 前辈就杜元于水浒, 我自知天资低下, 实力低如蝼蚁, 但也有报前辈就杜元于苦难之心, 愿为奴为仆, 为前辈办些微末之事, 杜元咬咬牙, 恭敬地拜扶在地, 楚玄对杜元是越来越满意了, 品质纯良, 心思缜密, 收了他也能省心不少, 可以培养一下, 更重要的是, 杜元是比较有情意的, 有心了, 有心了, 楚玄装模作样成瘾片刻, 也罢, 相遇即是缘, 你就为本尊在此界的跑筒了, 杜元大喜, 杜元, 拜见尊赏, 你足不出户, 凭借三寸不烂舌, 忽悠了一个尊敬仆从, 奖励紫燕焚天爵加焰灵锥, 触发系统的随机奖励了, 楚玄关闭万天镜, 整个人都舒爽了, 一位尊敬二重的胡人, 除了人长河外, 手下最强大的一个, 说得嗓子都快冒烟了, 总算没呆忙, 万天镜还有一次使用机会, 趁着高兴着, 随机连通一次, 碰碰运气吧, 看有没有人机缘身后, 出现在万天镜连通的地方, 楚玄不介意, 给对方一点机缘的, 身上的秘术功法与宝贝太多了, 画面摇晃, 一个地下洞窟浮现, 楚玄意外了一下, 竟然直接连通到了一个地下洞窟, 万天镜的强大就在于此, 无视空间, 无视阻挡, 可以直接连通, 一栋画面, 楚玄看到了洞窟内, 有一道身影盘息而坐, 那是一个二十一二岁模样的男子, 身上有着血迹, 气息紊乱, 受了不轻的伤, 此刻, 正在疗伤, 修为合进三重, 在他这个年纪, 能够达到合进三重, 绝对是天才, 一身功法也是神法级别, 论天赋, 那是丝毫不输给苏仙, 将画面移到男子身上, 咦, 怎么越看这小子越眼熟啊, 看清了对方的面容, 竟然这么巧, 那男子, 竟然就是肖良, 西州大家族, 肖家的弃子, 难道他是西州的气运之子, 今天万天镜最后一次的使用机会, 竟然连通了他, 就在这时, 肖良脖子上挂着的一枚玉坠上, 光滑闪动, 一道身影飘了出来, 那是一道曼妙的身影, 虽然看起来有些虚幻, 不过依旧可以看得出来, 那道身影的风华绝代, 一个角色佳人, 姑且叫他阿飘吧, 更重要的是, 这竟然是一位天境强者的虚弱神魂, 楚玄都无语了, 这都被自己猜中了, 肖良这个家伙, 果然有主角的气质, 随身携带的, 虽然不是老爷爷, 但也是一位实力强大的角色美人, 若是可以选的话, 恐怕是个男人, 都会选角色美人, 而不是老爷爷, 师父, 肖良睁开眼, 阿飘静也开头了, 为师再出手两三次, 就要陷入沉眠了, 你必须尽快离开西州, 是, 师父, 我会尽快离开西州的, 肖良咬牙恨道, 肖家, 我必会讨回一个公道的, 好好修炼, 靠实力说话, 只要你突破到天境, 肖家自然捧你为尊, 阿飘安慰道, 师父, 你放心, 我一定在千年内, 修炼到天境, 帮你重塑肉身, 肖良目光坚定地道, 听到这里, 楚玄心里开始嘀咕, 千年天境, 若是肖良真能千年修炼到天境, 任常和号称九亿五十周绝顶天交, 万年成就天境, 那就显得有点渣了呀, 不过, 以他气运之子的身份, 也并非没有可能, 千年天境, 怎么可能, 阿飘摇摇头, 百年地境, 千年尊敬, 万年天境, 已是九亿五十周的绝顶天交了, 况且, 天境是一道天欠, 无数尊敬巅峰强者, 曾经也是绝顶天交, 都在他面前卡了上万年, 想要突破天境, 如无大机缘, 再强的天赋, 也休想万年内突破, 肖良挣了一挣, 天境, 竟如此之难, 不过, 你不要气馁, 有我指导, 而且你天资卓越, 气运也深厚, 突破天境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阿飘安慰了一下肖良, 目光悠悠的, 似乎回忆着什么, 在我这一辈中, 曾有一人, 万年成就天境, 几乎横扫同境无敌, 独闯魔狱杀了个三进三出, 全身而退, 如今恐怕已经陨落了, 肖良顿时心潮澎湃, 碧脸神网之色, 师父, 那人是谁, 那就是十万年前, 威震九亿五十周的常和天尊任常和, 老人, 楚玄惊恶了一下, 这个美女阿飘, 竟然是与人常和同时代的, 肖良果然有主角光环, 随身携带的美女神魂, 都是上古的强者, 而且, 听阿飘的口气, 任常和那货, 当初很牛逼, 并不是吹牛的, 师父, 我一定会像常和天尊那样, 威震九亿五十周的, 肖良一脸坚定地道, 这年轻人, 格局小了, 任常和那货, 现在都自卑为废柴了, 竟然还以他为榜样, 看来有必要纠正他一下, 这个年轻人的格局要打开, 九亿五十周, 只是诸天万界的荒僻角落, 至于诸天万界存不存在, 那不重要, 使尽忽悠才重要, 为师相信你, 阿飘很欣慰, 良儿, 你离开西周后, 前往南周, 那里天地规则不全, 地境强者不会轻易踏足, 况且, 在湛魔谷地开启在即, 更会限制地境以上强者前往, 你去南周, 一可避开肖家, 二来也是去寻大机缘, 是, 师父, 肖良点头, 正要继续疗伤, 阿飘也准备返回欲准, 就在此时, 头顶上方, 光圈荡漾, 七彩神光钥匙而来, 师徒大吃一惊, 肖良惊骇地看着光圈, 第一个念头就是, 难道肖家老祖追杀而来, 但转念一想, 不对啊, 老祖都有万年不曾出现了, 死了也说不定, 而且, 自己也是他的后辈子孙, 以老祖的高度, 没理由杀自己这个天赋卓绝的子孙, 阿飘更为震惊, 这是什么手段, 似乎天静都不具备吧, 他并没有感应到空间的波动, 意味着, 对方并非在附近, 哪怕天静强者, 也无法长距离洞穿空间的, 来人究竟是谁, 楚玄听到肖良的目的地, 竟然是南州, 就动了心思了, 这家伙, 搞不好就是西州当代气韵之子, 把他收入门下, 多个跑腿的也不错, 是时候现身忽悠一番了, 今天心情格外舒爽, 那就赐这对师徒一桩机缘, 楚玄当即显露出来, 一个威势汉天的身影, 沐浴在神光之中, 莫要惊慌, 本尊巡视诸天万界, 欲寻得有缘之人, 不要做无谓猜忌, 阿飘不敢有丝毫犹豫, 当即攻身行礼, 晚辈柳飘飘拜见前辈, 刚才无意冒犯, 还望前辈见谅, 阿飘心中震动, 诸天万界, 为何自己从未听闻, 要知道, 他可是天静强者, 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舞者, 这天地间的秘密, 他知道的太多了, 他若是未曾听闻的, 都觉得是大隐秘, 数晚辈孤陋寡闻, 不知道何谓诸天万界, 柳飘飘恭敬地请教道, 萧良更是直接跪了, 萧良拜见前辈, 太震撼了, 那一道身影, 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中, 端坐在那里, 就有一种汉天之势, 究竟是何等恐怖的强者啊, 有理了, 有理了, 楚玄故作斯文, 看你二人神情疲惫, 这位公子还有伤在身, 不怪你等小心谨慎, 谢前辈谅解, 晚辈一直在九余五十周期身, 未曾见过前辈这般超然存在, 更未曾听闻前辈口中的诸天万界, 不知前辈可否给我等几货, 柳飘飘见楚玄并无敌意, 松了口气, 你这女娃娃实力太弱, 不知道也正常, 楚玄开始忽悠了, 连任长河难祸, 都能忽悠啥, 何况柳飘飘, 这个远不如任长河的天境强者, 忽悠任长河时, 楚玄还没有汉天神像呢, 如今有了汉天神像, 忽悠起来, 更能让人信服, 相信自己是恐怖如斯的强者, 诸天万界包罗万象, 而等所在的九余五十周, 我还未曾来过, 可否为本尊具体讲解一番, 楚玄装模作样地问道, 感觉九余五十周的水, 应该挺深的, 虽然天境已经是顶尖的强者, 但天境之上, 还有一个传说的神境呢, 九余五十周, 会没有神境, 晚辈自然是知晓的, 九余五十周, 人族五欲, 魔族一欲, 妖族一欲, 还有一欲是个种族皆杂其中的混乱人, 而在九欲中, 唯有荒谷欲充满神秘, 传闻, 荒谷欲比七欲八欲都要大, 众多天境强者, 都曾探索荒谷欲, 但都只能在边缘地带, 并且陨落无数, 荒谷欲是唯一不可知之地, 传闻只有神境才可进入, 也唯有荒谷欲, 才能突破神境, 一直以来, 传说只有荒谷欲才有神境, 而且似乎因为某种原因, 神境不出荒谷欲, 柳飘飘简单地讲述了一下九欲五十周, 楚旋微微眉着眼, 原来荒谷欲, 才真正水深的地方, 难怪, 连人常和这个牛逼轰轰的人物, 都陷入了荒谷欲落神窟, 既然荒谷欲是未知的, 那么去往诸天万界的路径, 就放在荒谷欲好了, 那些消失的神境, 都是去了诸天万界了, 唯有神境, 才有资格去往诸天万界, 这么一想, 楚旋就开口了, 小女娃, 你知道的终究只是表面, 既然相遇也算有缘, 本尊就给你一点提示吧, 柳飘飘无语了, 自己十万年前就是天境强者了, 竟然叫自己小女娃, 不过这位前辈, 应该是活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以她的年龄, 叫自己小女娃也没毛病, 还请前辈解惑, 九欲五十周, 在于诸天万界不过是荒屁一角, 你口中的神境, 也只是区区黄者而已, 本尊吐口气都能灭掉无数, 柳飘飘神魂都动荡了起来, 整个人都猛逼了, 传说中的神境, 如此不堪的吗, 吐口气都能灭掉, 还无数, 虽然心有疑惑, 但又觉得, 这位不可知的存在, 说的可能是真的, 而九欲五十周, 竟然只是诸天万界的荒屁一角, 那诸天万界, 是何等的强大与浩瀚, 要知道, 九欲五十周里, 荒谷欲没有人知道岂有多辽阔, 隐藏着多少秘密呢, 诸天万界又当如何, 这一刻, 柳飘飘感觉自己的认知被颠覆了, 一点都没有强者的觉悟, 感觉自己, 原来如此渺小, 萧良脑子也是嗡嗡的, 他刚还以任长河为榜样, 为奋斗目标, 要威震九欲五十周, 好吧, 确切地说其实只是威震八月, 毕竟荒谷欲太神秘, 威震不了, 一瞬间, 就觉得自己刚才的豪言壮语, 格局小了, 原来我是井底之蛙, 楚玄很满意柳飘飘与萧良的反应, 看看, 震撼的神魂都在摇晃了, 被吓到了吧, 那就对了, 年轻人, 格局要大一点, 以任长河为榜样, 算什么格局啊, 那货都被自己忽悠傻了, 正在陷入深深自我怀疑中, 认为自己是个废柴呢, 诸天万界路, 在荒谷欲, 年轻人, 好好努力吧, 楚玄以前被高人身份, 勉励一番, 柳飘飘心神震动, 原来神秘的荒谷欲, 是去往诸天万界的路, 难怪, 一直传闻荒谷欲有神境, 但神境不出荒谷欲, 原来, 其实是去了诸天万界, 这一刻, 柳飘飘觉得自己以前, 是个井笔之蛙, 不知天有多高多大, 多谢前辈解惑, 柳飘飘心里很激动, 我知道了, 众多天境强者, 苦苦求索, 而不可得的大隐秘, 小女娃有礼了, 楚玄很欣慰的样子, 本尊观你是个神魂状态, 有点虚弱, 柳飘飘顿时激动起来了, 难道前辈要帮自己重塑肉身, 对他这等强者而言, 重塑肉身不过是挥手之事而已, 结果他想多了, 楚玄有重塑肉身的宝物, 也不会平白无故的给他呀, 你既是神魂之态, 既是结也是缘, 是结是缘, 接在你, 柳飘飘有点失望, 不过转念一想, 前辈既然说既是结也是缘, 结他知道了, 那何为缘, 柳飘飘恭敬道, 缓辈愚钝, 缘在何处, 恳请前辈再次指点, 也罢, 本尊就指点你一二, 能否有所收获, 就看你之物性你机缘了, 楚玄开口道, 你已是神魂状态, 皆自然是失去了肉身, 神魂失去平衣, 而缘, 也在于神魂, 神魂如何凝聚而来, 神魂乃根, 乃是一切感悟之源, 以神魂感悟大道规则, 引大道之运入神魂, 则神魂蜕变, 神魂即变, 巨道运, 托于一方天地, 神魂乃天地, 乃规则引, 在你之神魂内, 规则皆在于你掌控, 楚玄高深莫测地扯了几句, 当然不是瞎扯, 也是有几分根据的, 总结一点, 就是以神魂引入道运, 以道运为引子, 神魂托于天地规则中, 神魂之力所覆盖的范围, 规则在他之手, 直白一点, 就是忽悠柳飘飘, 神魂可以融入规则, 掌控规则, 这个状态, 更能感悟大道, 柳飘飘陷入了沉思之中, 心里震撼, 不愧是前辈, 神魂可引入道运, 迫于规则, 但如何引入道运, 大道无处不在, 如何感悟, 柳飘飘是毫无头绪, 毫无感悟的, 正想要请教, 前辈似乎知道他的想法, 淡淡地说了一句, 法不清传, 大道无处不在, 一花一草皆是道, 一水一淡, 也是道, 沉下心慢慢感悟吧, 相逢即是缘, 也罢, 本尊赠你一物恢复下神魂吧, 只是你境界太低, 本尊没有适合你的宝物, 这一瓶养魂液, 勉强也算得去, 正好你也能用得上, 一滴可恢复你神魂消耗, 便给你吧, 说吧, 楚玄手中出现一个小瓶子, 东西当然不是白白给的, 为了保证柳飘飘不会失控, 楚玄敲摸摸的, 在养魂液里种下了肿魂液, 随即将瓶子一抛, 通过万天境传送了过去, 多谢前辈, 柳飘飘激动不已, 要知道, 失去了肉身依托, 神魂消耗最难恢复, 只要它能恢复损耗的神魂, 底气大增, 哪怕面对出入天境的强者, 也有信心可以逃脱, 倒出一滴养魂液, 精灵剔透, 五彩兵粉, 落入手掌慢慢被吸收, 看起来就像一枚印章, 很玄奇是吧, 全心里暗自得意, 一滴养魂液附下, 消耗的神魂, 不断得到滋养, 不断地恢复着, 同时对前辈的好感度, 那是直线飙升, 连一点不良的念头都生不起来, 柳飘飘没有丝毫怀疑, 有的只是感动, 男人给自己取了一个听上去就很高端的称号, 万古不灭永恒不朽俊逸, 无双大威大德无上至圣诸天万界第一大道尊, 男人真名楚玄, 就在刚刚, 凭借巧舌如簧, 将一只天静阿飘变为自己的小迷妹, 阿飘前任偶像拜扶在地上, 有些急了, 前辈似乎忘记了自己啊, 难道因为师父是美女, 所以前辈眼中只有师父, 忽略了自己的存在了, 虽然师父得到机缘, 也意味着是自己的机缘, 但他想前辈直接给自己一个大机缘了, 前辈, 真是绝世强者, 盖世高手, 手段逆天, 天地独尊, 尊老爱幼, 额肖良可怜巴巴地抬起头, 你这小家伙, 跟我完成与接龙呢, 楚玄摇头失笑道, 小伙子有话直说吧, 无妨, 前辈, 实不相瞒, 我师徒二人目前正在被人追杀, 师父虽得您指点, 但不能时时刻刻保护晚辈, 晚辈也想得您指点一二, 好日后安身立命, 自立自强, 不用时时劳烦师父, 还可为师父保家户好, 好小子, 懂得尊师重道, 自强不息, 加以时日, 已必成大器, 说着, 将一本小册子扔了过去, 本尊无数年前, 随手所创的一门小术, 就传授给你了, 这可是本尊自创的脸稀逆行的秘书, 小小审法级别, 记住, 适合你的, 才是最大的机缘, 销良心中大喜, 接过飘下来的小册子, 一看之下, 顿时震撼不已, 审法级别的脸稀逆行术, 一旦修炼了此法, 哪怕是天境强者, 也无法窥探出他的身份, 前辈太强大了, 随手所创的小术, 竟然都是审法级别, 多谢前辈赐法, 销良公敬地磕了三个头, 真是个有礼貌的年轻人, 楚玄大胆欣慰, 努力修炼吧, 本尊就不打扰了, 忽悠的差不多了, 目的也达到了, 该离开了, 晚辈恳请前辈告知尊号, 好让晚辈铭记在心, 赶怀前辈大恩大德, 有飘飘突然拜扶道, 尊号, 楚玄动了心思了, 话说自己都忽悠了几个人了, 总不能连个名号都没有吧, 而且, 他还会继续忽悠下去, 指不定那一天, 这些被自己忽悠的, 或是被自己收为仆从的, 彼此相遇了, 也好有个认知, 所以, 留下个名号, 是非常有必要的, 既然要留名号, 自然要起个一厅就是超级大佬的名号, 楚玄想着想着, 似乎陷入了沉思之中, 好半场才略带感慨悠悠说道, 都不知道多久以前了, 诸天强者都称我为, 万古不灭永恒不朽俊义无双大威大德无上至圣诸天万界第一大道尊, 名字有点长,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称呼, 柳飘飘与肖良听得一愣一愣的, 不明觉历, 好留弊, 晚辈柳飘飘多谢大威大德无上至圣第一大道尊恩赐, 柳飘飘愣了一下之后, 就拜扶在地, 磕了三个头, 肖良紧随其后, 有心了, 有心了, 楚玄很是欣慰, 有缘再见吧, 若有缘本尊便赐下一桩机缘, 说完, 楚玄就关闭了万天境, 恭送大威大德无上至圣第一大道尊, 柳飘飘与肖良恭敬的道, 心里激动不已, 同时祈祷着, 能够再次遇到这位前辈, 获得其赐下的大机缘, 楚玄关闭万天境, 就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以凭的三寸不烂之舌, 巧妙的谋划, 无形中忽悠来了一位天境图从, 起了一个超响亮的门号, 奖励神魂祭道法, 果然, 自己这一番忽悠, 触发了系统的奖励, 楚玄已经渐渐摸索到了, 一些触发系统奖励的规律, 查看系统的奖励, 神魂祭道法, 可神魂寄托于大道, 依托大道而存, 可调动部分大道之力为己用, 以神魂境界强弱而定, 可分出一缕神魂, 寄存于大道, 这是一门很强大的秘书, 神魂寄托于大道, 理论上只要寄托的大道不崩溃, 神魂就不会严密, 并且, 可以调动部分大道之力为己用, 不过, 调动大道之力的强弱, 与神魂境界有关, 此法, 通常只有肉身陨落, 才会将神魂完全寄托于大道, 也可以凭借此法, 短暂寄托于大道, 借此更深刻的感悟大道, 这也是一门保命秘书, 寄托一缕神魂在大道上, 一旦陨落, 就可以凭着那一缕神魂恢复过来, 不至于生死到孝, 非常强大的一门秘书, 系统出品果然流弊, 楚玄心情舒爽, 宅了这么久, 今天心情是最舒爽的一天, 随手取出一柄剑, 神器级别的, 扔到了乾坤空间里的丁月面前, 徒儿, 为师今天高兴, 此剑就赠予你了, 丁月看着插在面前的宝剑, 一脸震撼之色, 细看之下, 宝剑宛若有灵, 其上规则缭绕, 风锐内敛, 颇为不凡, 普通地兵, 都是具有一定特性, 材料特殊, 可以依靠蕴养不断增强的西式至宝, 总觉得, 此剑远非地兵如此简单, 师尊太奢侈了, 这一刻, 丁月感激涕灵, 刚拜师, 师尊就赠送给自己, 如此珍贵的保护, 恩重如山, 秦同在造, 这是神兵宝剑, 不是你现在可以使用的, 苏仙儿提醒道, 这傻小子怕是还不知道吧, 丁月不识货, 苏仙儿可是识货的, 他毕竟出身中州大家族, 帝兵看过不少了, 哪怕是天兵, 也看过的, 这柄剑, 不论是规则, 韵味, 都远非天兵可比, 自然是神兵无疑了, 苏仙儿一脸羡慕, 酸了, 做侍女这么长时间, 勤勤恳恳, 各种打杂的脏活累活, 他都做到楚玄满意, 至今, 都没有给自己任何一件宝物呢, 而丁月呢, 刚拜师没多久, 就会赠一柄神剑, 苏仙儿酸溜溜地站在一旁, 委屈巴巴地看着楚玄, 先生你偏心, 小丁的神兵, 我也要, 行了, 仙儿, 不要急躁, 这条长鞭赠予你, 你们在里边要情价修炼, 不可偷懒哦, 楚玄挥挥手, 一根雪白的长鞭扔到苏仙儿面前, 长鞭雪白, 规则缭绕, 隐隐可以感知到, 蕴藏着冰寒之力, 谢谢先生, 喜滋滋地拿着长鞭, 回到乾坤空间里修炼去了, 楚玄躺在椅子上, 眯着眼, 继续感悟着大道, 算算时间, 距离三年之期, 只剩下十天了, 如今突破到了尊敬一众, 也是该彻底掌控南州黑月楼的时候, 南州黑月楼真正的负责人, 是那位神秘的异星楼主, 是时候见见他了, 一天后, 暴红燕来了, 那位异星楼主轻易不见人, 哪怕他是金牌楼主, 除非有重大事项, 或黑月楼遭遇金牌楼主都无法解决的事情, 他才会现身, 所以, 暴红燕也没有办法短时间内见到对方, 楚玄面都没露, 挥手扔出一枚丹药给暴红燕, 此丹, 对地径修炼大有弊意, 相信他会见你的, 暴红燕看着手中的丹药, 心中惊叹, 如此完美的地径丹药, 哪怕黑月楼也没有, 是, 主上, 必定完成任务, 仅仅半个十圈后, 那位神秘的异星楼主, 可耻恭敬地站在楚玄面前, 先生真乃神人眼, 知道小贝我寿缘无多, 各自我完美地径丹药助我突破地径, 去我谈命, 小贝定当尽心竭力侍奉先生, 看着眼前的小老头, 楚玄不经无语, 就那泼药丸子, 自己都快放过气了, 那没丹药, 算是给他为自己办事的酬劳罢了, 楚玄恐怕连做梦都想不到, 金牌楼主的顶头上司, 那个控制整个南州情报网的黑月楼一星楼主, 竟是门外这名有求于自己的糟老头子, 就在刚刚, 楚玄用一颗快过气的丹药, 引得小老头蹒跚而来, 老头名叫劳归泰, 先是询问了一番, 关于战魔谷地的事情, 他知道的事情, 比爆红燕三人要多得多得多, 比如战魔谷地, 陷入在哪个地方的空间里面, 当初那一战, 南州有多少大势力消亡, 而这些大势力的宗门所在地, 也在大战中, 坠入空间之中, 随着南州天地规则的恢复, 将会陆续重现天地间, 而一些古迹, 其实都是当年某些势力, 或大家族的地盘, 因为大战而坠入空间虚无中, 天地规则的逐渐恢复, 才使得这些坠入空间虚无的古迹, 被挤出来, 重现天地间, 关于那场大战, 劳归泰曾在黑月楼的典籍中, 看到直言片语, 疑似存在阴谋, 为了颠覆大清帝国, 具体的, 他还没有了解到, 毕竟他才一星楼主, 更高级的机密, 他还无法掌握, 他的顶头上司, 是他的师兄, 一位递进三重的强者, 黑月楼的二星楼主, 人在北周, 黑月楼的总督在哪里, 真正掌控者是谁, 劳归泰一概不知道, 楚玄从劳归泰口中, 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消息, 是关于南州几大势力, 三宗二国, 其实都是当初南州的大势力, 大战之后, 南州天地规则崩溃, 主要力量被迫离开了南州, 所以, 目前留在南州的, 其实只能算是守护故土的分支而已, 这老头子可以啊, 如果不是他资质太差, 还真想收了他, 让劳归泰离去之后, 楚玄暗自感叹, 三宗二国背后都不简单, 抵运深厚啊, 秦可运初创的大秦帝国, 如何与大秦帝国对抗, 楚玄没有深思下去, 只要不影响到自己就行, 三年之期就要到了, 时间在平静中渡过, 苏仙儿在努力修炼, 为早日回中州报仇努力着, 丁月继续在巩固突破后的修为, 汉天金鹏和天美妙依旧打得闹闹的, 完全看不出他俩的地境修为, 昨天, 祖宅又传来了楚天明的咆哮声, 楚玄不由地感叹, 楚玄那个家伙, 多亏了不在楚家, 否则不死也要脱层皮, 他都快成了楚家的罪人了, 你又宅了三年了, 再接再厉, 继续宅下去, 奖励万法道一, 追魂道宫, 三年之期的奖励, 竟然是一件衣服和一张宫, 楚玄领取出奖励, 先是那把古朴的, 淡蓝色的宫出现在手中, 宫身上转刻着一根根细纹, 有规律的遍布者, 道运缭绕, 那一根根细纹, 宛若是一条条大道, 宫贤介于虚实之间, 并非实体, 看上去宛若是一条大道, 楚玄惊叹, 此宫绝不简单, 查看追魂道宫的信息, 追魂道宫, 以大道之力为箭, 以规则为箭, 每一箭都是巅峰一击, 无视距离, 无视空间, 看完追魂道宫的信息, 楚玄惊喜不语, 自己终于拥有了, 足不出户, 杀敌于外的能力了, 追魂道宫以修为而论, 最弱也是以天地规则之力为箭, 修为足够强, 则是以大道之力为箭, 每射出一箭, 都是巅峰的一击, 而且, 无视空间, 无视距离, 最重要的是, 在敌人身上种下追魂印, 哪怕对方躲在哪个空间里, 哪个秘境里, 也能将其射杀, 并且, 若是修为足够强, 甚至只需要意念默念这个人的名字, 追魂道宫便能够在大道中, 锁定意念中的人, 将其射杀, 都不需要追魂印记锁定, 更不需要见面了, 只需意念默念, 想要杀的这个人, 就能从大道中将其锁定, 不管间隔多远, 都能射杀对方, 简直恐怖如斯, 追魂道宫虽然强得没天理, 楚旋现阶段还做不到, 一念默念一个人, 就可以锁定, 射杀, 再厉害的武器, 也是需要实力支撑的, 楚旋现阶段, 要么以追魂印记锁定敌人, 要么捕捉到敌人的一缕气息, 或者其他方式定位敌人, 如此才能够无视距离, 无视空间, 将人射杀, 而且, 若是被锁定的人, 实力太强, 也是可以抵挡下来的, 毕竟, 射出的剑威力, 也是与自身修为有关的, 以楚旋现在尊敬一众的修为, 想要射杀天境强者, 肯定是做不到的, 楚旋把玩了一会儿追魂道宫, 非常满意地收好以后, 他哪怕宅在院子里, 也有出手的机会了, 定位敌人, 可以有多种方式, 追魂印记只是其中一种, 一旦被追魂印记锁定, 就无法驱除, 算是追魂道宫的配套, 楚旋决定了, 将定位之法, 交给有需要的人, 比如丁月, 苏仙儿, 一旦二人在外遇到不可敌的强者, 需要自己出手救援时, 就可以使用追魂印记, 定位敌人, 自己可以第一时间发掘, 射杀对方, 三年之期的奖励, 已经这么厉害了, 五年之期呢, 甚至十年之期呢, 楚旋充满了期待, 另一边, 南州某地, 楚云站在小山头上, 盯着前方一处波纹荡漾的山洞, 那里, 有一处古迹即将现实, 每一个古迹, 都意味着机缘, 只是机缘大小的问题, 从来不会空手而归的, 当然, 某些古迹也处在一定的危险, 楚云刚突破灵境四重, 以他这个年纪来说, 可以说是天赋卓越了, 楚云已经能够炼制精品的虚和丹, 以他灵境的修为, 竟然可以炼制出, 虚境武者乃至何境武者都能够用上的丹药, 天赋之强, 在南州非常罕见, 也不知道楚家现在如何了, 他们不会为难十三哥吧, 楚家的处境, 他也略知一二, 突然要完, 探完这个古迹, 我就回楚剧, 又等了一天, 终于古迹开启了, 那似乎是一天要圆, 楚云大喜, 不过依旧小心翼翼地进入, 警惕着可能存在的危险, 一天后, 楚云收获满满, 有专门剑骨强身的百灵君, 有可续命驱毒的千层雪莲, 十三哥, 到时候这些都给你用上, 好好给你补补, 猛的, 楚云闻到一股特别的味道, 随后看向前方不远处, 竟是传说中含有的可以提升舞者天赋资质的灵药, 玄星草, 忍耐不住激动之色, 上前将玄星草给摘了下来, 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玉盒装号, 有了这株玄星草, 十三哥一定可以修炼到玄境, 灵境乃至更高境界, 楚云看到玄星草, 第一个想法, 就是给楚悬浮下, 摘下玄星草后, 小药园里有年份的灵药, 都被采摘完毕, 楚云正准备返回楚郡了, 小姑娘, 你偷我家灵药, 是否该给再下一个交代, 楚云脸色一变, 回头看去, 一名姿态放荡, 笑得色眯眯的青年男子, 正从古迹入口走来, 这个男人太会玩了, 凡是被他看上的女孩, 只要手指轻轻一点, 立刻被囚禁起来, 攻他肆意妄为, 男人名叫宋庞, 年纪轻轻, 竟已学会欺负女孩, 只因他是九剑山少宗主, 就在刚刚, 楚云正打算满载而归, 却被男人叫主, 小姑娘, 你偷我家灵药, 是否该给再下一个交代, 什么你家灵药, 古迹有缘者得知, 楚云脸色一变, 警惕地迈开脚步, 朝着古迹入口而去, 谁说是古迹了, 这分明是我家药员, 青年男子一闪身, 就挡在楚云面前, 还有你, 也是我的, 哼, 楚云直接就出手了, 他可不是傻白甜, 杀人夺宝的事情, 虽没有经历过, 却是听闻不少的, 对方分明意图不轨, 想要杀人夺宝, 登徒子, 看长, 优贺, 小娘们, 还挺辣, 不过小爷我喜欢, 青年男子抬手一棍刺出, 挡下楚云的攻击, 楚云接连出手, 虽然比青年男子低了两个小境界, 然而实力却是丝毫不弱, 他修炼的毕竟是大罗地精, 青年男子脸色微变, 一时之间, 竟然被逼退数十米远, 小蹄子, 等我抓到你, 楚云趁机逃出了古迹, 呸, 无耻银贼, 真热心, 快拦住他, 楚云刚逃至古迹入口, 一名高大身材中年男子突兀的出现, 挡在他面前, 灵力手印覆盖四面八方, 楚云脸色大变, 竟然是真镜强者, 小美人你跑呀, 怎么不跑啊, 青年男子笑嘻嘻地追了上来, 楚云心中往下沉, 真镜强者呀, 楚家可得罪不起, 这个时候, 他只能寄希望那位神秘前辈出手相助, 把玄心草交出来, 小爷不为难你, 并且还可以娶你做妻子, 这可是你莫大的荣幸啊, 青年男子笑得很开心, 妄想, 你不配, 楚云咬牙怒瞪着对方, 我怎么就不配了, 你可知我是谁, 青年男子挺了挺妖感, 听好了, 小爷乃是九剑山少宗主宋庞, 九剑山少宗主, 楚云一脸怀疑之色堂堂三宗二国之一的九剑山少宗主, 才这点实力, 宋庞恼羞成怒, 你懂什么, 小爷这是在夯视根基, 交出玄心草, 若是不识趣, 羞怪小爷不讲规矩, 即便你真是九剑山少宗主, 也休想, 楚云目光坚定, 楚家得罪不提九剑山, 但玄心草太重要了, 关乎楚玄能否突破玄境, 临近的关键, 抓住他, 宋庞怒吼一声, 他自知自己动手, 别说抓住对方, 能不能打得过都另说, 中年男子一面一动, 林立手应立即合拢, 此时的他整个身体失重, 修为全无, 一副带宰羔羊模样, 小爷还是那句话, 把玄心草交出来, 小爷不会为难你, 还会宠敬你, 这可是多少女人 梦寐以求的喜事啊, 宋庞撅着嘴巴便想应上, 你敢动我, 我就自闭当场, 就算生死到消, 也绝不会让你得逞, 楚云使出浑身解数, 仍是动弹不得, 哟, 牙尖齿利, 等我用点小手段, 你不从也得从, 宋庞向那名中年男子 使了个眼神, 定住他, 就在此时, 一道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 轻松一击, 就将他的灵力手印破开, 更是给了那欺负楚云的男子 一个大嘴巴, 来人面容冷俊, 穿着一身黑衣, 脸上戴着面具, 看装束似乎是一个朴丛, 而对方的修为, 真敬三宠, 来者何人, 竟敢得罪我九剑衫, 宋庞在一旁叫嚣着, 哼, 九剑衫, 算个什么东西, 面具男子轻蔑一笑, 一个蒲丛就有真敬修为, 那位前辈实力必然更强, 多谢前辈, 楚云拱手行礼, 看也不看送旁, 飞快离去, 面具男这已是第二次出现了, 楚云在此之前, 也曾遭遇过一次危机, 就是面具男出现保护他的, 自称是受主人之命, 暗中保护他的, 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因此楚云也不多交谈, 直接离开, 他心里暗自下定决心, 一定要努力研究炼丹术, 努力修炼, 争取早日得到前辈认可, 只要得到了前辈认可, 今天做的一切, 都不会给楚家带来灾火, 反而, 楚家还会多一个强大的靠山, 听前辈的语气, 分明就不在乎九剑山的威胁, 可见前辈的强大, 楚云一度怀疑, 那位神秘前辈, 是来自天鼎山的强者, 面具男否认了, 并且对天鼎山不屑, 所以, 楚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神秘前辈, 极有可能是来自南州之外的强者, 说不定是地境强者, 否则, 如何会不屑天鼎山, 不去九剑山, 宋旁阴沉着脸看着楚云离去, 他的护卫打不过人家, 但玄星草关乎他提升资质, 他不甘就此放弃, 走, 带着护卫飞快赶回九剑山, 楚玄看完黑月楼传来的关于楚云的情报, 倾笑一声, 九剑山少宗主, 以他的身份而论, 才是个废柴呀, 玄星草啊, 确实是不错的灵药, 不过对他没有任何用处, 论资质, 谁能比得上他, 异株能够提升天赋资质的灵药, 难怪九剑山少宗主, 如此上心, 志在必得了, 他虽是少宗主, 由于资质与修为原因, 在九剑山恐怕不少天骄都瞧不起他吧, 就他这点天赋, 想要接掌九剑山, 是绝对不可能的, 九剑山是一个宗门, 不是一个家族, 何况, 就算是一个家族, 家主的儿子太废物, 想要接掌家族, 都是困难重重的, 哪怕接掌家族, 也维持不了多久, 就会被赶下来, 楚云已在返回楚郡的路上, 以九剑山的能耐, 要查到楚云的身份, 并不会太难, 要不了多久, 九剑山的宗主, 就会邪子杀上门来了, 楚玄倒是期待着对方杀上门来, 九剑山不出意外, 应该是与大秦帝尊有些关联的吧, 战谋谷地的局, 自己也插手完烂, 在九剑山安插的棋子, 关键时刻佼佼局, 师尊, 我已经巩固了修魏了, 丁月恭敬地站在楚玄面前, 眼中充满了恭敬与崇拜, 师尊太强大, 太神秘了, 随手, 就扔给自己一把神剑, 楚玄应了一声, 看了丁月一眼, 陷入了沉思当中, 他有个青梅竹马呀, 虽然绿了他, 但丁月可能还有点不死心吧, 甚至于, 他会想着, 等修魏提升上去, 就会想着去挽回青梅竹马, 重归于好的可能性, 虽然不算太高, 但若是他那个青梅竹马, 撒撒娇, 卖卖萌, 在深情默默地说, 之所以移情别恋, 其实是为了考验他, 激发他的潜力, 其实, 心里还是有他的, 非他不嫁的, 丁月这个家伙, 会不会感动之下, 就重归于好, 继续舔他的青梅竹马了, 这可不行啊, 我楚玄的徒弟, 绝不能做舔狗, 丁月在此之前, 贱卖未通, 经脉堵塞, 九剑山的强者, 并没有发现他潜藏的天赋, 只以为他是个废柴, 天心剑脉, 世间罕见, 并非谁都能够发现他的绝顶见到天赋的, 兼知, 丁月经脉堵塞, 修炼极脉, 更不会受人重视, 不会因此而仔细探查他的天赋, 现在丁月剑脉一通, 天心剑脉激活, 见到天赋无双, 九剑山还会让他离开, 肯定想尽办法挽留他的, 丁月已经拜他楚玄为师, 绝对不会重回九剑山, 不过九剑山也不会就此断了与他的联系, 肯定会想尽办法, 让他的青梅竹马, 重回他身边, 顺便, 还能从自己这个丁月的神秘师尊手里, 获得一些宝物, 交好一个强者, 所以, 丁月绝对不能做田狗, 要彻底忘记他的青梅竹马, 楚玄心中有了计较, 血气方当的小伙子怎么也想不通, 想要成为名震望谷的剑仙, 竟然要以不敬女色为代价, 小伙子名叫丁月, 身为南州气韵之子, 却因剑脉未通, 经脉堵塞, 人送外号废才少爷, 信得楚玄指点, 如今剑脉已通, 天心剑脉激活, 见到天赋无双, 成为绝世高手指日可待, 与此同时, 楚玄却担心其九剑山会想尽办法拉拢他, 继续让他做田狗, 于是心生一计, 你见到天赋极佳, 有机会走上无上剑道, 但若要走上无上剑道, 须得堪破剑道三观, 丁月神色正重, 师尊何谓剑道三观, 楚玄没有马上回答, 而是继续问, 你可知, 为何世间决定剑道强者少之又少, 为何无数剑道修炼者, 都平平无奇, 并未能展现出任何剑道的强大, 丁月心中疑惑, 师尊为何要这么问, 九剑山的前辈们, 剑道都很强啊, 战斗力很猛的, 在同阶中难有敌手, 不过, 既然师尊如此问了, 想必他眼中的剑道强者, 与自己理解的不太一样, 或是, 九剑山其实并不强, 只是自己境界低, 实力低微, 还觉得强大而已, 想了半晌, 因为他们魔力不够, 剑道修为不够, 剑道天赋太差, 不, 楚玄摇了摇头, 只因他们, 修炼的只是剑道, 普普通通的剑道, 并没有走上无上剑道, 无数岁月以来, 剑道天赋卓绝者无数, 其中比你天赋更强者也有, 但最终也没能真正踏上无上剑道, 沦为了一实力强大一点的普通剑修罢, 丁月陷入了沉思中, 好半晌, 脑海中灵光一闪, 我知道了师尊, 只因他们没有堪破剑道三观, 楚玄一副如此可较也的眼神, 我姐问你, 你是要成为一名实力强大, 有点名气的剑修, 还是要成为一名踏上了无上剑道, 名震万古的剑仙, 剑仙, 虽不知是何等强大的存在, 丁月却经不住神网, 师尊, 我要做名震万古的剑仙, 我要踏上无上剑道, 丁月一脸坚定, 你有此决心, 为师很欣慰, 楚玄欣慰的点头, 闭尿的差不多了, 想要踏上无上剑道, 你就必须堪破剑道三观, 师尊, 我一定会堪破剑道三观的, 请师尊告诉我, 是哪剑道三观, 丁月热血澎湃, 目光坚毅, 苏仙儿站在一旁听着, 心里很迷惑, 见到三观, 未曾听闻过呀, 楚玄很满意丁月的反应, 欣慰道, 很好, 为师相信你定能堪破剑道三观的, 你且听好了, 无上剑道第一观, 忘掉心上人, 丁月整个人都傻了, 无上剑道第一观, 忘掉心上人, 为何要忘掉心上人, 他脑海里, 浮现出那一道倩影来, 苏仙儿也猛了, 心上人与修剑有何关系, 楚玄说的如此严肃, 他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剑道瓶颈, 竟然是忘掉心上人, 可懂剑道第一观的含义, 可知, 为何无数剑修, 都无法踏上无上剑道, 连第一观都无法堪破, 何谈无上剑道, 楚玄对于丁月的反应毫不意外, 请师尊赐教, 丁月双眼略显迷茫, 忘掉心上人, 要忘掉他, 不忘了他, 就无法踏上无上剑道, 身具天心剑脉的丁月, 对于剑道, 有着特殊的执着, 你心中有人, 剑在何处, 楚玄声如大道之音, 身上七彩神光绽放, 一道光环, 在脑后浮现, 要射四周, 圣尸光环, 看着沐浴在七彩神光中的师尊, 丁月心神震动, 只觉得, 师尊句句都是真理, 剑在何处, 丁月喃喃自语, 可否并存, 信心不足, 小心翼翼地问道, 如何并存, 既然并存, 你的剑还是唯一吗, 你的剑还纯粹吗, 丁月脑瓜子嗡嗡的, 是啊, 并存如何专一, 但, 脑海中的那道牵引, 却又牵引着他, 忘掉, 谈何容易啊, 我且问你, 若你心上人的亲朋好友, 要杀你, 你动不动手, 若哪一天, 你的心上人一心别练了, 要来杀你, 你的剑还刺得出去吗, 若有一天, 你的心上人落入敌手, 以此要挟你, 你当如何, 楚玄生如红中, 直入心神的问道, 心有羁绊, 剑在何处, 如何还专一剑道, 又如何踏上无上剑道, 楚玄眯着眼看着丁月, 丁月脸色苍白, 整个人都摇晃了起来, 他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如何抉择, 心上人与无上剑道之间, 该如何, 你要知道, 心上人只会给你带来伤害, 楚玄见火候差不多了, 直接给他来个扎心的, 轰隆, 丁月脑瓜子嗡嗡的, 满脑子都是, 心上人只会给你带来伤害这句话, 九剑山上, 被冷言斥责, 被踩在地上, 被甩耳光, 被一脚踹飞, 周遭冷嘲热讽, 那一张俏脸, 从最初的巧笑倩息, 到横眉冷漠, 讥笑, 蔑视, 以及被他身边人百般羞辱, 他始终没有多看自己一眼, 丁月喘着气, 大汗淋漓, 面容痛苦而扭曲着, 楚玄就这么看着他, 身为南州气韵之子, 连这一关都过不去, 那就太废了, 无配为自己徒弟, 不帮他渡过情关, 丁月迟早会被他的青梅竹马坑一次狠了, 苏仙儿在一旁默默地看着, 丁月显得如此纠结, 痛苦, 显然他的心上人, 对他造成过不小的伤害, 十几分钟后, 丁月逐渐平静了下来, 脑海中的那道歉意, 不再温柔美丽, 而是冷酷无情, 想到往日的种种, 丁月骤然发现, 自己一直都在被伤害, 师尊是对的, 心上人只会带来伤害, 他的目光逐渐坚定, 看向楚玄, 师尊, 我懂啊, 如此可教也, 楚玄欣慰, 身为自己门下的大弟子, 岂能做舔狗, 请师尊赐教, 见到第二关, 又如何, 楚玄依旧眯眯着眼, 无上见到第二关, 看美女不走神, 心中有见魂, 丁月有些猛, 怎么又是与女人有关, 楚玄灵力凝聚出一个人, 面容粗犷, 五大三粗的样子, 灵力凝聚的人, 与苏仙儿站在了一起, 你第一眼看的是谁, 注意力更倾向于谁, 楚玄问道, 丁月疑惑的看去, 第一眼自然就是小丝打扮的苏仙儿了, 注意力也是更倾向于苏仙儿, 毕竟一个绝世家人, 只要是个正常男人, 注意力更多是在美女身上的, 是苏姐姐, 楚玄语重心肠道, 看到美女走神了吧, 徒儿, 你想啊, 你与人对敌时, 有美女出现, 或搔手弄姿, 或极尽魅惑, 你一走神, 会有何等下场, 再则, 在一些幻境中, 美色无边, 家人无数, 你陷入其中, 小命何在, 为何是女人美色, 异性相惜, 天之大道, 此乃大观, 丁月已经挠不出画面了, 自己手持长剑, 与敌人对峙, 骤然, 敌人身后, 一角色佳人, 搔手弄姿, 极尽魅惑, 自己会不走神吗, 以他目前的心境来说, 绝对会走神的, 绝对会被分散注意力的, 一走神, 意味着陨落, 四, 一想到如此, 丁月顿时倒吸一口气, 师尊之言, 都是智力啊, 师尊, 我一定早日看破第二关, 嗯, 这就对了, 楚玄非常满意丁月的表现, 第二关, 看美女不走神, 心中有剑魂, 何为剑魂, 每个人的感悟都不同, 此需要你自己去悟, 是, 师尊, 都说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那你可曾见过劝说自己儿子不敬女色的, 就在刚刚, 楚玄看着丁月, 说出了无上剑道的第三关, 心中无女人, 拔剑可图神, 丁月顿时又热血澎湃起来了, 心中无女人, 拔剑可图神, 我丁月, 一定要踏上无上剑道, 拔剑图神, 徒儿, 你要记住, 女人只会影响你拔剑的速度, 楚玄郑重其事的丁主道, 师尊,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堪破无上剑道三关的, 真正踏上无上剑道的, 丁月目光坚毅, 什么心上人, 都滚一边去, 我丁月, 可是要做图神的男人, 楚玄大感欣慰的样子, 误儿, 以由此坚定的信念, 为是狠欣慰, 此无上剑道三关, 也是三个剑道心静, 忘掉心上人, 看美女不走神, 心中无女人, 此乃无上剑道之秘, 非大义立者, 非道心永固者, 无法心静圆满, 无法堪破三关, 是, 师尊, 我懂了, 丁月点头, 顿了一下, 师尊, 其实无上剑道三关, 蕴含大道智力, 尤其是心中无女人这一关, 其实是欲止心无止水, 万物不可动, 万物不可忍, 心中为剑, 不知徒儿误得对不对, 楚玄抽了抽嘴角, 你可真是个人才, 误得太对了, 徒儿有此误性, 为是狠是欣慰, 你需牢记, 女人只会影响你拔剑的速度, 是, 师尊, 丁月一脸郑重严肃, 为是, 这就传你剑道, 楚玄抬指一点, 通天剑决上天, 直接印在丁月精神意志上, 丁月还要堪破无上剑道三关, 所以通天剑决, 就分成三次来传授了, 何况, 丁月要是把上天修炼完毕, 恐怕已经天静了, 丁月沉浸在剑道档物中, 天心剑脉被激活, 整个人都变得淋漓了起来, 宛若一柄出窍的历解, 十几分钟后, 丁月睁开双眼, 拜扶在地, 恭敬地磕了三个响头, 多谢师尊传法, 去修炼吧, 楚玄挥挥手道, 是, 师尊, 丁月站起身, 神情坚定, 目光锐利, 回到乾坤空间, 在那把神剑前盘膝坐下, 忘掉心上人, 忘掉心上人, 丁月内心不断地告诫自己, 必须忘掉心上人, 必须堪破剑道第一关, 师尊传给自己的剑道, 强大无匹, 远非九剑山可比的, 自己一定不能辜负师尊的厚望, 丁月脑海中, 不断回忆着, 与青梅竹马的往昔, 从两小无猜, 到厌弃, 冷落, 疏远, 到最后的嘲讽与羞辱, 你只是个废物, 怎么配得上我, 丁月, 我们虽然一起长大, 但那是我年少无知, 现在我长大, 眼睛不瞎, 我们不可能的, 你不要痴心妄想, 你只是路过, 骗谁呢, 你是来骚扰我的吧, 来恶心我的吧, 丁月, 看在我们以前的情分上, 你滚远点好吧, 他也曾放下了, 不再去找那个人, 但总是能偶尔相遇, 每一次都被羞辱, 都被唾弃, 丁月不断地回忆着, 曾经的遭遇, 不断地催眠自己, 那是一个不值得的人, 师尊说得对, 心上人只会带来伤害, 忘掉心上人, 我丁月, 可以做到的, 他既已无情, 我又何须念念不忘, 丁月就这么盘息坐在地上, 闭着眼睛, 一遍又一遍地兼顾自己的内心, 去忘掉那个人, 楚玄没有理会丁月怎么去忘掉心上人,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自己的徒弟不会成为天狗, 他启动万天境, 连冲任长河, 拜见师尊, 任长河恭敬拜扶, 无须多礼, 楚玄声音浩瀚, 如从大道中传来, 任长河一抬头, 顿时神魂一震, 心里对师尊愈发恭敬了起来, 沐浴在神光中, 却是大道缭绕, 他身上的衣袍, 宛若是大道编织而成, 思, 师尊究竟有多强, 任长河震撼不已, 以大道为衣袍, 这是何等强者才能够做到, 可有困惑之处, 楚玄开口问道, 有, 任长河一脸羞愧之色, 至今, 自己都未能完全领悟阴阳和神章, 楚玄都无语了, 不止一次怀疑, 任长河这伙, 当初究竟是不是绝顶天交了, 不过他名头很响亮啊, 长河天尊之名, 威震九玉五十周, 应当不是陆路之辈, 为何这么长时间, 始终无法完全领悟阴阳和神章, 是阴阳和神章, 太过玄奥的缘故, 哪怕是天境, 也难以领悟, 任长河将自己的疑惑问出, 楚玄为他讲解之后, 便开口问, 你所在此间天地, 可有千岁天境者, 有的, 任长河虽不知楚玄为何如此问, 或者是为了借此督促自己, 亦或者, 想要找一个, 比自己天赋更强的人, 代表是尊在此间天地的传承, 楚玄眉头一条, 果然, 百年地境, 千年尊敬, 万年天境, 这都是绝顶天交们, 正常情况下的修炼速度, 总有特殊情况, 超越这个绝顶天交的修炼速度, 任长河继续说道, 有些老怪物, 因为各种原因, 或特殊情况之下, 以秘术转世, 由于有前世的积累与感悟, 千年恢复天境, 并非不可, 楚玄不由地想到了秦可运, 他如此短时间内, 修炼到半地之间, 依靠的便是前世的积累与感悟, 不过, 以此修炼起来的舞者, 实力大都偏弱, 根基较为虚浮, 而且, 等到完全接受了传承, 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打摩根基, 否则无法再进一步, 任长河对这一类舞者不屑一顾, 拐弯抹角地说, 他当初一只手就弄死了好几个这种所谓的天交, 楚玄懂他的意思, 无非是怕自己, 把他跟这一类天交比较, 任长河的意思, 无非是说, 这种舞者修炼速度固然快, 但绣花枕头, 不实用,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 就是获得大机缘, 进入某些特殊的秘境, 在秘境里修炼了千年, 结果出来之后, 才过了一年而已, 若是算上秘境修炼的时间, 其实也不短的, 听闻荒谷域内, 便存在此种秘境, 奈何弟子原薄, 无缘欲道, 任长河遗憾地叹了一口气道, 一小小的时间秘境而已, 算不得什么, 楚玄口气很大, 毫不在意地道, 不愧是师尊了, 任长河惊叹, 该了解的都了解了, 也为任长河讲解了困惑, 楚玄带离开了, 赵立勉励了一下任长河, 终于肯告诉自己名字了, 说明, 他已经认可了自己这个弟弟, 你且听好了, 楚玄声音微言起来, 诸天强者, 都称呼本尊为, 万古不灭永恒不朽俊义, 无双大威大德无上之, 圣诸天万界第一大道尊, 任长河听得一愣一愣的, 不明觉历, 师尊好留病, 楚玄对任长河的反应很满意, 在勉励了几句之后, 就关闭了万天井, 接下来, 楚玄连通了杜远, 杜远已经回到了供奉他的小家族, 一如既往的弟弟, 尊上, 你既以为本尊门下行走, 也算是本尊门下之人, 便赐你功法与神兵, 楚玄将紫燕焚天诀传给了杜远, 又将燕灵锥子给他, 杜远惊喜不已, 自己的选择果然没错, 前辈赐下的功法, 比自己当初机缘所得的功法, 强了何止百倍, 由此功法, 杜远自信, 神兵也并非不可, 燕灵锥, 竟是一柄神兵, 神兵啊, 整个西州都未必有, 楚玄又扔给他几瓶尊敬修炼的丹药, 足以让杜远短时间内实力飙升, 比他目前尊敬二重的实力, 还是稍稍偏弱了一些, 好在, 距离战魔谷地开启, 尚需不短时间, 足够杜远将实力提升上来, 天静是不可能了, 尊敬八九重, 在丹药的辅助修炼下, 兼之紫燕焚天诀的强大, 还是可以做到了, 杜远的天赋可不差, 万天竟剩下的一次机会, 楚玄随机连通, 又一次连通到了一片大阳中, 没有与任何生灵联系上, 此后几天, 冰月都再度见到第一关中, 苏仙二也在刻苦修炼, 十三哥, 我给你带来了宝贝, 楚玄回来了, 第一时间就跑到楚玄的小院子, 女人本想凭借自身实力碾压男主, 逼他就范, 从了自己, 却未曾想男主早已不是自己认识那个十三哥, 不禁强迫女人就范做他不情愿的事情, 更是将宝贝直接塞进了他嘴里, 就在刚刚, 楚玄回到楚郡的第一时间, 便跑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小院子, 这里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乾坤空间被楚玄遮蔽了, 楚玄自然发现不了, 自豪地取出一株伞状, 伞下有欺骗叶子的灵药, 递到楚玄面前, 十三哥, 这是可以提升天赋资质的灵药, 你快吃了吧, 楚玄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 丫头有心了, 这么珍贵的灵药, 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自己, 没有白藤塔, 玄心草啊, 确实是好东西, 不过你十三哥用不上这东西, 你吃了吧, 楚玄瞪大一双眼睛, 十三哥, 你知道玄心草, 楚玄高深莫测一笑, 道, 自然是知道的, 你快吃了吧, 这东西十三哥用不上, 怎么会用不上呢, 楚玄有些急了, 十三哥, 你放心, 就算你突破了, 我也能让你继续住在小院子里, 不让人打扰你, 楚玄呵呵一笑, 我不想让人打扰, 谁都无法打扰他我, 不行, 十三哥, 你必须把玄心草吃了, 楚玄板着俏脸, 决定来应用, 将玄心草给楚玄射下去, 无法突破玄境, 无法继续提升修为, 寿命终究会很短暂, 他可不想, 他依旧白发苍苍, 十三哥却以白发苍苍, 楚玄动用灵力, 自以为将楚玄控制住了, 把玄心草往他嘴里射去, 结果, 不知道为何, 一旦通过了考验, 前辈会收我为徒的, 那时候我们就有大靠山了, 那位前辈, 很有可能是南州之外的, 很有可能是地境强者, 楚玄默默地听着, 心中暗笑, 你口中的那位前辈, 就在你眼前了, 楚云在小院子里待两天, 照例去翻了那些修炼心得, 并且找到了新的炼丹法与丹方, 他有些疑惑, 这些丹方与炼丹法, 与那位神秘前辈, 究竟有什么关联, 那位神秘前辈, 似乎正是因为他修炼的这些炼丹术, 还对他青睐, 还考验他的, 楚玄又把这些推到老爹楚错落头上, 谎称可能, 自己老爹跟那位神秘前辈, 有什么渊源, 楚云觉得有道理, 将新的炼丹术与丹方铭记后, 楚云回祖宅了, 回去之前, 他叹了一口气, 三哥要是回来, 可能会很惨, 楚玄认同,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隔三差五的, 都能听到楚天明的咆哮声, 可见楚云把人气成什么样了, 楚云回祖宅了, 他要在楚家, 让十三哥可以过得舒坦, 关于楚玄实力的问题, 楚云只字不提, 一天后, 楚玄在院子里, 听到了祖宅里传来楚天明的笑声, 哈哈哈哈, 我楚家起门干预人后, 楚天明突破合径了, 服食了楚云炼制的虚合胆, 另外三位虚境巅峰祖老, 也相继突破, 楚云在楚家的地位, 一下子直线飙升, 超过了未来的家主继承人楚清, 成为了楚家所有祖老心中的宝贝疙瘩, 楚清很无奈, 他的地位已经调到了第二位了, 不过他没有丝毫不高兴, 他反而很开心, 楚云给了他不少担药, 可以快速突破修为, 提升实力, 更可以出售, 楚玄看向楚家祖宅地下的那个空间, 楚家底蕴也是时候开启了, 楚家实力不能一直落于人后, 被其他三家越甩越远, 楚家人的心态恐怕会崩溃, 楚家底蕴自然是交给楚云来开启了, 里面的那件地兵也将会自动认主楚云, 以楚玄的实力, 让楚云开启楚家底蕴自然是不在话下, 而且, 楚云还不会发觉是有人帮他开启的, 楚天明等一众楚家祖佬正在紧握密布, 收集各种名要交给楚云炼丹, 决定下大力气, 培养楚云, 就在这一天夜里轰然一声, 祖宅一座房屋地下崩塌了下去, 一个小空间骤然出现, 所有楚家强者都震惊了, 楚天明一边朝着小空间而去, 一边吩咐楚家中祖佬, 封锁楚家足地, 任何人不得外出, 铃儿, 你在哪里? 楚天明急躁不已, 楚云刚刚就在那座房子里炼丹, 带着几个祖佬, 冲入废墟中出现出来的一个黑洞, 微弱的光芒出现, 一进来就发觉了不对劲, 这似乎是一个补迹, 放眼看去, 首先是一块石碑, 石碑上转刻着一行行字, 楚天明第一时间寻找楚云踪迹, 骤然, 一道光芒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古迹中央, 悬浮着一把灵光荡漾的小刀, 一股浩瀚的威压吸卷来, 楚天明所有人脸色狂变, 紧接着就狂吸起来, 地兵竟然是一件地兵, 只是, 这柄地兵, 此刻悬浮在楚云的头顶上, 楚天明等人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 只见地兵缓缓地下落, 竟然主动落入了楚云手中, 最后更是融入了楚云体内, 地兵认主, 是主动认主, 此见地兵, 选择楚云为主人, 楚天明众人全都惊呆了, 快看, 那些是其中一个祖老, 指着漂浮在空中的那一团团传承力量, 以及一个祭台上摆放着的顶级, 见楚云无事, 楚天明将注意力放在了石碑上, 这一看, 整个人都激动地颤抖了起来, 这, 这是我楚家先祖留下的底蕴, 楚家所有人都高兴疯了, 而看向楚云的目光, 更是宛若看宝贝疙瘩, 楚家先祖留下的帝兵, 主动认主楚云, 代表着什么, 他们自然是知道的, 楚家崛起, 全靠楚云了, 楚云还一脸茫然之色, 不知道自己为何, 突然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 一把小刀, 还认自己为主, 并且耐入了丹田, 正在蕴养着, 云儿, 这里是我楚家先祖留下的底蕴, 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楚天明激动地问道, 我好像听到什么声音, 似乎有人叫我, 我应了一声, 就来到这里了, 楚云茫然地道, 好, 好啊, 我楚家崛起有望了, 是楚家先祖选中的机缘后辈, 这是真静力量传承, 匿名从大前帝国回来的楚家祖老, 看着一团力量传承, 激动不已, 我楚家要绝请, 所有人此刻都知道了, 为何赵家, 何家如此快速出现真静强者, 只因他们的家族底蕴被开启, 三叔, 你尽快突破真静, 楚天明看向那民族老道, 那民族老是楚家目前的最强者, 现如今, 蓝州局势动脏, 秦国已非以前的秦国, 楚家与另外三家的关系, 与以往不同了, 必须尽快出现真静强者, 坐镇楚家, 只有真静强者坐镇, 楚家才算得上有点实力, 好, 由此传承, 半个月内, 必能突破, 同时, 楚家中毒老, 都默契地不提帝兵的事情, 帝兵在楚云身上, 此乃楚家军, 一旦泄露出去, 后果不堪设想, 别说楚云这点实力, 就是整个楚家都保护住, 帝兵啊, 整个南州, 还有几个势力友, 秦家有帝兵, 他们是知道的, 秦可运这位女帝, 实力超绝, 谁敢打他的主, 赵家, 何家不出意外, 也有帝兵了, 但是否仍保留在两家手里, 还是归于秦家, 就不得而知了, 楚家帝兵之事, 绝不能外写, 好在, 进入楚家底蕴的, 都是几位祖老, 可以将此事保密下来, 而且, 帝兵主动认主, 纳入了楚云丹田, 只要楚云不主动险路, 没人可以发现, 楚天明兵主的楚云一番, 让他切不可泄露帝兵, 爷爷, 我知道的, 何况, 以我的实力, 也用不了, 楚云郑重地点了点头, 他明白帝兵的重要性, 心里已经有了决定, 将帝兵交给楚玄, 不能让爷爷他们知道, 帝兵我交给了十三个, 楚云默默地想着, 楚家底蕴开启, 整个足地都封锁了, 楚家三位合进强者, 开始传承真净力量传承, 目前只有三位有足够的修为, 小乖巧可爱的女孩, 体内竟藏有一把小刀, 而这把看似普通的小刀, 竟是一件足以轰动整个南州的帝兵, 女孩名叫楚云, 上一秒还在房间练担的她, 下一秒便被这件帝兵主动认主, 纳入了丹田之中, 楚家族老叮嘱楚云, 让她切不可泄露帝兵, 而从楚家古迹出来的第二天, 楚云就来到了小院子, 神神秘秘地看着楚玄, 十三哥, 我传承了一件楚家的帝兵, 丫头果然气韵浑厚, 是楚家崛起扛顶人, 楚玄笑呵呵地看向楚云, 十三哥, 我要把帝兵给你, 我用不上, 而且在我身上感觉很危险, 楚云小脸严肃, 叽叽喳喳地, 把帝兵说得如何危险, 万一被人知道了, 他会有生命之危等等, 楚玄好笑地看着他, 楚云说得如此严重, 无非就是担心自己不肯接受帝兵, 十三哥, 你一定得帮我, 帝兵就交给你了, 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哦, 十三哥怕自己有危险, 一定会接受帝兵的, 当即他就想要取出帝兵来, 结果丹田内的帝兵一动不动, 接连尝试了好几种方法, 都没办法取出帝兵来, 顿时小脸一会儿, 十三哥, 帝兵取不出来, 这说明帝兵完全认你为主, 关键时刻还会保护你呢, 就留着吧, 楚玄笑着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帝兵承载着楚玄的力量, 不但可以给楚云提供修炼上的帮助, 关键时刻还可以救命, 以楚玄如今尊敬一众的修为, 帝兵之内的强者, 无人可以伤得了楚云, 而且楚玄在帝兵上留下了追魂印记, 可凭此定位, 以追魂道工将敌人灭杀, 好吧, 楚云没能把帝兵取出来, 一脸失落地回祖宅了, 回到祖宅后, 他又绞尽脑汁, 用尽半了, 始终无法取出帝兵, 这才死刑了, 楚家正卯足了劲, 要奋发图强, 突然一个消息传来, 楚家祖老全都震动, 九剑山宗主宋一鸣, 携旗子宋旁, 前来楚家提亲, 旗子宋旁迎去楚云, 并且来势汹汹, 并非以友好的方式来提亲, 直接就是威逼, 若是在楚家底蕴开启之前, 楚家祖老们, 或许会考虑一下, 是否巴结九剑山, 楚家底蕴开启, 传承帝兵任主楚云, 怎么可能让楚云嫁给九剑山之子, 况且, 对方来势汹汹, 直接威逼, 更是让楚家无法接受了, 楚云可是光乎楚家崛起的希望, 以目前的情势, 即便楚云有意中人, 楚家祖老们都不会同意他外甲, 只能招续入坠, 怎么办, 一众祖老脸色民众, 看着楚天明, 只能向秦家求援了, 楚天明阴沉着脸, 楚老们忧心忡忡, 秦家会来援吗, 要知道, 目前秦国与九剑山关系不寻常, 会为了楚家, 得罪九剑山宗主, 但是已至此, 别无他法, 唯有求助秦家, 楚云在楚家古迹里练丹, 并不知道外界的情报, 而楚玄, 已经从黑月楼的情报上, 得知送一名鞋子来楚家的事情, 对方不急不缓, 一步一步施压, 随行的九剑山弟子, 正在掌控楚郡的一座又一座城, 虽然没有出手伤人, 但威逼的意味不言而喻, 终于是来了呀, 楚玄一念之间, 整个楚家族地, 都处于他的域内, 他也要在南州, 若几枚棋子, 占摸古地的局, 他还是感兴趣, 占摸古地的开启, 是关乎整个北域的局势, 众多强大势力参与进来, 九剑山宗主, 就是楚玄要在大秦帝尊这里, 插下了一枚棋子, 大秦帝宫, 秦可运看着楚家的球员, 沉吟着没有给出答案, 秦平山几次张口, 但又闭上了, 秦可运的心思, 他猜不透, 出不出手帮楚家一把, 全在秦可运一念之间, 谁也阻落不了, 本地自由主张, 秦可运挥挥手, 让秦平山退下, 秦平山叹了一口气, 秦可运身上的地威, 越来越强盛了, 恐怕要突破到地境了, 秦平山离开之后, 秦可运对着身后的屏风吩咐道, 通知一下九剑山, 若是宋一鸣死了, 换一个宗主, 就当没事发生, 屏风后面的人, 显然愣住了, 宋一鸣死了, 不该报仇吗, 怎么当没事发生, 况且, 楚家有那个能耐, 可以杀了宋一鸣, 好半赏, 才硬倒, 是, 楚郡这边, 宋庞急躁不安, 爹, 直接去楚家呀, 玄心草被吃了怎么办, 宋一鸣不许, 旁儿, 你确定那丫头是炼丹师, 确定, 千真万确, 而且炼丹天赋可能还不弱, 宋庞连忙点头, 他天赋固然费了一点, 但也不是没脑子的二代, 为了稳住自己在九剑山的地位, 他可是想尽了办法的, 九剑山最缺什么, 炼干尸, 所以第一时间, 他要驱楚云, 玄心草与美人到手, 凭着自己爹是九剑山宗主, 以后他的地位, 只会越来越稳固, 宗主之位, 也并非不可以争一争, 结果, 自己爹竟然慢悠悠的, 都快把他给挤死, 哪怕最后娶了楚云, 没了玄心草, 他无法提升天赋资质, 还争个屁的宗主之位, 相较于宋庞的交集, 宋一鸣确实知道, 急也没用, 这么多天了, 玄心草恐怕早已被用了, 他现在考虑的不是宋庞这个儿子, 若是楚云真的恋丹天赋出众, 他现在就要考虑的是, 如何培养僧, 同时, 宋一鸣也在等秦家的反应, 到楚家族地前, 若是秦家没有任何表态, 那么此行就顺利, 若是秦家出面, 就要面临一些波折, 秦家与九剑山大长老洪飞关系密切, 而且秦国与九剑山似乎存在某些联系, 哪怕他这个宗主都知道不多, 那是九剑山的几个老不死, 直接掌控的事情, 他也没资格插手, 虽是宗主, 毕竟不是九剑山最强者, 这世界终究是靠实力说话, 楚家族的道了, 秦家无人出现, 宋一鸣松了一口气, 此行顺利, 楚天明与一众祖老, 站在足地前, 神色难看地盯着宋一鸣父子, 秦家没有任何回应, 显然是不打算出手帮助, 想到秦国与九剑山的关系, 楚天明等人就心头黯然, 九剑山宗主啊, 真净九中的强者, 楚家拿什么来抵挡, 到目前为止, 楚家还没有真净强者呢, 楚家底蕴刚开启没多久, 哪怕接受了真净力量灌输的阻老, 还没有突破到真净, 楚云也得知消息了, 急踪踪地打来, 他想着应该请那位神秘前辈出手才行, 面对楚家众人, 宋一鸣是全然不放在眼里的, 与自己结为亲家, 对楚家而言是莫大的福气, 只是他稍稍有点不明白, 楚家为何不愿意, 转念一想, 他心头就火热了, 楚家舍不得楚云外驾, 甚至借此结交自己这个九剑山宗主, 只有一个原因, 便是楚云的恋丹天赋, 超出想象的好, 关乎着楚家的崛起, 爹,就是他, 宋庞看到急匆匆而来的楚云, 兴奋地指着楚云, 眼神火热, 小美人,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起来, 宋庞兴奋不已, 宋一鸣突然怒吓, 一巴掌甩在了宋庞的脸庞上, 闭嘴, 别眨眼, 这可能是楚云宅家以来, 最危险的一次装备, 这个从魔珠里窜出来的魔族强者神魂, 居然仍是尊敬巅峰修为, 丝毫没把楚云放在眼里, 而且张嘴就要苏仙儿跪下给他卸火, 就在刚刚, 挨了自己亲爹一巴掌的宋庞, 整个人都猛了, 捂着肿胀的脸庞, 傻乎乎的看着自己老爹, 他不明白, 自己老爹怎么突然打自己, 楚家众人也猛了, 宋一鸣此刻, 却是心头黄, 浑身都微微颤抖着, 连双腿都在颤抖, 并且发软, 险些忍不住贵妇在地, 爹, 你干嘛打我, 宋庞一脸委屈, 这次直接将宋庞来了个过肩衰, 宋一鸣怒道, 打你, 楚姑娘是你能觊觎的吗, 宋一鸣怒吼着, 又甩了宋庞一巴掌, 你也不撒泡尿罩罩自己的摔样, 你配得上人家楚姑娘吗, 楚天民众人目瞪口呆, 九剑山宗主是怎么回事, 为何殴打亲子, 看, 都把脸打住了, 再打下去, 都要变猪头了, 楚云见此却是想起了什么, 肯定是那位神秘前辈出手, 几道九剑山宗主, 连九剑山宗主都要服软, 那位前辈太强大了, 肯定是递尽无疑, 宋庞整个身体, 被老爷子摁在地上摩擦起来, 那张脸圆滚滚的, 都看不出五官的轮廓, 救命啊, 救命啊, 我爹疯了, 宋庞挣扎着求救, 声音都含糊不清了, 他很慌, 自己老爹可能疯了, 载不住手, 他感觉自己可能会死, 但没有人注意到, 宋一鸣额头冷汗直冒, 一股恐怖的威压降临在他的身上, 始终没有退却, 宋一鸣就不敢停手, 并且只能咬牙, 下手越来越重, 这道威压, 比九剑山的那些老不死, 还要强大百倍, 千倍, 他慌了, 只能亲自动手, 教训辱骂自己的儿子, 他这是在自救, 既救自己, 也是救自己儿子, 他想到了很多, 难怪秦国没有将楚家纳入, 秦家没有收楚家为臣, 皆因, 楚家隐藏的大恐怖, 他在踏入楚家族的不久, 一道神秘的恐怖威压, 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警告意味明显, 楚玄都无语了, 九剑山宗主脑子有点问题的吧, 我特么就是威压你, 给你警告, 不要放肆, 结果呢, 这家伙疯狂殴打自己儿子, 更是在言语上, 极尽羞辱, 楚玄很怀疑, 那儿子可能不是他亲生的, 楚家所有人全都看傻了, 本来对于想要去楚云的宋旁, 那是极尽愤怒与厌恶的, 可是这会儿, 看着那不成人形的家伙, 心里不由的怜悯了, 真是个可怜的家伙呀, 被自己爹摧残成这个样子, 看到宋旁那凄惨的模样, 楚云都觉得不忍心, 尤其是宋旁还在言语不清的在求救, 艰难的举起双手, 跪地求牢, 救命啊, 救我呀, 咔嚓, 手却被掰断了, 那咔嚓一声, 听在楚家众人耳朵里, 手都经不住抖一下, 九剑山宗主, 却是失心风发作了呀, 要不要阻止, 万一他疯起来, 对自己等人出手怎么办, 没人打得过他呀, 那个, 再打下去就没命了, 楚云忍不住小心翼翼的开口道, 宋一鸣瞬间对他投来感激的目光, 那道威压退去, 用脚踢了一下宋旁, 还不谢谢人家楚姑娘, 宋一鸣提起宋旁, 满脸诚恳, 楚姑娘你放心, 这鸵屎一样的玩意, 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的, 这混蛋玩意, 我会带回去好好管教管教的, 宋旁这一刻感激涕零, 楚云翘脸张红了起来, 他这么惨, 全都因为自己的缘故, 结果, 他还要感谢自己, 怪不好意思, 但, 宋一鸣却是生不出一丝不良的念头了, 反而, 还对那幕后之人, 充满了尊敬与好感, 肯定是因为, 那位前辈手下留情, 所以我才会伸出感激之情, 才会对他充满好感, 宋一鸣如此想着, 也没有丝毫觉得不, 他不知不觉间, 就被楚玄种下了种名, 楚玄并没有让察觉, 更没有施加任何意志, 因此宋一鸣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人控制了, 只要不干扰他的心神, 宋一鸣并不会察觉, 已经被种下种魂印, 只是误以为, 楚玄手下留情, 所以他才会生出尊敬与好感, 宋一鸣正为棋子, 楚玄不知下去了, 什么时候启用, 是否启用, 还是个未知数, 九剑山宗主啊, 身份地位可不低, 跺一跺脚, 南州都要抖一抖, 虽不是九剑山最强者, 可是身份地位不低, 关键时刻, 也是可以起到不小的作用的, 随即, 宋一鸣撤走了所有九剑山弟子, 楚郡又重归楚家掌控, 大秦帝宫, 秦可运看着手中的情报, 一脸难以置信, 宋一鸣竟然没死, 只是他儿子, 看起来不成人形, 实则对于修炼者来说, 也没伤得多严重, 只要不伤到根基, 都是皮肤之伤, 那位好看的楚家十三少, 这么心慈手软啊, 秦可运双眸亮了一下, 自己是否可以去看了呢, 他对九剑山宗主, 都心慈手软了, 肯定不会为难自己的吧, 楚家一众祖老恍如梦中, 本以为是楚家的大危机, 他们都非常悲观地准备接受, 楚云被迫嫁给宋旁的事情, 谁料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 九剑山宗主, 突然是心疯了一般, 疯狂殴打与羞辱自己的儿子, 都把人打得不成人形, 究竟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父爱的扭曲, 才会造成这一惨剧的, 楚天明总觉得, 宋一鸣突然是心疯, 可能与楚云有关, 只是怎么可能呢, 她是被秦可运, 从大秦帝国带回来的, 亲眼见识到了那位大秦女帝的强大, 不可能吧, 那位女帝固然强大, 九剑山宗主, 不至于如此畏惧, 做出失心疯的事情来吧, 楚天明表示怀疑, 况且, 秦国与九剑山的关系, 非比寻常, 秦国边境处, 坐镇的强者, 仍旧是九剑山为主, 在这一层关系的基础上, 不论如何, 也不至于如此对待九剑山宗主的, 更不可能为了楚家, 如此娇恶九剑山, 难说, 若非亲眼所见, 是无法想象那位女帝的威势的, 那民族老神色严肃, 极其正重, 听他这么一说, 楚天明等人都怀疑了, 难道真的是那位女帝暗中的威慑, 他还是念旧情的, 依旧惦记着楚源, 楚源那混账, 一想到楚源, 楚天明又忍不住怒吼, 楚云吐吐舌头, 三哥也就不在, 每天他要是回来了, 可就难受了, 九剑山宗主逼婚的事情, 如一场闹剧, 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 就已经落幕, 消息灵通者, 只知道九剑山宗主气势汹汹而来, 结果拎着不成人形的儿子返回了九剑山,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并不太清楚, 只知道, 宋皇是被他老爹给打得不成人形的, 不少让猜测, 可能是那位大秦女帝的威慑, 大秦帝国, 紫月郡, 曾经的紫月国, 如今是大秦帝国的紫月郡, 某个山林里, 一道落魄的身影, 走入了一个潮湿, 黑暗的洞穴中, 他的眼中充满愤痕, 脸上有着一道猙獰的疤痕, 红上倒下, 贯穿了整张脸, 可见这一道疤痕的伤势, 几乎要了他的命, 胡全, 曾经紫月国邪教的教主, 如今已经落魄, 紫月郡中, 依旧有着邪教存在, 但胡全却并非紫月郡邪教的掌舵人, 更非高层之一, 反而, 是一个边缘人, 几乎所有人, 都已经忘记了他这个紫月国邪教的教主, 其他教主卸任后, 总会到邪王庭修炼, 成为邪王庭的一员, 哪怕是个小卒子, 唯独他, 被驱逐, 被抛弃了, 这一切的根源, 都源于紫月国邪教, 几乎全军覆没, 他这个教主, 极其无能, 让他背后的靠山, 成为了同行中的笑话, 胡全不甘, 胡全愤恨, 他想过报复背后的靠山, 然而对方实力太强, 手下众多, 岂是他区区虚静巅峰可以报复的, 思来想去, 导致自己落魄至此的根源, 皆是因为楚家的缘故, 于是, 他对楚家的愤恨, 越来越强烈, 几乎要失去理智, 最近, 他被人抢劫了, 素来只有他这个邪教教主, 干杀人夺宝的事情, 何曾被人抢劫过, 胡全受了伤, 他觉得前途一片黑暗, 看向楚军的方向, 胡全咬牙切齿, 若非楚家, 自己何至于落得如此凄惨的境地, 一切的起因, 都在楚家, 胡全又想到, 自己一旦激活魔血珠, 致使楚家受到污染化魔, 被众多强者势力灭杀, 自己胡全之名, 必然传遍南州, 胡全感受着体内的暗伤, 自己活不了多久了, 哪怕死, 也要拉楚家垫背, 胡全有了决定, 开始调养伤势, 然后赶去储具, 他必须隐藏自己, 悄无声息地进入楚家族地, 将魔血珠激发出来, 魔血污染楚家, 使得楚家化魔, 凡是化魔者, 都会被击杀, 别群起而攻之, 这是人族的铁律, 任何势力都不意外, 哪怕是邪王亭, 发现魔化者, 也会第一时间击杀, 终于, 他来到了楚郡, 眺望着楚家族的方向, 今晚行动, 这是我胡全最后的疯狂了, 楚家经历了宋英灵逼婚仪式后, 愈发意识到实力的重要性, 所有人都憋着一股劲儿, 全副身心投入到了刻苦修炼当中, 为楚家崛起发光发热, 足地的防守, 恢复到了往常, 命令临近护卫队长, 带领凡近护卫, 寻味着足地, 楚家足地外, 一道身影悄无声息的到来, 胡全面容争鸣, 眼神中带着疯狂致色, 他的手中, 抓着一枚珠子, 此刻, 珠子似乎正在融化, 变得赤红色, 里面宛若有鲜血在流动, 若是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 乌卓整个楚家, 骤然, 一道进风扑来, 胡全还没反应过来, 只觉得身体被提起, 下一刻就出现在了一个小院的, 楚全皱眉看着胡全, 这么长时间, 这个家伙, 自从获得他提供的楚家甲地图后, 一直都没有动静, 都快把他给忘了, 想不到对方突然出现, 而且很不对劲啊, 看向胡全手中的魔血珠, 他从里面感受到了强大的乌卓气息, 以及浓郁的魔气, 魔族的血凝聚的血珠, 而且, 还不是一般的魔族血液, 这个家伙, 故声不响的, 突然就要给楚家来得很亮, 胡全惊骇, 自己怎么来到这里了, 毫无反抗之力, 这究竟是什么实力, 不过, 一切都迟了, 魔血珠已经激活, 对方无法阻止了, 胡全得意了起来, 吞了吧, 楚全挥手, 让是凌花把胡全给吞了, 至于魔血珠, 自然是一起吞掉, 对于是凌花来说, 魔血可是大物, 他不受魔血的污浊影响了, 是凌花根须瞬间蔓延, 将胡全给吞噬了进去, 不一会儿, 胡全就消失在了世上, 但那颗魔血珠却被扔了出来, 呼, 骤然, 魔血珠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威势, 一个脑袋长得短脚, 耳朵高高竖起, 面目猙獰的身影浮现而出, 是凌花更是被对方直接震到了一边, 楚全眼神微变, 魔族强者的神魂, 手一挥, 周天乾坤阵覆盖, 将小院子遮蔽在外, 大战一触即发, 苏仙儿与丁月被强大的魔威惊动, 纷纷睁开眼看来, 魔魂, 苏仙儿惊呼道, 杰杰, 本尊终于出来了, 人族小辈, 跪下吧, 魔魂又看向苏仙儿, 笑得愈发邪恶, 人族的小女娃娃, 长得太俊了, 跪下给本尊卸火吧, 高兴了保留你的神志, 尊敬巅峰, 或是这半天境的神魂, 对方全胜之时, 恐怕是天境的魔族强者, 看向楚旋, 结结笑得, 便扑了过去, 欲要夺取楚旋的肉身, 哼, 放肆, 楚旋冷哼一声, 还起手一压, 玄傲的符文弥漫, 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运, 若是天境强者, 自己还会有所忌惮, 仅仅一道神红, 在这嚣张是吗? 千万别被这只红精灵, 阳光帅气的外表所迷惑, 他可是当初入侵北域南州, 在那场改变南州大陆数千年气韵的人魔大战中, 都没有陨落的天境魔陀, 就在刚刚, 面对魔陀的硬扑, 楚旋冷哼一声, 起手一压, 玄傲的符文弥漫, 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欲, 封天境法, 魔陀顿时感受到自己的力量, 一瞬间就被禁锢了, 欲知力也无法施展出来, 更让他惊骇的是, 自己所有的力量, 包括各种秘术, 都失效了, 甚至于, 他感觉自己的神魂, 都在逐渐失去思维, 失去意识, 怎么可能? 他究竟是什么人, 为何如此强大? 此地, 难道不是北域南州? 魔陀惊骇不已,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神魂, 被不断地压缩,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啊, 入侵南州大战我都逃得一命, 竟然会死在这里, 为何会不在南州的? 为何? 谁把我带离了南州? 魔陀内心咆哮着, 想要挣扎, 却全然无用, 在苏仙儿震撼的目光中, 那道强悍无边的魔陀, 竟然被楚玄挥手间就镇压了, 仅仅是抬手一压, 就把魔陀给压缩镇压了, 如此轻描淡写, 比拍死一只蚊子还要轻松, 苏仙儿被深深地震撼了, 先生的强大, 超乎想象, 楚玄看着手掌中, 被压缩成团的魔陀, 不禁好奇, 魔陀是否与战魔谷第一战的魔族有关, 仅仅是一缕神魂, 就如此强大, 强盛之石, 在天境中都不算是弱者吧, 直接灭杀了, 楚玄犹豫了起来, 这么强大的魔陀, 直接灭杀了有点可惜啊, 但要封禁起来, 必须他亲自镇压才行, 这世界似乎没有佛门存在, 否则把这魔陀给度化了, 变成自己的忠诚仆从, 以楚玄目前的实力, 想要给魔陀种下种魂印, 成功率并不高, 毕竟魔陀的境界高太多了, 楚玄皱着眉头, 琢磨着怎么处置魔陀, 这极有可能是当初, 入侵南州的魔族强者, 必然知道当初战魔一战的隐秘, 尤其关于是否有人族叛徒的消息, 正因为如此, 楚玄并不想直接将魔陀给灭杀了, 就在楚玄准备, 将魔陀给切割, 分成好几道, 削弱魔陀的力量, 再一一控制起来, 系统的声音响起, 以只手镇压天境魔陀, 奖励三世佛经, 竟是琉璃塔, 竟魔陀, 果然, 系统都认定为天境魔陀, 可见这道魔陀, 强盛之石, 是天境强者, 楚玄查看奖励, 三世佛经, 是佛门的修炼宝典, 分为过去燃灯经, 现在如来经, 未来弥勒经, 三经包含诸多佛门神通与修行福道之力, 具有度化之效, 楚玄看了三世佛经之后, 犹豫了一下, 还是领取灌输, 自己掌握佛门之法, 又并非真的和尚, 全当多修炼一道法, 领悟完三世佛经, 楚玄身上有浩大的活光荡漾而出, 佛光落入照射魔陀, 传来痴痴之声, 魔陀仿佛血于烈阳, 正在不断消融, 丁月与苏仙儿看呆了, 这一刻的楚玄, 给人一种庄严浩大, 洗涤心神的神圣之大, 那金色的光滑, 似乎蕴含着某种神秘力量, 再看向手中的魔陀, 楚玄心中已经有了处置之法, 手掌一翻, 一座三层小塔出现, 竟是琉璃塔, 佛门至宝, 可以净化世间污浊, 净化魔器, 将一切污浊净化为纯净的佛力, 更可以镇压一切妖魔鬼怪, 楚玄将魔陀扔入竟是琉璃塔第一层, 进去好好改造吧, 等待着魔陀被度化, 到时候自己坐下就多一个忠诚的佛陀, 而且还是魔族度化而来的, 楚玄此刻不禁思考, 是否要将佛门之法传授出去, 佛法对魔族有着强大的克制, 一旦传播开来, 魔族会疯狂反托的吧, 传播福道, 成圣作祖, 系统给的奖励, 应该不差吧, 如此一想, 楚玄心动了, 不过, 传播福道修炼之法, 需要适合的人选才行, 至少天赋上不能差了, 传佛门之法, 暂时无法实施, 只能等待合适的时机, 楚玄看了一眼, 满脸震撼的苏仙儿与丁月, 挥了挥手, 别大惊小怪的, 小小魔陀而已, 苏仙儿深吸一口气, 先生的强大, 超乎想象, 连如此强大的魔陀, 都轻松镇压, 实力最起码也是天静马, 丁月更是激动不已, 师尊果然厉害, 我一定要努力修炼, 争取早日堪破剑道第一关, 他感觉自己快要堪破剑道第一关了, 心里青梅竹马这个心上人, 身影已经逐渐模糊, 丁月相信, 要不了多久, 他就可以彻底忘掉他, 从今摆脱情爱苦海, 一心只有剑道, 师尊说的没错, 唯有堪破剑道三关, 才能踏上无上剑道, 丁月目光坚定, 镇压魔陀之后, 小日子又恢复了瓶颈, 楚玄每天听着苏香, 念读着南州各地发生的去世, 放我出去, 可恶, 竟是琉璃塔一层, 魔陀被一道道金光锁链困住, 佛光缭绕在他身上, 不断侵蚀与不化他, 他身上的滚滚魔器, 都被压在体内, 无法爆发出来, 魔陀心里震惊, 他可是天静神魂, 魔力之强超不想象, 那浩瀚金光, 大了神秘的力量, 太可怕了, 魔陀心中恐惧, 他很担心, 若是持续下去, 自己肯定会被那男生折磨地迷失自己, 在繁杂的那男生中, 他目前就只听懂了一句话,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吼, 放我出去, 人族小子, 你想掀起两族大战吗, 我魔族之强, 一旦开战, 你人族五欲, 未必可以保证, 魔陀不断嘶吼着威胁, 到最后, 他怂了, 放了我吧, 求求你了, 我受不了了, 快把那声音停了吧, 我要崩溃了, 爷, 我叫你也行了吧, 饶了我吧, 我认你为主, 做你的仆从, 可以了吧, 主人, 你就饶了魔陀吧, 到最后, 魔陀直接哭着叫主人了, 楚玄看着求饶的魔陀, 不为所动, 经过这段时间的侵蚀, 魔陀的魔魂, 有三分之一, 变成了佛魂了, 金光闪闪, 威严而庄重, 看上去如同得到高僧, 将一个魔族强者, 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若是将魔族变成佛族, 那会如何, 想想就激动了, 这等于, 自己直接就掌控了一个强度, 甚至是创造了一个新族, 从此世间无魔族, 唯有佛族, 真要完成此壮举, 系统的奖励, 绝对超乎想象了, 一步一步来, 不急, 魔陀度化之后, 可以了解一番魔族的情况, 再慢慢门化, 想着不久之后, 自己坐下就会有一名虔诚的佛徒, 楚玄就激动, 等到魔陀度化之后, 就不叫魔陀了, 叫佛陀吧, 这方世间的第一尊佛, 魔陀依旧在哭喊着, 求饶着, 他感觉自己快要疯了, 金光浩瀚的侵蚀是其次, 那那男生才是可怕了, 寻常的尼南声, 或许可以封闭五十, 不听故闻, 排除干扰, 然而, 这念诵经文的尼南, 直入神魂, 根本无法屏蔽与排除, 简直可怕, 楚玄都怀疑, 佛门的度化, 难道是靠不断地唠叨与尼南, 让人崩溃, 然后才度化呢, 谁特描售得了, 耳边有声音嗡嗡个不停, 更别说, 是直接从神魂意识中浮现的那男生了, 魔陀求饶无用, 久而久之, 不知道为何, 魔陀嘴里竟然偶尔会蹦出一两句佛经来, 完全是下意识的行为, 他知道, 自己的思维意识, 开始受到影响了, 偶尔, 他发现自己, 竟然会低眉垂目, 念诵一句, 阿弥陀佛, 太可怕了, 男人仅仅因为进门先迈了左脚, 就被邪王一巴掌拍死了, 而高冷的邪王仅仅因为一个眼神, 竟被吓得双膝跪地, 就在刚刚, 邪王宫大殿上, 当代邪王端坐在宝座, 神色阴沉, 自从被秦可运重创之后, 他脾气就暴躁了不少, 原本, 给人阴冷, 心机深沉印象的邪王, 在勇闯邪王宫的潮流发生后, 他给人的印象变得暴躁, 冲动, 异怒, 被秦可运强势击败后, 这种印象加深了, 而且, 每天都黑着一张脸, 像是被人在头顶中了呼伦贝尔, 邪王的侍从门, 每天都小心翼翼的, 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生怕某个动作, 某个大一点的呼吸, 惹得邪王不快, 被一巴掌拍死了, 甚至于, 进门时都要考虑一下, 是先迈左脚还是右脚, 前不久就有个倒霉蛋, 遇到邪王心情极度不佳之时, 前来禀报事情, 结果, 邪王一句, 你竟敢先迈左脚进门, 给我死, 被一巴掌拍死了, 老惨啊, 如今, 若是邪王心情极度不佳, 侍从们都不去禀告事情, 生怕因为迈左右脚的问题, 被邪王给拍死, 楚郡, 真的不归秦国管辖, 秦家把楚家排除了, 是否真实, 邪王冷冷地开口了, 回吴王, 此事属实, 并非存在什么陷阱与阴谋, 站在下方的, 是邪王亭108邪势之一的长巅峰, 邪王亭的除了邪王一脉外, 下属十大邪帅, 三十六邪将于108邪势, 代表着邪王亭的巅峰强者, 邪王皱了皱眉头沉思了起来, 楚郡位于秦国内部, 地理位置极佳秘密潜入楚郡, 控制住楚家, 到时候就多了一个反击秦可运的暗器, 你与宋一鸣相比, 实力如何, 邪王看向长巅峰, 略有不如, 长巅峰如实达到, 宋一鸣提亲失败, 说明楚家还是有点东西的, 长巅峰毕竟只是邪士, 连邪将都不是, 自然不是宋一鸣的对手, 我还是亲自去一趟较为稳妥, 邪王点点头, 对此并不意外, 邪王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邪王宫, 亲自前往秦国楚郡, 经过几天的探查, 他确定, 楚郡并不存在埋伏的可能, 也没有什么强者, 连和劲都没有, 楚家似乎收缩的力量, 进入了折服期, 看起来非常低点, 夜幕降临, 邪王开始向楚家族的出发, 既然秦国排挤你楚家, 那就来投靠我邪王廷吧, 邪王冷冷一笑, 他这次来, 是要悄无声息地掌控楚家, 夜晚形势更不容易暴露, 房间里, 楚玄打了个哈欠, 正准备回房睡觉, 以他的实力, 不存在困不困的问题, 不过他已经习惯了, 看着炼神徒, 修炼神魂之力, 慢慢进入睡眠之中, 这才是生活呀, 骤然, 楚家族地外, 一道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 竟然是一名半地级别的强者, 虽然比秦可运弱了不少, 却比宋一鸣要强大不少, 而且, 来人身上潜藏着一股邪道之力, 是一名邪羞无疑, 楚玄心里有了一个荒诞的念头, 这个家伙, 该不会是邪王廷的那个邪王吧, 亲自出手来对付楚家, 要不弄来给我朱祝眠, 嘿嘿嘿, 邪王明明只是看了一眼前方的小院子, 打算继续前进, 然而, 他身形一动, 眼前的景象已经变了, 他出现在了这座小院子, 面前, 是一位坐在躺椅上, 悠哉悠哉的俊秀年轻男子, 乌冬, 邪王咽了一口唾沫, 只觉得头皮发麻, 浑身肌肉瞬间绷紧, 这一刻, 他紧张极了, 这是几个意思, 我这是在哪, 楚玄打了个哈欠, 瞄了眼被吓坏的邪王, 你是邪王吧, 邪王身子抖了一下, 这个人好像是在骂我, 但是我怎么一点也不敢生气呢, 这究竟是什么境界, 才能有如此手段, 把我一个半地神不至鬼不绝的邪来自主, 怎么办, 要不要求饶, 我可是邪王啊, 求饶会不会太丢人了, 为何不回话, 见邪王处在原地, 楚玄冷冷地问道, 一瞬间, 邪王心思急转, 扑通一声双膝跪地, 低头哈腰, 小人却是邪王, 小人该死, 当财官先生的伟案身去不经心生崇拜, 忘记回答先生问题, 而且一定是冥冥中有指引让我前来楚郡拜访先生, 我要听实话, 楚玄翻了个白眼, 堂堂邪王亭当代邪王, 大晚上的敲默默来拜访楚天明那老头, 骗鬼呢, 吓得邪王浑身一抖, 小人是不知天刀地后, 妄图掌控楚家, 被赐秦国, 请前辈饶命了, 小命重要, 尊严什么的, 算了, 不在乎, 邪王如此安慰自己, 楚玄咪咪着眼, 沉默半晌, 问道, 看你还算老实, 如是回答我三个问题, 我会考虑饶你一命, 是是是, 小人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邪王双手抱拳, 恭敬道, 其一, 可知大秦帝尊, 邪王一正, 不知对方为何如此疑问, 但却是不敢隐瞒, 连连点头, 整理了一下思绪, 小人知道的不多, 传闻大秦帝尊曾一顶兰州, 建立北域第一大国, 大秦帝国, 大秦帝尊太多的信息, 楚玄又问道, 其二, 关于战魔谷地你又知道多少, 邪王很慌, 这些上古之密, 他都知道不多, 万一对方觉得自己毫无价值, 一巴掌拍死自己怎么办, 邪王额头冷汗都流了下来, 他不敢抬手擦, 一直弓着腰, 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传闻战魔谷地, 乃是上古魔族入侵南州, 爆发大战的战场, 由于参战的, 都是天境强者, 导致战场陷落于空间, 南州因此地脉崩溃, 规则不全, 但有消息称, 二三十年后, 战魔谷地将会开启, 说完之后, 邪王忐忑地偷瞄着楚玄, 楚玄则紧闭双眼若有所思, 看来这个邪王确实不知道多少当年之事, 那你邪王亭还有别的强者吗? 楚玄思考着, 邪王亭又是哪个强者的布局, 除我之外, 还有我叔叔, 不过他常年闭关, 邪王迟疑了一下, 最终还是选择老实回答, 以对方的恐怖实力, 真要灭邪王亭, 也反抗不了, 还不如老实交代, 楚玄了然, 那位就是老邪王了, 邪王亭的最强者, 外界甚至有传闻, 他已经通过某种秘术手段, 成功突破到了地井, 那就给他来个双生魂印, 把老邪王也顺带给收了吧, 该问的都问了, 楚玄挥挥手, 一道力量进入了邪王体内, 同时给邪王种下种魂印, 好了, 你可以走了, 本尊赐给你个礼物, 带回去也给你叔叔看看, 是, 是, 祖上, 邪王恭敬道, 他的内心很慌, 自己就这么被控制了, 更悲哀的是, 他分明是思维清晰的, 亦是清楚的, 却又无法反抗那冥冥之中的意志, 而且, 对眼前这个少年, 竟然充满了尊敬与好感, 生不起任何一丝不好的念头, 邪王走了, 楚玄没有强制要求邪王, 去坑老邪王, 没有必要, 随缘就好, 连地井都不是, 不值得楚玄重视, 控制邪王, 也只是个预备手段, 说不定战魔谷地的局, 可以用得上, 你敢相信, 那个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邪教王公, 如今竟成为江湖人士争相打卡的网红景点, 就连看守的护卫, 也都正大光明地搞起了团购, 而且还有好几种套餐可供选择, 就在刚刚, 邪王从楚家族地离开, 终于松了一口气, 小命可算是保住了, 不过, 主上对自己真的是太好了, 直到现在, 都还能感受到他老人家对我的关系, 所以, 自己定要把主上的整顿政策贯彻到位, 绝不能辜负主上的敦敦教诲, 只是, 从今以后, 他邪王就是别人的婆从了, 都怪肠巅峰, 情报探查太差, 害得自己亲自来储家, 险些小命不保, 邪王庭太弱了, 而且一个个邪修混蛋, 都在气自己, 赶紧回家开整, 邪王刚回到邪王庭, 就看到有人相约闯邪王宫, 他当时就几乎气炸了, 若不是这群混蛋, 动不动闯邪王宫, 狠狠挑衅自己的威严, 害得自己变得暴躁了, 也不至于会栽在小小的储家, 如此一想, 邪王看向周围围观的邪修, 都觉得这群人可无至极, 该杀, 整顿邪王庭, 就从这群混蛋开始, 另一边, 闯邪王宫的人变多了, 邪王宫的守卫也麻木了, 看到有人闯邪王宫, 也只是象征性的应付一下, 并没有下杀手的意思, 如今, 闯邪王宫已经变成了, 出来邪王庭都城的邪修必玩项目, 小梁, 你们邪王最近怎么都不出现了, 该不是大清女帝刚把他给揍了, 再加上闷气呢吧, 我还想借邪王的手再回一把呢, 哈哈哈哈, 人群中, 一流性男子正狂妄地吹着牛皮, 颇有商业头脑的护卫立马告诉他, 这都不是事, 自己有办法, 男子立刻来了兴趣, 好兄弟, 快给哥说说, 我表弟上个月刚让邪王捏死, 第二天家里就挂满了景气, 现在都凭上先进协修典范了, 哥也想要啊, 这可太容易了, 办套餐呀, 护卫张嘴就来, 显然之前没少卖此类套餐, 男子压麻呆住, 啥套餐, 还有套餐, 嘿呀嘿呀, 我们可是专业带团好多年了, 刘哥, 先给你看看宣传单, 护卫随即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 诺, 勇闯邪王宫保姆及套餐, 男子痴溜溜地转动着那双小眼睛, 这样真的好吗, 刘哥, 你看这套餐, 邪王宫半日游, 两千零金, 还附赠小零食呢, 护卫见男子心动了, 连忙介绍道, 刘哥你再看这笔套餐, 邪王宫邪是全程半游八千零金, 刘哥你是知道的, 邪是在咱这的地位, 那传出去, 绝对有面, 听完毕套餐, 男子已是高兴地手舞足蹈, 守卫突然一脸严肃, 但是这最后一笑, 我必须得严肃地和你说说了, 就费用这款, 男子听的兴起, 哪还管那么多, B套餐都这样了, 那C套餐岂不是要起飞了, 别磨叽了, 快说吧老弟, 不差强, 那刘哥你听好了, 勇闯邪王宫终极C套餐, 观赏邪王曾用洗脚盆五分钟, 可用魂力留恋, 费用五十万零金, 令附赠邪王曾用筷子一纸, 名额有限, 预购从速, 护卫越输越亢奋, 完美, 非常完美的套餐, 简直无可挑剔, 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 就死了, 男子正准备付款, 一声巨响, 强悍的气息, 吓得所有邪秀脸色一脸, 邪王出手了, 怎么回事, 邪王竟然出手了, 人群中, 有一小撮人, 觉得不太对劲, 慌忙乱窜, 想要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邪王攻其事而等, 楼依想来就来, 想走就能走的, 一股无形的力量将众人强扭在一起, 围观的吃瓜群众, 看到邪王连守卫都一起捏死, 都是脸色变了一遍, 但为时已晚, 只见一颗巨大的暗紫色能量球, 静直朝着人群撞舞, 恐怖的气息让人无法直视, 尚未看清, 就已被紫色球体周遭的威压, 正非树身, 带光圈散去, 邪王现身, 那颗恐怖如丝的能量球竟是邪王, 半地的气势暴露无疑, 你们这群蝼蚁, 还有我这个邪王吗? 邪王冷笑一声, 紧握双拳, 猛地发功, 突兀地大吼一声, 耳等, 都该死, 半地的气势爆发, 抬手就朝着人群拍去, 轰隆, 瞬间十几名邪羞陨落, 其他人都吓坏了, 想要逃走, 然而邪王震怒, 哪里容得他们头, 韦玉在这一刻施展开来, 一冰净凤立无死的暗飞之剑, 祸土而出, 瞬间斩杀数十人, 邪王陛下, 你这是干什么? 所有人都慌了, 面对发疯似的邪王, 这里没人能够反抗得了, 只是短短一瞬间, 就被斩杀了一大半, 这是修罗场吗? 邪王他连自己人都, 一名邪帅被压制的五体投帝, 惊悚的瞳孔满是恐惧, 不行, 我要赶紧去宫里通报, 邪王他疯了, 画面来到邪王宫冬月, 一名粉色长发, 带着邪魅之气的年轻人, 正哼着小曲, 一道身影飞速而来, 小邪王殿下, 邪王陛下正在无差别屠杀, 我们的高级邪修都死伤大半了, 再不制止的话, 恐怕我们邪王宫救, 小邪王瞥了来人眼, 找我有屁用, 去找能压制我爹的人去, 阿彪做梦也想不到, 这名看似柔弱的粉发小伙子, 竟是个残暴失足的变态狂, 由于接下来的部分情节太过血腥, 阿彪就和这位可爱的粉发小邪王替大家受惊了, 只见小邪王微微瞥了眼, 画面就来到了邪王宫深处的一座地宫门前, 此洞府正是老邪王闭关修炼的地方, 禀老邪王陛下, 邪王他疯了, 无差别屠杀宫外邪修与自己人, 高级邪修都伤亡惨重, 您再不出手, 我们邪王亭就要亡了, 一名邪帅怀揣着仅存的一丝丝希望跪拜在台下, 简直越来越不像话了, 地宫里传来一声苍老而威严的声音, 看着家族遗传的粉色秀发, 就知道此人正是老邪王, 他乃邪王一脉的人, 论身份是邪王的族书, 一生沉迷修炼, 奈何天地规则残缺, 始终无法突破地境, 想要离开南州, 却又被阻止, 只得闭关寻求以密法突破, 他一生无儿无女, 因此将邪王之位传给了亲侄子, 不想才闭关没多久, 就出了这种荒唐事情, 地宫的门打开了, 阵阵迎风袭来, 那名邪帅不寒而立的蜷缩到脚落, 一道魁梧的身影走了出来, 凶悍的气息汹涌而来, 老邪王出关, 老邪王抬头看向王宫外的战斗, 冷哼一声, 越来越不像话了, 他心中愤怒至极, 身形一动, 地面留下一个大坑, 人已出现在了王宫之外, 整顿邪王亭就从你们这些蝼蚁, 蛀虫身上下手, 这边邪王正杀得起劲, 丝毫没有注意到头顶上的老邪王, 住手, 老邪王一声怒喝, 强大的威压从天而降, 所有人都住手了, 邪王脸色狂变, 老邪王出关, 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叔叔, 你看看你在干什么, 老邪王见着满目疮痍的邪王弓, 气不打一处来, 瞬间变身咆哮地, 邪王则淡定地将手中的蝼蚁扔了出去, 奉主上之命, 整顿邪王亭, 眼神里满是理所应当, 一旁的老邪王惊呆了, 想我邪王亭纵横南周数千年, 何曾有过主上, 见叔叔一脸懵圈, 邪王赶忙指了指自己额头, 瞧我这记性, 刚只顾整顿蝼蚁, 忘跟叔叔你说了, 主上还赐我份礼物, 还说回来让我也给你看看, 你看我脑门, 脑门, 老邪王更加蒙比了, 这货该不是真的脑子瓦特了, 谁曾想, 邪王额头上顿时显现一道清晰的血红色符纹, 竟是肿魂印, 老邪王身体一颤, 一道耀眼的光芒刺得他无法知识, 只是一瞬间, 一枚肿魂印就中入了他的神魂之中, 邪王看着老邪王, 老邪王也看着邪王, 叔侄二人沉默了好一会儿, 叔叔, 你感觉怎么样? 邪王率先开口, 挺好, 那你何故屠杀王庭强者? 老邪王随口问道, 我要整顿王庭, 邪王脸色正重, 老邪王沉默了一会儿, 两只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整吧, 诸位邪帅, 邪将与邪士, 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 还来, 而且, 连老邪王都支持了, 那谁能限制得了邪王? 众人预感到未来的日子, 可能不太好过了, 乌云也遮蔽不了点点烦心, 夜深了, 邪王宫那边却是灯火通明, 人声鼎沸, 躺床上的楚玄正悠哉地抠着鼻孔, 本以为邪王停之后是大前过来倒事情, 没想到没动静, 竟有点小失望, 如今各大势力都在等着战魔谷地开启, 楚玄抬头, 眼中光滑流转, 南州的天地规则正在恢复着, 而随着规则修复, 南州舞者的修炼速度, 也逐渐变得快速了起来, 丁月不愧是南州当代气韵之子, 并且天心剑脉的恐怖天赋, 如今已经是虚境三重的修为, 这两只小宠物也是修为大增啊, 天美妙地进五重, 汉天金棚地进九重, 还有老人, 对阴阳和神章的领悟, 也有了不小的进步, 实力已经迈出了一步, 虽没有达到神境, 却也不远了, 看见大家每个人都在进步, 楚旋也觉得自己得再突破一下了, 不然往为人失啊, 五年之气到来了, 楚旋激动不已, 等待着系统的紧密, 你宅了五年, 享受到了宅的乐趣, 奖励随身小世界一个, 随身小世界, 楚旋一愣, 紧接着便是狂喜, 一个小世界啊, 这可不是乾坤空间可比的, 还是系统懂自己, 知道缺什么送什么, 随身小世界, 可成长, 可在现实空间开辟一个入口, 也可随时关闭, 需要灵脉或者盗运滋养, 各种修炼资源, 奇珍宝药, 天才地宝, 数不胜数, 楚旋激动不已, 当即领取奖励,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有了小世界, 他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 培养出强者来, 因为这里可以调整与现实世界的时差, 也就是说, 在小世界里待上一年, 现实才过去了一天, 系统出品, 果然牛叉, 看来丁月和苏星儿, 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 提升到真镜啊, 楚旋居然变身成了造物主, 不仅可以创造这里的万物, 甚至还可以控制世界, 就在刚刚, 宅家五年的奖励如约而至, 竟是一个随身小世界, 小世界里资源丰富, 天才地宝无数, 灵气更是比南州还要浓郁, 修炼起来速度更快, 楚旋把苏星儿与丁月 从乾坤空间叫出来, 此方, 是一个小世界, 进去修炼吧, 苏星儿与丁月震惊不已, 看着那波光烈焰的小球, 瞪大了一双眼睛, 那里面是一个小世界, 哪来的小世界, 世尊, 这是, 大惊小怪, 如何修炼无上见到, 区区一个小世界, 就让你如此失态, 若是一雁惯古今的爵士佳人在你面前, 你又当如何, 玄河赤道, 丁月顿时羞愧不已, 自己心境终究还是太直能了, 如此轻易就失态了, 世尊教训的是, 楚旋心情舒爽, 训徒也是一件乐事, 嗯, 进去吧, 里面一年, 现实中不过一天, 争取早日突破地径, 丁月黑黑一笑, 飞快地进入小世界, 苏仙儿张大一张红润的小嘴, 满脸震惊之色, 紧随气候跟了进去, 小世界中有一株巨树, 处于此方世界的最高峰, 巨树看起来很普通, 没有一点灵质, 宝树的样子, 楚旋向二人介绍, 它叫做平凡树, 乃是小世界中最珍惜的宝物, 此树只有一个独特处, 便是不可摧毁, 不管是地兵也好, 天兵也罢, 甚至是神兵, 稻气, 也无法摧毁此树, 取其木, 制作成武器, 会锋利异常, 且任何稻气都无法摧毁, 楚旋对这株树, 其实很上心的, 毕竟是自己小世界里, 目前最珍惜的宝物, 其实, 若是运用得当, 平凡树还是非常强大的, 别看这株树高达数千米, 实则还是处于幼苗, 并没有完全成长起来, 即便是幼苗, 依旧具备无法损伤的特性, 苏仙儿已经预感到, 自己很快就可以突破地境, 乃至突破尊敬, 师父也太牛叉了吧, 他老人家究竟是什么境界, 如此逆天的东西, 就像批发来的一般, 有了如此机遇, 自己定要紧紧把握住, 等突破尊敬后, 返回中州, 镇压苏家, 狠狠地打脸那些混蛋, 苏仙儿越想那时越嫉妒, 恨不得马上回到中州报仇血恨, 楚旋嘴角抽了一抽, 这妞在干嘛呢, 梦想的强势崛起, 大杀四方吗, 年轻人心境就是差, 苏仙儿俏脸一红, 撒娇似的, 先生, 我, 楚旋对他撒娇无事, 要心无外物, 才能到达巅峰, 有动力是好事, 切不可过于执着于欲念, 懂了吗, 是, 师父, 苏仙儿一脸忧愿地看着楚旋, 但是, 两小指不见了, 他俩去交朋友了, 楚旋露出慈母般的微笑, 向不远处看去, 这两小只好久没见过如此宽广的草地了, 全然不顾自身递进的身份, 就像孩子到了游乐场一样, 草地上的小可爱们尚不知何为天地, 一脸蒙比地看着他俩, 下一秒, 见此情景, 三个做家长的干大地说不出话来, 只冒冷汗, 你们两小只, 楚旋再也无法冷静了, 双眼冒着恨铁不成钢的木, 一声怒吼, 都给我助手, 下一秒已是左手宁鸟, 右手宁猫, 我只是让你俩下去撒欢交朋友, 怎么还气厨上人啊, 你俩要和气点, 这里边的妖兽灵兽都不是你俩对手, 打闹可以, 但不许下黑手, 听到没, 楚旋苦口婆心地教育着两只递进宠物, 最后还不忘嘱咐他俩一句, 你们可是这里的大哥, 要保护好小弟们, 知道吗, 健身后两人笑得不行, 楚旋头也不会倒, 你俩也不要幸灾乐祸了, 修炼才是正道, 可下一秒却被生理上的需求战胜了, 回过头看着二人, 不过在修炼之前, 我们还是要吃饱肚子低, 丁月赶忙附和, 没错没错, 师傅, 我早就看您这里的羊挺肥的, 嗯, 那个寻鱼也不错, 先生, 苏仙儿也要点菜, 话音刚落, 二人便飞身前往早已盯上了师谱, 你俩快点啊, 我都准备好了, 干犯人楚旋拿出了随身携带的碗筷催促着, 画面一转, 草地上躺着三个大胖子, 不停打着宝格, 你享受着宅中惬意时光, 感悟了宅也可以奢侈享受, 奖励真修大拳, 时光幻影, 触发系统随机奖励了, 躺平的楚旋此刻称的只给了系统一个大拇指, 完美, 到底是何等恐怖的实力, 竟然能在前有朱雀冲锋, 后有白虎围剿的绝境之地, 以一己之力, 立刻两大神兽, 难道是传说中的黄龙转世, 男人名叫楚旋, 依靠宅家系统获取的丰厚奖励, 短短五年时间, 已然成为南州第一强者, 就在刚刚, 楚旋在自创的小世界里饱餐一顿后, 竟又触发了系统的随机奖励, 一步真修大拳, 一套时光幻影, 楚旋查看完真修大拳, 直接送给了苏仙儿, 毕竟作为侍女, 烹饪技术的好坏, 会影响到自己的幸福指数, 随后迫不及待地查看时光幻影, 时光幻影, 时光大道之术, 可寄生于时光大道之中, 留意到幻影的现实, 幻影与真人无异, 楚旋看完关于时光幻影的信息后, 顿时倒吸一口气, 太强大了, 直接寄生于时光大道之中, 以幻影沟通现实, 意味着, 谁也无法伤得到它, 除非, 可以将攻击斩入大道之内, 此等秘术哪怕是神经也不具备, 楚旋一颗星剧烈跳动着, 领取时光幻影, 一道朦朦的时光笼罩而来, 楚旋整个人都陷入了玄妙的状态之中, 他的身体晃了一晃, 似乎已经脱离了现实的时光, 现实中只留下了一道幻影, 说是幻影, 实则与真人无异, 楚旋感悟着时光幻影这门大道之术, 虽说现在无法施展, 不过却是可以尝试着, 自创一个低配版的时光幻影, 应该问题不大, 比如, 如何在狱内, 使自己的攻击更迅速, 或是如何持致敌人的攻击等等, 楚旋想到就做, 或者开始沉思, 如何在狱内, 使得时光出现一丝变动, 比如攻击加快, 延缓敌人的攻击, 甚至将敌人定住一瞬间, 经过几日苦思冥想, 总算有了一点点头绪, 不过, 需要试验一下, 于是, 他把天美喵与汉天金鹏叫了出来, 让两只宠物施展狱之力与自己相互对抗, 楚旋将修为压制到地境, 天美喵的狱乃是四大神兽之一的版, 非常的清零, 主要蕴含着一种空间的属性, 是磅礴浩大, 威压厚重的猪犬, 同样具备急速, 经过几天的摸索与对抗, 楚旋终于悟出了如何在狱内, 以时光之术, 影响敌人, 楚旋目光一闪, 身上一道玄奥的光芒浮现, 掠过汉天金鹏施展的金色刀锋, 原本横贯天地的刀锋, 顿住了一刹那, 也就这一刹那, 楚旋一只手已经掐在了他的脖子上, 玄奥的光芒再次浮现, 在天美喵身上掠过, 原本急速扑来的天美喵, 似乎受到了某种规则影响, 身形竟然顿了一顿, 攻击也停顿了一刹那, 楚旋避开了攻击, 胜负一分, 哈哈, 时光幻影果然牛叉, 仅仅一道幻影, 就把两小之类趴下了, 我果然天资万古低, 楚旋心寸不已, 狂妄的笑声响彻声, 接下来, 画面给到了秦国大燕郡, 都说大燕郡盛盛产药材, 我怎么一个好点的都没找到, 只能先踩点一般的了, 楚云来到了大燕郡境内, 正在一座大山里寻找灵样, 骤然, 远处有两道身影走来, 这位姑娘, 别心急, 慢慢找, 其中一名黑衣人, 身上邪气凛然, 是一个邪修强者, 姑娘, 我并没有恶意, 只是单纯的想交个朋友, 单看那一头粉丝的秀发, 十分的骚气, 略显苍白的脸上, 带着邪魅之意, 就能猜出, 不出意外, 见一旁坦胸碌碌的汪贵满脸不相信, 楚云当即警惕了起来, 不过, 她并不惧怕, 她背后有真净的强者暗中护佑, 楚家本来想要派出何禁祖佬保护她的, 不过得知楚云背后有真净强者暗中保护后, 才没有安排强者跟随, 麻烦, 让一下, 楚云底气十足的迎面走去, 姑娘请, 黑衣男非常绅士地让开身子,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汪贵目瞪口呆, 怎么回事, 小邪王转性了, 太有性格了, 我喜欢, 从今天开始, 我要做一个纯粹的人, 做一个善良的人, 小邪王看着楚云的背影, 一脸严肃, 心狠手辣的小邪王, 竟然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汪贵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幻听了, 他觉得小邪王可能脑子出问题了, 这个凶残的家伙, 竟然会对一个女子动情, 要知道, 他都不知道撕碎了多少娇滴滴的美女, 将血肉洒入水池里喂鱼去了, 如此一个, 有着变态嗜好, 蜡手催花无数的变态, 今天这么讲究李树倒是头一回, 怕是要耍新手段, 来满足自己邪恶趣味了吧, 姑娘, 请留步, 小邪王突然叫住了准备离去的楚云, 一个瞬移, 来到楚云面前, 拦住了他的去路, 在下小邪王, 还不知姑娘方明为何, 少年自认为出身单到世家, 就可以随意拿捏南州的一些小家族, 却不曾想, 第一站便来到了刚刚崛起的楚家, 完美地演绎了什么叫班门弄斧, 而楚家之所以能够快速崛起, 离不开一个人, 楚云, 就在刚刚, 楚云独自一人上山采药, 竟遇到了辣手催花无数的变态小邪王, 本以为小邪王要耍什么新手段, 来满足自己的邪恶趣味, 却不曾想, 竟是心生好感, 才会像个舔狗似的变身射牛, 而楚云也是满脸的无奈, 我根本就不想搭理你, 请你不要再纠缠了好吗, 姑娘, 你是炼干尸吧, 我这有灵药, 全都给你, 小邪王掏出大把珍稀药材, 双手奉上, 看着围绕着楚云, 东奔西跑线殷勤的小邪王, 汪贵觉得自己不应该光明正大的跟着, 万一哪天小邪王觉得自己碍眼, 可就不好过了, 楚玄见此情景, 也是满脑子的问号, 传闻中, 小邪王可是个极度凶残, 心理变态的家伙, 要不要让他从楚云身边消失呢, 转念一想, 小邪王居心不良又如何, 连地镜都不适, 能够做什么, 楚云体内的地兵, 可是蕴藏了他的力量, 并且地兵有一定的灵性, 会自动互主的, 况且楚云也不是小孩子了, 自由主张, 于是画面给到了楚郡城门外, 一道落魄的少年身影步履蹒跚, 他的脸上脏兮兮的, 破烂的衣服上, 还有一些残留的血迹, 落魄而又狼狈, 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 一双眼眸, 却已充满了坚毅与不屈, 终于到了楚郡, 听闻楚家在秦国处于边缘地位, 自己虽说是一个低级的炼丹师, 但对于现在的楚家来说也算是一股助力, 楚家掌控楚郡之地, 不缺乏资源, 缺乏炼丹师, 这次我必须要把握住机会, 少年喃喃自语, 我的崛起之路就从这里开始, 少年下定决心, 便大步朝着楚郡城门而去, 城门口的门卫, 看着这个脏兮兮, 十分落魄的少年, 不禁皱起了眉头, 站住, 你是什么人, 在下王洛, 是一名炼丹师, 为投奔楚家而来, 少年双手抱拳, 恭敬道, 另一名门卫领班闻言, 走出来一看, 顿时皱起眉头, 你是炼丹师, 可有凭证, 王洛随即掏出两枚灵丹, 这是在下炼制的丹药, 可作为我进城的凭证, 见此情形, 两名门卫也不好阻拦, 毕竟不会有人敢如此欺骗楚家, 对这个少年, 一下子就没有什么好感, 但王洛进去后, 二人竟打起了赌, 赌他会不会被楚家聘用, 你就是过来投奔我楚家的炼丹师, 王洛, 王公子, 楚天明听闻有单道世家远道而来, 大喜过望, 亲自出门迎接, 正是在下, 在下听闻楚家招贤那事, 特来投奔, 王洛傲然道, 在北周王家, 他是个废柴, 是个被驱逐的弃子, 在南周这样的平级之地, 尤其是楚家这样的小家族势力, 他绝对是炼丹天才, 那老夫可否一官公子所炼制的丹药呢, 毕竟已经有了楚云小姐这个炼丹天才在, 外来的炼丹师, 不用太重视, 甚至说不定还要防备着, 对方偷盗楚家的炼丹术与丹方呢, 楚天明当然要慎重一些, 这是我炼制的灵丹, 并且成功率在一成半左右, 王洛依旧掏出那颗自己奉为上品的灵丹, 展示给众人看, 自己好歹出生丹到世家, 南周这种小家族还不是随意难免, 王洛脑海中, 不禁浮现出, 看到自己炼制丹药后的楚家人, 一脸震惊与欣喜, 恭迎自己入内, 奉为做上宾的情景, 越想越得意, 嘴角微微翘起, 此等灵丹, 在我楚家太过普通, 云儿这个炼丹小天才, 早就为我楚家培养出了很多人才, 王公子这种炼丹师也不在少数, 看他挺落魄, 还是赠他些灵精, 打发了吧, 少年哪里知道, 楚天明恰恰与自己想的完全相反, 看你挺落魄的, 这几枚灵精救济一下你了, 王公子, 另立他处吧, 说吧, 楚天明将几枚灵精扔给王洛, 挥挥手道, 你, 王洛一愣, 紧接着心里就愤怒不已, 看我落魄就狗眼看人低吗, 既然如此, 我就在此给你们楚家好好上一课, 他都想好了, 当场炼制一炉丹药, 震惊楚家这群土包子, 让你们见识下我王洛的本事, 震惊一众楚家人, 随即掏出炼丹炉, 一生火起, 灵力激发火晶石, 火焰喷涌, 炉体已是整体通红, 取出几株灵药, 眼里闪过一丝心疼之色, 这是他身上为数不多的灵药了, 但也无奈, 搏一搏, 丹车便摩托, 入药, 神情专注, 开始炼制丹药, 抱怨手艺, 天丹可成, 他要炼制一瓶天丹, 不一会儿,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也包括楚家炼丹团的十几号人, 听说有一个少年, 自称炼丹师, 前来投靠楚家, 大伙都很好奇, 纷纷过来观摩, 王洛看到这么多人围观, 嘴角微微翘起, 终于到了自己表演的时候, 都等着震惊嘛, 他仿佛看到, 楚家一众高层, 把他奉为做上宾, 迎入足地的情形, 心里已经开始琢磨着, 该提什么条件了, 首先炼丹材料, 是必不可少, 楚家要为自己收集所需的材料, 一旦凑弃材料, 解决了身体的缺陷, 自己将一飞冲天, 王洛心情愉悦, 神情却是十分专注的, 继续炼制丹药, 开始时非常顺利, 然而到了炼丹后期, 王洛只觉得胸口气闷, 经脉抽痛, 灵力运转不畅, 身体似乎缺少了什么, 无法按照预想的炼丹手法进行下去, 该死的, 刚说身体缺陷, 他偏偏在这时候发作, 浑身像烈火焚骨般剧痛, 脸色胀红, 汗珠不断低落, 王洛死死地咬着牙, 继续坚持下去, 同时调整炼丹手法, 将更为高深的炼丹之法, 调整为普通的炼丹手法, 经不住开始喘气, 忍住, 绝不能失败, 王洛咬牙坚持着, 强忍着体内焚烧般的痛楚, 有条不紊地施展着炼丹术, 这炉丹, 必成, 就在这时, 围观的楚家众人中, 炼丹团中的一名楚家嫡系, 摇头道, 炼丹能力有点垃圾啊, 一如灵丹而已, 用得着如此辛苦吗, 你看他, 脸红木赤, 分明快要到极限了, 强撑着死要面子, 对, 换了我, 哪怕炼不成功, 我也不至于面红木赤, 喘气如牛的, 不行, 坚持力太差了, 另一名炼丹团成员附和道, 是啊, 持久力不行, 他炼丹路其实到底了, 没有什么培养价值, 剩下的几个炼丹团成员, 接着附和道, 楚天明若有所思, 所以说, 他是个炼丹废柴咯, 废, 废柴, 听着周围摇头叹气的声音, 嘲笑的声音, 否定的声音, 那一声声废柴, 如同刺刀般扎入他的心里, 在王家, 在北周, 被视为废柴, 本以为, 意外来到平级的南州, 来到楚家这个小家族, 可以威风一次, 结果, 依旧被嘲笑为废柴, 噗, 丹炉炸了, 王洛一口血喷了出来, 他心态崩了, 原本就要炼制成功的灵丹, 他心态稳不住了, 灵力紊乱, 丹炉瞬间就炸了, 丹药炼废了, 王洛整个人探倒在地上, 双眼无神地看着天空, 这一刻, 他想哭, 老天为何要如此折磨自己, 给了自己绝顶的炼丹天赋, 却又让自己的身体, 存在未知的缺陷, 无法发挥出自己的天赋来, 好家伙, 炼个灵丹都把丹炼给炼炸了, 这人是个骗子吧, 想来楚家骗吃骗喝吧, 也是个可怜人啊, 楚家炼丹团里的成员, 都摇头叹息, 行了, 都散了吧, 也没啥好看的了, 诺大的院子就剩下王洛一人, 面如死灰, 楚玄做梦都想不到, 让这个热血少年浴火焚身的, 居然不是香车美人, 而是自己的首次, 热血少年名叫王洛, 就在刚刚, 装逼不成反被打脸的他, 亮呛而落魄的王小院子这边走来, 楚玄悠哉悠哉的等待着, 第二个徒弟来了, 天机探元树施展, 王洛的来历一览无疑, 心里不经无语, 怎么气韵之子, 都是气子身份呢, 转念一想, 或许正因为是气韵之子, 他所在的家族, 底韵不够, 承载不住气韵之子气韵, 因此才会成为被驱逐的气子, 王洛, 北周当代气韵之子, 丹道世家王家树子, 天生丹麦, 具有极高的丹道天赋, 因幼时被遭遇毒手, 意外导致丹麦被截断, 枯有绝佳的天赋, 却是因丹麦断裂, 身体缺陷, 而是无法发挥出来, 丹麦, 如丁月的天心剑脉, 属于特殊的天赋, 也是一种特殊的体质, 世间罕见, 因此哪怕是丹道世家王家, 也没有发现王洛的天生丹麦, 否则早已千方百计为他接续丹麦了, 真是个悲剧的家伙, 而且, 楚玄也看出来了, 王洛与人斗丹被碾压, 导致王家觉得他丢尽了王家丹道世家的脸, 把他给驱逐, 本身就是一个针对他的局, 他那个未婚妻, 与准备给他戴帽子的某个人设计的, 顺利退婚了, 不愧是气韵之子, 竟然意外来到南州, 更是跑到楚家来了, 王洛失魂落魄地走着, 看到了一座小院子, 脚步顿了一顿, 心里犹豫着, 要不要在小院子留下来, 借口报答楚家赏赐临经为理由, 炼制一些丹药给楚家, 进而在楚家留下, 有个落脚点, 慢慢地寻找解决身体缺陷的方法, 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传入耳中, 年轻人, 是否感到前途迷茫, 是否觉得人生已经失去了方向, 落魄潦倒, 被驱逐, 被抛弃, 沦为一个废柴, 你甘心吗? 是否想过要崛起, 让曾经看不起你的人高攀不起, 王洛身躯一阵, 看向小院子, 前辈, 废柴的救星, 年轻人, 只要你是个废柴, 遇到本尊, 你将让曾经抛弃你的人高攀不起, 王洛一脸惊恶, 总觉得这位前辈, 似乎不太震惊, 咽了口唾沫, 一颗心碰碰去跳, 前辈, 我沦为废柴, 是因为身体有缺陷, 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只要是废柴, 在本尊这里, 都能获得拯救, 都能获得重生, 楚玄的声音飘渺, 宛若从远古时光中飘来, 王洛震惊, 心头激动了起来, 自己遇上了无法想象的强者了, 大机缘, 天大的机缘啊, 王洛慌忙进入小院子, 宛辈王洛, 拜见前辈, 一进入小院子, 他便攻身行李, 跪下磕头, 拜师吧, 王洛稍稍抬起目光, 只见到七彩神光闪耀, 一尊威势汉天的身影端坐在椅子上, 王洛知道, 自己的命运转折点来了, 这是自己的大机缘, 王洛狠狠地磕了三个小头, 额头都磕红肿了, 你足不出户, 由北周气韵之子跋山涉水而来, 奖励虚空天火, 虚空神火爵, 雾出意外, 收徒王洛, 系统的奖励来了, 而且, 奖励的功法正是最契合王洛的, 起来吧, 从今天起, 你就是本尊座侠儿弟子, 王洛抬头, 起身, 看到了慵懒地坐在椅子上的楚玄, 没有七彩神光, 没有威势汉天的身影, 方才那一幕, 仿佛是幻觉, 楚玄把正在闭关的丁月, 与苏仙儿从小世界叫了出来, 这位是你师兄, 丁月, 给王洛三人相互介绍了一下, 苏仙儿诧异, 又收徒了, 打量着王洛, 虽然只有玄境六重境界, 并且看起来很落魄的样子, 但他没有丝毫轻视, 能够入师尊的眼, 足以说明天赋非凡, 楚玄看向王洛, 你本天生丹麦, 乃幼是受创, 导致丹麦断裂, 因而限制了你的丹道修炼, 王洛身体一阵, 双拳紧紧握在一起, 嘴里喃喃道,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他终于明白, 自己身体的缺陷, 是因而出现的, 想到幼时的那一幕, 他心中愤愤不已, 此仇必报, 我有一丹, 可接续你断裂的丹麦, 也有一宝物, 可接续你断裂的丹麦, 楚玄一本正经道, 甚至为师爷可亲自出手, 为你接续断裂的丹麦, 然接续的丹麦, 将不再是天生丹麦, 你本天生丹麦, 变为后天丹麦, 你资质固然罕见, 终究比不上天生的丹麦, 王洛双眼通红了, 对于暗中毒害的凶手, 愈发愤恨不已, 自己本是天生的丹麦, 接续之后, 只能成为后天丹麦, 他如何甘心, 楚玄继续道, 本尊有虚空天火, 可让你接续断裂的丹麦, 非但可以保留你天生丹麦的品质, 甚至还能更进一步, 然, 以虚空天火接续丹麦, 如烈火焚身, 仿佛遭受火之酷刑, 历经七七四十九日, 方可接续完成, 方能炼虚空神火为己, 若是意志不够坚定, 无法承受天火焚身之苦, 将意志崩溃, 生死到消, 当然, 若是能够熬过焚身酷刑, 炼化天火, 好处无庸多说, 你且选择吧, 王洛目光坚毅, 师尊, 我选虚空天火去丹麦, 随即深吸一口气, 师尊, 我王洛要么一飞冲天, 暴绝天下, 要么就此消散于天地, 绝不甘拥录一声, 好, 师弟我支持你, 订阅拍手叫好, 楚玄点点头, 既如此, 为师传你虚空神火爵, 抬手一点, 虚空神火爵前篇, 传给王洛, 王洛双眼威逼, 感悟着脑海中的功法, 他心神震撼不已, 太强大了, 这究竟是什么等级的功法, 王洛激动不已, 自己的选择没错, 果然是自己的大机缘, 只见楚玄手中出现一朵悬浮的火焰, 火焰似乎没有温度, 然而却是能够感应到, 火焰的恐怖微弄, 精神意志触及火焰, 瞬间便被焚烧一空, 看向王洛, 楚玄再次到确认, 也可以再选择一次, 似火非比寻常, 丁月与苏仙儿都脸色凝重了起来, 虚空天火太恐怖了, 仅仅是一缕气息, 便可以将探查的精神意志焰烧, 王洛才玄精六重了, 如何炼化, 如何熬过焰烧之行, 况且楚玄手中的, 并非完整的虚空天火, 只是分离出来的一缕, 整朵虚空天火, 不是王洛可以炼化的, 别说接去丹麦了, 哪怕触及一缕气息, 王洛连灰都胜不下, 王洛目光依旧坚毅, 世尊, 我选虚空天火, 一看就知道, 虚空天火的步凡, 错过了如此神, 他王洛还如何强势崛起, 如何报仇血恨, 如何将北周王家, 狠狠地踩在脚下, 如何让那个羞辱自己, 未婚的女人, 高攀不起, 万般悔恨, 好, 那你便一次火接去丹麦吧, 楚玄手一挥, 直接将王洛送入了小世界中, 你且在此小世界炼化天火, 王洛震惊不已, 一眨眼就出现在了一个小世界中, 目光所及, 遍地都是灵药, 别发呆了, 宁神准备, 接去丹麦吧, 楚玄的声音传入耳中, 王洛回过神来, 深吸几口气, 盘息坐在地上, 楚玄手一挥, 那一缕虚空天火飞出, 落入王洛身上, 王洛惨叫一声, 瞬间被火焰吞没, 他痛苦地面目扭曲, 不过依旧坚守意志, 运转虚空神火爵, 不断地将虚空天火炼化, 驯服, 耐入体内接去丹麦, 火焰收缩, 进入了王洛的体内, 苏仙儿转身走了, 会暴露出来, 王洛感觉自己, 身处在无边炼狱之中, 好几次都快要坚持不住了, 然而一想到自己所受的屈辱, 愤恨让他咬牙坚持下去, 我王洛, 一定要让曾经瞧不起我, 嘲笑我, 抛弃我, 羞辱我的人, 只能仰望我, 高攀不起我, 带着这样的信念, 王洛始终坚持不动摇, 楚玄关注着王洛的状况, 身为气韵之子, 这点磨难, 应该可以扛下来吧, 能否获得系统的修为奖励, 就看王洛能否降服, 炼化续空天火了, 一旦降服, 炼化续空天火, 王洛的实力将会飙升, 恐怕会直接飙升一个大境界, 从玄境六重, 直接突破到灵境六重, 如此快速突破, 并且炼化了续空天火, 系统给出的奖励, 应该不低吧, 你见过母一天下的大秦女帝, 卑躬屈膝的样子吗, 甚至是, 沦为一个婢女, 就在刚刚, 大秦帝宫内, 秦可运正在修炼, 陛下, 报楼主送来了一封信, 婢女走进来恭敬道, 秦可运秀眉一皱, 黑月楼的金牌楼主报红雁, 抬手, 将婢女手上的信息到手中, 拆开戏看, 笑脸顿时一变, 眼神殷勤不定起来, 为何照自己相见, 楚玄固然长得好看, 可是也很恐怖, 秦可运就打消了想法, 她又不是花痴, 又不是饭贱, 明知道有危险, 她眼巴巴地跑过去, 做一个女帝不爽吗, 为何要跑去卑躬屈膝, 甚至, 沦为一个婢女, 她又不是大秦帝尊, 然而, 秦可运反复看了好几遍性, 咬着嘴唇, 挥手让婢女退下, 心里忐忑不安, 楚玄相照, 秦可运又不敢无视, 更不敢拒绝, 若是拒绝前往, 她亲自来大秦帝宫怎么办, 秦可运咬咬牙, 换下了帝袍, 穿上便服, 又恢复成了哪个乖巧害羞的女生模样, 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帝宫, 前往楚家族地, 拜见楚玄, 看着一脸乖巧, 神色间颇为害羞, 又难掩内心忐忑的秦可运, 楚玄也不管弯墨角, 大秦帝尊秦宁, 是男是女, 秦可运一愣, 叫自己来, 就是为了问这个问题, 当然是难的, 秦可运老实回答, 帝尊是一个盖世无双的大丈夫, 心中虽有猜测, 可如今得到了证实, 楚玄心中颇为震动, 卧槽, 只有这两个字, 才能表达他此刻的心情, 秦莹是个男的, 而他现在, 却是转世成为了一个女人, 难怪他身上, 有着一股子鹦鹉之气, 是转世出了意外, 还是秦莹故意转世为女人, 大概率是意外吧, 也不知道, 秦莹是否恢复了前世记忆, 若是恢复了的话, 他的心情如何, 楚玄脑海中, 不由地出现这么一幕, 秦莹曾经的那些兄弟, 在战魔谷地开启时, 杀了回来, 结果, 发现曾经的老大哥, 变成了一个英姿飒爽的绝代佳人, 那种心情可能无法言喻吧, 更可怕的是, 万一曾经的兄弟, 爱慕上了他, 那又当如何, 不能继续想下去吧, 再想下去画面会有点乱, 楚玄晃晃脑袋, 并弃掉脑海中某些不良的画面, 这一刻, 楚玄对秦莹的兴趣直线飙升, 对战魔谷地的局, 更是兴趣满满, 秦可运一脸猛逼, 楚玄怎么了, 为何问了帝尊性别之后, 脸色如此古怪的, 你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的话, 我就回去了, 楚玄深吸一口气, 平复下杂乱念头, 以执掌大秦帝博, 是为了迎接秦莹做准备吗, 他的后手布局, 秦可运闭上了嘴, 一句话都不说, 不怕我了, 楚玄加重了语气道, 秦可运郊躊微微一颤, 然而咬着嘴唇, 我不会背叛帝尊的, 你这妖宠倒是忠心, 楚玄笑了笑, 他没有为难秦可运, 更没有给他种下种魂印, 获取秦莹布局的秘密, 况且, 楚玄相信, 秦可运只是布局中的小卒子, 知道的也不会太多, 必然接触不到核心的, 我才不是妖宠, 我现在是帝尊的后裔, 秦可运依旧倔强, 楚玄挥挥手, 行了, 你回去吧, 等将来, 秦可运见到了秦莹, 发现他心中的威武无双的帝尊, 变成了一个女子, 不知会作何感想, 占摸古地的局, 是变得越来越有趣了呀, 秦可运离开后, 楚玄迫不及待地打开万天镜, 连接上秦莹身上的印记, 画面依旧是悬崖上, 秦莹依旧盘膝坐着, 她紧抿着嘴唇, 面无表情, 明亮的双眸带着一种凶狠之色, 一道身影飞对而来, 落在悬崖上, 来人一身雪白衣裳, 十分骚包的样子, 毕竟九重的修为, 官妻年龄两百多岁了, 这个岁数, 在修炼界, 是十足时的年轻人, 两百多岁, 毕竟九重的修为, 毫无疑问, 是一位天赋卓绝的天骄人物, 表妹, 你辛苦寻找的猎岩浆, 表哥为你找来了, 白衣男子取出一个小罐, 而秦莹只是冷淡地闻了一生, 一开口就是老天狗了, 楚玄在一旁看戏不怕抬高, 笑得合不拢嘴, 白衣男子却是欣喜不已, 将罐子放到秦莹身边, 就想要顺势坐下来, 一道如刀般的目光射向他, 表妹, 这列岩浆, 我可是耗尽千辛万苦, 大战数百场才抢到的, 表哥只想你高兴一点, 白衣男子带着舔狗般的笑容, 表妹, 你给我笑一个好不好, 笑一个我就知足了, 楚玄白, 你给我滚, 秦莹猛地站起身, 双眼杀气凛然, 男子却双手捂住胸口, 一脸倾慕之色, 表妹, 你生气都这么动人, 太让表哥心动了, 忽吃, 忽吃, 秦莹几乎气炸了, 胸脯剧烈起伏着, 楚玄白一双眼睛瞪得老大, 死死地盯着他那壮阔而过蓝起伏的胸脯, 你给我去死, 秦莹娇喝一声, 一把大戟出现在手中, 携带着万军之士, 轰然劈向楚玄白, 刷, 楚玄白虚晃一下, 已在百米开外, 匆忙逃窜而去, 表妹, 你生气的样子, 好迷人啊, 秦莹气得抡起大戟横扫四方, 悬崖直接崩塌了, 好半少, 秦莹才平复下心情来, 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 她的内心, 又一次崩溃了, 想我秦莹, 八尺之躯, 大好男儿, 竟然沦为了一娘们, 真是可悲, 可耻, 可恶, 可恨, 在农村生活过的人, 对这两样东西应该都不陌生, 而眼前这个男人却想凭借这两样东西称霸整个家族, 走上人生巅峰, 让一旁的苏仙儿都不忍直视, 楚玄看了一会儿, 王洛身上的炙热气息已经在收敛, 有趣的面容逐渐变得平和起来, 气息开始提升, 丹麦已经接续上了, 不愧是气韵之子, 果然降伏, 炼化了续空天火, 只见王洛身上续空天火腾起, 火焰炙热, 将他笼罩在内, 整个人变成了一团火焰般, 境界也已经突破到了灵境, 你弟子在你调教下, 快速突破境界, 以大一粒降伏, 炼化续空天火, 奖励百年修为, 百锻炼神术全篇, 系统的奖励来了, 百年修为, 果然, 只要是收下气韵之子, 并且快速突破修为, 突破磨难, 系统的奖励都不会低, 楚玄领取了百年修为, 尊敬四重的境界开始突破, 百年修为的奖励, 楚玄突破到了尊敬六重, 百锻炼神术, 终于全部奖励完毕, 这是一门极其强大的神魂之法, 重新崛起, 恢复肉身, 再回巅峰, 楚玄如今不过尊敬六重, 但他的神魂之力, 丝毫不比尊敬九重的弱, 甚至于, 在神魂的坚韧上, 已经可以比得上天境强者的神魂, 由此可见, 百锻炼神术的强大之处, 楚玄领取完整的百锻炼神术后, 才发现这门神魂大术, 攻防一体, 神魂运用极其玄妙, 其中有神魂分身之法, 神魂替命之术等等, 大部分神魂秘术, 楚玄都用不上, 而神魂替命之术, 无非就是用一部分神魂替死, 本尊神魂隐藏起来, 瞒过敌人的感知, 王洛一口气突破到了临近六重, 这才停了下来, 巩固了几天之后, 激动地回到小院子, 在楚玄面前恭敬跪下, 磕了三个响头, 弟子多谢师尊再造之恩, 没有楚玄, 就没有他王洛的今天, 在他心里, 楚玄就是他心中的神, 你有此大毅力, 为师没有看错你, 楚玄很欣慰, 毕竟给自己贡献了百年修为, 是个好托儿, 王洛被王家驱逐, 又被退婚, 受尽屈辱, 他心里憋着一股气, 始终是要打脸回去的, 而炼丹师, 可是很吃香的, 以王洛的天赋, 炼制出神丹来,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届时, 求上他的人数不胜数, 不乏美女家人, 王洛变成舔狗的可能性不大, 楚玄觉得还是有必要, 叮嘱一番, 给他灌输一点正确的价值观念, 身为我楚玄的徒弟, 岂能做舔狗呢, 什么时候收了女弟子, 也要叮嘱一下, 可不能为了男人要死要火了, 楚玄想到这里, 便叮嘱王洛, 炼丹意图, 充满了无尽的蛊惑, 溜絮拍马, 鳄欲奉承, 其真一宝诱惑, 其中为美色最难仿, 王洛恭敬地听着, 这是师尊为自己讲道, 你需谨记, 心中无女人, 炼丹自然神, 你需谨记, 不为美色所获, 不为美色所动, 不为美色动心, 动情, 倘若你美色动心, 动情, 心已不专于丹道, 那么你的丹道, 也将到头了, 自古谜于美色者, 施于情者, 都对中死于情, 死于色, 消亡天地间, 你需谨记了, 王洛心中一领, 郑重道, 师尊教会, 弟子铭记于心, 时刻谨记, 心中无女人, 炼丹自然神, 绝不为美色所获, 如此可教也, 楚玄大感欣慰, 王洛比丁月更能领悟自己的心呢, 看看, 瞬间就抓住了重点, 心中无女人, 炼丹自然神, 你走丹道一徒, 炼化了续空天火, 炼丹自然得心应手, 战斗也不会弱, 身为本尊的弟子, 实力可不能弱, 楚玄说着, 取出一个丹炉, 以及一把菩萨, 你能炼化续空天火, 自然能得此炉与菩萨认主, 为师便赐于你, 不论丹炉还是菩萨, 都是神兵级别的, 多谢师尊, 王洛激动不已, 神器丹炉啊, 王家的镇族丹炉, 不过是半神器而已, 如此都让王家屹立北周, 成为超级大族之一, 楚玄又扔出一本小册子, 此乃万千丹金与万灵点, 王洛打开小册子一看, 上面自己图画, 随着意念而滑动, 只是粗略一看, 就被里面的炼丹术与丹方震惊了, 何况, 小册子本身, 就是一件质宝, 如此小的一本小册子, 上面究竟记载了多少内容啊, 非大手段, 无法刻露出这等质宝败, 把万千丹金与万灵点传给王洛后, 楚玄照例传给他脸新一行之法, 以及几门秘术, 包括不动如山宫, 这门防御大树, 楚玄毫不夸张地说, 仅凭自己传的这些秘术, 王洛同阶几乎无敌, 绝对是炼丹师里战力最高的存在, 百断炼神术已经完整了, 楚玄想了一下, 决定将百断炼神术的前篇, 传给苏仙儿, 丁岳与王洛三人, 今日, 传你们一门神魂大树, 你们好好修炼, 这些神魂秘术, 他用不上, 将来三人出去闯荡, 倒是有可能用得上, 苏仙儿三人心中震撼, 此神魂大树太强大于玄傲, 愈发觉得楚玄实力深不可测, 打发了三人回小世界继续修炼, 楚玄取出万天晋来, 灵力输入, 万天晋随机连通一个地方, 波光荡漾, 画面出现了, 虫山, 古树, 佳仁, 万天晋连通的是一处山坡, 一名绝美女子独自穿梭于林间, 好一个英姿飒爽的绝带佳仁, 楚玄目光落在女子身上, 对方穿着紧身的镜装, 容颜绝力而又不失鹦鹉之气, 那谷子鹦鹉之气, 仿佛与生俱来, 与他绝美的容颜,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给人一种特殊的魅力, 再看对方修为, 递进三重, 骤然, 楚玄发现女子的年龄, 似乎并不大, 只有二十多岁的样子, 修为高深, 实力强大的舞者, 样貌虽可以一直保持年轻, 然而年龄的大小, 在强者面前是掩盖不住了, 楚玄实力比对方强多了, 一眼就看出了女子的大致年龄, 如此年轻, 竟然已经突破到递进三重了, 二十多岁的真镜, 不在少数, 几乎是顶尖天骄的标配, 然而, 二十多岁的地镜, 除了某些特殊机缘之外, 没有哪个天骄可以在此年纪突破到地镜, 楚玄不由地想到, 可以脱离百年地镜这一天骄标准的特殊情况, 当即对那名鹰鹉的女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洛莹, 东玉中洲人王世家洛家当代绝顶天骄, 人王血脉, 大秦帝尊秦颖转世之身, 以人王道兵转世, 在天机探元术下, 女子的身份来历逐一呈现, 卧槽, 她是大秦帝尊的转世, 大秦帝尊是女的, 不可能吧, 统一了南州, 建立大秦帝国的绝世人物, 竟然是一个女子, 有点不太对劲, 楚玄深吸一口气, 打算继续探元下去, 却没能探查到秦颖的性别, 天机探元术受到了干扰, 来自秦颖体内的人王道兵的干扰, 楚玄如今不过尊敬而已, 施展的天机探元术, 还不足以无视人王道兵的干扰, 东玉中洲, 秦颖竟然转世到了东玉中洲, 而且是人王世家落家之中, 秦可运是否知道, 人王世家呀, 那是真正的最顶尖的势力, 能够称之为人王的, 都是带领人族崛起, 统一玉的绝世存在, 不知道为何, 楚玄直觉有点不对劲, 将万天静最后一个印记, 标记在秦颖身上, 楚玄就关闭了万天静, 今天是意外之喜, 万天静竟然连通到了秦颖, 占摸古地的重要人物, 也是重要的布局之人, 对方竟然已经转世了, 而且是转世到了东玉人王世家中, 难道, 他要挟人王世家之威, 回来报仇雪恨, 再次崛起, 楚玄连忙传讯给报红燕, 让他通知秦可运, 买小院子一趟, 关于秦颖的性别问题, 楚玄觉得有必要问个清楚, 堂堂大秦帝尊, 竟然是个女的, 画面给到了大秦帝宫, 秦可运正在修炼, 陛下, 报楼主送来了一封信, 你敢相信, 上古时期赫赫威名的爵士强者, 一统南州的大秦帝尊, 如今竟变成了一个英姿飒爽的绝代佳人, 帝尊本名秦颖, 十八岁从胎迷中走出来的那一刻, 刚好正在沐浴中, 双手俯在自己挺拔的胸脯上时, 感慨万千, 布局终于成功了, 终于活下来了, 等等, 手感不太对劲, 低头一看, 秦颖心态崩了, 我的大丈夫之躯呢, 怎么变成娘们了,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为何会转世成女子身的, 发出一声怒吼, 结果听在耳中, 却是带着焦脆的声音, 自己那身弱红中, 微弱雷霆的咆哮哪里去了, 从今以后, 只有焦鹤, 焦翅, 焦骂了, 秦颖手持大姐, 目光充满了忧伤, 拿起祝元白那个表哥送来的猎岩浆, 秦颖喃喃自语, 尚缺一本强大的炼体法门, 想当年, 他大秦帝尊霸体无双, 战无不胜, 带领着一群兄弟一等门中, 虽说人王洛嘉, 也不缺强大的功法, 可那都不是他所擅长的, 他还是喜欢前世的那种狂霸无双, 那种霸气凛然的功法与战绩, 好在, 他这一世天赋不弱, 可以修炼人王洛嘉的绝学, 弥补这方面的故事, 人王世家洛嘉, 在东玉赫赫威名, 乃是东玉第一家族, 历代天骄辈出, 而这一代, 当属洛营第一, 年纪轻轻, 已经是地境三重的强者, 更是战力无双, 一赶大几, 横扫铜镜无敌, 就是太过高冷了, 人称冰山佳人洛营, 洛嘉族帝, 远不是楚家这样的小家族可比的, 古朴的大殿垫簸, 并且阵法覆盖, 守卫森严, 看门的守卫都是真境武者, 暗中更有地境坐镇, 楚玄感叹不已, 元王世家呀, 祖上曾是带领元族崛起, 统御一御的盖世强者, 又或是在人族危难时, 力挽狂澜, 带领元族崛起, 驱逐一族, 只有如此丰功伟绩的强者, 才会被称之为人王, 受人敬重, 每一位人王都必然是绝世强者, 否则可以带领元族崛起, 可以力挽狂澜, 秦莹回到洛嘉, 一路上护卫, 故意纷纷行李, 见过三小姐, 她这一世排行第三, 秦莹全程都板着脸, 回都不回一句, 每次听到三小姐这个称呼, 都经不住紧握粉圈, 她在洛嘉, 是属于比较孤僻的艺人, 秦莹怀疑, 自己这一世, 之所以变成女人, 恐怕与人王道兵有关, 这枚道兵, 就是洛嘉人王遗留下来的, 说起来, 她前世与洛嘉人王, 还是有些渊源的, 否则, 也不会获得人王道兵, 刚回到居住的小院子, 一位美艳妇人, 一脸疼赖之色的走过来, 银儿, 你在同辈中, 已经是第一了, 不要再逞强了, 可不要修炼坏了身子, 我知道了, 秦莹脸色神情很僵硬, 面对这一世的母亲, 她始终不知道该如何相处, 你这孩子, 你是女孩啊, 修炼什么练体法门啊, 我们洛嘉审法不少, 哪一门不比练体强, 你可不要把身子给练坏了, 听娘一句劝, 不要继续练体了好吗, 洛母柔声劝道, 我不会放弃的, 秦莹异常坚定道, 银儿, 你怎么非要练体啊, 洛母说着, 拉住了秦莹的手, 你看这肌肤, 你看你的身材, 羡慕死多少女儿家的, 你为何非要练体呢, 万一把身体练坏了可如何是好呢, 秦莹内心很崩溃, 我特么不要这嫩白的肌肤, 不要这妖娆的身躯, 我要做猛男啊, 特么的, 好令人绝望, 洛母续续叨叨的劝了半天, 秦莹全程一言不发, 对这一世的母亲, 她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娘, 你可知事上, 有什么法子, 可以让女人变成男人吗, 秦莹突然开口问道, 洛母一愣, 好半晌, 脸色大变, 一脸惶恐之色, 盈儿啊, 你不要吓娘啊, 好端端的, 你怎么会有这种念头啊, 你是女儿生啊, 变什么男人, 完了, 完了, 难道走火入魔了, 洛母惶恐, 快来人, 主母, 挤到身影悄无声息出现在他俩面前, 快请家主回来, 快叫大祖佬过来, 盈儿可能走火入魔了, 探着一脸惶恐的母亲, 秦莹嘴角狠狠抽动了一下, 娘, 我没走火入魔, 秦莹一脸绝望, 我特么曾是个霸气无双的爷们, 我只是想要恢复当初的霸气无双而已, 洛家主与大祖老匆匆而来, 对秦莹一顿检查, 生怕他真的走火入魔了, 同时关于秦莹, 想要做男人的事情, 属于绝命, 绝对不能传出去, 好在, 知道的人只有他们几个, 倒是不怕会传出去, 楚玄摸着下巴, 你变难, 做个变性手术不就行了, 不过, 他想到了这是个修炼世界, 舞者修炼关乎大道, 有颜阴阳天定, 逆乱有祸, 也就是说, 明明是女的, 把自己变成男的, 会被大道排斥, 甚至有祸端, 终究误不了大道, 随即关闭了万天镜, 因为持续关注秦莹这么长时间, 灵力消耗有点大, 赶紧吞几霉丹药恢复恢复, 接下来的时间, 楚玄的大部分时间, 都放在了关注秦莹上, 都发生的那些事情, 哪有秦莹的日常有趣啊, 秦莹又一次, 跑到洛家藏经阁里去寻找炼体功法, 然而能找到的功法, 都是比较柔的, 都是适合女子的炼体功法, 修炼下去, 除了肉身变强之外, 身材会变得愈发妖柔, 更有女人的魅力, 连一本狂猛的, 爆发强的炼体功法都找不到, 自从听闻他有了变男人的念头后, 洛家主就把那些带着狂猛属性的炼体功法, 都给藏了起来, 特意放置了专为女子炼体准备的功法, 什么水柔体, 什么五股蛇身等等, 刚回到居住的院子, 老田狗祝元白就来献殷勤了, 表妹, 这是冰青, 对炼体有奇效, 更可以嫩白肌肤, 心香迷人呢, 秦莹双全猛的捏紧, 脸色胀红, 气得身躯都微微颤抖起来, 老娘, 嘿, 是老子, 老子要的不是嫩白肌肤, 心香迷人, 要的是狂猛霸气, 威武不屈, 给老子管, 秦莹幕吼道, 表妹, 你不要生气吗, 这真的能够嫩白肌肤, 心香迷人呢, 祝元白那双眼睛, 始终没有离开过秦莹, 表妹, 你生气的样子都这么好让人吃你, 表妹, 你嫁给我好不好, 我嫁给你也行的, 孩子跟你姓, 我跟孩子姓也可以, 只要你答应, 这特么是极品舔狗啊, 楚玄都无语了, 这个叫祝元白的家伙, 是舔狗中的王者吧, 秦莹气得脸色铁青了, 焦躯颤抖, 胸膛剧烈起伏, 祝元白那双眼睛, 有多大瞪多大, 眨都不眨一下, 给老娘, 嘿, 是老子, 给老子死, 秦莹抡起大忌, 就疯狂地朝着祝元白哄去, 太悲哀了, 想我秦莹, 八尺之躯, 大好男儿, 威武不凡, 竟然沦为了一个娇滴滴的女子, 以前一开口, 就是一句老子, 现如今, 秦莹一开口几乎下意识地要叫一声老娘, 她心情很忧郁, 很怕自己有一点, 真正地觉得自己是个女人, 然后与某个男人谈情说爱, 一想到这画面, 秦莹就恶寒不已, 抡着大忌, 追杀着祝元白, 一直追杀出了洛家, 秦莹是真的被戚疯了, 狗男人, 竟然敢表白自己, 老子也是爷们, 楚玄看得津津有味, 秦莹一路追杀祝元白, 似乎不杀了她不罢休的样子, 关闭万天境, 楚玄不由地想到, 秦莹一直想要寻找强大的炼体功法, 她觉得自己忽略了炼体的重要性, 她的肉身自然非常强悍, 并不需要刻意炼体, 况且她都领悟了不少的炼体法门, 论肉身之强, 同境界中无人可比, 楚玄想的是丁岳与王洛, 这两个弟子, 身为自己的弟子, 自然要全方面都强大才行, 怎么能缺了炼体意图呢? 是时候传给二人炼体之法了。 你喜欢肌肉美女吗? 就是那种猛猛搭的女孩子, 喜欢的话, 挑选一个, 打在评论区, 陪你一起听阿彪为你解脉, 么么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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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刚刚, 楚玄找到两门比较适合丁岳与王洛的炼体法, 便把二人叫了出来, 今日, 为失传你二人炼体大树, 丁岳与王洛惊喜不已, 他们自问, 肉身之强, 同界内难有比肩者, 如果在修炼师尊专门传授的炼体大树, 肉身又将强悍到何等恐怖程度, 先生, 我呢? 一旁的苏仙儿眼巴巴的问道, 你不需要, 你的太阴玄体本就不凡, 况且, 你想把自己练成肌肉美女, 楚玄瞥了他一眼, 那还是算了吧, 苏仙儿一想到自己, 浑身肌肉饱满的样子, 顿时打了寒战, 楚玄随机手掌凝聚珍喜, 将一门炼体法, 传入丁岳脑海中, 为失传你穷天剑体, 正好符合你的天赋资质, 此书大成, 身体宛若浩瀚建议, 审法不可伤, 楚玄转身面向王洛, 为失传你久练神体, 久久归一, 肉身久变, 大成之石, 神兵难伤, 多谢师尊, 二人恭敬地磕了三个想头, 要知道, 楚玄传的炼体功法, 都是依照二人的天赋侧重不同所传, 这些炼体大树, 都是系统奖励, 每一门都不凡, 传给二人炼体术后, 就打发二人继续修炼去了, 有一门很狂猛的炼体大树, 正是秦莹心心念念都想要的那种, 若是修炼有成, 搞不好秦莹会变成一个肌肉美女, 可是一想到秦莹, 英姿飒爽, 美丽脱俗, 却是一身鼓起的肌肉, 楚玄就经不住起了鸡皮疙瘩, 还是继续观察观察秦莹一段时间再说, 起码, 也要弄清楚, 战魔谷地那一战, 究竟是怎么回事, 想到这里, 楚玄目光看向竟是琉璃塔内, 魔陀还没有完全度化, 不过也快了, 这个魔族顶尖强者, 参与了当年的那一战, 应该知道不少秘密吧, 另一边, 秦莹追杀祝元白三天了, 不死不休的样子, 祝元白害怕了, 倒不是怕秦莹能杀了他, 而是看到, 秦莹似乎真的很生气, 前所未有的那种, 他怕秦莹以后都不搭理他, 不再见他了, 不再收他的礼物, 表妹, 我错了, 是表哥错了, 你别再追杀表哥了, 我这就去给你找练体大树好不好, 表妹, 我一定为你找来, 很强很强, 很猛很猛的那种练体大树, 秦莹停下了追杀, 好, 你说的, 要是做不到, 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祝元白总算松了口气, 保证到, 一定, 表哥我一定做到的, 看着祝元白离去, 秦莹仰天长叹, 悲哀哑, 我秦莹堕落了, 为了练体大树, 竟然靠美貌迷惑人, 秦莹没有返回落家, 在落家待着难受, 不意吓人一见面, 就是小姐长小姐短的, 听得她很憋屈, 秦莹准备找个地方修炼, 尽快提升实力, 蓝州战魔谷地, 开启不远了, 那一场大战, 将战场陷落于空间之中, 规则恢复, 战场将会重现, 当初的人, 也该一一出现了, 战魔谷地的东西, 绝对不允许落入仇敌之手, 骤然, 两道黑衣身影腾空而出, 手持利剑, 来者不善, 都是递进五重的修为, 秦莹眉头一皱, 横扫了来人一眼, 没有说话, 能不说话的时候, 她都尽量不说话, 上一世喜欢咆哮一声, 震慑敌人, 为此专门修炼了吼功, 这一世, 她不喜欢吼了, 只要一吼, 就带着娇声, 她受不了, 黑衣人同样一言不发, 刀光一闪, 地狱展开, 纵身飞起数米之高, 使出一招从天而降的剑法, 轰然杀向秦莹, 腾扫, 欲知力加持, 一击轰开黑衣人的攻击, 眉头皱起, 刺杀自己的是什么人, 当年的仇敌, 不对, 没有人知道, 自己会转世重生到人亡洛家, 那么, 来袭者, 是洛家的敌人, 人亡洛家, 在东欲威名赫赫, 并且地位超然, 哪个势力敢袭杀洛家嫡系, 自己也没有得罪人吧, 秦莹心中分析着, 大忌攻击却是狂猛无品, 虽然差了两个小境界, 依旧丝毫不落下风, 大忌所向, 便是一方地狱, 霸道无品, 楚玄全程盯着, 不由地感叹, 秦莹十分契合那门炼体大树啊, 从她的战斗风格可以看得出来, 秦莹是一个狂猛无品的人, 而且对于预知力的运用, 更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境地, 秦莹的预知力运用, 已经超出了寻常递进该有的感悟, 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地, 甚至寻常尊敬, 都无法由此感悟, 预知力竟然可以拆分, 一部分附着在大己上, 附着在攻击上, 一部分加持自身, 并没有如一般逼近强者, 一自身为中心, 将预知力扩展, 笼罩敌人, 或与敌人的预知力对抗, 看似分拆, 分散了, 然而显得更为击中, 威力更强, 楚玄看着这场战斗, 对预知力, 有了新的感悟, 原来, 预还可以如此运用, 自己果然是缺少战斗, 秦莹已经逐渐压制了敌人, 全程她都没有开口说话, 黑衣人也没有说话, 偶尔彼此眼神交流, 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焦急了, 未曾想到, 秦莹的实力如此之强, 越两个小境界战斗, 把二人的围攻都给压制了下去, 秦莹眉头微微皱起, 战斗到了现在, 也不见洛家的护道强者出现, 是在考验自己, 或是被人引走了, 不能继续耗下去了, 随即大己凌空下劈, 加持在周深的玉, 骤然凝聚, 宛若一座大山, 随着大己下劈, 轰然砸下, 轰隆, 两名黑衣人, 疯狂抵挡, 然而秦莹一己接着一己, 每一己的攻击, 都叠加到前一机上, 连批三己, 黑衣人已经承受不住狂暴的轰击之力, 玉之力出现了崩溃的迹象, 嘴角溢出鲜血, 秦莹目光冰冷, 狂暴的气息鼓荡, 大己接连轰击而下, 玉之力, 随着轰击, 变得愈发凝实, 渐渐地化作了大己的模样, 如同一把大己披下, 枯撕, 黑衣人一口鲜血喷出, 身形倒飞而出, 秦莹更狂暴的一击紧随而止, 这一击若是轰下, 黑衣人不死也将遭受重创, 就在此时, 一道寒光乍现, 仿佛从虚无中刺出, 刺向秦莹的后心, 不好, 危险, 女孩一言不合就要开启狂暴形态, 她怕是忘了自己如今已是女儿身了吧, 狂暴形态一旦开启, 全身衣物瞬间炸裂, 身躯裸露, 阿飘今天怕是又无心解说了, 还好, 危急时刻, 秦莹临危不乱, 冷哼一声, 反手一拳猛地砸向刺来的寒光, 哼, 雕虫小技, 寒光被砸开, 然而四面八方, 更多的寒光刺, 一股强烈的危机, 将秦莹笼罩, 顾不得收拾那两名黑衣人, 她大挤一收, 欲笼罩四方, 就在此刻, 一道寒光, 突兀地出现在她的后背上, 距离是如此之境, 刺了, 秦莹脸色一变, 腰身一扭, 慌忙避开, 终究迟了一步, 肋下衣裳撕裂, 嫩白的肌肤出现了一道血痕, 秦莹暴怒, 浑身气息鼓荡, 狂暴的气息息卷四方, 就要施展她的狂霸之术, 却又是突然愣住, 狂霸之气停滞下来, 没有继续飙升, 这一刻, 秦莹十分憋屈, 她如今是女儿身, 没法暴衣战斗, 忽有强大狂霸之术, 却又施展不出来, 失策了, 应该在家族找一件顶尖宝衣, 穿在身上, 避免施展狂霸之术时, 导致身躯裸露的, 秦莹已经落入了包围圈中, 四名黑衣人, 摆开阵势, 将她包围在中间, 最先出手, 吸引她注意力的两名黑衣人, 此刻已经带伤顿逃而去, 秦莹冷眼看了四名黑衣人一眼, 对方身形飘忽, 宛若随时隐秘身形, 杀手, 擅长刺杀之术的杀手, 而且每一个人, 都是递进三重的实力, 看样子是惊心不下的杀局, 秦莹皱着眉头, 思考着此事与祝元白有没有关联, 该不会是她她故意摆这么一个局, 最后来一个英雄就美, 一想到这种可能, 秦莹整个人都不好了, 希望是我想多了, 否则迟早批了你, 秦莹咬牙切齿, 黑衣人身形开始淡去, 秦莹冷哼一声, 她前世崛起之时, 遭遇过不知道多少次杀, 比这一次凶险几倍的都曾遭遇过, 如何应对这种擅长隐秘的杀手, 秦莹可谓是惊艳丰富的, 在杀手就要隐去身形之际, 秦莹身形一扑, 冲着其中一名杀手杀局, 大吉猛击, 身形却已消失在原地, 另外三人, 在秦莹出手的一刻, 也是隐秘了起来, 雕虫小技, 秦莹冷哼一声, 隐秘身形, 谁不会, 当初, 她崛起之时, 面对无数次杀, 隐秘之法, 她也是擅长的, 秦莹继续前冲, 大吉横扫四方, 哪怕看不到你, 你就不断攻击, 轰隆, 烟尘滚滚, 树木化作积粉, 大地崩裂, 烟尘滚滚中, 秦莹的身形消失了, 有点手段吗, 秦莹果然不是寻常递进, 在极短的时间内, 便判断出了有力的方位, 隐秘了身形, 收敛了气息, 楚玄看得津津有味, 双眼金光闪闪, 天金神统, 无论是秦莹, 或是杀手, 藏身之处, 在她眼中毫无遮掩, 不一会儿, 杀手沉不住气了, 四名杀手全都现身了, 彼此相视一眼, 难道, 秦莹并非隐秘在附近, 而是施展秘术顿逃了, 很有可能, 刺杀失败了, 杀手们正要离开, 就在他们松懈的一刻, 秦莹出手了, 大吉骤然刺来, 这一击, 可谓是达到了秦莹的巅峰, 轰隆, 被攻击的那名杀手, 根本来不及抵挡, 便被一击轰杀, 神魂顿出, 秦莹一击得手, 第二击大吉横扫第二名杀手, 直接将对方中创, 不带对方领逆身形, 飞扑而上, 第二击轰出, 秦莹强势反杀, 击溃了两名杀手的肉身, 只剩神魂盾逃, 并且神魂也随肉身崩溃而遭受重创, 另外两名杀手盾逃了, 得手之后, 秦莹也飞快离开, 形势未明, 他可不想陷入危险之中, 楚玄感叹, 不愧是老怪物重生, 手段高明狠辣, 两名杀手看似逃出了神魂, 实则秦莹已经隐秘术, 获取了对方的神魂气息, 这是打算要将杀手老巢, 都给找出来啊, 秦莹遭遇刺杀, 洛家震怒, 老田狗铸元白, 更是气疯了, 到处追杀杀手, 一心要揪出幕后主使, 为秦莹报仇血恨, 冬玉中周, 风起云涌, 甚至爆发了天境强者的大战, 人亡世家, 洛家的威势, 再一次展露了出来, 以霸道, 强悍的实力, 直接斩杀了一位天境强者, 不过, 最终的幕后主使, 依旧没能揪出来, 只是将那个杀手组织给端掉了, 甚至于, 都不知道, 刺杀秦莹的目的何在, 看到人亡世家的强大, 楚玄心里有了动力, 以他目前尊敬六中的实力, 终究还是太弱了, 哪怕是天境, 也算不得什么, 毕竟天境之上, 还有传说中的神境, 神境之上, 还有更强的境界, 画面给到一个月后, 丁月与王洛, 已经在小世界修炼了三十多年了, 实力提升巨大, 一个真境九重, 一个真境一重, 苏仙儿实力更是提升到了真境巅峰, 正在为突破地境积累当中, 楚玄没有让他们在小世界突破地境的打算, 毕竟小世界终究只是个小世界, 寻常修炼可以突破这种大境界, 还是需要在现实界才行, 楚玄开始在乾坤空间里, 构建特殊的玉, 直接避开南洲的天地规则, 而牵引大道规则, 他以神魂祭道法, 将大道规则, 牵引大道规则, 使得乾坤空间内规则完善, 可以在乾坤空间里, 直接沟通大道规则, 突破地境, 这天, 楚玄闲着无聊, 拿起黑月楼传来的一份重要情报看了起来, 白圣山古迹即将出现, 白圣山, 上古绝顶大势力, 曾有天晋强者坐镇, 在大战中被灭, 宗门陷落于空间中, 情报上介绍的, 是南洲最近出现的一个古迹, 看来, 白圣山古迹即将出现, 曾经强大无比的宗门, 在战魔大战中, 宗门陷落于空间中, 传承断绝, 如今, 随着天地规则恢复, 白圣山宗门古迹现世, 楚玄一看, 顿时来了兴趣吧, 白圣山古迹现世, 意味着机缘了, 曾经有天晋强者坐镇的大宗门, 陷落于空间中, 其宗门遗迹, 应该会有传承遗留吧, 南洲各大势力岂能不动心, 楚玄继续看情报, 南洲三伯三宗都已经有强者, 前往白圣山古迹前, 等待着古迹完全开启, 进入争夺传承与宝物了, 如此强大的古迹, 里面必然存在着地兵, 甚至不排除有天兵的存在, 看来南洲的水开始沸腾了, 看完情报, 楚玄独自一人喃喃自语, 这等大事怎么能缺了自己呢, 楚玄猛地将手中的情报往桌上一排, 决定插上一手, 说不定会触发系统的奖励, 毕竟探索古迹嘛, 不经意间就可能触发系统奖励, 虽说自己不能离开小院子, 但他有徒弟啊, 丁月, 真静九重, 哪怕是半地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通天剑决的强大, 越境杀敌不在话下, 何况, 丁月见到天赋顶尖, 完美契合通天剑决, 实力更是强大, 王洛才真静一重, 暂且就不去凑热闹了, 而且, 他忙着炼制弹药炼体呢,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丁月是南州气韵之子啊, 古迹里的宝物, 兴许就是为他量身定做, 这也是他扬名立万, 装逼打脸的舞台啊, 是时候, 让丁月这个南州气韵之子, 展露一下了, 楚玄随即把丁月叫了出来, 并将情报递给他, 小月, 替维师出门半点小事, 丁月看了一眼情报, 双眼闪过一道亮光, 心动了起来, 从青梅竹马背叛, 在九剑山遭受羞辱, 最后直接被驱逐, 狼狈而落魄地消失在人前, 他始终憋着一口气, 努力修炼, 不断变强, 不就是为了打脸回去吗, 让当初瞧不起自己的人高攀不起, 距离被驱逐, 才过去多久, 他如今已经是真敬酒重修为, 见到感悟之高, 毫不夸张地说, 九剑山恐怕无人能敌他, 除非是递进强者出手, 九剑山已见到闻名, 乃是南州第一见到宗门, 而他这个九剑山的企图, 却是已见到, 将九剑山摁在地上摩擦, 他想想就激动不已, 他一直在等待着这个时机, 如今机会来了, 白圣山古迹县市, 南州各大势力都参与其中, 凡是南州有名有姓的强者, 都会出现, 他丁月, 要当着南州所有大势力的面, 将九剑山摁在地上摩擦, 无上见到第二关, 丁月自问已经差不多看破, 是时候, 检验检验见到的时候了, 是, 全凭师父吩咐, 丁月恭敬地道, 嗯, 去吧, 以你的实力, 南州含有敌手, 楚玄点点头, 剑修不折不挠, 你曾遭受驱逐, 也该到了杨明立万, 拿回属于自己尊严的时候了, 南州各大势力, 必然会限制一些人参与白圣山古迹的, 以身为散修, 必会遭受阻扰, 一切阻扰, 在绝对实力面前, 都是土鸡娃狗, 为师就不为你安排了, 你靠自己进入白圣山古迹吧, 楚玄要的, 就是丁月在白圣山古迹装逼打脸, 横扫四方, 身为他的徒弟, 杨明立万, 横扫四方, 说明他教得好, 会不会触发系统的奖励, 概率是很大的, 是, 师尊, 丁月激动不已, 楚玄继续叮嘱到, 白圣山里的宝物, 可能很一般, 但也不能便宜了别人, 遇上了就争下来, 以酌情而定嘛, 师尊放心, 只要是弟子盯上的, 谁也别想夺走, 丁月郑重达到, 白圣山位于南州北部, 一片连绵的荒山中央, 曾经, 这里是白圣山的宗门所在, 在大战中, 白圣山宗门陷落于空间, 周围的山峰在大战残留力量的不断冲刷下, 荒芜了下来, 不长植物, 随着时间过去, 大战残留的力量消弥, 近百年才逐渐长出了草木, 即便如此, 草木也稀稀疏疏, 灵气显得紊乱, 方圆万里都荒芜人烟, 就在一个月前, 荒山之中, 骤然出现了古迹虚影, 顿时引起了注意, 根据记载, 此地曾是白圣山宗门, 一个强大宗门的古迹即将现世, 自然震动南州, 无数势力前来, 都想要获得大机缘, 最靠近古迹的几座山头, 已经被各大势力给包围了, 其中最弱的, 也有真境三重以上的强者坐镇, 一群散修聚集在不远处谈论着, 等待着, 看看热闹, 顺带看看有没有机会捞点人家剩下的伤伤水水, 目前南州最强大的三国三宗, 只剩下飘花阁还没有到来, 飘花阁, 也是南州唯一的强大无比的女子宗门, 修炼的功法非常玄奥, 没有哪个势力, 敢无视飘花阁的存在, 因此, 哪怕飘花阁还没有人到来, 各大势力, 都默契地留下了一座山头, 估计等飘花阁到了, 正系也就开始了吧, 每座山头相距并不远, 也不是什么大山, 只是最靠近白圣山古迹而已, 至于进入白圣山古迹的名额, 目前还没有出来, 只等飘花阁强者到来之后, 各大势力便会开始上映, 现在的三国三宗, 有一国名不副始啊, 连个真敬九重都没有, 大前帝国占据的山头就在秦国不远处, 柳平峰说的话大伙自然都听得到, 秦国山头上, 秦长方脸色难看, 不过毫不示弱, 冷笑着, 柳平峰, 你不用阴阳怪气, 你们三大半地又如何, 还不是败于我大清女帝之手, 柳平峰脸色阴沉, 不和你争口舌之快, 随即看向邪王庭那边, 邪王, 以前南州只有二国三宗, 如今多了一国, 你说我们要不要做点什么, 这是直接摆明了, 要与邪王庭联手针对秦国, 所有人都看向了邪王, 只见邪王高傲的昂着脑袋, 对柳平峰不屑一顾, 我邪王庭, 素来正义, 不屑以多欺少, 去你的吧, 在场的所有人都心中大骂, 邪修讲正义, 开什么玩笑, 他还能要点脸吗, 这话说得好像从下边放出来的一样, 还有种脑干缺失的朴素美, 秦长方松了一口气, 邪王脑子出问题是好事, 不会与大前帝国联合起来, 此时天空传来一声, 秦长老, 别来无恙了, 众人看向天上, 原来是九剑山援兵道了, 说话的并非宗主送一名, 而是一名青年男子, 傲然而立, 兵武俊朗的脸庞, 吸引了在场不少年轻女子的众命, 邪王惊叹, 是硬剑空, 九剑山这一代的绝顶天骄, 果然名不虚传, 大秦现在也就靠九剑山撑撑场面了吧, 柳平峰吻哼一声, 吃瓜群众顿时炸开了锅, 真敬酒众啊, 他才五十岁左右吧, 听闻让他做宗主他都不做, 一心追求剑道, 要成为真正的最强者了, 不少人都看着那一道傲然而立的身影议论纷纷, 九剑山队伍中, 有一道歉影, 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硬剑空, 是剑空哥哥, 他终于来了, 天顶山的领队, 同样是一位半地修为, 看起来年纪很大了, 不须灰白, 宛若一道步, 那道倩影就跟在他身后, 一脸花吃到, 爷爷, 白圣山古迹的重宝, 肯定会落在剑空哥哥手上的, 对吧, 或许吧, 古迹是B, 便择日为你与剑空完婚, 嗯, 全凭爷爷做主, 女子羞红了脸, 听闻, 他在九剑山上, 你一个师妹走得很近, 老者眉头微微皱道, 爷爷, 我知道的啦, 剑空哥哥没有隐瞒我呢, 有就有吗, 最多是个小妾, 剑空哥哥这么强大, 心目他的女子多也正常, 娶个小妾也没什么嘛, 正好可以伺候我, 女子毫不在意道, 老者不在言语, 你倒是心大, 空间震动一下, 所有人目光都看向, 一片残破的建筑, 正逐渐呈现出来, 此刻, 古迹看上去, 宛若海市蜃楼, 距离古迹完全开启, 已经要不了多长时间了, 在场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静静等待着见证奇迹的时刻, 能让男人们暂时放下仇恨的, 除了美女, 就是美女了吧, 就在刚刚, 剑古迹即将开启, 邪王最先不耐烦了, 飘花阁的娘们, 怎么还没来, 其他人都不敢开口, 飘花阁可不好招惹, 毕竟那些女人, 心眼比较小, 很容易被记恨上, 也就邪王, 无所畏惧, 甚至骂骂咧咧的, 飘花阁的娘们, 就是圈男人, 磨磨叽叽的, 再不来, 别怪本王改日去抓几个小娘皮来爽爽, 这人怕是个傻子吧, 其他人继续眼观鼻鼻关心, 让邪王一个人骂骂咧咧, 反正邪王婷与飘花阁关系很差, 他邪王不怕得罪人, 他们与飘花阁, 可没有深仇大恨, 能不得罪尽量不得罪, 那群女人是真的不好惹, 心眼小也是真实的, 你们看飘花阁山头, 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人啊, 骤然, 所有人都看向留给飘花阁的那座山头, 只见一道身影, 怀中抱着一柄剑, 正被靠大树, 懒散地坐在一片粉色的海洋中间, 他身上的气息, 只有玄境一重的样子, 在众多强者眼里, 属于蝼蚁一般的存在, 只是, 这么一位弱者, 竟然登上飘花阁的山头, 想要一人独占一座山头, 谁给他的勇气, 丁月一出场就万众瞩目, 他怀抱着一把剑, 坐在无人的山头上, 对于周围的目光, 视若无睹, 他把修为收敛到玄境一重, 看起来就很弱者, 似乎随便一个人, 都能够把他给捏死, 在不远的一座山头上, 一道身影横空朝着丁月而去, 小子, 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 这是飘花阁仙子们的地盘, 你一个蝼蚁在此, 是脏了仙子们的眼, 给我过来等待飘花阁仙子们发落吧, 来人是一名中年男子, 实力尊敬三重, 这样的境界, 在周围的大势力中, 算是最弱的存在, 抬手一抓, 一只灵力大手, 狠狠地朝着丁月抓去, 就在所有人, 都觉得丁月下场凄惨之时, 直接寒光一闪, 出手的中年男子, 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 身体在半空就分成了两半, 隐落当场, 所有人, 都目光一灵, 包括在场的半地强者, 那一道剑光太快了, 他们刚才都没怎么关注这边, 因此就连半地强者, 都不知道那一剑是怎么来的, 紧接着, 所有人都把目光看向九剑山, 那座山头, 就在九剑山旁边, 难道是九剑山的强者出手, 冰剑空瞳孔一缩, 一脸不可思议之色, 随即却是冷笑一声, 那一剑是丁月出手的, 有点意思啊, 看样子是获得了一点机缘, 实力变强了, 硬剑空轻笑一声, 不过废物终究是废物, 靠一点机缘变强, 只能止步于此, 丁月讥讽一笑, 五十岁才真净九重的废物吗, 抬头冷冷地看了在场的所有人一眼, 激笑道, 是不是觉得我丁月获得大机缘, 想要来躲一躲, 硬剑空哪受过这种委屈, 顿时暴跳如雷, 是不是觉得我丁月不配与你这样讲话, 说话间, 丁月握紧了手中宝剑, 我倒是想问问, 你配吗, 我丁月的机缘, 便是我师尊, 已在我师尊言, 不过是垃圾而已, 垃圾不配入我师尊言, 我丁月今天来, 就是杨明丽万来了, 答应我师父的你们谁也无法阻拦, 张狂, 嚣张, 而且霸道,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脸色难看, 但没人有出手的意思, 都在思考着, 丁月口中的师尊, 究竟是何人, 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培养出一位真净九重的强者, 可见其实力之强, 正当剑拔弩张之时, 天空中花瓣飘落, 五彩缤纷的花瓣, 飘洒而下, 落地无踪, 所有人精神一震, 飘花阁的人来了, 再看向占据了飘花阁山头的丁月, 不少人都打起精神来, 接下来恐怕有好戏看了, 远处, 一道曼庙的倩影踏空而来, 随着他一步一步走来, 艳丽的花瓣伴随着他而来, 纷纷扬扬而落, 花瓣是一种灵力的巨线, 并非真实的花瓣, 此乃飘花阁的功法, 也是飘花阁素来的出场方式, 来人身姿曼庙, 姿态恶魔, 艳丽无双, 露出轻慕之色, 哪怕是刚刚被当众羞辱了的硬剑空, 都不禁双眼一亮, 看向了寒映梦, 确实如仙女般灵运托索, 寒映梦一步一步走来, 笑容迷人, 听着周围的凤城之声, 以及轻慕之语, 他脸上的笑容愈发迷人了, 一步一步朝着丁月所在的山头走去, 那是飘花阁的山头, 虽然已经有了一个人在, 而且实力不弱, 他只以为那是为了讨好飘花阁, 帮忙占据下山头的人, 说不定是他寒映梦的追求者, 丁月眉头皱了起来, 看着一步一步走来的寒映梦, 心中阴沉, 他想要做什么, 故意引起我的注意, 笑得那么灿烂, 是来迷惑我了, 此女可恶, 定是想要扰乱我心, 让我为她心动, 紧接着喜欢上她, 进而破坏我堪破见到第二关, 寒映梦一只脚, 刚踏上山头, 丁月目光冰朗地看过来, 女人, 离我远点, 寒映梦差点气死, 休想乱我剑心, 你迷惑不了我, 我心中只有剑, 不会有你的, 死心吧, 什么? 女孩精心打扮, 出场自带花瓣, 本以为会惊艳全场, 迷倒万千五者, 却不曾想被一钢铁直男毁了氛围, 还让他滚, 女孩名叫寒映梦, 就在刚刚, 他一只脚刚踏上山头, 丁月便目光冰冷地看了过来, 女人, 离我远点, 寒映梦差点气死, 伴随着他飘散而下的花瓣, 都因此而停顿了下来, 周围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看向丁月, 第一个, 第一个敢如此对寒映梦说话的人, 也是第一个, 让寒映梦滚的男舞者, 你叫我滚, 寒映梦气疯了, 飘花阁让他率先到来, 就是为了展露他的风资, 就是为了迷倒万千舞者, 事实上, 他已经做到了, 出场的那一刻, 无数男舞者, 都沉迷在他的曼妙身姿中, 沉迷在他的角色自容下, 却不想, 在最后关头, 所有的气氛都被破坏了, 丁月目光凛冽, 指示着他, 恶毒的女人, 休想乱我见心, 你是迷惑不了我了, 我心中只有见, 不会有你的, 此心吧, 寒映梦几乎气得吐血, 谁特么恶毒了, 谁特么要迷惑你了, 你, 寒映梦气息暴动, 气得焦躯颤抖, 嫩白的手指指着丁月, 杀心剑起, 她是飘花阁的圣女, 天资卓越, 角色无双, 多少男人败倒在她的石榴群下, 愿为她赴汤蹈火, 何曾被人如此呵斥过, 滚吧, 你是勾引不了我的, 再不滚, 休怪我见下无情, 丁月目光冰冷, 死死地盯着寒映梦, 此女, 打扮得花枝招展, 故意跑到自己的山头来, 定是居心不良, 不是来勾引自己还能是什么目的, 想不到吧, 我丁月, 已经堪破无上见到第二关, 看美女不走神, 心中有剑魂, 你是乱不了我剑心的, 寒映梦要气疯了, 自己来勾引她, 这可是我飘花阁的山头, 此人必须死, 看到寒映梦被如此呵斥, 不少人都怒了, 有不少人心动了, 这可是献殷勤的好机会啊, 还不带其他人有所行动, 应见空踏步而来, 丁月, 区区九天山企图, 一个废物, 也敢在此撒野, 我应见空, 倒要看看, 你这个企图废物, 有何能耐, 韩圣女不必动怒, 我应见空替你处理这个无理之徒, 应见空落在寒映梦身旁, 冷冷地注视着丁月, 丁月, 你跪下向寒圣女磕头, 求得圣女原谅, 我就饶了你, 寒映梦心里稍稍冷静了下来, 看到应见空为自己出头, 心里好受了一些, 自己还是很有人缘的, 看, 连九剑山的绝顶天骄, 都为自己出头了, 丁月鄙夷的看着应见空, 哭斥一声笑出了声, 应见空, 你的见到也就如此了, 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女人出头, 修什么见到, 应见空, 我本以为, 你的见到近见, 或许还可以, 如今一看, 不过垃圾而已, 竟然为了一个勾引我的女人出头, 我丁月修与你为伍, 师尊说的没错, 世间见修千千万, 能入无上见到者, 寥寥无几, 丁月一脸孤傲, 仿佛为世间无一见到知己而忧伤, 向丁月, 还提我, 你个小犊子, 我今天非得, 丁月, 修要猖狂, 尚不等寒映梦把话说完, 应见空拔剑在手, 剑影响彻长空, 气势瞬间变得淋漓了起来, 整个人宛若变成一柄沙法之剑, 所有人都心中震惊, 应见空不愧是九剑山数千年来, 最绝顶的天骄, 剑道感悟, 已经达到了如此境地, 虽只是真敬九重修为, 然而寻常半地都未必是他对手, 我应见空, 倒要领教领教, 你丁月的剑道有何过人之处, 拔剑吧, 让你体面点, 寒映梦身形挑退, 一旦大站起来, 他距离如此之近, 会被波及到的, 丁月依旧怀抱着剑, 冷冷地看着应见空, 应见空心中怒火奔腾, 丁月如此轻烈的态度, 激起了他的熊熊怒火, 身为九剑山数千年来的绝顶天骄, 自修炼以来, 一直同境界无敌, 从未有人能够在同境界打败过他, 跨越一两个小境界杀敌, 他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丁月呢, 竟然如此轻蔑他, 连剑都不拔出来, 狂妄, 应见空深吸一口气, 平复下心中的怒火, 剑在颤动, 寒光绽放了起来, 灵力地气势席卷, 山头不多的草木, 纷纷化作积粉, 一道剑光城陷在了天地之间, 众强者, 全都心中凛然, 目光死死盯着应见空的一剑, 太强了, 一宗门, 九剑山数千年来的绝顶天骄, 凭此一剑, 在场的半地强者, 都不敢轻视, 丁月死定了, 同为真境九重境界, 实力也添差地别的, 丁月剑道再强, 难道还能超过九剑山, 那可是南周第一的剑道宗门, 骤然, 众强者只觉得, 一道不算灵力, 非常短暂的剑光一闪失, 正然间, 应见空那灵力的剑光, 已经崩碎, 无匹的一剑, 以削女无踪, 微风拂过, 众强者, 只觉得风中带来的锋利, 宛若要将人削成两半, 竟是一丝一散开来的剑影, 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都动大一双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硬剑空败了, 她的持剑的手垂在身侧, 肩膀上鲜血涌出, 染红了衣裳, 她的脸上, 神情已经呆滞了, 似乎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反观丁月, 眼神毫无波澜, 傲然而立, 如同刚刚捏死一只蚂蚁般轻松, 在强者环伺中, 截然而立, 傲视群雄。 注意看, 这个杀红了眼的男人, 作为南州大陆第一剑装, 九剑山数千年来的绝领天骄, 此刻郑炳心灵试着手中的大宝剑, 即将使出九剑山的那套从天而降的剑法, 唯一剑, 男人名叫硬剑空, 别看他此刻嘚瑟无比, 盛气凌人, 谁能想到, 就在半个时辰前, 他还神情呆滞地跪拜在丁月面前, 只因自己尚未看清楚, 那一剑究竟是怎么出手的, 自己竟已落败, 硬剑空嘴唇如动着, 一脸难以置信, 好半赏, 才抬起头来, 盯着丁月, 我败了, 不可能, 你一定是使用了什么秘宝, 丁月轻蔑一笑, 输不起, 那有本事再来, 这个六百个月的小孩子少了性子, 绝强道, 你接得住我一剑吗, 话音刚落, 剑光一闪, 硬剑空还来不及反应, 一把剑已经抵在了他的咽喉处, 快, 快到他都来不及反应, 一瞬间, 硬剑空面如死灰, 自己真的败啊, 败给了九剑山的企图, 一个曾经的废物, 这是多么的可笑, 他硬剑空, 终将成为一个笑话, 丁月, 助手, 骤然, 九剑山的山头上, 传来女子的怒斥声, 丁月心中毫无波澜, 头都不转一下, 对于那一声怒斥, 丝毫不在意, 此刻, 他愈发深刻认识到, 师尊传授的无上剑道三观, 是何等真理, 不忘掉心上人怎么会变强呢, 心上人只是阻碍, 丁月盯着硬剑空, 知道为什么你会输给我吗, 为什么, 硬剑空眼神茫然地看着他, 因为他, 你心中有女人, 丁月毫不留情地指向自己的青梅竹马, 二人当场就猛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跟女人有什么关系, 难道是因为, 硬剑空抢了他的青梅竹马, 丁月剑一收, 比一地看着硬剑空, 女人, 只会影响你拔剑的速度, 这就是你与我的差距, 这就是你无法感悟无上剑道的原因, 你心里有女人, 你身边有女人, 你心有顾忌, 剑就慢了, 不够凌厉了, 所以你必输无疑, 丁月反手持剑,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硬剑空沉默了一会儿, 自己心有顾忌, 是因为韩英梦在身边, 出剑的时候, 为了避免不波及到他, 所以没能发挥出巅峰实力, 小黄翘脸气得通红, 英剑空你什么意思, 嫌弃自己爱手爱脚, 混蛋了, 英剑空没有理睬, 现在最重要的是迅速恢复消耗, 治疗伤势, 丁月就这么看着他, 等待着他第二次出手, 他没有要杀了英剑空, 杀了他没有任何意义, 他要成为, 英剑空剑道上的巨石, 让他又恨又无奈, 明明恨不得干掉自己, 却又无可奈何, 成为他的心魔, 让他每次想起, 自己这个曾被他羞辱的废物, 已经把他远远抛在后面, 无论他如何追赶, 始终渴望不可及, 时时刻刻都活在煎熬之中, 活在自嘲自怜中, 小半天后, 英剑空伤势基本痊愈, 实力再次恢复到了巅峰, 英剑空再次拔剑在手, 一身气势凝而不发, 整个人宛若一柄尚未出窍的历劫, 丁月, 这一次, 我不会轻易败给你的, 英剑空信心满满, 丁月依然蔑视地看着他, 微风拂过, 丁月所在的山头, 突然充斥着一股肃杀之意, 是九剑山的唯一剑, 包括柳平峰在内, 在场的半地强者, 全都神色凝重, 英剑空正是在凝聚剑翼, 施展九剑山的绝学唯一剑, 唯一剑, 只出一剑, 一剑后, 整个人都会进入虚弱,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过来, 但这一剑, 极其强大, 同境界中, 至今无人能够挡下九剑山的唯一剑, 何况, 此时的硬剑空, 在不断巨势, 凝炼出了剑翼, 他巨势越久, 这一剑的威力越大, 可不是战斗中, 施展出来的唯一剑可比的, 这是真正的巅峰对决, 反观丁月, 依旧怀抱着宝剑, 傲然而立, 无懈一顾的姿态, 硬剑空巨势已到了巅峰, 剑翼凝炼, 整个人散发出灵力的剑翼, 丁月, 你敢如此轻视我, 是要付出代价的, 硬剑空抬剑一指, 汹涌的剑翼与气势, 瞬间凝聚在一剑上, 一剑出, 天地都宛若被分割了开来, 九剑山的唯一剑, 太强大了, 何况是硬剑空, 巨势如此之久, 将剑翼凝炼一体, 达到了最巅峰的一剑, 所有人, 都死死地盯着丁月, 想要看他, 如何接下这一剑, 丁月眉头微醋, 来得好, 话音刚落, 只见丁月已离地数十米, 空气竟被划破一道口子, 恐怖的气息直击那唯一剑的锋芒, 剑影之声响彻天地, 丁月出手了, 无尽杀伐之意, 骤然充斥此方天地, 众人尚未看清发生了什么, 丁月已然穿透了唯一剑, 消失在了众目睽睽之中, 同时, 天地间, 竟下起了雨, 剑雨, 稀稀利利, 宛若雨点的细碎小剑, 飘飘洒洒而下, 在场稍有剑势的强者, 这一刻全都脸色狂变, 剑异化形, 竟然是传闻中的剑异化形, 这是何等的剑道境界, 传闻中, 每一个达到剑异化形的剑修, 都是同阶无敌的存在, 纵观南周历史, 流传下来的所有典籍中, 只记载过一位修炼到剑异化形的强者, 那位便是九剑山的开宗祖师, 威震北域无敌手的绝世强者, 诺大的山头上, 图流应剑空一脸蒙蔽的抬头叫嚣着, 丁月, 在哪儿, 出来, 猛的, 他脸色突变, 仿佛看见了大恐怖, 瞳孔逐渐放大, 嘴角微微颤抖, 却说不出话来, 天空中, 无数剑异汇聚到硬剑空头顶上, 轰动的声音响起, 你输了, 在场所有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是, 时隔数千年, 南周大陆竟然再次有人领悟了剑异化形的境界, 而且曾经还是九剑山的弟子, 不过被驱逐了, 如今的九剑山企图, 丁月已经收剑了, 他从始至终都表现得非常轻松, 一剑就击败了硬剑空, 而硬剑空则是单膝跪地, 常剑住在地上, 支撑着身体不倒下, 他又败了, 败得如此干净利落, 他的肩膀上鲜血涌出, 受伤的位置, 是丁月第一剑刺的位置, 没有丝毫偏差, 四周一片寂静, 数千年来的绝顶天骄, 被一个企图, 毫不吹灰之力击败, 仿佛一巴掌, 狠狠地甩在了九剑山的脸上, 丁月看着面如死灰的硬剑空, 整个人都舒爽了, 骄傲被践踏了吧, 心里不好受吧, 败给自己这个九剑山企图, 感到耻辱了吧, 知道你为何会败吗, 丁月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丁月, 要杀就杀, 无序多言, 硬剑空嘴唇蠕动了一下, 没有正面回答, 保持着舞者最后的尊严, 杀你, 你也配, 丁月痴笑一声, 你这种根本不懂剑道的人, 不配我来杀, 说完, 丁月身上一股剑意冲天而起, 刹奈间, 丁月宛若一柄立于天地间的绝世神剑, 剑风无敌, 所有人都骇然变色, 这是多么恐怖的剑意, 他的剑道境界, 究竟达到了何等地步, 甚至令人怀疑, 他有逆伐徒弟的实力, 我丁月可是要徒神的人, 你在我眼里不过是一块小小的垫脚石罢了, 丁月张狂的声音响彻四周, 所有人都沉默了, 硬剑空更是贪软在地上, 整个人都失去了力气, 一点争雄之心都没有了, 丁月从今往后成为了他心中永远跨不过去的一道大山, 楚玄坐在院子里摆弄着万天镜, 不知道丁月如何了, 可惜啊, 没办法看到白神山古迹的情况, 丁月是否大杀四方, 是否摁着九剑山在地上摩擦, 怎么还没有触发系统奖励呢, 若是有可以现场直播的宝物就好了, 可惜万天镜的印记都已经用完了, 否则印在丁月身上, 还可以看一看丁月的情况, 虽然能够看到的范围有限, 起码也是现场直播呀, 楚玄感叹着的时候, 骤然系统的声音响起, 你足不出户, 调教的弟子丁月, 在白圣山古迹前, 一键碾压绝顶天焦, 震撼重强者, 奖励, 亏天镜, 触发系统奖励了, 楚玄欣喜不已, 最开始吓唬小月, 是省得他骄傲自满, 以他真净九重的实力, 有这个结果不意外, 自己的猜测果然是对的, 弟子优秀, 代表自己教得好, 可以触发系统奖励, 当即查看奖励物品, 亏天镜, 可窥探天地万物, 追踪万物, 无视空间与距离, 亏天镜是一件非常强大的宝物, 除了不能传输物品外, 简直就是万天镜2.0升级版, 还能追踪目标, 简直是偷窥, 不对, 是探索神镜啊, 对了, 赶紧看看小月现在咋样了, 楚旋将亏天镜领取了出来, 开始倒顾着, 想要窥探白盛山的情况, 半晌, 画面出现了, 一眼看去, 楚旋以为看到了海市蜃楼, 再仔细一看, 才发现那是白盛山宗门, 逐渐从空间出来时的景象, 由于还没有完全脱离陷落的空间, 因而看起来像是海市蜃楼, 调整窥探方位, 白盛山古迹前的小山头, 出现在了画面中, 紧接着看到了独占一座山头的丁月, 以及丁月不远处, 贪软在地的一个青年, 那应该就是丁月的仇敌了, 九剑山的那位绝顶天骄, 不过五十岁左右年纪, 已经真敬久重修为, 天赋确实了得, 实力也必然很巧, 可惜, 终究比不上丁月, 注定了成为丁月的踏脚石, 丁月的声音传来, 纵观九剑山开创至今, 真正算得上是个人物的, 唯有九剑山开山祖师一人而已, 其余都不入我丁月眼, 迷玛, 如此狂暗之徒, 不是邪修可惜了, 邪王感叹一声道, 怎么哪里都有他, 众人都无语了, 哪个邪修有丁月慈子狂, 邪王听历代添交, 哪个敢狂言, 九剑山唯有开山祖师才能入眼, 九剑山的老者, 一脸阴沉之色, 冷冷地盯着丁月, 数子狂妄, 我九剑山岂是你这企图能够妄加评论的, 老鬼, 不服你来战, 三剑不能败你, 我丁月做你爹, 丁月丝毫不怂, 半帝又如何, 他可不怕, 穷天剑体已经有所成, 通天剑爵更是强大无比, 半帝也可斩于剑下, 所谓半帝, 也是在真境范畴内, 只要不是递竞, 他丝毫不拒, 九剑山老者气得脸色铁青, 不过他终究没有出手, 没有丝毫把握, 甚至, 有可能落败, 白圣山一记开启在即, 九剑山不容落败, 怂祸, 不敢就别废话, 别耽误我休息, 丁月鼻翼地看了对方一眼, 背靠大树准备养神, 九剑山队伍里, 一名女子过来, 扶起应剑空, 愤恨地看着丁月, 丁月, 你别太过分了, 丁月骂骂咧咧道, 老子哪里过分了, 没断你男人第五只, 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看什么看, 老子是你高攀不起的人, 女子气愤不已, 但也没像以前一样骂回去, 扶起应剑空, 掏出丹药为他疗伤, 一边鼓励他, 剑空哥哥, 不要气馁, 你不会输给他的, 他不过是运气好一点而已, 获得了一些机缘, 只要在白圣山获得机缘, 一定可以超过他的, 看着应剑空美女环绕, 丁月一点都不羡慕, 反而一脸比, 应剑空, 你废了, 女人只会影响你拔剑的速度, 你永远都追不上我的, 说完便目送二人离去, 寒英梦美眸泛着一彩, 姿态曼妙, 花磅环绕在他深周飘扫而下, 如同花中走出的仙子, 倾国倾城, 迷倒了在场不少舞者, 他一步一步踏空而来, 如在空中漫舞一般, 来到丁月所在的山头, 那个, 丁公子, 声音柔媚动人, 女人, 离我远点, 要不我拔剑了呀, 起料, 丁月丝毫不客气, 直接怒喝一声道, 寒英梦险些气死, 混账, 混账啊, 他寒英梦, 走到哪里不是众星捧月, 谁曾如此呵斥他, 谁又敢呵斥他, 结果呢, 丁月三番两次呵斥他, 欺人太甚, 好的, 祝你早死, 你敢相信, 堂堂大前帝国左相, 竟私自做主, 要将大前公主和自己的小女儿同时许配给同一男子, 男子名叫丁月, 就在刚刚, 坚信女人只会影响自己拔剑速度的他, 再一次当众拒绝了众星捧月的寒英梦头怀送抱, 见此场景, 楚玄忍不住嘴角抽了一抽, 自己是不是把丁月忽悠得太过, 照此下去, 这个家伙是助孤生啊, 正常的气韵之子发展, 这个飘花阁的圣女, 应该是道天而上的吧, 如今呢, 直接被丁月这个钢铁猛男给气疯了, 好, 我就欣赏丁月兄这种添娇, 不为娘们折腰, 娘们吗, 直接抓来爽就完了, 谈情说爱浪费时间, 邪王对此大家赞赏, 飘花阁一众强者, 女其余女修, 全都愤怒地瞪着邪王, 找个机会弄死他, 丁月小兄弟, 我邪王亭就需要你这种执法者, 不如你来我邪王亭执法, 匡扶正义, 邪王密之自信地招揽起丁月, 邪王亭的一群邪修, 顿时心里凉凉的, 疯了, 邪王是真的疯了, 竟然招揽丁月来王亭匡扶正义, 尼玛, 我们王亭, 哪里来的正义, 我们是邪修国度啊, 不讲正义的, 其余强者, 全都嘴角一抽, 邪王这个混蛋, 可能真的脑子出问题了, 不然, 他一个邪修, 竟然邀请丁月去匡扶正义, 这么的, 不怕把你邪王亭强者给杀完了, 柳平峰开始也是这么想的, 可抖然间, 他发觉不对劲了, 邪王果然老奸巨华, 竟然以匡扶正义之名, 将丁月拉拢过去, 成为邪王亭的强者, 一个丁月, 恐怕十大邪帅都比不上, 如此一想, 柳平峰坐不住了, 休要听这个邪修胡言乱语, 丁月小兄弟, 我乃大前帝国左相, 不如来我大前帝国如何, 柳平峰直接就开条件, 体现他对丁月的重视, 大前帝国对丁月的敬重, 丁月小兄弟, 我大前帝国小公主, 天资国色, 身具魅补, 天赋绝佳, 论姿色, 可是犹在寒应孟圣女之上, 只要小兄弟入我大前帝国, 国主愿将小公主嫁于小兄弟, 另外, 老夫有一小女, 同样国色天香, 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武姿犹圣寒应孟圣女, 也愿高攀陪小兄弟, 左环右抱两大游圣寒应孟圣女的角色家人, 岂不美哉, 另外, 小兄弟有任何要求, 尽管提, 无论是灵石或是丹药, 或是天才地宝, 哪怕帝兵也可, 小兄弟, 只需入我大前帝国, 任何条件皆可提, 柳平峰很自信, 没有人能够拒绝如此优厚的条件, 家人, 地位都有嘛, 如此角色家人, 有几个人可以拒绝, 在场的强者, 全都震惊于柳平峰开出来的条件, 尤其是, 他要将女儿嫁给丁月, 而且说是高攀, 意味着, 只要丁月答应入大前帝国, 地位比他这个左相还要高, 九剑山众人脸色极其难看, 秦长方更是心里交际不已, 一旦丁月入大前帝国, 牵制住九剑山一部分强者, 那么秦国可就面临大前帝国的步步残属, 那我大秦威仪, 寒应梦气的要疯了, 愤怒的瞪着柳平峰, 王八独子, 你女儿比我漂亮, 你大前帝国小公主也比我漂亮, 谁都要来踩我一脚是吧, 真当我好脾气, 丁月看着柳平峰, 脸色逐渐阴沉下来, 把公主嫁给自己, 把女儿嫁给自己, 好一个阴险小人, 竟然意图以美色来诱惑自己, 乱自己的道心, 或自己的无上见道, 变成一个为美色堕落的人, 娶了他女儿与小公主, 一旦有事, 自己要不要为他们出头, 整天缠着自己, 还怎么修炼见道, 甚至生下儿女, 又牵制了自己, 乃至以此来要挟自己, 心中有了羁绊, 如何堪破无上见道三观, 他可是牢记着, 师尊教导的, 无上见道第三观, 心中无女人, 拔剑可图神, 丁月越想越觉得柳平峰阴险狡诈, 名为拉拢自己, 实则是要用美色来霍乱自己的道心, 摧毁自己问鼎见道颠松的雄心, 当即冷哼一声, 老贼, 休想乱我道心, 我丁月, 心里只有见到没有女人, 想要用美色祸害我, 做梦吧, 柳平峰愣了一下, 是老朽莽撞了, 小兄弟失礼了, 嘴上道着欠, 其实鼻子都要气歪了, 自己又是嫁小公主, 又是嫁自己女儿的, 结果呢, 对方非但不领情, 还觉得自己是在祸害他, 这特么是个疯子吧, 不知天高地厚的野小子, 等古迹开启, 我不信我阴不死你, 寒英梦见此, 心里好受些了, 看向柳平峰的眼神幸灾乐祸, 让你来采布奶奶, 再看向丁月, 又禁不住心生一丝好感, 这家伙还真是从一而终呢, 但不知道他从得对不对, 楚玄揉了揉脑袋, 陷入了沉思中, 自己是不是把丁月交歪了, 这货, 已经不是钢铁直男这么简单呀, 不行, 等他回来, 再忽悠一下他, 可不能让他走极端了, 仔细看, 这个男人到底被压榨得有多惨, 薄薄的嘴唇, 凸起的颧骨, 凹陷的眼窝, 莫不是去到了棉北被打了腰子, 就在刚刚, 九剑山各路大佬已被丁月踩在地上摩擦了一遍, 其他势力, 都没有找丁月会气的想法, 谁都不想, 与这么一个潜力无穷的添交节约, 何况, 是真的未必能打得过呀, 经过一番闹腾, 终于安静了下来, 都在等着白圣山古迹开启, 几大势力, 开始商议进入的名额问题, 并非所有人, 都有资格进入的, 尤其是散修, 几乎都被排除在外, 除非实力足够强, 小势力, 自然也很难获得名额, 丁月不参与这些名额商议, 不管名额中算不算自己, 他都一定可以进入的, 谁也无法把他排除在外, 不论是九剑山, 飘花阁, 大前帝国, 这三个与丁月有直接过节的势力, 或是其他几家势力, 都明白丁月一人便是一个大势力, 无法将他排除在外的, 散修大都被排除在外, 于是有散修打丁月的主意, 想要从他这里获得突破, 得到进入的名额, 由于丁月似乎不喜欢女人, 因此去的都是男人, 几个散修强者, 怂恿丁月去争取名额, 狂拍马屁, 称他一人占据一座山头, 就是一个大势力, 为何不能分名额, 分名就是瞧不起他, 却被丁月怒吓, 要名额自己去争, 滚, 再来烦我, 死, 散修见丁月动怒, 只能善善离去, 丁月冷哼一声, 自己又不傻, 想要把自己当枪使, 想太多了, 楚玄没有继续关注下去, 关闭了窥天镜, 真正精彩的地方, 在于白圣山古迹开启之时, 他有种欲胆, 丁月一出场就得罪了不少强者, 肯定会被围杀的, 尤其是九剑山, 不会任由他这个大患继续成长下去, 虽然, 丁月只是想着打脸九剑山, 让九剑山为驱逐自己而脸面尽失, 没有要灭掉, 乃是杀九剑山强者的心思, 九剑山强者们可不这么认为啊, 他们担心, 丁月强大起来后, 把他们都给弄死, 吩咐爆红燕, 九剑山开启的时候, 通知他, 就没再继续关注, 距离古迹完全开启, 还需要一段时间, 不急, 时间如流水, 眨眼间半个月过去了, 白圣山古迹还没有开启, 祖宅却传来了楚天明的咆哮声, 很久都没有听到这熟悉的咆哮声了, 楚玄一看, 竟然是楚渊回来了, 只是他神情憔悴, 带着个儿子回来了, 这样的一幕, 不知道为何看起来, 有着莫名的熟悉感, 楚渊的妻子, 不会是出身大家族, 然后遭到了反对, 如今被抓回家族了, 所以, 楚渊才如此落魄, 想到楚渊曾躲在某个古迹里, 很有可能是这么狗血的情况, 楚天明在咆哮, 其他楚家族老, 都一脸愤愤地瞪着楚渊, 他在楚家的处境, 可谓尴尬至己, 好在, 楚渊陪着楚渊回来的, 否则, 恐怕还没到祖宅, 就被驱逐出去, 楚渊在楚家, 毕竟地位不同凡响, 因此楚天明只是在愤怒咆哮, 没有把人给驱逐, 楚渊对于楚天明等楚家人的态度, 没有什么反应, 整个人都显得十分颓然, 他的实力, 已经是何尽一重了, 不愧是楚家这一代, 天赋最强者, 没过多久, 楚渊出现在了小院子门口, 十三, 三哥能求你见识吗? 楚渊神情憔悴, 仿佛失了魂, 楚渊看向他身边的小男孩, 五六岁的样子, 手里拿着一把木制的刀, 在手中摆弄着, 他的一半注意力, 都是在那把木刀上, 楚渊心中叹了口气, 他知道楚渊要求自己什么事, 想到这位, 自己老爹的清传, 时常对自己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如今竟是如此的憔悴落魄, 没有了当初的义气风法, 上次他回来, 还刻意给自己留下半部地精, 就是为了提升自己在家族的分量, 对自己也算是用心良苦了, 说吧, 想要我做什么, 楚渊叹了一口气, 曾经何等意气风华的一个人, 如今搞得如此落魄, 只因一个情字, 自己的老爹, 也是如此, 不愧是自己老爹的清传啊, 退婚都学了个十足, 如今更是为情, 憔悴至此, 楚渊摸了摸小男孩的脑袋, 这是我儿子, 楚平凡, 我想请你帮我带大塔, 过个平平凡凡的日子就好了, 平凡, 叫十三叔, 楚平凡抬头看向楚渊, 十三叔, 嗯, 乖了, 楚玄看着楚平凡, 虎头虎脑的, 显得木讷, 给人一种笨笨的感觉, 一看就知道, 不是什么激烈孩子, 天赋似乎也很一般, 或许, 也是因为如此, 才会起名叫平凡吧, 楚渊的妻子, 被家族中人带走, 而没有带走楚平凡, 估计也是因为他的天赋原因, 若是天赋卓绝, 没有哪一个大家族会抛弃的, 将楚平凡托付给楚玄之后, 楚渊整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开始简略讲述了一下自己事迹, 不如所料, 楚渊的妻子, 乃是大家族千金, 彼此情投意合, 生下了楚平凡, 结果, 女方大家族强者找上来了, 强行把人带走, 之所以, 没有杀楚渊, 是因为妻子苦苦哀求的结果, 我要去东周, 我会告诉他们, 我楚渊一生不弱于人, 楚渊目光坚定地道, 三哥保重吧, 平凡我会把他抚养成人的, 楚渊叹了一口气, 拍了拍楚渊的肩膀, 一道力量, 潜藏在楚渊体内, 给他一个保命底牌吧, 只要不是遇到天静强者, 这道力量都足以保他安全, 楚平凡不完刀了, 正正地看着楚渊, 爹, 你要离开凡了吗, 楚渊揉揉他的脑袋, 爹去把娘找回来, 凡儿乖, 要听十三叔的话, 知道吗, 楚平凡点着小脑袋, 楚渊走了, 他要离开南州, 前往东周, 楚平凡正正地看着小院门外, 久久没有说话, 手里紧紧地握着木刀, 楚渊来了, 平凡, 想姑姑了吗, 楚渊抱起楚平凡, 宠溺地问道, 想, 楚平凡点点小脑袋, 十三哥, 三哥他, 楚渊心里有点难受,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 这或许就是他的路吧, 楚玄叹了一口气, 楚渊放下楚平凡, 揉着他的小脑袋, 传应给楚玄, 十三哥, 平凡的天赋有点, 楚玄笑了一笑, 我会找材料, 炼制提升天赋的丹药的, 怜爱的看了一眼楚平凡, 天赋不是唯一的, 楚玄招招手, 让楚平凡过来, 看着这个, 有点笨笨样子的小男孩, 楚玄低头问, 平凡, 你很喜欢刀吗, 嗯, 喜欢, 楚平凡点头, 为什么喜欢, 因为刀很霸气, 我喜欢霸气的, 不喜欢剑吗, 不喜欢, 楚玄揉揉他的脑袋, 没有继续问下去, 楚渊讲述自己外出历练的经历, 尤其重点提了小邪王, 他的东西, 全都骗光了, 炼制了好多丹药了, 楚云得意洋洋, 掏出一瓶瓶丹药来, 十三哥, 这些丹药给你, 楚玄将丹药撒毁给他, 我不需要丹药的, 心里为小邪王默哀, 做什么舔狗呢, 舔到最后, 一无所有了, 楚云是从黑月楼知道小邪王的身份, 以及他的违缘与性格, 所以才如此愤怒, 想尽办法把小邪王给掏空了, 算是出一口恶气, 楚云随后也回祖宅了, 过了几天, 楚平凡已经适应了小院子的生活, 偶尔看向院子们发呆, 更多的时间, 是拿着那把木刀, 在比划着, 挥舞着, 楚玄没有让他进入小世界, 楚平凡不是成人, 如果要进入小世界, 只能把小世界的时间, 调整与现实一致, 小世界的时间差, 因为其特殊性, 不会增加岁数, 楚平凡进去, 哪怕待上几十年, 依旧是个小孩子, 平凡, 过来, 楚玄像崩的小脸, 神情认真, 正在挥舞着木刀的楚平凡招手, 十三叔, 楚平凡跑了过来, 楚玄揉着他的小脑袋, 平凡, 十三叔教你练刀好不好, 好, 谢十三叔, 楚平凡双眸一亮地道, 楚玄手一翻, 一把比楚平凡身高还要长一点的木刀出现在手中, 木刀看起来平平无奇, 是很寻常的一把刀, 而且并没有任何美观, 平凡刀, 是楚玄从小世界的平凡树上, 折下一节树枝制作出来的, 无法损伤的平凡木, 也就只有楚玄这个小世界之主, 才能折断, 并制作出一顶木刀来, 来, 这把刀送给你, 楚平凡双手抱住木刀, 很是欣喜的样子, 楚玄看到他这个样子, 心里感叹, 人人都觉得他笨笨的, 天赋差, 谁又知道, 楚平凡乃是世所罕见的极道之才啊, 鉴于粉丝们太过热情, 今天开始, 宠粉狂谋阿彪, 将抢先为各位看官老爷们讲解, 宅男的开挂人生, 尝鲜版, 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多多支持阿彪, 注意看, 这个外表看起来笨笨的小男孩, 竟是世所罕见的极道之才, 而且是天生的极道之才, 男孩名叫楚平凡, 楚玄对于这个虎头虎脑, 看起来笨笨的侄子, 还是很看好的, 毕竟老楚家的男人都不会太差, 楚平凡虽小, 他心里其实很明白, 母亲被抓走, 父亲去找母亲了, 所有人都觉得他笨, 他心里不甘的, 他其实憋着一股气, 要证明自己不笨, 要为父母争一口气, 天极刀精终于可以用得上了, 这门极道之法, 楚玄很早就得到了, 由于修炼苛刻, 一直没有合适的修炼人选, 哪怕是楚玄, 虽说领悟了天极刀精, 却没有修炼, 只因他并非急于刀者, 不能发挥出这门功法的强大, 而楚平凡, 天生的极道之才, 楚玄丝毫不怀疑, 他修炼天极刀精, 实力将会非常强大, 看着楚平凡, 怀抱着平凡刀, 那欢喜的样子, 楚玄越看越喜欢这个小侄子, 他才六岁啊, 在自己的教导下, 二十岁前突破地镜, 那是毫无问题的, 不到二十岁的地镜, 在自己的教导下出现了, 系统的奖励绝对丰厚, 值得期待, 平凡, 十三叔传你刀精, 谢谢十三叔, 楚平凡激动地看着楚玄, 楚玄抬手一点, 将天极刀精, 传给楚平凡, 楚平凡微微闭着眼, 感悟着脑海中出现的刀精, 半个小时后, 睁开眼睛, 看着楚玄, 十三叔, 我很喜欢这门功法, 我一定会努力修炼的, 楚玄没想到他小小年纪, 就只知道修炼, 虽然他心里憋着气, 一心想要为父母争口气, 也不能因为修炼, 而失去了一些童年应有的乐趣, 平凡, 修炼也要讲究松弛有道, 不能因为新的迷障, 而陷入极端中, 楚玄身上圣诗光环笼罩, 声音宛若破开重重的迷障, 直达心灵深处, 抚平楚平凡心中的创伤, 恢复他这个年纪, 应有的童真, 楚平凡陷入了领悟当中, 等到楚玄说完, 他抬起脑袋, 双眸清澈, 十三叔, 我懂了, 我一定会好好修炼, 好好玩的, 楚玄很欣慰, 楚平凡看起来依旧默论, 依旧给人一种笨笨的感觉, 却没有了之前的那种, 深沉的, 憋着劲的感觉, 好, 那从今天开始, 你就养刀吧, 楚玄揉揉他的脑袋, 养刀乃是天极刀精修炼的第一阶段, 也是入极道的第一步, 天极刀精的养刀之法, 并非寻常的养刀, 养的是刀, 也是人, 是身, 是心, 是魂, 养刀之时, 看起来平平无奇, 就是一个普通人, 而一旦养刀成功, 就会一飞冲天, 完全无视境界的质物, 刹那间跳跃几个境界, 达到一个极高的境界, 这就是天极刀精的特殊与强大, 楚玄很期待, 楚平凡养刀成功之日, 会提升到哪个高度, 虚境, 还是合境, 甚至是真境, 地境是不可能的, 这个对于修炼者来说, 宛若天欠的大境界, 不是靠养刀成便可以达到的, 但楚玄敢肯定, 在所有极道强者中, 没有谁的资源比得上楚平凡, 它是以平凡木制作的刀来作为养刀知识, 岂不就比别人高得多了, 楚玄为了尽最大的可能, 提升楚平凡的肉身, 增强养刀的效率与上限, 取出了不少天才地宝来, 每天都给楚平凡泡药玉, 甚至吩咐网络, 专门炼制地品药玉, 为楚平凡淬炼肉身, 从小就开始, 用地品药玉淬炼肉身, 哪怕是人亡世家的笛子, 都没有这个待遇, 并非谁都拥有, 效果温和, 那么容易寻找到, 也就楚玄, 拥有一个小世界的资源, 才能够如此奢侈, 楚平凡的生活起居, 养刀修炼, 都是苏仙儿与王洛负责, 楚云阁一段时间来一趟, 给楚平凡这个侄子送丹药, 王洛也找了一些天才地宝, 炼制一枚可以提升天赋资质的丹药, 这是他目前为止, 炼制的等级最高的丹药, 耗费了王洛不少心血, 看到楚平凡, 他就想到了自己, 当初在王家也是差不多的待遇, 不怎么受待遣, 平凡, 来, 从小世界出来, 王洛朝楚平凡招手道, 王叔叔, 楚平凡抱着木刀跑到他面前, 来, 把这枚丹药吃下去, 看着王洛手中, 单晕阴晕, 一看就不凡的丹药, 楚平凡没有第一时间接过来, 而是看向楚玄, 楚玄瞄了一眼, 想吃就吃吧, 就当吃糖果嘛, 楚平凡是极道之财, 这些提升资质的丹药, 对他没有什么用处, 吃个胃而已, 楚平凡喜滋滋的接过丹药, 放入嘴里嚼了起来, 他吃了不少丹药, 味道都不错, 直接当成零食来吃, 无论是楚云, 还是王洛, 为他炼制的丹药, 都是比较温和的, 药力会慢慢滋养, 所以, 哪怕楚平凡现在连凡劲都不适, 也可以吃这些丹药, 王洛盯着楚平凡看了好久, 一脸疑惑之色, 为何没有任何变化, 自己炼制的丹药, 没有问题啊, 遇到不懂的问题, 自然是向师尊请教了, 师尊, 为何平凡没有任何变化, 楚玄高深莫测的达道, 他的道, 与你们不一样, 与世间千千万万的舞者都不一样, 你以后就知道了, 王洛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转而请教关于修炼上的问题, 清静下来的楚玄再次查看了一下白圣山古迹, 大半个古迹, 都差不多显露出来了, 只差一点点, 就会从陷落的空间里, 撑开一道裂缝, 开始回归天地, 三四日内, 白圣山古迹就要开启了, 楚玄看了一眼丁岳, 他依旧一人独占一山, 十分高傲, 没有与任何一个势力接触, 也没有与任何一个强者交流, 九剑山的老者, 暗中与柳平峰, 天顶山的红须老者, 交流过几次了, 还拉上了, 那位散秀半地, 不出意外, 是打算在古迹开启时, 围杀丁岳, 楚玄并不担心丁岳的安危, 蓝州气韵之子, 岂会被人围杀就陨落, 况且, 丁岳实力强大, 哪怕半地强者围攻, 他也能杀出来, 骤然, 楚玄看向静世琉璃塔, 里面传来了诵经之声, 关闭窥天境, 楚玄看向静世琉璃塔里的魔陀, 此刻, 魔陀正在发生蜕变, 整个人佛光笼罩, 脑袋变得光秃秃的, 长眉低垂, 宝像庄严, 一看就试得到高僧的模样, 已经被度化了, 楚玄欣喜不已, 度化一尊天境魔族, 而且极有可能是天地间, 第一尊佛陀, 应该会触发系统的奖励吧, 魔陀身上的气息, 也在攀升, 神魂持续蜕变之中, 楚玄凝聚一枚种魂印, 趁机打入了魔陀的神魂之中, 虽然, 被度化之后, 他会成为自己手底下, 虔诚的佛陀, 自己会成为佛祖, 不会对自己, 生出任何不良的念头, 只会有恭敬与崇拜, 但为了以防万一, 觉得还是种下种魂印比较有保障, 魔陀的蜕变在持续着, 实力也在攀升, 神魂的强度也在增加, 佛光大圣, 他低垂着脑袋, 双手合十, 诵经之声不断响起, 越来越有高僧风范, 越来越有传说中佛陀的形象, 某一刻, 佛光绽放, 诵经之声停止, 紧接着佛光收敛入体内, 我佛慈悲, 魔陀站了起来, 双手合十, 朝着楚玄跪幅了下去, 拜见我佛, 楚玄和天神像凝聚而出, 稍稍做些改动, 变得宝像庄严, 起来吧, 挥手, 把魔陀移出了近视琉璃塔, 你足不出户, 度化了世间第一尊佛陀, 奖励二十四品道莲, 佛陀精深, 小魔宝障, 七宝袈裟, 百年修为, 系统的奖励来了, 果然不出所料, 魔陀是第一尊佛陀, 奖励极其丰厚, 二十四品道莲, 这可是至宝, 而佛陀精深, 既是一道精深, 也有佛陀精深的修炼之法, 正好可以传给魔陀, 小魔宝障与七宝袈裟, 楚玄用不上, 他又不做和尚, 自然是要赏赐给魔陀的, 披上七宝袈裟, 手持小魔宝障, 修炼佛陀精深, 顶着个大光头, 宝像庄严, 慈眉善目的, 曾经的魔族强者, 瞬间化身为佛陀, 楚玄看向魔陀, 声音号大为言道, 进入入我佛门, 赐你佛陀精深, 小魔宝障, 七宝袈裟, 谢我佛赏赐, 魔陀一脸激动的拜扶在地, 楚玄抬手一点, 佛陀精深传入他神魂, 七宝袈裟与小魔宝障, 也赏赐了下去, 魔陀披上袈裟, 手持宝障, 激动的长眉颤动, 你本名魔陀, 既已归一, 俗世中的成员, 也与你无关, 今次拟名南无佛陀, 楚玄再次给魔陀改名, 他既然是在南州度化, 又是世间第一尊佛, 那就叫南无佛陀好了, 谢我佛赐名, 南无佛陀再次拜扶在地, 你且凝炼精深, 勤奋修持佛法, 楚玄手一挥, 将佛陀送入小世界中, 楚玄没有多说, 等南无佛陀宁炼了精深, 就要询问一番, 当初魔族入侵南州, 战魔谷地大战的一些事情了, 领取百年修为奖励, 楚玄实力开始攀升, 突破到了尊敬八重, 突破尊敬八重, 距离天境又近了一步, 尊敬与天境, 是一道天欠, 比真境到地境的跨度还要大, 最关键的是, 突破天境, 会有天地劫难降临, 唯有渡过天地劫难, 才能突破天境, 否则要么陨落在天地劫难中, 要么重创, 根基受损, 滞留尊敬, 一般而言, 第一次突破天境, 没有渡过天地劫难, 哪怕侥幸未死, 想要再突破天境, 几乎不可能, 除非遇到天大的机缘, 再零巅峰, 再次渡天地劫难突破, 然而, 这种机缘, 乃是极其罕见的, 楚玄并不担心, 突破天境时的天地劫难, 他宅在院子里, 突破的动静, 都不会太大的, 一切有系统, 不必为天地劫难担忧, 何况, 以他的身后底蕴, 渡天地劫难, 那是毫无问题的, 若是连他都无法渡过天地劫难, 这世上就没有哪个尊敬强者, 能够渡过劫难的, 南无佛陀在凝炼精身中, 等到他精身凝炼完毕, 实力恢复巅峰, 他将有机会, 冲击神境, 他已经不是魔族了, 而是佛陀, 前路一片坦途, 神境的大门, 已经向他打开, 楚玄盘算着, 任长河突破神境, 佛陀也突破神境, 自己坐下就有两位神境了, 系统的奖励不会低的, 而且, 楚玄觉得, 只要自己无把力, 或许可以比人长河与佛陀, 先一步突破到神境, 暴红艳传来消息, 白圣山古迹已经开启在即了, 楚玄取出窥天镜, 开始关注白圣山古迹开启, 他就是图个探索古迹的新鲜感, 全当是看电影了, 空间震荡, 白圣山古迹越来越清晰了, 所有获得名额的人, 都神情宁重地看着古迹, 订阅看向即将开启的古迹, 面无表情, 依旧怀抱着长剑, 似乎没有察觉九剑山等强者的恶意, 骤然裂开了一个窝口, 白圣山的宗门废墟, 从陷落的空间中回归, 古迹开启了, 整个南州都没有几粒的地单, 男人却拿它当零食, 而且还是极为罕见的中等地单, 男人名叫丁岳, 就在刚刚, 白圣山古迹终于开启了, 九剑山老者带领着硬剑空, 与其他几位九剑山的强者, 第一时间冲向古迹入口, 大前帝国, 飘花阁, 一个个强者进入, 寒英梦看着依然奥立山头的丁岳, 鬼使神差的传英道, 小心点, 九剑山和大前帝国要杀你, 传英完毕, 他就后悔了, 为何要提醒这个混蛋, 若不是他, 自己也不会屡次被贬低了, 丁岳意外地看了寒英梦一眼, 这女人什么意思, 善意提醒, 或是, 想要借此, 获得自己的好感, 进而接近自己, 做梦, 休想乱我到心, 待飘花阁进入之后, 丁岳身形一动, 便朝着古迹入口而去, 围杀自己, 半地又如何, 一步踏入古迹, 一尊巨大的残缺雕像出现在眼前, 雕像已经残破, 脑袋缺了半个, 手臂丢失了一条, 显然在当初的大战中被摧毁, 丁岳看到了雕像底座上的名字, 白圣, 白圣山的开山祖师, 宗门也是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 白圣啊, 也是南州上古历史中, 赫赫威名的强者, 想不到, 他创立的宗门, 已经被灭了, 古迹的入口, 也是白圣山的宗门入口, 所处之地, 明显是一座巨大的广场, 在大战中被摧毁, 到处都是坑坑洼洼, 广场是用金玉石铺城, 转刻了阵法, 寻常递进强者, 都无法留下痕迹, 即便如此, 广场也被摧毁了, 这也说明了, 当初的白圣山的强大, 一个入宗广场, 就如此非凡, 可见鼎盛之时的白圣山, 拥有何等丰厚的修炼资源, 如此强大的一个宗门, 却也被灭了, 可见当初的大战, 是何等的激烈, 四道身影, 骤然出现在四个方位, 将丁月围在了中间, 半地, 四个半地强者, 分别是九剑山老者, 柳平峰, 红旭老者与那名散修半地, 远处, 不少人驻足观看, 四位半地强者出手, 丁月再强, 终究不是地境, 也不是半地, 几乎是必死之局, 真的不出手吗, 飘花阁的美副开口道, 他不认为, 丁月能够在四位半地手中活下命来, 哪怕他这一次, 侥幸逃脱, 也必然身受重伤, 在古迹内也必死无疑, 几个大势力联手, 岂是丁月一个孤家寡人可以对抗的, 寒英梦摇头, 没有必要, 本身与他没有太大的仇恨, 我就算恼他, 也不会为此冒险的, 此时, 远处传来的邪王比翼的声音, 以多欺少, 萧小之辈, 看样子, 邪王是真的脑子出问题了, 邪王听得一众强者, 都很无奈, 害怕邪王惹得几个势力联手, 那可就麻烦了, 邪王听素来与飘花阁关系不怒, 与大前帝国也是对头, 再惹得九剑山与天顶山出手, 处境就不大好了, 柳平风冷冷地瞥向邪王, 邪王, 你要打抱不平, 出手相助吗, 邪王身后的邪帅, 邪将, 顿时紧张起来了, 生怕邪王脑子一抽, 要去助战丁岳, 呸, 邪王鄙夷的吐了口唾沫, 冷笑一声, 我邪王虽然正义, 却也不是爱多管闲事的人, 就是鄙视你们而已, 去你的吧, 所有人都无语吗, 你邪王正义, 在场所有人中, 就你杀人最多, 就你做了最多的恶事, 柳平风嘴角抽了一抽, 转头过去, 不看邪王了, 算了, 邪王脑子出问题了, 就不与他一般见舌, 丁岳环视一圈, 丝毫不惧, 目光比, 半地, 不过是一群无法突破地境的废物吧, 数字狂妄, 九剑山老者冷哼一声, 小爷有狂妄的资本, 丁岳握剑在手, 姿态冷傲, 目光看向那位散修半地, 阁下一届散修, 修炼到这个境界不易, 也要来找死吗, 年轻人, 别太狂了, 那位散修阴沉着脸道, 既然你要找死, 我丁岳第一个杀你, 丁岳神情平静地道, 那位散修心头一跳, 旋即又安慰自己, 不过是真敬九重罢了, 自己可是半地, 四位半地强者为杀, 岂会被他反杀, 天顶山, 我丁岳倒是好奇, 何曾得罪过你天顶山, 丁岳看着红须老者疑惑的, 硬剑空, 乃老夫孙女婿, 红须老者哼了一声, 哦, 明白了, 原来是为了你个废物孙女婿出头, 丁岳一脸比一只色, 难怪硬剑空这么废物, 满脑子都是女人, 不废物才奇怪了, 找死, 红须老者大怒, 抬手, 一道火焰奔腾而出, 幻化出一只只火鸭, 铺天盖地席卷来, 丁岳不屑一笑, 老头, 你这火, 比我失地可差远了, 就陷阱是吗? 杀, 大战爆发了, 剑光席卷八方, 剑一入狂逃骇浪, 天地间充斥着杀法之意, 围观众人, 全都骇然变色, 丁岳见到枝强, 超出意料, 我丁岳, 可是要问鼎见到巅峰的人, 岂是你们几个废物半地能够阻挡? 今日, 我丁岳, 就图半地, 丁岳见光席卷, 剑一滔滔, 深周环绕着一条剑一长河, 滚滚席卷向四位半地, 身形一动, 天地间只见寒光乍现, 扑, 那位散秀半地, 眨眼间便已受创, 肩膀一道鲜血飙射而出, 剑一在他体内肆虐, 当即脸色狂变, 那一剑太快了, 太强了, 他竟然没能完全挡下来, 身形疯狂后退, 挡住他, 柳平峰折扇一挥, 一道道风锐的跃刃, 席卷向丁岳, 红须老者手中持着一尊大笛, 火焰滚滚而出, 疯狂扑向丁岳, 而九剑山老者, 一剑刺出, 瞬息便已到了丁岳后背, 说杀你就杀你, 谁也挡不住, 丁岳只是稍稍避开九剑山老者的剑, 完全无视红须老者与柳平峰的攻击, 剑落天涯, 剑锋仿若撕裂苍穹, 刹内便已到天涯, 无尽的剑翼, 都凝聚在了这一剑之上, 散修半地脸色狂变, 浑身凌厉骨荡, 手中宝刀狠狠批出, 他感受到了致命的危机, 那一剑太强了, 他有种直觉, 自己可能挡不住, 唯玉都会被崩碎, 自从成为半地后, 第一次感受到了如此强烈的危机, 一身精血都在燃烧, 斩出了巅峰的一刀, 意图挡下那一剑, 呼, 丁月直接被柳平峰与红须老者轰飞了, 肩膀也被一剑从后刺穿, 剑光却宛若撕裂空间, 一闪而逝, 丁月身体落在了远处, 而散修半地, 围欲崩碎, 身体直接被斩为两半, 半地陨落, 围观者全都骇然无声, 丁月在四位半地的围攻下, 以身受不清创伤的代价, 击杀了一位半地, 嗨嗨, 丁月咳嗽两声, 冷笑道, 半地了不起, 说杀你, 就杀你, 让你不自量力, 剩下的三人, 全都神色凝重, 四位半地, 陨落了一位, 丁月固然受伤不清, 却不至于重创, 失去反抗之力的程度, 三人心头狂跳, 纷纷上前, 再次将丁月围在中间, 必须趁他受伤, 将其击杀, 否则后患无穷, 丁月手握长剑, 一脸桀骜之色, 看着三人, 失笑一声, 我能再杀一人, 你们谁想死, 柳平峰看到丁月目光看过来, 顿时心头一跳, 心里有些后悔, 不该参与为杀的, 九剑山老者目光沉迷, 你们二人缠住他片刻, 说完, 浑身气势开始凝聚, 柳平峰与红须老者心头一松, 缠住丁月片刻问题不大, 半地强者施展的威一剑, 威力远不是硬剑空可比的, 九剑山为一剑, 丁月痴笑一声, 丝毫不急, 浑然没有面对生死危机的样子, 他直接掏出丹药来疗伤, 一枚丹药塞入嘴里, 觉得不太够, 又塞了一枚丹药入口, 地丹, 红须老者失声惊呼, 九剑山老者巨事都顿了一顿, 震惊地看着丁月, 柳平峰也好不到哪里去, 地丹啊, 哪怕是大前帝国, 也没有多少枚, 南州无地, 地丹不是那么容易炼制出来的, 哪怕是天顶山, 想要炼制地丹也极其不容易, 每一枚地丹, 都要耗费不小的代价, 即便是红须老者, 身上恐怕也就一枚, 不会超过两枚地丹用来保命, 而丁月呢, 直接就吞了两枚, 大惊小怪, 丁月一脸比移, 如同看土包子, 不就是地丹吗, 这玩意又不值钱, 我失地炼制了一堆, 丁月说着, 还掏出一个药瓶来, 将丹药倒在手掌里, 九枚圆润, 带着丹云的褐色丹药, 静静地躺在手掌上, 中品地丹, 红须老者再次惊呼出声, 远处的围观群众, 听到惊呼之声, 全都震惊不已, 地丹, 难道在古迹发现地丹了, 由于距离战场较远, 并且战场气息躁动, 他们倒是没有看清楚, 地丹是来自丁月手中, 红须老者不淡定了, 下品地丹, 已经极其珍惜了, 何况是中品地丹, 哪怕是天顶山, 区区中品地丹, 也能大惊小怪, 丁月将丹药收入瓶中收好, 看到了吧, 我身上有不少地丹呢, 是不是更想杀我了, 赶紧地来啊, 来啊, 赶紧出手啊, 那个九剑山的老废物, 赶紧施展为一剑啊, 我就在这等着你呢, 楚玄看着又狂又装逼的丁月, 顿时无语了, 不愧是南州气运之子啊, 小伙子到底是有多嚣张, 静颖的在场仅有的四位半地强者联合出手, 想要置他于死地, 小伙子名叫丁月, 本是九剑山的废柴少爷, 不仅被青梅竹马在头顶种下护伦贝尔大草原, 还遭人陷害, 驱逐出祖宅, 后来意外败了男主为师, 从此开启了标起来的修炼之路, 就在刚刚踏入古迹的丁月, 说在座的各位都是渣渣, 引得那位伞修半地牙痒痒, 树子狂妄, 丁月握剑在手, 姿态冷傲, 目光看向那位伞修半地, 那位伞修眼见对不过丁月, 也不淡定了, 既然你要找死, 我丁月第一个杀你, 丁月神情平静地看着他, 那位伞修心头一跳, 随即又安慰自己, 不过是真净九重吧, 我可是半地, 四位半地强者为杀, 岂会被他反杀, 天顶山, 我丁月倒是好奇, 何曾得罪过你天顶山, 丁月看着灰胡子老头疑惑的, 硬剑空乃老夫孙女婿, 灰胡子老头哼了一声, 哈哈,明白了, 原来是为了你个废物孙女婿出头, 丁月一脸比一只色, 难怪硬剑空这么废物, 满脑子都是女人, 无废物才奇怪, 找死, 归胡子老头大, 抬手间, 一道蓝色火焰奔腾而出, 幻化出一只只肘鸭, 多天带地地朝着丁月席卷来, 丁月不屑一笑, 老头, 你这火, 比我失地可差远了, 电影声响起, 大战爆发了, 剑光席卷八方, 剑一路狂涛骇浪, 天地间充斥着杀法之意, 围观众人, 全都骇然变色, 丁月见到枝强, 超出意料, 我丁月, 可是要问鼎见到巅峰的人, 岂是你们几个废物半地能够阻挡, 今日, 我丁月, 就涂半地, 丁月剑光席卷, 剑一滔滔, 身周环绕着一条剑一长河, 滚滚席卷向四位半地, 身形一动, 天地间只见寒光乍现, 那位灰胡子老头, 眨眼间便已受创, 肩膀一道鲜血飙射而出, 剑一在他体内肆虐, 当即脸色狂变, 那一剑太快了, 太强了, 他竟然没能完全挡下来, 身形疯狂后退, 挡住他, 背下得大惊失色的伞修半地, 此刻双脚已不听使唤, 眼瞅着丁月静止朝自己杀来, 忙招呼众人救救自己, 柳屏风折扇一挥, 一道道风锐的跃刃, 席卷向丁月, 灰胡子老头迅速止血, 也加入了拦截丁月的队伍, 三人一字排开, 大战一触即发, 九剑山老者最先出手, 一剑刺出, 瞬息便已到了丁月后背, 说杀你就杀你, 谁也挡不住, 丁月只是稍稍避开九剑山老者的剑, 完全无视红须老者与柳屏风的攻击, 剑落天涯, 剑锋仿若撕裂苍穹, 刹奈间便已到天涯, 无尽的剑影, 都凝聚在了这一剑之上, 散修半地脸色狂变, 浑身淋漓不大, 手中宝刀狠狠劈出, 他感受到了致命的危机, 那一剑, 太强了, 他有种直觉, 自己可能挡不住, 维誉都会被粉碎, 自从成为半地后, 第一次感受到了如此强烈的危机, 一身精血都在燃烧, 斩出了巅峰的一刀, 一图挡下那一剑, 挡不住的, 小渣渣, 丁月眼光中闪过一丝杀影, 这是你自找的, 说完, 丁月竟将自身的后背, 完全暴露给灰胡子老头顶炉内的腰, 可九剑山老者凌冽的剑意之下, 他的眼里只有散修那只雏头鸟, 丁月直接被九剑山老者与灰胡子老头击中, 肩膀也被一剑从后刺穿, 剑光却宛若撕裂空间, 一闪而逝, 丁月身体落在了远处, 而散修半地, 围欲崩碎, 身体直接被斩为两半, 半地陨落, 围观者全都骇然无声, 丁月在四位半地的围攻下, 以身受不清创伤的代价, 击杀了一位半地, 丁月咳嗽两声, 冷笑道, 半地了不起, 说杀你, 就杀你, 让你不自量力, 剩下的三人, 全都神色凝重, 四位半地, 陨落了一位, 丁月固然受伤不清, 却不至于重创, 失去反抗之力的程度, 三人心头狂跳, 纷纷上前, 再次将丁月围在中间, 必须趁他受伤, 将其击杀, 否则后患无穷, 丁月手握长剑, 一脸桀骜之色, 看着三人, 失笑一声, 我能再杀一人, 你们谁想死, 柳平峰看到丁月目光看过来, 顿时心头一跳, 心里有些后悔, 不该参与为杀的, 九剑山老者目光沉宁, 你们二人缠住他片刻, 说完, 浑身气势开始凝聚, 似在酝酿着大股, 柳平峰与灰骨子老头心头一松, 缠住丁月片刻问题不大, 乔纳正事, 应该是九剑山绝技为一剑, 半地强者施展的为一剑, 威力远不是硬剑空可比的, 九剑山为一剑, 丁月痴笑一声, 丝毫不及, 浑然没有面对生死危机的样子, 他直接掏出丹药来疗伤, 三枚丹药塞入嘴里, 觉得不过瘾, 又塞了三枚丹药入口, 他有地单, 注意看, 放眼整个南州都屈之可数的地单, 男人竟拿来当零食, 除了在几个糟老头子面前凡尔赛外, 就连面对公认的女神苦苦哀求时, 他也要先拿出来炫耀一番, 男人名叫丁月, 就在刚刚, 面对四位半地的围攻, 他仅以刮沙般的创伤为代价, 击杀了一位半地, 随后又掏出几枚丹药恢复体力, 而正是这一举措, 竟惹得灰胡子老头失声惊呼, 他有地单, 九剑山老者巨事都顿了一顿, 震惊地看着丁月, 柳平峰也好不到哪里去, 地单啊, 哪怕是大前帝国, 也没有多少枚, 想要炼制地单, 也极其不容易, 丁月竟直接吞了六枚, 大惊小怪, 丁月一脸鄙夷, 如同看土包子, 不就是地单吗, 这玩意又不值钱, 我师弟炼制了一堆, 丁月说着, 还掏出一个药品来, 将丹药倒在手掌里, 几枚圆润, 带着丹云的几品丹药, 静静地躺在手掌上, 那里, 中品地单, 灰胡子老头不淡定了, 再次惊呼出声, 下品地单, 已经极其珍惜了, 何况是中品地单, 哪怕是他天顶山, 一共也没有几枚中品地单, 再看丁月手中的地单, 全都是中品地单中的精品, 果然是废物, 区区中品地单, 也能大惊小怪, 丁月将丹药收入瓶中收好, 看到了吧, 我身上有不少地单了, 是不是更想杀我了, 赶紧出手啊, 那个九剑山的老废物, 赶紧施展为一剑了, 我就在这等着你了, 有屏风心里后悔了, 自己不该参一脚进来的, 丁月看起来狼狈, 其实并没有受到太重的创伤, 何况, 吞服了地单之后, 伤势已经快速痊愈, 再次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九剑山老者神色阴沉, 盯着张狂的丁月, 一言不发, 仍在不断居士中, 不就是被骂老贼吗, 不就是丢个脸吗, 算得了什么, 现在好了, 彻底得罪死丁月了, 他有种预感, 杀不了丁月了, 更恐怖的是, 丁月的师尊, 究竟是何等强者, 但是已至此, 唯有尽全力, 杀了丁月这个大患, 骤人, 古迹震动了一下, 远处一道光滑冲天而起, 隐约传来的邪王的狂笑声, 有质宝出现, 而且极有可能被邪王所得, 不好, 快去探索古迹, 寒映梦脸色一变道, 当下也不再关注围杀丁月的事情, 带领着飘花阁的人, 朝着古迹伸出而去, 丁月一看, 他丁月都来了, 岂能空手而归, 不陪你们这些老废物完了, 小爷找宝贝去了, 说罢, 身形一晃, 原地留下一道残影, 人已在千丈之外, 身形紧接着隐匿无踪, 速度之快, 柳平峰与灰胡子老头, 根本来不及阻挡, 这一刻, 三人都脸色大变了, 丁月逃了, 轻而易举的, 从他们三位半地手中逃走, 顿逃速度之快, 脸心一行之术, 完全超乎想象, 画面来到白圣山古迹深处, 一座残破的宫殿里, 捣握着一具残破尸体, 残破的尸体上, 卡住了一把刀, 蟹王将刀抽了出来, 刀离开尸体的刹那, 残破宫殿震动了起来, 一道光滑从刀中绽放而出, 帝兵, 而且是上顶帝兵, 蟹王兴奋地狂笑了起来, 楚玄从窥天境里, 看到了蟹王获得帝兵的这一幕, 不禁无语了, 肿魂印不会影响智商的呀, 怎么感觉邪王有点不对劲呢, 似乎真的脑子出问题了, 莫非, 修炼邪功, 脑子真的会出问题, 虚虚一柄地兵, 楚玄自然不放在心上, 他看向残破的尸体, 大致判断, 对方生前应该是尊敬实力, 并且是肉身强悍的武者, 想起从黑月楼中, 获得的关于白圣山的一些信息, 白圣山就是擅长练体的宗门, 哪怕在大战中被摧毁严重, 依旧留下了无数的宝物, 尤其是残破的地兵, 依旧各种适合练起的材料等, 而某处药田, 更是长着不少珍稀的宝药, 其中不乏南州极其罕见的宝药, 丁月第一时间, 找上一块年份最久远的药田, 他速度极快, 第一个到达, 哪怕残留着静置守护, 也被他直接破开了, 漫长岁月过去, 没有人维护的静置, 早已不剩下多少威力, 手一挥, 又以慎放天台地宝的盒子, 全都漂浮在身体周围, 快速地采摘灵药, 他要给王洛师弟带些灵药回去, 练习练单树用, 楚玄看到丁月第一时间采摘灵药, 而且运气极佳, 最大, 年份最久远, 珍惜宝药最多的药田, 他第一个发现, 对丁月而言, 不缺功法秘术, 帝兵更是不入他眼, 灵药自然就是首选了, 小世界天台地宝再多, 年份长的, 生长缓慢的, 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丁月采摘了一半左右, 一道曼妙的身影飘然而来, 寒硬梦, 丁月直接常见一滑, 在药田边缘滑了个圈, 这是我的, 敢踏入一步, 别怪我不客气, 王浩炼丹很消耗灵药的, 他身上的那些地丹, 都是王浩炼制的, 来古迹一趟不容易, 尤其是等级这么高的古迹, 不带回去一堆炼丹材料, 怎么对得起自己吃的那么多丹药, 这又不是你家的, 剑者有份, 寒硬梦看到丁月就来起, 而且竟然还如此霸道, 脉部就要踏入药田, 丁月灰剑就要出手, 转念一想, 战斗起来, 把灵药毁了怎么办, 剑绝一饮, 低喝一声, 宝剑一晃, 瞬间幻化出密密麻麻的剑光, 每一道剑光, 都宛若真实的宝剑, 所有剑光, 瞬间插到药田周围, 直接将药田给封锁, 寒硬梦先先御手一挥, 一朵花瓣飞出, 轰击在剑光上, 然而, 如此强大的一击, 竟然未能将剑光破开, 脸色微微一变, 丁月实力竟然如此之强, 你再搞破坏, 带我采摘完灵药, 我就弄死你, 丁月恶狠狠道, 寒硬梦气的翘脸通红, 心里把丁月诅咒了千百遍, 终究是不敢继续出手, 他算是明白了, 丁月这个混蛋, 完全没有怜香西域之心的, 带丁月采摘完药田的灵药, 收起剑光, 正要离开之时, 寒硬梦慌忙开口, 丁月, 我要一朵预言不老花, 丁月采摘完药材, 看都不看他一眼, 完全无视了他, 气得寒硬梦银压暗耀, 难道自己就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他就不明白了, 为何丁月就是无视自己的美貌呢, 凭什么给你, 丁月取出一朵预言不老花来, 拿在手里斜眼瞥着他, 寒硬梦深吸几口气, 强制让自己冷静下, 幻谷记中任意一个年轻的男舞者, 拿到预言不老花, 别说自己开口了, 哪怕不开口, 恐怕都会第一时间, 屁颠屁颠地跑过来献给自己, 偏偏, 丁月这个混蛋, 完全无视了自己, 寒硬梦咬咬牙, 脸上闪过肉疼之色, 掏出一个玉瓶, 倒出一枚丹药在嫩白的手掌上, 我用一枚地单交换, 丁月看着他手掌中的地单, 下品地单, 而且在下品地单中, 都算不上精品, 这个等级的丹药, 王洛早就不练者, 他丁月也被养彪了, 根本看不上眼, 诺默掏出一瓶丹药来, 将丹药倒在手掌上, 赫然摆放着几枚中品地单, 并且是中品地单中的精品, 你手上的玩意, 扔在地上我都不多瞧一眼, 拿来交换, 寒硬梦更大一双美眸, 一脸震惊之色, 他现在算是明白了, 灰胡子老头惊呼地单, 并非发现古迹中的地单, 而是惊呼丁月手中的地单, 太奢侈了, 寒硬梦眼都红了, 若非打不过丁月, 他都要忍不住, 出手抢夺了, 原以为, 一枚地单可以交换来预言不老花, 结果, 发现自己是个小丑, 红着脸, 将丹药收起来, 你, 你想要什么交换, 丁月连地单都看不上, 自己还能拿什么来交换, 若是别的男人, 他还能有些别的办法, 然而丁月这个混蛋, 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丁月收起丹药, 你可是飘花阁圣女啊, 不缺灵药吧, 掏出来吧, 若是有看得上眼的, 就交换给你, 寒硬梦将身上携带的灵药掏了出来, 每一株都是珍稀的灵药, 只是年份上差了一些, 丁月刚采摘了一堆灵药, 怎么会看得上自己这点药材, 勉勉强强吧, 丁月看了一眼, 寒硬梦身为飘花阁圣女, 宝物还是有一些的, 有几株比较特殊, 相对稀少的灵药, 伸手将寒硬梦的灵药, 全都拿了过来, 将手中的一朵预言布老花, 扔到他身上, 算了, 我吃亏点, 换给你了, 寒硬梦欣喜不已, 慌忙将预言布老花, 小心翼翼地收起来, 你一个飘花阁圣女, 也太穷了吧, 真是穷鬼, 丁月比一了他一眼, 身形一晃就走了, 继续去探索古迹, 寒硬梦气得脸色铁青, 太混账, 太令人讨厌了, 恨不得一拳打死他, 白圣山古迹里, 时刻都因为宝物, 发生战斗, 楚旋通过窥天镜, 观察着白圣山古迹,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出现, 能够让他稍微多看一眼的宝物, 丁月的收获倒是不错, 蓝州气韵之子, 果然气韵不凡, 探索古迹可谓无往不利, 别人发现不了的宝物, 却仿佛在等待着丁月出现似的, 看了小半天, 楚旋关闭了窥天镜, 甚至威力不弱的静止, 危险还是存在一些的, 另一边, 小世界中, 南无佛陀凝炼今生的速度, 比预想的快了不少, 凝炼今生静已完成, 拜见我佛, 这个外表乖巧的小可爱, 竟是魔族的大长老, 而且是实力最强悍的那只魔族, 几千年前就已拥有了天境八重修为, 如今, 却甘心臣服于楚旋, 更是皈依我佛, 成为了南州第一佛陀, 小可爱法号南无佛陀, 就在刚刚, 已经凝炼今生的他, 双手合适拜佛在楚旋身前, 拜见我佛, 楚旋点点头, 让他坐下, 说说上古战魔之事吧, 楚旋心里激动, 终于要接触到战魔大战的核心隐秘了, 包括, 是否有人族叛徒, 引魔族入侵南州, 是, 我佛, 对于南无佛陀而言, 魔族身份已经成为了过去, 他现在是佛, 不是魔, 当初有人族强者, 入魔域找到我等, 楚旋眯着眼睛躺在唐椅上认真听着, 当初魔族入侵南州, 竟果然是人族叛徒导致的, 随着南无佛陀讲述, 楚旋对于魔族与魔域, 有了一些了解, 魔族是一个总称, 其实有很多分支, 也有很多魔族势力, 南无佛陀所在的魔族, 是最强大的一只, 他是这一只魔族的大长毛, 天晋八重的修为, 某一天, 一位人族强者进入魔域, 找到了魔族高层, 称可以帮助他们, 入侵北域南州, 占据南州之后, 可以此为根基, 谋夺北域之地, 魔族高层动心了, 可是当魔族强者, 入侵南州之后, 才发现, 这其实是一个阴谋, 有人族强者, 欲见魔族之首, 分裂大秦帝国, 祸乱北域人族, 从中谋夺大祁运, 既是针对北域人族, 也是针对魔族, 楚旋眉头一咒, 针对人族与魔族的阴谋, 难道是有其他种族谋划的局, 不, 北域无人王, 是人族强者谋划的局, 南无佛陀摇头道, 北域没有出过一个人王, 楚旋是知道的, 你的意思是, 曾有人族强者, 想要做北域的第一个人王, 引魔族入侵, 是人王之争, 是为了阻止秦银成就人王, 南无佛陀何时, 我佛, 秦银只是人王之争的一方而已, 楚旋料不到, 占博之秘, 竟然涉及的是北域人王之争, 另一方是谁, 一位人族神境, 南无佛陀眉头紧锁, 似乎仍心有余悸, 有些后怕, 楚旋心中震惊, 竟然涉及了神境强者, 能够与神境强者争锋的, 难道秦银巅峰之时, 是神境强者, 天境巅峰, 比肩半神, 南无佛陀缓缓讲述, 当初的入侵南州之秘, 据我魔族探知, 当初的人王之争, 人族有一位神境强者, 为了修为更进一步, 谋划了魔族入侵南州, 进而涂探北域人族之谋, 其最终的目的, 是要在北域人族危难之时, 强悍出手, 力挽狂澜, 登顶人王之尊, 以北域第一个人王的大气韵, 突破神境, 踏上更高的境界, 结果, 秦银发现了那位神境强者的谋划, 为了不使人族陷入涂探, 毅然不拘出手, 联合北域一些强者, 联合狙击了魔族入侵的强者, 更是以一统南州的气韵, 凝炼为一柄气韵之宝, 随大战陷落空间中, 不只是南州、西州、北州、 东州与中州, 都有强者, 攫取各州一部分气韵, 凝炼成气韵之宝, 封入空间之中, 直接破坏了那位人族神境强者的谋划, 最终, 魔族有神境强者出手, 那位人族神境也出手了, 一战之下, 双双陨落, 战场更是陷入了空间之中, 南州因为气韵被凝炼为至宝, 至于空间之中, 导致南州地脉崩溃, 天地规则不全, 才变成了如今的瓶颈, 楚玄咽了口唾沫, 他曾忽悠渡源, 南州的水有点深, 万万没想到, 竟然一语成衬, 南州的水, 是真的有点深, 战魔谷地里, 有北域的五件气韵之宝, 你等都在谋划北域的气韵之宝, 楚玄大致明白了, 战魔谷地的局, 涉及北域的气韵之宝, 便直接问道, 是的, 我佛, 南无佛陀不敢隐瞒, 据说谁得北域五洲气韵之宝, 便可得北域气韵加深, 将有机会, 问鼎北域人亡之尊, 所以即使魔族神佬, 在大战中陨落, 神魂转世了, 在古地开启时, 也会参与争夺, 楚玄脑海中, 闪过诸多念头, 同时盘算着南州的各大势力, 分别都是属于哪一方, 想要争夺气韵之宝, 是否与修为限制, 是的, 我佛, 南无佛陀点点头, 地境之上, 无法参与, 超过地境, 气韵之宝将无法认主, 楚玄懂了, 任何一个具有大气韵者, 都是从弱小开始的, 修为到了一定的高度, 强者自有气韵, 气韵之宝将不会认主, 或者可以认为, 潜力有限, 气韵之宝不予加持, 或许, 这也是大道规则的限制, 不出意外, 气韵之宝的争夺, 将在丁月等气韵之子中展开, 甚至气韵之宝, 极有可能分别落入他们手中, 北域五周, 有三周的气韵之子, 都与自己有关联, 若是能够将五周气韵之子, 都收入作假, 楚玄心动了, 甚至一手培养出北域第一位人王, 这等创举, 系统的奖励必然丰厚无比吧, 楚玄心中有了决定, 无论如何, 五周气韵之宝, 都不能落入人族神境, 与魔族神老手中, 北域人王之争, 必须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登上北域人王之尊的, 必须是自己人, 而他是幕后的操控者, 人王之师, 想要掌控战魔古地之局, 必须要足够强的实力, 甚至, 神境都不足以掌控, 好在距离战魔古地开启, 还有三十四年, 时间上还是比较充裕的, 了解完战魔古地之秘, 楚玄让南无佛陀修炼去了, 凝炼了佛陀精身, 恢复了巅峰实力, 资质与天赋, 都得到了提升, 神境之门, 已经向他打开, 楚玄从三世佛经中, 挑选了一些佛门之法, 传给了南无佛陀, 助他在战魔古地开启前, 突破到神境, 如此一来, 自己手下就有神境的跑腿了, 更能掌控整个局势, 暗戏良久, 想到很久没有联系渡元了, 是时候让他来潜伏来南州, 等待时机与布局了, 他身上的万天境印记, 该收回来了, 以备不时之需, 当即, 取出万天境, 联系上渡元, 尊上, 渡元功功功功功功功道, 你可去南州, 等候机缘, 切记不可暴露, 是, 尊上, 楚玄又吩咐了他几句, 同时传送一枚通讯符给他, 到了南州, 若有需要, 会有人传讯给他, 结束与渡元的联通, 将印记收了回来, 如此万天境, 就空出来的一枚印记, 又到了忽悠人的时候, 事实后, 与秦银剑一剑了, 七彩神光激发, 汉天神像出现, 不按法道一缭绕着大道之运, 一看就是超越神境的无上存在, 万天境连通, 画面中, 秦银正盘西坐在山崖上的大石上, 秀眉紧紧促着, 颇为忧愁的样子, 秦银已经突破到了地境四重, 骤然, 空中一圈波纹荡漾而出, 秦银疏地站起, 一把握住了大井, 难道有杀手, 这里还是洛家之地, 什么人敢来此次杀自己, 能够突破洛家的防护, 潜入进来, 波纹荡漾而开, 一个画面出现了, 看着陡然出现的画面, 秦银震惊了, 一双美眸瞪大, 小嘴都微微张开, 楚玄看到秦银此刻的模样, 嘴角经不住抽了一抽, 一想到这个绝代佳人, 其实是男人, 他就总有种怪异的感觉, 哪怕他此刻的神情, 是如此的美丽与诱人, 都觉得不忍之事, 一尊威是汉天的身影, 沐浴在七彩神光之中, 身上缭绕着大脑, 这是何等强者, 秦银心头震惊不已, 神境强者也远远不及眼前的神秘人, 洛银拜见前辈, 秦银毕竟是老怪物了, 威名赫赫的大秦帝尊, 马上就镇定下来, 恭敬行礼, 洛银, 楚玄倾笑一声, 你是洛银或是秦银呢? 秦银脸色一变, 对方如何知晓自己的身份, 他转世重生, 距离他前世, 已经过去了无数岁月, 历经如此漫长的岁月, 并且依仗着人亡倒兵, 按理说无人可以看出他的身份, 没有人知道他会转世人王落甲, 你是谁? 小娃子, 不要紧张, 任何人的来历跟脚, 本尊一眼便可看透, 楚玄一声倾笑, 很有前辈高人风范, 相逢即是原, 能遇本尊, 是你的大机缘, 秦银深吸一口气, 对方能够一眼看透自己来历, 完全无视人亡倒兵的阻挡, 可见对方实力之强, 绝对是神境之上的存在, 敢问前辈可是洛人亡, 洛人亡? 楚玄呵呵一笑, 那个小家伙, 很多年前我见过, 是个天赋不错的小家伙, 秦银心中一阵, 洛人亡在他口中, 都是小家伙, 前辈你是, 本尊啊, 楚玄仿佛陷入回忆中的样子, 顿了一顿, 不记得多少岁月前了, 无数小家伙都称我为, 万古不灭永恒不朽俊义无双大威大德无上至圣诸天万界第一大道尊, 好流逼的样子, 秦银听得一愣一愣的, 看着那道威士汉天, 大道编织唯一的深意, 生不起一丝一毫的怀疑之心, 作为曾经感悟大道的强者, 才能深刻认识到, 那尊身影上, 大道编织唯一, 是何等的恐怖, 这个宅家五年的男人有个特殊癖好, 一觉醒来, 凡是他遇到的女孩子, 都要破例收为记名弟子, 宅男名叫楚玄, 让楚玄做梦都想不到的是, 他这次醒来遇到的女孩子, 却并非真正的女孩子, 女孩名叫秦银, 就在刚刚, 听完楚玄一通乱吹, 他看着那道威士汉天, 大道编织唯一的身影, 净生不起一丝一毫的怀疑之心, 毕竟他也曾是天境巅峰存在, 只是感悟过大道, 而眼前的身影呢, 直接将大道编织成一袍穿在身上, 由此可见, 这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大机缘了, 秦银一颗心不争气的剧烈跳动了起来, 秦银拜见俊义无双大威大德无上之圣前辈, 秦银果断拜扶在地, 楚玄很满意他的表现, 非常果断, 直接就拜扶在地了, 本尊睡了一觉醒来, 你能够遇到本尊, 也算是有缘了, 就破例受你为寄明弟子吧, 可愿意, 秦银一愣, 寄明弟子, 自己天赋这么强, 还具有人亡血脉, 竟然只收自己做寄明弟子, 楚玄看出了他的疑惑, 可是觉得埋没了你, 不敢, 秦银慌忙达到, 秦银, 拜见师尊, 秦银慌忙恭敬地磕了三个响头, 寄明弟子就寄明弟子吧, 前辈不收自己为入室弟子, 必然是因为自己天赋不够的缘故, 这等存在的寄明弟子, 也是一大机缘, 你既已入我坐下, 可有什么要求, 楚玄开口问道, 他倒是很好奇, 秦银会不会直接开口, 让自己帮他登上人亡之位, 干死他的仇敌, 师尊, 弟子缺一门炼体大树, 秦银第一时间, 就想到了自己一直缺的炼体大树, 再无别的要求了, 楚玄若有所指的看着他, 比如你一手不下的局, 秦银心中一阵, 师尊太恐怖了, 连这个都知道, 秉师尊, 我秦银一生, 从不养人仗势, 同境之中不输任何人, 属于我的, 我将亲手夺回, 仇也将亲手报, 秦银目光变得大气无双, 不愧是大秦帝尊, 一统南州的绝代雄主, 果然魄力过人, 楚玄很是欣慰, 你有此魄力与担当, 为师欣慰, 寄入我门下, 为师宝你同境相争, 不会出现一大欺小的情况, 输赢就皆看你了, 秦银大喜, 多谢师尊, 同境之中, 他从不输于人, 此次的气韵至宝之争, 他唯一担心的, 就是那人族的神境强者, 若是地境之上, 不得插手, 那么他秦银有何惧, 必夺回气韵至宝, 必杀仇敌, 此是你的缘, 楚玄淡淡的, 你要炼体大树, 本尊手中有无数, 但都太强, 你无法修炼, 即便是你们口中的神境, 想要修炼, 都还差了些许, 你就更不可能修炼了, 忽悠人嘛, 当然是怎么牛逼怎么吹了, 秦银心中震撼, 连神境都无法修炼的炼体大树, 那是何等强大的功法, 楚玄沉吟了一会儿, 才开口道, 本尊手中, 有三门不知和年月随手所创的炼体小树, 垃圾是垃圾了一点, 不过正好适合你这个境界修炼, 秦银嘴角抽了一抽, 垃圾的炼体小树, 刚好适合自己修炼, 师尊口中的炼体小树, 应该很强大吧, 此三门炼体小树, 分别是三丈金深爵, 百战魔体, 龙战霸体, 你选一门, 前两门只是楚玄拿出来凑数的, 他要传秦银的, 是龙战霸体, 相信秦银也会选这一门炼体树, 毕竟, 他一直在寻找霸气的炼体术, 龙战霸体, 只听名字就足够霸气了, 大成之石, 可以激发凶悍的龙威, 更是能够凝炼出龙甲附体, 神兵不可伤, 师尊, 我选龙战霸体, 果不其然, 秦银没有丝毫考虑, 第一时间就选了龙战霸体, 此数, 大成之石, 可具龙威, 龙甲附体, 算是一般般, 楚玄手一扬, 一本小册子扔了过去, 小册子是他以圣世光环刻露的龙战霸体功法, 翻开小册子, 可以直接领悟功法, 至于领悟多少, 取决于天赋的高低, 秦银激动不已, 接过功法小册子, 多谢师尊, 楚玄点了点头, 继位我弟子, 当知道, 九玉不过是诸天万戒的一角, 区区北玉人王, 又算得了什么, 哪怕是九玉人族之王, 也不算什么, 你需牢记, 勤奋修炼, 早日来到诸天万戒, 北玉人王也好, 九玉人族之王也罢, 不过是你修炼的一个必经之路, 唯有踏入诸天万戒, 才是踏上强者的起步之路, 秦银震惊, 诸天万戒, 好生修炼, 不可懈怠了, 他日若能踏足诸天万戒, 为师便破例收你为入室弟子, 楚玄为颜浩瀚的声音, 逐渐远去, 光圈消失, 画面也消失了, 秦银依旧震惊不已, 九玉不过是诸天万戒的一脚, 他觉得自己, 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隐秘, 难道说, 那些消失的强者, 都是离开了九玉, 去往了诸天万戒, 秦银激动不已, 我秦银, 定要去往诸天万戒, 成为师尊的入室弟子, 北玉人王, 我秦银坐定了, 我还要做九玉人族第一个人王, 只有如此, 才有资格成为师尊的入室弟子, 这一刻, 秦银热血澎湃, 找回了当初一统南州的雄心壮志, 好伴上, 才凭腹下激动的心, 失策了, 秦银突然叹了一口气, 刚才竟然忘了请教师尊, 是否有把女人身, 变回男人身的方法, 而又不会受大道排斥, 他做回前世的猛男, 楚玄伸了个懒腰, 收下了秦银, 传他龙战霸体, 拉高了他的眼界, 整个人都心情愉悦了起来, 人王必须是自己做下弟子, 谁争都没用, 要尽快提升实力了, 也到时候实力不够, 掌控不了全局, 苏仙儿, 距离地境不远了, 快要突破了, 接下来, 就是丁月, 然后是王洛, 看了一眼楚云, 他正在楚家祖地修炼, 当下就引导他进入小世界, 快速将他实力提升到真境, 楚家, 也该出一位地境了, 突然, 通讯符传来讯息, 爆红燕传来的, 白圣山爆发大战, 陨落了众多强者, 有上古地魂复苏, 上古地魂复苏, 是白圣山的强者残魂, 或是入侵者的残魂, 楚旋取出亏天境, 窥探白圣山的情况, 白圣山, 正在爆发着激烈大战, 并且是罕见的, 几大半地强者练手, 一处废墟上, 一道略显虚幻的身影, 漂浮在在半空, 每一击都强大无比, 战场之中, 已经有数位真境武者的尸体, 血练是魂, 邪王一声怒吼, 抬手一抓, 地上的鲜血涌动而出, 整个人都仿佛沐浴在血雾之中, 滚滚血雾, 化作一道道锁链, 朝着残魂席卷而去, 快缠住他, 带本王将他的魂给练了, 九剑山老者, 柳平峰与灰胡子老头, 飘花阁的美妇, 全都黑着一张脸, 攻击不断, 却是有意无意的, 让邪王的血雾锁链, 无法彻底锁死残魂, 这可是地境神魂, 哪怕是残魂, 并且已经虚弱, 但邪王若是将其炼化, 在半地修为上, 必然更进一步, 更接近地境, 实力将会超过他们, 无论是柳平峰或是其他三人, 都不愿意看到邪王得意, 我邪王素来正义, 你们几个卑鄙小人, 竟然不齐心协力对付这个家伙, 反而处处提防我, 真是小人, 嘿, 邪王骂骂咧咧的, 死, 地魂发出一声怒吼, 光滑绽放, 爆发出一道灵力的攻击, 瞬息间席向邪王, 不好, 邪王脸色一变, 对方燃烧了一部分神魂之力, 施展的神魂攻击, 神魂攻击素来难以防御, 邪王不敢大意, 抬手一抓, 原本倒卧在地的真净武者尸体, 瞬间崩碎, 化作血物, 砰, 血物翻滚, 宛若煮飞了一般, 化作一道滚滚血和防御, 阻挡在身前, 邪王同时身形飞快后退, 都死, 地魂似乎打算拼死一搏了, 神魂之力绽放出璀璨的光滑, 眨眼间崩碎开来, 化作四道光芒, 分别袭击向柳平峰等四人, 不好, 四人脸色大变, 疯狂后退, 四道神魂攻击, 瞬间就冲出了包围圈, 原本袭击向四人的神魂之力, 骤然一合, 神魂之躯重新凝聚而出, 柳平峰四人脸色一变, 上当了, 对方竟然以秘术, 分裂神魂, 做出拼死一击的假象, 逼退他们之后, 无地, 黑月楼的那位, 可以忽视, 对方不插手南州之势, 这位帝魂离开古迹, 不论是占据某个强者肉身, 都犹如一把刀, 悬在了他们的头顶, 随时做不成大王, 帝魂重聚之后, 化作一道流光, 并非顿袍, 而是直接冲着丁岳而去, 以得肉身, 归无了, 男人喜欢制作爆米花, 可他从不用玉米, 而用小垃圾, 一拳一个小嘎嘎, 就在刚刚, 白圣山古迹竟然有上古地魂复苏了, 南州大陆明面上的四名最强者连起手来, 竟也奈何不了眼前的上古地魂, 甚至差点被团灭, 危及关头, 上古地魂一个虚火, 化作一道流光, 直接冲着丁岳而去, 竟是意图夺取丁岳的肉身, 柳平峰几人脸色大变, 一旦对方夺取了丁岳肉身, 指不定瞬间会恢复地境实力, 在场所有人都要死, 然而, 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丁岳冷眼看着地魂冲来, 丝毫没有躲闪的意思, 区区一道虚弱残魂, 也想夺舍自己的肉身, 笑话, 快逃啊, 寒映梦焦急地道, 身形一动, 就冲了过来, 挥手之间, 百花飘落, 直接将丁岳笼罩进去, 意图帮助丁岳抵挡地魂, 女人, 修要多事, 丁岳瞥了寒映梦一眼, 面露不爽之色, 哼, 地魂静直冲入了丁岳的体内, BBQ了, 寒映梦一脸绝望, 此刻, 丁岳聚精会神证, 一言不发, 整个人一动不动地处在原地, 她的精神意志周围, 是一座座庞大的剑山, 散发着强烈的功能, 这些剑山, 将她的精神意志, 牢牢地守护在中央, 地魂一冲进来, 就陷入了重重的剑山包围之中, 每一座剑山都坚固无比, 怎么可能, 地魂大害, 对方的精神意志, 怎么如此怪异, 在地魂看来, 哪怕她神魂再虚弱, 要吞噬武者的精神意志, 是轻而易举的, 这位肉身强大, 而且又不是半地, 没有凝炼出神魂之态, 要夺射并不难, 谁曾想, 刚一进来, 就陷入了重重的剑山包围, 强烈的剑一压迫的她神魂几乎要崩碎, 丁岳眼见地魂进来, 当即运转百断炼神术, 同时不动如山公发动, 需要将地魂给碾压碎, 彻底炼化掉, 地魂大害, 寻常真静武者, 无论如何, 也是无法炼化神魂的, 何况是有意识存在的神魂, 修炼了不动如山公与百断炼神术的丁岳, 却是可以做到, 将地魂给碾碎炼化, 轰隆, 疯狂攻击, 一座座剑山在攻击下崩碎, 然而更多的剑山不断碾压而来, 宛若无穷无尽一般, 逃, 必须逃, 地魂心中亥然, 她就想不明白了, 为何一个真静武者的精神意志, 会如此恐怖的, 终于, 在损失了三分之二的神魂之力, 地魂终于逃了出来, 想逃, 你逃得掉吗, 丁岳冷笑一声, 斩魂剑, 无穷的剑山汹涌而出, 瞬间在深周布置下了层层叠叠的剑山, 同时手中的剑光绽放, 散发出一道若有若无的剑影, 从地魂冲入丁岳体内, 到狼狈逃窜而出, 不过差那而已, 寒英梦等人, 便惊骇地发现, 地魂十分狼狈地重新出现了, 随之出现的, 还有那一座座精神意志大山, 这, 众人都被丁岳的手段震惊了, 这究竟是什么秘书, 未免太强大了, 竟然以真静九重的修为, 碾压地魂, 一道剑光闪过, 地魂直接被斩成两半, 并且在汹涌的剑意之下, 不断崩碎, 随即无穷的剑山碾压而上, 瞬间将地魂碾压破碎, 斩魂剑, 直斩神魂的剑道, 这等剑道, 无疑是极其强大的, 九剑山老者脸色愈发阴沉, 仅凭这一剑, 丁岳就已经超过他了, 剑山席卷, 裹挟着神魂之力回归, 丁岳眼睛都眯了起来, 整个人都有种飘飘然的感觉, 神魂之力太多了, 险些斥撑了他, 疯狂运转百断练神术, 不断练化压缩神魂之力, 壮大自己的精神意志, 同时, 依靠炼化的神魂之力, 不断凝练剑山, 增加剑山的规模, 丁岳灭世的瞪着九剑山老者, 冷笑道, 想动手啊, 来啊, 很是嚣张, 很是狂妄, 九剑山老者有些心动, 丁岳此时似乎出了一点问题, 似乎神魂之力入侵, 使得精神意志暴涨, 出现了失控的情况, 目光瞥向灰胡子老头, 又瞥向邪王与飘花阁美妇, 看什么看, 本王不屑以多欺少, 休想本王会出手, 邪王一脸鄙夷之色, 不再逗留, 直接走了, 不动手, 我可就要走了, 丁岳冷冷一笑, 转身就走, 柳平峰三人相视一眼, 最终放弃了动手的打算, 帝魂之乱, 就此落幕, 楚玄不由地感叹, 丁岳不愧是南州气韵之子, 收获是真的大, 帝魂被炼化, 精神意志愈发强大了, 几乎达到真境的极限, 他距离地境, 更近一步了, 一旦突破地境, 他的神魂将会更强, 正要关闭窥天境, 骤然发现, 白圣山古迹深处, 有一道气息浮现, 现接近地境的气息, 白圣山古迹有活人, 怎么可能, 这都过去多长岁月了, 哪怕是地境, 寿远也该耗尽了, 哼, 骤然, 一声暴响传来,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一道身影吐血倒飞而出, 古迹里有人, 邪王吐血倒飞, 脸色大变, 疯狂吼道, 一道魁梧的身影, 从废墟中腾空而起, 白发披肩, 面容刚毅, 看起来不过二十六七岁的母娘, 身穿白色衣袍, 胸口上绣着一座大衫, 气势强大无比, 几乎笔尖逼近一重, 几位斜帅斜将, 慌忙出手, 接住到飞来的邪王, 白衣青年一步一步走来, 猛的, 抬手一拳轰向正在寻宝路人家, 远处那名正在挖掘废墟中的宝物的真镜强者, 瞬间被一拳轰杀, 这下子, 所有人都脸色大变, 全都聚集到了一起, 白发青年冷冷说道, 放下所有东西。 你敢相信, 封印于空间裂缝数千年的白圣山古记里, 竟一直生活着一位大帅哥, 围观群众瞬间压麻呆住, 要知道, 哪怕是递进强者, 寿远也并非无限的, 更何况古记里条件恶劣, 终日不见阳光, 毫无生机可言, 而帅哥却能生存下来, 并且实力丝毫不见衰退, 更能轻松碾压一众半地强者, 帅哥名叫白绍空, 乃白圣山绍宗主, 就在刚刚, 各大势力在大大的古迹里面挖呀挖呀挖, 挖大大的宝物, 打算带回家, 却被白绍空教训了一番, 只得无奈留下部分宝物后打算撤退,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秦国秦长方, 受秦国地主之托, 代为问候白绍主, 请白绍主到秦国一叙, 随后压低声音, 我家陛下万分叮嘱, 请白绍主务必快些, 有钥匙相伤, 邪王等人脸色一变, 什么意思, 大秦女帝知道白绍空的存在, 秦国地主, 要是白绍空眉头一挑, 似乎想到了什么, 是的, 我家陛下不能亲自前往, 还请白绍主见谅, 秦长方恭敬道, 白绍空点了点头, 随即看向准备撤退的众人, 可是这些蝼蚁, 尚未说完, 突然眉头紧锁, 又有人来, 原来是丁月, 他是最后一个到的, 看了古迹入口的众人一眼, 自顾自地朝着入口走去, 这就是古迹内部吗, 也不过如此嘛, 此行收获颇丰, 该回去了, 站住, 白绍空脸色阴沉了下来, 对方竟然不给自己面子, 有事吗, 丁月一个剑步, 已来到白绍空身前半步出, 斜眼看向眼前的那头少年白, 把你在白圣山的所有收获留下, 否则, 死, 白绍空怒了, 而丁月那斜眼看他的眼神, 依旧充满了蔑视, 哼, 就凭你, 也配, 丁月不屑, 继续前行, 死, 白绍空突然袭击, 一拳轰出, 吓得丁月一击灵, 卧槽, 卑鄙小人, 偷袭我, 看见, 丁月一剑刺出, 剑光飞掠, 刷, 刷, 丁月脸色微变, 感受到了强烈的威胁, 连出三剑, 挡下一拳之后, 身形已经倒退千米之远, 无知鼠辈, 狂妄之己, 白绍空一步一步踏出, 身上的气势越来越强, 逐渐的一道战役汹涌的身影, 笼罩住了白绍空, 无意加身, 此刻的白绍空, 被一道三丈身影覆盖, 宛若将他庇护在内, 一双拳头绽放出强烈的武艺波动, 楚拳透过窥天镜, 看到白绍空此时展露的实力, 双眼光滑闪动, 仿佛已经将白绍空看透了, 有点意思, 白圣山毁灭之前, 是把一切底蕴都留给他了呀, 白绍空一拳轰出, 权力宛若狂涛骇浪, 汹涌不绝, 强烈的战役更是碾压而来, 丁月身上剑意汹涌, 穷天剑体的强大, 这一刻展现了出来, 剑意化作了一道奔涌的小河, 我挟着剑光, 迎着狂涛骇浪般的权力, 逆袭而上, 一剑又一剑, 丁月目光剑意, 一剑又一剑刺出, 一剑更比一剑快, 汹涌的剑意正在不断凝裂, 似乎要化为一道实质的长剑, 剑意化形, 难怪狂妄, 白绍空眼中凶光一闪, 一步踏上前, 一拳轰出, 又是一步踏上前, 接着一拳轰出, 一拳接着一拳, 权力越发汹涌, 丁月的攻击不断崩碎, 他的身形也在不断倒退, 往往需要三剑甚至四剑, 才能抵挡住白绍空一拳之威, 而随着白绍空不断出手, 丁月感受到的压力愈发强烈, 甚至出剑的手都在颤抖着, 汹涌的剑意都变得摇晃起来, 仿佛随时彻底崩碎, 丁月不断后退, 额头出现了汗珠, 气息微微紊乱了起来, 他终究差了一些境界, 一众强者看着这一场战斗, 全都神色凝重, 尤其是在场的半地强者, 更为凝重与复杂, 他们已经是半地了, 只需南州的天地规则恢复, 就可以突破到地境, 几乎走到了地境之下的极限, 然而面对白绍空与丁月, 却是差了不止一筹, 白绍空真正地走到了地境之下的极限, 几乎可以比肩一般的地境一众强者, 而丁月呢, 才真境九重, 应该还没有修炼到极限, 实力却是超越了他们, 这就是天赋的差距, 两股强大的力量, 碰撞出恐怖的气息, 整个白绍山上空顿时电闪雷鸣, 风起云涌, 似乎要将一切事物摧毁, 暴风眼中心, 白绍空一拳接着一拳打出, 闲庭阔步一般, 仿佛并没有尽力, 反观丁月, 不断倒退, 汹涌的剑意, 都出现了崩碎之下, 好厉害的白绍山少主, 能给我压力的人终于出现了, 可他死斗一番绝对能检验我的无上剑道, 乃至在战斗中突破, 陛下激怒他, 让他实战权力, 丁月强忍住内心的胆怯, 轻蔑一笑, 堂堂少主就这些金粮吗? 这只是钱菜, 开开胃而已, 白绍空邪魅一笑, 随即下蹲, 降低身体重心, 一步上前, 抬手续空一抓, 轰出的那一道权力, 竟然回缩了回来, 紧接着, 再次一拳轰出, 恐怖的权力宛弱狂涛骇浪, 汹涌不绝, 强烈的战役更是纷纷汇聚, 叙事待发, 一拳轰出, 传来的宛若雷霆轰鸣的声音, 可见空中出现了一圈震荡的涟漪, 全力划行, 宛若一座大山斑, 朝着丁月碾压而去, 丁月双手握剑, 散乱的发丝飞舞, 浑身气势这一刻, 达到了巅峰状态, 剑一凝聚在剑上, 一个上股苟延残喘活下来的废物, 我丁月笔是只, 我,丁月, 可是要图神的男人, 岂会输给你, 白绍空眼中杀意凛然, 他最恨别人, 说他是苟延残喘活下来, 狂妄鼠辈, 给我死, 白绍空杀意凛顶, 白胜神拳, 以白绍空为中心, 方圆百米的灵气, 瞬间一空, 规则都隐约浮现, 融入了灵气之中, 规则融入灵气, 灵气凝聚于拳上, 神魂之力也凝聚在拳头上, 这是极尽升华的一拳, 以不入地境修为, 凝聚了规则, 凝聚了强大的意志, 太强了, 这一拳, 足以比肩寻常递进一众强者的异击了, 白绍空此刻武艺加深, 使得这一拳威力更强三分, 胜负已定, 越来越强的权力, 骤然崩碎了丁岳的剑意长河, 权力没有了阻挡, 瞬间轰在了丁岳的胸口上, 丁岳吐血倒飞而出, 地面留下一道长长的痕迹, 重重地摔在数百里开门, 一动不动, 身为南州气运之子, 少宗主摁在地上, 肆意摩擦, 男人名叫丁岳, 就在刚刚被白绍空一拳击飞的他,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你可别装死了, 这点东西还要不了你的小命, 白绍空冷眼看向丁岳击飞的地方, 该死, 被发现了, 浑身冒着白烟的丁岳喃喃自语道, 并表示, 自己休息一会儿不行吗, 下一秒, 双腿一个腾空, 抄, 走你, 只见他猛地起身, 稳稳站了起来, 热热身罢了, 丁岳甩了甩脑袋上的灰尘, 瞬间回复了八成功力, 见此情形, 白绍空再次舒展起自己的胳膊, 双拳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蠢蠢欲动, 小子, 刚才还满意吗, 丁岳不甘示弱, 更是想激怒眼前这个实力未知的帅哥, 轻松硬答, 洒洒水了, 呦喝, 逞强的本事, 倒不小, 白绍空轻蔑一笑, 那你看看我这件, 逞不逞强, 只见丁岳手中常见燃起血红色的火焰, 看来已是饥渴难耐, 没有过多的废话, 猛地刺向白绍空, 接招吧, 此时的白圣山广场上, 只见一红一白两股耀眼的气息, 猛烈地碰撞到一起, 已看不清人影, 仅仅如此吗, 看来你的剑也就一般吧, 呦, 你也一样, 打得不过瘾, 既然如此, 那就一招定生死吧, 说吧, 二人同时蓄力, 准备使出致命一击, 此刻的丁岳处于一个玄妙的状态, 在这一拳的压迫之下, 有机会突破智骨, 将剑道境界再次提升, 天心剑脉的天赋, 对于剑道有着极强的感悟, 丁岳也是为了, 在危机中, 寻找突破智骨的机会, 如今, 机会来了, 丁岳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 生死的危机, 体内的神剑颤动, 就要离体护住, 按下颤动的神剑, 生死危机之下, 丁岳手中的剑在颤动, 剑意在汹涌, 一直以来, 始终只差一点点就可突破的剑道境界, 这一刻似乎都在破碎了, 心中已无生死, 已无畏惧, 只有剑, 天地间唯有手中的剑, 丁岳天心剑脉的天赋, 这一刻完全发挥了出来, 在生死危机之下, 刹那间就突破了智骨, 通天剑觉得感悟更上一层楼, 我有一剑可通天, 那男生传来, 仿佛带着一种不屈, 一往无前的意志, 剑光骤然绽放, 天地间, 只看到了这一剑, 无匹的一剑, 一剑通天, 剑光只是一闪, 威猛无双的一拳, 瞬间破开两半, 全力在崩溃, 剑光消散, 全力崩溃, 所有人都震撼地看着, 宝剑自然下垂, 衣衫褴褂的丁岳, 哪怕他此刻看起来, 已经凌厉耗尽, 甚至受到了重创, 然而, 却是挡下了那恐怖的一拳, 随着他站起, 手中的宝剑, 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接近地兵的宝器, 竟然无法承受丁岳刚才施展的那一剑, 直接断裂开来, 死了吗? 女帝只是微笑着朝他打了个招呼, 小伙子竟自恋地认为美女在缠自己的身子, 一切只因男人的师父是女帝永远无法企及的大恐怖, 威慑了女帝, 忽悠了小伙子, 小伙子名叫丁岳, 就在刚刚, 他强闯他人古宅, 疯狂挖宝, 还要跟古宅主人切磋武艺, 一招定生死的那种, 但由于二人天赋异禀, 又是军力敌, 大招对大招过后, 白少空呕了一声, 惊恶地看着自己的拳头, 那里有一道血痕, 哪怕只是浅浅的伤口, 若是同境界的舞者, 他尚能接受, 但一剑破开白圣神拳, 伤到他的只是一位真境九重的舞者, 甚至都没触及地境, 你, 该死, 看向丁岳的目光, 白少空愤怒了, 还有那么一丝丝嫉妒, 竟然能伤到我, 还算有点手段, 此人绝不能留, 否则, 一旦成长起来, 将会是大敌, 白少空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 一旦双方处于同一个境界, 败的一方绝对是他, 他可是吉白圣山最后的抵御于一身, 融合了舞艺加身, 才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而对方呢, 看其年纪才多大呀, 太妖孽了, 在这个时代, 自己莫非真的如此不堪, 此刻, 刚复苏归来, 在天赋上就被人骑在头上, 白少空如何也接受不了, 尤其是, 想到丁月口口声声嘲讽他, 是苟延残喘下来的废物时, 心里几乎要气得扭曲, 丁月突然直起身, 哈哈大笑了起来, 我终于看破无上见到第二关了, 丁月很兴奋, 完全无视了白少空愤怒的眼神, 甚至他还拱手感谢道, 这位上古的废物, 多谢你相助了, 我丁月提前突破无上见到第二关, 这次你对我出手, 就不跟你计较了, 白少空气炸了, 原本冷酷的面容, 都因愤怒而显得扭曲起来, 你该死, 休想活着离开白盛山, 白少空面目猙獰的吼道, 朝着丁月的面门, 猛地挥出一拳, 丁月, 安心上路吧, 丁月丝毫不拒, 吞服了地丹之后, 他已经恢复了八成十例, 心里感叹, 网络的丹药是真的好用了, 打是打不过白少空的, 逃失一点问题都没有, 只见, 丁月原地留下两道虚影, 真身已经隐匿无踪, 不陪你玩了, 我要回去了, 白少空要疯了, 双眼满是不可思议之色, 这是, 传说中的神级顿术, 残月虚影, 他什么时候施展的, 鼠背, 有种别跑, 给我回来, 古迹里留下白少空无力的歇斯底里, 而丁月头也不回得飞远, 嘿嘿, 那个傻子怕是要气死哦, 要不是现在刚刚突破之骨, 根基不稳, 真相再回去会会他呢, 丁月回想起刚刚的对决, 似乎有些意犹未尽, 但细细回味起来, 还是有一丝丝后怕, 有一说一, 那个傻子是真强, 整个南州除了师傅, 他应该是最强之人了, 不想不开心的事了, 自己已然成功突破之骨, 这就回家和师傅抱喜去了, 丁月刚刚落地, 一道倩影出现在古迹入口的一座山头上, 威严, 霸道, 却又轻力脱俗, 定睛一看, 竟是大清女帝秦可运, 正当二人面面相去之时, 秦可运想起自己曾在储玄的小院子里, 看到过丁月一眼, 知道眼前这位, 算是那个大恐怖的人, 现如今, 他可得罪不起, 便微笑着朝着丁月打了个招呼, 丁月诧异地看了秦可运一眼, 只觉得这个女人, 似乎有点熟悉, 难道是来乱我见心的吗, 哼, 我才不会让你得逞呢, 回家巩固修为, 跟师傅抱喜才是正事, 身形非略, 顿出树里之后, 身形已隐匿无踪, 看着丁月远去的身影, 秦可运纳闷了, 这人怎么神神叨叨的, 算了, 不管他, 还是赶紧去古迹找白少空为先, 古迹里传来秦长方唯唯诺诺的声音, 白少主息怒, 我家陛下交代的, 未等说完, 便被怒火中烧的白少空打断, 你给我起来, 再拦着我, 给你两拳, 长方, 因何是如此喧哗, 听见熟悉的声音, 秦长方总算松了口气, 是陛下来了, 白少空闻声望去, 只觉得那身影似曾相识, 原来是他, 白少主, 好久不见, 怎么愁眉苦脸的, 看见我不高兴吗, 秦可运三步并坐两步, 来到白少空面前, 要不是因为那个叫丁月的挖宝狂徒, 丁月, 我刚才还看见他了, 你们有矛盾吗, 秦可运并不知古迹里刚发生的事, 一脸疑惑问道, 何止是矛盾, 你先别管了, 告诉我哪个方向, 我这就赶过去弄死他, 白少空目光坚定, 咬牙切齿道, 刀宝物, 还戏耍我, 要是被我带到, 非把他骨灰都扬了, 老白, 听我一句劝, 丁月背后的人, 咱们惹不起, 你赶紧消气吧, 秦可运摘下自己的头饰, 劝白少空要冷静, 双手一摊, 面露惊恐之色, 毕竟那个大恐怖, 他是见识过的, 惹不起, 他俩夹起来都惹不起, 完全不在一个档次的, 甚至, 都不是一个次元的, 男子号称秦国第一花美男, 各种土味情话张口就来, 而我们的痴情大冤肿, 小邪王为了走捷径, 敬拜他为师, 终于体验到了与女神的亲密接触, 就在刚刚, 秦国女帝秦可运, 想到了那个惹不起的大恐怖, 只好劝白少空要冷静, 听吧, 白少空凭附下愤怒的情绪, 皱着眉头, 他背后是何人, 白少主, 还是不知道的好, 秦可运摇了摇头, 没有多说, 邪王与柳平峰, 生怕秦可运动手, 没有逗留, 直接离开了, 白少空分明与秦国有渊源, 二人都意识到, 秦国有了白少空这个强者坐镇, 将名副其实地成为南州三国三宗之一, 白圣山古迹落下了帷幕, 收获最大的, 无疑是丁月, 其次是秦国, 白少空成为了秦国的镇国强者, 楚玄欲感到, 随着战魔谷地开启临境, 一些布局都将逐渐出现, 平静地过了一个月后, 楚云突破到了真境九重, 楚玄将他送出了小世界, 突破到真境九重, 楚云成为了楚家名副其实的第一强者, 底气大增, 又外出历练去了, 尤其是听闻由古迹开启, 他要寻找类似玄星草这样的天才地本, 用来提升楚平凡的资质, 离开楚家族地后, 楚云回头看了小院子方向, 心里嘀咕着, 十三哥, 似乎有点厉害, 真境九重的他, 竟然依旧看不透楚玄的实力如何, 秦国, 紫月俊, 某座城内, 一座庭院的梁亭里, 小邪王身披黑袍, 风度翩翩, 好一个俊秀公子的模样, 没有了以往的邪气与残酷, 正在与一名白衣花美男交谈着什么, 汪贵站在梁亭外, 看着一副正道公子哥模样的小邪王, 内心是崩溃的, 小邪王自从见了楚云姑娘就一直不怎么正常啊, 今天还专门来拜访这个秦国第一海王, 哎, 完了, 王亭要完了, 汪贵对邪王亭的未来, 充满了绝望, 原来梁亭里, 小邪王正在与紫月郡, 知名的花丛高手, 请教如何讨女人欢心的事情, 邪兄, 现在不心叫女子宝贝了, 太俗, 太肉麻了, 那叫什么呢, 叫宝, 知道吗, 别看一字之差, 与今是完全不同的, 小邪王一脸受教的样子, 又问道, 台兄, 对女子应该说什么情话比较讨喜啊, 这你可就问对人了, 台兄顿时来精神了, 看到水中鱼了吗, 你会想到什么, 看到了, 跟情话有什么关系, 红烧, 清真还是大过顿, 小邪王疑惑, 能能能能, 你要用所见, 所想的一切, 来表达出你对他的诚挚心意, 台兄继续说道, 殿下知道我为什么爱吃鱼吗, 因为我对你的爱至死不渝, 小邪王双眼一亮, 脑海中灵光一闪, 仿佛推开了一扇灵感的天窗, 台兄真是良师一友啊, 我误了, 小邪王顿时斗志昂扬, 恨不得马上见到楚云, 说上十句八句情话, 这个时候, 汪贵无奈地传音道, 殿下, 楚姑娘出现在紫月郡了, 我的云宝, 台兄道辞, 来日在拜访, 小邪王迫不及待地道辞, 一颗星早就飞到楚云身上去了, 楚云正在寻找灵药, 一道身影飞快地奔来, 袖眉一皱, 小邪王, 远远的小邪王的声音就传来了, 一如既往的, 满含深情的语调, 哦, 我刚才摔了一跤, 为什么摔跤, 我去死, 楚旋看着手中, 黑月楼传来的, 关于楚云的情报, 一脸古怪之色, 小邪王是真的化身舔狗了, 也不知道, 哪里学来的一嘴古古怪怪的土味情话, 被楚云打断了一次腿, 他竟然还不害怕, 转眼间, 要休息了, 楚旋想着睡觉前抽个奖, 万一找到气韵之子呢, 便掏出万天镜, 输入灵力, 画面出现, 连通到了一片参天古树林内, 楚旋无奈了, 正要关闭万天镜, 是魔血, 再看对方, 年纪不大, 却是已经是真净三重的修为, 身上弥漫着一股浓郁的魔气, 长得虽然与人类相差无几, 若是细看, 却又能看得出来, 对方并非人族, 是个魔族, 楚旋想到关于魔族的信息, 在魔族中, 天赋最卓越, 地位最尊贵的魔族, 便是长得与人族无一天魔族, 相传魔族中, 能突破到神境的, 魔狱中唯有天魔族, 因此天魔族乃是魔狱的霸主魔族, 天魔族的人, 莫非, 我真的捡到宝了, 楚旋来的兴趣, 当即施展天机探元术, 魔乱天, 天魔族人, 因具有人族血脉, 而被天魔族唾弃, 饱受羞辱, 最终无法忍受, 判处天魔族, 流浪魔狱, 其体内潜藏骨魔血脉, 正处于觉醒阶段, 因骨魔血脉的觉醒, 得魔狱天地气韵独钟, 楚旋暗喜, 魔乱天这个小子, 该不会就是魔狱的气韵之子吧, 虽然, 天机探元术, 没有显示他是魔狱气韵之子, 但却显示, 他的骨魔血脉正在觉醒, 因而得魔狱天气气韵独钟, 此刻, 魔乱天盘稀坐在古树下, 掏出一个大罐子, 里面是经过提炼的魔血, 只见魔乱天双手探入罐子里, 低刻一声, 魔士, 一股犀利, 将罐子里的魔血吸射, 本就气息紊乱, 虚弱的魔乱天, 火灼烧斑, 滋滋作响, 魔乱天痛苦地站起身, 紧闭双眸, 仰天长笑, 天魔族, 我一定会回去的, 我要让你们知道, 我才是真正的魔, 我要修炼世间最强的魔宫, 年轻人, 视野要广阔, 魔族也不是非要修炼魔宫的, 只想着修炼魔宫, 会把路走窄了呢, 楚玄觉得, 自己有必要纠正一下魔乱天, 开拓他的视野, 让他认识到, 魔族修佛法, 才是真正的前途无量, 修为再高, 也只是天魔族, 如何将天魔族踩在脚下呢, 化魔为佛就可以了吗, 将整个天魔族, 化为佛族, 以魔乱天就是佛族大佬了, 这才是正途, 汉天神像出现, 坐在二十四品道连上, 万法道一大道缠绕, 为了忽悠魔乱天, 楚玄特意散发出佛光来, 此刻, 他宝像庄严, 阿弥陀佛, 魔乱天正要离开, 骤然一声浩瀚庄严, 抬头一看, 心中震撼, 那是何等强大的存在, 天魔族的神佬, 都远远不如吧, 年轻人, 魔路无前途, 本尊观你颇有慧根, 修佛前途无量, 可愿归依佛门, 佛? 魔乱天一正, 绞尽脑汁, 也没有想到, 九亿五十周, 有哪一个势力是佛的, 要不要拜师? 这位前辈, 看起来似乎很强大, 但是我都没听说过什么佛门, 要是挺挖垮, 岂不是耽误我的大好前途吗? 想到自己的古魔传承, 他有心抗拒, 前辈见谅, 魔乱天身为魔族, 一心修魔族传承, 无心修炼其他功法, 魔乱天咬咬牙道, 楚玄眉头一挑, 有些意外, 自己看起来如此牛逼了, 这小子竟然不愿意拜师, 也就是把路走斩了呀。 男人每天都要干掉一个自己, 只为寻找自身弱点, 突破真正的极限, 提升战斗经验, 小伙子名叫楚玄, 就在当当, 楚玄为了收服眼前这名魔族气韵之子, 不仅使出装备神器汉天神像, 更是将万法道一缠身, 却仍被拒绝, 可楚玄一点都不慌, 忽悠人吗? 他最擅长, 年轻人, 相遇即是缘, 本尊观你颇有慧根, 才魄力收你入座下, 魔路无前途啊, 年轻人, 不要把路走斩了, 魔乱天之所以不拜师, 无非是觉得, 佛门是个没有前途的势力, 兼知, 他有古魔传承, 自觉前途无量, 九欲, 不过是诸天万界的荒僻一脚, 你偏居易于, 哪知天地之浩大, 你魔族的古魔, 放在诸天万界, 也不过是忠下之姿, 岂能与本尊相比, 佛法才是正途, 才是你的天赋所在, 莫要错失机缘, 魔乱天心中一阵, 诸天万界, 古魔发在诸天万界, 不过是忠下之姿, 他有些心动了, 难道佛真的如此强大, 古魔真的如此不堪, 敢问前辈, 诸天万界是, 那是浩瀚无垠的万千世界, 强者无数, 九欲所称之神境, 不过才堪堪据有道诸天万界的能力而已, 年轻人, 入我佛门才是你的正途, 诸天万界, 才是你的正途, 小小魔语与天魔族, 只是个垫脚石罢了, 佛法无边, 慈悲无量, 你怨天魔族, 再强也只是魔, 若你是佛呢, 度魔为佛呢, 你将是九欲佛族开创者, 而非魔族后辈天骄, 楚玄微微笑着, 诱导魔乱天, 进入他设好的思维中, 对于魔乱天这样的雄心之辈, 是做祖还是做后辈天骄, 自然不言而喻的, 魔乱天心中一阵, 他心动了, 有道理啊, 自己再强, 也只是魔族后辈, 充其量是魔族的绝顶天骄, 但, 若是开创一族呢? 前辈, 你说佛法无边, 其为如何? 魔乱天想要试一试, 佛法与自己的古魔之力相比, 可见他对自己的古魔传承, 是很自信的, 并且有很强的警惕之心, 楚玄不得不感叹, 此小小佛力, 若与你之魔力, 却可胜你之魔力, 魔乱天充满警惕, 待察觉那道浩瀚庄严的力量, 只有真进二重之时, 这才松了一口气, 浑身魔力翻滚, 直接全力一拳轰出, 魔乱天魔力, 轰击在佛力上时, 发出痴痴声, 魔力竟然在不断消融, 完全被压制了下去, 仿佛遇到了克星, 魔乱天震惊不已, 他看得出来, 这一道佛力, 只是很普通的真进二重力量, 并没有潜藏着特殊的力量在内, 而自己的古魔力, 比寻常魔力, 乃至天魔力, 都要强大, 即便如此, 竟被一道佛力, 跨境界压制了, 换了其他的魔力, 更没有丝毫抵抗之力, 佛法太强大了, 大机缘啊, 普通, 魔乱天也是个果决之辈, 马上就跪地拜师了, 弟子魔乱天, 当受戒律, 除去三千烦恼丝, 是, 师尊, 魔乱天恭敬地跪在地上, 楚玄手一挥, 一道力量传递过去, 在魔乱天头上一抹, 发丝静落, 出现一个大光头, 至于佛门的其他清规戒律, 楚玄就不传了, 那些清规戒律, 就让魔乱天, 从佛法中自行领悟吧, 魔乱天既已拜师, 已是和尚, 怎么能够没有僧袍禅杖吗? 楚玄临时炼制了僧衣, 波鱼, 就传于你, 魔乱天接过僧衣, 禅杖与波鱼, 心中矩阵, 竟然是天兵级别, 更具有诸多远超寻常天兵的妙用, 这还仅仅是入门的标配而已, 楚玄对于魔乱天的反应, 那是一点都不意外, 第一次亲自动手练气, 还算满意, 炼制出了天兵来, 而且按照自己的设想, 附加了诸多妙用, 虽然拜师了, 却没有真诚的皈依佛门, 也没有一点身为和尚的觉悟, 仅仅是修炼了佛门功法而已, 这可不行, 楚玄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佛, 当下, 为魔乱天念经, 夺化度化他, 把他度化入佛门, 为了开创的佛族, 自己也是煞费苦心了, 只能用一用自己佛祖的身份, 度化度化魔乱天这个小魔头了, 随着诵经, 一道道玄奥的符文, 随着万天静挑入过去, 笼罩着魔乱天, 渐渐的, 魔乱天盘稀坐在地上, 双手合十, 眉目低垂, 口中跟着诵经, 身上弥漫起佛光来, 他身上的骨魔力, 逐渐地被度化, 转化为佛力, 赞美我佛, 魔乱天双手合十拜佛在地, 成为了一个虔诚的佛徒, 起来吧, 楚玄吐出一口气, 终于把魔乱天洗脑, 哦不, 是度化成功了, 只是看着魔乱天的样子, 虽然有和尚的气质, 却是不知为何, 总觉得这个家伙, 有点魔性, 心里嘀咕, 诺飞刚才度化的时候, 添加了一些忽悠的话, 把他给忽悠歪了, 但愿不会出什么事情, 你有大红愿, 度魔为佛, 为开创佛足迈出了第一步, 奖励佛典, 系统的奖励突然而来, 楚玄一正, 这都能触发系统奖励, 挑选了几步, 主要用于度人为善, 传播信念, 教化信徒的经文, 以圣施光环的手段, 刻录在小册上, 将经文传给了魔乱天, 让这个家伙, 利用经文上的手段与力量, 在魔域传播佛法, 度化信徒, 魔乱天虔诚而目光炙热地接过佛经, 再次叩首败复在地, 楚玄则勉励了魔乱天一番, 将万天静印记打入他体内, 就关闭了万天静, 你收了一个魔族气韵之子, 度化为佛, 奖励机缘秘境, 试炼秘境, 又有奖励了, 而且, 楚玄注意到, 系统上的魔族气韵之子前用的是一个, 意味着魔族不止一个气韵之子, 迫不及待地领取奖励, 首先是机缘秘境, 这个楚玄已经很熟悉了, 又多了一个试炼秘境, 这个是第一次出现, 从名字上, 就可以大致知道, 这个秘境的作用, 试炼秘境, 可完全复制自身, 挑战自己, 寻找自身缺点, 战胜自己, 突破真正的极限, 试炼秘境内, 具有各种险境, 各境界强者, 各种功法修炼者, 或多人围杀试炼, 或独占强者试炼, 楚玄查看了试炼秘境的功能, 不由地感叹, 不愧是系统出品, 果然精品, 目前他正好缺试炼, 如今有了试炼秘境, 他就可以尽情地试炼, 不用担心自己缺乏战斗经验了, 也能够让丁月几人, 可以在试炼秘境中, 得到提升, 不至于缺乏战斗经验, 更重要的一点, 在试炼中, 不会真正的受伤或死亡, 楚玄将试炼秘境领取了出来, 选择了一对一战斗试炼, 实力则是和自己一样的尊敬九重, 也好检验一下自己的实力, 战斗并没有持续多久, 一分钟左右, 楚玄便将对方击杀, 原来我的实力, 果然是同境界无敌的, 久于有史以来的, 最强尊敬九重, 都在我手上撑不住一分钟, 楚玄顿时有点膨胀了, 选择下一刻试炼境界, 天境一重, 只是普通的天境一重强者, 楚玄想要试一试, 自己能否跨大境界, 此间的差距, 比真境与地境之间还要大得多, 战斗爆发, 楚玄手段进出, 各种秘术, 神通, 大战持续了一个小时, 楚玄最后施展时光幻影, 才重伤了对方, 代价却是, 他被击杀了, 与天境之间的鸿沟太大了, 他这位有史以来, 最强的尊敬九重, 都无法越境杀天境一重强者, 他来想要突破目前的实力极限, 要寻找出自身的缺点, 以及战斗中的不足之处才行, 在下一次战斗的时候弥补回来, 然而, 复制的那个他, 同样会把缺点与不足弥补, 如此一来, 想要战胜自己, 突破极限, 难度可想而知了, 十天, 楚玄花了十天时间, 才在战斗中, 来了一次极尽升华, 爆发出最强大的一击, 成功击杀了自己, 在突破自我的那一刻, 楚玄心中突然, 有了一种名物, 我应该是打破记录了, 第一个逆法击杀天境的存在, 楚玄激动不已, 对自己的实力, 有了新的认知, 接下来, 楚玄在秘境中, 进行各种各样的试炼, 增加自己应对各种险境, 各种袭击, 各种战斗环境的应对之法, 注意看, 真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啊, 眼前这个被打成了猪头的小伙子, 竟是不久前, 刚在白圣山古迹里独占凹头, 凭一己之力, 立刻四名半地强者的联手攻击, 又跨境界挫败了, 击白圣山最后的抵运于一身的少宗主后, 还完全不把大秦女帝放在眼里的气韵之子, 丁月, 没想到, 三十天河东, 三十天河西, 就在刚刚, 她的师父楚玄获得了宅家奖励的试炼秘境, 自己玩了一个月后, 楚玄膨胀了, 各种险境, 她都闯过来了, 毫不夸张地说, 她的战斗经验, 绝对是顶尖的, 你足不出户, 在试炼秘境中, 闯过种种险境, 积累的丰富的战斗经验, 奖励万战感悟, 竟然触发了系统的奖励, 楚玄稍稍意外了一下, 领取奖励, 万战感悟, 乃是一种战斗意识, 仿佛天生一般, 具备应对各种战斗, 具有超强的战斗意识, 楚玄感觉自己的战斗经验, 再一次飙升, 甚至毫不夸张地说, 论战斗经验与战斗意识, 恐怕无人可以比得上她, 领悟了万战感悟后, 楚玄不再需要去试炼了, 她就是世上, 最懂得战斗的人, 没有人比我更懂战斗, 楚玄感叹了一句, 将试炼秘境开放, 小世界中, 骤然出现了一个新的区域, 充满了玄妙与道运, 将丁月, 王洛和苏仙儿叫来, 为时开启了试炼秘境, 你们可以去进行试炼, 提升战斗经验, 甚至战胜自我, 突破自我, 将试炼秘境简单介绍了一下, 丁月与王洛大喜, 败泻之后, 第一时间就去了试炼秘境, 先生, 试炼秘境可以邀人试炼, 可以强制邀人应战吗? 苏仙儿狡黠地问道, 突破递境之后, 苏仙儿的气质, 是愈发明媚动人, 楚玄眉头一挑, 你想做什么? 我想打死丁月那个混蛋, 苏仙儿咬牙切齿道, 现实中, 不可能打死丁月, 可以在试炼秘境中了, 反正不会真的死, 却是可以实实在在的, 试炼秘境一变, 那个家伙太可恶了, 竟敢弄一个木头人, 插在自己身边, 每次睁开眼, 就看向自己这边, 检验一下自己的剑道境界, 突破剑道第二关后, 是否牢固, 是否不断进步, 一眼看去, 注意力是在苏仙儿身上, 还是在木头人身上, 楚玄嘴角抽了一抽, 丁月这小子, 是真的被忽悠歪了, 必须再忽悠忽悠他才行, 否则再这么下去, 答应了下来, 苏仙儿进入小世界后, 楚玄把丁月叫了出来, 必须把他给掰证回来, 见到三关, 悟得如何了, 师尊, 我感觉, 我已经看破了见到第二关了, 正在巩固之中, 丁月激动说道, 我相信, 很快就能达到, 心中无女人, 拔剑可图神的境界, 你进入误区了, 楚玄开口道, 丁月心中一震, 既然师尊说他进入了误区, 那必然是进入了误区的, 还请师尊解惑, 生怕女人近身, 会乱你的心, 你的见到三关堪破之法, 路走错了, 丁月一正, 回想起自己在白圣山的情形, 不就是排斥寒映吗, 不让他靠近来吗, 因为不自信, 生怕他会影响到自己, 说到底, 自己终究还是没能做到, 看美女不走神, 楚玄看着丁月, 若有所思的样子, 继续说道, 看女人是女人, 看女人不是女人, 身上有女人, 心中无女人, 此才是正确境界, 说着, 把苏仙儿叫了出来, 苏仙儿虽然是小丝装扮, 容颜俏丽, 一眼就看得出来, 是个绝美的女子, 是女人, 你再看, 她还是不是女人, 楚玄的一句话直接给丁月整不会了, 不知该如何回答, 她明明就是女人了, 难道还能不是女人, 她很疑惑, 总觉得世尊的话, 蕴含着玄妙智力, 奈何她愚钝, 无法领悟啊, 楚玄抬手, 朝着院子外一指, 从这里望去, 远处是一座朦胧的山峰, 你看, 那是不是一座山, 是, 得到丁月肯定的回答后, 楚玄同样的迷之问题又来了, 你再看, 那还是不是一座山, 丁月猛了, 那是一座山啊, 不过世尊既然如此问, 必有深意, 回答是一座山, 应该不正确, 她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依旧愣在原地, 看山是山, 看山不是山, 看山还是山, 此三境, 此三物, 楚玄微微闭上眼睛, 高深莫测道, 看山是山, 看山不是山, 看山还是山, 丁月喃喃自语道, 也就是, 看女人是女人, 看女人不是女人, 看女人还是女人, 世尊, 我误了, 丁月突然双眸一亮, 仿佛从顿雾中醒来, 一脸欣喜之色, 目光看向苏仙儿, 你不是女人, 对, 你不是女人, 你就是我雕刻的那个木头人, 你就是木头, 木头就是你, 在我心里, 你不是女人, 但你又是女人, 世尊, 我真的误了, 丁月双手抱拳, 恭敬道, 楚旋看着精神奕奕, 意气风华的丁月, 嘴角又抽了一抽, 总觉得他似乎又歪了, 不管了, 反正, 他现在不会进入极端状态中, 这可把苏仙儿气炸了, 丁月, 来来来, 比划比划一下, 长边一抖, 就缠上丁月, 将他给拉进了小世界, 直接进入了试炼秘境之中, 试炼秘境里传来了丁月的惨叫声, 苏仙儿已经是递境了, 丁月如何是对手, 要知道, 苏仙儿天赋可不比他弱, 修炼的更是太阴素先决, 实力比寻常递境强大多了, 说, 我是什么人, 木头, 你去死, 你在我眼里不是女人, 去死, 你虽然是女人, 但在我眼里, 跟木头人没差别, 去死, 苏姐姐, 别再打了, 再打也是这样, 我误了, 达到了看女人是女人, 看女人不是女人的境界, 下一步, 我就要突破心中无女人, 拔剑可图神的境界了, 丁月一边惨嚎着, 一边念念叨叨, 我相信, 你在师尊眼里, 也是个木头人的, 与木头人无二, 悬然不顾苏仙儿阴沉的脸颊, 此话一出, 苏仙儿仿佛被踩到尾巴的猫, 直接炸了, 去死, 试炼秘境中, 丁月真的被打爆了, 再来, 又把丁月拉入秘境, 然后又打爆了, 师尊, 救我呀, 苏姐姐他疯了, 丁月求饶了, 他觉得, 此刻的苏仙儿好可怕, 楚玄叹了一口气, 下次不要乱忽悠徒弟了, 丁月又被忽悠歪了, 希望网络不会歪吧, 先生, 苏仙儿可怜巴巴的看着楚玄, 你是不是把我当成木头人了, 楚玄嘴角一抽, 正惊到, 别听丁月瞎说, 真的不是把我当木头人, 苏仙儿怀疑的目光看着他, 丁月傻乎乎的, 你也傻乎乎的不成, 楚玄没好气的叹了口气, 我就知道, 丁月那混蛋太可恶了, 果然是穿越过去的宅男, 武侠小说看多了吧, 男人闲着无聊, 镜子创起功法来, 而第一页的第一句, 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句, 欲练此功, 挥刀自攻, 男人名叫楚玄, 就在刚刚, 他将自己玩腻了的试炼秘境, 大方地让给徒弟们试完, 而接下来的时间, 丁月与王洛都在试炼秘境中试炼, 苏仙儿每天也会去试炼秘境试炼一次, 其他时间, 依旧都留在楚玄身边, 整理情报, 顿美味佳肴, 带楚平凡玩耍, 隔一段时间, 就会把丁月拉入试炼秘境里揍一顿, 楚平凡虽依旧是普通人的样子, 似乎连凡镜都不是, 然而他一直在养刀, 他看起来依旧木讷, 笨笨的样子, 不像是个机灵的孩子, 楚玄则一直关注着他的养刀进展, 楚平凡体内, 已经有了一种特殊的运载滋生, 男无佛陀也常常过来听楚玄讲佛经, 楚玄将佛典中的一些佛经, 传给了男无佛陀, 让他自行修炼, 以及感悟新的佛法神通爱, 佛法无边, 你可自行感悟, 试炼秘境, 你也进去试炼一番吧, 熟炼佛法神通, 楚玄最后说道, 是, 我佛, 男无佛陀恭敬行礼, 进入了小世界中, 他以前是魔族, 修炼的是魔族功法与秘术, 如今, 化佛之后, 一身佛法, 却是未曾施展过, 正好, 可以在试炼秘境中, 磨炼一番, 对于男无佛陀, 冰月与王洛, 都很好奇的, 那是一种, 从未听闻过的力量, 既然师尊说, 男无佛陀走得到, 与他们不一样, 却又是同出一门, 因此, 二人就称呼男无佛陀为佛师兄, 对于男无佛陀的实力, 他们都很好奇, 究竟有多强, 阿弥陀佛, 男无佛陀念一声佛号, 双掌一推, 佛光绽放, 煞时间, 无数的手掌, 密密麻麻地拍出, 瞬间将试炼对象, 一位魔族天境八重强者给拍碎了, 好强, 丁业三人一脸震撼, 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男无佛陀, 出手之时, 宛若天威一般, 意识到, 这是一位天境强者, 楚玄默默地看着男无佛陀的试炼, 随着试炼进行, 对于佛法的运用, 开始越来越娴熟, 占魔古地结束之后, 就让佛陀回魔域, 坐魔乱天背后的支持者, 传播佛法, 不魔为佛, 楚玄心中有了计较, 眨眼间, 已是半年后, 丁业修为已经提升到了极致, 底蕴也已经积累足够, 到了突破地境的时候, 他盘息坐在乾坤空间中, 正在准备突破之中, 而此时, 苏仙儿正在突破地境二重, 突破地境, 对于丁业来说, 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无论是积累, 底蕴, 感悟都足够了, 你弟子丁业, 在你教导下, 修炼神速, 突破的地境, 奖励百年修为, 随着丁业突破, 系统的奖励也来了, 楚玄领取了奖励, 百年修为灌输而来, 实力更进一步, 距离天境又近了, 果如所料, 并不足以突破到天境, 楚玄现在的修为, 可以称之为半天境, 接下来, 就要看网络突破地境之后的奖励了, 楚玄评估了一下, 网络突破后, 也不足以让自己突破天境, 修炼, 还是需要靠自己的, 毕竟, 天境是一道天境, 冰月突破地境后大半年, 王洛也积累到了极限, 即将突破地境了, 乾坤空间中, 王洛盘膝而坐, 一道火焰飘浮在他头顶上, 虚空天火, 随着虚空天火的出现, 王洛整个人都煞时间, 宛若化为了一道火焰, 楚玄看了一会儿, 没有继续关注, 而是感悟着自身的修为, 估摸着百年修为奖励, 应该无法突破到天境, 果不其然, 你弟子王洛, 在你教导下, 修炼神速, 突破的地境, 奖励百年修为, 领取了奖励, 百年修为灌输而来, 实力正在缓慢地提升, 距离天境又近了一步, 然而, 并没有突破到天境, 将原本靠自己修炼, 十年左右可以突破天境, 缩短到了五年, 能否在十年之期到来之前, 突破天境, 这要看楚平凡了, 或者, 触发系统的修为奖励, 取出万天境, 连通魔乱天, 楚玄觉得, 最可能触发系统奖励的, 就是魔乱天了, 如今, 魔乱天的实力, 已经提升到了真境六种, 可见其天赋资质的不凡, 不愧是魔狱的气韵之子之一, 每隔一段时间, 楚玄都会连通魔乱天, 为其讲佛经, 并且解惑修炼上的问题, 佛门戒律中, 本不吃昏心的, 楚玄并没有在赤道上, 做任何限制, 他就从没有觉得, 自己搞出来的这个佛门会很正经, 虽然到目前为止, 魔乱天还比较正经, 是一个正经的和尚, 不知为何, 楚玄总觉得, 魔乱天总有一天会歪掉, 每次看到魔乱天, 都觉得他似乎带着一点魔性, 光头正亮, 眉目颇有几分清秀, 师尊, 弟子可否把禅杖换成一把刀, 楚玄一正, 把禅杖换成刀, 魔乱天这个家伙, 受刺激了, 起了杀心, 何故要换成刀, 禀师尊, 弟子常敢念, 世人贪念太重, 心有所悟, 欲助练一把戒律之刀, 楚玄眉头一挑, 魔乱天很有佛法天赋吗, 这就有感悟了, 你由此感悟, 为师欣慰, 便赐你一把戒刀, 取出一把天兵级别的刀来, 楚玄将其炼制一番, 添加一些新的功能, 变成一把戒刀模样, 将戒刀传输给了魔乱天, 谢世尊, 魔乱天何时拜扶, 借过戒刀, 结束与魔乱天的联系, 至于他什么时候, 会触发系统奖励, 楚玄也不得而知, 只是觉得他比较有机会, 楚玄思考着, 还有什么办法, 比较容易触发系统奖励的可能, 突然想到, 收徒魔乱天奖励的机缘秘境, 到现在还没有布置下去呢, 现在布置下去, 指不定什么时候, 会有大机缘的人, 进入秘境, 触发系统的奖励, 可是该放什么机缘进去呢, 楚玄纠结于, 机缘秘境里面, 留什么功法比较好, 他身上的功法秘数无数, 最低也必须是神法级别的功法, 无法修炼到神经的功法, 算什么大机缘, 甚至, 应该放置神法之上的功法, 楚玄想了一想, 掏出一本小册子来, 正好将一门功法, 以圣诗光环加持刻录进去, 突然脑海中, 浮现一个恶作剧的念头, 增加一点东西, 喃喃自语了一句, 微微闭上眼睛, 开始在这门功法的基础上, 按照设想, 推演出一门新的功法来, 掌握的功法秘数多的好处, 就是可以东拼西凑, 加上自己的设想, 推演组合成一门新的功法, 将功法秘数刻录进去, 再施加手段, 将功法自己掩盖, 需要按照要求, 才能开启功法, 给功法取了一个名字, 写在封面上, 辟邪先经, 楚玄在秘籍第二页, 写上八个大字, 预炼此弓, 挥刀此弓, 在八个大字右下角, 用小字注视, 斩根绝念, 明大毅力, 修觉视法, 看着秘籍上的八个大字, 楚玄迪顾着, 应该不会有人这么傻, 看到这一页之后, 直接就挥刀自切了吧, 留一页空白, 在第三页写上, 若不自攻, 亦能修炼成功, 同样在右下角用小字注视, 不经红尘, 何以磨练心境, 古之盖是强者, 无不在宝经磨练, 断根绝育, 修此功者, 懦夫也, 楚玄想了一想, 在第四页, 写上, 若已断根, 懦夫也, 愚笨也, 若无断根, 心智齐全, 必有作为, 第五页写上, 磕头吧, 磕三个想头, 功法自限, 布置完秘籍, 楚玄又忍不住嘀咕道, 应该不会有人, 看到第一页就挥刀切吧, 应该不会的, 上一集好多帅哥私信我, 最后到底有没有人挥刀自攻, 阿飘和楚玄一样, 并不在乎, 当然, 万一真的有傻子自切了, 为了激励对方努力修炼, 楚玄又在秘籍中, 留下了修炼功法大成, 可重生第五只的信息, 如此一来, 就算真有傻子自切了, 为了恢复第五只, 自然会努力修炼, 比任何人都要刻苦了, 至于其他一些可以重生器官的天才地宝, 对方必然会去寻找的, 而这种天才地宝, 都是非常罕见与稀缺, 并不容易找到, 也需要强大的实力, 才能获得, 楚玄也讨历到了, 万一进入机缘历境的是女子, 应该会忽略自切的要求, 继续看下去, 若是不看下去, 错失功法, 只能说是机缘不够, 密集准备完毕, 楚玄接下来准备武器了, 首先, 神兵是必须的, 连神兵都没有, 算什么大机缘, 未必邪仙精准备了独有的武器, 绣花针, 每一枚绣花针, 都牵引着一根细细线, 一共九千枚, 这是一套, 修为越高, 能够施展的绣花针越多, 这一套绣花针, 属于天兵级别, 至于神兵, 则是留了两把细长的匕首, 除了天兵之外, 楚玄又留下了套帝兵级别的绣花针, 以及一把纤细匕首, 武器准备完毕, 接下来是丹药之类的, 首先, 是疗伤用的丹药, 毕竟, 进入秘境的大机缘者, 说不定被人追杀受伤了呢, 因此, 疗伤丹药是必备的, 最低的也是帝丹, 网络炼制了不少, 楚玄直接弄了几瓶来, 各种疗伤丹药都有, 包括治疗神魂之伤的, 连神魂之伤都能治愈, 治愈精神抑制受创, 更是不在话下了, 楚玄检查了一遍, 确定没有遗漏之后, 就将准备的东西, 全都塞入了机缘秘境里面, 手掌拖着机缘秘境, 楚玄抬头看向四周, 思考着该不知道哪个方向, 随着南州天地规则恢复, 与其他州将会恢复通行, 而且某些得罪了仇家, 被追杀的人, 通常都会逃往到茫茫大山中, 就放到与东周的交界处吧, 楚玄有了决定, 手一挥, 机缘秘境冲天而起, 消失在天边, 机缘秘境激活之后, 可以依照楚玄的意思, 布置在相应的地方, 并不需要楚玄亲自前往, 或者让人前往布置, 与东周交界的茫茫大山中, 这里遍布着静置, 危险重重, 妖兽横行, 天际有流光飞射而来, 瞬息到了与东周交界的茫茫大山中, 流光下坠, 昙花一现, 绽放出耀眼的光滑, 落入地下之后, 瞬息无踪, 大山深处, 接近东周地界, 存在着上古残留的静置与结界, 然而都无法阻止流光的下坠, 除了寥寥的妖兽, 发掘了这一道流光之外, 在无人察觉, 有妖兽过来探查, 却是一无所获, 楚玄将机缘逆境布置下去后, 就只能等着, 距离天境布远了, 接下来的时间, 楚玄家把劲修炼, 偶尔也去指点一下魔乱天,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总觉得魔乱天有点不太对劲, 明明是一个素一和尚, 仙尘不染, 气质出尘, 却又隐隐带着一点魔性, 而且, 口中念诵的佛经, 有念叨着楚玄忽悠的他的一些话, 偶尔恍然大悟的样子, 也不知道, 他究竟悟到了什么, 这和尚不太对劲啊, 他是不是把我的一些话想歪了, 楚玄嘀咕着, 看魔乱天的样子, 恐怕又要歪了, 当初就不该说那么话, 瞎忽悠他, 再看看丁月, 那家伙虽然不走极端了, 但依旧不太对劲, 他怕挨揍, 不敢拿苏仙儿来练心, 提升剑道境界, 反而雕刻了好几个女雕像, 放在修炼的周围, 嘴里偶尔嘀咕着, 看女人是女人, 看女人不是女人, 看女人还是女人, 我有点误了, 楚玄心累, 这个弟子是没救了, 当初就不该忽悠的那么狠, 更心累的是, 最近王洛都被带歪了, 丁月某次, 偶发灵感, 让王洛给他炼制一枚幻丹, 吞浮下去之后, 幻念重重, 以此来磨练心境, 寻求突破见到第三关, 等到幻觉消失, 他一脸严重之色, 幻觉里竟然出现女人了, 我果然还是不够强, 王洛受他影响, 竟然也吞浮幻丹, 在幻觉中炼丹, 提升自己的心境, 而且, 还是非常娴熟的递丹, 为此, 他得罪一个结论, 都怪自己的幻觉中, 出现太多美色的缘故, 若是自己的幻觉, 全都是炼丹的, 岂会失败? 楚玄心累, 尼玛, 两个浑蛋血气方刚的, 陷入幻境中, 不出现美女, 那才不正常呢, 除非把自己切了, 算了, 任由他们折腾吧, 楚玄懒得管了, 暗暗告诫自己, 下次收徒, 不要瞎护咬, 师尊, 我有疑惑, 用幻单磨练了一段时间之后, 丁玥与王洛找到了楚玄, 神色很沮丧的样子, 有何疑惑? 楚玄无语了, 特吗, 这是魔障了吗? 师尊, 我每次进入幻境, 都会出现女人, 该如何破此幻境? 丁玥宁重道, 师尊, 我也是, 王洛在一旁附和着, 你们这是有了心脏, 太执着于有或无了, 楚玄只能忽悠下去, 有意是无, 无意是有, 正如真意假假一真, 全在乎心而已, 执着于有无真假, 如何念头通达, 如何专心为一, 修大道, 丁玥与王洛陷入沉思当中, 好伴赏, 丁玥突然开口, 多谢师尊, 我误了, 王洛也紧随其后, 多谢师尊, 我也误了, 楚玄嘴角一抽, 也不知道, 这两位弟子, 究竟误了什么? 时间匆匆, 距离十年之期, 越来越近了, 楚云期间回来过几次, 他的目标, 是突破半地, 毕竟南州无法直接突破地境, 只能突破半地了, 他还年轻, 地境并非无望, 所以楚云并不着急, 突破半地, 他也算是, 站在南州实力之巅了, 暂时而言, 他算是满足了, 楚玄并没有马上帮助楚云突破地境, 他积累还不够, 突破的契机也没到来, 磨乱天已经突破真境九重, 开始行走磨玉了, 肖良一直没有消息, 应该还没有进入南州, 对于肖良能否进入南州, 楚玄并不担心, 有柳飘飘这个天境强者在, 进入南州问题不大, 况且, 肖良修炼了自己传授的逆行脸膝之法, 完全可以躲开探查, 这天, 楚玄看着盘膝坐在乾坤空间里的楚平凡, 平凡木制作的木刀, 横放在膝上, 楚平凡双眼微闭, 稚嫩的脸上, 依旧显得木嫩, 看起来依然是笨笨的样子, 一眨眼, 楚平凡九岁了, 养刀即将满三年, 如今的楚平凡, 已经到了养刀大城的边缘, 即将腾飞而起, 注意看, 这个外表看上去虎虎的小男孩, 专心修炼三年了, 却连凡静小嘎嘎都不是, 而他的师兄们早已突破地境, 谁曾想, 他竟在一天之内连破凡静, 玄静, 灵静, 虚静, 合静, 直到真静, 小男孩名叫楚平凡, 就在刚刚, 楚玄感受到他已经到了养刀大城的边缘, 即将腾飞而起, 他身上的那种气息, 也已经隐隐透露了出来, 苏仙儿与丁月, 王洛三人都意识到, 楚平凡的不简单, 那种莫名的气息, 给他们一种非常强大, 一往无前, 仿佛达到了极致的感觉, 尤其是楚平凡的那柄木刀, 竟然隐隐有了光泽, 并且刀刃变得锋利了一些, 更诡异的是, 似乎与楚平凡融为了一体, 看起来依旧是一把木刀, 苏仙儿三人, 却是知道这把木刀的不凡, 虽然他的名字叫平凡刀, 丁月曾以帝兵斩击木刀, 然而木刀却是毫无损毁, 连一点小祸口都没有, 若是楚平凡有修为, 能够施展这把木刀, 丁月毫不怀疑, 帝兵会被木刀斩断, 认识到木刀的不凡, 丁月还曾向楚玄讨要木剑, 此木, 不适合你, 目前为止, 唯有平凡才能用得上此木制作的武器, 听到楚玄如此回答, 丁月只能打消念头, 楚玄看着楚平凡, 距离楚玄离开, 已经过去了三年, 留在楚玄体内的力量, 并没有被激发, 说明楚玄没有遭遇致命威胁, 依旧还活着, 可能处境不太好, 楚平凡心中其实憋着一股紫气的, 亲眼看着父母被拆散, 父亲为了母亲, 远走他乡, 心中岂能没气, 他要为自己的父母, 争一口气, 为自己讨回一个尊严, 他依旧记得, 那人说的话, 你这是自荐, 与这种废物在一起, 看看你, 生了个什么垃圾, 就没见过, 如此废物的一个人, 这是玷污我们家族的血脉, 楚平凡的脸上, 出现了一些波动, 静心, 楚玄清声道, 楚平凡神情恢复了平静, 身上的气息, 变得凌厉而极致了起来, 横在膝上的木刀, 骤然悬浮而起, 平凡的木刀上, 缭绕着一股霸道, 凌厉, 一往无前的气势, 并且正在逐渐增强, 乾坤空间中, 有大道气息弥漫了下来, 灌入了木刀上, 也灌入了楚平凡的体内, 凡静, 玄清, 凌静, 三年了, 仰刀成, 蜕变时, 楚平凡的气息, 开始提升, 不一会儿, 就踏入了玄境, 接着是凌静, 苏仙儿三人一脸震惊之色, 这是什么天赋, 这是什么修炼之法, 原本, 他们以为, 楚平凡要蜕变, 踏入玄境了, 结果, 踏入玄境又踏入灵境, 依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虚静, 和静直到真静, 苏仙儿三人已经呆住了, 仰刀三年, 瞬息突破到真静, 这要是传出去, 整个九域都要震动吧, 而且, 楚平凡才九岁啊, 最终, 楚平凡突破到的真静三重, 才停止了下来, 你侄子楚平凡, 在你教导下, 入集道, 瞬息突破至真静, 成为有史以来, 第九个十岁以下的真静武者, 奖励三百年修为, 你教导出了有史以来第九个, 十岁以下的真静武者, 有史以来, 第一个九岁入真静的极道修炼者, 奖励极光束, 随着楚平凡突破成功, 楚玄惊喜不已, 系统的奖励, 超出他的预料, 而且, 楚平凡竟然是有史以来, 第九个十岁以下的真静武者, 并且是有史以来, 第一个九岁入真静的极道修炼者, 果然, 开创纪录, 获得的奖励, 更为丰厚, 楚玄没有第一时间领取修为奖励, 而是领取了极光束, 这是一门速度之法, 可以化身一道极光, 瞬息千万里之遥, 而且, 大成之石, 可无视空间, 静置, 结界阻隔, 可化作一道光, 畅通无阻, 修炼成极光束, 几乎遇到任何危险, 都能够瞬息而逃, 十三叔, 我突破了, 楚平凡抱着木刀, 来到楚玄跟前, 昂着脑袋道, 好, 很好, 争取二十岁前, 突破到地境, 楚玄摸了摸他的脑袋, 很是欣慰, 嗯, 我一定会努力的, 楚平凡狠狠地点点头, 目光坚定, 修炼, 也要讲究劳逸结合, 满心都是修炼, 而不好, 你还小, 不要一心沉迷在修炼上, 楚玄不想楚平凡只知道修炼, 这样的童年是不美好的, 虽然他知道, 楚平凡心里, 一直憋着一股气, 却依旧紧亮的, 让他有小孩子应该有的一些童趣与玩心, 而且, 钻牛角尖似的, 只知道修炼, 确实对修炼无意, 十三叔, 我知道的, 楚平凡开心地点了点头, 你要是想出去玩, 也可以出去玩玩, 楚玄招手让汉天惊鹏过来, 你可以骑着他出去玩玩, 说到出去玩, 楚平凡双眼一亮, 来了兴致, 他终究是个孩子, 玩心依旧, 这三年来, 因为养刀, 修炼天极刀精, 因为心里憋着一股气, 所以才没有动过出去玩的心思, 去玩玩吧, 修炼不急于一时, 楚玄摸摸他的脑袋, 好的十三叔, 楚平凡将木刀往背后一挂, 没有刀鞘, 没有绑腹, 木刀直接就贴在他的背上, 仿佛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抱着天灵猫, 让汉天惊鹏变大的身躯, 骑上汉天惊鹏, 直接离开了院子, 天灵猫是天地奇兽, 实力提升飞快, 而且毕竟是系统奖励而来, 修为提升的速度非凡, 如今, 已经是尊敬一重的修为, 而汉天惊鹏, 则是尊敬三重, 有着两只宠物在, 加上修炼极道的楚平凡, 在南州没有任何危险可言, 楚平凡离开之后, 楚玄领取了三百年的修为灌输而来, 实力快速提升, 某一刻, 似乎突破了一道天欠, 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 神魂在蜕变, 肉身也在蜕变, 大道气息灌输而来, 道运融入规则, 预知力也在变化, 宛若变成一个小天地, 天地为我, 视为天境, 天境的预知力, 规则更完善, 宛若一个小天地, 在此天地内, 我知一知便是规则, 在预内, 我便是天, 这就是天境, 某一刻, 楚玄神魂感应中, 有毁灭的气息, 从大道规则中涌来, 天地劫难, 外界依旧风平浪静, 丝毫天地劫难的迹象都没有, 而突破中的楚玄, 却是面对着汹涌而来的天地劫难, 他眉头微微一皱, 原以为突破之时, 因为系统的缘故, 不会有天地劫难, 不想天地劫难, 来得更汹涌, 而且是直接从大道气息中涌来的, 这已经不算是天地劫难了, 而是更高层次的大道劫难, 楚玄丝毫不慌, 他的积累, 不敢说古往今来第一, 也绝对是非常靠前的, 哪怕劫难来自大道, 楚玄也没有丝毫畏惧, 神魂之力涌动, 瞬间构建了一个玉, 并且时光掠夺发动, 瞬间降低了劫难的速度, 一连串手段施展出来, 顺利度过第一波劫难, 随着第一波劫难度过, 楚玄感应到, 自己的实力再次飙升, 神魂蜕变正在加速, 一股诡异的风, 从大道气息中汹涌而来, 接着是火, 水, 雷等等, 不断地涌现而出, 到最后, 楚玄都感受到了压力, 神魂摇晃了起来, 疯狂运转不动如山弓, 一边防守, 一边以百锻炼神术, 不断催炼神魂, 增强抵御能力, 同时, 各种秘术施展而出, 到了此刻, 他依旧没有吞服任何宝物, 楚玄在抵御从大道气息涌来的劫难, 表面上, 依旧是慵懒地躺在椅子上, 没有丝毫异样, 更没有突破天境应有的气势, 楚玄不断抵挡着劫难, 同时感受着自身的不断蜕变, 实力不断提升, 或许是积累越高, 感悟大到越深, 突破天境之时, 实力增长越大, 终于, 随着最后一道劫难度过, 楚玄突破完成, 不论是神魂, 或是肉身, 都发生了蜕变, 欲知力, 更是宛若变成了有形的小天地, 这一次突破天境, 花费的时间, 比突破地境要长得多, 即便如此, 这个突破速度传出去, 可以让有史以来突破天境的舞者, 羡慕极度恨了, 到底是怎样恐怖的存在, 既让我们的天境强者直呼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原来是他自己, 就在刚刚, 楚玄突破了天境, 太快了, 比别人突破地境都要快得多, 简直离谱, 楚玄常常呼出一口气, 终于突破天境了, 果然, 宅着就是好啊, 宅了不到十年, 已经从繁境突破到天境, 这个速度无人可及了吧, 你突破天境, 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天境舞者, 与有史以来最快突破天境的舞者, 奖励小世界升级, 连出道经, 意外之喜啊, 楚玄料不到, 突破天境之后, 竟然会触发系统的奖励, 而且, 自己竟然是有史以来, 最年轻的天境, 也是最快突破到天境的人, 对于最快突破到天境, 在楚玄意料之中, 毕竟还不到十年, 他就突破天境了, 自古以来, 在逆天妖孽的天交也做不到, 开挂的人生就是不一样啊, 楚玄心里美滋滋的, 更是坚定自己继续摘下去的心思, 领取奖励吧, 首先是小世界升级, 随着奖励领取, 小世界开始震动了起来, 南无佛陀, 苏仙儿, 音乐, 网络等一众人慌忙准备离开小世界, 不要慌, 扩建而已, 楚玄的声音传入小世界中, 扩大世界, 莫说苏仙儿三人了, 就是南无佛陀都瞪大一双眼睛, 心中震惊不已, 又有一个小世界, 已经非常令人震撼了, 竟然还可以扩大, 就已经结束了, 升级后的小世界, 扩大到了, 相当于北域, 并且灵气也有了提升, 小世界内最强的生灵, 提升到了尊敬, 天才地宝更是无数, 并且年份更久远, 平凡数也随着小世界升级, 再次长高了一倍, 愈发之凡夜貌, 楚玄接着领取另一个奖励, 援出道经, 这是一枚灵形的晶体, 比拳头略大一圈, 阴晕着玄奥的气息, 道运缭绕, 给人一种大道出生的感觉, 具有吸纳道运, 演化道泽, 提升世界之效, 可演化为大道界, 看完元初道经的介绍, 楚玄道吸一口气, 这是目前为止, 他手中最珍贵, 等级最高的宝物, 大道之精啊, 具有吸纳道运, 演化道泽, 将世界演化为大道界的能力, 并且, 元初道经, 可以寄取道经以上强者的气息, 只要寄取了气息, 就可以以大道为媒介, 让道经强者, 以此进行交流, 至宝, 这才是真正的至宝, 楚玄哪怕手中宝物无数, 看到元初道经的介绍, 都忍不住激动起来, 把玩了一会儿元初道经, 就将其置于小世界中, 如此一来, 小世界就连通了大道, 可惜, 没有道运运养, 否则可以让元初道经, 演化出道泽来, 争取早日突破道道经, 楚玄给自己定个小目标, 神经已经不算什么了, 道经才是他的目标, 只有突破道经, 才能够运养元初道经, 才有机会, 将小世界演化为大道界, 突破神境, 耗费时间会比较长, 除非, 触发系统的大奖励, 然而, 系统的大奖励, 并不是那么容易触发的, 到目前为止, 能够确定触发系统奖励的, 就是弟子修炼速度飞快, 快速突破境界, 如今苏仙儿, 丁岳, 王洛, 都已经突破到了地境, 下一次突破的修为奖励, 只有等三人突破到尊境了, 只剩下楚平凡的突破值得期待, 若是培养出有史以来, 最年轻的地境, 奖励起飞很丰厚, 如今突破到了天境, 万天境可以传输活物了, 也不知道, 能否将魔乱天传输过来, 让他进入小世界中, 尽快将修为提升到地境, 楚玄叹了一口气, 看了一眼院子里的机缘秘境,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吸引到大气运者到来, 或者自己依靠万天境, 主动寻找天赋妖孽者, 楚玄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经常用万天境随机连通各个地方, 意图发现可培养的妖孽, 然而, 始终没有发现, 值得一提的是, 楚玄突破到天境之后, 万天境的印记, 增加到了九个, 如今, 还有六个空白的印记, 楚玄尝试过传输活物, 结果发现, 只能传输合径以下的生灵, 并且灵力消耗极其庞大, 合径以上的生灵, 以他目前天境一重的修为, 竟然支撑不住, 这也意味着, 无法把魔乱天传输过来, 送入小世界修炼, 随着十年之期越来越近, 楚玄也给自己, 增加了娱乐的项目, 比如, 让苏仙儿跳个舞什么的, 苏仙儿很高兴, 终于又让先生重视了, 并且开心地告诉楚玄, 他还会音律, 会弹琴, 于是楚玄炼制了一把琴, 又传给苏仙儿一门音波弓, 让他弹琴消遣, 小日子过得越来越惬意了, 丁月与王洛这对师兄弟, 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小世界里试炼提升实力, 只要二人, 能够在战魔谷地开启前, 将实力提升到地境九重便可, 尊敬可以压一压, 不急着突破, 争夺气韵质宝, 才是重头戏, 触发的奖励, 才更丰厚, 二人可都是气韵之子, 对所在周的气韵质宝, 应当有着天然的优势, 再就是最近被好多帅哥美女惦记的任长河, 这位记名弟子, 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去看了, 估摸着应该差不多快要突破神境了吧, 连接上任长河, 发现他身上生死缭绕, 任长河如今正在闭关突破神境, 只是突破过程需要一个不短的时间, 三五年内恐怕是没办法完成突破, 楚平凡依旧坚持刻苦修炼, 养刀成天极刀精正式入门, 实力每天都在变强, 对于楚平凡来说, 每天的生活都很简单, 修炼, 逗猫, 玩雕, 但要当零食吃, 楚玄将极光束传给的楚平凡, 同样的脸心命形之术也不可或缺, 修炼极道比较特殊, 寻常舞者是看不出来的, 一般舞者也察觉不出来, 他的修为如何, 反而, 给人一种, 似是普通人, 又有些特殊的感觉, 音乐与网络, 修炼极光束, 显得比较困难, 一时半会儿无法入门, 楚平凡却是很快就入门了, 十年之期, 越来越近了, 楚玄充满了期待, 这天, 他掏出万天境, 连通秦莹的印记, 发现秦莹正在那座悬崖上修炼, 龙战霸体已经修炼有成, 曼妙的身姿, 潜藏着强大的力量, 纤细的手臂, 盈盈有那么一点肌肉感啊, 当然, 仅此而已, 距离肌肉美女的形象, 还差得太远, 秦莹已经递进五重的修为了, 楚玄没有与她见面, 万一这个家伙, 找她要恢复男二身的方法, 那该如何恢复, 忽悠她, 楚玄怕自己管不住嘴, 把秦莹给忽悠歪了, 没有打扰, 而是将目光转向南无佛陀, 远处到精致于小世界后, 使得小世界连通了大道, 南无佛陀可以在小世界中直接感悟大道, 如今, 南无佛陀已经天境九重的修为, 时间又过去了半个月, 距离十年之期, 越来越近, 而随着楚玄的努力修炼, 距离天境二重, 已经近了一半, 估摸着, 来个百年修为奖励, 就可以突破到天境二重了, 继续努力修炼, 吞下一枚丹药, 楚玄慵懒地躺在椅子上修炼着, 突然, 系统提示音响起, 你的弟子磨乱天, 顿悟佛法, 修为大掌, 突破地境, 奖励寻道境, 怎么回事, 磨乱天这个家伙, 竟然顿悟佛法, 直接突破到了地境, 而且, 系统这一次没有奖励修为, 没有急着领取奖励, 楚玄第一时间掏出万天境, 连通上磨乱天, 画面来到一片荒山, 幽暗的洞窟里, 似有微弱的亮光从深处透出来, 一身白色僧衣鲜尘不染的磨乱天, 盘膝而坐, 悬浮在半空中, 身上佛光缭绕, 脑后, 更是浮现出了一圈福道之光, 看起来他如菩萨灵凡, 双手合十, 口中念念有词, 颂念着佛经, 楚玄傻眼了, 一段时间没见, 磨乱天这个家伙, 变化太大了, 真的是成佛了呀, 天眼开, 磨乱天低喝一声, 眉心瞬间绽放光华, 一只眼睛睁开, 宛若动魄一切虚妄, 看到这一幕, 楚玄不由的惊叹, 磨乱天果然是与佛有缘, 这就领悟出了天眼通嘛, 刘比普拉斯, 那佛光阴晕, 白衣如雪, 仙尘不染, 加上他相貌不差, 妥妥的不似凡俗中人, 然而, 接下来的一幕, 楚玄差点咬到舌头了, 只见开启天眼的磨乱天, 骤然又是大喝一声, 一道佛光龙里, 自他背后升坑而起, 见多识广的楚玄瞬间亚麻呆住, 男人为了忽悠收徒, 随口瞎编了一门大威天龙, 竟让这个魔族天骄铭记在心, 在佛经中潜心感悟, 还真的创出了这么一门神通来, 男人名叫楚玄, 就在刚刚, 看着自魔乱天后背升腾而起的佛光龙里, 化作一条巨龙, 缓绕在魔乱天身中, 龙银之声浩荡, 威势凛领, 洞窟崩塌, 山势化作积粪, 这一世大威天龙神通, 威力极其不俗, 这弟子不太对劲啊, 楚玄陷入了沉思中, 自己当初忽悠他的时候, 似乎是多嘴忽悠了一句, 什么大威天龙, 世尊地藏的话, 所以, 魔乱天这个家伙, 一直记得这么一句话, 在佛经中潜心感悟, 竟然真的创出了这么一门神通来, 魔乱天身上佛光收敛, 龙影收敛入体内, 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已成为口头禅, 随即离开了荒山, 他赤脚而行, 腰间挂着一把借刀, 面色柔和, 目光澄澈, 突破地镜之后, 魔乱天有了一些信心, 他要传播佛法, 度化世间恶魔, 楚玄对这个弟子, 大为欣慰, 期待着他下一次为自己带来系统奖励, 关闭万天镜, 楚玄领取系统奖励, 寻道镜, 可寻大道, 可寻得道者, 可寄取得道者一缕气息, 楚玄看着手中的小镜子, 上面有一根虚幻的针, 如大道凝炼而成, 竟然是一面, 可以探寻大道, 以及探寻得道者的起宝, 何谓得道者, 应该是道镜强者, 楚玄迫不及待地输入灵力, 想要看看, 九玉是否存在道镜舞者, 又潜藏在何处, 随着寻道镜上的指针转动, 楚玄只觉得灵力, 宛若泄洪一般, 疯狂涌入寻道镜里, 神魂之力, 也受到了牵引, 涌入了寻道镜, 不过几分钟, 楚玄就感觉扛不住了, 慌忙切断了灵力的输入, 镜面上的指针停了下来, 短短几分钟, 并没有探寻到道镜的存在, 或与大道有关之物与有关的地方, 吞下一枚丹药, 恢复消耗, 不急, 每天都探寻一下, 看能否找得到道镜强者, 寻道镜, 可以探寻到道镜强者后, 可以寄取奇异里气息, 一旦被寄取气息的道镜强者出现, 楚玄可以通过寻道镜发现, 而且, 寄取了道镜强者气息后, 楚玄可以将这个气息, 吸纳入元出道镜里, 可以通过元出道镜进行交流, 更可以按搓搓地, 让对方帮自己酝养元出道镜, 以这两件至宝的能力, 对方应该发觉不了, 接下来, 楚玄每天都会用寻道镜, 意图寻找道镜强者的存在, 然而, 十几天时间过去了, 始终一无所获, 难道, 九玉真的没有道镜存在, 楚玄很疑惑, 离开了九玉, 既然不在九玉, 那又去了哪里, 莫非, 有一个上见, 楚玄无奈了, 想要薅道镜强者的羊毛而不得, 心里郁闷不已, 连带着, 都没有兴趣听苏仙儿弹琴了, 苏仙儿更郁闷, 这才多久啊, 先生就不喜欢听自己弹琴了, 先生, 我给你跳支舞好不好, 没兴趣看, 楚玄抬了抬眼皮道, 苏仙儿跺了跺脚, 回头蹲到楚平凡跟前, 小平凡, 姑姑跳个舞给你看好不好, 楚平凡手里拿着木刀, 虎头虎头的样子, 直摇头, 苏姑姑, 我不看, 我要练刀, 苏仙儿气闷不已, 只能去小世界, 找丁月试炼, 揍他出气了, 时间匆匆, 距离楚玄到小院子居住, 即将满十年了, 或许是楚家的发展, 一直蒸蒸日上的缘故, 也或许楚天明思念他那个宝贝儿子楚秋落的原因, 竟然想起来, 自己还有个孙子, 被扔在了小院子里, 于是乎, 就让大管家来, 放楚玄回祖宅, 回祖宅, 没兴趣, 楚玄摇头拒绝, 他都诧异, 楚天明那老头, 怎么突然想起他来了, 这是家主的意思, 莫非十三少, 你要捂逼家主, 大管家诧异楚玄的态度, 我在这里住得很好, 不回去了, 你回去告诉他, 别再来打扰我, 楚玄摆摆手, 侧过身子, 被向着大管家, 这, 大管家都有点生气了, 浑身不自觉抖动起来, 毕竟他可是打心眼里同情这位少爷的, 你就去告诉他, 不要打扰我, 否则我就跟小月儿带着家当离开楚家了呀, 可别怪我没提前打招呼, 大管家心里咯噔一下, 只能无奈回祖宅去了, 混账, 就让他一直在那里待着吧, 听着祖宅里传来的楚天明的咆哮声, 楚玄懒得理会, 这老头有段时间没有咆哮了, 偶尔咆哮一下, 也是有好处的, 至少可以心念通的, 明天, 就是十年之期了, 楚玄满怀期待, 第一个十年啊, 会奖励什么, 五年之期, 奖励了随身小世界, 十年之期的奖励, 必然比小世界更丰厚吧, 为了庆祝自己即将十年之期满, 把苏仙儿叫了出来, 让他换上一套衣裳, 是菱花也被叫过来, 所有花朵绽放开来, 绚丽非凡, 非常迷人, 来, 跳之舞助助兴, 苏仙儿受宠若惊, 怎么突然, 又让自己跳舞了, 还搞得如此大的阵仗, 莫非接下来, 要让自己试起, 这么一想, 苏仙儿翘脸红了, 一颗心通通剧烈跳动起来, 又是紧张又是期待, 跳起舞来, 腰身扭得越来越夸张, 越来越具有诱惑性, 看得楚玄直呼, 这丫头不太对劲, 抬手就是一记脑瓜崩, 在苏仙儿脑袋上拍了一下, 哎呦, 苏仙儿捂住了脑袋, 腰肢也不扭了, 委屈巴巴地看着楚玄, 跳舞就好好跳, 别整些少儿不移的动作, 楚玄喝赤道, 苏仙儿追着小嘴, 随意跳了几下, 就没兴致跳下去了, 可能觉得自己太过严苛, 楚玄取出一罐茶叶来, 让苏仙儿泡上, 这是系统昨天奖励的道运茶, 茶中蕴含道运, 每喝一口, 都等于道运洗涤肉身与神魂, 可谓是质宝, 这茶, 你一个月喝一杯就好了, 多了对你无意, 看到苏仙儿照例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楚玄开口道, 道运茶固然好, 然而修为太低, 一杯下肚, 都要消化好长一段时间, 频繁饮用, 反而有害无益, 知道了, 先生, 苏仙儿抿了一口茶, 只觉得神魂成澈, 脑海清明, 仿佛打开了桎骨, 某些不理解的档物, 都在这一刻透彻了, 双眸一亮, 先生喝的茶, 果然不凡, 楚玄喝完茶后, 就慵懒地躺在椅子上, 等待着宅了十年的奖励, 十年之期已到, 你摘了十年, 请继续再创纪录, 奖励混沌不灭体, 混沌中, 你敢相信, 这位废财少爷, 整整十年没有踏出家门一步, 不仅没有与世隔绝, 反而逃离满天下, 系统更是奖励了他特殊的天赋体制, 宅男名叫楚玄, 就在刚刚, 获得十年之期奖励的他, 第一时间查看了混沌不灭体的信息, 混沌不灭体, 于混沌而生, 亘古不灭, 不朽, 可那万道于一体, 可都道劫, 很牛逼, 亘古不灭, 不朽, 更可以那万道于一体, 也就意味着, 可以修一切大道, 并不会因为两种大道的相克, 而出现冲突的现象, 不愧是第一个十年之期的奖励, 继续查看第二个奖励, 混沌中, 生于混沌, 亘古不损, 可吞大道, 忠祥可传万古, 防御之罪, 可都道劫, 镇压道劫, 同样很牛逼, 乃是世间防御之罪, 亦或是混沌中, 都有可度道劫的说法, 也就意味着, 拥有了混沌不灭体与混沌中其一, 都可以度过这个大劫, 二者俱备, 自然就不用怕道劫了, 楚旋首先领取了混沌不灭体, 亦是仿佛来到了一片混沌之中, 朦朦朦朦朦, 什么都没有, 没有时间, 没有光暗, 一切都没有, 真正的混沌, 骤然, 有紫气弥漫, 光滑照耀,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诞生了, 楚旋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 也在这一刻诞生, 无穷无尽的混沌之气, 弥漫而来, 身体再逐渐长大, 再逐渐成形,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岁月, 某一刻, 身体长成了, 紫气灌输而来, 时间无法在身体上, 留下任何痕迹, 混沌消失, 意识回归, 当意识回归的那一刻, 楚旋感觉到了, 自己身体的巨大变化, 仿佛经历了一次, 无法言喻的脱胎换骨, 远比突破地径, 突破天境, 还要巨大的一种蜕变, 楚旋感觉到, 自己的肉身之强大, 已经无法言喻, 神兵不可伤, 哪怕盗兵, 似乎都无法伤, 楚旋有一种直觉, 此刻的他, 可以吸取天地间的一切力量, 不论是灵气, 魔气, 妖气, 或是各种阴晦毒气等等, 都可以吸纳来修炼, 这就是混沌不灭体的强大, 更让楚旋惊喜的是, 他竟然突破到了天境二重, 并且, 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修炼速度, 增强了百倍有余, 握了握拳头, 楚旋感觉自己的实力, 有了巨大的变化, 寻常天境二重舞者, 借不住他一拳, 这奖励太牛逼了, 再珍贵的外物奖励, 也不如自身来的强大, 楚旋接着领取混沌中, 手中托着一尊小巧的, 古朴无华, 没有强大的气息, 没有镇压一切的霸道, 忍不住, 想要敲一敲混沌中, 听一听他的声音, 是如何声传万古的, 然而, 他却发现, 以目前的实力, 竟然无法敲响混沌中, 转念一想也是, 若是随随便便就能够敲响, 哪还称得上是混沌之宝, 混沌不灭体加混沌中, 楚旋顿势膨胀了, 哪怕是神经, 也灭不了自己, 按捺不住激动的心, 进入试炼逆境, 试试自己的实力如何, 首选, 以南无佛陀为试炼对象, 已经突破到天境九重的南无佛陀, 实力之强, 在同境界之中都是顶尖的, 楚旋在试炼中, 与南无佛陀大战了半个小时, 最终以强大的实力, 击败了南无佛陀, 混沌不灭体的强者, 在试炼中展现了出来, 以天境二重的修为, 逆法击败天境九重的南无佛陀, 楚旋此刻确定了, 自己天境之内无敌, 要知道, 南无佛陀修炼的可是佛法, 一身福到神通强大无比, 他的精神, 也是极其强大的, 在天境九重无者中, 南无佛陀绝对是处于顶尖的存在, 即便如此, 都被楚旋逆法击杀了, 结束试炼, 楚旋取出修炼丹药, 直接一瓶倒入口中, 就是这么霸道, 以前, 一枚一枚的吞服, 修炼速度太慢, 一点都不霸气, 有了混沌不灭体后, 从此不用这么娘们了, 丹药按瓶来吞, 不够了, 系统会奖励, 一点都不用慌, 你摘了十年零一天, 奖励大千道气书, 楚旋领取了奖励, 大千道气书, 是炼气典籍, 记载了繁多的炼气之法, 如万千丹金一般, 不同的是, 这是属于炼气的, 不论是地兵, 天兵, 神兵, 道气, 全都不在话下, 楚旋自问炼气之术, 世间含有人能够比得上他, 否则也不会轻易炼制出天兵来, 然而, 在掌握了大千道气书后, 楚旋才发现, 自己以前的炼气水平, 简直是渣渣, 大千道气书上面, 除了炼制武器类之外, 更有傀儡, 机关, 符等等炼制之法, 楚旋取出材料来, 按照自己的设想, 花了大半天时间, 炼制了两尊傀儡来, 傀儡看起来与人无一, 身上披着甲咒, 手持神兵, 神器级别的傀儡, 目前的实力, 只有天晶五重左右, 楚旋要将傀儡运养到具有神晶的实力, 而元初道经, 无疑是蕴养傀儡的最佳之地, 灵魁蕴养完成, 就拥有了神晶的手下, 可以为战魔古地做准备, 楚旋叹了一口气, 却一个炼气的天才弟子, 像他这种又懒又宅的人, 是不可能辛苦炼气的, 炼制两具傀儡, 也是一时兴起而已, 你宅了十年零二天, 奖励万道正典, 楚旋一正, 昨天是关于炼气的, 今天就奖励关于正法与静制的, 莫非系统要把自己所缺的一切都给补权, 成为一个真正那万道鱼一身的超级牛逼强者, 领取了万道正典, 上面记载了数不清的正法与静制, 入万千丹精与大千道气书一样, 都是藏着繁多的正道的, 楚旋把苏仙儿, 冰月, 网络三人叫出来, 传授他们基础的正法, 以及一些常见的正法与静制, 今天, 为你们讲解正法与静制, 能够学到多少, 是否感兴趣, 全在于你们自己, 圣诗光环开启后, 楚旋开始讲解正法, 以及传授正法与静制, 讲解完毕, 各有收获, 平凡, 可有感悟, 楚旋看向楚平凡问道, 楚平凡天赋特殊, 虽然看起来木讷, 而且笨笨的样子, 实则他可不是愚笨之人, 即到天赋卓绝的人, 岂会是愚笨, 有一些感悟, 刀起阵落, 刀是我的阵, 阵也是我的刀, 刀也只是我的刀, 楚平凡点了点小脑袋, 有什么不懂的吗? 楚旋揉揉他的脑袋, 有一点, 说说看, 楚旋为楚平凡讲解了一些疑惑之后, 楚平凡就回乾坤空间琢磨去了, 你扎的十年零三天, 奖励天玄丹一箱, 天玄丹, 正是天静的修炼丹药, 系统就是大器, 奖励就是一箱, 蜕变为混沌不灭体后, 楚旋修炼起来, 天玄丹消耗极大, 每次修炼不是按没算的, 而是按平算的, 苏仙儿三人, 都在小世界感悟阵法与静制, 如何运用到战斗中, 彼此各有感悟, 王洛在炼制特殊的丹药, 不只是以灵药为材料, 而是以各种炼器材料, 将阵法转刻炼制入丹药里面, 一枚丹药, 便是一座阵法, 丁月以通天剑爵为根基, 以再开创建阵, 苏仙儿同样有他对于阵法的运用与感悟, 楚旋很高兴, 不愧是自己的侍女与弟子, 天父果然离开, 当然也离不开自己的教导, 圣尸光环自然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 楚平凡一直在练刀, 如今他一刀出, 仿佛有大阵附着, 虽不完善, 却有了一个根基, 附上阵法, 只是楚平凡为自己增加的功法手段之一, 他真正强大之处, 依旧是极道杀伐之术, 而想要将阵法与极道杀伐之术融合, 并非容易的事情, 至少目前的楚平凡是做不到的, 时间又过去了三个月, 楚玄的实力不断增强中, 距离天境三重不远了, 画面一转, 来到楚郡外, 荒山之中, 倒握着一道身影, 身上的衣服皆已破破烂烂, 浑身焦黑, 散发着炙热的气息, 头发上在冒着黑烟, 向心睁开眼, 感受着身体的状况, 不禁叹了一口气, 又发作了, 每一次发作, 都生不如死。 伴随着一声惨叫, 少年艰难地挪到一棵古树前面坐下, 可恶, 怪病又发作了, 不知道自己这次还能不能挺得过去, 要是这次真的打了, 也算是一种解脱吧, 少年名叫向心, 与人结伴探索某个上古宗门遗迹, 不料遭遇了暗算, 险些生死, 本以为是自己命不该绝, 谁曾想到又碰上了怪症发作, 还是落得此般禁定, 感受着身体遭受的重疮, 浑身血肉都几乎焦黑了, 精神抑制也遭受了不清的创伤, 想要掏出丹药疗伤, 结果发现, 储物囊已不知丢失到了哪里, 真的要隔屁了吗, 心中万般不甘, 向心挣扎着做起身, 可现在, 他浑身上下, 只剩下了丹田里蕴养着的, 一柄小锤子, 还能做些什么呢, 那是他亲自打造, 最弃合他的武器, 以及炼气所用的锤子, 然而, 没有丹药, 如何治疗身上的伤势, 再不治疗的话, 根基受损, 后果不堪设想, 奈何自己只是一个炼气世家的数字, 又身患怪症, 从小到大受尽欺凌, 咬紧牙关, 亮呛地站起身, 结果浑身骨骼的炙热气息, 愈发强烈, 仿佛被火断烧一般, 感叹此生最大的成就就是, 还能锻造出与自己心意相通的异禀武器, 本以为此次深入古迹能改变命运的, 可是, 向心陡然神色一正, 忍不住发出一声惨呼, 手指上的胶黑血肉, 剥落了一块, 露出了止骨, 向心发现自己的止骨, 竟然是赤红色的, 宛若有火焰在燃烧,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向心明白自己身上的怪症, 与赤红的骨骼有关联, 然而他却是不知道, 这究竟是什么怪症, 查遍古籍, 也没有找到答案, 向家并非小家族, 传承久远, 实力强大, 族内有天境强者坐镇, 更是炼气世家, 即便他出身不好, 只是一个数子, 在家族天赋检测之时, 族老也是为他检查过身体的, 也未能知道他的怪症究竟是怎么回事, 甚至被传为不祥, 因此一直都遭受歧视的目光, 遭受同辈的排挤与唾弃, 向家怪物之名, 一直伴随着他, 向心看着赤红的植骨, 经不住抱头蹲下, 想起从小到大, 一直遭受的排挤与唾弃, 受尽种种屈辱, 不受长辈待见, 家族的修炼资源, 都与他无关, 所有的一切, 都要他自己去挣, 在家族所有数子中, 他是垫底的, 向心忍不住哭了起来, 随着痛哭, 他身上的一些焦黑的血肉, 也随着剥落, 露出了赤红的骨头, 就像是烧红的铁, 散发着炙热的气息, 向心躺在地上, 努力睁开眼睛, 看着天空, 努力呼吸着, 或许, 过不了多久, 他就看不到天, 无法呼吸了, 一道女子声音传来, 接着向心的眼中, 出现了一道歉影, 伴随而来的, 还有一股淡淡的心香, 那似乎是时常与灵药为伴, 时常炼制丹药, 而沾染上的淡淡淡香, 怎么有人大白天睡在这里, 不对啊, 看这样子好像是快得了, 楚云想起十三哥常常教导自己,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你遇见本小姐算是命不该绝啊, 随即掏出小瓶子, 准备上药, 正好自己最近新炼了一种顶级嗨红丹, 便宜这小子, 此丹可是自己苦练七天七夜, 用的都是上好药材, 不管它是风湿骨痛, 还是跌打扭伤, 保证要到病厨, 楚云非常自信地为少年吃了一颗, 随着药效显示, 发出痴痴的声音, 宛若水洒落在烧红的烙铁上, 楚云伸出手指, 敲了敲向心身上的骨骼, 哎哟, 好烫手, 怎么没反应呢, 喂, 你能说话不, 楚云纳闷了, 不应该啊, 向心张了张嘴, 却说不出话来, 不过, 随着丹药融入身体, 他感觉舒服了一些, 伤势稍稍得到了控制, 然而, 依旧无法把他救回来, 向心不抱希望了, 这个炼丹师, 只是个小姑娘, 比自己大不了多少, 哪有能力救自己, 楚云明亮的毛子, 越来越亮, 虽说自己这药还没给人吃过, 但也不该是这种效果了, 趴在地上的向心, 此刻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班, 多希望眼前这位美女姐姐, 能够继续加大药力啊, 千万别因为自己是娇花而怜惜自己, 眼见向心依旧一动不动, 楚云有点慌了, 不会是让自己给彻底致死了吧, 还是回家找高人吧, 说吧, 掏出一个大袋子, 把向心装入里面, 拎着袋子就返回楚家族地, 向心感受着袋子散发出来的清凉之气, 身上的痛苦得到缓解, 伤势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控制, 而且, 怪症的发作, 似乎正在退去, 又捡回一条命了, 向心不知道自己该高兴, 还是该悲伤, 尤其是接下来的命运又会如何, 这位姑娘, 会如何处置自己, 当成怪物来研究, 即便如此, 以她目前的情况, 也没有办法逃啊, 十三哥, 十三哥, 我捡到个宝贝了, 也不知道, 她算不算是个人, 云儿, 你怎么风风火火呢, 楚玄突然有点不习惯, 毕竟此时的云妹已是楚家公认的接班人, 还是稳重些要好, 这不是着急回来, 见我最敬爱的无敌十三哥吗, 楚云却不以为然, 满脸调皮状, 还有, 我还带回来一个, 尚未说完, 突然发现院子里多了好多人, 楚云眨了眨眼睛, 院子里什么时候, 多了三个人了, 十三哥, 他们是, 他们是你十三哥的徒弟和侍女, 楚玄介绍道, 对了, 云儿小姐可是你们的师叔, 楚玄回过头郑重地向三人介绍道, 你们都自我介绍一下吧, 见过云师叔, 我是王洛, 云师叔好, 我是丁岳, 见过云姐姐, 我是侍女, 苏仙, 听吧, 楚云并未觉得惊讶, 果然是我十三哥, 都说徒弟了, 传道授业解惑吗, 楚玄腼腆一笑, 对了, 云儿, 你背个麻袋干什么, 女孩进山采药, 归来时, 竟用麻袋装了个野小子, 惹得他哥惊呼卧槽, 我妹扛了个野男人回来, 女孩名叫楚云, 年纪轻轻, 便已被秦国四大家族之一的楚家, 定为组长候选人, 靠的不是他的身材, 而是炼耀天赋, 就在刚刚, 楚玄看到楚云, 兴冲冲地扛着个麻袋跑进来, 觉得有些诧异, 云儿, 你背的麻袋干什么, 哦, 刚刚聊天都差点快忘了, 还有这个大事没解决, 说吧, 回头看了看身后的大麻袋, 十三哥, 云儿就是为了他, 才来找你的, 嘿嘿, 接着, 楚云竟从麻袋中道出一个怪人来, 十三哥, 你看, 他的骨头是红红的, 像烧红的铁, 而且很烫手呢, 楚云指了指向星的裸露的骨骼, 惊奇地问, 十三哥, 你觉得他是个人吗? 众人目光煞内间都看向了地上的向星, 全都一脸惊奇之色, 伸手在他裸露的骨骼上悄悄打打, 骨头竟然是红色的, 而且非常炙热, 这人好惨啊, 看他的样子, 与我们年纪相仿, 却要忍受这种非人的煎熬, 楚玄丁的向星看, 越看越满意, 炼气的天才终于是上门来了, 又要多一位天赋卓绝的弟子了, 是人, 这个人有种特殊体质, 而这种体质会让人骨弱火焚, 疼痛异常, 抑制薄弱者会疼痛而死, 先生, 那他这是什么情况? 修炼的特殊功法, 苏仙儿好奇地问道, 众人都看向楚玄, 想要知道答案, 毕竟这个特殊体质的怪人, 眼看着就快要嘎了, 不是修炼的功法, 楚玄摇头, 这不仅是种特殊的体质, 也是一种很强大的天赋, 向星蠕动了一下嘴唇, 想说话, 却又说不出来, 那位叫做十三哥的人是何方神圣, 只一眼就看透了我, 我现在要是能开口就好了, 向星内心既紧张, 又兴奋, 大哥们, 现在的当务之急, 不是救救我吗, 不要再讨论病情了, 快动手吧, 楚玄似乎听到了向星的心声, 你们赶紧闪开吧, 再让你们讨论会儿病情, 他可真没救了, 十三哥, 还得是你啊, 师父高见啊, 众人尴尬的一顿吹捧后, 给楚玄让出了一条道, 此刻最激动的当然要数这个受尽煎熬, 又无法开口的向星, 十三哥, 圣明啊, 等给我治好了, 陛下给您老人家来个三位九寇, 只见楚玄不慌不忙地掏出一颗金黄色的地丹, 地向向星, 此丹药尚不足以彻底治愈你, 不过却能将你从生死边缘拉回来, 丹药逐渐被向星吸收, 还得是十三爹出手, 我现在周身上下火坟般的感觉竟消失了, 身体也在逐渐恢复知觉, 真的把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了, 好半场, 向星感觉自己又能醒了, 激动的都快要哭了, 多谢姑娘救命之恩, 又看向楚玄, 带着期待, 又紧张地跪倒在地, 小子我方才神魂尚存, 听到了十三爷与诸位对话, 在此拜谢十三爷救命之恩, 有理啦, 不用这般称呼, 我叫楚玄, 称呼先生便是, 楚玄露出雌父般的微笑, 还不知你姓名呢, 小子向星, 多谢先生搭救, 小子今后愿为先生直边坠瞪, 为奴为仆以报大恩, 嘿嘿, 又赚到了, 在楚玄眼里, 向星的来历原由, 全都一清二楚, 向星, 南域东周向家树子, 因其母服用火之道果, 血脉蜕变, 天生火谷, 误入上谷跨域大镇, 意外来到北域南州, 前辈, 我这真的是特殊体质与天赋吗, 为何我感觉不出来, 反而, 时常折磨我, 你这叫天生火谷, 一种非常特殊的体质, 楚玄坐回椅子上, 等我为你彻底去除其中隐患, 才能摆脱这十谷之痛, 彻底脱胎换骨, 踏足你从未想过的道路, 天生火谷, 众人都是一愣, 我未听闻这种特殊的体质, 向星也愣了, 他曾辩查古籍, 四处打听, 始终没有答案, 在先生眼里, 自己的来历原由, 全都一清二楚, 先生不仅救我性命, 还能让我变得更强, 这般恩德, 我做牛做马都无以为报啊, 向星, 去除隐患过程中会异常痛苦, 你可要坚持住啊, 向星一愣, 紧接着大喜, 这就要替我彻底根治了, 我能行的, 只见楚旋双手一挥, 灵力裹挟着凝聚成团的丹药, 便汇聚于掌心, 有这些丹药的辅助, 向星应该能减少很多很多痛苦, 走你, 楚旋单手推出一道灵力, 伴随着丹药一起飞向向星, 这是什么神仙操作, 向星尚未反应过来, 丹药和灵力便已消失在自己体内了, 这就开始了, 轻轻松松嘛, 可是下一秒, 向星只觉得体内那霸道的灵力, 即将撕裂自己的神魂一般, 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可是自己经历了无数次疼痛与折磨, 怎么能在如此关键时刻放弃, 脱胎换骨, 就在今日, 伴随着一道霸气的灵力, 冲破院子, 众人被谎得的睁不开眼, 这就是天生活骨的潜力吗? 好强, 这等天赋绝不在我等之下, 灵光散尽, 向星悬于半空, 结束了吗? 我这是扛过来了, 楚旋看着脱胎黄的向星, 那是相当满意, 没错, 你成功了, 师父, 弟子向星, 恳请收留, 神清气爽的向星扑通跪在地上, 楚旋不带丝毫犹豫, 为师收你了, 快起来吧, 你收了一位天生活骨的弟子, 奖励大日焚天爵, 楚旋领取了奖励, 这门功法正好是最契合向星的, 可以将他的天赋完美地释放出来, 你收下好生修炼, 彻底激发活骨天赋后, 为师在传你练气之道, 向星从小到大, 哪受过此等厚爱, 顿时泪流满面, 多谢师父, 爱见世尊, 熟悉了几天, 与丁月, 网络等熟试后, 向星来到楚旋跟前恭敬的行李, 为师没有太多的规矩, 你师兄都跟你说了吧, 楚旋对向星这个弟子, 是很满意的, 以后要炼制什么, 打砸的什么, 都可以交给这个弟子了, 知道, 大师兄已经跟我说了, 入门第一条规矩, 就是要做到, 心中无女人, 向星点头道, 丁月这个混蛋啊, 楚旋黑着一张脸, 磕磨的, 刚收个弟子, 自己都还没有忽悠呢, 就被丁月给带歪了, 都是自己的锅, 忍了, 楚旋没有纠正, 你只需记住, 不要做舔狗就行了, 是, 师尊, 向星大代能知道, 舔狗是什么意思, 你的来历, 为师已知晓, 并且你身怀大因果, 只有不断强大才能不负自身的天大机缘, 那也是你实力强大之后的事情, 楚旋语重心长当, 向星心头震动, 师尊竟然什么都知道, 这是真正的绝世强者呀, 必然是窥探天机, 算到自己的来历了, 同时心中疑惑, 自己身怀什么大因果吗, 抬起头问道, 师尊, 弟子身怀什么大因果, 当你知晓时, 自然会知晓, 不会知晓时, 就无需知晓, 好好修炼便是, 你只需记得, 有为师做你的靠山, 无需担忧什么因果, 说完, 楚旋便备手离去, 是, 多谢师尊, 向星感动不已, 楚旋欣慰, 这孩子很有礼貌, 颇为尊师重道, 去吧, 需要什么修炼丹药, 找你二师兄便是, 是, 弟子倒退, 向星功身后退, 进入小世界修炼去了, 楚旋觉得, 单以意志坚定而论, 订阅与网络, 都要比向星稍训一点, 三天后, 向星彻底降服了火谷, 激发了火谷的天赋, 楚旋将大迁到气书的部分炼气之法, 传给了他, 包括入门弟子的配套功法秘术, 如不动如山弓, 百锻炼神术, 脸心逆行等, 传授完毕, 就交给向星一项任务, 炼制子母通训服, 并且在此基础上, 以大迁到气书上面的一些记载, 进行改进, 算是对他的一个考验, 对了, 你运养的那个小锤子, 算是有些成长价值, 但想要蜕变, 需要不短的时间, 楚旋开口道, 向星心中再次震惊, 师尊竟然知道, 自己体内运养的小锤子, 转念一想, 又觉得理所当然, 师尊是何等存在, 岂会不知道, 将小锤子取出来, 这是一个拳头大小, 方方正正的小锤子, 雕刻了一些图案与纹路, 师父, 这柄小锤子是我小时候炼制的, 这些年来早已与我心意相通了, 虽说不是明贵之物, 但是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请师尊指点, 看到这个小锤子, 楚旋也不禁感叹, 向星不愧是南欲东周的气韵之子, 年纪轻轻, 修为不高, 竟然能够获得这等宝物, 师父知道这柄小锤子对你的意义, 但是它蕴含的真正力量你还没有发觉出来, 听得向星一愣一愣的, 小锤子的真正力量, 没错, 只见楚旋时只轻轻一点, 一道蓝色灵力飞向小锤子, 灵力迅速包裹住小锤子, 不一会儿, 小锤子周身便已出现肉眼可见的裂纹, 小锤子是向星自己炼制的, 它却浑然不知, 其中的核心材料, 是一种特殊的宝物, 可以炼制盗器, 净化为盗器的宝物, 哪怕神经强者看到了都会心动, 小心, 别慌, 你这锤子的核心灵魂还没有酝氧到位, 而且你暂时还不具备炼制盗器的能力, 所以, 到目前为止, 这柄以小石子为核心的锤子, 充其量只是下品地兵, 而且你这个小锤子, 核心有盗器之机, 然而要蜕变, 并非一朝一夕可乘, 以后来炼制的锤身, 太过粗糙, 楚旋抬手一招, 小锤子落入他手中, 微微一震, 小锤子就破碎了, 露出核心材料, 向心心疼不已, 瞬间实化, 但碍于是自己师父损坏, 只得轻轻叹了一口气, 小心放心, 为师不会伤到小锤子的, 为师只是为他也来了一次脱胎晃骨罢了, 只见楚旋在一挥手, 一团银色的液体, 出现在手中, 将小石子包裹进去, 又是一顿操作, 没过多久, 小锤子重新出现, 用的材料更高级, 并且从地兵, 退变为天兵, 诺, 就是这样子了, 只见一柄精美绝伦的小锤子出现在楚旋手上, 向心震撼不已, 就这么简单, 一挥手就练着好了, 而且是天兵, 不愧是世尊啊, 将小锤子扔回给向心, 好好酝养吧, 为师为你加快了他的蜕变速度, 你继续在体内酝养, 他的终点, 可不是天兵这么简单, 多谢世尊, 向心激动不已, 随后, 楚旋挥手让向心自己修炼去, 又是三个月时间过去, 楚旋终于突破到了天晶三重, 实力再次翻倍提升, 如今, 他击败南无佛陀, 一两分钟就可以做到了, 若是一动手就开大的, 几乎可以秒杀, 楚旋开始了新一天的修炼, 突然, 你弟子魔乱天, 传播众生平等理念, 击败千人魔族卫队, 奖励魔点, 不对劲, 还有意外收获, 魔乱天这个弟子, 是怎么回事, 怎么感觉, 越来越不像的正经和尚呢? 注意看, 这个小和尚是唐僧转世吗? 仅凭一张嘴, 就能让人魂飞烟灭, 小和尚名叫魔乱天, 乃是魔界气韵之子, 就在刚刚, 魔乱天的一顿骚操作, 让楚旋获得了意外奖励, 但始终觉得这个弟子 越来越不像个正经和尚, 于是赶紧掏出万天境, 连通魔乱天所在, 看看魔乱天这小子 到底在搞什么飞机, 一座小城外, 尸体遍地, 血腥未冲天, 在遍地尸体中, 站立着一个光头, 那一身白衣纤尘不染, 眉目清秀, 目光澄澈, 又带着些许悲悯之态, 手握戒刀, 口中默念恶弥陀佛, 城楼上, 城主瑟瑟发抖, 脸色苍白, 看着一脸慈悲像的魔乱天, 惊魂未定的城主 一直重复着那句, 你, 你是魔鬼, 你, 你别过来啊, 魔乱天将戒刀挂回腰间, 立地成佛, 怎么还让我放下屠刀, 这些魔不都是你杀的吗, 城主哆嗦着, 善灾, 善灾, 平僧慈悲为怀, 只是在为他们超度而已, 岂会杀生, 魔乱天和蔼一笑, 充满慈悲之意, 城主的内心几乎崩溃的, 你特么还慈悲为怀, 不会杀生, 我那些护卫, 是被狗杀的吗, 这个光头, 就是一个魔鬼, 神经病啊, 楚玄嘴角抽了一抽, 魔乱天这个家伙, 太特么魔性了, 不愧是魔狱的气韵之子之一啊, 都入佛门了, 都这么魔性, 而且, 魔乱天是不是把佛法感悟哀了, 为何如此不对劲呢, 这边, 魔乱天冷冷吐出四个字, 执迷不悟, 说吧, 街道已再次出现在手中, 看来有必要净化一下你这肮脏的灵魂了, 几个意思啊, 破防了, 这不明显玩不起吗, 城主惊悚的眼神满是绝望, 阿弥陀佛, 一掌拍出, 浩瀚的佛力汹涌, 瞬间将城主的肉身摧毁, 只留下了城主猛逼的神魂, 秃头, 你不是说不杀我吗, 城主既惊恐又愤怒地吼道, 神魂正要顿逃, 结果一只波云笼罩而来, 将他的神魂收了进去, 施主, 平僧何曾杀你, 毁你罪孽之身, 是为了超度你啊, 带平僧净化你之神魂, 度你皈依我佛, 城主神魂若是可以吐血, 这会儿肯定吐血三生啊, 破口大骂, 并且数次横冲直撞, 想要逃离, 磨乱天无视城主的破口大骂, 来到了一座小山头, 他盘膝坐下, 波云放在掌心, 看着波云, 施主, 平僧这就为你超度, 净化你的罪孽, 说完, 口中念诵佛经, 一道道福道经文, 飘入波云里面, 城主神魂大叫, 双手捂着耳朵, 在波云里翻滚着, 秃头, 你杀了我, 杀了我吧, 我不要你超度了呀, 太恐怖了, 太难受了, 太痛苦了, 不行, 施主, 你要诚恳反省, 待净化罪念后, 可归于我佛, 磨乱天继续念经,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波云里继续传出 城主神魂的阵阵惨毫声, 磨乱天看着手里的波云, 目光低垂, 轻叹一口气, 施主, 你这态度明显不诚恳啊, 看来是对我佛的了解还不够透彻, 了想当初, 我也如你一般执拗, 直到师父的出现点醒了我, 才使得我大彻大悟, 磨乱天眼中满是对楚玄的敬重, 看到这里, 楚玄也是一身的鸡皮疙瘩, 这个磨乱天, 还有脸提我, 看来得找个时间纠正一下这小子, 继续放任不管, 怕是要走歪落, 当然, 如果你能真正感受到, 我师父所创的福到, 那平僧今日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眼见难得的清静, 城主破口大骂, 托你大爷, 我说你这死秃驴, 怎么这么变态, 感情是有个比你还变态的秃子骄的, 真的是,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放肆, 竟敢侮辱我失尊, 磨乱天一改慈祥之色, 目光中闪过一色杀意, 我要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随即开始诵经, 但已不再是超度至今, 城主只觉得, 自己的神魂似在被什么东西灼烧一般, 疼得他肌里呱啦乱吼, 太痛苦了, 太难受了, 杀了我吧, 表情逐渐扭曲, 神魂也逐渐裂开, 直至消失不见, 阿弥陀佛, 施主, 你罪孽太过深重了, 平僧把你的罪孽净化完了, 你也没了, 你我佛无缘啊, 磨乱天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充满了悲悯, 楚玄无语啦, 这个磨乱天, 真是太歪了, 完全就是野蛮生长, 而且他注意到, 磨乱天已经递进二重了, 他可没有在小世界里修炼, 没有进入时间逆境, 这等修为提升速度, 非常惊人, 看到磨乱天的变化, 楚玄不由的沉思, 红为气韵之子, 为何丁月与网络, 没有这种巨大的变化呢, 固然, 二人天赋绝顶, 修炼速度不慢, 然而与磨乱天一比, 就显得差了不少, 或许, 气韵之子应该放养, 而不是关在家里, 身为气韵之子, 秉承着气韵, 必然是在闯荡中, 获取其气韵所带来的的蜕变与机缘的, 楚玄想明白之后, 心里就决定, 让丁月与网络二人出去闯荡, 想通了这一点, 楚玄把丁月与网络叫了过来, 你二人修炼至今, 不敢说同皆无敌, 也是顶尖的, 一直待在小世界里, 哪怕进行试炼, 也不足够, 是时候, 出去闯荡闯荡了, 男人让女人挂在自己身上, 禁止为做事业, 还是那种不成功, 变成人的事业, 男人名叫丁月, 乃楚玄弟子, 就在刚刚, 楚玄决定让徒儿们出去闯荡一番, 为师也知道你二人的遭遇, 该回去泄愤的泄愤, 该历练的历练, 但是此行最重要的是, 突破自己, 这就是为师教定你们的重要人物, 说吧, 楚玄看向王洛, 为师知你的遭遇, 也想着回去镇压敌人, 宣泄心中的怨气, 你可以回去了, 王洛眼眶红了, 突破地镜后, 他就有这个想法了, 以他的实力与天赋, 可以炼至天丹了, 放眼整个北域, 丹到异图, 谁人能比得上自己, 师尊, 弟子必定阵师门之威, 王洛拜扶在地, 恭敬地磕了三个响头, 你俩虽有大气韵, 能够逢凶化吉, 但既是为师弟子, 自会给你们一些保障, 楚玄手一挥, 一道力量显化而出, 直接融入了二人体内, 此乃为师的一缕力量, 神境之下宝你俩无恙, 若有需要, 可将此印记, 打入敌人, 为师都会出手将有印记之敌人或禁制摧毁, 弟子明白, 谨遵师尊教会, 跪拜之后, 丁岳与王洛这对师兄弟, 离开了小院子, 各自闯荡起来, 至于什么时候回来, 楚玄给王洛的要求, 是在战魔谷地开启前回来, 丁岳就算了, 他就在南州, 回不回小院子随他, 先生, 苏仙儿可怜巴巴地探着他, 他也想回中州, 镇压敌人, 打爆曾经意图寄予自己的混蛋, 爆当初逼婚之仇, 搅乱苏家, 让他那个混账爹后悔去, 你走了谁时候我, 楚玄美好气道, 你那点破事急什么, 你猜什么实力, 等到天静的时候, 再回去镇压就是了, 又要不了多长时间, 好吧, 苏仙儿一想也是, 急什么, 天静并非遥不可及, 在小世界修炼, 只会越来越快, 一旁的楚平凡, 眼里也是充满向往之色, 他修炼愈发努力了起来, 只要实力强大了, 就可以去东州寻找父母, 不是垃圾, 两个气韵之子弟子都派出去了, 楚玄期待着, 他们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奖励, 向心实力不断提升, 尤其是炼气水平, 更是有了巨大的进步, 看来可以准备那个计划了, 原来, 楚玄计划将主母符, 通过原初道经, 连接大道, 如此一来, 就可以负荷庞大的讯息流转了, 但是难度不小, 最低也需要是道气级别,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道气, 为了足够坚固, 不会损毁, 楚玄可以结了一段平凡木, 来作为道气的核心根基, 楚玄给这件道气, 起名为天道符, 属于所有通讯符的天道, 掌控着一切, 为了炼制天道符, 楚玄可谓是下了不小功夫, 向心在一旁看着, 偶尔打下手, 他非常震撼于师尊的手段, 炼制道气都如此轻松, 而且, 还不是一般的道气, 师尊太强大了, 楚玄花了半个月时间, 终于将天道符炼制完成, 说是符, 形状实则是一个拥有99面低菱形晶体, 人头大小, 散发出阴晕的光芒, 而且很顺利地就和赤母符连接上了, 看到这里, 向心展现出了自己炼器世家的职业素养, 我觉得可以进行分类, 比如低级炼制之法, 高级炼制之法, 一次性通讯符炼制之法, 一次性通讯符是属于保密类的, 给特殊需要的人准备的, 听得楚玄大家赞赏, 直夸向心果然很有天赋, 想得很周到, 那么剩下的其他通讯符, 就交给向心去炼制去研究了, 向心可以培养成负责天道符, 天道计划的实行者, 只要通讯符推广出去, 计划实施成功, 以后不论哪个势力, 只要用通讯符的, 对楚玄而言, 都不会有秘密, 哪怕将通讯符的炼制方法传授出去, 只要是属于天道符炼制体系的, 不论谁炼制, 传递讯息, 都必须通过天道符, 目前的天道符, 只能算是初始的天道符, 随着楚玄实力增强, 尤其是突破到道径之后, 天道符会再一次增强, 真正的做到, 如天道一般, 遍布整个九域, 这个庞大的计划, 楚玄谁都没有告诉, 哪怕是向心, 他只猜到了一些, 却不是全部, 你晋级思动, 足不出户, 开启天道计划, 奖励神魂运道义, 意外惊喜, 竟然触发了系统的奖励, 楚玄欣喜不已, 果然, 不经意间, 总是比较容易触发系统奖励, 而且奖励的东西, 都不简单, 领取奖励, 瞬间, 楚玄只觉得一股玄之右玄的意境, 笼罩在他神魂上, 整个人都陷入了玄妙的感悟中, 神魂对道有着一种特殊的清静之感, 修为竟然在这一刻快速提升, 等到楚玄从感悟中醒来, 意境突破到了天境四重, 而且, 楚玄惊喜地发现, 他竟然可以清晰地感应到大道的存在, 并且隐隐有道运酝养自身, 神魂散发出浓烈的道义, 仿佛他的神魂, 就是大道一般, 修炼速度再一次得到提升, 突破神境, 指日可待, 取出窥天境, 楚玄打算看一看, 丁月在干什么, 丁月与王洛离开时, 楚玄将窥天境的印记印在二人身上, 就是为了可以随时看到二人的情况, 画面展开, 丁月正在一座山头上, 仙子万红的花朵, 遍布在山头上, 如同来到了花中国度, 一道倩影, 站在丁月身前, 寒硬梦, 丁月去了飘花阁的地盘, 你来我飘花阁做什么, 寒硬梦好奇地看着丁月, 丁月看着巧笑倩兮, 容颜绝利, 身材曼妙的寒硬梦, 沉吟着开口道, 我能请你帮个忙吗, 寒硬梦双眸一亮, 丁月竟然来找自己帮助, 好事啊, 你说, 只要我做到的, 一定帮, 你挂我身上来试试, 丁月正重道, 挂你身上, 你帮忙, 丁月看着他仗红着脸, 眼中似乎有怒火, 皱着眉头道, 你若是不愿意, 那就算了, 我找别人去, 我愿意帮忙, 寒硬梦咬牙答应了下来, 不就是挂在他身上吗, 整个南州, 除了丁月之外, 谁配自己往他身上挂, 既然愿意, 那来吧, 丁月站直身体, 神情凝重, 寒硬梦看着丁月, 如此凝重的神情, 倒是好奇了, 他为何要自己挂他身上, 并非有着不良企图, 收敛心神, 走上前来, 伸出一双玉壁, 勾在丁月脖子上, 翘脸经不住红了起来, 暗自一咬牙, 一双线长的玉腿, 直接盘在丁月腰间, 整个人挂在了他身上, 丁月感受着柔软的娇躯, 搂抱着他, 心神不禁一阵摇晃, 医生念叨着, 身上有女人, 心中无女人, 师尊, 我还是太弱了, 做不到啊, 我还需要继续努力, 这样白天竟只是被拿来做实验, 另一边的楚旋也被气得吐血, 丁月这个家伙没救了, 还以为他开窍了呢, 结果就是为了这个, 这么大, 我教导了你那么多话, 忽悠了你那么多东西, 你就记住了这么一句话, 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检验自己, 有没有做到身上有女人, 心中无女人的境界, 这混蛋, 助孤生啊, 注意看, 这个浑身道运环绕的道径大佬, 光天化日之下, 被人活生生地抽取了一缕气息, 竟只为建一个道径聊天群, 叔叔能忍, 审慎也不能忍啊, 抽大佬气息的人叫楚旋, 就在刚刚, 看见徒弟身陷追求心中无女人的境界, 他感到心好累, 为了不让丁月做甜狗, 结果忽悠着, 把人给忽悠成这样了, 丁月神情极其凝重, 抬手揪住寒映梦的衣领, 直接把他给揪起来, 扔到一边去了, 我一定会, 看破无上见到三观的, 丁月目光坚毅, 身形化作一道见光, 冲天而起, 转瞬消失, 啊, 寒映梦气疯了, 气势爆发, 整座山头的花朵, 全都化作了鸡粉, 丁月你个混蛋, 登徒子, 我寒映梦与你没完, 太可气, 太可恨了, 楚旋很无语, 丁月这丝是猪孤生的存在, 没救了, 关闭亏天静, 接着连接王洛身上的印记, 王洛已经离开了南州, 回到了北州, 楚旋看到王洛, 戴着一张面具, 非常低调的样子, 修为也压制到真净, 竟然在参加北州的青年俊杰单道大赛, 这场单道大赛, 是由北州几大势力联合举办的, 属于北州盛世之一, 王家身为北州单道世家, 传承久远, 势力强大, 正是举办者之一, 王家的俊杰也参与了这场大赛, 每次单道大赛, 王家都几乎包揽前三, 展示出北州第一单道世家的风姿, 王洛戴着面具, 化名王气, 参与练丹大赛, 不愧是气韵之子, 身安半猪吃老虎, 装背打脸的套路, 可以预见, 在单道大赛的决赛中, 王洛碾压所有天交, 更是把王家的天才, 摁在地上摩擦摩擦, 让王家成为北州的笑话, 把他抛弃, 退婚的未婚妻, 懊悔不已, 楚玄一眼就看透了, 单道大赛接下来的发展, 王洛如何装背打脸了, 关闭亏天镜, 没有继续关注, 取出万天镜来, 首先连通秦莹, 风姿卓越的秦莹, 美丽中带着狂野的气质, 已经递进五重, 即将突破递进六重, 秦莹的实力增长飞快, 接着连通任长河所在, 此刻的人长河, 生死环绕周身, 一身灵力正在蜕变之中, 距离神境已经不远了, 楚玄继续用万天镜, 随即连通得玉, 都没有大的发现, 放下万天镜后, 抛出寻道镜来, 输入灵力, 上面的那枚指针开始转动, 转了一圈又一圈, 就在楚玄以为这次也要一无所获时, 陡然镜面上出现了一个亮点, 随着指针的转动, 亮点越来越清晰, 楚玄激动起来了, 竟然探寻道道镜强者了, 现在只是探寻道, 神魂之力就已经要到极限了, 慌忙将那一缕气息, 挪入原初道镜里面, 建立起联系, 关闭寻道镜, 吞服丹药恢复消耗, 暂且没有理会那位道镜强者, 在与对方交流前, 他需要琢磨一下, 如何忽悠对方, 如何才能让对方相信自己是个超级大佬, 道镜毕竟不同于天镜与神镜, 可不好忽悠, 在遥远不可知的某地, 一座弥漫着道运的洞府, 盘坐着一个干瘦的老头, 陡然睁开眼睛, 双手一挥, 一股道泽之力弥漫在周身, 眼中光滑绽放, 哪位道兄, 窥探老夫, 剑袋上没有人回应, 他究竟是什么宝卧, 他数次推演, 想要追寻其下落, 探明真相, 然而眼前都是一片萌萌, 更甚至, 遭受大盗的排斥, 似乎只要他强行探寻, 会遭到大盗的轰杀, 太恐怖了, 对方实力在自己之上, 道兄, 联系阴谋, 不知有何事, 意识到对方的强大之后, 老头语气和缓地下来问道, 见久久没人回应, 老头眉头越皱越紧, 心中有些不安, 是福是祸, 要不要找几个至交, 商议一下, 道兄, 再次进行联系, 过了好半场, 终于有讯息传递而来, 直接在他的道运中, 显化出文字, 小朋友, 不要毛毛躁躁的, 既然有缘进来, 那就待着, 此是你的机缘, 小朋友, 老头心里气恼不已, 自己在道境中, 也不是弱者, 对方竟然称自己是小朋友, 不过一想到, 对方实力在自己之上, 恐怕真的是个老怪物, 他皱着眉头, 急不情愿地回复道, 反问前辈尊称, 尊称了, 对方似乎陷入了沉思中, 过了一会儿才又有讯息传递而来, 无数像你这样的, 或比你还强的小家伙们, 曾称呼我为, 万古不灭永恒不朽俊义无双大威大德无上至圣诸天万界第一大道尊, 硬空眉头一跳, 好牛逼的称呼, 只是自己从未听闻这么一个强者呀, 小朋友, 好好修炼吧, 以后会陆续有人到这里交流的, 讯息传递而来后, 那个未知的存在沉寂了下去, 阴空皱眉沉思, 是机缘或是骗局, 亦或是灾祸, 要不要将此事透露给几个至交之道, 一切商讨对策, 万一, 真的是机缘呢, 等下次试探一下吧, 说吧, 将道运运养在一块玉符上, 作为接收讯息与传递讯息的在物, 楚玄没有与老头过多的交流, 毕竟是道径的存在, 为了谨慎起见, 他都不露身形, 连声音都不传递, 终究是探寻到了第一个道径强者, 说明九域是存在道径的, 只是不知藏匿在何处, 寻道径上面没有显示出距离来, 说明对方在极其遥远之处, 甚至于极可能是处于一处独立的小空间中, 寄取了对方的一缕气息, 维系这缕气息靠的是对方的道运, 而且是被动的, 对方无法斩断道运维系, 当然, 这点道运维系也不会成为负担, 如此等于对方一直在用道运帮处悬运养元出道径, 拉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道径聊天群了, 接下来一个月时间, 楚旋都没有再探寻到道径强者的存在, 但他已知道了那位道径强者的名字, 阴空, 那就再去忽悠忽悠他吧, 下朋友修炼的如何, 见楚旋的讯息时隔一个月再次出现, 阴空立马尝试向他请教, 其实是探听他的虚实, 是否真的是个牛逼的老怪物, 结果, 楚旋听到他问的问题, 不禁愣了一下, 道径也不过如此, 对大道的感悟, 如此之低, 比自己都不如, 有位道径大能, 源源不断地为你提供深厚的道运, 供你修炼, 是怎样一种体验, 道径大能名叫应空, 就在刚刚, 楚旋发现他问的问题都好喽, 不禁愣了一下, 道径也不过如此, 对大道的感悟, 如此之低, 比自己都不如, 或是, 对方故意的, 转念一想, 楚旋明白了, 他修炼的功法, 各种感悟, 都是系统灌输而来, 并且他神魂道一加深, 对大道的感悟, 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境界, 差的只是修为境界而已, 因此, 哪怕他修为境界不足, 却是可以给道径的应空解惑, 正如当初, 他可以为任长河解惑一样, 当然, 楚旋可不敢打包票, 应空的所有问题, 都能够解惑, 毕竟, 他的修为终究距离道径太远, 为了不露出破绽, 楚旋只是指点了一下应空, 就没有让他, 继续问出其他的疑惑来, 即便如此, 应空顿势恭敬了不少, 幸亏自己没有去找那几个至交, 机缘必须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多谢前辈解惑, 因小朋友, 好好修炼, 大道无止境, 要时常锻造自身道运, 才能更进一步, 才能更有效感悟大道, 楚旋斟酌着开口道, 他要应空, 主动以道运运养元出道经, 从未他解惑开始, 楚旋就已经想好了, 借此机会忽悠他, 请前辈赐教, 如何锻造道运, 应空恭敬道, 道经, 修道运, 明道泽, 自然是不断地凝聚道运, 不断地强化与凝聚道泽, 道运也可锻造的吗, 他却是从未听闻, 很简单, 不断地消耗道运, 不断地凝聚道运, 每一次消耗道运与凝聚的过程, 都是会有对大道新的感悟, 正如炼气, 不断地锻造, 才能炼制出强大的器物, 道运也是如此, 如此反复, 自身对道运的承载, 将会增加, 楚旋虽悠应空, 却并非胡乱忽悠的, 是有着一定的根据的, 如此反复消耗与凝聚道运, 过程之中, 确实会出现新的感悟, 也会增加道运的承载, 硬剑空若有所思, 前辈, 我懂啊, 如此可教也, 楚旋很欣慰的样子, 他一直盯着元出道经, 等待元出道经, 吸纳阴空消耗的道运, 为了能够确保, 元出道经可以顺利吸纳阴空消耗的道运, 他又补充道, 战斗中消耗道运, 飞上侧, 自我驱散道运, 凝聚道运, 还是正确之道, 多谢前辈指点, 阴空深吸一口气, 震荡着周身道运, 不断地排挤出去, 不断地震荡消散, 一身道运, 眨眼间消耗了三分之一, 楚旋看到元出道经, 道运瞬间增多了几倍, 道则愈发凝实, 心中大喜, 果然成功忽悠了阴空, 只要阴空隔三差五这么消耗道运, 要不了多久, 小世界又能升级了, 道境强者都是宝藏啊, 一个太少了, 必须多找几个为自己做贡献才行, 阴空第一次, 主动震散, 驱逐道运离体, 出示小心翼翼的, 生怕出什么问题, 毕竟, 从未听闻, 有人主动驱散道运的, 谁知道会不会出问题, 道运驱散, 瞬息就消失了, 隐约感应道, 似乎回归了大道, 驱散了三分之一道运后, 英空尝试着凝聚道运, 一缕缕道运从大道之中弥漫而来, 这一瞬间, 英空陷入了一种玄之右玄的感悟之中, 如同当初突破道境之时的, 那种玄之右玄的感悟, 他又有了新的感悟, 多年不见松动的瓶颈, 都出现了一丝松动, 楚玄看着原初道境一散的道运与道泽, 越来越多, 心中大喜, 英空真是个勤奋的人啊, 随着原初道境一散出来的道泽, 开始逐渐完善, 小世界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新的变化, 但遗憾的是, 没有再探寻到其他道境强者的存在, 楚玄让南无佛陀, 在原初道经旁边修炼, 更近距离感受道运, 有助他早日突破神境, 以弟子丁月, 误入上古境地, 气运飙升, 奖励五百年修为, 系统的奖励突然而来, 楚玄一愣, 丁月误入上古境地, 气运飙升, 果然, 气运之子就必须放养, 这就给自己带来奖励了, 领取奖励, 五百年修为灌输而来, 顺利提升到了天境五重, 实力再次暴增, 距离神境又近了一步, 楚玄开始期待王洛给自己带来的奖励了, 取出亏天境, 先是连接上丁月的印记, 一片光滑出现在镜面中, 那是一处秘境, 可见缤纷的光滑闪耀, 每一道光滑, 都是一道剑光, 而此刻, 丁月盘西坐在光滑中心, 身前悬浮着一柄剑, 此刻, 那把胸剑, 正在认丁月为主, 丁月在修炼剑道大树, 应该是上古禁地的传承, 是否存在负面影响, 楚玄并不在意, 丁月已经递进四重的修为了, 又是气韵之子, 岂会那么容易被影响, 何况, 丁月体内, 还有自己赐予的神剑, 论等级, 丝毫不比那把胸利之剑低, 楚玄又关注了一下王洛, 他已经顺利进入了半决赛, 而且把修为提升到了递进一重, 表现得在大赛中突破一般, 他的实际修为, 已经提升到了递进三重, 楚玄期待着他给自己带来系统奖励, 不愧是自己的弟子, 很擅长装逼之道, 继续修炼, 时间如流水, 又是半年过去, 这一天, 象星从小世界出来, 开始进行积累, 未突破递进准备, 苏仙儿已经递进五重了, 一切都在暗计划进行中, 楚玄宅得很稳, 突然, 他抬头看天, 南州天地规则恢复的速度, 并且传给了楚玄脸新秘形的秘书, 以及为他讲解了大罗递经后续的功法修炼一货, 楚玄没有再出去历练, 偶尔指点一下楚家的炼丹团队, 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小院子里, 或是与苏仙儿, 进入小世界修炼, 楚玄突破一个月后, 象星也突破了, 突破后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炼制他之前琢磨跨域通讯服, 称之为万域服, 并且炼制傀儡, 组建一条通讯服生产线, 进行大批量炼制, 楚玄又把爆红燕叫来, 开始让黑月楼出售通讯服, 南州天地规则恢复加快, 战魔谷地开启时间会提前, 该进行布局了, 天道计划正式开始实施, 开了天眼的魔乱天到底有多强, 届时, 浑身金光绽放, 身形微微腾起, 一招大威天龙, 跨境界碾压世间魔族强者都是分分钟的事, 就在刚刚, 黑月楼一经推出通讯服, 南州所有势力都购买了, 而且一买就是好几套, 尤其是保密性极高的一次性通讯服, 几个大势力, 那是不息成本, 购买了一大批, 并且惊叹于飞月楼的强大, 竟然可以研制出这等通讯服来, 楚玄在等合适的时机, 推出万玉服, 将整个北域的情报, 都得暗中掌控, 通讯服出售不到半个月, 楚玄就获悉了, 不少大势力的一些机密, 比如, 秦可运已经利用秦莹留下来的后手, 成功恢复到了地境修为, 白圣山少主白少空, 已经秘密离开了南州, 进入了北州九剑山前修, 楚玄也由此得知, 南州一战后, 九剑山将主力迁移到了北州, 如今是北州第一见到宗门, 取名九剑宗, 与南州的九剑山一直保持着联系, 九剑山历代半地强者, 到了一定连线, 就会前往北州九剑宗突破地境, 除了秦国的情报之外, 楚玄还获知了, 大前帝国的一些隐移信息, 比如, 大前帝国幕后力量与支持者, 是中州大前宫, 楚玄询问了一下苏仙儿, 关于大前宫的讯息, 大前宫, 竟然是中州第一强大势力, 一直传闻有神境老祖存在, 楚玄觉得, 传闻非虚, 不出意外的话, 当初以魔族入侵, 意图关键时刻力挽狂澜, 图谋北域人王之位的人族神境强者, 恐怕就是来自大前宫, 或者说, 大前宫就是他所创, 天道计划, 初始实施一切顺利, 这些讯息传递都完全掌控, 处于天道福的监察之下, 购买的通讯符, 某些强者, 恐怕还会存在不信任的情况, 接下来, 就是推出通讯符的炼制之法, 自己炼制的, 应该可以放心了吧, 到时候, 真正的隐秘, 都会通过传讯符传达, 一个月后, 有一名三星楼主, 来到了南州, 是为了通讯符而来, 毕竟, 通讯符的推出, 黑月楼必然可以大赚, 情报传递能力, 也会随之增加, 以后情报售卖方式, 也会发生变化, 这等重药的通讯符符制之法, 必须牢牢掌控在手里, 这位三星楼主来到南州, 是为了坐镇南州, 递进六重的修为, 不算低了, 楚玄让暴红燕携带一道力量, 轻松把人控制在手中, 接下来, 只需要一步一步, 将黑月楼的强者, 暗中掌控就行, 只要不脱离计划, 其他的事情, 楚玄都不管, 距离实施天道计划, 又过去了半年, 期间, 楚玄又与暦空, 有了短暂的交流, 楚玄对暦空的好感大声, 是个苦修士, 原初道经被他道运酝养的, 有了一些变化, 小世界距离升级, 已经不远了, 道运几乎弥漫在小世界里, 道则愈发完善, 南无佛陀, 更是因此受益, 距离神境只差半步而已, 南州已经在楚玄掌控之中, 每个势力在进行什么计划, 进行什么行动, 他都能够从天道府里查出来, 九剑山等幕后的大势力, 也获得了通讯符, 传讯方便了起来, 楚玄获知, 各大势力, 已经着手准备回归南州了, 楚玄传讯渡元, 让他秘密进入黑月楼, 成为一名护卫者, 等待机缘到来, 若是南州有古迹出现, 黑月楼绝对是信息最灵通的, 渡元在黑月楼, 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情报, 丁月在那个上古禁地里面还没有出来, 正在顿悟见到大树, 北州炼丹大赛还没有落幕, 即将进入最后的决赛, 王洛已经引起了各大势力的关注, 不少势力抛出了橄榄枝, 毕竟, 明面上王洛是一个散修, 天才散修, 王家同样也抛出了橄榄枝, 甚至有意将一位敌米嫁给他, 等到王洛身份揭开的那一刻, 王家绝对脸面尽失, 沦为北州的笑话, 王洛曾经的未婚妻家族, 也抛来了橄榄枝, 楚玄很期待, 最后的决赛到来, 王洛会如何表演, 如何碾压王家, 如何让王家与他曾经的未婚妻家族脸面尽失, 恐怕会恼羞成怒, 派抢者袭杀王洛, 这天, 楚玄刚修炼完毕, 正要掏出寻道镜, 照例探寻一番, 系统的奖励突然而至, 你的弟子磨乱天, 骨膜血脉蜕变, 诞生佛星, 气韵发生蜕变, 影响魔域气韵, 奖励神魂大道游, 血脉蜕变, 诞生佛星, 并且还影响到了魔域的契约, 魔乱天究竟做什么了, 这家伙, 是真的与佛有缘了, 动不动就动物佛法, 还诞生佛星了, 楚玄没有去查看奖励, 一时间掏出万天境, 连通魔乱天所在, 画面出现, 入眼是遍地湿海, 魔气滚滚, 佛光普照, 正在发生战斗, 其中一人, 自然是魔乱天, 另外一人, 瞧其模样, 应该是出自天魔族, 地境七重的修为, 而魔乱天, 距离地境三重, 还差了那么一点点, 论修为, 魔乱天差了几个小境界, 但佛法对魔力, 有着克制效果, 因此, 双方战得火热, 那位地境七重的天魔族男子, 并非寻常地境, 应当属于天教一个级别的, 魔乱天一身白色僧衣, 依旧仙尘不染, 然而大战到现在, 他消耗非常之大, 他修炼的是佛力, 魔玉的丹药, 对他效果很一般, 他缺乏恢复佛力的丹药, 现在, 魔乱天已经逐渐陷入下风, 佛,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什么佛, 如何在我手下活命, 死秃头, 杀我弟弟, 你去死吧, 魔乱天骤然天眼睁开, 金光绽放, 身形腾起, 一声大鹤, 大为天龙, 一声龙银响起, 魔乱天背后佛光龙影飞腾而出, 盘旋俯视, 直接冲向天魔族青年, 魔乱天这一刻, 气势勃发, 佛光大圣, 竟然突破到了地境三重, 右手持戒刀, 左右拖着波鱼, 佛光龙影盘绕, 直接朝着天魔族青年镇压而下, 天魔族青年脸色大变, 那一道佛光龙影, 太强大了, 也不知道究竟是何等秘书, 直接将他给压制了下去, 就连一身魔力, 都运行不畅, 从今日起, 贫僧不再是魔乱天, 贫僧乃魔佛, 随着魔乱天声音落下, 他身上隐隐透出一股独特的气韵, 看起来庄严宝像中, 带着一丝魔性, 天魔族青年恐惧万分, 这是什么鬼, 头上冷汗直流, 连逃跑和求饶都来不及, 只觉下盘变得不稳, 一股霸道的力量撕扯着他往前, 猛的, 肉身崩碎, 再也没了刚刚的嚣张气焰, 惨叫声戛然而止, 神魂也被波鱼吸纳了进去, 磨乱天, 或者说佛魔, 喘了几口气, 飞快地离开了战场, 寻一个偏僻的地方, 开辟洞府, 进行恢复与疗伤, 楚玄全程地看着这一幕, 心里感叹, 磨乱天是真的与佛有缘, 而且不是正经佛, 有点魔性, 而且, 杀心不小, 魔佛倒也适合他, 从这一次魔佛的战斗中, 楚玄发现了他的不足之处, 是时候给他补气短板了, 比如恢复佛力的丹药炼制之法, 比如禁制, 阵法等等, 属于佛门的禁制, 可当, 楚玄显露通道, 与魔佛见面, 魔佛睁开眼, 恭敬地拜佛在地, 弟子, 拜见师尊, 起来吧, 楚玄庄严的声音传来, 你之事, 为师已知晓, 你既已诞生佛心, 顿悟佛法, 为师今日便赐你佛门果位, 徒弟变异了, 师父进门获得系统奖励, 徒弟名叫魔乱天, 此刻他正双手合十, 恭敬道谢, 谢师尊, 你记悟大威天龙法, 为师便赐你大威上佛果位, 楚玄手一挥, 念诸传输过去, 同时将课录好的禁制阵法秘籍, 与佛门丹药炼制之法, 一并传输了过去, 魔佛恭敬地接过, 谢师尊, 再次双手合十, 拜佛在地, 该给的都给了, 楚玄关闭了万天静, 接着查看系统的奖励, 神魂大道游, 由于大道, 时间不超过一天, 楚玄一颗心砰砰剧烈跳动了起来, 系统牛逼啊, 大道无止境, 现在, 竟然可以由于大道, 等于直接进入大道之中, 游完大道回来, 突破神境, 应该是毫无问题了, 意外之喜啊, 本以为, 突破神境, 还需要不短的时间, 不曾想, 魔乱天血脉蜕变, 诞生佛星, 引发魔域气韵变化, 触发了系统奖励, 并且是如此丰厚的奖励, 楚玄将原初道经纳入神魂, 当即领取奖励, 一刹奈将, 只觉得整个人陷入了一种玄傲的感悟中, 同时无数的道运与道泽, 缭绕而来, 神魂本以道义加深, 如今更是道泽缠绕, 充满了道运, 仿佛他是大道的化身, 不知道过了多久, 楚玄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一个未知的地方, 脚下朦朦胧胧, 无尽无边, 似乎一条大河, 又似是天穷, 只觉得, 无数的道泽, 在缭绕着他, 道义充斥着他, 道运已经几乎将他淹没, 神魂里的混沌中, 散发出萌萌的光滑, 这就是大道, 楚玄闭上眼睛, 再次睁开, 看向四周, 只觉得有一种朦胧之感, 然而, 什么都看不到, 大道无形, 他却又在无形的大道上, 看向脚下, 踏着萌萌萌龙中, 仿佛不可知, 不可见的河水, 在脚下流淌, 又仿佛云彩在脚下飘过, 道泽, 道义, 道运, 无穷无尽, 没有尽头, 没有止尽, 楚玄精看, 这就是大道, 将神魂中的原初道经取了出来, 拖在手中, 四周的道义, 道泽, 道运, 疯狂涌入道经里面, 道经散发萌萌光滑, 道泽在完善, 里面甚至在蕴养着一条小小的大道, 楚玄为自己的机智点赞, 果然, 把原初道经带来是正确的选择, 直接在大道上蕴养, 进化的速度, 绝对是飞快的, 神魂返回之后, 小世界应该会升级了, 而且, 原初道经与大道的连接, 将会愈发密切, 甚至于, 只要蕴养足够强大, 可以通过原初道经, 来到大道这里, 楚玄欣喜不已, 手持原初道经, 以及神魂中的混沌中, 道义加深, 在大道上, 哪怕是道经, 也无法威胁到他, 他似乎已经不是神魂体, 而是行走的大道, 不知道走了多远, 也不知道究竟过去了多长时间, 骤然, 楚玄看到不远处, 竟然站着一道人影, 对方行走缓慢, 正在努力前行着, 大道上有人, 楚玄吃惊不已, 能够来到大道上的, 自然是超级大佬, 以他目前所知, 道经是无法来到大道的, 仍旧处于感悟大道阶段, 只是修炼的是道运, 修炼道责之力, 那人必然是道经之上的无上存在, 楚玄犹豫着, 要不要上去打个招呼, 虽然, 他把自己的名头, 吹得很响亮, 不过那是忽悠人的, 前面那个, 是真的大佬啊, 不是他这种水货, 稍稍犹豫, 楚玄就决定上去打个招呼, 认识认识一下, 顺便, 索要对方一缕气息, 带入原初道经, 以后可以交流交流, 如此一来, 原初道经的交流群体中, 就有了一个真正的大佬, 楚玄看了看自己的神魂体, 道义隐满, 道则缠绕, 宛若与大道一体, 而对方呢, 固然道义迎身, 道则缠绕, 相比自己现在这个状态, 却是要弱不少, 而且, 那人在大道上行走缓慢, 似乎比较吃力的样子, 自己行走轻松, 应该可以唬住他吧, 是情况而定, 能忽悠就忽悠, 最起码, 不能比对方低倍数, 平背论交也是可以的, 楚玄踏步朝着对方走去, 红元初, 正在一步一步地走着, 感悟着大道, 弥补自身大道的不足, 并且, 小心翼翼地向前开辟着自身的大道, 骤然, 看到一人, 闲庭阔步斑, 悠哉悠哉地走来, 他顿时吃惊不已, 一眼看去, 那人仿佛是小型的行走大道, 此人, 实力在自己之上, 红元初停下了脚步, 偶遇同镜强者, 正好可以相互交流一番, 尤其是对方比自己还要强大, 在大道上, 能够偶遇同镜, 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同镜难寻, 世间恐怕没有几人, 能遇到一位, 也算是缘分了, 带楚玄走近, 红元初率先拱手行李道, 红元初, 见过道有凶, 这是弱者对强者的尊敬, 虽然, 他自问自己不弱多少, 但弱了一点, 也是弱了, 楚玄, 见过道有, 楚玄这一次, 没有用自己忽悠的名字, 而是用了本名, 对方称他道凶, 是默认他更强一点, 却又属于同辈, 楚玄自然不会否认, 哪怕他是个水货, 奈何他神魂道义加深, 道则缠绕, 一看就是大老呢, 红元初在脑海中搜索着, 未曾听闻这么一位同镜强者, 也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 说不定有些闭关无数岁月, 刚刚出关呢, 便问道, 道兄开道几个道元了, 开道, 楚玄心中明了, 红元初已经达到了独开一道的境界, 称之为开道境, 或者开道者也可以, 当然, 这个开道, 并非超越了大道, 也并非脱离了大道, 而是以自身的感悟, 在大道上独立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道, 可以勉强称之为, 与大道并齐, 果然是真正的大佬啊, 开道几个道元, 楚玄心里盘算着, 道元是指时间, 应该不是开道中的门槛与境界, 若不出意外, 开道是没有具体境界的, 只能以开辟的大道长短而论实力, 大道无止境, 几个道元啊, 楚玄一副陷入沉思的样子, 好半赏才道, 不太记得了, 闭闭关, 睡睡觉, 不知几道元了, 红元初恍然, 果如自己猜测, 这是一位常年闭关苦修, 最近才出关的同道, 红道友, 开道几道元了, 楚玄开口问道, 接近两个道元了, 红元初唏嘘道, 红某于上上道元末路道境, 于上一道元开道, 道这一道元末, 将近两个道元了, 开道难, 大道难啊, 红元初感叹不已, 两个道元的开道, 他感觉自己进步有限, 大道求索, 乃是乐趣, 道了你我此境, 开道是乐趣, 路在脚下, 道在脚下, 走到哪边是啊, 楚玄很有装杯风范的道, 大道求索, 开道是乐趣, 红元初喃喃自语一句, 接着感叹道, 道兄心静, 无不及啊, 受叫了, 楚玄微微一笑, 却是不想继续待下去了, 毕竟说得多了, 万一露线自己是个水货可就不好了, 毕竟, 关于开道境的信息, 楚玄是一点都不知道, 想要忽悠都无从忽悠, 万一红元初找自己论道, 那可就悲剧了, 而且, 他不知道究竟过去了多长时间, 若是时间到了, 神魂返回, 就错失与红元初这位大佬建立联系了, 于是楚玄脱了脱手中的元初道经, 笑道, 无有一宝, 只需一缕气息, 不管相隔多少距离与时空, 都能彼此交流, 并且, 彼此之间的位置, 不会泄露, 无法获知, 此事直接与大道相通之至宝, 红道友, 不妨留下一缕气息, 以待交流, 若有道友, 也可引进而来, 红元初看向他手中的元初道经, 心中暗精, 此事什么至宝, 一眼看去, 仿佛看到一道出生的大道, 并且, 与大道有着莫名的联系, 愈发确定, 楚玄比他还要强大, 开道比他更宽广了, 如此甚好, 红元初抬手将一缕自身的气息, 落入元初道经里面, 刹那间, 他就察觉到, 与元初道经有了一丝联系, 可以通过道运, 传递讯息, 接收讯息, 然, 也可以将讯息转移到指定的道气上显示, 凡人修炼都是百年, 或是十年生一级, 哪怕是气运之子, 也是一年生一级, 这个男人近一天之内连生五级, 其中还包括突破新境界, 只因他误入大道, 获得道运, 男人名叫楚玄, 就在刚刚, 误入大道的他, 偶遇道友, 两人相谈甚欢, 若有同道, 或已入道经的小家伙, 也可加入进来, 闭光无数岁月, 也想热闹热闹, 这也是一种道, 彼此相互印证, 元初道经记取了红元初的气息, 楚玄心中松了一口气, 终于与一个大佬建立起了联系了, 同时, 他也打起了红元初的那些朋友, 或是弟子的主意, 也可, 红元初沉吟半赏, 想到如今是道元末, 也就点头认可了, 同为开道境, 哪怕楚玄更强, 想要暗算与袭杀同为开道境, 绝非容易的事情, 毕竟, 开道境, 几乎与大道齐, 岂是说杀就杀的, 因此, 红元初也不惧其中, 是否有什么阴谋诡计, 楚玄见红元初应允了, 心中大喜, 连出道境的交流圈, 终于要扩展了, 而且, 会有与红元初同境的大佬存在, 如此一来, 他身为与红元初同境的大佬, 忽悠其他道境强者, 岂不是守道勤赖, 而且, 神魂游大道之后, 他的实力必然飙升, 要不了多久, 就可以突破到道境, 道兄, 这是要去往何处, 楚玄笑着道, 在大道上走走看他, 很久没有来看他了, 风景, 多走走多看看, 会有新感悟, 他算是看出来了, 红元初这家伙, 遇到了瓶颈, 想要与他交流交流, 获得灵感呢, 道兄所言至理啊, 红元初敢叹道, 红某太过执着于开道了, 反倒陷入苛旧, 想当初, 道境三十六关, 如三十六座大山, 一山更比一山高, 为了攀登, 那是绞尽脑汁, 感悟百样人生, 甚至愤出转世身, 再修一室, 历经重重困难, 才登顶山巅, 踏入开道境, 反倒迷障了, 陷入了苛旧, 信得到兄点醒啊, 楚玄默默听着, 从红元初的感慨中, 获知了道境的一些信息, 道境, 原来分为三十六关, 回首往事, 红元初愈发唏嘘感叹, 道境一关更比一关难, 开道更是百倍之难, 大到无止境, 无备仍需苦苦求索, 是啊, 楚玄点头, 同样唏嘘感叹, 实则他一点都没有唏嘘感叹的情绪, 毕竟, 从繁静修炼到天静, 用了不到十年, 而且, 宅着就变强了, 哪里知道修炼的艰苦, 聊得差不多了, 也该告别了, 楚玄担心时间到了, 神魂突然就回归, 引起红元初的疑惑, 于是, 告辞离去, 红元初没有挽留, 心里的疑惑, 已经得到了答案, 只是, 看着楚玄在大道之上行走, 轻松欢快的样子, 震惊不已, 对方实力, 比自己强不少, 他还做不到, 如此轻松地在大道上行走, 更无法逗留太长时间的, 直到看不到楚玄的身影, 他才收回目光, 又一个道元末了, 道元大劫将起, 九玉应当有天骄, 北大气韵, 争夺下一道元的大机缘, 成为下一道元的规则创立者, 楚玄并不知道, 道元大劫的事情,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 楚玄感觉原初道经, 已经达到了第一阶段的蜕变临界点, 将其收回神魂之中, 突然,一股牵引之力涌来, 恍惚间, 回过神来时, 神魂已经回归, 刹那间, 楚玄只觉得修为快速飙升, 从天晶五重, 瞬间提升到了天晶六重, 并且没有停止的迹象, 道运, 道则缠绕在他的神魂上, 混沌不灭体, 也在不断地吸收着道运, 正在提升当中, 元初道经, 也散发出萌萌的光华, 楚玄将元初道经, 重新置入小世界里面, 随着元初道经的回归, 小世界轰隆一声, 再次提升了起来, 并且弥漫着道运, 道则也愈发清晰, 平凡树再次成长, 其余天才地堡, 也随着生长, 并且不少天才地堡, 缭绕着道运, 平凡树所在的大山, 众多草木都进一步蜕变, 道运弥漫, 道已阴晕, 竟然蜕变为道数, 山上的天才地堡, 都成为了道果, 长起了一片道果灵, 南无佛陀在小世界的升级中, 在道运的冲刷下, 竟是开始突破神境, 轰隆, 楚旋体内轰鸣, 混沌不灭体变得更强了, 神魂已经完成了蜕变, 修为依旧在提升, 眨眼间, 已经是天境八重, 楚旋微微闭着眼睛, 感悟着这一次大道游的收获, 感悟着境界提升带来的变化, 轰, 天境九重, 修为提升势头, 依旧没有停止, 到了此刻, 体内的灵力, 开始发生蜕变, 预知力, 似乎与体内灵力进行融合, 正在朝着神境突破, 楚旋一身灵力, 正在蜕变为神力, 灵力蜕变完成, 楚旋只觉得突破了一道瓶颈, 踏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神境成, 突破神境之后, 修为提升仍旧没有停止下来, 而是继续提升, 他神魂游大道的收获太大了, 短时间内, 无法完全消化, 不但助他突破到了神境, 更是向道境迈出了一大步, 神境二重, 神境的修炼, 在于蜕变, 每一重的突破, 都是对大道更深的感悟, 都是神力的一次蜕变, 对天地伪力更高的掌控力, 神境三重, 突破到神境三重之后, 突破的势头, 才缓缓停止了下来, 然而, 由大道的收获于底蕴, 并没有就此完全消化, 楚旋常常呼出一口气, 意料之外的收获, 如此快速就突破到了神境了, 握了握拳头, 感受着全新的实力, 他有一种无敌世间的错觉, 不能膨胀, 要稳住, 楚旋不断告诫自己, 在无尽岁月中, 在无穷的修炼者中, 他还只是一个小虾米, 且不说如红元初这等开道境, 仅仅是道境, 就足以让现在的他仰望了, 道境分三十六关呢, 一关一天地, 一关一重天, 可以说, 每一关的突破, 都比天境突破神境还要艰难, 提升也更大, 你突破的神境, 成为了有史以来, 最年轻的神境, 奖励神员单一项, 稳之道泽, 系统的奖励, 不出意外的到来, 史上最年轻的神境, 也是史上最快突破神境的人, 楚旋膨胀了, 他还要做史上最年轻的道境, 我就是要创纪录, 让后来者仰望, 楚旋雄心壮志地想着, 神员单是神境的修炼单药, 他没有去查看, 而是查看稳之道泽, 道泽, 乃是道境才能涉及的领域, 道境, 修的就是道泽, 最终以道泽开辟属于自身的道, 系统果然懂我, 稳之道泽, 一看名字就知道很稳, 楚旋查看道泽信息, 稳之道泽, 稳固, 稳妥, 一切维稳, 掌握稳之道泽, 稳固如山不可动, 任何攻击, 都无法撼动, 当然, 这是相对的, 简单而言, 稳之道泽的特性, 就是一个字, 稳, 楚旋领取了道泽, 顿时, 一股稳稳的道泽, 缠绕在他身上, 缠绕在混沌中上, 给人很稳妥, 不动如山, 逢威不慌, 稳得一劈, 楚旋还无法掌握这条道泽, 却是可以时刻感悟着, 并且可以被动激发, 而且, 稳之道泽, 还可以继续感悟成长, 最终开辟稳之大道, 这需要达到道静, 才能继续感悟成长, 神境的楚旋, 是无法使得道泽成长的, 突破之后, 楚旋掏出一瓶神源丹, 倒入口中, 混沌不灭体快速炼化着丹药, 积累神境的底蕴, 看向小世界, 火一级的天才地堡, 楚旋挥手, 将这一区域化为禁区, 没有他的允许, 谁也无法进入, 小世界除了灵气外, 已经开始弥漫极其微弱的道运, 而且扩张了十倍不止, 已经超过了北域的面积, 小世界潜力无穷, 楚旋自信, 随着小世界不断升级, 终将会成为, 凌驾于九域之上的世界, 这一次巨大的收获, 源自魔乱天, 哦不, 现在可以称之为魔佛了, 楚旋很期待, 他能继续为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奖励, 小世界中, 南无佛陀依旧在突破中, 他的突破速度, 正常情况下, 恐怕需要好几年, 甚至十年以上, 才能完成突破, 这还是他受到道运冲刷, 小世界升级带来的巨大收获, 才能如此快速突破, 楚旋见此, 一瓶神源丹扔了过去, 可以助他快速突破, 谢我佛, 南无佛陀何时败谢, 想到自己那个寄明弟子任长河, 仍旧在突破神境之中, 如今有了神源丹, 也该助他快速突破了, 取出万天静, 连通上任长河, 爱见世尊, 任长河恭敬行礼, 楚旋看了一眼, 任长河距离突破神境, 真的只差那么一点点了, 即便没有神源丹相助, 十年内必定突破, 手一挥, 一瓶神源丹传输过去, 楚旋现在心情大好, 出手自然大方了一些, 突破到神境后, 也该是展现一下身为世尊的慷慨了, 此神源丹, 可助你突破与修行, 已任长河的情况, 一枚神源丹足以助其突破, 剩下的丹药, 可以助他快速提升实力, 谢世尊, 任长河激动不已, 拜扶在地, 恭敬磕头, 这才结果丹药。 这个男人太有想法了, 哪怕穿越到了一个没有电的国度, 却仍被他硬生生的, 创建了一个聊天群, 里面的群友都以道友相称, 就连男人目前已知最强的道径大佬, 在群里竟也是最垃圾的存在, 还整天担心自己一言不合就会被踢出群聊, 男人名叫楚玄, 就在刚刚, 他连通了秦莹, 是这么长时间来, 第一次与秦莹见面, 南州天地规则恢复加快, 秦莹如今实力, 还没达到地境巅峰, 趁着高兴, 刺他两庭地境修炼丹药, 反正地境丹药, 对于楚玄而言, 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 爱见世尊, 秦莹很激动, 终于又见到世尊了, 有机会向世尊请教, 如何才能变回男人, 然而, 楚玄不给他询问的机会, 直接开口道, 修炼有点慢了, 为师赐你两瓶丹药吧, 说着, 便将地境修炼丹药传输过去, 多谢世尊, 秦莹激动不已, 世尊他老人家赐下的丹药, 绝对不是寻常地境丹药可比的, 我如何变, 楚玄不等他说完, 就关闭了万天境, 舒畅, 突破神境之后, 楚玄底气大增, 而且, 稳之道则缠绕, 时刻感悟, 修炼速度飞快, 突破道经要不了几年, 是时候, 将黑月楼的真正掌控者给调出来了, 天道计划, 也该加快实施, 在湛谋谷地开启前, 覆盖整个北域, 能够掌控北域的任何风吹草动, 楚玄突然看向原初道经, 正在运养中的两具灵魁, 因为原初道经的道运冲刷, 与道则洗礼, 提前完成了运养, 诞生了灵质, 手一挥, 两具灵魁飞了过来, 化作一男一女两个仆从, 看上去, 与真人无异, 若是细细探究, 还是可以发掘非真人, 待见主上, 灵魁的意识根基, 以及战斗, 功法等, 都是楚玄神魂酝养而成, 绝对的忠心耿耿, 不会有任何违逆的心思, 而且, 灵魁的灵质, 也相对简单, 并没有真人那么复杂, 两具灵魁, 都具备神经实力, 相当于寻常的神经二重强者, 你叫楚一, 你叫楚二, 楚玄想了一想, 为两个灵魁起了个名字, 男的楚一, 你的楚二, 楚一, 楚二见过主上, 去试炼吧, 楚玄挥挥手, 让灵魁进入试炼逆境, 增加战斗的经验, 在试炼中, 增加灵魁的灵魅与应变能力, 也可以进一步, 促进其战斗意识, 处置危机情况的能力, 原初道经的交流圈里, 有了两个人, 一个是真正的大佬, 超越道经的存在, 洪元初, 另一个则是道经的阴空, 楚玄不清楚阴空处于道经哪一关, 不过从阴空的表现来看, 应该不高, 或许, 可以从阴空入手, 了解关于道元的信息, 以及道经等方面的信息, 就以前辈的身份对他进行考虑, 首先, 介绍一下洪元初, 让阴空知道, 交流圈里, 有了一个他仰望的大佬, 而自己, 比这位大佬, 身份更高一些, 如此一来, 忽悠起阴空就得心应手, 在元初道经里, 可以群聊, 跟聊天群似的, 楚玄首先发言, 为阴空小朋友介绍一下, 这位是洪元初道友, 洪道友已开道两个道元了, 阴空已经知道, 那个神秘的交流圈里, 多了一个人, 只是他不敢率先打招呼, 正等着楚玄介绍呢, 洪元初, 这个名字有些熟悉啊, 阴空陡然脸色一变, 难难自语, 洪元初, 难道是那位传说中的存在, 开道两个道元, 除了他还能有谁, 开道境啊, 传说中的开道者, 这是超级大佬啊, 哪怕是众多道境强者, 都需要膜拜的存在, 阴空见过洪前辈, 阴空恭敬道, 为了表示敬意, 他甚至还以道运, 凝聚出一个拜服在地的人形, 传到那个交流至宝上, 楚玄一看, 悠喝, 阴空如此恭敬, 显然是听闻过洪元初大名的, 应小有有理了, 劳烦楚道兄介绍了, 洪元初回应了, 阴空, 没听说过, 应该是个无名之辈, 不管什么原因, 能够进入楚玄这个大道质宝组成的圈子, 也算是他的机缘, 算是有缘人了, 修为就不太重要了, 实力到了他这个境界, 只看有缘, 不看修为强弱, 冰空心里咯噔一下, 不好, 大威大德至圣楚前辈, 竟然也是一位开道者, 连洪元初前辈, 都要恭敬对待, 而自己, 对他似乎没有洪元初前辈恭敬啊, 慌忙, 又凝聚出一道人形, 做出拜服状, 多谢楚前辈为小应子介绍红前辈, 必须卑微, 必须恭敬, 这可是超级大佬, 是自己最大的机缘啊, 应小友客气了, 英空真是个识趣的人了, 这都自称小应子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太监了, 楚玄愈发觉得, 忽悠应空更能得心应手, 应小友, 修为如何了, 到尽己观了, 楚玄开口询问道, 英空心里一机灵, 有些慌了, 莫非, 修为太低, 不配存在, 要不要撒谎, 但转念一想, 在这等大佬面前撒谎, 岂不是找死吗, 忧心忡忡, 生怕被驱逐, 晚辈愚钝, 修炼进一个道元, 如今才道进三关, 道进三关, 在道进三十六关中, 确实是弱者, 而英空, 竟然修炼了将近一个道元时间了, 一个道元, 究竟是多少年, 楚玄对此不太了解, 只能压在心里, 等待时机进行了解, 忠上之姿, 还可以了, 红元初开口了, 楚道兄, 我这就引人进来, 如何, 可, 楚玄大喜, 红元初这个大佬, 果然人脉广, 五等交流圈, 以大道为媒介, 不若称之为大道交流群, 如何, 大道交流群, 正合意, 红元初认可了, 不一会儿, 就有几道不同的气质, 被元初道经纳入了进来, 接着, 红元初开始介绍, 这位是昆河道友, 开道一个道元了, 这位是若仙道友, 与红某同辈, 开道将近两个道元, 除了两位开道近外, 还有几位道近, 树阳, 道近三十关, 与红元初同代, 是红元初的至交好友, 飘若云, 红元初的弟子, 道近二十九关, 五方寸, 红元初弟子, 道近二十八关, 西玄, 道近二十六关, 那位若仙开道近的弟子, 其中, 若仙, 飘若云与西玄, 都是女的, 冰空下的不敢说话了, 大道群里, 她是最垃圾的, 楚旋与两位开道近寒暄一番, 而红元初与若仙的弟子, 则非常恭敬地给她行礼, 熟悉之后, 楚旋就借故离开群聊, 她怕聊得多了, 万一触及知识盲区, 那么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所以, 现阶段, 尽可能地保持多的沉默, 等待着实力提升, 随即进入苦修当中, 时刻感悟着稳之道泽, 实力提升飞快, 不过, 要突破道近, 仍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 每天照例取出寻道近, 搜索道近强者存在, 或与大道有关的至宝或宝帝, 大道聊天群里, 大家都是熟人, 那就没有多少意思了, 想要活跃群聊, 必须要来自各方, 乃是不同种族的道近, 如此才有意思, 楚旋感叹, 自己这个群主, 为了这个群, 也是操碎了心了, 元初道近, 在三位开道近, 与多位道近强者的运养下, 蜕变这再加速, 等到进一步提升后, 可以开发出更多的功能来, 比如, 以元初道近为媒介, 通过大道传递物品, 楚旋甚至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以元初道近为根基, 小世界为起始, 开辟出一个新的大道来, 与如今的大道并齐, 若是计划成功, 自己将来, 必然可以超越开道近, 半个月后, 楚旋正在修炼中, 系统的奖励, 突然而至, 你的弟子丁月, 得地脉之灵认主, 修为暴涨, 气韵蜕变, 奖励气韵如意, 为了堪破无上剑道三观, 男子逢人就问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只因师父告诉他, 要做到心中无女人, 拔剑可图神, 可是男子竟遇到一个没有性别的人, 还说想要他做男的, 他就是男的, 想要他做女的, 他就是女的, 就在刚刚, 楚旋也是一阵, 丁月得地脉之灵认主, 气韵蜕变, 掏出窥天镜, 连接丁月的印记, 发现丁月已经离开了上古境地, 正在南州的某处, 那里是南州与其他州的交界处, 在他的身前, 蹲着一个小小的, 只有一尺高的小人, 那就是地脉之灵, 你男的女的, 丁月此刻盯着地脉之灵问道, 地脉之灵很委屈的样子, 我没有性别的, 你想要我做男的, 那我就男的, 想要我做女的, 那我就做女的, 容我想想, 丁月皱起眉头, 嘀咕道, 你若是女的, 跟随在我身边, 我还如何心中无女人, 拔剑可图神, 若是我因为你是女的, 就心有抗拒, 说明我境界不圆满, 无法达到心中无女人的境界, 如此一想, 丁月低头问道, 你可以一会儿男的, 一会儿女的吗, 或者, 我想要你是男的时候, 你就是男的, 想要你是女的时候, 你就是女的, 此话一出, 直接给地脉之灵整不会了, 这是个神经病吧, 怎么会有这么古怪的要求的, 完了, 我认了一个神经病做主人, 地脉之灵内心很崩溃, 我继续无信别好了, 也行吧, 丁月认同了, 揪起地脉之灵, 放到肩膀上, 继续前进, 楚旋摇了摇头, 丁月这会儿是没救了, 关闭亏天境, 领取系统奖励, 气韵如意, 可改气韵, 可操控气韵, 不愧是系统出品, 气韵之道, 旋之又旋, 不可捉摸, 却又真实存在, 气韵如意, 竟然可以改气韵, 操控气韵, 绝对是至宝, 当然, 想要改气韵, 操控气韵, 哪怕有气韵如意, 也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实力, 实力越低, 操控的气韵, 更改的气韵越弱, 实力越强, 操控的气韵也就越强, 楚旋继续修炼, 同时向心也在为天道计划的通讯符, 稳步推进中, 黑月楼暂时没有更高的楼主前来, 被其他州的大势力限制住了, 不过, 跨州的通讯符, 已经售卖到其他州, 各大势力都购买了, 尤其是组队探险的, 更是人手一枚通讯符, 如今, 通讯符更不应求, 太火爆了, 而炼制之法, 向心也将几种通讯符炼制之法, 传播到了黑月楼, 某些大势力安插在黑月楼的探子, 已经悄悄获得一两种通讯符炼制之法, 只有自己炼制的, 才是真正的安全的, 楚旋很懂这些大势力的心思, 他们都害怕通讯符存在后门, 会被窃取讯息, 然而, 他们不知道, 哪怕他们自己亲自炼制的通讯符, 依旧摆脱不了天道府的掌控, 这就是天道计划, 一切皆在天道掌控之内, 天道洞察一切, 天道计划影响太大, 除了楚旋自己, 不会让任何人知晓, 把玩的气韵如意, 楚旋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苏仙儿来自中州, 却并非承载中州气韵之人, 是否可以通过气韵如意, 更改苏仙儿的气韵, 让他成为中州的气韵之女呢? 如此一来, 北域五州中, 就只剩下东州气韵之子, 不属于自己的门下, 楚旋决定尝试一下, 气韵如意挥动, 朦胧的光滑闪过, 一道旋之右旋的意韵, 飘洒而出, 落在苏仙儿身上, 楚旋操控着气韵如意, 想要将苏仙儿的气韵增强, 并且进行蜕变, 成为中州气韵之女, 煞世间, 只觉得神力疯狂消耗, 神魂之力也在消耗, 速度非常之快, 不比使用寻道竟差多少, 楚旋暗暗吃惊, 更改一周气韵, 难度太大了, 最终楚旋只能罢首, 消耗不起, 更改一周气韵, 收起气韵如意, 楚旋恢复消耗, 心里好奇, 中州的气韵之子, 究竟是谁, 脑海里, 情不自禁地, 浮现出一个荒诞的念头, 该不会是苏仙儿的那个未婚夫吧, 苏仙儿就是因为他, 才逃离中州的, 原因是他被逼下架的人, 长得丑, 而且性格不好, 名声不佳, 气韵之子里, 会有丑八怪吗? 楚旋陷入了沉思中, 不论是丁月, 王洛, 肖良, 长得都不丑, 象星只是骨骼怪, 天生活骨, 他的相貌同样不丑的, 难道苏仙儿那个未婚夫, 不是真的丑, 如果真是他, 那就有点意思了, 楚旋心中暗笑, 以苏仙儿的修炼速度, 以及他所拥有的底蕴, 丝毫不比气韵之子差, 而且, 身为自己的侍女, 岂会输给气韵之子? 楚旋继续修炼, 发到聊天群里的人, 终究太少了, 而且, 大部分都是红元初的熟人, 只有殷空一对陌生人, 而且, 是群里的小虾米, 实力最渣的一个, 估计殷空在群里聊天,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三天后, 楚旋正在使用寻道镜, 探寻道镜强者, 突然, 系统的奖励来了, 你的弟子王洛, 在北周炼丹大赛上, 装逼打脸, 震动北周, 扬眉吐气, 气韵提升, 奖励阵运刀顶, 北周炼丹大赛落幕了, 王洛成功装逼打脸, 强势崛起了, 楚旋放下寻道镜, 取出亏天镜来, 连接上王洛所在的印记, 画面中, 王洛站在炼丹台上, 手中托着一枚天丹, 以毕竟修为炼制出天丹, 怎能不震动北周, 炼丹台上, 强者聚集, 都是北周各大势力的顶尖强者, 其中有人脸色阴沉难看, 不少强者对他抛来讥笑讽刺的目光, 那人必然是王洛的强者了, 王洛一套装逼打脸, 果然是让王洛脸面尽湿, 被摁在地上摩擦了, 王家主, 我王洛与王家, 可是没有丝毫关系, 你没有资格, 对我指手画脚, 对, 王小友说的对, 你王家都把人驱逐了, 就已经不是你王家人了, 一位老者笑呵呵道, 对的, 对的, 王小友不是王家人了, 其余强者纷纷附和道, 王家主气的浑身气势爆发, 一副欲要动手杀人的样子, 王家主, 这里可不是王家, 炼丹台上的一位中年男子, 气势凌厉, 直接锁定王家主, 北周炼丹大赛的规矩, 不容破坏, 北周某个炼丹大宗的强者, 弘扬凝声道, 王家主心中一灵, 好几道气息锁定了他, 若是他敢动手, 这些人为了拉拢王洛, 绝对不会手软的, 心里懊悔不已, 王洛的炼丹天赋, 竟然如此惊人, 毕竟修为, 炼制出天丹来, 这是何等恐怖天赋啊, 凭他这一手炼丹术, 无数卡在尊敬巅峰的强者, 都会求到他头上, 哪怕是天境强者, 也会把他奉为做上兵, 况且, 他本人突破天境, 几乎是毫无问题的, 王家损失太大了, 而且, 经此一事之后, 王家将沦为北周笑柄, 甚至是整个北域的笑柄, 可以预想得到, 只要王洛一天不死, 王家就在无出头之日, 在王洛与王家之间做选择, 只要不是傻子, 各大势力强者, 都懂得如何选择, 死子必须死, 王家主心中杀意凛然, 打定主意, 一定要寻击, 将王洛这个大患出去, 楚玄没有继续看下去, 王家会有行动, 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王洛自然清楚, 其余势力也明白, 甚至, 他们还会怂恿王家出手, 得到王洛危机之时, 再出手相助, 如此一来, 就能够拉拢到王洛了, 不管哪个势力, 拥有王洛这等单道天才, 实力都会得到提升, 楚玄关闭亏天境后, 领取系统奖励, 一尊道则缭绕, 宛若大道凝聚而成的小顶, 出现在了手中, 振运到底, 大道道则缠绕, 可恋单, 恋至一切, 镇压气韵, 是一件强大的气韵质宝, 算是欲如意, 如今楚玄手里, 有两件气韵质宝了, 一件改运, 一件镇运, 楚玄愈发坚定, 气韵之子果然是需要放养, 才能够得到成长, 才更容易触发系统奖励, 向心目前实力上低, 而且天道计划缺不了他, 否则楚玄也会把他派出去, 弟子还是少了呀, 必须多找几个巨大气韵的弟子才行, 楚玄正要继续寻找道境强者, 苏仙儿脸色不太对劲地走了过来, 先生, 不知道为何, 这两天我感觉有些心绪不宁, 似乎有什么东西, 要离开我似的, 你敢相信, 这只憨态可居的小老虎, 竟是天虎族老祖, 落尽十六关的绝世霸主, 如今却被男主抢拉进群聊, 只为进群活跃活跃气氛, 带带节奏, 就在刚刚, 得知苏仙儿浑身难受的楚玄满怀关心,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情况的, 很多天了, 开始没在意, 以为是修炼过急导致的, 但是最近感觉越来越不对劲, 那种感觉就是, 很绝望, 小丝装扮的苏仙儿, 楚楚动人, 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 此刻正认真的回忆着那种感觉, 楚玄眉头微微一皱, 难道是自己前几天, 用气韵如意增强仙儿的气韵导致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遭到反噬的应该是自己才对, 为什么会是仙儿呢? 此刻, 苏仙儿身上似乎缭绕着什么, 正在影响着她, 不对劲, 只见楚玄双眸惊光闪烁, 天惊神童, 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错综复杂的一缕缕摩斯背后, 竟显现一双无形的手掌, 似乎要完全吞噬苏仙儿, 原来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楚玄发觉, 苏仙儿的气韵, 受到未知影响, 似乎意图削弱与夺取她的气韵, 能有如此手段, 并且还特意选择苏仙儿来抽取气韵, 看来这背后之人, 很大概率是仙儿曾经的宗族, 苏家, 对于气韵之道, 楚玄之道的并不多, 气韵玄之右玄, 哪怕是道径强者, 也无法掌控, 无法窥测太深, 除非是气韵一道的强者, 当然也有可能, 是仙儿以前逃婚所得罪的另一大势力, 大前宫, 苏仙儿可是大气韵者, 并且是特殊的太阴玄体体制, 想要影响她的气韵, 并非容易, 究竟是谁, 以什么手段影响苏仙儿, 楚玄突然面露凶色, 目光中闪过一丝杀意, 算了, 我楚玄可不管你是谁, 既然敢招惹到我, 那就做好行身俱灭的准备吧, 另一边, 远在中周的大前宫内, 一鸣鼻子坍塌, 嘴有点歪, 眼睛不对称的青年男子, 怀揣一颗发着光的神秘宝珠, 心里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 苏仙儿, 当初娶你是看得起你, 还跟我玩逃婚, 不知天高地厚, 这次, 有了你们苏家提供的气韵宝珠, 看我不抽光你的气韵, 废了你的道徒, 到时候, 你就乖乖地求着我娶你吧, 突然, 似乎随时都会暴体, 啊, 这是什么情况, 丑陋青年一声惨叫, 大厅里轰着一声巨血, 整座宫殿都随之震动起来, 一鸣老嘴, 嘴角咳出鲜血, 看来伤得不轻, 怎么回事, 我是要走火入魔了吗, 老嘴乃是苏家祖老, 此刻正痛苦地回忆着, 刚刚到底哪里出错了, 抬头见苏家家主也赶了过来, 他脸色极其名重且难看, 你们怎么来了, 祖老, 是大前宫传来紧急消息, 说是大前宫那位, 重伤残废了, 气韵宝珠也碎了, 家主慌忙禀告, 再见族长, 此刻已是神色大变, 这是遭受到了反噬, 更恐怖的是, 气韵宝器竟然炸碎了, 这可是苏家的质宝之一啊, 虽然只是宝器, 然而这可是气韵宝器, 凡是与气韵相关的, 都是质宝, 可震气韵, 苏家失去了震气韵的宝器, 一旦遭遇劫难, 失去气韵宝器振运, 损失将会暴增, 其中一位祖老气的直瞪眼睛, 借什么气韵宝器, 去夺那丫头的气韵, 逼她回来, 如今如何收场, 苏家主阴沉着脸, 气韵宝器破碎, 大前宫必须有所表示, 否则这次的损失难以估量, 还有那可恶的丫头, 我们必须找到她, 带她回来, 按足规处置, 老者身形一顿, 大手一挥, 好了, 先不要管那个野丫头, 直接去找大前谈判, 必须拿回属于我们的赔偿, 还有, 我遭到反射这件事能不提, 就先别提, 这件事,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组长说完, 愤然而去, 看来那丫头的机缘非凡啊, 根本招惹不起了, 中周苏家的一幕, 楚玄与苏仙儿并不知晓, 楚玄却是知道, 意图干扰苏仙儿气韵的人, 绝对不会好过, 而苏仙儿也感觉现在好多了, 距离苏仙儿气韵兽干扰事件, 过去了半个月, 终于, 在这一天, 寻道静踏寻到了一个新的道境强者, 境念上的白点, 逐渐化作一只老虎的形态, 楚玄一正, 这次搜寻到的是, 非人族道境强者, 妖族的, 而且, 是虎族, 将这一缕气息, 挪入原初道经, 楚玄没有第一时间, 让对方出现在大道聊天群里, 而是先联系上, 了解一下对方, 某个不知多遥远的地方, 一座山头上, 趴着一只斑斓猛虎, 哪怕他只是趴着, 收敛了气势, 但那种凶悍, 霸道的气息, 依旧弥漫开来, 威风凛凛的样子, 只是, 他那微胖的脑袋, 抬起头来, 看上去给人一种憨憨的感觉, 骤人, 猛虎从睡梦中醒来, 发出一声咆哮, 谁? 虎太凶狠地扫尸四方, 展露自己的虎威, 虎爪子也露了出来, 寒光闪闪的, 刚才竟然有人摄取了他的一缕气息, 此刻, 他只觉得自己的盗运, 似乎与某物建立起了关联, 然而, 不论他如何探寻, 始终无法探查到内物究竟在何处, 是什么东西, 遇到强者了, 不过虎太不慌, 甚至为了鄙视对方, 只敢在背后搞小动作, 他依旧趴着不起身, 我虎太就是这么勇猛, 小老虎, 骤人, 有讯息传递而来, 在盗运中显化, 虎太将显化的讯息, 转移到爪子上, 此刻他抬起爪子, 看着上面的讯息, 气得咆哮起来, 爪子不断地拍打着山头, 虎怒瞪大, 杀意凛然, 我特么虎太, 天虎族老祖, 闹进十六关的绝世霸主, 你是何方鼠辈, 藏头鹿尾的, 不敢现身一件, 虎太愤怒的回应, 呵呵, 原来是天虎族的小老虎啊, 能够来到大道聊天群, 也是你的机缘了, 太气得拍爪子, 太可恨了, 竟敢藐视自己, 叫自己小老虎, 可恶, 不知道多少岁月, 未曾有人敢叫他小老虎啊, 孙子, 你给我等着, 要是让我逮到你, 指定没你好果之吃, 真是只暴躁的小老虎, 真是憨厚可爱啊, 就怕你来的时候好好的, 到时候回不去了, 主旋对于虎太的威胁, 那是丝毫不慌, 没有理会虎太的咆哮, 将他拉入了大道群, 旋即发了一条信息上去通告, 先给小老虎来个竞群的欢迎仪式吧, 小老虎, 祝你在群里玩得开心哟, 注意看, 女孩正在修炼一种奇怪的功法, 她将自己进入一个大木头, 然后紧闭双眼, 双甲微微放红, 正当渐入家境之时, 却被一只小老虎破坏了氛围, 女孩名叫飘若云, 乃是开道进大老红源出的大弟子, 就在刚刚, 沉寂已久的大道聊天群里, 嗨嗨, 你有新的消息, 请注意查收, 红源出正在专注于修炼, 并没有理会, 新朋友虎泰, 已加入群聊, 你们可以开始聊天啦, 飘若云也在忙于修炼一种特殊的功法, 但看到群消息提示后, 还是表示出了兴趣, 毕竟兴虎的并不算多, 阴空默默地看着, 内心在流泪, 来了一位新群友, 不对, 是个新虎, 只是不知道这次来的又是什么境界呢, 见大火似乎都在观望, 楚玄又介绍了一下虎泰的修为境界, 请大家热烈欢迎我们的新朋友, 萌萌憨憨的天虎族, 虎泰, 道径十六关, 进入大道群, 大家认识一下, 另一边, 虎泰进入大道群, 继续在咆哮, 而且还打算开地图炮, 我特么堂堂虎族第一人, 已经说我是萌萌憨憨憨, 我真特么会谢, 什么大道群, 你们是什么东西, 藏头鹿尾, 软称大道, 有种出来, 虎爷撕碎了你们, 楚玄嘴角抽了一抽, 这只老虎, 是个暴躁的憨憨啊, 但愿不会被人打死吧, 自己不知道道径强者, 都躲在什么地方, 其他人应该是能够找到的吧, 道径十六关修为, 在大道群里, 是道鼠第三的存在, 道鼠第一毫无疑问是楚玄了, 他连道径都不是, 原来是虎泰, 那只暴躁, 嘴臭的小老虎, 竟然还活着呢, 第一个说话的是飘若云, 红元初的大弟子, 是个女的, 听这语气, 是认识虎泰的, 虎泰气疯了, 竟然又有人叫自己小老虎, 看样子自己睡得太久了, 没有活动活动, 都忘了自己的虎威了, 不打听打听我虎泰, 虎爷的威名, 就你们群里这几个歪瓜裂走, 找死呢, 报上名来, 虎爷去撕了你, 哟, 你这小老虎, 嘴臭的毛病还没改呢, 要不要我飘若云, 再帮你改改, 飘若云正修炼到佳境, 心情大好, 我叫飘若云, 你可记得, 你飘若云算哪根葱, 跟我虎爷这找牌面呢, 气头上的虎泰完全没将这娘们放眼里, 你还飘若云, 我还杀尘暴呢, 等一下, 飘若云这名字, 怎么听起来有点, 有点熟悉的样子, 虎泰正要继续开吞, 骤然一个机灵, 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爪子不再继续拍山头了, 一双虎木瞪得老大了, 一动也不敢动, 虎泰, 你说话呀, 怎么没声音了, 飘若云缓缓睁开双眼, 还以为是信号问题, 再次重处了一遍, 虎泰, 你现在在哪呀, 咱俩叙叙就呗, 咱们好好的, 心平气和地聊一聊, 你说话呗, 飘若云怎么都想不到, 刚刚如此嚣张的虎泰, 此刻已不见虎影了, 原来, 他早已以迅雷不及而盗铃之势, 冲到了山脚的一处草堆旁, 抱头痛哭, 飘若云, 竟然是飘若云, 怎么又是飘若云, 这里边有飘若云, 一段久远的记忆, 逐渐浮现, 想当初, 我还是一只快乐的小老虎, 在属于我的森林中, 肆意地撒花, 蹦打, 直到那个女人的出现, 一开始, 自己也是抗拒的, 那个娘儿, 我虎泰的地盘, 岂是你这种小虾米能踏足的, 还不快滚过来, 给你虎爷磕几个, 是吗, 女子冷笑一声, 握紧了拳头, 阴沉着脸看着我, 随后就是一阵天弦地转, 还不等自己反应过来, 已被那名清冷的人族女子, 拎住了自己的尾巴, 小老虎, 别这么凶啊, 忽然把你的皮油, 见我不说话, 其实是还没清醒了, 她竟用那嫩白的手指, 戳了戳我的肚子, 看你这憨憨胖胖的样子, 很可爱啊, 你再重复一遍刚才的话, 无奈, 只得一边卖萌, 一边开始学猫叫, 仙女姐姐, 我再也不敢嘴臭了, 怂了, 怂了, 虎太几乎冒冷汗了, 竟然是那个可怕的女人, 我不是虎太, 我是虎太, 我是狐足的, 我是一只小狐狸, 不是小老虎, 虎太慌忙否认自己的身份, 虎太, 快告诉我你在哪里, 我去找你啊, 都不知道多少年没有见过你了, 有点想念了, 看来有必要找你谈谈心了, 飘若云继续道, 喵, 虎太彻底怂了, 不敢咆哮了, 乖乖地坐在地上指摇尾巴, 仙女姐姐, 人家刚才大脑缺氧了, 在胡言乱语, 您老人家可别放在心上哦, 红元初开口了, 若云, 他就是你当初抓回来当小猫养的那只小老虎吗, 是的, 师尊, 就是那只憨憨蒙蒙, 但有点暴躁的小老虎, 刘若云也不顾自己正在修炼的功法, 起身恭敬道, 当年我关这只小老虎, 暴躁且憨厚, 有大气韵, 果不其然, 能入楚兄的大道群, 其气韵深厚啊, 想起多年前的往事, 红元初不由感叹道, 师尊说的是, 这个虎太要不是气韵深厚, 以他那暴躁又憨憨的性格, 早就被人打死了, 飘若云很开心, 能得到师尊的认可, 忙招呼虎太拜见红师尊, 虎太慌得不行, 连那位恐怖的大佬也在大道群, 而刚才叫自己小老虎的, 是与那位大佬同层次的存在, 我好慌啊, 虎太觉得自己这个时候, 必须要耸一下, 他能够活到现在, 并且修炼到道径十六关, 除了机缘与天赋, 怂也是关键, 想当初, 为了活命, 他可是没少卖萌的, 虎太拜见红师尊, 我小老虎, 刚才多有冒犯, 还望前辈海寒, 吾不会与你这小老虎计较的, 但是楚兄引你入群, 可是你的大机缘, 还是拜谢楚兄吧, 红元初打心比里认可楚玄这位神秘大佬, 这种公共场合怎能抢了群主的风头, 红兄严重了, 咱们这个群, 主打一个沟通交流, 能来此群皆是缘分, 况且雌虎也是年轻虎, 出生虎毒不怕人吗, 简单回了一句, 继续保持沉默, 要有大佬风范, 大到群, 就交给这些晚辈去聊天, 见此情形, 虎太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下来, 多谢楚前辈谅解, 小辈, 一定戒掉口不择言这种坏毛病, 飘若云仍旧在追问虎太所在, 五方寸和西悬也加入了进来, 最后应空小心翼的参与话题, 她是群里的渣渣, 任何一个都能轻易碾死她, 所以格外谨慎于小心, 生怕一句话不对, 被人找上门来弄死了, 在大到群里, 她仿佛又回到了弱小之石, 在强者环伺的地方, 那种忐忑的处境, 晚辈应空, 拜见虎太大哥, 以后请多关照, 虎太双眼一亮, 原来自己不是最弱的一个, 还有一个比自己弱, 从最初的慌乱之后, 她冷静了下来, 飘若云无法通过大到群, 找到她所在的位置, 所以, 她是安全的, 好, 殷小弟啊, 以后虎哥照着你, 有什么不懂的问题, 尽管来找虎哥, 虎太很高兴, 大到群里, 随着虎太的加入, 热闹了一些, 虎太不仅暴躁, 是个憨憨, 关键时刻非常从心外, 还是个话牢, 群里说话最多的就是她, 或许是对大到群的兴起, 也可能憋得久了, 找到了兴起事物, 充满了兴致, 楚旋一直关注着大到群里的讯息, 三位开刀进大佬, 偶尔会说上那么一两句, 每当这时, 虎太都会卖萌讨好大佬, 果然是个虎精, 算了, 继续修炼去, 突然, 系统的奖励声响起, 你弟子王洛, 遭遇强敌追杀, 顿入北周古地, 得气运地气, 奖励顿物气运大盗, 楚旋一正, 王洛被追杀了, 没有触动自己给他留下的力量, 应当没有遇到致命的危机, 而且王洛很听教, 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依靠自己留下的保命手段, 话说回来, 被人追杀还能获得大机缘, 看来气运之子果然得放养, 楚旋没有继续查看王洛的情况, 对于气运之子而言, 危险意味着机遇, 不是那么容易死的, 楚旋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自己要是能把气运之子, 收集齐全, 系统会给什么奖励呢? 回过神一想, 算了, 还是看眼前吧, 饭要一口一口吃, 路还得一步一步走啊, 毕竟自己已经够飘了, 要学会知足, 这一次系统的奖励, 是顿悟气运大道, 气运大道飘渺莫测, 玄之右玄, 是诸多大道之中, 最难以修炼, 最难以顿悟于揣摩的大道之一, 楚旋很激动, 顿悟气运大道, 意味着他将获得气运一道的法门, 对于气运如意与阵运到底的使用, 愈发得心应手, 更能发挥出其威力来, 领取气运奖励, 煞时间, 楚旋进入了一种旋之右旋的状态, 恍惚间, 仿佛又来到了大道上, 这是一种玄妙的顿悟状态, 气运为何, 难以言说清楚, 旋之右旋, 无法准确说出,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楚旋从顿悟状态苏醒过来, 这一刻, 他对于气运有了了解, 有了一种旋之右旋的名误, 以自己现在的境界, 想要彻底参透此中奥秘, 真的是难如登天, 不过, 仅仅是在这里被气运熏陶熏陶, 也领悟了不少使用如意和道顶的门道, 何乐而不为呢, 思考间, 楚旋身上缭绕起了一道旋之右旋的阴暈之气, 仿佛可以左右一切的运势, 这就是气运大道, 楚旋感叹, 气运之道还玄妙, 也太强大了, 若是修炼气运大道大成, 可以避开无数危机, 不会再遭遇任何危险, 人在哪里, 哪里就会有机缘, 遇到危机时, 会有强者相助, 杀人不用亲自动手, 非常恐怖与玄傲的大道, 到那时, 我既是气运, 气运亦是我, 相亲相爱一家人都不陌生吧, 可是你见过三天两头就往群里拉动物的聊天群吗? 昨天是大老虎, 今天是小老虎, 明天直接拉进来一只九尾狐, 此群乃万古不灭永恒不朽俊逸无双大威大德无上至圣诸天万界第一大道尊楚玄创建, 表面上为了是方便至世上道境以上道有交流, 实则是忽悠大火, 为他的小世界提供源源不断的道运, 就在刚刚, 楚玄掏出万天境, 输入灵力, 开始随机连通各域, 最近为了探寻道境强者, 一直导不寻道境, 对万天境的使用频率减少了, 必须增加使用次数才行, 万一连通上了一个气韵之子呢? 画面中出现一片波涛, 楚玄关闭万天境, 再继续输入灵力, 汹涌的海洋, 连通过不少次, 每次都没有任何修复, 看到的都是一片汹涌的波涛, 这万天境怎么总是连接到大海, 难道是用的时间长啊, 要返场大修? 看我万能维修小妙手, 楚玄不清楚, 那汹涌的海洋, 究竟在九域的哪个地方? 既然总是连接到大海, 是不是系统在暗示我, 大海里有某种东西呢? 而自己却因境界不够, 无法探查其中奥妙, 若是果真如此, 那我真得仔细探探九域中的各处江河湖海了, 万天境, 嗨, 画面出现是一座光秃秃的小山头, 楚玄顿时觉得这个场景怎么会如此眼熟呢? 拉近一看, 那山头上趴着一只斑斓猛虎, 不会吧, 又是虎太, 万天境能连到它两次吗? 这憨憨虎的气韵这么离谱的吗? 山头上的猛虎, 与前世认知的东北虎很像, 只是体型更大一些, 但是仔细看看, 又感觉不是虎太, 这一只看着比虎太还要二, 看到老虎, 楚玄就不禁想起了大盗群里的虎太, 天虎族的老祖, 会耸昏麦蒙, 光秃山上趴着的老虎, 眯着双眼, 有气无力, 仿佛遭遇了某种挫折, 失去了奋斗之心, 这是一只选择躺平的老虎, 还是用天机探元术查查吧, 虎太这种憨货, 可不心多看啊, 楚玄第一时间, 探元秃山上那只老虎的来历, 虎天涯, 妖族霸主种族之天虎族前少主, 因懒惰, 不愿化形, 时常保持兽形, 遭到唾弃, 嗤之受性不改, 没有教化, 夺去天虎族少主之位, 因失去天虎族少主之位, 其未婚妻青椒族公主, 与他分道扬镳, 悲愤之下离开天虎族族的流浪, 天虎族气韵之子, 楚玄惊恶, 这就遇上天虎族的气韵之子了, 虎太的种族, 看着天机探元术里的信息, 楚玄不经无语, 这个虎天涯, 是个奇葩呀, 妖族哪有不化形的, 楚玄犹豫了, 要不要收虎天涯做弟子, 这个家伙, 不太正经啊, 但想到他天虎族气韵之子的身份, 楚玄又不想放弃, 毕竟遇到一个气韵之子, 是非常不容易的, 哪怕这个虎天涯不是气韵之子, 也是个气韵之孙, 憨点就憨点吧, 收了不算亏, 不过, 这胡子怎么还在睡呢, 到底在做啥美吗, 虎天涯双眼威闭, 只觉得虎生暗淡, 丝毫看不出奋斗之心, 他现在只想趴着, 再也不想动了, 少主置位被废了, 未婚妻也厌弃他了, 他觉得很委屈, 自己显露本体有什么错, 为何一定要化形, 但是一想到青椒公主, 那鲜细曼妙的妖枝, 那绝美的容颜, 就此与自己无关了, 再也没有机会一亲方则, 他就感觉心痛, 化形, 他也曾想过化形, 然而来自血脉深处的, 某一个老祖的传承, 让他选择不化形, 传承中, 天虎族只有保持虎区, 虎帽, 才是最安全的, 才是最强的, 一旦遇到强敌, 打不过的时候, 可以低头认怂, 还可以翻身露出胖胖的肚子, 显露自己的人畜无害, 而且还可爱的一面, 如此一来, 强敌都会不忍下杀手, 最惨不过是被抓住做宠物而已, 这一招, 尤其对女强者非常有效, 看着做梦都在认怂卖萌, 做出乖老虎模样的虎天涯, 楚玄都猛了, 你特么这么干脆的吗, 我还没开口啊, 还没有威胁啊, 还没有显露出一丝丝的气息啊, 你就认诵卖萌了, 不知道为何, 看着虎天涯这个卖萌的姿势, 楚玄总觉得很熟悉, 非常熟悉, 虎太, 大道群里的虎太, 每次只要开道进的三位说话, 他就是这么一副样子, 直接以道运, 凝聚出这个卖萌形态, 这特么是遗传的, 楚玄不禁怀疑, 莫非虎天涯是虎太的儿子, 但不可能啊, 虎太都不知道是天虎族的多少代老祖啊, 怎么会有个这么小的儿子, 而且, 虎太也不在天虎族啊, 楚玄总觉得, 虎天涯这任耸卖萌姿势, 绝对是遗传的, 难道是觉醒凡祖血脉, 使得血脉更靠近虎太, 因而得到了虎太的遗传, 很有可能, 小老虎, 可愿入我门下, 楚玄有些头疼, 收虎天涯做弟子吧, 这个家伙不化形, 就与一只老虎没区别吗, 收尾做齐吧, 太弱小了, 虎天涯疯狂点头, 还很萌地叫了一声, 楚玄顿时风中凌乱了, 你特么是老虎, 不是猫, 说话, 你是虎, 不是猫, 楚玄黑着一张脸, 师尊在上, 虎天涯拜见师尊, 不知师尊有何吩咐, 小辈都定当尽心竭力完成, 绝不敢辜负前辈半点, 这家伙倒是很机灵, 第一时间拜师, 很有虎态的风范, 行了, 赶紧给我变化成人形, 否则只能做做齐, 不能为徒, 楚玄黑着脸道, 是, 师尊, 虎天涯点点头, 做齐与徒弟之间的地位差距不言而喻, 虎天涯又不傻, 自然知道怎么选, 只见他身形晃动, 不一会儿, 一个虎头虎脑的家伙出现在了秃山上, 身上穿着斑斓的衣服, 看着化形后的虎天涯, 楚玄嘴角抽了一抽, 真的是虎头虎脑, 依旧保留着虎头的样子, 只是身形化成了人形, 别跟着虎太那套学了, 以后我就是你师父, 保证让你追回公主, 超越你仙族虎太, 不过再让维师发现你整卖蒙狗命的招数, 就拿你当做齐落, 好吧, 师父, 一子虎天涯再也不卖蒙了, 虎天涯低头道, 话音刚落, 你收了天虎族气韵之子为徒, 奖励庚金白虎爵, 不出意外, 系统的奖励来了, 自然是最符合虎天涯修炼的功法, 楚玄查看了一下, 庚金白虎爵的介绍, 修炼此法, 可以提升血脉, 蜕变为神兽白虎, 擅长沙法, 长庚金大盗, 哎, 这个胡子真不让人省心, 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歪, 不过, 距离自己极其气韵之子的目标又进了一步, 还是得抓紧啊, 天灵灵地灵灵, 气韵之子听我号令, 快来我身边, 走你, 一阵玄之右玄的仪式过后, 楚玄再次启动万天镜, 楚玄终于又搜寻到了一位道境强者, 看着镜面上显露的模样, 楚玄震了一下, 怎么肥事, 今天是跟妖族卯上了, 青青儿, 九尾青湖, 道境十七关的修为, 湖族老祖之一, 又是妖族, 而且是九尾狐狸, 一提起九尾狐狸, 楚玄脑海中, 就经不住浮现魅惑众生, 宴贯天下等的描述, 九尾的九尾狐狸, 是否也是如此, 看着寻道境, 楚玄心里遗憾, 寻道境无法探寻出道境强者的信息来, 否则, 一看就知道对方实力如何, 什么样貌了, 不过这回总算是个正经人了, 总来胡子可不好, 先拉进群吧, 欢迎胡族青青儿, 道境十七关, 进入大道群这个有爱的大家庭, 骚狐狸, 你也来了, 虎太瞧见是自己老相好, 口无遮拦的坏毛病又犯了, 虎太, 你找死啊, 这么多年了, 不刷牙吗? 还记得那个浑身排骨的老头吗? 是那个曾花一万年, 修炼至天境巅峰, 却仍被嘲笑是个废材的人长河, 今天, 他终于突破神境了, 就在刚刚, 楚玄惊奇地发现, 过去的一年, 竟有三百六十五天, 而且自己再也没有探寻到道境强者, 实力倒是提升了两重, 达到了神境五重, 稳之道泽领悟也愈发深刻, 并且可以初步使用稳之道泽之力, 令楚玄遗憾的是, 不论是丁月, 王洛, 还是魔佛, 都没有再为他触发系统奖励, 值得一提的是, 楚平凡已经突破到了真境九重, 正在为突破地境积累当中, 楚玄期待着, 他创造突破地境的记录, 届时奖励必然很丰厚, 暴洪燕来了, 想不到刚提拔他做了黑月楼南州的画室人, 就挖掘到了新情报, 楚玄正做着美梦, 听到门外传来暴洪燕的声音, 先生, 暴洪燕求见, 楚玄奖励他办事能力强, 让他进入小世界修炼了一段时间, 如今刚刚驻他突破到了地境, 同时传授了他脸新移型的秘书, 天道计划的实施, 各种手段, 暴洪燕出力不少, 而且能力非常出众, 因此, 得到楚玄的青睐, 允许他随时可以直接向自己汇报, 是挖掘到了, 黑月楼幕后之人的情报了吗? 院子里传来楚玄的声音, 先生, 属下办事不力, 黑月楼的真正掌控者目前还是毫无头绪, 听吧, 楚玄好奇起来, 那你今日前来, 是要汇报什么? 属下是来禀报战魔谷地相关情报的, 暴洪燕公进道, 战魔谷地, 是那几个小势力又在搞事情吗? 楚玄疑惑道, 如今, 整个北域都在天道计划的笼罩之下, 楚玄成为了幕后窥视者, 因此, 能够获知的精密事情, 就越来越多了, 先生高健, 兰州三中二国, 都与背后的势力, 通讯频繁, 商议着战魔谷地的行动, 北域各大势力, 也都开始为战魔谷地名额商议着, 为了决定名额的多管, 甚至决定举办一场名额争夺战, 由各大势力的青年才俊参与, 哪一个势力获胜多, 分配更多的名额, 当然, 散修也可以参加, 毕竟散修这么多, 强者也是有不少的, 完全将散修排除在外, 容易出乱子, 因此, 给出一定的名额, 安抚一下散修中的强者, 暴洪燕尽可能详细地汇报着, 心中暗响, 这几个势力也并非那般不堪, 还是有点小心机的吗? 随后决定让王洛和丁岳一起参加, 向心也参与进去, 毕竟涉及整个北域的大赛, 触发系统奖励的机会很大, 洪燕, 你的办事效率越来越高了, 进来谈吧, 听到楚玄亲切地叫自己洪燕, 并发出敬院的邀请, 报洪燕顿绝荣幸之志, 是, 先生, 最近, 南州几个势力的动向和影运, 有值得汇报的吗? 院内, 楚玄继续打听这些细节, 报洪燕也如是禀报, 没有太有价值的情报, 还是老样子, 互相安插卧底, 不过, 秦家的高层中有一人被大前功渗透了, 需不需要提醒一下秦家呢? 不用, 让他们自行处理吧, 我们不做干预, 毕竟不涉及到楚家的直接利益, 楚玄觉得没必要出手, 对了, 通讯服在北域的使用情况如何了? 北域各大势力的动向, 都在楚玄的掌控之中, 但还有一些个小势力, 楚玄无法确定, 于是开口问道, 得到报洪燕肯定的回答, 完全覆盖, 在北域就没有能瞒过主人的, 没有人知道, 他们认为的机密, 对于某人而言, 都不是机密, 看来, 天道计划, 在北域实施很成功, 洪燕, 此事你办得很好, 这是奖励你突破地镜的丹药, 楚玄随手扔过去一瓶地镜, 以供他巩固地镜, 多谢主人厚爱, 这一奖励直接惊呆了报洪燕, 要知道, 帝丹在整个南州都没有几枚, 更何况是如此上品的帝丹, 还是整整一瓶, 简单嘱咐了两句, 报洪燕便离开了, 楚玄悠哉悠哉地在院子里晒着太阳, 唱着小曲儿, 你记名弟子任长河, 领悟阴阳大道, 生死轮转, 突破神境, 奖励五百年修为, 系统的奖励, 突然而来, 任长河突破神境啊, 比喻想得要快一点点, 超越了南无佛陀, 成为楚玄作下, 第一个突破神境的人, 哎哟, 不错哦, 好事成双啊, 看来还得是老人了, 别看一直敲咪咪的, 却总能给我整点意外惊喜, 哈哈哈哈, 这必须得给老人夹鸡腿啊, 让他再接再厉, 楚玄去除万天境, 连接上任长河, 此刻的人长河精神了不少, 不愧是突破神境之人, 拜见师尊, 弟子任长河的师尊传授, 终于突破神境了, 万天境里传来任长河毕恭毕敬的身影, 长河, 你能突破神境, 重返青春, 为师甚是欣慰, 楚玄使出汉天神像, 一副神秘莫测的形象矗立在任长河面前, 任长河那是相当恭敬, 拜扶在地, 弟子信得师尊相助, 否则早已是甘师枯骨, 更遑论突破神境了, 为报师恩, 弟子今后定当尽心竭力, 愿效全马之劳, 长河有心了, 为师却有要事与你去办, 想起刚刚爆红燕提到的, 十年之后的战魔谷地名额之争, 楚玄不禁想为徒弟们上一重保险, 毕竟有神境压阵, 可保万无一师, 九玉动荡在即, 已于十年后, 前往北玉南州, 师尊, 九玉会有何动荡? 任长河当然不知小小南州的小小战魔谷地之事, 于是开口问道, 十年之后, 你自会知晓, 到时, 为师自有安排, 楚玄缓缓道, 这是神圆丹, 可助你巩固修为, 神境并不是你的终点, 这十年间你可要勤加修炼, 不可懈怠哦, 随即传递过去数十颗高阶神圆丹, 即便是任长河这样的修炼奇才, 都未曾见过如此之多的高阶神圆丹, 开心地悉数进收, 弟子, 谨记师尊教会, 好了, 为师还有其他事要忙, 就此别过, 楚玄正准备关闭万天境, 好学的人长河哪里肯放过请教的机会, 满眼渴望地看着楚玄, 那个, 师尊, 弟子还有些修炼上的琐事想麻烦师尊, 看黑板, 你弟子魔佛, 传播佛法, 度化十万佛图, 横行一方, 奖励大千化身数, 系统的奖励突然而来, 度化十万佛图, 楚玄吃惊了, 这小子这么犀利吗, 这才多久啊, 魔佛就度化了信徒, 而且还是十万, 化魔为佛, 真正地迈出了第一步, 取出万天境, 连通上魔佛, 魔余, 某个部落里面, 此刻, 部落中传来阵阵的诵经声, 佛光笼罩着部落, 驱散了晦暗的魔器, 在一处高台上, 一身赤红僧衣的魔佛, 盘膝而坐, 庄严肃穆, 高僧风范十足, 在下方, 无论男女老幼, 都非常的虔诚, 诵念着佛经, 此时, 他们正在度化自己, 将一身魔力转化为佛力, 改为修炼佛法, 魔佛已经递进六重的修为了, 来到这个部落已经半年, 想要在魔余传佛法, 化魔为佛, 他首先想到的, 就是魔余各地, 处于底层的魔族, 这些底层的魔余魔族, 血脉不纯, 天赋有限, 大部分突破地径, 就已经走到了尽头, 然而, 这是对于魔族的身份而言, 一旦有足够的悟性, 虔诚向佛之心, 其天赋是低不了的, 如此庞大的魔族底层, 专修佛法, 必然会出现不少对佛法感悟颇深, 修佛天赋卓越的人, 尤其是, 他亲自度化, 对于佛法的感悟, 以及虔诚都达到了一个不逼的境界, 毕竟, 不再是他们的上限, 突破天境, 也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 魔佛来到了部落, 对部落里的魔族进行度化, 传播佛法, 众生平等等, 不说全部化为佛族, 起码魔狱将会以佛族为主, 魔族衰落, 在夹缝中求存, 阿弥陀佛, 施主, 你与我佛有缘, 哪里来的秃头, 又在这里招摇撞骗, 在我们屯子里洗完脑, 又跑这里来了, 洞外传来一阵骂骂咧咧的声音, 引得部分意志力上部坚定信徒动摇了信念, 魔佛淡定道, 施主, 你这是冒犯我佛, 罪大恶极, 当放下屠刀, 皈依我佛, 方可喜去罪孽, 你腾了才最大恶极, 我们屯子的小姑娘也让你洗脑洗的, 现在都削发为迷了, 我去哪里找对象, 秃头, 拿命来, 带来者缓缓走近, 众人惊呼, 这不是咱隔壁屯子老李家的大儿子吗, 他这是抽什么疯, 怎么来这里捣乱来了, 再有, 你上个月把我表叔的城池给推平了, 还打得我表叔形神剧灭, 美其名曰, 超度, 我超你老啊, 原来小伙子竟是为前段时间被魔佛灭成了的城主报仇来的, 现在我已突破真境, 就是来找你抱着血海深仇, 你就给我乖乖受死吧, 死托子, 说话间, 小伙子手中真气凝聚, 蓄势待发, 我佛慈悲, 魔佛依旧面不改色, 轻轻叹了口气, 微微吐吐一掌, 掌心泛出淡淡的金色光环, 一道耀眼的灵力从光环中, 逃着小伙子射了出去, 我错了, 我错了, 我这就放下屠刀, 我这就皈依, 只是一瞬间, 小伙子变口吐鲜血, 毫无招架之力地飞向洞外, 魔佛看着洞口外的一团白烟, 依旧只是轻轻叹了口气, 恶弥陀佛, 善, 这手段, 惊呆了众人, 特别是那些不坚定分子, 太特么简单粗暴了, 这就是大威上佛的逆天手段吗, 渣都不剩了, 太恐怖了吧, 善哉善哉, 此恶徒口出狂言, 让我佛清静, 实在是罪过, 罪过, 魔佛在部落里住了下来, 部落里的人只能归来, 不能离去, 随即, 佛光笼罩部落, 诵经之声开始响起, 我已帮他做了物理超度, 现在请大家安静, 不要被话音刚落, 洞外不和谐的声音再次响起, 你这个妖言惑众的变态突驴, 敢害我家哥的性命, 我跟你拼了, 走近一看, 好家伙, 竟是老李家的小儿子, 这俩小子挺刚啊, 众人再次议论纷纷, 可不是吗, 这是要排队进祖坟的节奏啊, 只见那小子一手提着菜刀, 一手握着拳头, 站在洞口叫嚣着, 我已真敬二重, 你跪地求饶的话, 我还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些, 只见佛光绽放, 力量开出, 又是轰的一手, 直接送他兄弟二人团聚, 阿弥陀佛, 罪果呀, 看来是我做的还不够好, 不能让天下众生都感受到我佛大赦大悟的理念, 还要加把劲, 为普度众生再做努力, 魔佛此话一出, 直接惹得某些意志薄弱的, 容易动摇的人, 马上就被度化皈依了, 专修佛法, 魔力开始转化为佛力, 尝到甜头之后, 愈发虔诚了, 楚玄嘴角直抽抽, 不愧叫魔佛, 是真的魔性十足, 他在思考, 魔佛这种做法, 究竟对还是不对, 依照他这个形式风格, 怎么感觉不像佛, 更特么像魔呀, 他是要度魔为佛, 不是要变得比魔更魔, 究竟要不要纠正一下呢, 楚玄犹豫了, 最终决定, 暂时不去管他, 先查看系统奖励, 领取这个大千化身术, 看看效果吧, 大千化身术, 一面化万身, 典物为化身, 化身千万, 无处不在, 很强大的一门化身之术, 并非普通的分身之法, 修炼了大千化身术, 一人便是千军万马, 强大无比, 楚玄领取了奖励, 大千化身术灌输而来, 当即进入了玄妙的感悟状态, 领悟了大千化身术后, 楚玄心念一动, 身上的神力涌动, 煞时间, 一道化身出现, 化身实力拥有楚玄九成实力, 而且思维与楚玄统一, 战斗意识也是统一, 楚玄继续分化化身出来, 不一会儿, 辫子里就出现了数十个化身, 最弱的也有楚玄的六成实力, 分化了如此之多的化身, 楚玄自身感受到了神力与神魂之力的消耗, 不过一枚丹药下去, 很快就恢复过来, 这门大千化身术, 极其强大, 而是直指大道的大术, 分出化身对自身消耗不大, 似乎冥冥中, 每一个化身的主要力量, 都是来自于大道, 真是因为如此, 对于本体的消耗才会如此之小, 心念一动, 所有化身消失, 回归本体, 楚玄心里稍稍遗憾, 大千化身术固然玄妙与强大, 然而他的化身, 无法离开院子, 他不敢赌化身离开后, 不会被系统判定为结束了宅记录, 所以, 哪怕他有诸多以大千化身术搞事情的想法, 也无法实施, 大千化身术, 直指大道的大术, 寻常人是难以领悟与修炼的, 即便是道径, 想要掌握, 也是非常之难, 更别说, 像楚玄这样, 随心所欲分化化身出来了, 楚玄想到了自己的弟子们, 都是气韵之子, 擅长搞事情的家伙, 一门化身术, 非常适合他们, 半个月后, 楚玄突然获知了一道信息, 邪王庭一主了, 正确地说, 老邪王与小邪王, 下台了, 由邪王庭背后的势力, 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南州, 接掌了邪王庭, 那人, 来自混乱玉大邪宫, 乃是大邪宫邪子, 邪王庭背后的支持势力, 如今, 邪王庭一切由邪子说了算, 老邪王被赶去了混乱玉, 自生自灭, 而邪王表面上依旧是王庭之主, 实则已经没有任何权利, 估摸着处境不会太好, 最惨的是小邪王, 也不知道为什么, 邪子就是看他不爽, 严心拷打了小邪王好几天, 丢了半条命, 太凄惨了, 最后在一位心腹的舍命相救下, 逃出了邪王庭, 盾逃入茫茫大山, 不知所踪, 经此巨变, 王庭的邪修却欢呼了, 熟悉的王庭终于又回来了, 当初, 因为邪王心律法而崛起的邪修, 都遭到了排挤, 甚至被斩杀, 邪王庭的变故, 动静并不大, 似乎邪子不想这么快暴露, 邪王庭已经一主的事情, 表面上, 依旧是邪王在主事, 邪子非常低调, 楚玄确实知道, 这个邪子, 不愧是邪子之称, 论残暴, 不比当初的小邪王差多少, 邪王庭变故来得太快, 楚玄意识到, 南州即将迎来变动了, 当初为战魔谷地布局的人与势力, 都将开始出现, 在战魔谷地, 正式开启前, 进行一番争锋, 他不关心邪王会如何, 更不关心小邪王会不会挂掉, 一个月后, 楚玄正在修炼, 突然睁开眼睛, 邪王陨落了, 马上通过天道符探查, 终于得知了邪王陨落的原因, 小邪王是邪王的亲生儿子, 被邪子如此虐待, 残暴对待, 他这个父亲岂会不愤怒, 所以, 他心心念念要报复邪子, 终于找到机会, 突然出手偷袭, 结果, 邪王就陨落了, 彼此的修为差距太大, 哪怕是偷袭也无济于事, 楚玄摇摇头, 邪王是真的惨, 邪王算不得他的手下, 以目前的情形来看, 也是一枚无用的棋子, 死了也就死了, 没有人会为邪王报仇的, 而小邪王没有报仇的能力, 面对大邪宫邪子, 他区区一个落魄小邪王, 哪里来的实力报仇, 他又不是南州气运之子, 除非小邪王有大机缘, 能够逆势崛起, 否则报仇无望, 摇摇头, 没有继续关注邪王亭的事情, 修炼结束, 楚玄照例掏出寻道镜来, 探寻道镜强者, 已经很久没有为大道群里, 增加新成员了, 原初道镜的下一次蜕变, 已经快要到来, 增加一位新成员, 可以加速蜕变的过程, 镜面上指针转动着, 原本以为又要落空, 突然镜面上出现了一点幽暗的影子, 楚玄一愣, 为何是幽暗的影子, 是一个特殊的道镜强者吗, 心中无奈, 寻道镜无法探寻出道镜强者的信息, 只能照例先与对方接触上, 某个幽深阴暗的洞窟里, 一道如虚似幻的身影, 韩熙坐在洞窟里的石台上, 她的身体, 似神魂一般, 却又不是神魂, 在于虚实之间, 身上隐隐散发出一缕淡淡的阴冷气息, 骤然, 她身体凝实, 清理阴冷的脸上, 露出凝重的神色, 低声喝道, 谁? 一道温和的声音传来, 你好小友, 无欲大道中探寻有缘人, 小友有幸接触上, 不知小友来自哪一族, 修为如何? 听吧, 女子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你是何人? 无是一开道者, 小友可愿告知信息, 无有一大道群, 里面有开道道友, 亦有道境小友, 可愿进入, 声音温和, 没有任何敌意, 一副慈祥前辈的口吻, 开道者? 优素心中大振, 他在衡量着利弊, 究竟要不要接触, 这, 会不会是一个圈套? 最终, 他还是抵受不住, 与开道者结缘的大机缘诱惑, 开口道, 晚辈优素, 道境十三观, 来自优族, 优族? 楚旋没有听说过, 应该是小族, 只是, 有道境十三观强者存在的种族, 怎么会默默无名呢? 难道是因为太低调? 道境十三观, 在大道群里, 除了楚旋外, 属于倒数第二的实力, 即便如此, 依旧碾压了阴空, 楚旋都不禁为阴空默哀, 第一个进入大道群的人, 结果是垫底的存在, 优素小友, 那就进入大道群吧, 楚旋将优素移入大道群里面, 有新成员了, 来自幽族的幽素小友, 道境十三观修为, 楚旋在群里介绍了一下, 红元初竟然第一时间出现, 幽族? 上上道元大败, 在九域被灭了, 竟然还有道境存在, 若先接着开口, 既然上有道境存在, 上个道元, 为何不见幽族活跃? 莫非幽素小友, 是崛起于上个道元? 幽素心中一震, 他感应到了大道群里的成员, 他们显示出来的名称, 红元初, 人族红族, 树羊, 红元初的至交好友, 一眼看去, 全都是顶级强者, 实力都在他之上, 尤其是三位开道境, 那是传说中的存在, 幽素见过人族红族, 见过诸位前辈, 红元初敢开道, 上上的道元, 幽族也是强族, 尤其是附身之能, 曾有不少人族添骄, 被幽族附身, 制造了不少的麻烦, 幽素沉默, 当初幽族一位强大无比的仙族, 就是死在红元初手中, 幽素小友不必担心, 大道寄留幽族一线生机, 无等不会赶尽杀绝, 当初的恩怨, 都已烟消云散, 红元初接着开口道, 幽素松了一口气, 他就怕红元初等强者, 得知幽族未灭, 再次出手追杀幽族强者, 那绝对是灭岭之灾, 多谢红族前辈, 幽素慌忙感谢道, 阴空看着群里的讯息, 几乎要泪流满面, 又一个新成员入群了, 然而他依旧是垫底的那个, 群里个个都是大佬, 只有我是渣渣, 阴空仿佛感受到了, 大道对自己的深深恶意, 在进入大道群之前, 他可是老祖级别的存在, 强大无比, 讨好他的人不在少数, 道径三观的绝世强者, 进入大道群后, 道径三观, 只是稍微大一点的蝼蚁, 渣渣般的存在, 阴空见过优素姐姐, 阴空慌忙拜见新成员, 必须打好关系啊, 群里个个都是大佬, 指不定以后, 自己就要靠群友撑腰了, 尤其是那几位开道者大佬, 万一遭遇比自己强大的道径强者袭击, 可以把群里的靠山搬出来, 楚玄全程默默看着群里的聊天, 幽族, 上上的道员大败, 几乎被灭族了, 难怪, 有道径强者存在, 九玉却是没有听闻幽族的存在, 估摸着, 躲在某个嘎塔里苟延残喘了, 而且, 生怕被人知道, 彻底把幽族给灭了, 九玉漫长的历史中, 都不知道, 有多少种族消亡了, 又不知道有多少种族, 只剩下一点活种, 在苟延残喘, 如今统治九玉的, 世人, 魔, 妖三族, 楚玄不由地想到了魔佛, 自己搞得化魔为佛的计划, 若干年后, 魔族是否会如现在的幽族一样, 佛族顶替了魔族的地位, 妖族似乎与鼎盛之时相比, 也是出于没落状态的, 九玉, 如今唯有人族仍旧处于鼎盛状态, 这一个道元到了末期, 又会发生什么, 下一个道元, 会有新的种族崛起吗, 楚玄不知道, 道元的结束意味着什么,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他有种预感, 一个道元末期, 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绝对会发生大事的, 南州与东州的交界处, 茫茫大山中, 一道狼狈的身影蹒跚走着, 他苍白的脸上, 充斥着极度的愤怒与怨恨, 一双眼睛布满了血丝, 气息紊乱, 显然受了不轻的伤, 邪子, 小邪王咬牙切齿, 面容都因为愤恨而扭曲起来, 手掌紧紧地攥着一枚通讯符, 上面的讯息, 告诉他邪王陨落了, 邪子, 我一定要杀了你啊, 小邪王咆哮着, 痛哭着, 继续奔逃着, 然而, 感受着身后越来越危险的气息, 他绝望了, 以他目前的实力, 与重伤之躯, 根本逃不脱, 扑呲, 突然, 脚步亮呛, 一口鲜血喷出, 眼前, 出现了一道虚幻的身影, 似乎是一道神魂, 却又与神魂不同, 小邪王瞳孔一缩, 慌忙站起来, 警惕着前方的那道身影, 身影逐渐凝食, 一个苍白脸色的青年男子, 出现在他面前, 看着小邪王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小邪王心中暗惊, 青年男子看起来像是人, 然而却又没有人足应有的气息, 身体上隐隐散发出阴冷的气息, 并非人足, 小邪王向后退去, 被青年男子充满了忌惮, 他现在重伤之躯, 容易被成人之危, 也不错了, 借这个身份, 探查一下也是不错的, 青年男子喃喃自语了一句, 接着, 身影画作一道虚幻的影子, 突然朝着小邪王扑来, 滚开, 小邪王抬手轰出全力一击, 然而攻击直接从虚幻的人影身上穿过, 根本没有阻挡住对方, 扑, 下时间, 小邪王感觉自己似乎被什么东西附身了, 身体逐渐失去掌控, 精神意志都遭到了禁锢, 似乎下一刻, 精神意志都要被吞噬同化, 小邪王心中骇然, 对方施展的究竟是什么手段, 竟然可以附身, 强烈的危机袭来, 若不采取行动, 他很快就要被禁锢, 成为被附身的傀儡, 吼, 嘀吼一声, 发出受累般的咆哮, 小邪王眼中狠立之色一闪, 趁着身体还没有完全失去控制, 抬手插入肩膀, 鲜血涌出, 燃血, 炼血, 化血, 血练, 血红的气息, 瞬间将小邪王笼罩, 体内的血液, 似乎在沸腾, 一股血练之力, 作用在己身, 小邪王虽然修炼的不是邪功, 然而身为小邪王, 又怎么可能, 真的不懂邪功呢? 危机时刻, 小邪王直接以自身鲜血为影, 施展血练秘术, 将血练秘术作用几身, 刹那间, 小邪王就感觉自己的生机在流逝, 精神抑制在焚烧, 似乎随时都会湮灭, 狠立之色闪过, 掏出一枚血红的丹药符下, 双手再次在身上插出几个血孔, 血练, 练血, 练肉, 练神, 小邪王体内, 传出惨叫之声, 与此同时, 小邪王只觉得, 自己的血肉, 精神都要被练化了, 在他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 体内涌现出一股力量, 修补他的血肉与精神抑制, 那是炼化附身之人, 所带来的力量, 感受到附身之人, 似乎想要逃离出来, 小邪王眼中满是疯狂之色, 灵力涌动, 食指在身上狂点, 禁锢, 直接以灵力, 禁锢自身, 阻止对方逃离, 快放我出去, 疯子, 你是个疯子, 你也会死的, 小邪王不为所动, 并且疯狂进行血练之术, 同时还咬牙不断量呛前行, 炼化内附身的怪人之后, 他感觉自己的肉身发生了变化, 有一种要化为虚幻的感觉, 似乎血炼了怪人, 同时获得了怪人的一些诡异能力, 只是, 那诡异的能力, 非常微弱, 几乎不可察觉到, 小邪王呼呼喘着粗气, 伤势又重了, 一身血液, 直接蒸发了三分之一, 伤上加伤, 并且损伤了根基, 似乎断了突破递进的希望, 小邪王咬着嘴唇, 心神间充斥着绝望的情绪, 如何报仇血恨, 他茫然了, 回头看去, 要不要去秦国一趟, 临死前, 见一见他也是好的, 但, 能不见到他吗? 小邪王欺然一笑, 迈着蹒跚的步伐, 继续前进, 突然, 脚下一空, 整个人摔了下去, 眼前出现了闪耀的光滑, 将他给笼罩了进去, 意识最后一刻, 小邪王看到自己被光滑卷入了一座古朴的宫殿里面, 不知道过了多久, 小邪王从昏迷中醒来, 抬起头, 发现自己身处一座宫殿里面, 四周寂静无声, 感受着身体的虚弱, 小邪王强忍着浑身的痛楚, 爬起身来, 宫殿里布置非常简陋, 前方是一张石桌, 上面摆放着瓶瓶罐罐, 似乎还有一本书册, 小邪王呼吸急促了起来, 自己遇到机缘了, 这里是强者留下来的传承之地, 他激动的流泪, 似乎看到了自己崛起的希望, 看到了复仇的希望, 蹒跚着走到石桌前, 仅仅是走了这么一小段路, 他都感觉到了疲惫不堪, 双腿发软, 可想而知, 伤到了何种程度, 小邪王一屁股瘫坐在石椅上, 看着石桌上摆放的瓶瓶罐罐, 以及一本书册, 首先查看疗伤丹药, 他惊喜地发现, 丹药之中, 竟然有恢复受损根基的丹药, 更有提升天赋的丹药, 大机缘啊, 小邪王激动地流泪, 从石椅上站起来,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前辈, 晚辈一定会继承你的传承, 不会剁了你的名头的, 咚咚咚, 小邪王磕了三个响头, 表示对这位前辈的感激之情, 重新做回石椅上, 颤巍巍地伸出手, 拿起一个药瓶, 拔开塞子, 倒出一枚丹药来, 这是一枚具有补血, 补元气的疗伤丹药, 是一枚地丹, 对地境强者, 都有着非常强的作用, 小邪王不过是真境武者, 一枚地丹下去, 亏空的鲜血, 很快就能够滋补回来, 扶下丹药, 小邪王盘西坐在石椅上, 开始炼化药力, 嘴里喃喃自语, 邪子,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会杀回去, 我一定会杀的你的, 你是大邪宫邪子又如何, 我小邪王, 有此天大的机缘, 将来灭掉你大邪宫, 也未必不可能, 前辈, 你的再造之恩, 我小邪王毕生不忘, 无论你有任何遗愿, 我穷其一生, 都会为你完成, 小邪王感激涕零, 看着石桌上的秘籍, 他充满了期待, 前辈留下来了何等绝世功法, 哦不, 应该要称呼世尊才对, 说吧, 激动地伸出手, 拿起石桌上的书册, 辟邪先经, 先经, 超越传说中神法的功法, 小邪王激动地手都颤抖了起来, 翻开秘籍, 映入眼帘的, 是八个大字, 欲练此功, 挥刀自功, 注意看, 男人十年寒窗苦毒, 今朝竟要他挥刀自功, 粉红男乃天下第一邪叫小邪王, 看到那八个字的时候, 他整个人都沙雕了, 脑子嗡嗡的, 这就是大机缘, 要自功才能修炼的功法, 双手颤抖得更为厉害了, 双眼都红了起来, 死死地盯着秘籍上的字, 欲练此功, 挥刀自功,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斩根绝念, 明大毅力, 修觉事法, 要斩根绝念, 小邪王脑海中, 浮现出那一道曼妙的歉意, 那绝力的容颜, 怎么舍得斩根绝念, 然而, 脑海中, 又浮现出, 被邪子百般羞辱折磨的情景, 以及邪王为他报仇而陨落, 不斩根绝念, 如何报仇血恨, 两难的抉择, 小邪王内心万般痛苦, 面容都扭曲了起来, 闭上眼睛, 脑海中一边是楚云的英容笑貌, 一边是饱受折磨的痛楚, 以及陨落的邪王, 最终, 他选择了复仇, 没有强大的实力, 如何在南州活下去, 如何见得到楚云, 小邪王取出了一柄小刀, 刀非常的锋利, 闪烁着寒光, 一手解开了腰带, 举起小刀, 低头看了一眼, 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嘴里喃喃道, 好, 从此以后, 我只能默默守护你了, 但你放心, 哪怕我残缺了, 我依然爱你, 我依然会为你赴汤蹈火, 宝, 哪怕我斩根绝念, 依然改不了对你的爱与思念, 小邪王再次睁眼, 低头看了自己的小兄弟一眼, 做最后的告别, 眼睛一闭, 小刀往下一挥, 小邪王卷去着身体, 倒在了地上, 发出不似人生的惨叫, 鞋子,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也要把你切了, 宝, 我好想你啊, 小邪王扭曲着面容, 强忍着剧痛与内心的悲伤, 指血包扎腹药后, 坐回十以上, 目光炙热地看着辟邪仙精, 终于可以修炼如此绝世功法了, 翻开逆极, 怎么是空白页, 小邪王有了那么一点点不太好的预感, 继续往下翻, 终于, 有字了, 然而, 看到那字的瞬间, 小邪王呼吸急促了起来, 眼睛血红血红的, 泪水不断地掉落, 面容扭曲而尊明, 第三页上, 赫然写着, 若不自攻, 亦能修炼成功, 同样有小字注视, 不经红尘, 何以磨炼心境, 五只盖世强者, 无不是宝经磨炼, 断根绝育, 修此功者, 懦夫也, 啊, 混蛋, 老混蛋, 缺得玩意, 缺得玩意啊, 小邪王将辟邪先经, 摔在了地上, 疯狂咆哮着, 这会儿, 不只是蛋疼了, 而是身也疼, 肉也疼, 连精神一直都在疼, 他疯狂咆哮, 疯狂大骂, 伤口撕裂了都毫无所觉, 缺得呀, 他泪流满, 究竟是何等缺得的玩意, 才会搞这么一本秘籍来骗人啊, 小邪王疯狂地咆哮着, 咒骂着, 眼睛赤红, 眼泪狂流, 此刻的小邪王, 内心遭受了残暴的摧残, 内心的痛苦, 远远超过了肉体的痛苦, 哪怕被邪子万般折磨, 都没有此时此刻对他的伤害身, 两久之后, 小邪王喘息着站起身来, 双眼无神, 嘴唇蠕动着, 好, 我把自己给完废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小邪王挣扎着将屁鞋仙金捡起来, 坐回十以上, 身体残缺已成事实, 他只能忍痛接受, 多做着手, 翻开密集, 看到第一页, 小邪王感觉更痛了, 也懊悔自己, 为何不多翻几页呢, 怎么看了第一页, 就挥刀把自己给切了, 都怪邪子, 都是他, 使得自己被仇恨蒙蔽了心智, 才会做出这等愚蠢的行为, 必杀邪子, 小邪王咬牙切齿, 继续翻页, 翻到第四页, 上面写着, 若已断根, 懦夫也, 愚笨也, 若无断根, 心智齐全, 必有作为, 看到这里, 小邪王有点慌了, 这门绝世功法, 该不会是自切之后, 无法修炼的吧, 若真是如此, 那他岂不是白切了, 手哆嗦得更厉害了, 第五页, 磕头吧, 磕三个响头, 功法自现, 小邪王发出咆哮, 面容扭曲, 老混蛋, 却得玩意啊, 还要我给你磕头, 小邪王恨不得, 将留下秘籍的人, 给碎尸万段了, 咆哮了好一会儿, 只能无奈接受事实, 将秘籍放在地上, 双膝跪下, 这一跪, 就牵扯到伤口, 痛得他面容扭曲又争鸣, 磕了三个响头, 秘籍浮现出光芒来, 有字迹浮现而出, 小邪王拿起秘籍, 一页页翻看下去, 秘籍上的字, 宛若活过来一般, 不断跳跃着进入他的眼里, 诸多功法感悟浮现脑海, 不知道过了多久, 小邪王从感悟中回过神来, 看着手中的秘籍, 一脸复杂之色, 只是短短时间, 他就领悟了功法, 知道如何修炼, 宛若将功法的感悟, 直接灌输给他一般, 这等手段, 超乎想象, 这门功法很强大, 非常强大, 而且修炼到大成, 修炼到神境之时, 可以恢复第五支, 我一定可以恢复男二身的, 接下来, 小邪王开始疗伤, 只有伤好之后, 才能修炼, 同时, 将前辈留给他的武器取了出来, 绣花针与匕首, 看着绣花针, 小邪王陷入了沉思之中, 为何会是绣花针, 总觉得辟邪仙精, 似乎有点不太正经的样子, 小邪王气韵加深, 挥刀自切了, 奖励低血中生数, 楚玄正在修炼, 系统的奖励突然而来, 小邪王, 楚玄猛了一下, 小邪王竟然进入了自己布置的机缘秘境里面, 而且, 还挥刀自切了, 想到当初的恶作剧, 本以为不会有人这么傻, 看了一夜就挥刀自切的, 结果, 还真的有个傻子, 看了一夜, 就挥刀自切了, 小邪王这个残暴的变态, 喜欢手撕美女喂鱼, 结果亲手把自己的根给切了, 小邪王嘛, 那就一点愧疚都没有了, 小邪王自切, 这是他的报应啊, 就当是他的赎罪了, 查看系统奖励, 滴血中生数, 一滴血可重生, 当重生就有本体七成十例, 保留本体的天赋与一切能力, 完全就是重修再次崛起的不死秘术, 而且并非只能凝聚一滴众生之血, 而是可以同时凝聚九滴众生之血, 只要九滴血没有同时被摧毁, 本体陨落之后, 就可以重生, 若是九滴血都保存完好, 本体陨落之后, 将会选择距离本体最近的一滴血重生, 哪怕刚重生就被人干掉了, 第二滴, 第三滴会接续重生, 坦称是不死秘术, 楚玄惊喜不已, 小邪王自切的直啊, 为自己带来了如此强大的秘术, 领取了奖励, 除了为自己凝聚众生之血, 也可为别人凝聚众生之血, 楚玄把苏仙儿叫了过来, 给他凝聚了一滴众生之血, 先生, 这是什么? 苏仙儿一脸疑惑地看着楚玄手中, 从自己身上提取出来的血液, 总觉得, 这滴血与自己, 有着某种莫名的联系, 似乎蕴藏着某种未知的力量, 阿姨, 我不想努力了, 都说女大三道金砖, 你敢相信? 小伙子竟是直接抱了一座金山啊, 算算这究竟大了多少岁啊, 要是有这么一座金山送给你, 你会抱吗? 就在刚刚, 苏仙儿震惊地看着楚玄从自己身体里提取出一滴金血, 疑惑不已, 先生, 这是什么? 这是一滴重生之血, 一旦你本体陨落了, 你就会从这滴血里重生, 苏仙儿震惊不已, 这是何等手段? 先生, 那岂不是说, 有了这么一滴血, 我就不会死了, 理论上是这样, 不过你可不要以为这样, 就毫无顾忌, 把自己给弄死了呀, 楚玄瞥了他一眼, 接下来, 楚玄又为楚平凡, 楚云和象星, 各自凝聚了一枚重生之血, 有了滴血重生术, 门下的弟子, 几乎是不死的存在, 出去之后, 可以使劲浪了, 大不了死了之后, 重生再来, 楚玄琢磨着, 目前处境比较危险的, 当属魔佛了, 他在魔狱传播佛法, 很容易遭到追杀的, 有必要保证以下, 魔佛的生命不止才行, 若是有一天, 魔佛陨落了, 而没多久, 再次崛起, 他的敌人们, 恐怕会很恐惧吧, 与之相反的是, 是佛徒们则会愈发狂热, 修炼了佛法, 可以重生啊, 这个吸引力足够大了吧, 楚玄掏出万天境, 连通上魔佛, 为他凝聚了两滴重生之血, 一滴, 交给魔佛, 让他放到隐秘处, 一旦陨落, 他会靠着这滴血重生, 另一滴血, 楚玄传输了回来, 扔入了小世界里面, 没有继续关注小邪王如何了, 楚玄继续进入苦修之中, 争取早日突破道境, 你弟子虎天涯, 突破地境, 奖励百年修为, 系统的奖励突然而来, 楚玄一愣, 虎天涯突破地境了, 果然, 气韵之子必须愣, 只有如此才能快速提升修为, 领取了奖励, 百年修为, 对如今的楚玄来说, 只能算是增加一点积累, 不过在百年修为的灌输下, 刚好足够突破到神经六重, 楚玄继续修炼, 主要是吞服丹药, 增加积累, 一边感悟稳之道则, 轰轰, 骤然, 小世界发生了变化, 楚玄停止修炼, 抬头看去, 小世界正在扩张, 正在进行升级, 道运蓬勃弥漫小世界, 南无佛陀顺利突破神境, 楚玄估摸着, 元出道经下一次蜕变, 或许就可以, 以元出道经为路, 进入大道上, 再蜕变一次, 应该就差不多了, 楚玄目光炙热地看着元出道经, 一旦可以通过元出道经, 进入大道之上, 他在道经的修炼速度, 绝对是前无古人, 会开创道经修炼记录, 元出道经仍旧在蜕变当中, 宛若一条出生的大道, 正在成长, 蜕变之后, 会诞生新的能力, 大道群里的成员, 可以通过元出道经, 进行物品传输, 直接通过大道连接的方式, 传输给对方, 而物品上的一切原主人气息, 印记等等, 都会被洗刷掉, 通过元出道经里的成员气息, 重新印上物品接收方的气息, 可谓强大无比, 虽然他手上宝物众多, 能够入道经眼的, 数量还是不够多, 也不够稀奇, 能入开道经眼的, 估计没有多少件, 而且, 这些宝物, 楚玄才不舍得赠送给人呢, 除非可以翻倍转回来, 底蕴还是不够啊, 楚玄叹气, 元出道经的这个新能力, 暂时不能开放了, 等自己底蕴足够了, 对道经有足够的了解, 可以使劲忽悠, 也不用担心露线, 再开放新能力不迟, 有段时间没有用万天静连通个狱了, 也该试试运气, 能够遇到气韵之子, 在收入座下, 增加触发系统奖励的机会, 说吧, 万天静画面出现, 连通了一个怪事灵循古怪的山谷, 楚玄惊意不已, 山谷上似乎有一层波纹笼罩, 隐藏着未知的力量, 细细感悟之下, 竟与时光有关的力量, 下时间, 楚玄想到了传说中的时间匿境, 曾有大气韵者, 误入时间匿境, 能够进入时间匿境的, 无疑不是大气韵者, 基本可以确定, 是气韵之子无疑, 古怪上谷的波纹, 在一阵震荡之中消失, 两道身影出现在山谷里, 竟然是肖良与柳飘飘, 楚玄愣了一下, 玄机感叹, 肖良这个家伙, 是真的有大气韵啊, 万天静竟然第二次连通了他, 柳飘飘依然是神魂状态, 不过他的神魂强大了很多, 境界竟然提升到了天静五重, 肖良更是突破了地镜, 而且是地镜五重, 他身上缠绕着一根老藤, 皱巴巴的藤枝, 聊聊几片灰褐色的叶子, 老藤弥散着一股古老的气息, 仿佛存活了无数岁月, 楚玄认出来了, 那根老藤, 正是时光类的天才地宝, 曼藤, 曼藤生长的地方, 会形成一个时间加速的秘境, 而曼藤本身具有的能力, 则是可以使一切套进他的物体, 都缓慢下来, 包括攻击也是如此, 肖良竟然获得了曼藤, 虽然曼藤尚未认主, 也未被炼化, 然而认主是迟早的事情, 楚玄不禁感叹, 肖良这个家伙, 是真的气韵浑厚, 此刻在看肖良, 他似乎不仅仅是西州气韵之子这么简单, 极有可能, 是北域的气韵之子, 承载着北域的大气韵, 应该是他最近才获得的蜕变, 既然是肖良, 楚玄决定将他收入门下, 心里有点后悔, 当初就应该让肖良拜师的, 若是他当初拜师了, 进入时间秘境, 获得曼藤这等质宝, 绝对会触发系统奖励, 而且奖励的东西, 绝对不凡, 肖良必须收入门下, 楚玄有了决定, 当即显露出来, 当初创出记天地小树后, 就决定, 若是能够再遇到肖良与柳飘飘, 就将这门秘术传给柳飘飘, 如今正好将秘术传给他, 顺便收肖良为徒, 咦, 又是你个小家伙, 楚玄惊一声地道, 肖良抬头一看, 扑通一声, 就跪在了地上, 柳飘飘同样如此, 肖良心里多少有点紧张, 一只手攥紧了身上的曼藤, 这可是至宝啊, 那位前辈会不会动心, 心里忐忑不已, 拜见前辈, 不必多礼, 不必多礼, 楚玄和蔼可亲地笑道, 真是有缘啊, 竟然又见面了, 说着, 看向肖良, 你这个小家伙, 倒是机缘身后, 这牛逼的强者, 看上了自己的曼藤, 楚玄呵呵一笑, 不用紧张, 曼藤而已, 区区一株植物, 无入无眼, 既是有缘, 吴就帮你让曼藤认主吧, 说着, 挥手一道力量传输过去, 时光幻影的力量, 肖良只觉得, 一股玄奥莫测的力量, 附加在自己身上, 玄奥的力量, 似乎有些熟悉的感觉, 紧接着心中一震, 那不是时间力尽里, 存在的那种关乎时间的力量吗, 也是曼藤所具有的特殊力量吗, 心中亥然, 这位前辈太恐怖了, 挥手就可操控时间, 只是一刹那, 肖良便感觉, 与曼藤有了联系, 曼藤竟然以任他为主了, 多谢前辈, 肖良恭敬道, 这位前辈太强大了, 挥手之间, 就是时间之力, 让曼藤自己为主了, 省去了他无数的时间, 既再次相逢, 说明你我有缘, 可愿拜我为师, 楚玄开口道, 心里嘀咕着, 肖良这个家伙, 该不会以有了柳飘飘这个师父为由, 挽聚自己吧, 晚辈愿意, 肖良欣喜地磕头道, 师尊在上, 请师尊为弟子见证, 从今日起, 我与柳飘飘不再是师徒关系, 柳飘飘紧随其后, 也是恭敬道, 丙前辈, 小女子自知无能力教导良儿, 既然良儿拜你为师, 小女子无德无能再做他师父, 请前辈做个见证, 楚玄一愣, 这是什么操作, 而是打算做道理了, 肖良有主角之姿啊, 行吧, 吴就做个见证, 楚玄点点头, 肖良欣喜不已, 看向柳飘飘的目光, 有了别样的情愫, 柳飘飘被他看得欲脸微红, 楚玄无语了, 柳飘飘比肖良大了多少岁了, 特么已经不是暴金砖了, 而是暴金山了, 一旁的柳飘飘呢, 算是老牛吃嫩草, 好在都是修炼者, 寿命长的呢, 年龄不是距离, 楚玄看向柳飘飘, 你可有误, 柳飘飘一脸惭愧之色, 小女子愚笨, 未能领悟, 也算意料之中, 楚玄挥手, 将一本小册子传输了过去, 此乃记天地小数, 柳飘飘惊喜地收下, 多谢前辈, 楚玄看向肖良, 既然收他为徒, 自然要传他功法, 以及自己这一门的标配秘书, 正要以天机探元术, 探查清楚肖良的天赋与资质, 传给他适合的功法, 系统的奖励突然来了, 你收徒肖良, 因其气运蜕变, 承载北域气运, 奖励战道无极, 灭神兴芒, 果然, 肖良气运蜕变, 成为了北域的气运之子, 而且, 系统奖励的, 是一门比较特殊的功法, 战道无极, 这说明了, 肖良的天赋, 非常善战, 比丁月这个天星剑脉的天赋, 更加善战, 更懂得战斗, 长枪, 枪间绽放, 宛若一点心芒, 接着, 使出天机探元术, 肖良, 西周肖家弃子, 天生战谷, 战兴, 战魂, 看了肖良的信息, 楚玄只能感叹, 肖良这个家伙牛逼, 目前为止, 肖良是他弟子中, 最擅长战斗的弟子, 由于他修炼的功法缘故, 实力可能不如丁月等人, 一旦他修炼战道无极, 将会是弟子中, 战力最强的一个, 丁月都有所不及, 同境之中, 恐怕只有楚平凡, 修炼的极道之术, 才能与他争锋, 天生战谷, 战兴, 战魂, 简直牛逼的不像话, 为战而生, 收肖良为徒, 果然是个明智的决定, 北域第一位人亡, 极有可能是肖良, 战摸谷帝将斩落头角, 碾压无数天骄, 楚玄非常满意地看着肖良, 你既已入门, 为师便传你功法, 你如今修炼的功法, 尴尬, 肖良的功法是他传的, 也是他认为的, 目前为止最适合肖良天赋的功法, 这门功法, 在他那个时期, 也是赫赫有名的爵士审法, 然而, 到了这位前辈口中, 就变得太过低级了, 太过低级, 算是委婉的说法吧, 在前辈眼里, 应该是太垃圾, 多谢师尊, 肖良一脸期待之色, 师尊这等恐怖的强者, 会传给自己何等爵士功法, 柳飘飘传给他的功法, 不然强大无比, 然而不知道为何, 肖良总觉得, 这门功法无法让自己尽心, 楚玄抬手一点, 圣尸光环的能力, 附加在一道力量上, 直接将战道无极, 传入肖良的神魂之中, 肖良瞬间战役沸腾, 整个人仿佛都在蜕变一般, 战役几乎要化为实质, 就连一旁的柳飘飘都是无比惊骇, 战役几乎化形, 那位前辈, 究竟传给了肖良什么绝世功法, 肖良满脸享受壮, 感悟着战道无极, 半个小时后, 才从感悟中醒来, 他惊叹战道无极的强大, 只要修炼了这门绝世功法, 他自信, 自己的战斗力将会十倍增长, 多谢世尊传法, 肖良激动地磕了好几个响头, 起来吧, 既是为师弟子, 岂能寒酸了? 楚玄又将标配的各种秘术, 都传给肖良, 同时将灭神兴芒也传给了他, 当然, 为了太过引人瞩目, 楚玄动了一点手段, 这带了灭神兴芒的神采, 使得他看起来, 就是一杆普通的长枪, 肖良手持灭神兴芒, 心中愈发震撼, 外人或许看不出来, 灭神兴芒的强大, 然而, 他却是可以感知到的, 赶长枪, 是何等的强大, 绝对是神器级别, 甚至是神器之上, 肖良激动不已, 这就是拜师大佬的待遇吗? 他当初为了灵药, 为了一件宝器, 可是花尽心思, 历经千辛万苦, 努力修炼, 九玉即将进入大便, 唯有实力才能自保, 危机伴随着机遇, 莫要让为师失望, 南州会有机缘, 好好把握, 楚玄正准备结束联系, 突然看到柳飘飘眼巴巴的看着他, 便取出一件薄纱来, 传输了过去, 此乃神魂秘宝, 可保你神魂不灭, 你既已是神魂状态, 好好感悟祭天地小数, 恢复肉身只是小事, 多谢前辈, 柳飘飘欣喜道, 楚玄点点头, 柳飘飘都快成萧良的道理了, 指不定那一天, 也跟着叫自己师尊了, 不能太抠, 一件小小的神魂秘宝而已, 算不得什么, 将万天境印记, 落在萧良身上, 可以随时保持联通, 关闭万天境之前, 楚玄提了一句, 已有几位师兄, 他日相遇, 自然能认出来, 同门不可相残, 是, 师尊, 楚玄关闭万天境, 期待着萧良给自己带来惊喜, 这一次, 自己没有忽悠萧良, 这个弟子, 应该不会歪掉, 萧良没有离开山谷, 而是在山谷里, 修炼战道无极, 以及楚玄传的各种秘术, 柳飘飘则是修炼祭天地小树, 将神魂寄于天地, 这天, 楚玄宅在院子里, 坐看风云起, 距离收徒萧良, 过去了一个月时间, 系统的奖励突然而来, 你的弟子魔佛, 传播佛法, 度化百万佛徒, 奖励佛士一尊, 楚玄惊喜, 魔佛不愧是魔域气韵之子, 而且诞生佛心, 更是影响了魔域气韵, 果然会搞事情, 触发奖励的几率, 比所有人都高, 这才过去多久, 已经有百万佛徒了, 魔域化佛, 很有前途啊, 楚玄查看奖励, 佛士, 似傀儡而非傀儡, 可感众生佛念, 可进化, 当前实力神境五重, 不愧是系统出品, 果然非凡, 佛士, 一共两尊, 分为左右佛士, 楚玄将佛士领取了出来, 金身, 光头, 魁梧, 带着大佛珠, 威延肃穆, 穿着紧身僧衣, 肌肉囚结, 见过我佛, 佛士攻身行礼道, 楚玄点点头, 挥手让佛士进入小世界去了, 画面一转, 来到了南州与东州的边界, 一片茫茫大山之中, 小邪王曾经与幽族青年对战的地方, 一道虚幻的人影骤然浮现, 虚幻的人影, 逐渐凝实, 化作一个白发老人, 随着老人出现, 周遭弥漫着阴冷的气息, 幽族, 在这里消失了, 是附身失败, 本族, 会因此暴露吗? 这一道园, 即将结束了, 不能再等了, 我族必须抓住机会, 就从南州开始, 白发老者嘴唇张合着, 发出某种诡异的音波, 没过多久, 一道道身影浮现而出, 大族佬, 一众幽族成员, 聚集在白发老者身后, 只有一百多人, 他们有男有女, 也有孩童, 实力强弱不一, 其中白发老者最强, 一身气息, 游离在天境巅峰与神境之间, 只差半步便可踏入神境, 大族老看向身后的族人, 历经大劫后, 幽族在九域苟延残喘, 一百多名幽族成员, 已经占据了九域残存幽族的三分之一, 曾经强盛无比的幽族, 如今衰落至此, 我们幽族的机缘来了, 要想存活下去, 乃至崛起, 必须低调, 必须换一个身份, 等待时机, 大族老目光看向一众幽族成员, 大手一挥, 灵力凝聚出一张地图来, 正是南州的地图, 上面将各大势力都给划分了, 其中, 在秦伯的一处地狱, 刻意指了指, 仔细看, 手指的地方, 正是楚郡, 大族老开口道, 经过探查, 整个南州, 最合适我们幽族的, 就是楚郡的楚家, 我们此去, 是要附身楚家, 替代楚家存在于南州, 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们是楚家人, 往后, 以楚家的行为方式出现, 切不可暴露幽族的身份, 否则灭族就在眼前, 都明白了吗? 一众幽族成员齐声达道, 明白, 我们是楚家人, 楚家是我们, 从今往后, 幽族不在, 大族老非常满意, 我幽族, 苟延残喘漫长岁月, 九玉大都遗忘了我幽族, 只要我幽族低调, 以仁族身份出现, 必会等来崛起之机, 说着大手一挥, 灵力裹挟而出, 将身后幽族成员裹挟在内, 大族老身形一晃, 色消失在原地, 朝着楚郡而去, 便观南州, 楚家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家族, 低调, 实力不强, 并且在秦国又有着足够的安全, 不会遭到强大的势力打击, 最适合幽族附身替代, 无论是秦国, 大前帝国等其他大势力, 都有着其底蕴, 容易暴露幽族的身份, 幽族一共只有一百多名成员, 附身的目标, 自然是楚家的嫡系成员, 地位高的, 天赋优秀的嫡系, 大族老很自信, 以他的实力, 足以确保幽族无声无息附身楚家嫡系, 以后楚家, 将是幽族大本营之一, 楚家族地, 小院子里, 楚玄正在修炼, 骤然睁开眼睛, 露出惊奇之色, 有一股阴冷的气息, 快速接近楚家族地, 来者气息古怪, 并且实力不弱, 接近神境的存在, 他很好奇, 这等强者, 怎么又来楚家了? 你敢相信, 令无数人惶恐不安的童年噩梦, 鬼族, 竟是这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小伙子意外创大, 小伙子名叫楚玄, 就在刚刚, 他还在纳闷, 楚家实力不强啊, 而且现在很低调, 怎么也会被人盯上呢? 不过这次盯上楚家的, 似乎并不是人族, 还有, 那股子阴冷的气息, 非常独特, 而且那一道身影, 如同虚幻, 又似影子, 似乎并没有肉身, 难道是鬼? 楚玄第一个想法, 就是想到了鬼, 这不是与前世地球传闻中的鬼很像吗? 然而, 九玉没有诡异说, 对方瞬息已经来到了楚家族地, 正准备施展手段, 封闭楚家族地, 楚玄很无奈, 怎么又有人送上门来啊? 自从邪教消停了之后, 已经没有人杀上楚家的门了, 现在倒好, 一来就来个不弱的强者, 多亏了自己实力提升迅速, 否则再突破前遇上对方, 可就麻烦了, 还如此稳稳地宅下去, 幽族大族佬, 正准备施展手段, 将楚家族的封禁, 避免出现任何意外, 以及传递出讯息, 然而, 还没来得及动手, 只觉得毛骨悚然, 一股大恐怖的力量, 顺息而至, 将他包括他灵力裹挟的族人, 全都禁锢镇压, 原来是楚玄, 安稳地坐在小院子里, 一道神力幻化而出, 直接将来人禁锢镇压, 轻松拿捏, 完了, 大族老迷茫中带着绝望之色, 这个小小的楚家, 为何会隐藏着大恐怖啊? 人族的强者, 是不是脑子有病, 明明实力强大无比, 却低调地不像话, 关键时刻冒出来阴人一下, 当初也是这么一位人族强者, 突然冒出来, 因了幽族一次, 现在又来一次, 小院子里, 一众幽族成员, 瑟瑟发抖地站在大族老身后, 他们一脸迷茫与绝望之色, 大族老不是说, 此行时拿久稳的吗? 小小楚家而已, 怎么有点不对劲啊? 大族老都栽了, 完了, 我幽族要亡, 大族老也嘴唇哆嗦着, 身躯颤抖着, 原本看着虚幻的身体, 颤抖起来几乎要散开似的, 楚玄看着这一百多名幽族成员, 天机探元术, 幽族存在漫长岁月, 后在大劫中落败, 苟延残喘, 幽族大族老, 半神静, 欲赴身楚家成员, 谋夺气韵至宝, 等待崛起之机, 楚玄差异, 这就是幽族, 看起来与人差不多, 唯一的区别, 或许就是他们虚幻的身体, 像前世传闻中的鬼, 自己与幽族有缘, 寻到静探寻到了幽素, 把他拉入了大盗群, 现在幽族大族老, 带领着族人, 跑到楚家来了, 看着颤抖的幽族成员, 楚玄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九玉没有鬼的存在, 自己可以创造一个鬼族出来, 楚玄心动了, 只是, 要化幽族为鬼族, 并非容易的事情, 幽族虽然像鬼, 但终究并非鬼啊, 必须创立一门功法, 可以让幽族修炼, 然而化为鬼, 就如化魔为佛, 以晋级思动, 脑洞大开, 预化幽族为鬼族, 奖励黄泉古今, 系统的奖励突然而来, 楚玄欣喜不已, 触发系统奖励了, 慌忙查看奖励, 黄泉古今, 鬼之圣典, 神魂修炼此法, 可化为鬼, 幽族修炼此法, 可快速蜕变为鬼族, 楚玄看完黄泉古今的介绍, 惊叹于正门功法的怪异与强大, 若是九玉出现鬼, 那么在短期内, 将会使得诸多舞者惶恐, 难以应付, 眼前的幽族, 只有一百多名, 化为鬼族难度不大, 一旦化鬼成功, 那么自己坐下, 就有了鬼族手下供自己驱使, 楚玄心里嘀咕着, 从今以后, 我不但是佛祖, 还特么是鬼祖了, 看向幽族一众成员, 楚玄眯眯眼笑了起来, 见楚玄一个劲的傻笑, 大族老心中一等, 心里凉嗖嗖的, 有种大事不妙的预感, 似乎幽族, 即将消失在天地间, 这位人族大能, 我与同族, 只是路过, 大族老想要狡辩一下, 楚玄笑咪咪的安抚道, 不要慌, 无没有恶意的, 幽族啊, 楚玄叹了一口气, 故作深沉道, 幽族没有前途了, 任你百般谋算, 百般手段, 终究无法从大道中获得生机, 果然, 大族老脸色死灰, 这位大佬要灭幽族了, 咬牙道, 人族强者, 我幽族, 并非没有强者, 你真要灭我幽族, 不怕我幽族强者不惜一切代价, 普路人族, 事到如今, 他也只能硬气一点了, 楚玄摇头倾笑, 无可没有要灭你幽族, 另外, 你幽族强者, 无也认得, 见我也称一生前辈, 幽族大族老脸色变了又变, 前辈, 你若要责怪, 就杀我一人吧, 放过我幽族其他人, 留我幽族一条生路吧, 他怂啊, 连自己幽族的大佬, 都要称一生前辈的人物, 岂是他能硬气的, 无说了, 没有灭你幽族之心, 相反, 欲从大道之中, 为你幽族争取一线生机, 楚玄叹气道, 幽族, 欲夺大气韵崛起, 需去除幽族之名, 化为鬼族, 你可愿意, 只是换个名, 大族老小心翼翼地问道, 若是只换个名, 倒也没有问题, 虽然不叫幽族了, 但根依旧是幽族, 化幽为鬼, 可得大气韵, 鬼族强于幽族, 此乃你幽族崛起之机, 楚玄说着, 手指一点, 将关于鬼族的信息, 传入大族老神魂之中, 大族老身上阴冷的气息, 瞬息弥漫了一下, 好半晌, 才回过神来, 脸上全是震惊之色, 这就是鬼族, 有幽族的一些特性, 却又比幽族强大多了, 能力也更多, 若是真如上面介绍的, 鬼族将会和其强大, 只是, 鬼族的诞生, 与幽族不同, 神魂之体, 也可化为鬼族, 若是化为了鬼族, 幽族就真的不在了, 血又并非完全不在, 幽族的气韵, 依旧会被承载下来, 大族老动心了, 见大族老犹豫不决, 无法做出决定, 楚玄缓缓道, 幽族之名, 消失已是注定, 无等化为鬼族, 还能说是保留了幽族的根, 幽族, 过不了这一道远, 大族老心中矩阵, 他自然不会怀疑, 楚玄这等强者会欺骗他, 幽族过不了这一道远, 无法崛起, 只有化为鬼族, 才有一线生机, 大族老内心挣扎, 好半场又问道, 人族前辈, 你为何要救我幽族, 楚玄微微一笑, 无, 想救一个缘, 你幽族先祖, 与吴有缘, 你等来此, 不论目的为何, 亦是缘也, 无, 便保你幽族一线生机, 莫非你以为, 如今的幽族, 对吴还有价值, 好半场, 大族老语气复杂, 而又恭敬道, 前辈, 我等愿化为鬼族, 明智的选择, 楚玄对幽族的选择, 并不意外, 吴这便传你鬼族之法, 抬手一点, 将黄泉古经中的一些修炼之法, 传给了大族老, 接着手一挥, 将幽族众人挪入了小世界里面, 并且划出了一个单独的地方, 供幽族修炼之用, 那里是小世界的一个阴暗山谷, 正好符合修炼黄泉古经, 多谢前辈, 幽族众人纷纷败谢, 无论这位仁族强者心思如何, 没有灭了他们, 就值得败谢了, 接着, 大族老将黄泉古经的修炼之法, 传给幽族的每一人, 自此, 幽族便在阴暗的山谷里, 开始修炼黄泉古经, 一身灵力不断蜕变, 转化为阴森恐怖的力量, 大族老一开始修炼, 就意识到, 这门功法的强大, 不得不承认, 比幽族更强, 更有前途, 而且, 他们转化为鬼族成功, 将会成为天生的鬼族, 而非神魂修炼而来的鬼, 幽族想要强大, 必须要化为鬼族, 大族老目光坚定了起来, 画面一转, 来到一个阴暗的地窟里, 幽族正在修炼着, 一边关注着大道群的动静, 突然, 眉头一皱, 怎么回事, 为何我与幽族的关系, 出现了变动, 他皱着绣眉, 幽族并没有灭, 气韵反而出现了增强, 然而不知道为何, 他与幽族的关联, 出现了莫名的变化, 这种变化, 非常奇特, 哪怕他这个道境强者, 都捉目不透, 应该不是坏事, 气韵增强, 说明幽族变强大了, 扑松林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写了一辈子的鬼族, 竟是这个小伙子创立的, 而世上的第一只鬼, 便是眼前这个自愿从幽族转化为鬼族的小老头, 就在刚刚, 小老头率先完成了转化, 整个人变得阴气森森, 实力暴涨, 气韵蜕变, 一举踏入了神境, 从今日起, 全员进行贵族转化, 我族当以鬼族自居, 幽族已不复存在, 族仲接奉楚玄先生为鬼族, 有不从者, 按族规处置, 出场鬼族福利的大族老, 迫不及待的向族人宣告了鬼族一号文件, 仅尊大长老圣命, 众人无不应和, 摩拳擦掌, 蠢蠢欲动, 哇, 这种鬼族的气势简直不要太霸道, 我好喜欢, 大长老, 您刚刚转化为鬼族, 感觉如何, 同我们讲讲吧, 迫不及待的小女孩名叫幽儿, 记住她, 后面还会出现, 是呀是呀, 大长老, 我们都羡慕死了, 众人也是附和着, 无奈, 这位头发胡子早已花白了的大长老, 脑海中快速查阅着毕生所学形容词, 半晌, 支支吾吾道, 感觉异常清爽, 整个人都敞亮了不少, 并且已经踏入神境, 这些从来都不敢奢求的东西, 全是仰仗先生啊, 可以啊, 糟老头子, 最后还不忘拍拍马屁, 你创造了九域第一只鬼, 成为鬼族, 奖励风都秘境, 鬼王印, 楚玄欣喜, 创造出了九域第一只鬼, 果然触发奖励, 我怕是整个九域, 创造新种族的第一人了, 查看系统奖励, 风都秘境, 阴森, 恐怖, 鬼居之地, 独成一个小世界, 鬼族在此实力能够得到加持, 修炼速度倍增, 可升级, 鬼王印, 一枚七妃如墨, 白鬼缠绕图案的印章, 其中蕴藏着强大的道则, 可以镇压白鬼, 此印一出, 白鬼莫敢不从, 执掌了此印, 就等于执掌了风都鬼王之位, 也是风都鬼王的道兵, 这下好了, 鬼族终于有了自己的小世界与地盘, 风都秘境与传闻中的阴槽地府很像, 而且还可以升级, 也是时候去看看他们了, 各位, 别来无恙啊, 转眼见, 楚旋便来到小世界, 大祖佬来到了楚旋面前, 大夫在地, 拜见鬼祖, 不知鬼祖大驾光临, 属下实在是失礼, 阴气森森的大祖佬, 脸色苍白无血, 身上的气息, 极其阴森, 无形中给人一种惊悚的感觉, 楚旋惊诧地探着这个阴气森森, 非常恐怖的家伙, 让他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僵尸先生, 不过不能反映出很害怕的样子, 无妨, 无妨, 你为九玉第一只鬼, 无便赐你为第一任鬼王, 此应交于你, 此此应可号令群鬼, 等你族人全部转化完成, 我再赐予你等封地一处, 谢鬼祖大人恩赐, 这一刻起, 幽族大祖老成为的过去, 如今是封都鬼王, 对了, 我看你族中有个叫幽儿的, 颇具天赋, 等他转化完成, 让他来我院中见我, 楚旋一直关注着剩余幽族成员的情况, 在一众幽族中, 有一个少女, 引起了楚旋的注意, 他只有真净九重修为, 化为鬼族后, 竟然直接突破到了地境, 化为鬼族的速度, 比其他尊敬, 地境幽族强者都要快, 这意味着, 他对于皇犬古今, 有着特殊的天赋, 尊鬼祖大人圣灭, 鬼王恭敬地目送楚旋离开, 第二天, 楚旋正在院子里指导楚平凡练功, 平凡, 你要记住, 一山还有一山高, 可不要因为取得了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哦, 是, 十三书, 平凡一定会更加刻苦修炼, 绝不辜负十三书的期望, 楚平凡双眼透露着坚毅的目光, 突然, 一道柔弱的声音打破了男人间的谈话, 优二, 奉鬼祖大人之命, 前来拜见鬼祖大人,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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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理了, 看着从小世界传送过来的一道暗影, 楚旋心中暗喜, 才一天时间, 优二便完成转化, 果然是我看中的女人, 在一众优族成员中, 她的天赋是最强的, 可以重点培养一下, 十三书, 她是, 一堂的楚平凡一脸好奇道, 介绍一下, 这是优二, 鬼族的优二, 夹在二人中间的楚玄活四一名媒婆, 小女子优二, 见过公子, 在下楚平凡, 见过优二姑娘, 只是姑娘, 何为鬼呢, 第一次听说鬼这个事物, 已经长成小少年的楚平凡, 完全不知道害怕, 鬼就是我这样, 只见优二张开小嘴巴, 露出满嘴的小虎牙, 就要来一招恶鬼扑石, 楚平凡看着她, 容颜俏丽, 柔弱的样子惹人疼惜, 分明就是一个非常俏丽的女娃, 摊牌了, 也没看出来和我有什么区别啊, 我这样你都不害怕吗, 优二全然不知, 自己现在的样子纯属卖萌, 楚平凡握了握猛男小拳头, 我可是很厉害的, 姑娘你还是展示下真正让我害怕的东西吧, 楚玄摇摇头, 在一旁附和道, 优二, 你就让他看看你的真实实力吧, 我这个侄子确实很厉害, 听得优二一阵尴尬, 羞红了双颊, 随即阴沉着脸, 一副很认真的表情, 那就竖小女子无礼了, 话音刚落, 优二浑身爆发出阵阵阴冷的灵力, 似有万千鬼兵附身, 又似有千万孤魂野鬼尽数散去, 优二站于鬼眼正中心, 双拳紧贴双肩, 男男念着咒语, 楚平凡诧异不已, 这就是鬼吗, 确实有种阴森森的气势, 不过, 看起来也不怎么强吗, 不等楚平凡反应过来, 优二那边已然召唤出一只巨大的骷髅鬼, 暗紫色的道袍下, 让人一眼看不穿到底是多恐怖的存在, 随着优二一声令下, 骷髅鬼依旧使出一招恶鬼扑石, 朝楚平凡飘了过去, 绕着楚平凡转圈圈, 突然朝着楚平凡扑了上去, 施展鬼上身, 楚平凡果真是出生小孩不怕鬼, 面对自己从未见过的事物, 也是面不改色, 轻哼一声, 楚平凡只觉得浑身阴冷, 随时要失去对身体的掌控, 他大喝一声, 身上爆发出一股强悍的气势, 身体内刀光凛冽, 整个人宛若是一把刀, 而一直贴在他后背上的木刀, 也随着绽放出奇特的气息, 优二双眼茫然地被逼出了楚平凡体内, 优二身形化为虚幻, 消失在原地, 然而, 那灵力的一刀, 带着一种特殊的灵力, 非常之强大, 哪怕它化作虚幻, 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一声吼, 就把我的本体震退了, 优二猛了, 第一次施展鬼上身之术, 而且对比自己修为低的人施展, 竟然失败了, 好了, 平凡, 优二, 停止打闹吧, 你俩年龄相仿, 以后就在一起修炼, 免得鼓躁乏味, 楚玄及时站出来充当和世老, 生怕年轻气盛的二人摩擦出更猛烈的火花, 平凡, 你比我小, 以后记得叫解交, 优二不放过任何一个占便宜的机会, 一个月后, 所有优族成员, 全都化为了鬼族, 楚玄全程关注着, 毕竟创造新种族非比寻常, 还是重视些比较好, 你收下的优族不重已全部转化为鬼族, 你创造了九玉的新种族, 奖励因之道则, 系统的奖励来了, 竟然是道则, 因之道则, 这不就可以跟自己的稳之道相辅相成了吗? 化优族为鬼族, 果然是明智的决定, 楚玄为自己的机智点赞, 领取奖励, 一道玄傲的, 似不可见, 又似阴晦的道则, 浮现在他身上, 楚玄进入感悟之中, 细细感悟着英之道则, 发现系统奖励的英之道则, 比较奇特, 除了是阴阳之音, 更蕴含着阴险的道义, 一吻一鹰, 可以相互配合, 表面上吻如山, 背后悄悄阴人, 两条道则同时感悟, 同时修炼, 底蕴又得到了提升, 时间匆匆, 十五年之期到来了, 楚玄感叹, 时间过得真快, 一眨眼就宅了十五年了, 花了十五年时间, 从凡境修炼到了神境六重, 这等修炼速度, 应该可以羡慕死所有人了, 所以, 宅着好啊, 稳稳地变强, 你宅了十五年, 实力有了巨大的提升, 请再接再厉, 奖励寻道镜升级为混沌演道镜, 宅了十五年的系统奖励来了, 楚玄愣了一愣, 都宅了十五年了吗, 道则先放一边, 我看看这个寻道镜二点零版, 究竟有多牛, 混沌演道镜, 寻道镜升级而来, 具有演化天机, 大道, 探寻开道者, 古道者, 并获取被探寻者信息, 相貌之能力, 楚玄心心念念的功能, 终于是完善了, 以后探寻到强者, 不用去摸对方的信息, 可以直接获知, 被探寻者的身份, 修为与相貌了, 楚玄还注意到, 系统的介绍上, 出现了一个新的名称, 古道者, 开道者他已经知道了, 古道者又是什么, 开道时间更久远的先贤吗, 要多久远, 才会称之为古道者, 楚玄将混沌演道镜取出来, 整体与升级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只是多了一层混沌的气息, 试试看, 升级后的寻道镜, 探寻强者效率如何, 楚玄神力输入混沌演道镜, 刹那间, 只觉得神力与神魂之力, 带快速的消耗, 稳之道泽与阴之道泽, 也有道运流入混沌演道镜里面, 镜面上的指针转动了起来, 一圈又一圈, 就在楚玄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 镜面上出现了一个黑扁, 紧接着, 镜面上浮现出画面来, 一张黑色的石床上, 盘膝坐着一位默黑发须的老者, 浑身缭绕着漆黑的道运, 魔族, 是古道者吗? 随着画面出现, 混沌演道镜停止了摄取神力与道泽之力, 信息也在镜面中显示了出来, 魔徒, 魔族老祖, 古魔之一, 开道者, 已开道镜两个道元, 开道者? 楚玄惊喜不已, 混沌演道镜果然给力, 第一次使用, 就搜索到了一个开道镜, 这混沌演道镜不愧为升级版, 第一次使用就搜到了开道者, 并且用演道镜还显示出了魔徒的画面, 而魔徒一无所觉, 可见混沌演道镜的级别之高, 楚玄盯着魔徒陷入了沉思当中, 如此一来, 大道群里多一位开道镜, 元出道镜的下一次蜕变时间将会缩短, 距离通过元出道镜, 进入大道之上又进了一步, 楚玄没有与魔徒打招呼, 直接将他给挪移进入元出道镜, 如此一来, 也能够震慑一下魔徒, 火不其然, 魔徒脸色一变, 隔下何人, 魔徒脸色狂变, 在自己不自觉的情况下, 竟然将自己的气息与某物连接上了, 他更是无法追寻到对方, 是谁, 敢在背地里搞劳资, 你已加入大道聊天群, 介绍一下, 新群有乃是魔徒, 开道镜, 大家都认识一下, 楚玄在大道群里说道, 接着又对魔徒道, 此乃大道群, 魔徒道友有缘, 方能录得此群, 这里也有几位开道镜道友, 这是什么破玩意儿, 能在我无法察觉的情况下耍手段, 魔徒不喜欢这种被支配的感觉, 心生不爽, 隔下究竟是何人, 为何要用如此不堪的手段, 面对魔徒的质疑, 楚玄选择性失聪, 自己先不作声, 看看这魔徒能在群里和他们摩擦出什么火花, 顺便也威慑一下他, 见群主不说话, 魔徒立马开启暴走模式, 马德, 你再不出声, 我魔徒也不是好惹的, 魔徒, 魔族的暴夫, 红元初第一个出现了, 其他道镜强者, 全都默默亏群, 开道镜啊, 超级大佬, 现在还轮不到他们说话, 这个声音, 红元初, 魔徒很快就了解了大道群, 心里震惊这个群的莫测与强大, 对于楚玄这个群主, 多了几分忌惮, 正是本尊, 你休要再次放肆, 红元初满脸傲娇, 心里应该是知道对方大概的实力, 这是你个小儿搞的阴谋, 魔徒依旧暴躁地盯着聊天群, 哎哟, 这两人还认识, 没准是同时带的, 这下有戏看了, 楚玄默默亏群, 此刻, 用一句看戏不怕抬高, 来形容他在贴切不过, 什么阴谋, 红元初轻笑一声, 魔族的暴夫, 何时这么畏手畏脚了, 此事楚道有的至宝, 有缘者尽, 谁怕了你, 魔徒冷哼一声, 你果然还和当年一样, 除了在背后搞搞小动作, 从来不敢正面硬刚, 有本事和我在决胜负, 红元初呵呵一笑, 什么未分胜负, 不过是短暂交手一下罢了, 看来当初的短暂交手, 给你留下心理阴影不小, 若是当初动真格, 你魔徒启示我对手, 你放屁, 还动真格, 你忘了你师弟是怎么死在我手上了, 魔徒气急败坏地打着嘴炮, 停顿片刻, 继续开丝, 红元初, 你别跟我说那些有的没的, 一天天地就知道装备, 有本事你过来, 咱俩真刀真枪地干一场, 我不干碎你, 接着又是一顿互撕, 楚玄无语了, 魔徒这个家伙, 怎么像个喷子呢, 一进群, 那是逮谁喷谁, 把若仙这位开道镜, 气得暴跳如雷, 好家伙, 大道群里瞬间热闹了起来, 魔徒一人独占红元初, 若仙, 昏和, 那是毫不落下风, 楚玄都怀疑, 这个家伙开批的该不会是喷道吧, 其余道镜强者, 全都默默亏群, 尤其是硬空, 瑟瑟发抖, 群里就数他最渣了, 怎么来的都是这种大佬级别的, 啥时候来个小虾米, 让我不再垫底啊, 看着群友们吵得不亦乐乎, 楚玄感叹, 魔徒这个家伙, 嘴炮确实不一般, 在大道群里狂喷人, 拉魔徒进群是正确的选择, 开道者在群里吵起来, 交流需要道运, 大家都激动, 道运喷友, 元初道金可以获得更多的道运酝养, 所以, 加快元初道金的升级方式, 大道群活跃也是一个重要途径, 红元初也被气得不轻, 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魔徒这个家伙嘴这么贱呢, 楚道兄, 魔徒这次太放肆, 你是群主, 能不能把他踢了, 红元初终于受不了了, 弄不懂楚道友为何要拉这种莽夫入群, 真是头大, 可大道群进来的就退不出去, 或许只有楚玄这个群主, 才能把人给驱逐, 楚玄嘴角抽了一抽, 把魔徒这个喷子驱逐, 怎么可能, 这位可是开道镜, 一看就是群活跃的成员, 喷子嘴泡一个, 有他在群里, 那才热闹, 道运才喷咬, 元初道经能够获得更多的道运, 踢了损失巨大, 可是红元初竟然开口了, 自然不能直觉拒绝, 面子还是要给一些的, 不能使得彼此之间的好感出现问题, 况且, 群里的成员, 大都是红元初带来的, 也算是帮了自己不小的忙, 只是要如何拒绝, 楚玄需要斟酌一番, 魔徒对于楚玄这个神秘群主, 心里多少有些忌惮, 竟然可以直接摄取自己一缕气息, 把自己拉入大道群里来, 实力绝对是在自己之上的, 既然进群了, 魔徒怎么舍得离开, 何况红元初几个熟人都在, 闲着无聊的时候, 可以喷一下他们消遣吗? 楚玄这个时候开口了, 几位道友, 既是相熟之人, 吵吵闹闹也无妨, 闹便在其中, 或不经意间会有灵感, 会有新的体悟呢? 一开口就是老前辈语气了, 红元初几人沉默, 他们都在心里认定, 楚玄是个前辈, 开道比他们早, 实力自然也在他们之上, 楚玄继续刚刚的口吻, 能入大道群, 乃是大道冥冥之中的契机, 也算是一种猿吧, 往后你等便会知晓, 能入群者, 皆是有机缘的, 话说到这里, 楚玄就继续保持神秘的沉默了, 红元初几人都没有再吵了, 默默思考着, 楚玄这一番话的潜藏深意, 机缘? 开道者的修行在于开道, 在于对大道的体悟, 什么样的机缘对他们有用, 虽是如此, 他们心里却并不怀疑楚玄的话, 或许这位开道久远的存在, 知道一些开道者的机缘吧, 自行领悟吧, 剑群里安静了下来, 楚玄连忙发表了一下接触语, 马上收获一群小迷笔, 多谢群主指点, 我等甘拜下风, 好了, 开道者都暂时不吵架了, 我的境界可能不够看, 但是我这张嘴已经无敌了, 楚玄对自己今天的表现相当的满意, 楚玄关闭混沌眼道镜, 恢复消耗, 继续修炼, 第一次使用混沌眼道镜, 探索到一位开道者, 楚玄信心大增, 探索道镜强者的几率, 也必然会增加, 正如他所言, 能够进入大道群的, 必然是气韵浑厚, 算是有机缘的人, 他不可能, 把所有的开道镜与道镜强者, 全都探索出来了, 你足不出户, 教导出了有史以来, 第三位十六岁地镜舞者, 奖励千年修为, 太出道经, 你足不出户, 教导出了有史以来, 第一位十六岁地镜吉道舞者, 奖励灭之道则, 楚玄欣喜不已, 平凡突破得这么快吗? 几年的悉心教导, 终于收获丰厚, 不过也是理所应当, 平凡这些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同龄人终于是无敌的存在, 并且平凡所修的吉道, 乃是世间异常罕见的道, 吉道的地镜玉之力, 也比其他道的都要特殊, 霸道非凡, 日后前途无量啊, 楚玄没有马上领取奖励, 而是等待楚平凡巩固修为, 三天后, 楚平凡站在了楚玄的面前, 十三叔, 我突破地镜了, 平凡, 恭喜你, 这么多年的修炼没白费, 十三叔也没白疼你, 楚玄一脸欣慰之色地看着楚平凡, 但是, 平凡, 你可不要沾沾自喜哦, 毕竟只是一个开始, 以后的路还很长, 并且你一直在修炼, 没有任何历练与战斗经验, 从今天起, 你可以去试炼秘境历练, 不断磨练自己的战斗意识和斗志, 万不可松懈, 是, 十三叔, 平凡这就去试炼秘境, 楚平凡难掩心中的激动, 而这一切, 都是十三叔楚玄为他创造的, 在楚平凡的心中, 十三叔占据着最重要的分量, 哪怕父母都有所不如, 毕竟, 他算是楚玄一手带大的, 一手教导成才的, 论感情比九位见面的父母, 还要更轻一些, 送走了楚平凡, 楚玄这才查看奖励, 首先看的是太初道经, 这是他以后的修炼功法了, 太初道经, 大道之初, 于混沌而生, 于寄灭中起始, 修炼到大成之时, 可在混沌中而生, 开辟出真正的大道, 哪怕大道寄灭, 亦可在寄灭中起始归来, 起飞了, 楚玄惊喜不已, 领悟了太初道经后, 别说指点道境修炼了, 哪怕是开道境, 他也能指点, 届时, 谁还会怀疑他, 他就是真正的超级大佬, 再也不用担心露线了, 不用担心弘元出这些开道者, 找他论道而没有见解, 降低他前辈大佬的风范, 楚玄心中激动不已, 不过没有马上领取太初道经, 而是先领取千年修为奖励, 夯视自己的神境抵运, 这样领悟太初道经就能事半功倍, 来吧, 让经验来得更猛烈些吧, 楚玄领取千年修为奖励, 修为灌输而来, 实力不断攀升, 混沌不灭体疯狂吞噬力量, 底蕴越来越深厚, 神力都开始转化, 一缕道运阴阴阴而生, 冥冥中, 仿佛感应到了大道, 可以摄取道运阴养自身, 运养道则, 楚玄睁开眼睛, 突破道经的契机, 终于到来了, 神境底蕴已满, 达到了神境的极限, 是时候领取太初道经了, 太初道经的感悟灌输而来, 楚玄不自主地就运转起了太初道经的法门, 玄之右玄的感觉浮上心头, 感悟持续, 恍惚间右四来到了大道之上, 右四伸手, 便可触摸大道, 无穷的感悟不断灌输而来, 大道道运也随之灌输而来, 楚玄的神魂进一步蜕变, 混沌不灭体疯狂地耐入道运, 稳之道则, 因之道则, 也在道运的滋养之下, 不断地成长, 道则之力不断融入神力之中, 楚玄的突破在持续, 而对太初道经的感悟, 一天又一天, 只待神力转化为道则之力, 道运充斥周深, 神魂蜕变完成, 与大道建立冥冥之中的联系, 可以从大道中奈道运入体, 如此便突破到了道境, 足足十天之后, 楚玄才从感悟中醒来, 这一刻, 他的气息变了, 双某仿佛能够看透一切, 仿佛已经洞悉了大道的本质, 身上道运充斥, 稳之道则与因之道则环绕, 已经被他彻底掌控, 道则之力取代了神力, 道境强者, 掌握的是道则之力, 凌驾于天地规则之上, 神境在道境强者眼中, 不过是蝼蚁, 道境成, 你宅着宅着急突破了, 成为了有史以来, 最年轻的道境武者, 奖励引之道则, 大千纳道法, 你宅着宅着急突破了, 成为了有史以来, 最快突破道境的武者, 奖励时光道则, 神魂游时光大道, 发达了, 随着突破, 系统的奖励随之而来, 开创了两个记录, 楚玄心态很稳, 哪怕又增加了两条道则, 出入道境, 便拥有五条道则, 可谓前无古人了吧。 楚玄持续地体悟着自身, 甚至尝试着, 将稳, 阴, 灭, 瘾, 时光这五条道则相融合, 毕竟自己现在除了这五条道则加深, 还有一大千纳道法, 酝仰道则的速度犹如鲸吞, 寻常武者勉强酝酿一条道, 而他简直就是做火箭, 作为史上第一位最年轻的道境武者, 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楚玄对道境的修炼, 充满了期待, 他还要开创史上最快突破到开道境的记录, 以及, 史上最年轻的开道者记录, 到时候系统的奖励会是什么呢? 太期待了, 不过眼下还是要先提升自身, 这次奖励的游时光大道, 可不同于上一次游历整个大道, 而是单独游历其中的时光大道, 这对于提升自身时光掠夺和时光幻影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事不宜迟, 马上出发, 楚玄挥手一招, 将游出道经拿了过来, 这一次去游时光大道, 他同样带着游出道经去, 不但可以酝养游出道经, 万一又遇到开道境强者, 可以把对方拉入大道群里, 想起系统奖励的时光之舟, 也带上吧, 万一有用了, 只一瞬间, 玄之又玄的感觉浮现, 一种莫名的, 摸不清理不透的感觉出现在身上, 哇, 这就是时光大道吗? 好炫烂啊, 下一刻, 楚玄发现自己来到了一条波光炼焰的河中, 宛若一条浩瀚无边的波光长河, 不断流淌, 向下看去, 是一片光, 光组成的河, 这简直就是一条浩瀚无垠的波光长河, 就算是在此间行走数一年, 也绝无可能看到这里的尽头, 楚玄在时光大道上, 漫无目的地溜达着, 体悟着时光, 增强时光道则的力量, 不愧是时光大道, 不光景色壮丽绚烂, 在此中的感觉更是玄傲非凡, 只是来到这里片刻间, 自己的时光道则就快要升级了, 太变态了, 不过他很重义, 楚玄站在时光大道上, 因着元初道经, 突然有些好奇, 红元初几位开道者, 是否涉足过时光大道呢? 如今他已踏入道境, 又是修炼的太初道经, 论对大道的理解与感悟, 红元初几人也比不上他, 所以不用担心会暴露自己虚实的问题, 因此他第一次主动在群里说话了, 向几位开道者发出邀请, 吴正在时光大道上游历, 几位道友可来一句, 半晌, 群里都没有动静, 连喷子魔徒都没有任何回应, 怎么都没有反应呢? 楚玄纳闷了, 虽然在时光大道上, 却并不耽误传递讯息, 并不耽误聊天的呀, 他哪里会知道众人此刻惊讶表情, 什么? 时光大道? 楚道友竟然能游历时光大道, 群主这么流差的吗? 拿自己当初那些不进之举, 我怎么越来越看不懂这个群里讨论的内容了吗? 是自己退步了吗? 哎, 我可能休了个假的道径吧, 好办上, 红元初才开口说话, 楚道友, 你在时光大道上, 是的, 红道友可来一句, 红元初很震惊, 这位楚道兄, 实力究竟有多强, 为何能够游历时光大道? 那可是时光大道啊, 哪怕是他, 也无法踏足, 正确地说, 他无法从大道中进入属于时光的道中, 他修炼的并非时光之道, 时光大道啊, 楚道兄见谅, 红某愚笨, 未曾领悟过时光, 无法在大道中进入属于时光的道中, 群主修的是时光大道, 魔徒也震惊地开口了, 楚玄懂啊, 时光大道太强, 不是谁都能够修炼, 哪怕是开道者, 也不是谁都可以进入时光大道的, 刚才的沉默, 只是被震惊了, 想明白之后, 楚玄开始忽悠几位开道者, 进一步拔高自己前辈高人的风范, 这时光大道很容易掌握的, 只是我走过的大道之一, 想必与各位所处知道有所不同吧, 楚道胸口中的大道, 莫非是与真正的大道并齐的那种, 并非某一大道, 太强大了, 竟然有人能够开辟出, 缩小版的大道来, 而非某一条大道, 难怪他觉得时光大道不难, 这是一位超级强者, 道兄之才, 红某佩服, 我魔徒, 谁也不服, 若仙小娘们, 我都能把他摁在身下摩擦, 唯独服楚兄一人, 魔徒, 你找死, 若仙气的脸红, 魔徒这个混蛋, 一开口就羞辱他, 太可恨了, 楚玄盲谦虚道, 大家都是大道路上的求索者, 过誉了, 还是要以何为贵, 正要继续忽悠几句, 突然看到时光大道上, 突然泛起点点光芒, 如同浪花一般, 一节玉白色的东西, 在时光大道上一闪而逝, 楚玄心中一阵, 时光大道上有生灵, 时光大道上出现了一个生灵, 稍后再聊, 发了一条讯息到大道群里, 不论是红元初几个开道者, 还是其他道境舞者, 全都吓了一跳, 时光大道上有生灵, 什么生灵, 可以生活在时光大道上, 尤其是红元初几人, 神色凝重, 心中惊骇, 哪怕开道如此漫长岁月, 都未曾在大道上遇到过生灵, 大道太玄傲了, 似乎永远都无法探索明白, 而楚道友竟然能够遇到时光大道里的生灵, 这说明了什么, 在群里呼唤了几声, 都没有得到回应, 几位开道者只能等待着楚玄的讯息, 楚玄坐着时光之舟, 来到了神秘生灵, 一闪而逝的地方, 私下查看, 没有发现那道神秘的生灵, 心中好奇, 刚才那一道生灵, 究竟是时光大道中的生灵, 还是修炼时光之道的开道者, 从刚才一闪而逝的生灵来看, 楚玄倾向于是时光大道中的生灵, 怎么会有生灵存在, 是大道演化出来的生灵, 不远处, 光滑泛起, 宛若水花一般, 时光之舟瞬息而至, 依旧没有看到那道生意, 楚玄取出了混沌眼道镜, 想要推演一下究竟是什么生灵, 就在此时, 距离它数百米外, 一颗脑袋从流淌的光中生了出来, 看到那颗脑袋的瞬间, 楚玄就愣住了, 还是那颗脑袋最先开的口, 你是在叫我吗? 龙, 没错, 生出来的那颗脑袋, 心慌的一匹, 依旧操控着时光之舟, 缓缓靠近, 这位道友, 你出现得这么突兀, 是不是有点? 同时, 混沌眼道镜对准龙头, 推演其信息, 不一会儿, 镜面上有信息浮现, 龙君, 时光玉龙, 时光大道生灵, 开道镜, 长居于时光大道, 时光不灭, 玉龙不死, 楚玄道吸一口凉气, 遇到真正的近乎不死不灭的存在了, 确实是有点突兀, 不过你突然出现在这里, 让我也有点不适应, 龙君侧着脑袋, 好奇地看着楚玄, 尤其是他的时光之舟, 按理说, 在时光大道上, 他就是无敌的, 确实不知为何, 他有种感觉, 那艘神秘的小舟, 似乎可以困住他, 是这样啊, 道友先上来说吧, 泡在水里会有一点点别扭, 楚玄身体很诚实, 伸出双手与龙君套近乎, 这可是超级大佬啊, 比红元初, 魔徒厉害多了, 属于大道生灵, 我叫龙君, 我叫楚玄, 二人似乎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龙君上了楚玄的时光之舟, 楚玄总觉得这个人, 非常之不凡, 龙道友乃大道生灵, 无算是第一次遇见, 楚玄一脸好奇之色, 大道生灵没什么好的, 都没地方玩, 很无聊的, 龙君叹气道, 楚玄瞬间捕捉到了一些基础信息, 第一, 龙君极有可能, 未曾离开过大道, 或许是受到一些限制, 也或许是, 其实他并不知道, 要怎么脱离大道离开, 第二, 龙君心思单纯, 没什么臣服, 好忽略, 龙道友说笑了, 大道生灵永恒长存, 可以说是大道不灭便永恒不死, 岂是寻常修炼者可比的, 难道龙道友, 未曾遇到过其他人, 楚玄装作惊讶到, 在时光大道上, 没有遇到过, 龙君掰着龙爪, 算起来, 你是我在时光大道上遇到的第一个人, 是我一共遇到的第五个人, 楚玄瞭懂, 龙君没有在时光大道上, 遇到任何一个开道者, 极有可能, 是因为没有时光一道的开道者, 而他离开过时光大道, 在其他地方, 遇到过开道者, 龙君道友, 你可以去大道之外玩啊, 何必一直待在大道里无聊呢, 楚玄问出了主要的问题, 大道生灵为何不能离开大道, 龙君龙爪揪住龙须, 有点烦躁而又无奈的样子, 怎么离开啊, 又没有路, 万一迷失了怎么办, 而且, 我感觉离开了大道, 会不太舒服, 总之就很烦了, 楚玄从龙君的话里, 大致明白, 他为何一直待在大道里了, 楚玄不由得想到, 鱼离开水的情形, 想不到这时光大道还有这种禁止, 那道友为何不与其他大道生灵一起论道呢, 莫非这里就龙道有一人, 楚玄直接好奇地问道, 反正龙君单纯, 没城府心机, 萌星一个, 直接问也没有不妥的, 是啊, 只有我, 龙君点头, 说到这里, 他昂起了脑袋, 得一道, 我龙君, 是独一无二的, 其他生灵不是很熟, 也不晓得他们还在不在大道里, 龙君道友, 相逢即是圆, 你我从今以后, 就是至交好友了, 楚玄满脸透露着诚恳, 他日, 我寻找到让龙君道友脱离大道的方法, 必然帮助龙君道友离开, 太谢谢楚道友了, 龙君欣喜不已, 在时光大道上翻滚了几下, 楚道友, 你以后, 就是我龙君的生死至交, 有什么困难, 尽管来找我, 客气了, 客气了, 楚玄很满意龙君的态度, 虽然我暂时无法, 帮助龙君道友离开, 不过我有一质宝, 可以让龙君道友, 在质宝上与其他人聊天, 但需要先取龙兄一点道运, 才能连通质宝, 楚兄弟, 尽管取, 龙君兴奋不已, 充满了期待, 一兴奋, 他就喜欢送宝贝, 于是乎, 又是塞了一些宝贝给楚玄, 太慷慨了呀, 楚玄感叹, 龙君身为大道之灵, 这么喜欢送宝贝的龙君, 楚玄觉得自己有必要, 提醒他一下, 不能让人给忽悠了, 龙君道友, 外界人心复杂, 一切不可什么秘密都说, 不可随意送人宝物, 如这等宝物, 都是非常珍贵的, 一件都能让人争得头破血流, 不可随意赠送, 楚玄叮嘱着龙君, 让他如何防范别人拍马屁, 不要随意送人宝贝之类的, 龙君频频点头, 觉得楚道友真是个好人了, 换了其他人, 哪里会如此提醒自己, 楚道友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被人骗的, 也不会随便送什么宝贝给人的, 高兴了也就送点小玩意, 如此楚玄也就放心了, 从原初道经理, 取出一团道运了, 交给龙君, 龙道友, 你以后遇到其他人, 或是同为大道生灵的伙伴, 也可以凭此, 摄取一缕气息, 与至宝连通, 便可交流了, 让龙君输入一缕气息, 楚玄看着大道群里的讯息, 笑了笑, 这是我拉进来的龙君道友, 乃时光玉龙, 时光不灭, 玉龙不死, 诸位有时光上的疑问者皆可请教, 红元初几人内心震动, 大道生灵都被楚道友拉进群了, 那楚道友岂不是, 其余道进舞者, 全都震撼, 目光狂热地盯着大道群, 大家好, 我是龙君, 龙君发现了大道群, 他直接将讯息, 凝聚在一块鳞片上, 小爪子在上面输入讯息, 对于这新奇玩物, 龙君但是兴奋不已, 在时光大道上翻滚着, 荡起一片片波涛, 龙兄, 还满意吗? 楚玄也很高兴, 这一趟时光大道游, 可谓收获丰厚, 满意满意, 太满意了, 龙君一高兴, 又是框框一阵礼物往楚玄怀里塞, 楚玄隐晦地提醒一下龙君, 以后拉人入群的时候, 不要吃亏了, 龙君礼物了, 心里感慨不已, 楚道友真是好人了, 收了自己这么多宝物, 过意不去, 提醒自己, 可以借着入大道群的机会, 索要一些宝物, 如此便好, 龙兄, 我要回去了, 等我找到让你不受束缚, 还能脱离大道的办法后, 会第一时间联系你, 好的, 楚兄弟, 咱们后会有期, 二人一不舍道别, 楚玄继续游历了时光大道不一会儿, 就感受到了返回的感觉, 恍惚间, 他已经回到了小院子, 身上波光炼焰, 时光缭绕, 他仿佛坐在了时光之中, 回过神来的第一时间, 便吩咐苏仙儿, 烹饪一锅美味佳肴, 要大份的, 要是以往十倍的数量, 龙君送了自己这么多宝贝, 弄点美味给他尝尝, 有来有往才能尝久吗, 苏仙儿听到吩咐, 也没多问, 便开始准备食材, 不一会儿, 美味就准备好了, 楚玄在大道群里爱特龙君道, 龙君道友, 我送你一些吃的东西, 全当满足一下口腹之欲, 龙君欣喜, 有新的东西可以吃了, 楚道友, 你又要来时光大道了吗, 不, 我通过大道群将东西传输给你, 楚玄说着, 将盒子传输了过去, 虽然龙君在时光大道上, 并不妨碍元初道经传输物品的能力, 这也是元初道经的强大之处, 直接与大道连通, 楚道兄, 可以通过大道群传输物品, 红元初等人也震惊到, 直接以一缕气息为媒介, 就可以将物品传输过去, 是不是可以攻击, 可以传输物品, 传输的物品会抹去元主人的气息, 并且可以烙印上接收者的气息, 并且不会泄露踪迹与天机, 涉及了大道, 道友们不必担心会有袭击之类的, 楚玄自然知道红元初他们怕什么, 大道群是有规则的, 只要无法超越大道, 就无法凌驾规则, 红元初几人一看, 心里松了一口气, 觉得自己等人刚才过于担心了, 同围开道境, 楚玄怎么可能会强大到如此程度, 靠一缕气息为媒介, 就能够袭击同境了, 龙军已经接收了食物, 一边吃着, 一边发信息, 好吃, 好吃, 我从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看着群友们聊得热火朝天, 楚玄就放心了, 突破道境之后, 自己就闲了下来, 大千大道法, 不用刻意修炼, 时刻都在那道运入体运养道则, 只需要花点时间, 感悟一下道则, 增加对道则的领悟便可, 空闲时间多了, 楚玄心思就开始活跃了起来, 天道计划也该进一步推进了, 楚玄把暴红燕叫了过来, 让他制定一个计划, 算是对他能力的一次考验, 暴红燕激动的同时, 也有些担忧, 生怕自己能力不过关, 自从跟了楚玄之后, 得到重视, 好处那是太多了, 实力直线飙升, 黑月楼的体系, 非常庞大, 一环扣一环, 各部门之间, 都有彼此的机密, 一级一级直接同属下来, 想要找到真正的幕后人, 也只能一级一级地控制上去, 或许, 九星楼主, 才能知道幕后的掌控者, 才能联系上, 暴红燕说了自己的见解与分析, 楚玄点点头, 除了一级一级掉上去, 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 毕竟他又不能离开院子直接出手, 自从通讯服推出之后, 至今都没有收到, 任何关于黑月楼幕后掌控者的讯息, 可见对方隐藏之身, 似乎, 对于黑月楼的如此大便, 都漠不关心, 很有强者风范, 楚玄直接凝聚了一团道则之力, 让暴红燕携带着离开, 按步骤将黑月楼的幕后掌控者揪出来, 安排下去之后, 楚玄就在院子里, 等待着消息, 十三叔, 这天, 楚平凡从小世界出来了, 小伙子已经递进三重了, 虽然九余过去不算长时间, 然而他却在小世界里历练了好几年了, 人也变得沉稳了不少, 或许是天生的缘故, 楚平凡看起来, 依旧憨憨憨憨的样子, 倒也颇为可爱, 他也是属于比较木讷的人, 楚平凡恭敬地道, 楚玄看了他一眼, 想好了, 他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的, 平凡如此刻苦修炼, 不就是为了出这口气吗? 不就是为了去东周, 救自己的父母, 打脸母亲家族的人吗? 递进三重, 实力不算弱了, 寻常递进九重, 恐怕都不是楚平凡的对手, 更重要的是, 他才十六岁, 我想好了, 楚平凡捏着拳头, 至今, 他都无法忘记幼年时的那一幕, 想好了, 就去做吧, 楚玄点点头, 记住, 当杀则杀, 当然, 你可不要试杀, 是, 十三叔, 我有分寸的, 楚玄点头, 楚平凡这个孩子, 心底还是很淳朴的, 优儿从楚平凡肩膀上, 露出个脑袋来, 怯弱弱道, 祖爷爷, 我要想去, 楚玄看着这个鬼精灵, 又可爱的女鬼, 叫自己祖爷爷, 嘴角就经不住抽了一抽, 然而他是鬼族, 鬼族的开创者, 叫他祖爷爷, 一点毛病都没有, 准了, 去吧, 好耶, 谢谢祖爷爷, 优儿很兴奋, 绕着楚平凡挑来挑去, 平凡弟弟, 要是有人找你麻烦, 别怕, 有我罩着你, 楚玄对优儿, 还是很看重的, 目前鬼族的第一天交, 天赋狠气和修炼黄泉古精, 将来靠他带领鬼族崛起, 争夺大气韵的, 楚平凡要远行了, 楚云出关了, 炼制了一堆丹药, 让楚平凡带着, 向心炼制了不少转刻了阵法禁制, 最低也是帝兵的秘宝, 属于他最新独创的大杀器, 虽然一件秘宝, 只能使用一次, 然而威力极强, 苏仙儿发现自己, 竟然没有什么好送的, 丹药, 楚云送了, 武器, 秘宝向心送了, 他送什么, 这就很郁闷了, 楚平凡从小就是他在照顾, 他可是很疼楚平凡的, 想了一想, 苏仙儿摘了几朵他在照料的天才地宝来, 塞给楚平凡, 这些都是好宝贝, 关键时刻可以用得上, 好好收着, 一定要平安归来, 谢谢苏姑姑, 楚平凡恭敬向苏仙儿道别, 宋君千里, 终有一别, 楚云与苏仙儿, 依不舍得去送别, 向心站在院子门口, 唏嘘不已, 他有了回南欲东周, 展露锋芒, 告诉那些人, 自己是天才不是怪物的想法, 出一口憋在心中的恶气, 楚玄目光看向远方, 楚平凡此行, 必将掀起风云, 招来无数风波, 沐秀鱼林封闭催之, 尤其是对他母亲的家族, 没有任何好感, 或许对方会觉得楚平凡是个隐患, 必要除去, 而且, 距离战魔谷地开启不远了, 一些幕后的人, 恐怕已经准备行动, 如人族神境, 与魔族的神老, 一旦发现楚平凡的天资金是害俗, 为了确保谋划不被破坏, 恐怕会想办法, 将楚平凡扼杀在摇篮里, 楚二, 一道身影符现在楚玄面前, 主上, 在元初道经旁修炼, 受元初道经升级的蕴养, 楚一与楚二实力暴增, 完成了蜕变, 已经称不上是傀儡了, 如今实力, 已经是神境七重, 更重要的是, 楚一与楚二, 虽是神境七重, 然而却蕴藏着道运, 关键时刻可以使用道运, 爆发出强大的实力, 哪怕是神境九重, 都要退避三射, 你却暗中跟着平凡, 是, 主上, 楚二身形一晃就消失了, 一旁的向心心里震撼, 世尊竟然有如此强大的侍从, 天境修为, 或是神境, 楚玄看了发呆的向心, 好好修炼, 神境不是终点, 是, 世尊, 向心充满斗志地返回小世界, 楚玄思考着, 什么时候, 让向心返回南域东周, 战魔谷地开启之后, 气韵之子不能宅着, 必须出去浪, 订阅与网络, 有段时间没有触发系统奖励了, 是不够浪的缘故, 或是, 自己突破到了道径, 触发奖励的条件提高了, 这时, 楚玄与苏仙儿也回来了, 回来得正好, 这个给你, 楚玄手一招, 用时光灵片炼制的手镯已经完成, 随手送给了楚玄, 谢谢十三个, 楚玄戴上手镯, 喜滋滋的, 他现在可是知道, 楚玄送的东西, 就没有普通的, 这枚手镯, 看起来似乎除了晶莹血白, 有着细纹之外, 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正因为如此, 才更显得不凡, 楚玄在院子里逗留了一会儿, 回祖宅指点楚家的炼丹团队去了, 在楚家, 楚玄几乎是一言堂了, 没有人会违背他的话, 楚天明更是言听计从, 把这个宝贝孙女宠得不行, 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楚天明的咆哮声了, 看样子楚家发展得很顺利, 没有什么烦心事打扰到他, 楚玄想了一想, 还是决定不弃楚天明老头了, 别真的把人气得抱血管了, 距离楚平凡去东周, 过去了半个月, 楚玄正想着, 取出亏天境来, 看一看楚平凡到了东周哪里了, 系统的奖励却是突然而来, 你弟子丁月, 误入上古地灵族秘境, 被奉为地灵之子, 气韵蜕变, 奖励屁地书, 楚玄一正, 丁月这丝, 触发系统奖励了, 误入上古地灵族秘境, 地灵族, 是个陌生的种族, 楚玄从未听闻过, 而且, 丁月还被奉为地灵之子, 没急着领取奖励, 一时间打开亏天境, 连通丁月所在, 画面打开, 在一片万紫千红中, 丁月头上戴着一顶雪白的雕花帽子, 手中持着宝剑, 肩膀上蹲着地脉之灵, 而在丁月的下方, 站着寥寥几十人, 楚玄发现那些人的耳朵, 与人族有异, 并且身材更鲜小, 头上竟然长得花朵, 每一根编织在一起的发辫, 尾端都盛开着一朵花, 颜色各异, 楚玄更是从这些人身上, 感应到了草木的气息, 这就是地灵族, 是某种植株, 化形诞生而来的种族, 楚玄很好奇, 丁月是怎么被奉为地灵之子的, 丁月看着下方的地灵族人, 心里很无奈, 自己不就是偷吃了几个果子吗, 并且触发的一些异象, 怎么就成地灵之子了, 都怪地脉之灵, 带着自己来到这个地方, 还怂恿自己偷东西吃, 地脉之灵蹲在丁月的肩膀上, 他是很委屈的, 明明是主人自己嘴馋, 却偏偏怪到自己头上来, 地灵族是什么, 丁月不知道, 至少是他目前得罪不起的, 地灵之子就地灵之子吧, 至少目前而言, 有意无害, 还能受到地灵族的尊崇, 地灵族人虽少, 实力可不弱, 神境大族老一位, 天境老五位, 余下的都是尊境与地境, 地境之下的, 一个都没有, 很强大的一股势力, 大族老, 我地灵族可有见到传承, 老太隆中的地灵族大族老, 点了点头, 有的, 有的, 我地灵族曾出过一位见到天才老祖, 他曾留下地灵见到, 丁月文言大喜, 那快带我去, 灵子, 你请跟我来, 大族老带着丁月, 朝着一个方向走去, 丁月跟在大族老身后, 眼神四处瞄, 满地都是灵药啊, 灵果更是无数, 味道甜美, 真是宝地啊, 离开的时候, 一定要刮一笔走啊, 回去之后, 网络都不用担心, 没有灵药炼丹了, 丁月心里盘算着, 怎么找借口离开, 离开之时, 怎么刮一笔走, 地灵族实力太强, 他要是明目张胆的刮宝物, 恐怕不会好过, 他可不敢确定, 地灵之子的身份, 能够保他无忧, 丁月一直觉得, 自己成为地灵之子的过程, 简直有点戏, 他可是人族啊, 怎么就成为地灵之子了呢, 而且, 还说是地灵先祖指定的, 丁月甚至怀疑, 这其中是否有阴谋了, 跟随着大祖老, 来到了一株参天古树前, 丁月抬头看去, 高达数千丈的古树, 上面挂着一颗颗人头大小的果子, 散发着淡淡的荧光, 丁月有点嘴馋了, 自从吃过地灵族的灵果之后, 他就迷上了灵果, 这么一株古树, 上面的果子, 等级必然非常之高, 一定很美味, 不知道自己地灵之子的身份, 能否吃上那么一两颗, 地灵之灵也在咽口水, 灵子, 那便是地灵剑道, 大祖老停下脚步, 丁月回过神来探去, 古树下立着一尊雕像, 清秀俊郎, 手中持着一柄剑, 剑散发着盈盈光滑, 并且有着花朵的虚影环绕, 丁月一眼就看出不凡, 灵子, 你可在老祖雕像前三尺坐下, 诚心感召仙祖, 必能有所收获的, 大祖老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丁月心里嘀咕, 不会有危险的吧, 他又不好直接问出来, 想着自己已经是地灵之子了, 应该不存在危险才是, 于是小心翼翼地靠近, 一步一步, 终于来到了雕像前三尺, 楚玄盯着地灵族仙祖的雕像, 雕像缭绕着淡淡的道运, 地灵族仙祖, 是一位道境强者, 却是不知, 修为在道境地己观, 是否已经陨落了, 丁月能够成为地灵之子, 与他的气韵分不开, 最主要的原因, 恐怕与地脉之灵有关, 骤然, 雕像似乎活了过来, 眼睛睁开, 光滑闪耀, 手中的剑, 绽放出一朵朵花瓣, 一缕缕气机爆发, 宛若千丝万缕, 瞬间将丁月封锁在内, 强烈的危机瞬间笼罩着他, 丁月脸色大变, 心中暗骂, 果然有问题, 自己一个人族, 怎么可能成为地灵之子呢, 自己又没有地灵血脉, 危机关头, 丁月应变迅速, 抬手一抓, 雕像的剑, 指向了丁月, 气机封锁了四周, 大祖老并不知道, 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看到雕像出现异象, 大祖老心终于发认定, 丁月就是地灵之子, 得到了先祖的认可, 必然能够带领本族回归九域, 对于地灵族的未来, 大祖老是充满了期待的, 而丁月此刻, 面对着危机, 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反应, 抬手一抓, 瞬间将地脉之灵抓到了手中, 直接掐住地脉之灵的脖子, 掐得地脉之灵险些挂掉, 我死他也要死, 你再威胁我, 我就直接掐死他, 丁月盯着雕像冷笑一声道, 地脉之灵泪崩了, 我特喵得眼瞎了呀, 认了这么一个主人, 地脉之灵内心很崩溃, 怎么就认了这么一个不靠谱的主人呢, 雕像也猛了, 这是什么操作, 封锁的契机, 都出现了一些紊乱, 别以为, 你可以顺杀我, 就算杀了我, 他也是会死的, 丁月继续冷笑, 丝毫不惧, 雕像沉默了, 手臂开始垂下, 有神魂波动传递出信息来, 只是一个考验, 你为何要掐死他, 你是灵子, 莫以为吴会伤害你, 丁月刚大又不失礼貌地笑了笑, 误会了吗, 不可能吧, 刚才可是感应到了危机的, 我是人族, 你不知道, 会约我这个灵子, 休想骗我, 丁月仿佛看透了一切, 其实真正的灵子, 是地脉之灵, 只是他认自己为主了, 这才把自己捧上灵子之位, 只要杀了自己, 地脉之灵自由了, 自然就可以坐上灵子宝座, 你与他修妻与共, 自然就是灵子, 我族灵子, 素来都是人族中人, 雕像也很崩溃的, 这一界的灵子, 怎么看都不对劲啊, 丁月愣住了, 灵子本就是人族中人, 指着地脉之灵, 那他呢? 注意看, 这位女侠刚从几名恶霸手里就下了一个小直男, 随后竟扭捏着身子想要脱光光让小直男欣赏, 只因他没有得到小直男的一声谢谢, 便骂人家是呆子, 小直男名叫楚平凡, 尚未成年, 哪懂这些, 大阿彪成年了, 就先替大家把把关吧, 就在刚刚, 丁月顿时觉得不爽啊, 这不行, 他是灵主, 我是灵子, 岂不是成了他是主人了, 这是规矩, 雕像也有些怒了, 不行, 我怎么能矮他一头, 我才是主人, 丁月不爽的, 见雕像契机开始腾起, 手一用力, 把地脉之灵的舌头都掐出来, 别威胁我啊, 不然弄死他, 你们就没有灵主了, 条件, 开条件, 雕像气疯了, 同时心里也抱怨地脉之灵, 怎么选的人, 你跟着这么一个人, 不累的吗, 丢人啊, 历界灵子, 都是与地灵修气与共, 红身共死, 没有这么坑的, 有条件可以谈啊, 那好说吗, 丁月松一松手, 让地脉之灵喘喘气, 别直接给掐死了, 地脉之灵一脸的优越, 一番讨价还价, 条件顺利达成, 丁月也获得了地灵剑道传承, 又掌握了一门强大的剑道, 从雕像处离开, 回到居所之后, 地脉之灵只问他, 你掐我太用力了, 做我三成太少了, 我要四成, 三成五, 不能再多了, 地脉之灵心里暗骂, 太特么黑心肝了, 楚玄看着都无语了, 丁月这丝, 不愧是气韵之子, 辟地书, 一夜一地界, 具有辟地之力, 可在大道上开辟陆地, 刺成一方地界, 看完辟地书的信息, 楚玄惊喜不已, 至宝啊, 能够在大道上开辟陆地,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可以把洞府直接开辟在大道上, 楚玄领取奖励, 辟地书是一本古朴的书籍, 散发着古老而厚重的气息, 楚玄手持辟地书, 能够感受到其中的厚重气息, 翻开一夜, 宝若一片陆地呈现而来, 伸手拂过书页, 一道辟地之力涌入小世界中, 辟地之力爆发, 只是眨眼间, 就在小世界的边界处, 开辟出了一片新的地界, 楚玄震惊不已, 辟地书太强了, 他毫不怀疑, 若是处于混沌之中, 手持辟地书, 绝对可以开辟出一块大路来, 这是真正的至宝, 楚玄甚至怀疑, 辟地书不弱于混沌中, 有了辟地书, 他日可以通过原初道经, 前往大道的时候, 就可以凭此在大道上立足了, 甚至可以奋出一道神魂, 常驻大道, 时刻感悟大道, 完善道则, 运养道则, 奋出的神魂, 可以通过原初道经, 时刻与本体连通, 意识可以随时转换, 如同他亲身来到大道上一样, 认识到辟地书的强大后, 楚玄已经开始为未来, 在大道上的修炼进行思考了, 楚玄修炼的是大千纳道法, 以及混沌不灭体, 纳道之快, 远处寻常道禁武者, 即便如此, 他想要快速提升修为, 也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 若是能够常驻在大道上, 那么修为提升, 必将一日千里, 楚玄将辟地书收入神魂运养, 与混沌中一起, 丁月这丝, 还是可以的, 不愧是自己门下的大弟子, 为自己带来了如此质宝, 果然, 气韵之子就应该放养, 在外面了, 如此才有更多的几率, 触发系统的奖励, 楚玄开始期待着王洛, 魔佛, 虎天涯的表现了, 肖良也要加把劲, 努努力了, 拜师以来, 还没有触发过系统奖励呢, 楚玄取出混沌眼道禁来, 开始探寻道禁强者, 大道群里的成员, 还是少了一些, 人多才热闹, 群热闹了, 原初道经获得的道运更多, 升级更快, 系统的奖励, 突然而来, 误入你机缘秘境的小邪王, 突破地境, 奖励道运一团, 楚玄一愣, 他都差点忘了进入机缘秘境的小邪王了, 这个家伙突破地境了, 可以吗, 以他的修炼速度, 报仇有望, 而且, 系统不奖励修为了, 而是道运, 一团道运不算少了, 比得上楚玄那道半个月, 希望小邪王, 身残至尖, 能够给自己带来点惊喜吧, 楚玄默默地想着, 混沌眼道禁上面, 没有探寻到道禁强者, 楚玄只能遗憾将混沌眼道禁收起来, 他决定了, 每天用混沌眼道禁一次, 画面一转, 来到东周, 与南周相比, 东周更为繁华, 天地规则完善, 灵气充裕, 武道兴盛, 与南周地域大半荒芜不同, 东周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宗门势力, 以及王朝国度, 楚平凡来到东周, 已经有些天了, 他在打听母亲所属家族的情况, 七家, 东周强大无比的家族, 位于东周中郡, 这小子傻傻的, 撞撞的, 就擦了, 楚平凡在经过一座小城的时候, 被几个霹雳脾气的人盯上了, 实力不过凡净, 然而看他们身上穿的服饰, 应该是某个势力的人, 楚平凡黑着一张脸, 自己都这么低调了, 竟然还有人找自己麻烦, 难道自己天生长了一张好欺负的脸, 优儿更是气恼不已, 竟然说我家凡凡是傻傻的, 太过分了, 我要他们知道鬼的恐怖, 几个霹雳脾气的家伙, 他们经不住打了个哆嗦, 给姑奶奶去死了, 一条长颠骤然抽了过来, 将几个霹雳脾气的人轰飞了出去, 恶煞帮的人, 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连普通人都动手, 出手的名叫于贝贝, 容颜俏丽, 真净三重的修为, 楚平凡问了一下, 看着少女不知道要不要说句感谢的话, 对方毕竟是出于好心, 才出手相助的, 只不过, 他并不需要啊, 所以纠结着, 这个情况, 究竟要不要感谢呢? 喂, 呆子, 我救了你, 你不该说声谢谢吗? 于贝贝拍了拍手, 看到发愣的楚平凡, 顿时有些不悦了, 不过看到楚平凡憨厚木讷的样子, 顿时没有了计较的心思, 摆摆手, 算了, 不跟你呆子一般计较了, 楚平凡气恼不已, 你才是呆子, 嘿, 你还不服了, 信不信姑奶奶, 把你揍成猪脑袋, 于贝贝捏着拳头, 插着腰威胁道, 而我们的小直男只是轻哼一声, 懒得理你, 呆子, 你这弱不禁风的, 不怕死啊, 还到处乱跑, 嘿, 你个呆子竟然不听话, 于贝贝手一挥, 一条鞭子出现在手中, 扬起鞭子想要抽人, 不过又顿住了手, 算了, 你个呆子, 就一普通人, 我一鞭子下去, 你就被劈成两半了, 那就白救你了, 正要转身离开, 突然听到楚平凡身边, 传来一声恼怒的女声, 你才是个呆子, 还不等反应过来, 只觉得浑身一冷, 似乎有什么进入了她的身体, 接着, 便失去了对身体的掌控权, 于贝贝惊悚了起来, 愣大一双眼睛, 想要求救, 却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的思维意识, 却是清醒的, 看着自己的身体, 雀跃地跑到楚平凡身边, 竟然还伸手, 想要挽住那个呆子的手臂, 楚平凡将手抽出来, 瞪了幽儿一眼, 别闹, 于贝贝惊恐地发现, 自己开口说话了, 而且一只手, 更是吓坏她了, 凡凡, 你要不要看看她的身子, 要不我脱下她的衣服, 让你欣赏欣赏, 不要, 不要, 不要在大庭广众下, 女孩惶恐不已, 内心不断地咆哮, 她想求救, 却做不到, 难道是在暗示可以私下展示, 虽然完全不知对方究竟是使用了什么手段, 控制住她的身体的, 但明显感觉到对方就在她的体内, 这种手段简直闻所未闻, 你可不要胡乱, 别闹了, 快从她身体里出来, 楚平凡黑着脸, 抬起手想要戳一下幽儿的额头, 想到她现在上了于贝贝的身, 只能把手缩回来, 她骂你呆子, 我要给她一点惩罚, 就让她把身体借给我三天好了, 幽儿哼哼道, 接着问于贝贝, 喂, 你叫什么名字, 于贝贝发现自己可以说话了, 第一时间就想要求救, 却惊骇地发现, 只要她想要求救, 马上就说不出话来, 似乎身体里的未知存在, 可以读取到她的强烈意识, 我, 我叫于贝贝, 我是于家的人, 这个时候, 她只能寄希望于搬出家族来, 能够震慑住对方, 于家, 楚平凡惊讶地看着她, 是东周三大家族之一的于家吗, 对, 对, 我是于家三小姐于贝贝, 于贝贝刚自曝身份, 身体里的未知存在, 就开口道, 凡凡, 她是于家小姐, 要不你把她睡了吧, 这样你就是半个于家人了, 此话一出, 于贝贝吓坏了, 楚平凡脸都气绿了, 尴尬道, 怎么看得上, 于贝贝气坏了, 老姑娘, 臭呆子, 你骂谁老姑娘呢, 你比我云姑姑, 苏姑姑差不多年纪, 比我大多了, 对我来说不是老姑娘是什么, 楚平凡理直气壮道, 优二, 把人放了吧, 你上身这个老姑娘, 有什么意思, 我不, 谁叫她骂你呆子, 你要是承认自己是呆子, 那我就放了她, 楚平凡闭嘴了, 她才不是呆子, 于是乎, 表面上是于贝贝与楚平凡同行, 实际上依旧是优二陪伴着楚平凡, 一路朝着忠俊而去, 楚平凡要把季家的所谓天骄, 全都踩在脚下, 告诉那个人, 季家的所谓天骄, 才是垃圾, 三天, 优二上身于贝贝的第三天, 距离忠俊只剩下万里之遥, 这点距离, 对于递境而言, 其实并不远, 楚平凡与优二, 一路上走得并不快, 沿途了解东周的风土人情, 与修炼界的情况, 三天了, 这个憨子, 张口闭口老姑娘, 气死人了, 凡凡, 你真的不睡他吗, 老是老了一点, 长得还可以啊, 刚有这种想法, 优二便控制着于贝贝, 做出搔手弄姿的动作, 别闹, 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骤然出现, 瑜伽丫头, 跟老夫走一趟吧, 几道身影骤然浮现, 领头的脸上有着道扭曲的疤痕, 穿着黑色的长袍, 给人一种邪恶的气息, 逆境五重的舞者, 优二半个身体, 从于贝贝身上出来, 看着黑袍老者, 凡凡, 我们要不要救他, 楚平凡想了想, 上次他出手帮我们赶走了苍蝇, 这次救他一次, 我们不欠人情, 优二点头, 有道理, 于贝贝却是吓得脸都白了, 身体恢复控制权之后, 便求救了起来, 凡婆婆, 快来救我, 然而四笑无声, 瑜伽丫头, 别叫了, 外观束手就擒吧, 黑袍老者冷笑着一步一步靠近, 楚平凡手握在了木刀柄上, 看着黑袍老者, 十三叔跟我说过, 智障反派都死于话多, 你这么多话, 肯定活不长, 黑袍老者鼻子都气歪了, 于贝贝也惊呆了, 你, 你可真是的憨憨, 他可是地境强者呀, 在他眼里, 楚平凡顶天了也是一个凡境巅峰的实力, 而那个未知存在的女人, 只能对付他这种修为的人, 面对地境, 必死无疑的, 暗中保护他的凡婆婆不知所踪, 对方想要生情他, 不会要他的命, 憨憨是必死无疑了, 小崽子, 给我去死, 黑袍老者抬手一挥, 灵力凝聚出来的巴掌, 直接朝着楚平凡拍去, 一个个区区凡境, 吹口气都能灭掉了, 咔嚓, 天地间仿佛有一道灵力的气机闪过, 灵力凝聚的巴掌破碎, 黑袍老者的一条手臂齐根而断, 谁, 黑袍老者心中大害, 楚平凡握着木刀, 看向幽儿, 我们要不要杀了他, 那时候更麻烦, 幽儿想了一想, 灵机一动, 我们毁尸灭机, 就可以避免麻烦了, 他的神魂我控制摄取出来, 把他练制成魂亮, 黑袍老者愣住了, 立马意识到不对劲, 正要顿逃, 然后, 就看到楚平凡举起木刀一盏, 恐怖的气机骤然浮现, 灵力的刀锋必无可避, 只来得及舍弃肉身, 顿出神魂, 然而, 神魂刚顿出, 便只觉得魂身阴冷, 有恐怖悚然的气息笼罩着他, 紧接着, 一股未知的阴森力量, 直接席卷了他的神魂, 最后的意识, 他看到自己的神魂在化作一股纯粹的力量, 看着黑袍老者的尸体, 楚平凡扔出一颗圆球, 滴溜溜地飞到尸体上空, 圆球煞时间化作了一个大火球, 恐怖的烈焰席卷而出, 尸体瞬间化作了飞灰, 于贝贝整个人都惊呆了, 毕竟强者呀, 就这么轻易陨落了, 直接就被毁尸灭迹, 看向楚平凡的目光都变了, 优二现出了身形, 来到楚平凡身边, 你要不要, 楚平凡摇头, 优二直接将魂料吞了, 开始炼化起来, 等到炼化这团魂料, 他的修为至少会提升一个小境界, 于贝贝第一次见到优二的样子, 你, 你是神魂, 优二的鬼体, 看起来确实与神魂有颇多的相似之处, 我是鬼, 不是神魂, 鬼, 于贝贝愣住, 没有听闻, 世上有鬼啊, 优二没有理会他, 身形消失, 趴在了楚平凡的肩膀上, 好了, 你危机解除了, 可以走了, 楚平凡也朝着于贝贝挥了挥手, 我们两不相欠了, 于贝贝却是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哪里肯离开, 而且他的保护者凡婆婆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只有跟着楚平凡才安全, 你什么修为啊, 多少岁了, 却得到楚平凡一句, 不关你事, 你去中俊做什么, 我对中俊熟啊, 我可以帮到你的, 于贝贝不傻, 楚平凡叫自己老姑娘, 年龄肯定比自己小得多, 能够杀地镜, 必然也是地镜, 如此年轻的地镜强者, 简直闻所未闻, 我要去挑战记家, 把记家按在地上摩擦, 楚平凡傲然道, 懂了, 与记家有仇, 于贝贝拍着胸口, 凡弟弟, 你放心, 姐姐一定帮你, 楚平凡毫不客气, 那你怎么帮我, 公开挑战记家同辈啊, 把他们全都打败, 狠狠地踩在地上, 让记家脸面尽失, 于贝贝大胆地讲出了自己想做却不敢做的事, 楚平凡若有所思, 这个主意好, 画面一转, 来到中俊, 东周三大家之一的记家, 被人挑战上门的事情, 已经传遍了中俊, 大街小巷都议论纷纷, 听说第一天, 记家三十岁以下添娇, 全部被碾压, 一拳一个, 打得趴在擂台上, 半天爬不起来, 对对对, 后来记家的递进后背出手了, 但三重以下的全败, 是啊是啊, 而且于家的于贝贝也在背后帮忙, 他可是东周天交灵白云的未婚妻, 哎, 这真是要将记家的脸面践踏在地上啊, 如此一来, 记家的高层, 不得不重视起来了, 这并非是小辈间的闹剧如此简单, 记家主首先传讯给了于家主, 询问于家欲要如何, 结果, 于家主回信, 此事与于于家无关, 只是小女出于救命之恩, 才报那位小友的情, 此事记家与那位小友的恩怨, 既然与于家无关, 那么记家也就没有什么好顾忌的, 只是, 挑战记家添交的事情已经传遍了中俊, 而且, 记家连续落败, 这个时候, 若是老一辈出手, 必然会被耻笑, 乃至坐视记家后辈无人, 身为东周三大家族之一, 记家还是很要脸面的, 除非真的无法挽回脸面, 否则老一辈还不至于会出手, 中俊某个偏僻的角落, 一间小商铺里, 楚源脸色比以往憔悴的不少, 看着商铺外的小巷, 脸色苦涩, 来到东周, 至今未能见上妻子一面, 记家倒也没有完全不认他这个女婿, 只是, 需要他展示能力, 给了他这一间商铺, 只要他能够把商铺经营起来, 有出色的经营之材, 那么记家就认下他这个女婿, 至于修炼天赋, 记家不缺, 楚源在记家添交中, 说不上太出色, 因此, 给了他一条经营的路子, 只要他有能力, 那么记家也认下他了, 刚开始还一切顺利, 楚源终究也是个天骄, 跟随楚秋洛学习, 手段还是有的, 商铺很快就起色了, 然而情敌出现了, 昨天, 那个情敌来闹了一场, 把他揍了一顿, 还把商铺砸得稀烂, 于是乎, 刚有起色的商铺, 瞬间又败落了下去, 记家称他是个无才之人, 不配做记家女婿, 近日, 他又听闻, 记家准备把他妻子, 嫁给那个情敌, 因为对方不嫌弃记家小姐曾嫁人, 耻辱啊, 楚源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力感, 楚源很忧心, 这种情况持续下去, 对方要么拿他来威胁记家小姐, 要么是去南州楚家, 以楚平凡地来要挟, 近日听闻, 有个年轻人, 来挑战记家添交, 楚源只能寄希望于, 这个年轻人可以拖延时间, 甚至搅乱一下记家, 关上门, 他朝着记家走去, 去看看那个挑战记家的年轻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的修为已经提升到了真镜九重, 然而距离突破地镜, 还太遥远, 这就是记家添交吗? 废物不如, 楚平凡手持木刀, 站在记家门前, 目光凌厉, 注意看, 这个男人正独自在家偷看动作片, 就是两个人的那种, 哪知高潮即将上演, 却被一名妙龄女子发现, 竟然还认出了电影中的男主角, 男主角名叫楚平凡, 尚未成年, 就在刚刚, 他仅停一己之力, 便立刻东周三大家之一的记家 所有青年才俊, 引来无数舞者围观, 不少人幸灾乐祸, 看到记家出丑, 心里就高兴不已, 越是大的家族, 恩怨越多, 记家高层脸色非常难看, 再不击败挑衅者, 记家脸面无存, 威严将会大打折扣, 天成, 你去吧, 记家家主记心明开口道, 是, 父亲, 一袭轻衣, 身材奇长的记天成, 实践走出记家, 随着记天成的出现, 围观的舞者中, 所有人都震惊了, 竟然是记天成, 记家最强天骄, 百岁地境强者, 如今已经地境九重了, 最有希望问鼎天境的绝世天骄, 这是彻底激怒了记家了, 楚平凡看着走来的记天成, 手中的木刀紧了一紧, 对方境界比他高, 然而楚平凡丝毫不拒, 要越境战斗了吗, 来吧, 于贝贝在人群中, 看到这一幕有些担忧了, 慌忙传音道, 喂, 憨子, 不行就认输吧, 记天成很厉害了, 楚平凡并未理会他, 记天成在石杖外停下, 目光冰冷地看着楚平凡, 我很好奇, 谁派你来挑衅我记家的, 莫以为, 你可以地境无敌不成, 楚平凡握刀在手, 你就是记家最强天骄, 是我, 记天成当仁不让地承认了, 记家也无人反对, 很好, 我今天就要把你踩在脚下, 告诉记家的人, 记家天骄皆是土鸡挖狗, 废物不如, 楚平凡气势勃发, 毕竟三重的气势毫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 幼时的那一幕幕, 浮现在脑海中, 今天, 他要让记家, 让那些人知道, 曾经他们瞧不起的小废物, 如今要把他们心里的所谓天骄, 踩在脚下, 楚玄坐在躺椅上, 悠哉悠哉的, 看着亏天镜显化出来的, 此时记家门前的情形, 犹如看电影般, 平凡打上门去了, 废柴崛起, 碾压天骄, 打脸大家族, 一出好戏啊, 祭天诚在地镜中实力不弱, 不愧是记家最强天骄, 楚平凡境界是低了一点, 然而他未突破地镜时, 肉身就堪比地镜舞者了, 地丹更是当成零食来吃, 论底蕴, 能够比得上楚平凡的, 这世上找不出几个来, 况且, 楚平凡修炼的是极道, 更是极道中的天才, 越境对敌, 并非难事, 楚玄估摸着, 这一场大战, 楚平凡要在大战中突破到地镜四重了, 对楚平凡的安全, 楚玄是一点都不担心的, 是小平凡, 苏贤儿惊讶了一下, 便满心欢喜地盯着亏天镜挪不动脚, 很快就坐到了楚玄身旁, 看着亏天镜显化出来的记家门前情形, 大言不惭, 抱上鸣来, 留你的全尸, 记天诚吻哼一声, 楚平凡一步踏上前, 朗声道, 来自南州楚家, 我叫楚平凡, 今年十六岁, 地镜三重修为, 今天, 我要用实力告诉世人, 记家添娇, 不过废物, 此刻, 楚平凡不再遮掩自己, 气机展露无遗, 在场的无数强者, 这一刻神色大变, 十六岁, 楚平凡不再遮掩自身的时候, 在场的所有强者, 都感应出来了, 楚平凡确实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 地镜三重, 十六岁的地镜, 这是何等妖孽啊, 楚平凡继续踏不上前, 我父亲叫楚元, 我母亲叫姬巧威, 我就是你们记家, 曾经厌恶的小废物与小垃圾, 今天, 我要让世人知道, 记家的所谓天骄, 连我这个小垃圾都不如, 所有围观者都震惊了, 眼前的少年, 就是传闻中, 记家小姐那个废物丈夫, 不被记家承认的女婿的儿子, 如此绝世妖孽, 被记家厌恶, 视为小垃圾废物, 记家的人, 是瞎子吗? 不少人露出了幸赞乐祸的笑容, 记家内, 所有足劳脸色都变了, 尤其是记天成, 他脸色变得极其复杂与恶然, 你说什么? 休想忘我心, 杀! 记天成出手了, 楚平凡手中的木刀, 气机灵力, 宛若有一条出生的大道, 蔓延而出, 一往无前, 斩! 一刀斩出, 身形变幻间, 一道道刀锋, 宛若囚龙一般, 笼罩像记天成, 刀锋如意, 记心灵等一众记家高层, 全都来到了门前, 怎么可能? 记心海一副见了鬼的神情, 哪怕楚平凡长大了, 他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个少年就是当初那个, 看起来憨憨笨笨, 木木讷讷的幼童, 那憨憨笨笨, 木木讷讷的气质太明显了, 你确定是他? 记心灵震惊问道, 是, 确实是他, 记心海依旧难以相信, 当初那个明明是废物的幼童, 为何突然变成了绝世妖孽, 16岁的递竞啊, 整个九狱, 恐怕都找不出第二个来, 正在走向记家的楚源, 整个人都傻了, 浑身经不住颤抖了起来, 平凡, 他难以置信, 怎么可能啊, 楚平凡才几岁啊, 16岁啊, 已经递竞三重的修为, 他疯了一班, 冲到记家门前, 看到了那个战斗中的少年身影, 眼泪经不住流了出来, 真的是楚平凡, 战斗已经到了白热化, 楚平凡以递竞三重的修为, 硬是扛住了记天成的攻击, 并且越战越强, 身上的契机也开始变得强烈起来, 甚至于, 古鸡瓦狗, 废物不如, 楚平凡一声怒吼, 轰隆一声, 突破了, 递竞四重, 刀芒汉天, 强大的契机, 席卷四方, 天地间, 宛若出现了一道欲要斩碎苍穹的大刀, 刀剑相交, 记天成的剑, 险些被震飞, 整个人都倒飞了出去, 然而, 只见楚平凡化作一道光, 瞬间就追了上来, 又是一刀, 记天成挡下第二刀的时候, 一口鲜血喷出, 记天成已经只能勉力抵挡, 够了, 记家一位尊敬祖老出手, 挡下了楚平凡的攻击, 将他震飞了出去, 楚平凡身形化作一道极光, 瞬息又至, 老不死, 以大蹊跷, 莫以为我好欺负, 随即手中扔出一枚圆球, 圆球炸开, 烈焰奔腾, 一条咆哮的火龙冲出, 轰向那名记家祖老, 不好, 记家祖老脸色大变, 慌忙抵挡, 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身上火焰未熄, 已然受了不轻的伤, 楚平凡站在记家门前, 持刀指向记家门前, 冷冷道, 记家添交, 垃圾不如, 废物不如, 一声怒吼过后, 烟雾散去, 眼前这个凌厉之狂飙的少年名叫楚平凡, 但实力却并不平凡, 因为就在当刚, 他仅凭一颗小圆球, 便重创了足足压他一个整个境界的尊敬祖老, 围观的舞者, 全都傻眼了, 祭天成竟然败了, 而且, 是被人越境击败, 地境四重, 就已经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一旦突破到地境九重, 岂非地境无敌, 楚平凡之名, 注定要震动东周, 乃至是北域, 16岁地境的绝世妖孽, 哪怕是凌家的那个绝世天骄, 恐怕也未必是这个少年的对手吧, 如此妖孽的少年, 竟然是被记家, 视为耻辱的, 记家三小姐记巧威的儿子, 苏仙儿也被楚平凡的强大实力震撼了, 他知道楚平凡实力很强, 楚玄对此却并不意外, 疾道本就强大无比, 何况楚平凡是疾道中的绝顶天骄, 天生的疾道之才, 以侄子楚平凡, 展现疾道之威, 名震东周, 奖励灭之道则升级, 系统的奖励, 突然而至, NICE, 楚玄惊喜不已, 灭之道则升级了, 道则升级, 等于进一步得到了完善, 相当于道境二关的道则之力, 楚玄虽然仍旧是道境一关修为, 然而已有道则, 提前升级到了道境二关水准, 对楚平凡这个侄子, 楚玄是愈发满意, 果然没疼错人, 懂得为十三叔带来奖励, 二人继续观看着直播, 而此刻, 技家门前的情势出现了变化, 技家门前, 技家家主继心灵走了出来, 好的爷小子, 你有狂妄的资本, 但这里不是你狂妄的地方, 你身体里流淌着一半的技家血脉, 就不应该让技家蒙羞, 今日, 我就替巧薇好好管教一下你, 楚平凡目光伶俐, 没有任何退缩畏惧之色, 直视着技心灵, 冷冷道, 技家与我何干, 你又与我何干, 你没有资格管教我, 刀锋伶俐, 哪怕实力相差悬殊, 他丝毫不拒, 我爹娘在哪里, 技家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若是我爹娘有样, 他日我楚平凡, 踏平技家, 技心灵脸色阴沉, 目光冰冷, 脸上杀鸡一闪而逝, 不能为技家所用的添娇, 反而能威胁到技家的添娇, 必须死, 混账,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技心灵天静的气势爆发, 我, 可是你外公, 你胆敢如此大逆不道, 我呸, 楚平凡一口唾沫土在地上, 你心里何曾有过我这个外孙, 刀锋抑指他身后的技心海, 冷笑道, 当初, 是谁我说不过一个垃圾废物, 是你技家的耻辱, 今日, 我把你技家所谓的添娇, 踩在地上了, 就成了你外孙了, 你还能要点脸吗, 技心灵脸色变了又变, 怒道, 混账, 我今天就替你女娘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不孝子孙, 抬手就要将楚平凡镇压, 在妖孽的地镜, 也只是地镜而已, 不要, 一道身影从人群中冲了过来, 楚元, 爹, 楚平凡欣喜不已, 平凡, 楚元看着楚平凡感慨万千, 心中万般滋味, 不知从何说起, 平凡, 先不要动手, 让爹来跟你外公谈谈, 随即将楚平凡拉到身后, 季家主, 平凡年幼, 若有不当之处, 有我这个当父亲的代为受罚, 季心灵蜜着眼, 心中闪过诸多念头, 楚平凡太妖孽了, 若是成为季家天骄, 假以时日, 等到楚平凡成长起来, 季家必将成为东周第一家族, 甚至于, 北域第一家族也未不可, 当然, 这一切的前提, 是取决于楚平凡对季家的态度, 若是敌是季家, 他越是妖孽, 对季家越是不利, 楚平凡则是一把将楚源拉到了身后, 楚源丝毫反抗之力都没有, 心里悲哀, 这就是实力不如人的下场, 连教导儿子都没有底气, 爹, 何必对他客气, 季家算得了什么, 季家伤不了我, 他要是敢伤我, 莫说季家没有神境, 就算有神境, 也必从这个世上消失, 语气斩钉截铁, 楚源愣了一愣, 他不知道楚平凡这些年, 究竟经历了什么, 当初可是把他脱钩给楚玄的, 可是平凡, 你娘他, 爹, 你放心, 娘很快就出来的, 不只是楚源愣住了, 季心灵也愣住, 楚平凡哪来的底气, 季巧威可是被软禁着, 哪怕是天境强者, 也不可能悄无声息地潜入, 这个野小子太放肆了, 但是从他的修为来看, 背后必有高人传授, 单单一个楚平凡不足为惧, 若是牵动他背后的势力, 必会招致祸患, 想解开今天这种局面, 只能从季巧威这个点, 想办法了, 就在此时, 两刀身影, 突然从季家飞掠了出来, 一人容颜憔悴, 依然不减他的美丽秀雅, 另一人, 竟然是受伤回去疗养的季天成, 巧威, 楚源惊喜不已, 自上次分别, 他再也没有见过妻子了, 楚源, 反而, 季巧威惊喜不已, 眼泪经不住流了出来, 扑了过来, 一把搂住楚平凡, 哪怕分别多年, 而且楚平凡长大了, 然而, 太好认了, 天成, 你这是做什么, 季心领满心疑惑, 季天成为何将人给带出来了, 然而, 季天成没有回他, 楚平凡正拖出来, 爹, 娘,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先带你们离开这里, 好, 好, 我的房儿长大了, 季巧威点头, 楚源搂着他, 一家三口转身就要离开, 季天成还准备护送三人离开的样子, 想走, 你们也太不把我季家家主放在眼里了, 巧威, 给我回来, 季心领怒了, 抬手一道灵力剧长就抓了过去, 结果, 一道身影闪过, 季天成挡在了剧长之下, 宝剑横在自己脖子上, 季心领猛了, 所有季家人都猛了, 围观的吃瓜群众, 自然也是猛的, 不懂季天成这是什么操作, 难道是良心发现, 于心不忍拆散一家三口, 或是看不惯其父的行为, 才要以死相逼, 天成, 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疯了吗, 季心领猛了, 可他毕竟是天竞强者, 短暂的惊恶之后, 很快发现了季天成的不对劲, 他神魂沉眠, 身体里盈盈有一股阴冷的气息, 野小子, 你究竟用了什么手段, 把天成弄成这样, 季心领狂怒, 身形一冲, 直接抓向季天成, 欲要将所有人都控制住, 带回季家处理, 楚平凡手一挥, 优二, 出来吧, 我们要走了, 没错, 控制季天成的, 自然是优二, 好的, 平凡, 我正好玩够了, 话音刚落, 优二将季天成身体, 朝着季心领跑去, 身形一晃, 就回到了楚平凡身边, 献出了鬼体, 这是什么东西, 这人怎么从季天成身上出来的, 所有人都一脸猛逼, 你们确定那是人吗, 鬼啊, 爹有鬼啊, 季天成一清醒过来, 就惊恐地尖叫了起来, 季天成惊恐大叫, 丝毫没有绝顶天骄的姿态, 宛若一个受到惊吓的小孩子, 他的内心, 此刻是惶恐的, 那种身体失去控制, 神魂阴冷颤抖, 意识却是清醒的, 做的事情, 他都知道, 却无法阻止, 身体已经不属于他了, 他惶恐了起来, 浑身都在颤抖, 天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季心领眼见自己一手带出来的天骄, 就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出镜阳相, 迫切地想要查明真相, 是, 是, 是那个女人搞的鬼, 季天成平生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却是莫名地感到了惊悚, 当时, 他正在院中疗伤, 那个自称为鬼的女人突然飘了进来, 用邪术控制了我的身体, 放出了巧威, 邪魔歪道, 人员得而诛之, 季心领已弄清了来龙去脉, 摩拳擦掌的就要替家人们一雪前耻, 你们不仅饶我季家安宁, 还在此施展邪术, 都给我留下吧, 季心领身形一动, 这要冲过去, 就凭你这个糟老头子, 吃心妄想, 楚平凡抬手一挥, 修炼的天极刀精斩露无遗, 同时一枚枚圆球散落四方, 幽二则是双手翻飞, 掐了一个绝, 阴森恐怖的气息, 瞬间降临, 森罗鬼律只见血色的骷髅, 无边无际的血海, 汹涌出现, 无边无际, 更有令人惊悚的尖叫声, 吟唱声在回答, 这一刻, 鬼, 正是在九玉出现了, 而散落四方的圆球, 轰然炸开, 化作一条条奔腾的火龙, 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座大阵, 与森罗鬼律叠加, 瞬间封锁了季家门前, 阻挡住了季心明的步伐, 这是楚平凡与优二, 早已准备好的手段, 一次性爆发的大阵, 阻挡天境半赏问题不大, 楚平凡一手抓着楚源与季巧威, 优二趴在他的肩膀上, 身形化作一道极光飞略而去, 原地楚平凡的声音回荡, 季家添交, 废物不如, 都是笑话, 此恩怨, 就此罢休, 若是季家不甘心, 可以继续来找我寻仇, 前提是要做好季家被抹平的准备, 可笑的季家, 哈哈, 季家, 无疑要成为东周的笑柄了, 竟然唾弃了如此妖孽的天才, 视为废物垃圾, 结果被人打上门来, 直接碾压了他们赖以为傲的天骄后背, 东周震动了, 16岁的递境, 必将引起诸多势力的行动, 那神秘惊悚的鬼, 也尤为引人关注, 小院子里, 楚玄没有继续看楚平凡接下来如何, 关闭了窥天镜, 在幽儿出手, 震惊围观者的时候, 就触发了系统的奖励, 你的鬼族后背幽儿, 震撼出手, 鬼之明惊是, 奖励因之道则升级, 哎哟, 不错哦, 还有意外收获呢, 楚平凡救父母的事情, 暂且告一段落, 这天, 暴红燕突然传来讯息, 一位天镜修为的九星楼主, 悄然来到了南州, 召集了南州的所有楼主, 却并没有下达任何指令, 非常奇怪, 询问楚玄, 要不要将其控制, 楚玄眯眯着眼, 厮索良久, 黑月楼的幕后之人, 是察觉到了一些异常吗, 既然来了一位九星楼主, 自然是要控制对方, 传令让暴红燕先下守围墙, 半个月后, 出乎意料的消息传来, 九星楼主招了, 而且那位黑月楼的幕后掌控者, 也来到了南州, 无声无息的就出现了, 并且, 直接传讯给南州的诸位楼主, 要见一见他们幕后的主人, 但由于没有与暴红燕接触, 因而并没有触发楚玄的盗运之力, 所以就不存在被种下肿魂印控制, 对方非常谨慎, 楚玄是真的惊讶了, 这位黑月楼的幕后者, 非常不简单, 竟然从蛛丝马迹中, 就判断出, 南州黑月楼发生了变故, 判断出, 黑月楼正在被蚕食, 究竟哪里出现了破绽, 肿魂印是不会被发现的, 不存在破绽, 那么唯有是对方, 从黑月楼的变化中, 察觉出了异常, 好敏锐的观察力, 难怪可以创建黑月楼, 并且成为北域最大的情报势力, 遍布整个北域, 诸多大势力都不敢轻易与黑月楼交恶翻脸, 既然对方来了南州, 要见自己, 那就见一面好了, 楚玄把苏仙儿叫了出来, 为自己欺查, 也为招待客人, 先礼后兵吗? 先生, 有客人要来吗? 苏仙儿疑惑道, 竟然会有客人来拜访楚玄, 简直匪夷所思, 对, 已经到了, 黑月楼的幕后者, 楚玄看着院门笑了笑, 进来坐吧, 你来南州不就是为了见我吗? 女人只是将信将疑地喝了一杯绿, 下一秒便惊掉了下巴, 答应满足男主一切要求, 就在刚刚, 楚玄院子上空来了一个人, 来人容颜绝力, 却是脸色苍白无血, 一身黑色的长袍, 无法遮掩住她品秀的身材, 苍白的脸上, 没有任何神情, 姑娘如何称呼, 楚玄看着出现在门口的黑袍女子, 惊讶了一下, 容颜倾薄倾城, 唯独苍白无血, 一副病态之相, 黑月, 修为仅仅只是递进九重的修为的姑娘刚一开口, 就知道她是黑月楼的大佬, 但楚玄却很出乎意料, 黑月楼的幕后掌控着, 竟然连天静修为都没有, 而且身患隐疾, 如此情况还能掌控黑月楼数载, 看来这女子不一般啊, 阁下, 为何蚕食我黑月楼, 柔弱中却是带着不屈的声音, 她仿佛只一夜脆弱的扶屏, 然而任凭风吹雨打, 依旧不屈不挠, 先坐下来品品茶, 楚玄招呼着黑月凡师待会儿再说, 因为直觉告诉她,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美女, 指了指桌上七好的三盏茶, 抬头往上探却, 下来喝杯茶吧, 屈屈神镜五重, 实力很一般, 无必隐藏着了, 此话一出, 黑月的脸上神情稍稍变了一下, 半空中, 一道身影现出, 是一位白发老者, 目光冰冷地看着楚玄, 毫不掩饰杀鸡, 这个年轻人看起来如此普通, 怎会是破我的隐秘秘术, 看来不是一般的角色, 思索片刻, 落到了黑月身边, 抬手就准备让楚玄为她刚刚的嚣张买单, 何必带着敌意呢, 楚玄笑了笑, 我不喜欢带着敌意的目光, 神镜没有在我面前放肆的资格, 外公, 不能莽撞, 见白发老者就快气爆了, 黑月忙拉了拉老者的手, 轻声说道, 老者收回目光, 在黑月身旁坐了下来, 不过始终警惕着楚玄, 这个年轻人, 看起来明明就是普通人, 奇了怪了, 楚玄看着黑月与老者, 外公庇护外孙女, 幕后掌控黑月楼, 有意思的组合, 这里面的故事应该很精彩, 当即施展天机探元术, 黑月, 天生具有神魂, 有缺, 中玉大气运者之一, 来自中玉中州古人王世家姬家, 乃当代姬家主司生女, 被咽弃, 欲寻至宝修复神魂, 来到北玉, 暗中掌控黑月楼, 带领黑月楼崛起, 原来如此, 黑月楼并非他创立的, 而是他夺取过来, 掌控在手中, 在他手中快速崛起的, 黑月能够来到这里, 恐怕也与机缘逆境, 冥冥之中吸引大气运者有关, 楚玄心中已经有了计较, 天道计划的执行者, 黑月非常适合, 黑月此时有些不安, 楚玄的目光, 仿佛将他里里外外都给看透了一板, 深吸一口气, 停息繁杂的心绪, 开口道, 我们都已按你要求献身, 现在请回答我的问题, 你对黑月楼, 到底有何图谋? 据我所知, 黑月楼, 并非你创的吧? 楚玄笑了一笑, 确实不是我, 以前的黑月楼也很强大, 我接掌之后, 玩杀的情报体系等, 不管怎么说, 黑月楼都属于我的, 黑月与气势中平静无波, 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楚玄确实知道, 他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神魂有缺导致的, 而且一旦情绪波动大, 恐怕会引发一些状况, 因此他习惯了控制情绪, 楚玄装作不在意, 嗯? 是吗? 鸡黑月? 你说什么? 你究竟是谁? 老者猛地站起, 一身气势就要爆发, 黑月拍了拍他的肩膀, 依旧平静道, 外公, 无必如此, 老者胸膛起伏了几下, 最终听从外孙女的话, 又坐了下来, 只是眼中依旧掩藏不住的怒火, 可见, 当代鸡家主对黑月, 或者说黑月的母亲, 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这才使得他如此愤怒, 楚玄仿佛没有看到老者发怒, 依旧自顾自道, 你年纪不大, 不到百岁吧, 毕竟九重的修为, 不弱了, 毕竟对你来说, 并不是一道坎, 只是可惜, 修炼对你而言, 却是异常艰难与痛苦, 你天生神魂, 只可惜神魂有缺, 这种缺可不是因伤导致变成的残魂, 你这种神魂有缺, 难以弥补全的, 我说的对吧, 老者依旧是瞪大着一双眼睛, 一身气势几乎又要爆发, 黑月安抚着他, 哪怕他自己脸色也变了一遍, 依旧尽量保持平和的情绪, 天生神魂, 并且神魂有缺, 这世上, 知道的人, 只有两个, 哪怕他那个父亲, 也不知晓, 母亲已陨落, 对方能够知道, 显然是看出来的, 能够看出他神魂有缺不稀奇, 但能够看出他天生神魂, 可就不是一般强者能够看出来的, 这个人太恐怖了, 仿佛已经被他看透了所有一切, 他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剑二人呆住, 楚玄继续到, 已来到北域, 掌控黑月楼, 建立情报系统, 最终的目的, 是为了寻找弥补神魂的宝物吧, 黑月缓过神来, 但并没有否认, 楚玄画风一转, 对了, 我很好奇, 你是如何发觉, 黑月楼出现了变故的, 黑月深吸一口气, 平静道, 很简单, 我洞悉黑月楼的一切运作, 一星以上楼主的能力与行为处事, 我都一清二楚, 蛛丝马迹中, 自然能够察觉, 并且我还有一鱼常人的直觉, 那你的直觉有没有告诉你, 黑月楼要变天了? 楚玄喝完一杯茶, 抬头看向黑月, 黑月沉默了一会儿, 现在的黑月楼, 我已经无所谓了, 送你了, 月儿, 他外攻急了, 黑月摇摇头, 阻止了他继续说下去, 看着楚玄, 我只想知道你还有其他什么目的吗? 楚玄指了指茶杯, 讲了这么多, 先喝口茶吧, 好, 黑月端起茶杯, 月儿, 没事的, 外攻, 黑月笑了一笑, 一口喝进茶杯, 突然, 双眸一亮, 看向茶杯, 露出震惊的神色, 这茶, 多谢先生刺茶, 黑月站起身, 恭敬地行了一礼, 楚玄笑眠眠道, 这茶只是滋补了你的神魂, 补全神魂对我来说也是一如反掌, 让你崛起, 回归忠誉, 服侍姬家, 讨回属于你的尊严, 什么? 一盏茶就能滋补神魂, 还能补全? 老者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 只能张大嘴巴呀麻呆住, 另一边, 黑月早已功身叩拜, 姬黑月恳求先生帮小女补全神魂, 事后定当竭力报恩, 楚玄双甲威红, 五拳神魂倒是好说, 只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嘿嘿, 这个表情, 不会是, 不要想歪了, 我是想问你, 可愿正式的磕头拜我为师, 黑月稍稍迟疑了一下, 当即拜倒在地, 弟子姬黑月, 拜见师尊, 咚咚咚, 三个响头, 额头都磕红了, 情绪出现波动大了一点, 苍白的脸上, 闪过一丝痛苦之色, 外公猛在原地, 接着保持着沉默, 外孙女素来自有主张, 而且天生直觉敏锐, 数次躲避了灾祸, 数次找到质宝, 他能够突破到神经褒虫, 也与此有关, 此次拜师想必也是通过直觉判断, 知道眼前的师父不是凡人,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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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吧, 楚玄非常满意, 把相星叫了出来, 这是你四师兄, 已入门顺序而论, 你排第七, 嗑个一声, 相星已背着手出现在众人面前, 大便活人了, 外公刚刚合拢的下巴再次惊掉, 见过四师兄, 黑月很惊讶, 自己竟然还有师兄弟, 七师妹, 你好啊, 相星瞪大一双眼睛, 好奇地打量着黑月, 师尊, 竟然收了一个女弟子, 对了, 我给师妹准备了一点见面礼, 说吧, 相星在口袋里一阵乱摸, 猛地把一尊傀儡递了过去, 小师妹, 这是见面礼, 师兄亲自炼制的小傀儡, 拿去防身吧, 多谢四师兄, 黑月不失礼貌地笑了笑, 并没有想象中情绪波动的样子, 无必客气, 都是小意思, 相星也不在意, 他心中只有炼气, 没有女人, 才不在乎黑月的态度与神情如何, 一旁的外公看得一脸震惊, 那是天兵级别的傀儡吧, 相星才递进修为啊, 竟然炼制出了天兵级的傀儡, 由此傀儡, 他岂不是同镜无敌, 小星, 以后要多照顾小师妹, 知道吗, 楚玄简单交代了几句, 就让相星返回小世界继续修炼去了, 你收了一个天生神魂的弟子, 具有执行天道计划之材, 奖励天道爵, 系统的奖励来了, 楚玄掩面一笑, 嘿嘿, 连系统都觉得月儿是天道计划的最佳执行人, 看来他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月儿, 你既已拜师, 为师自会解决你的神魂隐患, 楚玄抬手一挥, 从小世界里, 抓来一枚果子, 道果, 武魂道果, 并且一团道运, 也浮现在手中, 也虽然二人两脸震撼, 那可是传说之中的宝物, 对方随手就取了出来, 很随意的样子, 仿佛并非珍惜宝物, 黑月露出难得的欣喜之色, 自己的选择果然是没错了, 哪怕因为情绪的波动, 神魂传来空虚与刺痛感, 他都毫不在意了, 从今以后, 再也不用受神魂残缺之苦, 吃了吧, 楚玄将道果递了过去, 黑月伸手接过, 恭敬道, 谢师尊, 道果入口, 受到滋养, 正在缓慢地补权起来, 然而, 似乎有点持续力不足, 无法将神魂彻底补权, 眼见自己回忠欲击家复仇近在咫尺了, 随着黑月一声怒吼, 她的身躯原地起飞数百米高, 也不知要飞向哪, 但黑月停了下来, 外公满脸惊慌之色, 怎么会这样, 月儿, 月儿她怎么了, 月儿她太急于求成了, 楚玄凝视着黑月, 瞬间便洞悉了一切, 原来是因为她在拼命吸收道果的道运, 但是因为她神魂残缺的时间太久了, 致使现在神魂续不受补, 那怎么办, 先生, 我外公欲言又止, 急得语无伦刺起来, 放心吧, 我楚玄的弟子, 即便是行神俱灭, 我也能让他起死回生, 楚玄目光坚定, 单手一挥, 一团道运打入黑月体内, 道运酝养在神魂上, 使得原本有些停滞的修补速度, 再次恢复了起来, 黑月整个人陷入了一种奇妙的状态之中, 神魂修补的过程, 也她顿悟的时刻, 楚玄抬手将天道诀传入她神魂中, 并且传音道, 修炼此法, 压制境界, 增加底蕴, 不及突破, 是, 师资, 有师父在, 万事莫惊慌, 楚玄朝着黑月额头叮, 叮, 叮, 就是三下, 叮得黑月一脸花痴样, 师父, 男人开局就拥有了一个越宅越强的系统, 宅家的奖励更是变态的离谱, 就连男人每日喝的茶, 都是一口能够直接让神境强者, 强制突破瓶颈的存在, 男人名叫楚玄, 就在刚刚, 他收下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的女弟子, 毕竟情营奈货有些擦边, 不能算数, 简单寒暄了一番, 楚玄手一挥, 将黑月挪入小世界中, 以便再次感悟吧, 女子的外公对于黑月的消失, 这一次并没有开启暴走模式, 而是深深的一鞠躬, 谢先生就愈而迎命, 楚玄指了纸茶杯, 你可以喝杯茶, 然后回去坐镇黑月楼, 老者没有犹豫, 端起茶杯一饮而尽, 大奈间, 诸多感悟浮上心头, 实力竟然有了一些进步, 对于突破到神境六重, 再也不是遥不可及, 心中震惊不已, 仅仅一杯茶, 便有此神效, 他究竟是何等修为, 多谢楚先生赐茶, 老朽先前唐突了, 还望楚先生莫要怪罪, 客气了, 楚玄微笑道, 如此, 老朽便不打扰先生, 回去替先生坐镇黑月楼, 看着老者离开, 楚玄自知, 黑月楼就此彻底落入自己掌控之中, 天道计划也可以加快了, 之后的几天, 楚玄一直关注着黑月的情况, 发现他已经开始借着神魂补全的刹那, 开始修炼天道诀了, 黑月虽然是地境九重的修为, 然而由于他神魂补全, 真实实力, 不过堪堪是地境一重而已, 随着神魂补全, 天道诀的修炼, 他仿佛从地境开始, 从头积累修炼一遍, 等到他修炼完毕, 重回地境九重, 实力将会暴增, 黑月修炼成功后, 天道计划就交由他来执行了, 以他的能力, 必然可以很快将天道计划铺开, 而且, 他来自中玉中周, 对于九玉更为了解, 如何蔓延到其他玉, 他自会有办法, 骤然, 不远处的山峰发出一阵轰铃, 看来南州天地规则恢复, 已经出现了加速现象, 战魔谷地开启越来越近了, 而且, 南州又有新的古迹, 随着天地规则恢复而出现, 看来, 南州的天地规则就要恢复如初了, 各大势力之间的战争也即将到来, 不过这次有我楚玄在, 南州, 给我说了算, 楚玄信誓旦旦地看向远方, 好了, 豪言壮语说完了, 还是先检查一下个弟子的状况, 毕竟我不能出门参战, 长河呀, 最近要加紧修炼了, 别辜负为师的期望哦, 魔佛, 别捣整那些没用的, 抓紧修炼, 秦莹, 最近怎么样啊, 吃得可好, 睡得可香, 你的弟子王洛, 得上古丹王传承, 虚空天火进化, 气韵蜕变, 奖励气韵道则, 楚玄一愣, 王洛这小子可真是个福星啊, 这种逆天的气韵之道, 终于要被自己掌握了, 我现在可就有六条道则了, 要知道, 气韵之道自古难以修炼, 并且修气韵者, 大多最后被气韵反噬, 是诸多大道中, 最不可捉摸, 最为玄奇的大道之一, 赶紧看看我的好爱徒, 楚玄掏出亏天境, 连接王洛所在, 自从王洛把王家摁在地上摩擦, 使得王家丢进了脸面之后, 遭遇各种阴谋与追杀, 最后误入了一个古地, 竟然获得上古丹王传承, 画面展开, 王洛手中拖着一个古朴的小顶, 得到净化的虚空天虎, 正在焚烧着小顶, 而在他身旁, 站着一位熔岩苍老, 白虚飘飘的老者, 这只是一道虚影, 那位上古丹王遗留下来的虚影, 然而即便是一道虚影, 实力也是很强的, 镇压神境都不成问题, 王洛神情凝重, 不断地凝聚着一道道丹绝, 他正在炼制丹药, 此时的王洛修为已经提升到了地净八重, 楚旋只是看了一眼, 就发现王洛已经掌握了一门, 非常高深的炼丹之法, 万千丹经里面, 也曾记载过这门炼丹之法, 王洛当初并没有掌握, 如今竟然已经掌握了, 并且, 正在跨大境界, 意图以地净修为, 炼制出一枚神丹来, 他以地净, 炼制出天丹, 已经非常妖念了, 如今竟然要炼制神丹, 若真是炼制成功, 那他必将是九余最牛的炼丹师之一, 甚至是唯一, 三个小时后, 王洛炼丹到了后期, 额头汗水滴落, 消耗极其庞大, 不过他依旧咬牙坚持着, 给我成, 终于, 小鼎吐出了丹药, 只有一枚, 堪堪达到了神丹的门槛, 王洛双手指向天上, 发出最后一声指令, 看着那枚金黄色的丹药一跃而出, 他露出惊喜的神色, 自己竟然真的炼制出了神丹, 王洛,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你以地境修为竟然炼制出了神丹, 果然是天纵奇才啊, 只是, 你真不愿拜我为师, 虚颖一脸遗憾道, 晚辈能有此等作为, 也多亏了前辈指点, 但是真的抱歉前辈, 我已经有师尊了, 不会改头门庭的, 王洛满脸歉意, 你在炼丹一道上, 天赋由胜我, 你师尊哪怕再强, 也未必能够在丹道上指点你的, 虚颖仍旧不肯放弃道, 不, 王洛郑重道, 哦哟, 这个上古丹王还想忽悠我徒弟, 你一个道境遇落后留下的许颖, 也敢在我系统之子面前造刺, 听到王洛义正言辞的一口回绝的对方, 楚玄很是满意, 许颖叹了一口气, 根本就不信王洛的话, 微微摇头, 罢了, 你不拜事也无妨, 我知传承已传下, 便算了却心愿了, 顿了一顿, 若是将来, 以修为有成, 去了忠誉, 将我给你之信物, 交给天心宫公主, 倘若天心宫已不在了, 也就作罢, 前辈放心, 你之嘱托, 我王洛必定办到, 王洛郑重道, 楚玄没有继续看下去, 大概了解了一下事情便作罢, 关闭亏天境后, 楚玄领取了系统奖励, 一条玄之右玄, 不可见无法捉摸的道泽, 缠绕在他的身上, 这一刻无数关于气韵的感悟, 不断浮现而出, 楚玄微微眯着眼, 开始感悟着气韵之道, 楚玄自认为女弟子看过西游记, 拜师那天特意在他额头叮叮叮操了三下, 本以为会有意外发生, 结果那天三更天, 果然发生了意外, 就在刚刚, 楚玄已迫不及待地领取了奖励, 开始感悟气韵道泽, 等掌握了气韵道泽, 已经过去半个月时间, 这是楚玄第一次, 花了这么长时间, 才能够掌握的道泽, 可见气韵道泽的玄妙与不可捉摸特性, 这里就是气韵大道吗? 好像置身天空, 脚下踩的都是云朵一样, 掌握了气韵道泽之后, 楚玄对于气韵之道, 真正的是入门了, 肉眼可见气韵之所在, 正感悟着气韵的变化, 大道上突然传来嗡嗡的声响, 原来是身上的气韵如意与阵运道底, 与这里的气韵产生了共鸣, 竟然都自动跑出来吸收起气韵来了, 这难道是宝物在自动升级? 看来, 假以时日, 应该能够随心所欲地运用它们, 将其威力发挥出来了, 抬头看向四周, 搜寻了一番, 系统并没有任何提示, 算了, 不管了, 反正都加强了, 有没有系统提示无所谓, 脚下这些像云一样的东西变得透明了, 甚至能清楚地看到下面的东西了, 烟雾渐渐散去, 楚玄发现下面的东西看起来有点眼熟, 九一, 没错, 就是九一, 楚玄猛地惊起, 这个气韵大道简直太神奇了, 怪不得像是在空中, 这个道就是要俯瞰整个九一, 整个九一的气韵尽在此道脚下, 此道不在, 九一气韵皆无, 气韵无则万物灭, 转念一想, 自己若是掌握此道, 那岂不是真正的天下无敌, 正坐着春秋大梦, 楚玄发现下面有树光射了进来, 那光的位置是从北域南洲射出来的, 好像是从南洲的湛魔谷地, 仔细一看, 并不是一树光, 而是五树, 就在南洲的某个方位, 存在着五团气韵之光, 非常久远与古老, 仿若独成一体的气韵之光, 这五树光分别对应了北域五洲的气韵质宝, 属于上古北域的气韵, 凝聚而成的质宝, 历经如此漫长时间的运养, 其气韵已然蜕变, 等级更高了, 北域五大气韵质宝, 齐聚南洲湛魔谷地, 看来南洲这次又要发生大事端了, 比当初的湛魔谷地大战还要大的事端, 若是北域五洲气韵质宝回归, 谁获得了气韵质宝, 将会融合现今的部分气韵, 获得大造化, 大机缘, 先生, 晚饭时间到了, 楚玄一愣, 干饭人, 干饭魂, 任何大事端也不能影响自己炫饭, 那就先休息一下, 稍后再把掌握的其他道则整理一下, 若是能融合成功, 就可以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专属大道, 楚玄伸了个懒腰, 出去开炫, 炫饭过程太过凶残, 来一张满足后的自拍吧, 这么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吗, 成功了可就名垂万古了, 师父, 月儿求见, 郑出神, 你弟子来了, 月儿要见我, 难道是误了那天对他叮叮叮的言外之意, 不行, 为师要矜持一些, 月儿, 出什么事了, 是不是神会又出问题了, 不是, 师父, 是有好消息告诉你, 说着说着, 黑月双颊净微微泛红, 脸色不再那么苍白, 脸上也有了情绪波动, 掩饰不住的喜悦之情, 傲人的身材在月光下更显诱人, 好消息, 楚玄第一反应就是残缺的神魂补全了, 是的, 师父, 我现在神魂一拳, 黑月开心地笑出月牙般的双眸, 而且, 隐约感觉到要突破了呢, 黑月败戏失资, 那简直太好了, 师父还在担心你又遇到困难了呢, 为师在这里恭喜你了, 对这个目前为止, 做下唯一的女弟子, 楚玄是既以厚望的, 既然你已恢复, 为师正好把天道计划交给你去执行, 楚玄同样眯着眼, 难掩内心的愉悦, 当黑月听到天道计划时, 惊得何不容嘴, 楚玄抬手一挥, 天道福的一道福音飞了过来, 落入手中, 此事天道福音, 天道计划的内容变在其中, 你先了解下, 楚玄将计划, 简略提及, 当然核心的内容, 他并没有说, 即便如此, 以黑月的聪慧, 都震惊不已, 师尊好大的手笔, 黑月被天道计划给震撼住了, 师尊究竟有多强啊, 才能够施行如此计划, 现在你回黑月楼, 去执行天道计划, 九玉将迎来大便, 这便是你等的机遇, 好好把握住, 师尊请放心, 我会把计划执行好的, 黑月深吸一口气, 恭敬道, 拳头暗暗捏紧, 中玉中周, 他终究是要回去的, 一旦天道计划成功, 人王世家又算得了什么, 与掌控整个北域的他相比, 基家算得了什么, 为师相信你的能力, 楚玄挥手道, 去吧, 好好修炼, 不懂得回来问我, 若是在外不变, 也可在此修炼, 只要能够掌控与执行计划便可, 是, 师尊, 黑月激动地离开了, 把任务交代下去, 黑月楼个体系功能完善之后, 他就回来继续修炼, 这里才是圣地, 有通讯符在, 他更能够做到, 隐于幕后, 掌控黑月楼运作, 黑月离去之后, 楚玄继续修炼, 等待着二十年之期的到来, 又一个十年之期, 会有什么奖励呢? 一年时间, 匆匆而过, 这一年来, 楚玄不断卖到入体, 以及道则融合与拆分, 修为进展神速, 已经感应到了道进二关的门槛, 门槛是感应到了, 然而突破却依旧遥远, 道进每一关的突破, 都太难太难, 哪怕楚玄感悟足够, 也需要不短的时间来积累底蕴, 楚玄尚且如此, 其他道进五者的修炼, 可想而知有多艰难了, 难怪应空, 至今仍旧停留在道进三关, 哪怕有了龙军的时光加速盘, 距离突破道进四关, 仍旧需要不短的时间, 要知道, 在此之前, 应空感悟已经足够, 半只脚踏入了道进四关了, 纵然如此, 加上时光加速的修炼, 积累底蕴依旧太难太难, 它依旧是大道群里垫底的存在, 喵, 天美喵跑了过来, 在楚玄脚边蹭着, 楚玄低头看去, 天美喵的实力, 已经天境巅峰了, 这等提升速度, 传出去能够吓死人, 天美喵, 怎么了, 饿了吗, 喵喵喵, 天美喵一脸乖巧地看着楚玄, 你要突破神境啊, 楚玄掏出一瓶丹药来, 仍得天美喵, 可以助他快速突破到神境, 喵, 天灵猫爪子抓着药瓶, 在楚玄小腿上蹭了几下, 超满足的表情, 不一会儿, 是零花尾去巴巴地走了过来, 哗啦, 你想去风都鬼域修炼啊, 楚玄居然能够无障碍交流, 几里哗啦, 哗啦, 行吧, 知道你喜欢哪里的灵气, 允许你去风都修炼, 楚玄无语, 是零花去了一次鬼王谷, 吞噬过阴森的鬼气之后, 他就喜欢上了那种阴冷的气息, 不过有一条啊, 可别吞噬鬼族, 那可都是我的子宁, 楚玄还指望着鬼族壮大, 争夺气韵, 鬼之名想撤酒欲呢, 若是被世零花吞掉一些, 那可心疼坏了, 一共就没多少鬼族成员, 少一个都是巨大的损失, 世零花点了点头, 鬼族不能吞, 那是主人的宝贝, 有段时间没有用万天镜了, 楚玄正准备取出万天镜, 连通下任长河, 黑月突然打来语音, 叮叮叮叮叮叮, 师尊, 北域各大势力已经决定, 将在一个月后, 在南州进行名额争夺赛, 不少有名的散修, 都已经提前进入南州了, 竟然提前开始了, 战魔谷地的名额争夺战提前开启, 也意味着, 战魔谷地的各方布局, 当年的参与者, 也将陆续登场了, 到底要拥有怎样离谱的实力, 才能让小伙子一人独占百地, 小伙子名叫萧良, 是南主的徒弟之一, 就在刚刚, 楚玄抬头看向天空, 南州的天地规则恢复又加快了, 战魔谷地布局的各方参与者, 也差不多到了登场的时候了, 名额争夺战, 虽然递进伞修皆可参与, 然而北域的大势力, 可是设定了关卡的, 唯有突破这些关卡, 伞修才有资格参与进来, 除了背后有强者撑腰的伞修, 完全没有背景的伞修, 想要突破关卡, 参与到名额争夺战,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楚玄打开万天境, 发现任长河已经着手准备前来北域了, 也就没有继续关注, 随着战魔谷地争夺战的开启, 不论是丁月还是网络, 都会参与进来, 销良自然也不会意外, 他们都是以伞修的身份参与的, 楚玄很期待着, 自己做下弟子的表现, 希望能够在名额争夺战中, 触发系统的奖励, 画面来到南州一片巨大的草原上, 此刻正在建立争夺战的内台, 此地, 远离南州人族聚居区域, 属于荒芜地带, 负责建立争夺战内台的, 自然是南州的三宗三国, 他们的背后, 第一道关卡, 就是通过道路来到南州, 连南州都无法到来, 有何资格参与名额争夺战, 各大势力, 都在前往南州的道路上, 布置了强者, 阻结入境的散修, 既然设定了关卡, 自然也是设定了规则的, 递境之上不能出手, 除此之外, 可以独占也可以群殴, 此刻, 西州通往南州的道路上, 一名相貌普通的青年, 正朝着南州而来, 他就是隐秘真实身份的销良, 南州盛会, 怎么能缺了他呢? 通往南州的关口上, 一位递境九重的强者, 看着走来的销良, 不懈道, 身为散修, 要有点觉悟, 不是谁都能够参与的, 年轻人你走吧, 老夫不为难你, 销良面无表情, 一步一步前进, 一杆长枪持在手中, 呦呵, 小子你不服气, 区区散修, 有点自知之明的好, 难道你不知道, 此地已经陨落了十二位递境散修了吗? 销良开口问道, 你多大了, 实力如何? 对方听罢, 更加轻烈, 听好了, 老夫五百年突破地镜, 如今已三千载, 地镜九重修为, 也曾是一代天骄人物, 却不曾想, 销良不屑一笑, 呵呵, 五百年才突破地镜, 三千载才地镜九重, 废物罢了, 你找死, 枪芒一闪, 战斗眨眼便结束, 一道人影, 被钉在了关口的地上, 满脸难以置信之色, 销良继续前进, 一人独闯, 又一名地镜九重强者前来阻拦, 依旧瞬息落败, 接连三人瞬息落败后, 坐镇这条通道的地镜, 全都知道来了一个强大无比的散修, 其中的强者出手了, 正常而言, 散修闯关卡, 若是能连胜三人, 或者胜过坐镇者中的强者, 便会被允许过去, 销良实力太强, 阻拦者败得太快, 坐镇通道的大势力地镜舞者们, 心中不服, 觉得太丢脸, 因此直接忽略了, 连胜三人可以过关的潜在规矩, 你能接我三枪, 算是个人物, 销良看着败在自己手下的青年道, 三枪, 所有人都震惊了, 这位散修是谁, 背后定然有强者, 否则, 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连天叫一级的地镜舞者, 三枪败下阵来, 实力超乎想象, 一名青年走了出来, 挡住了销良去路, 很好, 散修中有你这样的强者, 难得一见, 你若能胜我, 这一关便算你过了, 青年手中持着一柄长枪, 人群中传来议论之声, 是肖家的肖平, 肖家的绝顶天骄之一, 对方恐怕要止步于此了, 何止啊, 肖平心狠手辣, 输了就死定了, 未必, 他背后定然有强者撑腰的, 强者撑腰又如何, 肖平没有破坏规则, 他有肖家撑腰, 区区散修强者, 难道还敢与肖家做对不成, 肖良没有理会那些议论之声, 嘴角翘起, 露出不懈的笑容, 肖家肖平, 狂妄自大的窝囊废罢了, 你这是, 非要找死, 肖平阴沉着脸, 杀鸡凛然, 肖良比一笑, 你肖平, 心胸狭窄, 站出来不就是想杀我吗, 哪怕剩了你, 也不会让我顺利通过的, 你那点小心思, 完不过我的, 去死, 肖平突然出手, 一枪轰来, 快若闪电, 竟有偷袭的意味, 围观者中, 不少人都露出比一之色, 肖良持枪不动, 在肖平的枪, 接近他身体三尺之际, 突然慢了下来, 曼腾的时光之力, 为了以最大的可能, 打击肖平, 摧毁他的心境, 碾压他的自傲, 肖良第一次动用了曼腾的力量, 肖平的攻击慢下来之际, 与之相反的是, 肖良的枪即快地扎出, 很普通很简单的一击, 然而, 就是这一枪, 瞬间就扎穿了肖平, 直接将他给挑飞了出去, 在外人的眼中, 肖平一枪偷袭, 结果被人瞬间反杀, 直接一枪就挑飞了, 败得干净利落, 连一丝反抗之力都没有, 比前面落败的人还要不如, 围观者全都恶然, 难以置信地看着落败的肖平, 偷袭也就罢了, 竟然还败得如此干脆, 丝毫抵抗之力都没有, 肖平的实力, 有点弱呀, 有人忍不住开口道, 不只是弱, 而是很弱, 我都怀疑, 他偌大的名头, 是不是肖家捧出来的, 难说, 听闻肖家一代不如一代, 为了面子, 吹出一个绝顶天交来也是可能的, 肖平也有些猛, 以他的实力, 自然察觉不出, 漫腾的时光之力, 那短短的一瞬间, 只感觉自己仿佛迟疑了一下, 然后就被人一枪挑飞了, 听到周围的议论之声, 他忍不住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看着肖良的眼中, 充满了怨恨之色, 都愣着干什么, 一起上啊, 难道真让他闯过去不成, 肖良蔑视一笑, 废物, 杀你都嫌糟我的枪, 持枪继续前行, 围攻又如何, 毕竟, 无法阻挡自己的步伐, 楚玄偶尔关注一下, 散修闯关卡的事情, 不少地境散修, 要么落败退走, 无缘名额争夺战, 名额是关上古北域气运的五周气运质保, 无疑是最珍贵的质保, 也是各大势力的争夺焦点, 不论是谁, 或哪一个势力得到了气运质保, 都将强势崛起, 若是集齐了五周气运质保, 极有可能崛起登陵北域人王之位, 一旦集齐了五周气运质保, 极有可能崛起登陵北域人王之位, 天道计划最重要的一步, 也在其中, 除了天道计划外, 楚玄也要做战魔古地之局的, 最大幕后操控者, 以及最大的获益者, 五周气运质保, 必须是自己坐下之人的, 北域第一个人王, 也必须是自己的弟子, 楚玄掏出万天境, 该通知秦盈了, 让他早做准备, 南州的大局即将开启, 楚玄通知了秦盈, 严及南州天地规则恢复加快, 需早做准备, 刚关闭万天境, 系统的奖励突然而来, 你弟子肖良, 一人一枪, 独占百地, 战役沸腾, 化作战斗神香, 奖励战之道则, 牛逼, 楚玄看到系统奖励, 就惊叹不已, 肖良不愧是天生战谷, 战星, 战魂, 而且一人独占百地, 简直离谱, 这战斗力, 已经比丁月还要强了吧, 肖良这是在闯关卡, 楚玄掏出窥天境来, 盘算了一番西州入南州的通道距离, 开始主动窥探那边的状况, 画面展开, 一片厮杀之声, 一尊闪烁着金光, 威猛无匹的身影, 汗天阵地, 在横冲直撞, 所向无敌, 而金光身影里面, 正是手持灭神兴芒的肖良, 肖良在人群中, 横冲直撞, 无数递进舞者, 碰着就到飞出去, 战斗至今, 肖良也受了不轻的伤, 然而这点伤对他而言, 只是皮外之伤, 曼腾的减缓攻击能力, 肖良只在危机要害的时候, 才会使用一下, 毕竟使用曼腾, 也是需要消耗的, 以他目前的实力, 根本无法发挥出曼腾的威力来, 只能在关键时刻使用, 到底是怎样黑心的计划, 竟惹得楚玄惊呼, 资本家听了都要落泪, 就在刚刚, 肖良已经将冲出重围了, 这一战注定震动北域, 无数大势力震惊, 绝对会成为, 气韵至宝最有力的竞争者, 肖良的战斗神箱, 往前一冲, 直接炸开, 战役咆哮, 横扫四方, 一枪将一位递进强者逼退, 身形一闪, 已经冲出了重围, 哈哈, 西州递进, 无意堪战, 肖家更是全街废物, 肖良张狂大笑, 紧接着一只大手凌空拍下, 看到这一幕, 楚玄嘴角抽了一抽, 果然大势力都是这么一个尿性, 尊敬强者出手了, 无耻老废物, 肖良怒骂一声, 灭神兴芒绽放光芒, 战役沸腾, 一枪宛弱要刺破苍穹, 手掌破碎, 肖良非掠而出, 却是连喷两口鲜血, 狂妄小子, 留你不得, 出手之人脸色大变, 太妖孽了, 独占百位递进舞者, 消耗巨大, 受伤也不轻, 如此情况下, 竟然破开了自己的攻击, 他可是尊敬三重的修为, 哪怕他刚才那一击, 并没有用权力, 也足以证明对方的强大与妖念了, 如今得罪了人, 一旦对方成长起来, 他必死无疑, 一拳朝着肖良轰去, 为了一击必杀, 他这一拳, 可是用了权力, 确保可以将肖良击杀, 然而一道轻柔的声音突然响起, 连人影都没有见到, 欺负小辈算什么, 那一拳, 无声无息间就消失了, 出手之人脸色大害, 有强者, 骤然, 只觉得浑身一紧, 他心中大害, 张口就要求救, 就, 肉身化为血沫, 神魂也被湮灭了, 通道旁的一座大山上, 一道强悍的气息腾起, 天静, 每一个通道, 都有天静强者坐镇, 然而, 当腾起的气息, 很快就沉寂了下去, 对方选择了罢手, 出手之人, 实力比他还强, 并且他没有发现对方的踪迹, 这就恐怖了, 还是小秘要紧, 反正挂掉的又不是自家宗门的人, 更不是自家晚辈, 死了也就死了, 看到这里, 孔子表示一头雾水, 老子也是一头雾水, 楚玄确实知道, 这都得益于柳飘飘在背后出手了, 在天静中, 他几乎不败, 除非对方可以短暂击溃天地规则, 把他基于天地规则的状态打断, 否则柳飘飘就立于不败之地, 楚玄关闭亏天静, 没有继续看下去, 期待着肖良在名额争夺战的表现, 以及在战魔谷地, 气韵至宝之争的表现, 领取战之道则, 煞世间, 战役沸腾, 宛若为战而生, 又掌握了一条道则, 实力又得到了增强, 楚玄非常满意, 肖良一人独占百地, 成功闯关的消息, 瞬间传遍北域, 自从有了通讯符, 以及黑月楼稿出来的, 北域热讯榜, 瞬间就可以传递到诸多舞者手中, 这个热讯榜, 是楚玄提了一句, 黑月让人弄出来的, 专门总结北域一天内的大小消息, 以及热门消息, 为此, 黑月楼还推出了热讯符销售, 可以第一时间, 掌握北域修炼界的动向, 经过大半年的推广, 不说人均一枚热讯符吧, 起码五成舞者手中有了热讯符, 都不用楚玄提点, 黑月已经为下一步热讯符收费做准备了, 等到舞者对热讯符形成依赖, 一天不看讯息都不习惯的时候, 黑月楼就推出按月收费套餐, 按年套餐等等, 只有及时缴滥费用, 才能继续接收到后续的讯息, 楚玄听到黑月讲解下一步计划的时候, 不禁感叹, 难怪叫黑月, 是真的够黑的, 手段一套一套的, 有钱是资本家的割韭菜思维, 楚玄听完之后, 给黑月的计划, 提出了一些建议, 形成完善的体系, 比如, 某热门讯息, 重点讯息, 只显露上半部分内容, 想要看完整内容, 就需要额外付费购买, 当然, 为了方便购买, 不用每次都跑黑月楼分部去缴费, 可以开通贵宾待遇, 每月额外缴纳多少费用, 就可以看重点内容讯息了, 还可以承接广告业务, 为人推送讯息, 谁想出名, 就找黑月楼, 按推送覆盖多少人群付费, 可以看到的人越广, 付费越高等等, 黑月听完, 人都傻了, 他一直都认为, 自己的经营手段, 非常之高, 为了利益最大化, 心也足够黑的, 想不到, 与师尊一比, 自己完全就是个良善之辈啊, 不愧是师尊, 心真斗黑的, 楚玄一番话, 仿佛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诸多奇妙的想法, 瞬间层出不穷, 师尊, 你说我要不要, 降低黑月楼人员的福利, 提高他们的办事时间与能力, 把奖励与业务效率挂钩, 比如要完成多少业务, 才能获得福利奖励, 比如完不成业务, 将受到惩罚, 若是造成一定损失, 甚至可以剥夺其部分修为, 作为补偿给黑月楼, 好家伙, 资本家听了都要落泪了, 太特么狠了, 楚玄正一正脸色, 可不能让这个女弟子, 变成黑心单女魔头了, 不能再给她灌输经商经验了, 她可不想培养出一个黑心女魔头来, 尤其是, 不能剥削自己人了, 黑月啊, 你可不要黑心肠啊, 对自己人都如此, 你心中还会有情意, 凡事适可而止, 对自己人, 不可太过, 人之一生, 不可缺的情意, 悲悯, 同情, 此大道也, 黑月心中一领, 躬身道, 世尊教会的事, 是黑月入歧途了, 泥途之反, 善, 楚玄点了点头, 谢世尊指点, 黑月知道如何做了, 楚玄继续点头, 凡事要有个度, 你自行把握好, 世尊, 我懂, 楚玄欣慰, 黑月毕竟精力不凡, 不是那么容易歪的, 幸亏及时纠正了过来, 黑月退下, 继续推动天道计划的执行, 不久之后, 黑月楼很贴心的, 适时推出了一项业务, 某个天骄, 走出黑月楼分布, 摸了摸储物囊, 心痛得无法呼吸, 黑月楼太黑了, 传递百万人讯息, 竟然收费百万下品零金, 等于一条讯息一枚零金, 黑得离谱啊, 零金不够, 他为此还掏出几株珍贵零药 顶替零金, 我一定可以的, 只需要独占十位递竞, 就能小出名一把, 天骄斗志昂然地朝着关卡而去, 注意看, 男人只是稍稍指点了一番, 这个南州最大的情报机构, 便拥有了自己独特的割韭菜体系, 只因他是一名穿越者, 前世见惯了资本家们的各种套路, 这一世, 他也想体验一把资本家的快乐, 男人名叫楚玄, 就在刚刚, 某个黑月楼分布前, 一位脸色苍白, 伤势不清的男子, 看着手中的热讯符上的讯息, 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某某宗天骄, 独闯南州关卡, 一人占十地, 实力惊人, 不愧是某某宗绝顶天骄, 他怒了, 自己可是一人独占十二位递竞, 为何没有关于自己的讯息, 冲入黑月楼, 要找个说法, 怒吼黑月楼讯息不全, 楼主一脸淡定, 直接将价格排数在对方面前, 指了指百万零金推送闯南州关卡的业务, 年轻人, 不要暴躁, 除了一人占百地, 其他的讯息, 都没有什么大的价值的, 想要让人知道, 自然要付出一点什么, 我黑月楼, 素来情报真是可靠著称, 如今推出这一项业务, 也是为了诸位添交考虑, 别觉得价格贵, 要知道, 母符专门传递一条讯息, 可是需要耗费不少零金的, 而且你出名了, 也能够有收获的, 比如, 你家的长辈, 觉得你是可造之才, 加大力度培养你呢, 有付出才有回报, 男子惊呆了, 黑月楼还有这种操作, 而且, 楼主说的好有道理啊, 出名了, 展示了自己的强悍天赋与战力, 必然更能够得到重视吧, 我可是独占十二位递进的绝顶天骄, 咬咬牙, 掏出储物囊来, 给我传递一百, 不, 二百万条讯息, 好的, 没问题, 接过临经, 贵客, 你看好了, 点评服务要不要我们黑月楼的名声, 你是知道的, 有我们点评的天骄, 更能够受到重视, 你看, 这个贵宾套餐服务, 要不要开通一下, 能够第一时间, 获得最准确, 最内幕的讯息, 包括不限于某些势力与天骄的机密讯息, 男子心动了, 摸了摸储物囊, 一咬牙, 买, 都买, 等到他走出黑月楼的时候, 脑子都是恍惚的, 总觉得自己似乎上当了, 又似乎临经花得很值, 摸了摸扁了的储物囊, 里面快要空了, 穷的都快吃不起丹药了, 黑楼楼主看着眼前的一排人, 都看到了吧, 就这么推销, 懂了吗? 懂了, 楼主, 在黑月楼这只黑手的操纵下, 无数天骄开始去闯南州通道, 原本坐镇南州关卡的个势力天骄, 也纷纷悄然离开, 去别的通道闯一闯, 整个事件都乱套了, 哪里还是为散修设置的关卡, 全都成了个势力天骄, 用来出名的地方了, 而黑月楼则是赚得盆满钵满, 等到那些大势力的高层反应过来, 严厉禁止之后, 事情才告一段落, 不少强者对黑月楼咬牙切齿, 太TM黑了, 自家天骄也是个傻子吧, 竟然就这么被坑了, 楚玄感叹黑月是真的有一套, 借着销良的热门事件, 快速行动, 飞快地收割了一群韭菜, 赚得盆满钵满, 资本家看了, 都会直呼好家伙, 南州通往中州的通道前, 严厉看着手中的热讯符, 陷入了沉默之中, 销良独占百地, 实力太强了, 他热血激昂, 独占百地, 他严厉也可以做到, 我严厉, 可是心中无女人, 拔剑可图神的绝世天骄, 岂能输给别人, 剑修, 素来实力强大, 岂能不趁此时机, 杨剑修之威, 不远处, 一道倩吟走了过来, 韩应梦, 发誓一定要狠狠揍丁月一顿, 这个混蛋, 太可恨了, 为此, 他软磨硬泡, 才让师尊答应他离开南州, 前往中州飘花阁突破地境, 北域各大势力入南州, 韩应梦顺势回来了, 如今, 他已经是地境一众的修为, 回来的第一时间, 就是找丁月晦气, 一心想要把他狠揍一顿, 出一口心中的恶气, 韩应梦很自信, 他可是地境, 丁月再强, 在南州绝无突破地境的可能, 只要不是地境, 那就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丁月, 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韩应梦咬牙切齿道, 丁月回头看去, 愣了一下, 你是那个飘花阁的韩应梦, 沉吟了半晌, 问道, 你能帮我个忙吗? 他想要再试一试, 自己距离堪破见到第三关, 还有多少差距, 上次, 韩应梦挂在他身上, 引得他心境起了变化, 无法做到, 身上有女人, 心中无女人的境界, 如今, 经过数次历练, 再试一下自己的见到境界, 是否有了突破, 韩应梦文言, 险些气的爆炸, 还来, 心中冷笑一声, 如今的他可不是当初, 可以被随手甩飞的人了, 帮忙是吧? 可以啊, 倒要看看你丁月, 是否能够承受得住, 让你见识一下, 地境之危, 匍匐在本姑娘的身下吧, 好啊, 你要我帮什么忙? 丁月双眼一亮, 露出笑容, 韩姑娘, 你可真是太好了, 你这个朋友, 我丁月认定了, 来, 你再挂我身上试试, 没问题, 韩应梦脸上巧笑倩兮, 心里冷笑不已, 暗暗发狠, 一定要丁月这丝惨叫求饶, 姿态恶懦地走了过来, 伸出玉壁, 楼主丁月的脖子, 修长有力的玉腿, 盘在丁月腰间, 并且猛地用力, 想要加的丁月惨叫求饶, 韩应梦挂在丁月身上, 绿脸经不住粉红, 呼吸都急促了一些, 暗咬迎牙, 盘在丁月腰间的双腿, 开始暗暗发力, 想要加的丁月惨叫求饶, 然而, 随着她不断加大力度, 已经达到了递境之力了, 丁月依旧毫无反应, 韩应梦心中暗惊, 丁月的肉身未免太强大了, 然而, 再强大又如何, 不入递境, 始终无法抵御自己的递境之力的, 丁月感受中怀中的温香软郁, 以及心香入鼻, 内心毫无波澜, 心惊平静无波, 没有为美色所动, 她的心中仿佛是冰冷的剑峰, 却又并非失去了感情, 哪怕韩应梦双腿再如何用力, 再如何奋力夹着她, 丁月依旧心无波澜, 围剑在心中, 这一刻, 丁月误了, 她脑海中灵光一闪, 仿佛抓住了师尊所言的, 心中无女人, 拔剑可图神, 这一悬傲莫测地见到境界, 这一刻, 丁月意气风发, 笑声爽朗, 哈哈哈哈, 我丁月, 终是要图神的人, 师尊, 我就快要达到, 心中无女人, 拔剑可图神的境界了, 韩应梦脸都憋红了, 此刻已经全力爆发, 然而丁月依旧窥然不动, 甚至还狂笑了起来, 她都猛啊, 丁月是地镜, 怎么突破的, 什么时候突破的, 她难道也获得大机缘, 否则为何如此快突破, 为何可以在南州突破地镜, 还不待她想明白, 一只手已经揪住了她的衣领, 就像上一次那般, 韩应梦一句话还没说完, 身体就不受控制的腾空飞起, 被丁月给随手甩飞到一边去了, 依旧是毫无反抗之力, 韩应梦气得险些在半空爆炸, 多谢韩姑娘帮忙, 我丁月见到又前进了一大步, 我也要去闯关, 独占百地, 说吧, 丁月张狂一笑, 身形化作一道剑光飞掠而去, 丁月, 我, 韩应梦爬起身, 递进气势爆发, 肆意发泄着心中的愤怒, 混蛋, 你别走, 丁月从南州出来, 然而返回南州, 朝着关卡走去, 每天都有散修来闯关卡, 坐镇通道的各大势力舞者, 都已经习惯了, 看到丁月走来, 也不以为意, 你们看, 又来的毛头小子, 两名地境舞者窃窃私语, 这年头连阿猫阿狗都想闯关了,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强者, 散修中能有多少强者, 黑呀黑呀, 前一段时间, 跑来闯关卡, 独占多少地境的天骄, 全克们是来自各大势力, 明镇的散修,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对, 明镇北域的, 独占百地的那位, 倒是可能是散修, 然而其背后, 有一位天静的强者, 已不能当成寻常散修看待, 有这等强者撑腰的散修, 闯咱们中州通道就是走的流程罢了, 就这个毛头小子这种, 别说闯关了, 咱们大声说话都能下个半死, 可笑, 丁月一步一步走来, 猛的拔剑, 一个剑步向前, 朝着那两名画牢飞升过去, 第一个阻挡着, 一剑就挑飞了出去, 第二个也是一剑的纸杯, 顿时中州通道轰动了, 无数地镜无者跑了出来, 其中不乏中州大势力的天骄, 此人好生厉害啊, 虽说前面拦截的都是一般角色, 但好歹也都是地镜八九中的选手, 丁月持剑在手, 穷天剑体剑意汹涌, 宛若一柄散发无上剑意的神剑, 你们中州的天骄就这点实力, 那我就让黑月楼替你们好好宣传宣传, 中州的天骄们, 全都倒吸一口气, 此人绝对是顶尖强者, 妖孽一般的存在, 其背后要么是某个大宗门的爵士天骄, 要么背后有爵士强者撑妖, 不论是哪一种情况, 地镜之上的坐镇者, 都不能出手了, 于是乎, 所有人都让开了一条路来, 至于对方, 是否怀着挑战的心思而来, 他们才不管, 没有帮别人出名的道理, 丁月一看, 这不对啊, 我是来挑战百地的, 这些人不出手, 自己如何挑战百地, 如何展现出不弱于那个家伙的实力, 南州, 最妖孽当属自己, 与其张狂道, 我要打一百个, 不敢迎战的都是废物, 退缩, 只能说明你们中州无天骄, 全都是废物, 我会让黑月楼广泛传播, 不能忍了, 这家伙太张狂, 太嚣张了, 不给他点颜色看看, 欺负我们中州无人了吗? 其中一位妖艳女子, 扭着仙妖走出来, 冷笑道, 狂妄小子,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能耐? 众人纹身看去, 发现竟是飘花阁的灵验仙子, 号称递进九重之内无敌手, 看来这回, 那小子死定了, 丁月一看, 直白手, 飘花阁的娘们, 一边去, 看在杭姑娘帮我两次忙的份上, 我就不揍你们飘花阁了, 你放肆, 大言不惭, 看着, 妖艳女子气疯了, 浑身灵力爆发, 一朵朵花瓣潇洒, 欲知力施展, 瞬间朝着丁月杀来, 真麻烦, 剑光刺破天地, 宛若一道皮链横灌半空, 所有花瓣都破碎, 玉也崩溃, 直接朝着女子刺去, 妖艳女子一脸难以置信之色, 随后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鲜血狂喷, 井井一击, 这是什么妖孽般的存在, 围观的中州天骄们, 全都脸色大变, 此人不弱于西州通道那一位, 但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妖孽, 敢侮辱中州就是不行, 杀, 既然对方要挑战百地, 那就战, 中州的天骄们, 都被击出怒火了, 纷纷全力出手, 丝毫都不保留, 大战爆发了, 原本略显空旷的通道中, 丁岳一人, 独占百地围攻, 剑光纵横, 剑翼如雨滴般飘落, 百地围攻, 竟然奈何不得他, 天地为我, 万剑洪流, 丁岳双手挥动, 剑光绽放, 将他笼罩在内, 并且剑光越来越多, 剑翼化作了一柄柄剑, 伴随着风的一声巨响, 剑光如滚滚洪流, 剑翼充斥了通道, 霸道绝伦的, 轰开了百地的围杀, 你弟子丁岳, 独占百地, 万剑洪流震动北域, 奖励劣之道则, 哎呦, 不错哦, 楚旋愣住了, 丁岳也去闯关了, 而且独占百地, 不落萧良之后, 竟然已经掌握了万剑洪流, 这一霸道的攻伐剑术, 萧良似乎, 无法压住丁岳啊, 可以, 不愧是大师兄, 楚旋喜滋滋的, 领悟了劣之道则, 又增加了一条道则, 他此刻琢磨着, 要不要让向心也去闯一闯, 以向心如今的实力, 战百地那是毫无问题的, 傀儡一出就行了, 只是, 如此刻意的要求, 恐怕无法触发系统的奖励, 楚旋唯有打消这个念头, 也不知道王洛会不会闯一下, 王洛的战斗力, 相对来说稍稍偏弱, 毕竟他的天赋, 是在炼丹上, 楚平凡倒是战力强大, 毕竟是修炼的极道, 只是他修为较低, 并没有突破到地境九重, 恐怕闯不了百地一关, 南州某地, 萧良看着热讯符中的讯息, 眉头一挑, 竟然有人实力不弱于他, 他修炼的是战道无极, 强大无比的一门功法, 自问同阶中无人能比得上他, 如今, 看到一位实力不弱于自己的人, 他第一时间, 想到的就是尚未见过的师兄们, 难道是师兄们中的一个北州某地, 王洛看着热讯符上的信息, 他第一时间就知道, 那人是丁岳了, 抬头看向南州方向, 他觉得自己也要闯一闯, 以战力而论, 他确实不如师兄丁岳, 然而, 他实力会弱吗? 不会, 而且, 绝对是远超同镜, 虚空天火的威力, 可是强大无比的, 而且, 他还炼制了融入了阵法与禁制的特殊丹药, 可以用得上, 依靠这些手段, 闯过百地关卡, 难度不大, 如此一想, 王洛抖擞精神, 朝着南州出发, 是时候该回去了, 自己独创的镇丹, 禁丹, 也到了面试的时候, 他要让王家的人, 活在悔恨中, 让某些人, 明明恨不得弄死自己, 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 他要让整个北域, 都知道他王洛, 乃是真正的丹道天才, 开辟新丹道的绝世妖孽, 王洛走的是东周通道, 战斗很快就爆发了, 东周通道的地境武者, 发起狠了, 必须要将这些妖孽镇压下去, 否则, 岂不是显得自己真的是废物, 东周通道, 有天顶山的地境强者坐镇, 出手狠利, 丹药不断地磕, 根本不在乎伤势, 甚至于, 还吞服爆发潜力的丹药, 然而, 他们面对的是王洛, 王洛化作一个火人, 虚空天火焚烧四方, 双手一挥, 地眉眉丹药悬浮在深周, 各种丹散落四方, 轰然爆发, 各种杀镇, 镇镇, 幻镇纷纷浮现, 一大群人陷入镇法禁制之中, 原本围困着王洛的地境武者, 瞬间就少了九成, 天顶山的人傻了, 丹, 还可以这样的吗? 怎么炼制的? 北域再一次震动了, 尤其是镇丹, 镇丹的出现, 这种超乎认知的丹, 刷新了所有炼丹者的常识, 更有武者, 跑去黑月楼, 询问是否有此刻书单出售, 北周王家, 又一次成为了笑话, 你弟子王洛, 单到京北域, 奖励荣之道则, 楚玄欣喜不已, 自己这几个弟子, 够给力的呀, 又触发系统奖励了, 不枉自己苦心栽培, 又一条道则, 荣之道则, 具有荣和一切的能力, 当然, 这个荣肯定有上限的, 不可能荣和比自身太高等级的东西的, 楚玄领取了道则之后, 如今一共掌握了九条道则, 距离开辟一条缩小版大道所需的道则, 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感悟了荣之道则后, 楚玄尝试着以荣之道则, 将所有道则融合成一条小型的大道, 尝试了几次之后, 终于融合成功, 融合之后的道则, 威力更强了, 有了荣之道则辅助, 楚玄融合与拆分道则, 变得容易了起来, 几个弟子中, 肖良闯了通道, 兵月闯了, 王洛也闯了, 没有弟子再闯了, 楚平凡修为, 终究弱了一些, 若是他也有地境九重修为, 那么闯通道, 也能够做到, 同样可以振动北域, 不会再有弟子闯通道了, 楚玄也不再关注, 而是观察着南州的局势, 随着天地规则恢复加速, 各方都已经开始入局了, 战魔谷地涉及北域五州气韵质保, 凡是得到消息的人, 没有不动心的, 楚玄有种预感, 除了目前已知的势力之外, 必然还有其他域外的势力参与进来的, 闯过进入南州的通道, 是散修面对的第一道关卡, 而在淘汰赛中晋级到最后, 又是一道关卡, 只有进入了名额数量分配战, 至少取得一场胜利, 才能获得进入战魔谷地的名额, 肖良不会参与淘汰赛, 丁岳与网络自然也是如此, 若是愿意, 他们连名额数量的争夺都不会参与, 战魔谷地想进就进, 哪个势力能阻挡? 楚玄看了一下名额争夺战, 不过是一场闹剧, 顿时就没有了兴致, 大戏还是战魔谷地即将开启之时, 秦银归来之时, 名额争夺战这一轮轮下来, 恐怕要好几年, 才会等到各大势力的添交, 争夺名额数量的决赛, 丁岳与网络回来了, 二人是一起回来的, 拜见师尊, 起来吧, 楚玄对这两个弟子, 那是非常满意, 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向心, 黑月, 见过二位师兄, 黑月内心暗自感叹, 不愧是师尊的弟子, 独占百地闯关的猛人, 果然妖孽非凡, 见过小师妹, 师弟, 丁岳与网络回礼, 接着, 网络随手掏出几瓶丹药作为见面礼, 丁岳也不落后, 这个家伙, 在帝灵族秘境, 搜刮了不少宝物, 谢二位师兄, 自家人, 不用客气, 网络白白手道, 看到两位师兄, 注意力都不在自己身上, 黑月不禁怀疑自己的姿色, 身为小师妹, 预想中的师兄们献殷勤的一幕, 并没有出现, 尤其是丁岳大师兄, 那双眼中, 似乎根本就没有女人似的, 更别说被自己的姿色所吸引了, 但转念一想, 这才对, 若是轻易被美色所迷惑, 对自己大献殷勤, 那才不配做师尊的弟子, 才不配做自己的师兄, 师尊啊, 有个人很厉害啊, 我感觉他的实力, 并不比我弱, 丁岳感慨道, 楚玄一笑, 那是自然, 肖良天生战骨, 战兴, 战魂, 又身怀慢腾这等质宝, 实力岂会弱了, 那是你们的师弟, 肖良, 什么, 是我们师弟, 丁岳与王洛震惊, 黑月也震惊不已, 肖良的强大, 他比其他人更清楚, 除你们之外, 为师在外也收了几个弟子, 楚玄笑了笑, 记名弟子有两个, 还有一位不义, 以后你们会遇到的, 丁岳与王洛愣住了, 疑惑地看着对方, 难道师尊曾经离开过小院子, 自从败事以来, 他们就没有见过师尊离开小院子半步, 师尊太强大神秘了, 足不出户, 就收了如此妖孽的弟子, 丁岳感受到了压力, 自己必须努力修炼才行, 绝对不能被师弟们追上来, 注意看, 这个头顶光芒四射的男人已突破道尽, 这是他突破后的第一次装备, 必须得多叫几个人来捧捧场, 正巧徒儿们都在, 为师就为你们讲解修炼一道, 能误多少, 看你们的造化, 丁岳, 王洛, 向心闻言, 慌忙恭敬地坐下, 时刻倾听, 黑月也坐了下来, 他是第一次听师尊讲解修炼之道, 楚玄端坐在椅子上, 汉天神像施展, 整个人看起来如同真正的绝世大能, 圣诗光环启动, 覆盖众人, 道运缭绕, 口含道义, 一开口丁岳几人, 就陷入了一种奇妙的状态, 对于修炼有着更多的理解与感悟, 某些瓶颈与无法悟透的地方, 瞬间恍然大悟, 尊敬已经一片坦途, 不会再有瓶颈, 乃至天敬都不会有阻碍, 只需要修为足够, 积累足够, 便可以突破, 楚玄停止了讲解, 圣诗光环依旧开启着, 看着陷入领悟中的众人, 默默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这是他突破道径后的第一次讲解修炼, 无法领悟到高深处, 提前触及天境, 已经是极限了, 楚玄在考虑着, 抽个时间, 让座下的弟子们都聚一聚, 再讲一次道, 如今他已经是道境, 用万天境将人传输过来并不存在难度, 不过此事, 也要等战魔古地之后了, 肖良已来到了南州, 楚玄决定让他来拜见, 与丁岳几人认识一番, 北域五州气韵至宝, 不论如何, 也不能落在其他人手里, 不论是丁岳或是肖良, 都有足够的实力争夺, 何况, 秦颖也不是普通人, 毕竟是曾统一南州的大秦帝尊, 肯定在气韵至宝上留下了后手的, 决定之后, 楚玄就让楚一走一趟, 将肖良带来, 他想起了渡元, 刚刚突破天境的渡元, 也该见一见他了, 楚玄对渡元的印象, 那是非常之好的, 当初与他很了得来, 既然已经成为自己坐下的门徒, 资质也不算差, 那就培养培养, 起码也要成为神境强者, 随即吩咐楚一, 同样把渡元带来, 肖良正在某个山头修炼, 等待着战魔谷地的开启, 进去争夺机缘, 寻找至宝, 柳飘飘站在一旁守护着他, 看向肖良的目光满是温柔, 骤然, 一道身影出现, 无声无息, 柳飘飘神色大变, 来人太诡异了, 突然就出现, 他事前毫无察觉, 身形一晃, 就要施展祭天地小数, 将神魂寄托于天地规则之中, 肖良也第一时间站了起来, 漫腾的能力就要激发到极致, 短暂延缓一下来人, 主上让我来接你们去一趟, 楚一冷淡地开口, 你主上是谁, 肖良冷静道, 你是尊, 楚一说完, 抬手一挥, 直接将肖良包括柳飘飘在内, 裹挟在神力当中, 身影消失在原地, 另一边, 杜元正在大前帝国, 黑月楼的分部里坐镇, 他刚刚突破天境不久, 为自己当初的决定感到明智不已, 若非果断做尊上的门徒不易, 哪里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突破到天境, 甚至于能否突破到天境都未可知, 尊上实在太强大了, 稍稍培养一下自己, 就成为了天境强者, 神境也并非不可触及, 杜元决定, 一定要好好为尊上办事, 不能有半点松懈, 骤然, 一道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面前, 还不等杜元有任何反应, 直接就裹挟着他离开了, 肖良是楚玄的弟子, 所以楚衣还会说一下, 面对杜元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话都不说, 直接拎着就走人, 你是谁? 杜元大惊, 这是何等强者, 自己丝毫反抗之力都没有, 哪怕是天境巅峰, 也无法做到吧, 神境? 绝对是传说中的神境强者, 传闻九欲不见神境, 难道是骗人的? 为何神境会盯上自己? 主上要见你, 楚衣回了一句, 杜元一愣, 接着想到了楚玄, 是尊上, 他顿时激动不已, 丁月几人还在岗屋当中, 楚衣已经把人带回来了, 主上, 人带来了, 楚玄点点头, 楚衣回小世界去了, 肖良看到自带补光神器的楚玄, 以及那汉天的神香, 当即拜扶在地, 肖良拜见世尊, 杜元恍惚了一下, 也是扑通一声跪下, 杜元拜见尊上, 楚玄微微一笑, 起来坐着吧, 你的师兄妹, 还在岗屋当中, 你既然来了, 为师就为你讲一次道吧, 多谢世尊, 肖良激动不已, 能领悟多少, 全看你们的造化, 多谢前辈, 尊上, 圣诗光环启动, 楚玄为肖良三人讲了一次道, 三人渐渐进入感悟之中, 最先醒来的是杜元, 身上的气势, 有些不平静, 似乎即将突破, 只是他一直压制着, 生怕此刻突破, 影响到其他人, 楚玄看了他一眼, 笑道, 小杜醒了呀, 你突破就突破吧, 不会打扰到他们的, 是, 尊上, 得到允许后, 杜元开始突破, 从天静一众, 突破到了天静二重, 他才突破天静不久啊, 这就又突破一众了, 杜元感慨, 不愧是超级牛逼的大佬, 一次讲道, 就让自己突破了, 半天后, 柳飘飘醒来了, 他境界也突破了, 神魂状态的他, 煞时间, 竟然恢复了肉身, 并非寻常的肉身, 而是一种规则之力凝聚成的肉身, 随时可以化为规则之力, 整个人寄托于天地规则, 他修炼出了一种, 多谢师尊, 肖良这一次顿悟, 获益良多, 激动地叩谢道, 楚玄叫出了丁岳等人, 让几人相互认识了一下, 丁岳亲眼看见热讯榜上独占百地第一人后, 战意昂然, 师弟, 来, 我们打一场, 好, 肖良爽快地答应下来, 楚玄让他们去小世界试炼秘境折腾, 使劲造, 院子里只剩下了楚云, 待了一会儿, 就回楚家祖宅去了, 他要指点楚家的炼丹团队炼丹, 以及指点楚家的一些后备修炼, 如今的楚家, 几乎是楚云一言堂, 只要他做了决定的事情, 没有人敢违背, 你敢相信, 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这句话竟出自这, 就在当当, 肖良三人, 第一次进入小世界, 全都震撼住, 天才地宝遍地都是, 天境的灵兽都不罕见, 更远处, 泛着一团金光, 似乎有强大的存在, 丁月指着那团金光道做起了向导, 那是佛师兄, 他比较特殊, 修为已经是神境, 具体几重就不知道了, 向心接着道, 往北去, 有一个阴森的山谷, 那是鬼王谷, 风都鬼王也是神境, 肖良三人震撼不已, 伯从都是神境修为, 杜元则羞愧了, 愈发感激楚玄, 自己这么扎, 他都愿意收自己为伯从, 在所有伯从中, 自己是最扎的, 若非援之一字, 尊上肯定不会收自己的, 必须努力修炼, 争取早日突破神境, 带我们来的那位是, 肖良开口问道, 他更特殊一点, 是师尊创造出来的, 具体的我们也不知道, 他叫楚一, 神境九重了, 王洛感慨道, 师尊创造出来的, 肖良震惊不已, 师尊究竟有多强大呀, 竟然创造出来了这么一个强大无比的存在, 以后你就知道了, 来, 我们去试炼秘境打一场, 丁月拉着肖良进入试炼秘境, 二人在试炼秘境里大战了起来, 枪来剑往, 最终丁月胜了一筹, 付出惨重的代价, 击杀了肖良, 眨眼间, 二十年之期就要到来了, 楚玄充满期待, 二十年会有什么奖励, 此时大道群里又增加了新群员, 其中开道竞又增加了一位, 属于大道生灵, 是龙军拉进群来的, 名叫归然, 是一只大道玄归, 游荡大道的时候, 与龙军相遇, 被拉进群来了, 一进群就给楚玄传输礼物, 大道生灵可能都憋得久了, 稍与人接触, 因此非常喜欢水群, 与一群道径舞者聊得火热, 礼物都送了一些, 如此一来, 那些道径群员, 愈发活跃了, 原初道径获得的道运, 也随之得到增加, 不过距离升级, 依旧还有差距, 楚玄依旧是道径一关的修为, 底蕴没有积累足够, 道则尚未完成褪电, 不过距离道径二关已经近了, 这等修炼速度, 其他道径舞者若是得知, 恐怕会惊掉下巴, 觉得自己是个废物, 哪个道径舞者的突破, 不是以万年为单位的, 宁娥争夺战, 淘汰赛已经落幕, 宁娥数量争夺战, 将在一个月后开始, 楚玄都懒得关注了, 他目前主要关注南州的天地规则, 等待着时机, 将天道福音烙印上去, 取代一部分原有的天地规则, 再慢慢蚕食整个南州天地规则, 将其替换为天道规则, 彻底掌控南州的一切, 这天, 楚玄正在修炼, 促进道则的蜕变, 系统的奖励突然而来, 你的鬼孙女幽儿, 邪白鬼夜行闯关, 阵部无数强者, 惊动整个北域, 奖励化之道则, 楚玄一愣, 幽儿邪白鬼闯关, 惊动整个北域, 意外之喜啊, 没有白藤幽儿这个鬼孙女, 竟然给自己带来了意外的奖励, 掏出亏天镜, 窥探向东周的通道, 此刻, 东周通道大乱, 鬼名之声不时响起, 阴森的气息遍布通道, 其中好几个递进三四重的舞者, 都被鬼上身了, 失去了身体的控制权, 正在四处攻击搞事情, 坐镇东周通道的天镜强者, 被一个黑衣人缠住了, 双方在对峙当中, 没有时间腾出手来镇压混乱, 林震, 那病来, 我说过, 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一道七历帝女声响彻通道, 在通道的某个山头上, 一名青年男子, 脸色惶恐不已, 刷, 骤然, 一道身影浮现, 一袭红衣如血, 一个脸色惨白的女子, 出现在她面前, 阴森恐怖的鬼气肆虐, 红衣女子抬起手, 鲜鲜欲纸上, 是长长的阴冷指甲, 阴森鬼气弥漫, 直接朝着青年男子胸口抓去, 救命啊, 林震惊恐大叫, 疯狂向后退去, 惊惧之色, 充斥着她的心神, 一身实力都无法发挥出来, 似乎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这就是鬼的特性之一, 可令人惊悚, 意志不够强大者, 容易受到干扰, 一身实力无法发挥出来, 放肆, 就在此时, 一道全影轰来, 炙热的全力, 直接将红衣女子轰退, 鬼气溃散, 来人一身白衣, 面容冷峻, 皱着眉头看着不堪的林震, 大哥, 快杀了她, 快杀了她, 林震找到了主心骨, 欣喜若狂, 躲在白衣男子身后叫道, 红衣女子脸色阴冷, 咬牙切齿地看着白衣男子, 林白云, 你要护着她, 你护得了她一时, 护不了她一世的, 林白云皱着眉头道, 你为何变成所谓的鬼, 我倒是对鬼很好奇, 不如跟我走一趟, 呵, 林白云, 我为厉鬼, 只为索命而来,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我鬼族可不是好惹的, 红衣女鬼非常忌惮林白云, 好不好惹不知道, 你们已经惊动了整个北域, 很快就有强者前来, 我想他们都对鬼很感兴趣的, 林白云笑了一下, 看着与坐镇通道的天径强者对峙的黑衣人, 那是瑜伽的人吧, 你们鬼族, 与楚平凡有关, 说到楚平凡, 林白云脸色变得难看, 就在此时, 一道身影浮现, 我缠住她, 你杀人, 是幽儿, 森罗鬼域, 幽儿出手, 瞬间缠住了林白云, 战斗非常激烈, 幽儿竟然一时半会儿无法取得优势, 楚玄看着东周通道的情形, 大致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了, 红衣女鬼, 遭到林阵的迫害, 当初为了保住清白, 直接抱掉了肉身, 扔下一句, 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话, 神魂顿逃而去, 正好遇到了幽儿, 把她化为了厉鬼, 修炼鬼族功法, 今夜, 幽儿携带鬼族返回南州, 顺便帮红衣女子报仇, 很快就会有强者到来, 以幽儿等鬼的实力, 恐怕要糟糕, 楚玄一挥手, 风都鬼王与两位天境鬼族出现, 去一趟, 接幽儿回来吧, 是, 鬼王携带鬼王印, 与两位天境强者顺息离去, 鬼族既然现世, 也该展示一下实力了, 曹天一目光冰冷, 死死地盯着秦莹, 冷声道, 莫以为, 递进争锋, 你能赢, 莫洪流, 邪子一方的人, 与曹天一汇聚在一起, 秦莹一方, 缺少了能与曹天一, 莫洪流抗衡的强者, 所以, 他并不想在战魔谷地开启前大战, 唯有进入战魔谷地, 他才能占据优势, 否则丁月几人与秦莹联手, 他必败无疑, 远处一道身影飞来, 表妹, 表哥来助你一臂之力, 原来是舔狗祝袁白, 一听到这个声音, 秦莹就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个表哥, 比跟屁虫还要讨厌, 不过, 祝袁白实力很强, 与己兄弟中的任何一人联手, 都能够应付下邪子, 算是一大助力, 又有一行十几人走来, 为首一人, 风度翩翩, 俊秀不凡, 秦莹眯眯眼睛看着对方, 又一个欲望势力参与了进来, 凤少卿见过诸位, 见过洛小姐, 凤少卿抱拳彬彬有礼地道, 南遇北周, 人亡凤家, 秦莹沉声道, 正是, 不请自来, 若是兄见谅, 凤少卿点头, 在场所有舞者都震惊了, 又是人亡世家, 你是要相助秦莹吗? 曹天一阴沉着脸, 不, 不, 凤某不插手二位的恩怨, 凤少卿白首道, 懂了, 这是来渔翁得利的, 虽然知道他的心思, 不过以秦莹与曹天一的仇怨, 是无法避免的争斗, 不会因为有人坐收渔翁之力而罢首, 天圣宗里走出一人, 讥笑道, 又是人亡世家, 这年头, 人亡世家的名头, 可不是那么好用了, 至宝之争, 靠的是实力, 在下实力一般, 但也想领教一下, 人亡后裔的手段, 这是来试探凤少卿实力的, 凤少卿依旧彬彬有礼, 笑得温和, 似乎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 凤某实力一般, 有点愧为人亡后裔了, 这位兄台实力强大, 凤某自叹不如, 自叹不如啊, 凤少卿拱拱手道, 这么说, 人亡凤家, 名不如实, 只是名头好用, 叫着好听, 没什么实力, 叫什么人亡世家, 天圣宗的递境, 态度恶劣, 激嘲地说道, 我看兄台是贤命长了, 也罢, 凤某便成全你, 凤少卿始终笑咪咪的, 然而, 身形一动, 抬手一抓, 一声嘹亮的鸣叫之声响起, 凤少卿手掌中, 一只形似传说中凤鸟的大鸟腾空扑出, 速度快若闪电, 直接扑向了天圣宗的递境, 天圣宗递境抬刀变斩, 浑身气势爆发到了极致, 然而所有攻击都穿过了大鸟, 并没有阻挡住攻击, 大鸟瞬间将它身躯笼罩, 并且迸发出一团炙热的火焰, 仿佛要将虚空都给烧穿, 一声惨叫传来, 火焰消失, 人也消失了, 一击, 斩杀了一名递境九重武者, 凤少卿依旧云淡风轻, 笑得冰冰有礼, 何必呢, 凤某素来不喜欢杀人的, 在场的递境武者, 哪一个不是天骄, 能够入选获得名额, 在同境界中, 都是出类拔萃, 天圣宗随莫洪流而来的递境, 实力自然不会弱, 此刻, 所有人都神色凝重, 不愧是人王世家, 实力之强, 完全超出了他们一个层次, 恐怕, 唯有曹天一寥寥几人, 才能与他比肩, 莫洪流脸色沉了下来, 劲敌, 凤少卿实力不弱于他, 同时感慨, 人族不愧为九玉真正的霸主种族, 人王世家的天骄, 实力之强, 完全超出想象, 天魔族的天骄中, 能够与之比肩的, 恐怕找不出几人来, 而人王世家, 可不止一两家这么简单, 很强, 王洛看着凤少卿, 他的火, 不弱于我的虚空天火了, 象星也点头道, 确实很强, 不过王火, 我不输给他, 真要战斗起来, 不论是象星或是王洛, 也不会相差多少, 二人固然不是以战力见长, 然而手段可不少, 凤少卿展露了实力, 笑着与秦颖打了个招呼, 便带着自己的人, 占据一个小山头, 等待着战母谷地的开启, 秦颖手持大击走出, 一指曹天一, 曹贼, 可敢一战, 你不是要暴祖道之仇吗? 我等你, 好, 好, 曹某道要领教领教, 大秦帝尊的风采, 曹天一阴沉着连走了出来, 金色的光芒绽放, 整个人宛若变成一个金人, 灭神刀钢旋转, 灭神金拳蓄势待发, 更有一柄金色的锤子, 悬浮在他的头顶, 曹天一的武器, 灭神金锤, 在对战庞星海与星园风时, 他都不屑动用灭神金锤, 面对秦颖, 他不得不谨慎应对, 秦颖一杆大挤在手, 霸气绽放, 曼妙地娇躯, 充满了恐怖的力量, 众人见了都不禁变色, 好凶猛的霸气, 哪怕转世为女儿身, 这种霸气依旧强大无匹, 不愧是曾统一南州, 威震北域的大秦帝尊, 曹天一也是脸色微变, 秦颖的肉身竟然如此恐怖, 丝毫不比他的灭神金深入, 甚至更为霸道, 凤少轻眯着眼睛, 惊异地看着秦颖, 竟然不是洛家秘书, 这是什么功法, 竟是如此霸道无匹, 是他前世所修之法, 不对, 这等霸气才对, 凤少轻心中沉吟着, 秦颖实力很强, 丝毫不比他弱, 极有可能, 是洛家年轻一辈中, 同径最强者, 秦颖的龙战霸体已经修炼有成, 前世的霸气可以运用起来, 并且龙战霸体本就具有强大无匹的霸道之力, 加上楚宣传的一些大树, 以实力论, 比他前世之时更强, 好霸道的肉身, 秦师弟修炼的是什么炼体大树, 丁月惊异道, 这种炼体大树, 太符合秦师妹了, 王洛感慨道, 秦颖此刻给人的感觉, 那就是霸道, 应该是秦师弟, 丁月纠正道, 师兄, 他现在是女儿身啊, 当然是师妹了, 师弟, 你错了, 无等修大道者, 心中无女人, 秦师弟上是既是男人, 哪怕他变成了女人, 也应当把他当成男人探待, 丁月正次的纠正道, 你把他当成女人, 说明你心中, 女人之念太深了, 王洛惭愧道吗, 师兄说的是, 应该是秦师弟, 我境界还是不够啊, 黑月在一旁听的嘴角直抽抽, 秦颖与曹天忆还没交手, 鞋子走了出来, 若是没人应战, 我就与曹兄联手了, 蔑视地看着新元风等人, 哼, 新元风持剑走出, 鞋子摇摇手指, 蔑视道, 你不行, 你们几兄弟联手吧, 废物不联手, 哪里够我杀, 哈哈, 新元风脸色铁青, 便在此时, 天际一道身影飞略而来, 声音摇摇传来, 充满了愤恨, 鞋子, 你该死了, 新元风与庞星海蹲住了脚步, 鞋子也停下了脚步, 抬头向声音触望去, 一个穿着花花绿绿长袍, 面白无虚, 双手拇指与食指捏在一起, 一根根丝线环绕周身的男子降临, 他手中捏着细针, 脸色白得有点不太正常的样子, 声音既不太像女人, 也没有男人的浑厚声, 整个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异感觉, 他满脸怒容, 双眼迸射出仇恨的光芒, 盯着鞋子咬牙切齿道, 鞋子, 想不到吧, 我还没死呢, 我会回来找你报仇吧, 你可能做梦都猜不到, 这个在家宅了二十年都未曾踏出家门一步的宅男, 到底是受到了怎样的刺激, 终于发现自己已经登不上时代了, 还感叹现在的年轻人真会玩,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猜猜看, 大胆地猜, 就在刚刚东周通道里, 幽儿边战边退, 然而随着通道舞者回过神来, 镇定下心神, 开始进行反击, 很快群鬼就落入了下风了, 远处, 天径强者的气息已经来了, 瑜伽的强者快扛不住了, 幽儿急了, 必须求救才行啊, 就在此时, 两道强大的鬼气席卷通道, 震动所有舞者, 呜, 林白云疯狂后退, 不远处, 两个十几米高, 争吟恐怖的厉鬼, 瞬间降临通道, 天径的气息展露无遗, 无等乃鬼族, 凡冤死者, 神魂不灭, 皆可入我鬼族, 化为厉鬼索命报仇, 恐怖的鬼音传荡四方, 一些散修捏紧了拳头, 化为厉鬼, 只要神魂不灭, 就可化为厉鬼, 有索命报仇的机会, 这无疑在绝望下多了一条出路, 纷纷表示愿意加入, 楚旋一直关注着情况, 之所以让鬼王去一趟, 是为了防范可能出现的神境强者, 结果, 如此大的事情, 都没有神境出现, 莫非北域无神境, 否则, 鬼族这个新的种族的出现, 他们不关注, 或者是因为, 幽儿带领的鬼族, 都是人族舞者的神魂所化, 因此才没有出手, 鬼王回来了, 鬼族增添了一百多成员, 虽然是后天转化的, 但毕竟是属于鬼族成员了, 天赋或许比幽族化的鬼族差不少, 其中也还是有那么一两个天赋不错的, 鬼王将所有鬼族成员, 带回了封都秘境, 传授更多的鬼族之法, 并且增强他们的实力, 祖爷爷, 我回来了, 幽儿翘身身地站在楚玄跟前, 很乖巧的模样, 楚玄抬手揉了揉他的脑袋, 幽儿干得漂亮, 为鬼族增加了新成员, 心中暗喜, 没有白藤幽儿, 封他为鬼族圣女吧, 将来鬼族就交给他执掌了, 论天赋与潜力, 幽儿比封都鬼王强多了, 幽儿怎么舍得离开平凡, 独个儿回来啊, 楚玄笑呵呵地问道, 幽儿与楚平凡, 几乎形影不离, 如今独自一个人回来, 肯定是有什么事情的, 幽儿嘟囔着嘴, 祖爷爷, 有个老姑娘, 天天缠着凡凡, 你说我要不要把她化成鬼啊, 凡凡都说不喜欢老姑娘了, 她还一个劲地凑过来, 太讨厌了, 而且, 听说她有婚约, 为了凡凡, 她竟然要毁约呢, 她那个未婚夫可不简单, 很厉害的, 在凡凡去东周之前, 号称东周第一天交呢, 幽儿唧唧喳喳喳地说个没完, 都是在抱怨于贝贝, 缠着楚平凡太讨厌了, 不过, 语气上讨厌于贝贝, 然而又喜欢上于贝贝的身, 控制着于贝贝的身体, 与楚平凡腻歪, 楚玄听得一脸古怪之色, 怎么感觉, 楚平凡与幽儿于于贝贝, 三人之间的关系, 有点不太对劲啊, 幽儿扭捏着继续问道, 祖爷爷, 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那个于贝贝, 被我上身之后, 不会受到影响吗? 楚玄一脸无语, 幽儿独个儿回来, 就是为了这个事情, 于贝贝连递境都不是, 幽儿已经递境九重了, 实力提升之快, 超乎想象, 其实也在楚玄预料之中, 幽儿天赋恐怖, 在东周恐怕吞噬了一些残魂, 炼化了一些神魂, 实力提升如此迅速是必然的, 鬼族的修炼, 本就与九玉无者不同, 他一个递境九重的鬼, 上身一个递境都没有的人, 哪怕他压制着鬼气, 依旧会对于贝贝带来不小的影响, 幽儿继续扭捏道, 我想要个书拜, 跟我去东周壮大鬼族, 但我又不想他管我, 楚玄懂了, 那些天静的鬼族长老, 都是他的长辈, 去了东周, 幽儿只有听命的份, 没有自主权, 所以, 他才会回来找楚玄的, 行吧, 我如你愿, 楚玄手一挥, 丰都逆境直接挪了出来, 拖在手掌中, 里面的所有鬼族, 都来到了丰都外面, 拜扶在地, 从今日起, 幽儿为鬼族圣女, 地位不下于鬼王, 也可不受鬼王管辖, 承载鬼族气韵, 楚玄手一挥, 一枚阴森的灰色小铃铛, 浮现在幽儿面前, 此乃圣女灵, 可以震魂, 射魂, 哄魂, 百鬼莫感不从之能, 幽儿欣喜不已, 接过铃铛, 拜扶在地, 谢谢祖爷爷, 其余鬼族, 纷纷朝着幽儿下拜, 拜见圣女, 幽儿喜笑颜开, 挥挥手, 起来吧, 不用客气, 把玩着手中的铃铛, 心里高兴极了, 这可是重宝啊, 而且与他有着心神联系, 谁也无法把铃铛夺走, 楚玄接着一点鬼族中的一位天静六重的长老, 你暂且跟随幽儿, 听令与幽儿, 明白吗? 是, 鬼族, 那位鬼族长老, 恭敬地行礼道, 楚玄手一挥, 风都秘境与众鬼, 回到了小世界中, 幽儿收起铃铛, 看着楚玄又又又扭捏起来, 祖爷爷, 有没有什么办法, 让于贝贝不受影响吗? 楚玄都无语了, 你为何非要上他身吗? 他不是缠着樊樊吗? 而且也很漂亮啊, 我就喜欢控制他的身子, 与樊樊玩, 很有趣的, 幽儿脸颊微微泛红, 而且, 他那的未婚夫, 有点讨厌哦, 我上他身, 帮他摆脱婚约, 打败他那个未婚夫, 以后跟在樊樊身边, 做个老丫鬟不是很好吗? 楚玄嘴角抽了一抽, 幽儿控制着于贝贝的身体, 与楚平凡玩闹, 这算什么事情, 也不知道楚平凡究竟是个什么想法, 竟然不抗拒, 看他憨憨的, 木木嫩嫩的一个小年轻, 怎么就这么会玩呢? 楚玄心里唏嘘, 自己宅了这么多年, 门都不出, 跟不上时代了, 老了呀, 现在的年轻人真会玩啊, 看着幽儿那期待的眼神, 楚玄叹了一口气, 算了年轻人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吧, 自己成全他们就舍了, 他实力太低了, 起码也要递进, 说着, 掏出一枚丹药来, 重新炼制了一番, 递给幽儿, 这枚丹药, 可以让他快速突破递进, 另外再传你一个小数, 你传给他, 以后共享他的身体, 就不会有不良的影响了, 以楚玄现在的境界, 想要让人快速突破到递进, 并没有什么难度, 况且于贝贝天赋也不算差, 接下来, 楚玄又为幽儿指点疑惑, 在传授他黄泉古今中, 更为高深的秘书, 幽儿与林白云的战斗, 楚玄看在眼里, 因此弥补幽儿的不足, 使得他的鬼之力, 更为强大, 鬼体进一步增强, 谢谢祖爷爷, 幽儿欣喜若狂, 我回东周去了, 去吧, 楚玄挥手道, 看着幽儿远去, 楚玄眯起了眼睛, 之所以如此帮于贝贝, 除了因为幽儿之外, 还有另外一层因素, 于贝贝的未婚夫, 是东周邻家的林白云, 号称东周第一天交, 他就是东周气韵之子, 楚玄此举, 是为了尝试, 将东周的气韵转移到楚平凡身上, 使得楚平凡顶替林白云, 成为东周的气韵之子, 如此一来, 北域五周, 只剩下中周气韵之子, 不是他坐下的人了, 于贝贝与楚平凡纠缠不清, 而且幽儿与林白云也算是结下了梁子, 林白云与楚平凡的冲突, 已是必然的, 楚玄尝试着, 是否可以改变一周的气韵, 以他对气韵之道的了解, 楚平凡是有机会顶替林白云, 成为东周的气韵之子的, 气韵之子由于气韵浑厚, 有着天然的优势, 欲危机而不死, 欲强则越强, 尤其是气韵之子的敌人, 往往会受到气韵的压制, 楚平凡修炼的是极道, 极道很特殊, 自身承载着极道的大气韵, 自然不受气韵之子的影响, 不会占据上风, 无法形成对楚平凡的压制, 那么要拼的, 就是彼此的实力了, 楚平凡实力进步神速, 在东周战斗了不少次, 已经从地境四重, 提升到了地境六重, 境界上依旧弱于林白云, 不过依靠各种底牌, 依旧无惧,突破口, 就在优儿身上了, 楚玄取出气韵如意来, 道运涌入, 轻轻地挥动, 气韵道则之力, 缠绕在气韵如意上, 不可见的玄之右玄的力量, 一下就可以了, 楚平凡应该有机会成功, 楚玄收起气韵如意, 不再关注东周之势, 天灵猫趴在院子的围墙上, 有些百无聊赖, 自从汉天金鹏去找楚平凡了, 天灵猫就失去了一个玩伴, 去找楚平凡吧, 楚平凡又比较喜欢雕, 所以, 天灵猫只觉得生活无趣, 大秦帝宫, 秦可运皱着眉头看着下方的白少空 与新元峰二人, 你们不可去楚家, 新元峰, 地境九重, 九剑山剑子, 他的身份更是不简单, 你这小狐狸, 一如既往的胆小, 我们是什么人, 现在是什么实力, 你害怕的家伙, 不过递进而已, 新元峰比夷地探着秦可运道, 秦可运气恼不已, 怒道, 再说一遍, 我现在不是小狐狸, 行了, 行了, 我们的事情, 你就别管了, 乖乖地等大哥归来吧, 新元峰无视他的愤怒, 走吧, 我们去会一会小狐狸口中的那个人, 白少空与新元峰离去, 祖指二人, 只能期待着, 别激怒了楚玄, 否则后果难料, 新元峰与白少空, 步伐不及不徐, 缓缓朝着楚家族的走来, 三哥, 当初老楚三人, 为了忽悠大哥能够计划顺利, 是否已经彻底陨落了, 白少空开口问道, 最后的那一场布局, 由于他已经遭受重创, 白圣山江王, 并没有参与其中, 楚, 和, 赵, 都陨落了, 新元峰叹息一声道, 那大哥他, 白少空担忧道, 放心吧, 大哥何等人物, 岂会出错, 相信很快就会归来的, 新元峰拍了拍他的肩膀, 抬头看向楚家族的, 皱着眉头, 那人若是楚家之人也就罢, 若不是, 那便留不得, 白少空点头, 二人都是递进九重修为, 在同境界中实力强大无比, 丝毫没有把楚家放在眼里, 靠近楚家族地的时候, 发现一只萌萌的猫蹲在地上, 白少空笑道, 这只猫挺乖巧的样子, 不如抓回去送给小狐狸, 别送小狐狸了, 六妹应该也喜欢, 抓回去送给他吧, 新元峰笑呵呵道, 抬手就朝着天灵猫抓去, 骤然, 肩膀一沉, 一只毛茸茸的东西, 突然蹲在了他的肩膀上, 他的心跟着往下沉, 白少空的心也跟着往下沉, 在新元峰出手的刹那, 那只猫不见了, 眼角余光, 看到新元峰肩膀上, 蹲着一团毛茸茸的东西, 呼, 刹那间, 二人身上气势爆发, 就要镇压天灵猫, 啪啪啪, 气势还没爆发出来, 只觉得一只软软的小爪子, 拍在了脑袋上, 那速度之快, 刹那间都不知道被拍了多少下了, 普通, 新元峰与白少空倒在了地上, 脑袋肿成了猪头, 新元峰神色骇然, 肿胀的眼睛, 只留了一条缝, 看到天灵猫那乖巧呆浓的样子, 心里害怕了起来, 这只是什么猫, 太可怕了, 他递进九重的实力, 惊骇莫名, 有些后悔不听琴可韵的劝说了, 二人倒在地上, 浑身疲软, 动弹不得, 一身实力, 仿佛都已经消失了, 天灵猫抬起一只爪子, 朝着新元峰伸来, 爪子越来越大, 吓得新元峰呼吸停滞, 完了完了, 还没见到大哥, 就要陨落在这只猫手上了, 三哥, 白少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只猫爪子, 挑起新元峰, 把它翻飞了起来, 摔倒了远处, 接着, 那只猫爪子伸到它这边来了, 哈, 白少空摔在了新元峰身旁, 只觉得浑身酸痛, 颤抖着声音开口道, 三哥, 你怎么样了, 还死不了, 向小狐狸求救吧, 白少空想要掏出通讯符来求救, 没用的, 新元峰阻止了它, 这只猫太可怕了, 实力远超地近, 找秦可韵求救也无济于事, 天灵猫再次蹲在二人跟前, 再次伸出爪子, 猫爪勾住两人, 瞬息就来到了 楚家族地外的一座山头上, 将新元峰与白少空扔在地上, 天灵猫身体变化, 宛若牛犊子一般, 趴在一块大石头上, 小爪子一挥, 一把扇子一把特制的梳子, 放到了新元峰与白少空二人身前, 一道神力光辉洒落, 二人身上的伤势, 瞬间就痊愈了, 一身实力都回来了, 然而二人, 丝毫不敢动手, 而是震惊地看着那把扇子与梳子, 那竟然是神器级别的至宝, 确实, 新元峰小心翼翼地开口, 哈, 天灵猫一爪子把他拍翻在地, 白少空咽了一口唾沫, 露出谄媚的笑容, 猫爺, 你这是要我们给你刷身子吗? 毕竟不是剑修, 心思玲珑了一些, 天灵猫抬起爪子, 揉了揉他的脑袋, 一副如此可叫的模样, 好的, 猫爺, 白少空立马拿起梳子, 就给天灵猫刷起身子来, 梳子很特殊, 每刷一下, 都有丝丝缕缕的闪电冒出, 天灵猫身上的毛发, 变得愈发光滑柔顺, 新元峰爬起身, 拿起扇子, 脸上面前挤出笑容, 猫爺, 我这就给你扇扇子, 哗啦, 扇子一扇, 凝凉的风果斜在天灵猫身上, 仿佛有一股柔和的力量在按摩, 是宝啊, 新元峰眼睛火热的盯着手里的扇子, 对于天灵猫而言, 扇出来的风, 是用来按摩的, 然而, 这扇子的风, 可是具有强大的摧毁肉身, 轰杀神魂的能力, 虽然是神器, 却又非常特殊, 新元峰扇起来, 并不费劲, 当然, 威力也无法发挥起来就舍, 啪, 天灵猫一爪子又把他拍翻在地, 鸟, 不满新元峰不用心, 三哥, 认真点, 白少空不忍心新元峰继续挨揍提醒道, 天灵猫收了两个猫奴, 天天享受着按摩, 日子过得很舒爽, 楚玄看了一眼, 不由得摇头失笑, 没有理会天灵猫的恶作剧, 新元峰与白少空很憋屈, 这只猫不让他们离开了, 原本想要顺走神器的想法落空了, 悲哀的发现, 难道真的要沦为猫奴, 三天没有消息了, 秦可运秀眉皱起, 有些担心新元峰与白少空, 可是他又不敢亲自去楚家一趟, 万一楚玄把他扣下来怎么办, 取出通讯符, 发了一条讯息给新元峰, 久久没有得到回复, 秦可运愈发担心了起来, 而此时, 更让他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大前帝国地境强者来袭, 九剑山的地境武者, 已经进驻了秦国边境, 而邪王庭的邪子, 也来到了秦国边境, 秦可运只能动身前往秦国边境, 再次给新元峰与白少空发了一条讯息, 大前一动, 秦国威, 大秦帝国边境, 数位地境武者凌空对峙, 一方是来自九剑山的地境武者, 另一方, 则是来自大前帝国, 或者说是来自中州大前宫, 双方都没有动手, 然而大前宫的武者, 也并不退去, 始终保持着高压之态, 秦国与大前在边境对峙的事情, 传遍了南州, 北域的各大势力, 都默默注视着, 各大势力传承久远, 自然知道上古的一些事情, 如今不是战队的时候, 邪王庭在一旁看热闹, 也没有战队任何一方的意思, 这一对峙, 知道名额争夺战落下帷幕, 仍旧没有结束, 谁都知道南州风云将棋, 某一天, 南州突然震动了一下, 宛若海市蜃楼的景象, 浮现在了南州的一角, 那里苍茫, 残破, 宛若死亡之地, 战魔谷地, 看着出现的残破巨大废墟, 各大势力的强者, 都神情凝重, 影响北域的大局, 即将到来了, 战魔谷地, 已经映射出了一角区域, 距离开启, 也就不远了, 楚玄站在院子里, 隔着遥远的距离, 看向战魔谷地的方向, 手中把玩着天道符, 时机快要到来了, 任长河已经来到了北域, 楚玄让他进入南州, 等候吩咐, 秦颖也踏上了归来的路途, 这一世, 他携带着人王世家洛家的威势, 必要扭转大局, 报仇雪恨, 丁月, 肖良等弟子感受到了南州的异动, 从小世界走了出来, 恭敬地站在楚玄跟前, 战魔谷地, 即将开启, 这是一场机缘, 说着, 众弟子包括楚云, 都静静地听着, 战魔谷地里面, 涉及到北域五州的上古气韵至宝, 谁得至宝, 将有机会问鼎北域第一位人王之位, 黑月双眸闪动光芒, 北域人王之位, 第一位人王, 若是他能登顶人王之位, 终欲人王积家, 又算得了什么? 楚玄继续说道, 此事延续上古的一场布局, 源于当初某个人族神境, 必要引魔族入侵, 关键时刻出来力挽狂澜, 无谋人王之位, 当年一统南州的大秦帝尊秦银, 与北域各大势力, 布下此局, 瓦解了他的阴谋, 因而延续至今, 你们都可以参与争夺, 气韵至宝不可落入他人之手, 楚玄看向丁越几人, 人王之位, 并不重要, 况且九域大变在即, 人王之位, 并非谁都合适, 也并非谁获得至宝, 就一定能够成为人王, 丁越怀中抱着剑, 只要我的剑够强, 人王又如何, 看不爽了, 斩之便是, 楚玄赞赏地看了丁越一眼, 这次固然被忽悠歪了, 但不得不说, 在于剑道意图上, 少有人能够有他的兼职, 我就不是做人王的人, 王洛呵呵一笑道, 萧良成音半赏, 摇摇头, 他不追求, 一切随其自然便是, 几人中, 唯独黑月对于人王之位, 有执着的心思, 楚玄看了他一眼, 黑月, 不要被人王之位, 局限了你, 黑月心中一阵, 恍然回过神来, 与执掌天道相比, 人王之位算得了什么, 险些迷失了自己, 多谢师尊典写, 楚玄继续说道, 当初的秦营, 已经转世重生, 即将回到南州, 卧槽, 师父是神仙吗? 连当初的大秦帝尊, 重生归来都知道, 在场几人纷纷惊掉了下巴, 楚玄全然不顾众人惊掉的下巴, 继续道, 他如今是为师的记名弟子, 为师曾答应他, 地境之上, 不可插手气韵至宝之争, 你们在地境中, 堪称最顶尖的, 气韵至宝, 不可落入他人之手, 师尊, 你的意思是, 我们出手帮一帮秦营失地, 向心问道, 这是他部的局, 帮与部帮在于你们, 气韵至宝的争夺, 也在于你们, 秦营实力可不会比你们弱, 楚玄沉吟了一下, 你们做好自己的便可, 秦营有他的手段与后手, 未必需要你们相帮, 丁岳听后满脸兴奋, 听师父这么一说, 我倒是很想见见, 这位未曾谋面的失地呢, 楚玄憨憨一笑, 你们都是我的得意弟子, 在地境中都是顶尖的存在, 只要保证气韵至宝, 不会落入外人之手就好了, 随即挥挥手, 都去吧, 蓝州即将风起云涌, 你们怎可缺席, 是, 师尊, 丁岳中弟子恭敬行礼后离去, 十三哥, 我也要去湛摩谷地看看, 楚云怎能错过如此盛况, 飞奔而去, 去吧, 楚玄点头, 楚云实力虽然相对弱一些, 然而在地境中, 依旧是属于强大的一批, 但是你必须带上天美喵护身, 没问题, 十三哥, 楚云随即在院子周围找了一圈, 小白, 小白, 快来, 他怎么都想不到, 此刻的天美喵正在楚家族地外的山峰上享受着双人死亡, 听到云儿小姐的召唤, 一爪子把白韶空与星园风拍翻在地收起梳子与扇子, 身形一晃就消失在了原地, 白韶空与星园风站在原地喘着气, 眼睁睁看着梳子与扇子没了, 顿时心痛得无法呼吸, 公公静静事后天灵猫这么长时间, 不就是眼馋神器吗, 结果这只猫一点机会都不给, 白做了这么久的猫奴, 庆幸的是, 这只猫没杀人, 赶紧开溜吧, 星园风与白韶空慌忙跑了, 再也不敢来了, 楚家很不对劲啊, 天美喵瞬间出现在楚云跟前, 瞪大一双眼睛, 萌萌的样子, 小白, 我们出去玩好不好, 楚云欣喜地抱起她, 她知道自己的实力如何, 也清楚天灵猫的不简单, 有这只猫在, 还有什么可怕的, 喵, 走了, 出去玩, 没有你可不行, 十三个都不让我出去, 一会带你去占摩谷地, 咱们去哪里溜达溜达, 楚云抱着天灵猫离开了, 苏仙儿倒是留在了院子里, 你不去看看热闹, 我留在这里陪先生, 苏仙儿巧笑倩熙道, 随你, 院子里清静了下来, 小世界也清静了下来, 弟子们都离去了, 张公依旧暗中护佑着黑月, 二十年之期到来了, 楚玄期待着第二个十年的奖励, 你宅了二十年, 宅心稳固如山, 奖励混沌之期一团, 终于来了, 混沌之期一团, 赶紧看看我的二十年奖励, 楚玄起身查看, 混沌之期, 混沌中的本源之气, 可演化道则, 融合道则, 淬炼道则, 楚玄惊喜不已, 可以演化道则, 融合道则与淬炼道则, 混沌之期可以加快道则的蜕变, 可以演化新的道则, 这还只是混沌之期的最基础作用, 混沌之期尿用无穷, 乃是真正的至宝, 尤其对它的混沌不灭体而言, 更是具有增强修炼速度的奇效, 楚玄领取奖励, 一团拳头大小, 朦胧的, 混混沌顿的, 无法严重的气团浮现在了手中, 混沌之期一进入体内, 红龙之声响起, 混沌不灭体开始成长, 不断增强, 那道运的速度快速飙升, 道则缭绕, 被混沌之期耐入其中, 竟然融合成了一条小小的大道雏形, 并且在混沌之期的淬炼之下, 道则发生了蜕变, 成长速度飞快, 楚玄体悟着混沌之期带来的变化, 以及道则融合之后, 演化成一条缩小版的大道, 所带来的感悟, 道则的蜕变, 是一种升华, 楚玄陷入了一种奇妙的状态中, 神魂里的混沌中, 滴溜溜地转着, 散发出朦胧的光滑, 宛若有大道被其镇压在里面, 随着楚玄的进入突破状态, 一条道则的雏形, 开始出现, 在道运的滋养下, 飞快地成长着, 很快就成长为一条完整的道则, 接着又被混沌之期耐入里面, 立之道则, 三天后, 楚玄从奇妙状态中醒来, 修为已经顺利从道进一关, 突破到了道进二关, 对于未来开辟大道的感悟, 愈发深刻了, 混沌之气遍布周深, 而道则缭绕在混沌之气内, 时而分开, 时而融合, 从今往后, 楚玄要融合与拆分道则, 将会变得随心所欲, 并且修炼速度进一步加快, 道则蜕变的速度, 比以往增快了十倍不止, 不愧是混沌之初的本源之气, 楚玄默默体悟着修炼速度, 从道进二关突破到道进三关, 以目前的修炼速度, 哪怕有混沌之气淬炼道则, 依旧需要数十年时间, 对于其他道进武者而言, 数十年时间突破一关, 那是非常恐怖的提升速度, 楚玄却是并不满足于此, 数十年太长了, 而且, 这一团混沌之气, 并非不会消耗的, 道则每蜕变一次, 都需要消耗混沌之气, 以这团混沌之气的大小, 道则蜕变个三五次, 就要消耗完毕, 想要缩短突破时间, 除了足够的混沌之气外, 圆出道经依旧是重中之重, 唯有通过圆出道经, 进入大道之上, 才能快速突破道进, 以极快的速度, 大道开道进, 楚玄目光头向圆出道经, 随着新群猿的加入, 以及大道群的活跃, 如今圆出道经的蜕变速度一直在加快, 距离完成蜕变, 依旧需要不短的时间, 所以, 想要进一步加快圆出道经蜕变, 以及增快修为的提升, 触发系统奖励, 依旧是重点, 战魔谷地开启, 将是一个机会, 以及天道规则融入南周天地规则, 蚕食南周天地规则, 也是触发系统奖励的关键, 楚玄心里默默盘算着, 计划着, 仔细看, 这个男人的一拳到底有多强, 竟能让一代女帝变成飞机场, 就在刚刚, 楚玄突破之后, 便将更多的注意力, 放在天道计划上, 时刻关注着战魔谷地的情况, 南周天地规则恢复, 已经越来越快了, 那苍茫残破的谷地, 在南周一角逐渐显露出来, 大秦帝国边境, 确实出现了变化, 竟遭遇了大乾公未知强者的侵犯, 双方的对峙, 持续了一段时间, 直到大乾公圣子的到来, 局势出现了变化, 秦银何在, 只见那名未知强者正脚踏大秦国界被叫嚣着, 秦可运腾身而起, 来到对峙前面, 看着大乾公圣子, 皱着秀眉道, 你是何人? 哼, 你就是那位大秦女帝, 让秦银滚出来见我, 秦可运毫不示弱, 你没资格见他, 随着大乾公圣子淡淡一句放肆, 轰隆, 右手微微抬起, 无数血腥色的灵力汇聚于掌尖, 一掌轰出, 恐怖的红色直扑秦可运, 听得他直呼这个男人太快了, 惊呼归惊呼, 秦可运挥手抵挡, 身后九尾虚影环绕, 似乎让他化解了, 可他内心却明显有些后怕, 这个男人是真的很强, 刚才的一击已经让我发动了三维守护, 但是我感觉他都没出全力, 见自己的见面一击被化解了, 圣子轻蔑一笑, 不错不错, 有点手段, 那我要是非见不可呢? 说话间, 掌心的灵力已由前面的若干道, 强化到一团, 秦可运见此情景, 也只能握紧拳头, 以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 秦银, 我曹天忆来了, 祖道之仇, 也该算一算了, 是的男人就给我滚出来, 大前宫圣子曹天忆, 强势出场, 另一边, 秦可运早已亮出九尾守护形态, 准备继续碰碰运气, 哪只曹天忆嘴角抽动了一下, 冷哼一声, 结结, 认出来了吗? 完了, 只见曹天忆紧贴秦可运面前, 也不知在他身体上做了什么手脚, 惹得秦可运瞪大了瞳孔, 扑, 九尾狐的终极形态也根本抵挡不住, 身体被击穿, 瞬间重疮倒飞而回, 口吐鲜血, 面露痛苦之色, 拳击之处, 已然夷为平地, 一拳重疮秦可运, 九剑山的地境舞者, 纷纷脸色大变, 帝尊, 您在哪啊? 看着倒地不起的秦可运, 曹天忆的笑声响彻整片树林, 大秦自来如此, 一群软脚虾, 曹天忆, 你说什么? 众人摩拳擦掌, 各个跃跃欲试, 倒要领教领教大前圣子的实力, 剑光如虹, 几位九剑山的地境舞者同时出手, 杀向曹天忆, 哼, 龙蝇, 曹天忆冷哼一声, 一拳轰出, 身后一尊庞大的虚影浮现, 威势如虹, 杀向九剑山舞者, 一拳直接震散了剑光, 又一拳轰飞一人, 眨眼间, 九剑山地境舞者, 全数被轰飞, 哈哈, 秦莹, 你百般散尽, 终究是陨落了, 曹天忆久久不见秦莹现身, 当即狂笑一声, 既然你死了, 那么大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接着抬手一抓, 灵力凝聚出一只巨手, 朝着后方重创的秦可韵抓去, 秦可韵脸色惨白, 心里有些绝望, 帝尊怎么没有回来, 难道, 真的出了意外? 羞的放肆, 一声怒吼传来, 剑光滑破天际, 你的对手是我, 灵力崩碎, 新元峰是九剑山剑子新元峰, 观战者中, 有人开口说道, 新元峰, 九剑山当代剑子, 绝世天骄, 老辈天晋舞者, 却是目光沉明, 他们知道新元峰的不凡, 那可是大秦帝尊的至交好友, 号称北裕第一剑到天骄, 然而曹天忆, 终究是传说中的那人重生啊, 新元峰会是对手, 恐怕就算是秦莹归来, 也未必是对手吧, 毕竟, 当初的秦莹, 还不是神镜啊, 新元峰, 当初的北裕第一剑到天骄, 曹天忆冷笑一声, 抬起右手, 抵挡刺下来的那一剑, 整个人绽放出了金色的光滑, 宛若化身惊人, 手掌竟已充满了锋锐之气, 剑锋触及手掌的一瞬间, 灵力碰撞, 空间震荡, 大战瞬间爆发, 一声巨响过后, 曹天忆稳稳地捏住了 从天而降的权力一剑, 露出邪恶的笑容, 面对当初的北裕第一剑到天骄权力一击, 曹天忆竟反手围攻, 这次, 跑不了了吧, 新元峰大惊, 自己已然动不了了, 渐渐落入下风, 曹天忆的精光, 仿佛是玉之力的凝缩, 一种玉之秘术, 此刻的新元峰每时每刻, 都在承受着上百位地境九重武者的同时攻击, 哪怕只是相当于寻常地境九重武者, 然而攻击之力, 依旧是非常恐怖的, 新元峰自知无法冲出刀锋重围, 露出震撼之色, 认出来那是大前宫传闻中, 强大无比的功伐神术灭神刀钢, 呼, 曹天忆金色的拳芒, 轰入灭神刀钢里面, 新元峰充满抵挡, 然而挡下拳芒, 却是被刀钢锁伤, 那个用剑的, 败了, 不远处观战的丁月淡定道, 新元峰劫后余生般地盯着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男人, 不敢轻易向前, 垃圾终究是垃圾, 此时的曹天忆狂妄之极, 完全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打嘴仗没意思, 有本事, 让我死, 新元峰自知不敌, 但又不能显现出来, 好, 我这就成全你, 曹天忆手掌金光闪现, 就要痛下杀手, 曹贼, 一声怒吼传来, 白扫空战役加身, 一拳轰出, 白胜神拳, 休要猖狂, 你白也来会会你, 曹天忆躲闪不及, 被白扫空静止卡住喉咙, 动弹不得, 不堪一击, 那你, 下一秒, 他就被啪啪打脸, 曹天忆镜毫发无损地出现在不远处的空地上, 背手朝着自己讥笑, 自己捏住的男人也音声消失, 不给自己发大招的机会, 曹天你本来还以为, 眼前这几个还能给自己点惊喜, 现在看来, 垃圾这个词都是在夸他们, 仅仅一个闪现, 便气得绝代天骄二人足咬牙切齿, 三哥, 跟他拼了, 白绍空哪能忍受如此信念, 立马想要跟眼前这个男人同归于尽, 扫空, 原封, 我们来了, 不远处的树林里出来援军的声音, 曹天忆寻声望去, 竟是当初新海宗的庞星海, 和骑山盟的彭奇光, 四人商议一番, 就要发起总攻, 曹天忆第一次感受到了棘手, 当初的臭鱼烂虾终于聚齐了, 也省得自己一个一个的去找了, 今天就把你们彻底抹杀, 不远处的人群中, 丁月几人看着场中的战斗, 这个曹天忆, 很强, 肖良眯着眼, 确实很强, 肖良凝重地点头, 王洛无奈地表示, 自己打不过他, 不过他也奈何不了自己, 面对曹天忆, 哪怕打不过, 王洛凭借着镇丹, 镇丹等特殊丹, 可以从容纠缠, 并且退去, 象星黑黑一笑, 手里拿着一个人偶, 论真实实力, 我是不如, 但我又傀儡啊, 丁月与肖良都不禁暗骂, 二人完全靠的是自身实力, 王洛宇象星不适, 尤其是象星, 已经炼制出了天兵傀儡, 可以爆发出天境的一击, 虽然是偏弱的, 而且无法持久, 然而凭借着这天兵傀儡, 他绝对同镜无敌, 除非在他使用傀儡之前, 把他给重创乃至击杀, 然而象星本身实力不弱, 想要顺杀他, 几乎不可能, 黑月脸上没有任何神情, 由于习惯的因素, 他脸上很难出现情绪波动, 看着远处的战斗, 暗暗估量了一下自己的实力, 李天道觉得强大, 全力出手, 稍稍压制曹天忆问题不大, 楚云抱着天灵猫, 看着曹天忆几人的战斗, 感慨不已, 太强大了, 他自问在地镜中也是强者, 如今一比较, 才发现差距终究是有些大了, 还是看看热闹吧, 秦莹, 你还不出来吗? 莫非你真的陨落了? 曹天忆一边战斗, 一边扫视四方, 高声叫道, 此时, 一名青年持剑飞了过来, 一步一步朝着曹天忆走去, 没走一步, 气势就增强一分, 剑翼也开始生疼, 是于百龙, 他要战什么? 不少舞者都惊恶, 于家当代领军人物, 绝世天骄于百龙, 然而, 就在此时, 一道身影出现, 挡在了他的面前, 你要阻我, 于伯龙冷冷地看着林白云, 你于家有了选择, 我林家自然会有所回应, 于百龙此路不同, 林白云冷笑一声, 既然如此, 那就领教你东周第一天骄的能耐, 于伯龙愤怒出手, 林白云也丝毫不退让, 战斗爆发, 彼此都心怀愤怒, 为官者中, 不少人都惊恶, 林白云竟然出来阻挡于百龙, 于家与林家不是亲家吗? 对了, 最近传闻, 于家千金于贝贝喜欢了别人, 于家有意毁约, 所以, 是季家的那个弃子, 对, 我也听闻了, 为官无者恍然, 难怪林白云如此愤怒, 以他的高傲, 只能他嫌弃人, 提出来退婚, 哪里忍受得了被人退婚? 而且, 还是婚约期间, 未婚妻喜欢上别人, 跟别人腻歪在一起, 等于给他戴了一顶绿色的帽子, 于伯龙被林白云挡下, 而曹天忆以一敌似, 依旧部落下风, 白扫空伤势不轻, 星元风同样如此, 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不过庞星海与彭其光, 都是实力强大的递进舞者, 联手之下, 也堪堪挡住了曹天忆, 哈哈, 南州好热闹吗? 便在此时, 一行员走了过来, 为首一位青年男子, 额头有一道黑色的花纹印记, 显得邪义, 手中持着一把撞弱半月的利刃, 所有北域强者, 都是脸色一领, 来自外域的势力, 而且, 对方身上的那股气息, 使得一些见多识广的强者, 不由地想起了一个势力来, 顿时脸色非常难看, 西域北周, 天圣宗, 哼, 好几个老辈舞者, 都冷哼了一声, 目光冰冷, 怎么, 不欢迎在下, 墨洪流冷冷地扫了在场的舞者一眼, 鞋子眯着眼睛, 看着墨洪流冷笑道, 我倒是谁, 原来是天圣宗的杂种, 你找死, 墨洪流瞬间脸色阴沉了下来, 鞋子丝毫不惧, 手中折扇摇晃着, 激笑道, 谁人不知, 西域北周天圣宗, 乃是人族与天魔族的混血, 不是杂种是什么, 死的, 墨洪流身形一动, 化作一道黑影, 瞬息来到鞋子面前, 手中的半月利刃, 化作一圈光芒, 卷向鞋子的脖子, 刷, 鞋子折扇张开, 丝毫不惧地迎了上去, 大战爆发, 楚玄看着亏天镜里的画面, 眼睛眯了起来, 那位魔族神佬出现了, 墨洪流, 西域北周天圣宗, 一个具有天魔血脉的人族势力, 属于混血, 他也知道, 若是纯种天魔族, 不论如何, 都无法参与到气韵质宝的争夺中爱, 因此, 转世重生到了西域北周, 成为天圣宗的圣子, 好强, 苏仙儿感叹道, 不论是曹天一, 鞋子或是莫洪流, 势力都强大无比, 远超地境武者, 新人风几人的实力, 已经非常之强了, 然而曹天一三人, 更强出不止一筹, 都不是正常人, 实力也不能正常而论, 楚玄笑了一笑, 鞋子也是某个神境的转世身, 与曹天一几人不同的事, 而是某个神境的分魂转世身, 对方割裂一部分神魂, 重生转世而来, 这是欲要分魂转世身, 获得质保强大起来, 再与本尊融合, 一举突破更高的境界, 好大的谋划, 楚玄在亏天境上一点, 几道隐藏在半空的身影出现, 他们都是, 苏仙儿惊讶到, 那几人一看就是绝世强者, 其中一人, 是黑月的外公张公, 他身形隐秘在飞跃不远处, 另外几人, 一人是大前宫的, 一人是天圣宗的, 还有一人是九剑山, 哼, 平时看不到的神境, 现在都出来了, 若是没有神境参与进来, 楚玄还会觉得不正常, 毕竟这可是涉及 一与五周的气韵质保,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秦莹一方的神境处于弱势, 当然, 北域其他势力, 应该都是比较偏向于秦莹的, 毕竟对于曹天一当初, 引魔族入侵, 看着秦国边境的战斗, 泡上一壶茶, 吃着糕点, 非常的惬意, 苏仙儿坐在他身边, 也是看得津津有味, 邪子与莫洪流, 逼就在大战中, 没有奋出胜负, 各自其实都有所保留, 还不到拼尽全力的时候, 丁岳与肖良看着大战中的二人, 都不禁感慨, 除了自己, 竟然还有如此强大的地境舞者, 你说, 我们那位秦莹师弟, 会是他们对手吗? 丁岳持怀疑之色地道, 难说, 肖良摇头, 据我所知, 秦莹巅峰之时, 并非神境, 哪怕是遵守他为记名弟子, 恐怕实力上, 未必比得上他们, 黑月开口道, 他掌管黑月楼, 又是来自中域中周, 知道的隐秘之事更多, 我们要不要出手帮一把, 向心开口问道, 看情况吧, 反正气韵至宝, 只能是我们一门的, 不能落入他人之手, 丁岳妈撒着手中的剑, 那几件气韵至宝, 师尊一定有些用处, 不能落入他人手中, 黑月微微点头, 若有所思, 你们说, 有没有神境在呀, 王洛四下张望问道, 张前辈不就是, 丁岳看了张宫所在的方向一眼笑道, 不管有没有神境, 反正都不影响我们, 别忘了师尊说了, 递境之上, 不允许参与进来, 向心敲着手中的人偶, 黑黑笑道, 以我的能耐, 谁能与我争风, 丁岳几人都无语, 向心的傀儡, 确实可以横扫递境, 邪子与墨洪流的大战落下了帷幕, 谁也没有占到便宜, 曹天忆临走前流下话, 三天后, 我再来秦国, 若是秦莹不在, 那秦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心严峰几人都脸色阴沉无比, 同时眼中有着担忧之色, 大哥他, 不会真的出了意外吧, 大秦帝宫, 秦可运重伤, 脸色惨白不已, 正在服药疗伤, 而心严峰与白绍空, 同样疗伤去了, 三天后, 若是秦莹没有归来, 将会有一场恶战, 九剑山宗主等一众高层, 全都脸色阴沉, 并且神色担忧, 秦莹不会真的出意外了吧, 没有了他这个主心骨, 如何与曹天忆对抗, 当初的局, 就是他一手不下的, 祖道之仇, 曹天忆岂会善罢甘休, 大秦帝尊, 不会让人失望的, 九剑山中, 一位非常苍老的长老开口道, 若真有意外, 无几个老友, 将会联合出手, 不论如何, 都不能让曹贼夺得至宝, 尤其是南州至宝, 庞星海, 彭其光二人沉默一会儿, 开口道, 祁山盟会出手的, 九剑山宗主陈寅这开口问道, 当初的叛徒, 究竟是谁? 庞星海咬了咬牙, 当初参与谋划的, 一共就那么多人, 大部分都已陨落, 接触到核心经历的, 除了我们几个, 七亿人都陨落了, 谁若是没有陨落, 便是当初泄露消息的叛徒, 彭其光恨声道, 若非叛徒泄露消息, 何至于此, 九剑山宗主面色沉宁, 建主已经归来, 不如让他老人家亲自出手, 杀了曹天一, 一道身影突兀出现, 身材奇长, 面容轻渠, 浑身上下不露任何气息, 大前功那老鬼也回来了, 还有几位同静, 无不能出手, 拜见建主, 众人纷纷行礼, 九剑山的开创祖师之一啊, 神静的绝世强者, 在此之前, 一直在荒谷域隐居, 也是因为战魔谷帝之事, 才归来北域, 但愿秦银无恙吧, 九剑山建主叹息一声, 身形跟着消失, 神静强者, 隐约察觉到, 九域似乎有些变故, 因而才开始走出荒谷域, 三天后, 曹天一再次来袭, 新人风几人只能迎战, 这一次并非曹天一一人出手, 还有一位大前功的地境强者, 哈哈, 三天后吴再来, 让不让你等进去了, 曹天一狂笑而去, 新人风几人都感到了无力, 在此之前, 他们都觉得自己, 能够独当一面, 哪怕不敌, 也不至于如此不堪, 现实却是残酷的, 没有了秦银这位主心骨, 他们简直不堪一击, 大秦帝宫, 秦可运盘膝坐在床上, 脸色苍白, 重伤未愈, 嘴里喃喃自语, 主人, 你在哪里, 怎么还不回来? 骤然, 门开了, 一道倩盈走了进来, 秦可运抬头一看, 顿时心神一震, 来人容颜绝世, 透着一股鹦鹉之气, 风华绝带, 身上有着一股宛若天生的帝王之气, 与来人相比, 秦可运觉得自己这个大秦女帝, 就是一个笑话, 她才是真正的绝世女帝, 恍惚间, 悚然而惊, 猛地站起身, 身后九尾虚影浮现, 你是谁? 小狐狸, 长大了呀, 秦盈唏嘘感叹, 嫩白的手掌伸出, 抚摸在秦可运的脑袋上, 秦可运整个人都傻了, 脑子里轰隆隆的, 帝尊, 是你吗? 你, 秦可运呆若目击, 一脸难以置信之色, 秦盈痛苦地眯了眯眼睛, 是我, 啊, 秦可运哭了, 直接扑入秦盈的怀中, 哄哭了起来, 帝尊, 你要为我报仇啊, 一扑入秦盈怀中, 秦可运就险些无法接受, 我妹皆是宽广的帝尊胸膛呢, 为何是如此Q弹? 完了, 我的威猛帝尊回不来了, 帝尊, 主人, 你为何会? 秦可运伸手按了按秦盈的胸脯, 依旧无法相信, 眼前的绝代佳人, 会是自己的那个帝尊, 秦盈抚摸着他的脑袋, 一声长叹, 造化弄人了, 他如今都不敢直面自己的后裔, 那我以后是不是要叫你帝尊姐姐了? 秦可运抬起头, 双眼眨呀眨的, 不行, 继续叫我主人吧, 好吧, 主人? 秦可运按按秦盈的胸脯, 再看看自己的, 顿时羞愧了, 比不了啊, 秦盈恶狠狠地瞪着他, 别乱动手动脚的, 秦可运停覆下复杂而又激动, 又无法言说的心情, 帝尊, 主人, 新人风大哥他们, 挡不住曹老贼, 你不现身吗? 秦盈一脸痛苦又复杂之色, 无言面对以往的兄弟啊, 他如今, 已是女儿身, 该怎么面对当初的兄弟? 贝尔呀, 咬牙切齿道, 都是曹贼害的我, 揉着秦可运的脑袋, 嘱咐道, 我归来的消息, 不可泄露, 不可告诉任何人, 若是可能, 我暗中行事, 嗯, 主人, 我明白, 谁也不告诉, 说着, 手又不老实地, 朝着秦盈的胸案去, 再对比一下自己, 心里感叹, 不愧是帝尊了, 做女人都比自己挺拔, 随即, 秦可运介绍了一下, 如今南州与北域的局势, 同时将一枚热讯伏地给秦盈, 可以从中获得整个北域的重要讯息, 最后, 带着一问道, 主人, 储尊陨落了吗? 秦盈看向他, 为何这么问? 秦可运迟疑着, 还是把储玄的事情说了一下, 他很强大, 我怀疑也储尊有关了, 秦盈皱起眉头, 储, 和, 赵, 当初献祭了生机神魂, 为我挡下了曹贼的一击, 已彻底陨落了, 绝无可能是他, 我去见见他, 可不能是曹贼的阴谋, 秦可运急忙提醒道, 新元峰和白少空去了一趟, 结果不得而知, 他们不肯谈及, 恐怕受了一些苦, 放心吧, 我自有分寸, 秦盈离开大秦帝宫, 直接朝着储郡而来, 储玄看着新元峰几人, 又被人打得狼狈不堪, 嘖嘖摇头, 秦盈的这几个兄弟, 不算差, 然而, 曹天一终究是神境转世重生, 不论是底蕴与天赋, 都远超了他们, 况且, 曹天一新年, 可不是普通的神境这么简单, 在神境中, 也属于强者, 抬头朝着储家族地外看去, 秦盈来了, 他可不愿意现在见秦盈, 万一他找自己要变回男人的方法, 那如何忽悠他, 在战谋谷地结束前, 保持神秘性就好, 储一, 去提一下, 是, 主上, 储一身形一晃, 就消失在小院子里, 秦盈正朝着储家而来, 突然一道身影出现在他面前, 挡住了他的去路, 暗中护佑的洛家祖老, 纷纷现身, 神色凝重地盯着储一, 对方如何出现的, 他们竟然毫无察觉, 此地与主上有关, 莫要去打扰, 储一看着秦盈道, 秦盈秀眉一皱, 时依着问道, 阁下的主上是, 莫非, 正是, 储点了点头, 主上既答应你, 便会做到, 另外提醒你一下, 主上另有弟子也在南州, 说完, 身形就消失在原地, 秦盈转身返回大秦帝宫, 洛家的祖老, 面露疑惑之色, 那个神秘人究竟是谁, 洛家的那位神经老祖, 并没有离去, 而是在储家族的半空中, 俯视着整个储家, 在他眼里, 储家太弱了, 在东狱, 也就属于一个小小的家族, 秦盈的身份, 洛家的高层都已知晓, 虽然他是转世重生之人, 然而毕竟有着洛家血脉, 属于洛家嫡系, 更何况, 他与洛家人亡, 有着一些渊源, 不论何种原因, 洛家必然支持他的, 能否登顶北域人亡之位暂且不论, 仅仅是北域的气韵至宝, 就足够让秦盈成为洛家未来的一个扛顶人物, 新年的大秦帝尊啊, 那是北域的绝世人物, 他一旦崛起, 必然能够保证洛家继续辉煌, 甚至更上一步, 而秦盈还有一个神秘莫测的师尊, 洛明俯视着楚家, 并没有贸然进入, 楚玄没有理会洛明, 随便他爱干什么, 区区神境五重而已, 莫说楚一楚二于左右佛士了, 难无佛陀都能把他镇压, 如今, 神境已经不入楚玄的眼了, 战魔谷地快要开启了, 楚玄必须多花一点精力在天道计划上, 忍痛奋出一点点混沌之气, 注入天道符中, 给天道符进行升级, 同时随着道则的增多, 与新的规则构思, 都要重新练制入天道符里面, 秦盈低调地归来, 没有与他的兄弟们见面, 想必是不知道, 该如何面对昔日的兄弟吧, 老兄弟们眼中, 他这个威猛无匹的大哥, 变成了一个绝世美人, 怎么想都点不可思议, 秦盈过不了心里那一关, 新元峰几位兄弟, 坐镇在大秦边境, 日子那是真的难过, 曹天一隔三差五来袭, 后来, 邪子也来袭击了几次, 莫洪流也跟着来袭击两次, 每次都被压着打, 越来越憋屈了, 当然, 秦盈迟迟不出现, 他们也开始绝望, 大哥可能真的出意外了。 这天, 楚玄照例取出混沌眼道镜, 搜寻道镜或以上的强者, 镜面上, 指针旋转, 某一刻停止了下来, 画面出现, 一座鸟语花香的岛屿上, 居住着寥寥树人, 而在岛中央的一座凉亭里面, 坐着一位儒雅的中年文士, 文士身旁, 坐着一位秀丽绝伦的女子, 正一位在男子身边, 眉目寒情, 时而目光飘向梁亭外的寥寥树人, 楚玄看到这一幕, 不禁感叹, 好一对闲抗力, 或许这就是爱情吧, 镜面上信息显露了出来, 骆心白, 冬裕第二位人亡, 道尽十五官修为, 得开道者昆河传承, 登顶冬裕人亡之尊, 以大毅力, 大智慧, 独辟一镜, 走出属于自身的道, 竟然是洛人亡, 秦颖的老祖宗, 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 楚家族地外, 依旧藏在半空的那位洛家神境老祖, 不知道是骆心白的第几代后裔, 道尽十五官的绝世强者, 真是缘分了, 而且, 骆心白还是昆河的弟子, 冬裕第二位人亡, 昆河曾是冬裕第一位人亡, 楚玄在混沌演到镜上一点, 骆心白身边那位家人的信息, 也演化了出来, 修为不算强, 道尽二官修为, 骆心白的至爱, 再在混沌演到镜上一点, 岛屿上其他人的信息, 相继显露出来, 无愧是人亡, 至爱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呢? 骆心白一共有四位道旅, 梁亭上的那位, 应该是正宫, 也是修为最强的一个, 还有一位道旅, 道尽一官修为, 剩下两个, 已经达到了神境极限, 半步踏入了道尽, 身上隐隐有道运滋生, 没有继续看下去, 直接将骆心白拉入大盗群, 正在与至爱逆外的骆心白, 骤然脸色一变, 刷得一下站了起来, 心白, 怎么了? 骆心白脸色变了又变, 露出了激动之色, 傅佑坐下, 摆了摆手, 我静一静, 道尾文言, 便离开了凉亭, 夫妻这么久, 自然很了解彼此, 每当骆心白遇到不确定的事情, 要思考时, 便会如此, 楚玄在大盗群里说话了, 欢迎一下新人骆心白, 道尽十五官修为, 没有提及他是昆河的弟子, 骆心白, 昆河第一个出来了, 可是东玉人王骆心白, 是我, 骆心白在群里回复, 同时了解着, 这个大盗群的究竟是什么, 吾是昆河, 你算是吾之弟子, 能入大盗群, 乃是你的机缘, 骆心白震惊不已, 昆河师尊, 是吾, 昆河道运涌动, 演化了一下自身, 证明身份, 弟子骆心白, 拜见师尊, 无须多礼, 能入群, 此是你的机缘, 楚玄适时开口, 竟是昆河道运的弟子, 缘分也, 小徒能蒙处到凶狱上, 乃是他的大机缘, 骆心白当即败谢楚玄, 师尊都尊敬的人, 岂会简单, 聊天永远不缺龙君与归然, 有心人了呀, 叫声龙君前辈, 我给你的见面礼, 还有我, 归然前辈, 见过龙君前辈, 见过归然前辈, 骆心白恭敬见礼, 只要师尊默许, 那便是强者, 值得他尊敬, 龙君与归然, 分别传输宝物给骆心白, 凉体里的骆心白, 突然感应到大道波动, 接着两件物品出现, 而他无法感应到物品从何而来, 心中震惊, 接着又是大喜, 想不到, 自己突破到尽了, 依然能获得如此大机缘, 收下两件质宝, 一件是时光质宝, 一件是防御质宝, 楚玄看着群里的聊天, 感慨骆心白不愧是人亡, 太他妈机灵了, 刚获得宝贝呢, 马上就开始拍马屁了, 每拍一次马屁, 都会明里暗里把他师尊昆河带上, 骆小子, 快来见过你魔徒爷爷, 魔徒酸了, 这个人族小子, 比自家魔族的后辈, 更能说好话, 更会讨人欢心啊, 老摩, 你一边去, 昆河开口了, 骆心白这会儿, 已经摸清楚了大道群里的人了, 个个都是道径强者, 其中, 以师尊为首的几人, 乃是开道径, 传说中的存在, 而群主, 更是神秘莫测, 楚玄看着热闹的大道群, 自己身为群主, 神秘莫测的强者, 不适合水群, 不适合在群里忽悠人套话什么的, 所以, 必须开一个小号才行啊, 楚玄当即就琢磨着开一个什么样的小号, 当然不能太强, 也不能太弱, 至少不能弱于阴空, 就让他继续垫底吧, 必须摸清楚, 这些道径强者, 都是躲在哪里修炼, 因何原因, 不再久于活跃, 套话阴空也只知道一个模糊的大概, 并未能完全解惑, 能修炼到道径的, 岂会是小白萌新, 楚玄皱着眉头, 琢磨着立一个什么样人设的小号, 苏仙儿走了过来, 笑着道, 先生, 楚家的小家伙们, 连楚郡外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被楚家关坏了, 没见过世面啊, 楚玄闻言脑海中灵光一闪, 对啊, 小号可以设一个超级牛逼的背景, 被长被关在某地, 没见过世面的人设啊, 有了, 先生, 什么有了, 苏仙儿疑惑, 没事, 你一边玩去, 不用理会楚家的那些小家伙, 楚玄挥挥手, 没有理会嘀嘀咕咕的苏仙儿, 楚玄凝聚一团道运, 没入原初道经, 再将其中的气息更改, 修为设定为道经六关, 比因空强一点, 名字吗, 就叫帅破天, 楚玄摸了摸脸, 看着大道群里的群员, 飞飞一笑, 我开小号来忽悠你们了, 楚玄没有马上把小号弄进群里, 今天刚进了骆心白, 这个小号人设背景太强, 需要找个时机, 再拉入群里, 看着楚家族地外, 骆家的那位神经老祖, 骆心白的后裔马, 可以忽悠一下, 为自己跑腿什么的, 甚至, 可以把整个骆家都给忽悠了为自己办事, 骆明一直盯着楚家, 他总觉得楚家里面, 似乎有些看不透的地方, 而且, 他也想看看, 那个人是从哪里出来的, 甚至拜访一下也行, 突然, 他还没任何反应, 就已经出现在了一个小院子里, 连怎么来的都不知道, 骆明顿时心中骇然, 额头都冒出了冷汗, 太恐怖了, 世上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强者, 神经巅峰都远远做不到, 一念之间, 就把他给射拿过来, 南州为何会有这等大恐怖存在, 哪怕是荒谷玉, 也未曾遇到这等恐怖强者, 堂堂神经, 此刻竟然冷汗淋漓, 楚玄笼罩在七彩神光中, 身后是汉天神像, 身体宛若大到缠绕, 看不清念容, 一眼看去, 仿佛直视大道, 不要紧张, 楚玄声音和蔼, 你是骆心白第几代后裔, 骆心白? 骆明身体一震, 如今的九狱, 知道骆人亡, 而极少有人知道, 他叫骆心白, 而且, 对方的语气, 骆心白在他口中, 仿佛是一个小辈, 并前辈, 我是骆心白第四代重孙, 骆明, 楚玄轻饿一声, 很随意道, 原来是骆心白小家伙的虫孙子啊, 你这修为, 有点差呀, 骆心白小家伙, 自己的曾爷爷, 在他眼里只是个小家伙, 绝对是超级恐怖的家伙, 而且认识自己的曾爷爷, 至于修为差, 骆明认了, 神境五重而已, 在这等存在眼中, 自然是差劲的, 晚辈资质愚钝, 惭愧, 骆明压低了头, 看得出来, 比你曾爷爷差太多了, 楚玄点点头, 楚玄带着回忆的神色, 缓缓道, 想当年骆心白那小家伙, 机灵, 嘴甜, 办事效率很高的, 你作为他的后裔, 竟然没有遗传下多少优良传统, 有点可惜啊, 骆明的妖功的月低了, 眼前的大佬, 竟然曾是指点自家层爷爷的无上存在, 一颗心砰砰锯跳, 或许这也会是自己机缘, 只需稍微指点一二, 或给点小小的甜头, 也足以让自己突破到神境七重以上吧, 楚玄说了一些与骆心白的往事, 稍稍提及了一下, 与骆心白的失尊昆河, 是颇有缘分的好友, 然后才装作随意地问道, 骆心白的子孙呢, 都哪去吧, 突破神境之上了没有, 丙前辈, 祖, 父辈们, 都已是神境七重以上, 很久远前就进入了荒谷域, 晚辈也很久没有见到了, 骆家就剩你一个神境小家伙管事了, 那倒不是, 还有晚辈的一个书辈, 如今也已回来了, 他修为强于晚辈, 乃神境八重的修为, 楚玄又简略地询问了一下骆家的情况, 了解骆家的具体实力如何, 骆明也一一回答, 楚玄感叹, 不愧是人王世家, 实力之强, 超乎想象, 这就是人王底蕴, 楚玄抬手一挥, 一幅画面出现, 骆心白这个小家伙, 日子过得可潇洒了, 又添了三个子女呢, 骆明抬头看去, 脑瓜子轰鸣, 那座岛屿上, 一位中年文士, 这位前辈, 果然没有骗自己的, 真的认识自家层爷爷, 楚玄关闭画面, 你要不要吴戴维传话问候骆心白小家伙, 不敢, 哪敢劳烦前辈, 骆明慌忙开口道, 看在骆心白小家伙的情分上, 无止点你一二, 九玉即将迎来大便, 需早做准备, 楚玄高深莫测道, 骆明心中一阵, 九玉即将大便, 难怪, 荒谷玉出现了一些特殊, 众多神境都仿佛受到牵引斑, 不自觉地离开, 回归八玉, 原来, 九玉要出变故了, 前辈, 可否明言一二, 骆明小心翼问道, 此乃天机, 知之对你无异, 楚玄沉吟一会儿, 秦莹与吾有缘, 乃无知记名弟子, 既是你骆家之血脉, 又与骆心白小家伙有渊源, 岂可带领骆家度过大便, 须知, 大便来临, 神境陨落也是平常, 为大气韵者, 方可度过大劫难, 秦莹气不凡, 骆明恭敬地听着, 心中思绪万千, 往后骆家, 要以秦莹为主, 带领骆家度过劫难, 多谢前辈指点, 前辈但又吩咐, 骆家赴汤蹈火, 也必定完成, 骆明恭敬道, 楚玄就是要他这句话, 而且更主要的是, 秦莹主导骆家, 那么骆家自然就成为了他的坐下实力, 将来天道计划布局冬域, 人王世家能够起到不小的作用, 你有心了, 此物你拿着, 若有人联系你, 可尽力协助一二, 一枚万玉符飘到骆明面前, 这是特制的万玉符, 楚玄更是暗藏一缕道运之力在里面, 身为超级大佬给的东西, 自然不能是普通的, 多谢前辈, 骆明接过万玉符, 激动不已, 此玉符一看就不凡, 此丹便赐予你修炼吧, 楚玄又一挥手, 一瓶丹药飘到骆明面前, 十元丹, 神经修炼的无上丹药, 人长和宇南无佛陀, 吃了此丹修炼, 修为提升速度之快, 可以让一众神经武者极度欲狂, 骆明愈发激动了, 接过丹药后, 直接跪地磕头, 好好修炼, 去吧, 是, 前辈, 骆明激动地离去了, 骆迦, 注定又要腾飞了, 决定了, 此事后, 秦莹定为下一任骆迦家主, 反正他又不会嫁人, 而且, 可以凭秦莹攀上这位前辈的关系, 成功忽悠了骆明, 骆迦间接成为了他的座下势力, 等战魔谷地此事后, 黑月楼就可以借此, 扩张到冬域了, 以骆迦在冬域的强大, 足以支撑黑月楼展开一系列计划, 可以为天道计划在冬域实施, 提前打下基础, 等到北域天地规则被蚕食后, 替换为天道规则, 就可以顺利地蚕食冬域, 魔域有魔佛为影子, 可以实施开来, 腰域有虎天涯, 问题不大, 楚旋琢磨了一番, 计划很稳当, 可以慢慢实施, 关键点在南州, 只要南州可以悄无声息地顺利实行, 那么往后的计划, 都将会顺利, 楚旋把目光投向南州一角, 战魔谷地所在, 那里空间波纹震荡, 那一片战场, 即将从陷落的空间中回归, 北域大势力汇聚, 天骄纷纷登场, 不知道气韵之宝会落到何人之手, 楚云是来看热闹的, 美人, 来我大邪宫想了如何, 邪子竟然凑到楚云身边, 邪魅地笑道, 楚云秀眉一皱, 没有理会他, 转身朝旁边走去, 岂知邪子身形一闪, 又挡在他身前, 别走啊, 美人, 你是哪个势力的, 能入我大邪宫眼, 是你背后势力的荣幸, 天灵猫伸了伸爪子, 考虑着要不要一爪子拍死这个家伙, 就在此时, 地杆长枪横了过来, 挡住了邪子, 不怕死的人, 还真是多啊, 邪子眯着眼, 杀意凛然地盯着萧良, 邪子是吧, 鬼一边去, 萧良嗤笑一声, 找死, 血光绽放, 一只阴森诡异的血爪, 直接朝着萧良抓来, 一枪震碎血爪, 萧良冷哼一声, 枪芒绽放, 瞬息破开邪子的预知力, 刺向他的咽喉, 双方瞬间战斗在了一起, 是邪子, 谁敢与他一战, 不是曹天一也不是沐红流, 谁有这个实力, 萧良与邪子的战斗, 很快引来附近的武者瞩目, 我认出来了, 是独占百地闯关的那位枪道强者, 看着不像啊, 废话, 人家当初闯关, 可是改变了容貌的, 现在应该是真容, 众多大势力强者都看了过来, 纷纷震惊, 好强大, 竟然与邪子大战丝毫不落下风, 不愧是独占百地的存在, 而西州的大势力, 有人认出来了, 是萧家的那个萧良, 萧良竟然如此强大了, 萧家连这等天骄都不要了, 西州的萧家强者, 脸色阴沉不已, 对于现今的萧家家主, 那是非常的不满, 邪子, 不过如此, 萧良轻蔑一笑, 哼, 好一个独占百地的天骄, 也不过如此, 武帝里在分胜负吧, 邪子冷笑了一声, 没有继续战斗下去, 萧良很强, 寻常实力无法取胜, 而且他不可能在这个时候, 施展压箱底的秘术手段呢, 萧良战邪子的一幕, 楚玄自然看在眼里, 而且邪子竟然敢骚扰楚云, 这是要做死啊, 玄机响起了机缘秘境里的小邪王, 这么多年过去了, 在机缘秘境里苦修, 小邪王实力提升飞速, 已经突破到了地境九重, 暂时无法突破尊敬, 也是时候该出来了, 他可是楚云的舔狗, 邪子又是他的仇人, 小邪王会饶了邪子, 有好戏看了, 战魔古地颤动, 空间波纹荡漾, 接着残破无际的谷地里面, 有光滑瞬息绽放又消失, 所有人都震动了, 至宝, 气韵至宝, 过去了如此漫长时间, 气韵至宝, 必然已经发生了蜕变, 而且, 里面肯定不止五周气韵至宝, 必然会衍生出, 等级更低一些的气韵宝器, 甚至是气韵地气, 曹天一目光炙热, 获得气韵至宝, 哪怕没有人王之位的加持, 他也有可能突破智骨, 进而, 触摸到当初无法参透的神秘莫测的无上境界, 昔年, 他在荒谷域获得一门残卷, 从中得知神境之上, 存在更为神秘强大的无上境界, 只是他始终无法亏的那个境界, 并且神境也没有修炼到圆满, 从残卷中获悉, 若得大气韵, 可有机会神境圆满, 并且触摸到那无上境界, 乃至, 突破到无上境界, 为此, 他悄无声息地离开荒谷域, 返回了北域, 暗中谋划着一切, 引魔族入侵, 北域人族陷入大难中, 他强势登场, 力挽狂澜, 登顶北域第一位人王, 以人王之尊, 受人族大气韵加持, 问顶那无上境界, 这一切的谋划, 都异常顺利, 当时九域神境, 全都在荒谷域探寻前路, 魔族的神佬们同样如此, 他相信以自己神境之威, 绝对可以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的, 在神境中, 他可不是弱者, 为了这个计划, 他更是暗中破坏了跨越大阵, 阻拦其他域的人族强者快速支援北域, 结果因为秦莹, 破坏了自己的计划, 抽走了五州气韵, 尤其是南州的气韵, 他以大秦帝尊的身份, 南州第一位大义统帝尊的气韵, 强行将南州气韵抽离, 使得他的谋划落空, 并且魔族一位神佬出现, 最终演变了战魔大战, 秦莹, 你真该死啊, 曹天一眼中杀意灵灵, 看向星人风几人, 目光冰冷至极, 莫红流心中激动, 人王之位他不在乎, 他也无法登灵人王之尊, 他不是纯种人族, 当初为了质保, 也为了那传说中的无上境界, 放弃了天魔族的身份, 转世为人魔混血, 为的就是质保, 没有人族血脉, 是无法获得人族气韵质保的, 混血终究也是有人族血脉, 也是可以获得质保, 得到质保气韵加持, 只需要夺得其一或其二, 他就能够施行计划, 探寻前路在何方, 星人风几人, 咬牙看着那一闪而过的光滑, 心头在滴血, 为了这个局, 付出了太多了, 结果, 大哥竟然出意外, 未能归来, 不论如何, 哪怕是死, 也不能让曹天一如愿, 星人风咬牙道, 好, 那我们就拼他个不死不休, 旁星海几人都沉重地点头, 曹天一目光冰冷地看了过来, 冷冷地开口道, 既然秦莹已死, 前世的祖道之仇, 就由你们承担吧, 曹天一说着, 一步一步朝着星人风等人走来, 星人风几人脸色阴沉, 但也丝毫不惧地迎了上去, 九剑山, 骑山盟, 瑜伽等地境, 纷纷跟随而上, 这些都是当年, 破坏曹天一阴谋的势力, 其余偏向秦莹的势力, 由于秦莹不在, 他们此刻犹豫着, 没有第一时间战队, 没有神经强者坐镇的大势力, 秦莹既亡, 他的人该清理了, 你我之间再分胜负, 曹天一看着莫洪流冷声道, 也罢, 是该清理秦莹一方了, 莫洪流笑了笑, 舔视着手中的弯跃刃, 一步一步走了过来, 星人风几人心中一沉, 莫洪流的强大无庸置疑的, 因此彭其光将目光看向邪子, 你觉得, 他们会不会联手针对你, 邪子目光一闪, 接着笑道, 不用挑拨离剑, 我大邪功也是秦莹的敌人, 说着, 既然踏不上前, 是时候, 报一报仇了, 唐星海几人脸色阴沉, 此刻太被动了, 一道剑鸣声响起, 两名长得一模一样的青年, 缓缓走了出来, 挡住了邪子的去路, 既然是大邪功的人, 便是我蒋家的敌人, 邪子你的对手是我们, 中周见到世家, 蒋家, 曹天一眯着眼睛, 蒋家选择好了吗? 我蒋家只针对大邪功, 沉默了一会儿, 蒋家双绝开口道, 但愿如此, 曹天一冷淡道, 随即浑身金色光芒绽放, 猎神刀钢环绕, 猎神金拳杀意淋漓, 直接朝着星云风几人杀去, 而现在, 是清理垃圾的时间, 地境之间的大战, 一触即发, 简直是痴人说梦, 九剑山一方的势力, 天境强者也是叙事待发, 搞不好战魔谷地位开启之前, 就会爆发天境大战, 那就试试看了, 曹天一一声令下, 瞬间爆发出巅峰状态的嘶吼, 杀, 战斗刚一打响, 庞星海与星云风就落入了下风, 然而二人终究是绝顶天骄, 拼死一战之下, 曹天一短时间内, 也无法取得胜利, 经过一番激烈的交锋, 九剑山一方, 已经落入了下风, 顶级天骄的战力差了一筹, 林白云的实力太强了, 五六个天骄地境舞者, 都几乎难以扛住他的攻击, 老鱼, 你怎么样? 眼见鱼百龙被一掌鸡飞数十米, 庞星海观星道, 没事, 死不了, 口吐鲜血的鱼伯龙痛苦万分, 却仍不愿同伴分心, 咬牙道, 鱼百龙也不过如此嘛, 烟雾散去, 出现一个人影, 不是别人, 正是莫红流, 只见莫红流满脸轻蔑之色, 继续嘲讽道, 你的看家本领去哪了? 就在此时, 一道倩影杀入了大前功一方中, 美艳不可方物的佳人, 花瓣缠绕着周身, 杀鸡弥漫四方, 莫红流, 休要造次, 六妹, 庞星海欣喜道, 哪怕他死了, 我花千子也会拼尽一切, 完成他的布局, 来者竟是飘花阁胜与花千子, 随着飘花阁的加入, 局势逐渐趋于稳定, 然而谁都知道, 星人风与庞星海一败, 最终也无法挽回, 花千子实力极强, 花开花落间, 杀鸡弥漫, 每一朵花都市一道杀鸡, 竟是欲以一己之力, 拖住苏玄和雨淋白云, 腾出白少空这位强者来, 小院子里, 楚玄看着战魔谷地前的战斗, 非常的悠然, 仿佛在看一场大戏, 苏仙儿看到苏玄和, 抿了鸣嘴唇, 先生, 我想去一趟, 找苏家晦气, 憋不住了, 去吧, 楚玄挥挥手, 是的, 先生, 你把那个光头保护我, 万一惹怒了苏家, 或者惹中怒了, 我才不怕, 苏仙儿摇着楚玄的手, 撒娇逝得道, 他可是知道, 南无佛陀的强大, 还有另外两个光头, 强大无比, 神境中的至强者, 楚玄没有叫南无佛陀, 把左佛视觉了出来, 让他陪苏仙儿走一趟, 也该出点强者了, 万一有变故, 张公可能顾及不过来, 左右佛士的修为, 已经是神境八重, 快要达到神境九重, 在神境中也是强大无比的, 苏仙儿欣喜离去, 画面来到战场, 一个秃顶老头, 一步一步走到了山头, 喃喃自语, 看来, 是时候下去玩完了, 这种场面, 少了我丹桑子, 可就太无聊了, 随即丹顶火焰奔涌, 从天而降的巨大火种, 瞬间烟灭了花千紫的花瓣, 直接朝着众人砸去, 元丰, 我老丹前来助阵, 老头赶在火焰落地之前, 冲向新元丰和曹天一那边, 新元丰见状直呼兄弟, 干得漂亮, 就在众人看得云里雾里之时, 强大的撞击扬起厚厚的烟尘, 谁也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 除了新元丰, 他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昔日的战友竟趁自己放松警惕, 宝贝后袭击, 新元丰, 不好意思, 我只有一个大哥, 他叫曹天一, 老头见自己阴谋已经得逞, 毫无隐晦起来, 天顶山, 丹桑子, 你就是那个叛徒, 杭星海与新元丰怒吼, 双目赤红, 怎么是叛徒呢, 丹桑子一直都是我的人啊, 曹天一仰天长笑起来, 丁月几人在一个小山头看戏, 没有插手的意思, 这几人, 虽然与那位秦师弟是兄弟, 但与他们可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只需要保证, 气韵至宝不落入他人手里便可, 丁月, 就在此时, 一道倩饮充满而来, 韩应梦, 韩姑娘, 你找我干嘛, 打了个哈欠的问道, 对于心中无女人的他来说, 再漂亮的女人, 都无法让他多看一眼, 丁月, 你能帮我挡住那个曹天一吗, 如果不能, 那就, 韩应梦本来想着, 若是丁月不能挡住曹天一, 他也就只能把花签子就出来便是了, 行吧, 你帮了我两个忙, 我们算是朋友了, 你要我帮什么, 丁月没有犹豫地答应下来, 毕竟, 韩应梦帮过他, 为他勘破见道三观, 提供了一些助力的, 他朋友不多, 韩应梦算一个, 况且, 我早就看曹天一不顺眼了, 说吧, 恶狠狠地看向不远处的战场, 但是你出手会得罪不少人的, 韩应梦有些犹豫了, 丁月这一出手, 必然得罪曹天一, 那可是大势力啊, 放心吧, 我丁月从来不怕得罪人, 曹天一算跟踪, 一个老废物罢了, 只会暗磋磋算计人足, 丁月比一不已, 对曹天一当初的作为, 那是从骨子里瞧不起, 见光一闪, 划破天际, 丁月出手了, 注意看, 荒郊野岭之中, 欺负一名小鲜肉, 只因数万年前, 小鲜肉的大哥与二人有着祖道之仇, 二打一, 还偷袭, 二位能要点闭脸吗, 丁月看不下去了, 其实是受人之托, 大声喝止这一暴行, 老男人可不吃这一套, 狂竖子, 有种你再说一遍, 主子都没开口, 狗就开始叫唤了, 也不管管嘛, 别看丁月年轻, 怼起人来可是一套一套的, 老男人显然不是丁月的嘴炮对手, 可他却不自知, 半天只吐出一个字, 一旁的曹天忆连忙制止住了他, 一改刚刚的凶恶之态, 露出一眼坏的狡诈之色, 敢问这位小兄弟大名, 我很欣赏你这种狂啊, 只是阁下帮这几个垃圾太屈才了, 有没有兴趣来我这里大展拳脚呀, 无, 丁月, 南州见到第一人, 鄙视你这个老废物, 我让你跟你的狗一起上, 不打到你服软, 我就不是丁月, 丁月傲然道, 曹天忆哪能忍受此般羞辱, 怒吼一声, 你找死, 这回却换作旁边的老男人劝他淡定了, 大哥别急, 这是吊虎离山, 吊虎离山, 曹天忆满脸疑惑地看向丹桑子, 对, 来人明显是来激怒我们, 让我们全力出手攻击他, 好方便其他人去救重伤的新元峰, 丹桑子, 大财呀, 既然如此, 那就先杀新元峰, 再杀那个小畜上, 曹天忆恍然大悟, 只夸老丹靠谱, 好的大哥, 说罢转身看向奄奄一息的新元峰, 哈哈, 没想到吧, 自己会以这种死法去见秦莹吧, 叛徒, 你绝对不得好死, 新元峰强忍剧痛, 恶狠狠地瞪着眼前这个叛徒, 丹桑子冷哼一声, 我的事, 就不劳你费心了, 说罢, 丹顶火焰奔涌到他手掌上, 朝着新元峰就要痛下杀手, 安心去死吧, 骤然, 天际一赶大挤轰沙而来, 一股霸道无匹的气势轰然而至, 眨眼间便一挤轰杀这位天顶山递境天骄, 丹桑子陨落, 新元峰让这突如其来的变局惊掉了下巴, 丹桑子临死都想不到, 自己刚放出的狠话, 竟应验在自己身上, 场面变得异常的安静, 新元峰回头看去, 结果人都傻了, 是, 是, 大, 那个鸽子瞬间就叫不出口了, 战场为之一境, 不少人都目瞪口呆了, 秦莹霸道出场, 连斩天骄, 强势击杀丹桑子, 风华绝带, 围观的舞者中, 不少人都被这霸道的绝世家人所倾倒, 世间竟有如此风华绝带之女子, 秦莹此刻心里五味杂陈, 嘴角抽搐着看着自己西域的小弟, 都是造化弄人, 想我秦莹, 八尺之躯, 大好男儿, 竟然沦为一娘们, 谁又能懂自己的心情, 曹天忆也傻眼了, 他自问也是见多识广之辈, 曾见过不少匪夷所思的事情, 然而, 一个八尺之躯, 勇猛无匹的枭雄人物, 转眼间成了一个风华绝带的佳人, 无论如何都有点接受不了, 太特么难以想象了, 丁月也是瞪大一双眼睛看着秦莹, 大秦帝尊, 我师弟, 是女的吗? 应该, 可能是吧, 叫秦师妹才对, 网络变得有点结巴了, 总觉得, 哪里不太对劲啊, 真是笑死我了, 大名鼎鼎的大秦帝尊, 秦莹就变成这样了, 终于还是曹天忆打破了这沉寂已久的战场, 曹狗, 住嘴, 秦大哥, 八千子寻声看去, 胶躯颤动, 脸色苍白, 仿佛无法承受这残酷的事实, 只见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二人早已扭打到了一起, 曹天忆可不管秦莹如何损自己, 一个劲地夸他秦妹妹, 嗓音不错, 曹狗, 你就剩嘴上功夫了吗? 僵持中的秦莹凝牙暗咬, 愤恨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而男人依旧夸奖秦莹这一世发育得真不错, 玩笑归玩笑, 二人内心可都盘算着各自的小九九, 曹天忆发现秦莹这一世虽说换成了女儿身, 但在刚才的交手中, 发现他的实力比上一世还要强, 而秦莹则想着不杀他, 事不为人, 毕竟自己如今这副模样, 全是败眼前这个混蛋所赐, 就在二人谁也奈何不了谁时, 花千子边哭边跑向秦莹这边, 秦大哥, 我的秦大哥, 只见花千子郊区颤动, 脸色苍白, 仿佛无法承受这残酷的事实, 秦大哥, 奴家还以为你不在了, 你知道我有多心痛吗, 说好的我们要一起白头, 你可千万不能, 猛地扑入秦莹怀中的花千子, 伸出鲜鲜御手一按, 你, 你是秦大哥, 这触感不对啊, 我秦大哥的胸肌怎么会, 啊, 花千子哭了, 比我的还大, 再伸手按了按自己的, 哭得更伤心了, 为何会这样, 我要的是秦大哥呀, 不是姐姐, 说好的, 来试验只宠我一人的, 怎么会这样, 花千子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 自己那雄武英姿的秦大哥, 为何会变成了一位绝世家人, 更残酷的是, 比他的还要大, 秦莹一脸忧伤之色, 就知道会这样, 我特别也不想的, 所有舞者都明白了, 曾经的大秦帝尊, 是一个盖世英雄, 八尺之躯的大好男, 结果, 如今竟然变成了一个绝世美人, 太, 太特么离谱了, 吃瓜群众们都傻眼了, 风华绝带的秦莹, 一登场就惊呆了所有人, 狂笑声, 大哭声, 五热声, 瓷器彼伏, 庞星海, 新元峰等众兄弟, 慢慢地靠了过来, 身上的伤都顾不上了, 全都一脸呆滞, 神情茫然, 这个真的是他们的大哥, 我那霸道无匹, 勇猛无敌, 该是无双的大哥呢, 哪里去了, 你真的是我那秦莹大哥, 庞星海嘴唇蠕动地说道, 新元峰几人, 都眼巴巴地看着秦莹, 多么希望, 眼前的这个家人, 是秦大哥这一世的红颜知己, 而非秦大哥本人, 秦莹看着几个兄弟, 心里悲哀啊, 经不住仰天长叹, 我特么也不想变成女的呀, 最终还是秦累承认了, 缓缓张开双臂, 就要给兄弟们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回来了, 让你们受苦啊, 众人健壮也是迎上前去, 大哥, 这么一大美女头怀送抱, 除了订阅这样的有志青年, 是个男人都会想上前抱抱吧, 短暂的喜悦过后, 秦莹嘴唇如动, 银牙暗咬, 愤恨地看向远处的曹天一, 怒喝一声, 曹贼都是你害的, 曹天一, 过来受死, 随即朝着曹天一杀去, 大前宫一方往后退去, 顿逃了, 今天这世的炸裂程度有点高, 秦莹现在的冲击力太强了, 他们觉得自己需要缓缓, 才能够更好地应对, 战谋谷地前, 恢复了平静, 各大势力都保持着沉默, 秦莹的归来, 使得诸多势力之道, 与曹天一的争斗, 即将全面展开了, 要么战队, 要么中立, 已然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战队意味着风险, 中立意味着没什么收获, 也有可能惹得胜利一方的不满, 没有神经老祖作阵的势力, 都非常忧愁, 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只能暂且中立, 不少势力在秦里上, 是偏向于秦莹的, 然而担心曹天一的实力太过强大, 压过了秦莹一方, 不管怎么说, 曹天一当初意图引魔族入侵, 制造人族灾祸, 这是无法接受的事情, 然而, 他的强大, 又使得不少势力心中畏惧, 曹天一虽是转世重生了, 然而谁都知道, 他一个强大无比的神经强者, 岂会没有后手就重生, 况且, 大乾公除了他之外, 还有一位神经老祖的, 三天后, 战魔谷地显露出来的地方更多了, 几乎要从空间里出来, 回归南州, 空间震荡, 里面又有一道光滑闪烁, 丁月几人所在的小山头上, 注视着一切, 看来, 战魔谷地马上就要全部显露出来了, 苏仙儿拎着一根长鞭, 与楚琳站在一起, 看着曹天一阵营方向, 冷哼着, 等待着出手, 他才不管什么战魔谷地, 眼里只有苏家, 仙儿姐, 你不是苏家的人吗? 怎么还要针对苏家? 向心好奇地问道, 你去问问王洛为什么要针对王家? 懂不, 向心闭嘴了, 想到了向家, 自己实力强大起来了, 也肯定找向家某些人晦气的, 一旁的王洛突然开口道, 我被王家驱逐, 丁月师兄被九剑山驱逐, 苏姐姐也是逃婚, 我怎么感觉, 师尊收弟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啊, 他这么一说, 销两几人都是一愣,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莫非师尊有特殊的收徒癖好, 喜欢培养被驱逐的弟子, 强势崛起成为强者, 然而去打脸以前的人, 黑月若有所思, 从自己的背景, 以及丁月几人的出身, 看似有共同点, 然而这个共同点并非什么遭遇驱逐, 变弃的背景, 而是大气韵, 都是有特殊的天赋, 具有特殊的气韵, 黑月不禁想起, 楚玄说的九玉即将迎来大变的事情,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 才会有特殊天赋者出现, 秦莹,滚出来见我, 曹天一高声叫道, 秦莹出场了, 抛去他前世的身份, 此时的秦莹, 风华绝代, 世间罕有的绝世佳人, 尤其是他那似乎与生俱来的, 霸道无双的女帝气质, 曹贼, 你个人族叛逆, 引魔族入南州, 屠戮人族, 也当算一算账了, 秦莹冷声说道, 秦莹, 来得好, 目忘了你阻我到之仇, 曹天一咬牙切齿, 曹狗, 还敢过来造刺, 今天, 就让我来完成当年的使命, 诛杀邪命, 以告慰往生之灵, 哼, 秦莹, 不要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我曹天一, 对错不论, 你我皆是想要登顶更高的境界, 为了这北域的人亡之位, 再争斗下去又如何, 你我不妨放下昔日恩怨, 携手合作如何, 你如今是女儿身, 不如你我结为道旅, 共同问鼎至强, 共赴大道, 岂不美哉, 曹天一此话一出, 全场寂静无声,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万万想不到, 曹天一竟然会如此的, 鞋子都傻眼了, 嘴里喃喃着, 我还是不够曹老贼变态啊, 竟然过不了心里那一关, 莫洪流同样傻眼了, 心里感慨, 不愧是曹天一老贼, 太吃鸡了吧, 情影握紧了大忌, 双眼红了, 呼吸粗重了起来, 胸脯也跟着起伏, 一旁的星园风雨白少空, 看着大哥那起伏的胸壶, 吓得慌忙一看目光, 不能看, 不能看啊, 曹贼, 安敢羞辱我, 死来, 秦银一声怒吼, 大喜一挥, 直接杀了过去, 呼, 大前宫一道身影飞来, 神静的气势展露无遗, 指尖批出一道金黄色光电, 瞬间挡下了秦银那恐怖一击, 年轻人, 火气太大了, 注意看, 这个年轻人不讲武德, 眼见自己前世的好兄弟, 这一世轮回成了萌妹子, 竟直言想和他结为道理, 双宿双飞, 年轻人名叫曹天一, 就在刚刚, 他竟眼缠起秦银的身子来, 结果可想而已, 暴怒之下的秦银抬头就是一己, 却被大前宫隐藏着的神静老者轻松化解, 还劝说他火气不能太大, 秦银, 既然你不愿意与我共赴大盗, 那就在京市彻底消失吧, 曹天一冷笑一声, 完了完了, 这次怕是要出大事了, 是大前宫的神静强者呀, 秦银一方有几名意志力不坚定地开始打退堂鼓, 还看什么, 先找地方避难吧, 神静要是出手的话, 咱们这些看热闹的不死也惨啊, 大前宫的人都这么不要脸吗, 紧跟着一位手托单顶的老者出现, 天顶山的创宗老祖, 神静一重, 老子眼里向来容不得人族叛逆, 况且这战魔谷地的气运之争, 神静不可插手, 你们大前是要破坏规矩吗, 又一道身影出现, 骑山盟的创始盟主, 北域曾经赫赫有名的散修强者, 创立了散修联盟的传奇人物, 神静二重, 随着神静强者现身, 无论是天静, 还是其他修为的武者, 全都屏住了气息, 并且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神静大战啊, 稍稍有点余波, 就足以灭了他们, 一直以来, 都是传说的神静, 竟然接二连三地出现了, 北域的天真的要变了, 破坏的规矩, 你们又能如何, 不远处过来两道身影, 满脸的轻蔑之色, 麻烦了, 是神静三重的天圣宫老祖和大前宫的另一位一重神静强者, 几日不见, 院子里的楚玄胖了一圈, 此刻正认真比对着两边的实力, 还是曹天一方的实力稍强, 两个神静三重, 一个神静一重, 而秦莹这边, 只有九件山老建筑是地静三重, 条花阁和瑜伽那人都是地静一重, 就是不知道秦莹的这次布局, 除了我, 还有什么呢? 另一边, 秦莹回到了阵营之中, 冷冷地看着曹天一方, 某些人, 果然不愧为人族叛徒, 够奸诈, 接着看向墨洪流, 昔日的魔族神老, 应当就是你吧, 哼, 那是前世的事情, 今是我哪天圣宗圣子, 莫洪流轻笑一声, 我有人族血脉, 自然可以参与气韵质保的争夺, 秦莹点点头, 没有说什么, 看向邪子, 沉吟了半赏, 新年的南州邪尊, 可是你, 是, 也不是, 邪子点头又摇头, 故作高深, 秦莹, 其实当年我挺佩服你的, 但是有仇便是有仇, 当年, 被我轰出南州, 逐出北域的邪尊, 如今已是大邪功老祖了, 实力也是神经了吧, 秦莹不禁唏嘘不已, 当初她可是很笔是邪尊的, 不曾想, 自己转世重生, 竟然又遇到了邪尊的转世, 邪子微微一笑, 大邪功出来的神经, 可不是邪尊本尊, 别人都以为, 她是转世身, 其实她并非转世身, 而是分出来的神魂转世而已, 属于另外一个人, 当然, 同样拥有本尊的记忆就是了, 她可是要走出一条新的路, 登临更高的境界, 打开已经堵死的前路, 曹天一不想浪费时间了, 不耐烦道, 秦莹, 你说这么多, 不就是想, 站在大义的角度上谴责我们, 但是, 能改变今天是你死期, 这件事吗, 就算你能集合一些所谓的正义之事, 但是想挡住我, 就是躺臂当车, 自寻死路, 既然如此, 祖爷爷, 你现身吧, 秦莹对着空中教导, 她依旧记得, 师尊的承诺, 递境之上, 不允许插手气运至宝之争, 如今, 各自的神境都出场了, 曹天一的后手, 还没有展露出来, 是时候逼一逼他了, 仁王洛佳的出现, 也是为了更好的统合几方势力, 以及保持中立或观望的势力, 投入他这一方的阵营来, 秦莹相信, 师尊既然承诺了, 必然可以做到的, 最后的争夺, 仍旧是地境, 曹天一, 莫洪流, 邪子, 都是地境中的绝世强者, 几方同等强者不如, 但可以在地境的数量上取得优势, 况且, 北渝还是有极其强大的地境强者的, 比如阻挡曹天一, 救了星人风与庞星海的那位剑道强者, 老夫在此, 落鸣现身而出, 神境五重的实力展露无遗, 在场神境中最强, 在他的身后, 是洛佳的一众祖老, 曹天一引魔族入侵, 意图坑害人族同胞, 我乃东欲人亡洛佳落鸣, 而等是铁心追随曹天一, 叛逆人族吗? 虽然不是北渝的人亡, 然而终究也是人族的人亡, 占据着大义, 况且人亡世家, 拥护着无数, 何况, 落鸣实力最强, 曹天一脸色微微一变, 接着狂笑了起来, 哈哈, 好一个秦宁, 好一个人亡洛佳, 这就是你的底气, 区区一个神境五重, 就想制衡我曹天一, 秦宁, 我曹天一未曾服过谁, 你是第一个, 天境布局足我知道, 如今又邪人王世家之威, 意图足我, 好一个大秦帝尊, 曹天一声音越来越冷, 但是, 人亡世家, 又如何? 这世间, 讲究的是实力, 我曹天一最不缺的就是实力, 人亡世家又能带我何? 哼, 一股强大的气势, 从远处而来, 紧接着, 又一道强大的气势而来, 落鸣神色一变, 来人实力不低于神境七重, 两道强大的身影, 出现在了曹天一方与莫洪流一方, 散发出强大的威压, 在场所有神境都脸色大变, 两道身影容貌与曹天一和莫洪流容貌相若, 正是二人的神区, 也是二人的后手, 当年二人, 都是神境九重的爵士存在, 哪怕转世重生了, 以某种秘法, 维持了神区的存在, 实力因此跌落, 依旧有着神境八重的修为, 落家又如何? 实力才是一切, 若是你落家有神境八重, 九重强者存在, 我曹天一二话不说转身就走, 哪怕得罪落家, 又能如何? 夺得至宝, 我曹天一必将灯灵至高, 终有一天与人王比肩, 曹天一放肆张狂地笑了起来, 落明脸色阴沉, 落家的神境八九重的仙辈, 都不知道在何处, 哪怕球员也不知何时才能归来, 不过, 他倒是没有什么慌的, 人王世家就是人王世家, 他掏出一本预测, 冷声道, 曹天一, 你敢对我落家出手, 我落家必发出人王令, 人族人王世家, 必将联手对你赶尽杀绝, 人王令, 曹天一冷笑一声, 带我得到气韵至宝, 气韵加深, 能奈我何, 我就是南州之神, 落明心中一沉, 确实如此, 人王令通常只是召集强者, 对付魔族, 或是讨伐叛逆之用, 因人王世家危机, 发出人王令的情况, 似乎至今未曾有过先例, 况且, 针对神境的威慑力, 确实比较弱, 尤其是人王都已消失, 人族久无人王的情况下, 神境网荒谷欲一躲, 想要找到何其难, 气韵至宝, 是可以庇护他的神区的, 假以时日, 必然实力更上一层楼, 莫洪流冷笑一声, 曹兄不敢对洛家出手, 我莫洪流可没有顾忌, 大不了回魔狱便是, 人族还能管到魔狱来, 秦营一方的人, 一颗星都开始往下沉, 连人王世家都无法威慑曹天一, 如何与其争斗, 神境八重啊, 他们联手, 恐怕都抵挡不住, 差距太大了, 哪怕曹天一的神区, 处于一个奇妙的状态, 依旧也是神境八重的绝世强者, 在场的天境, 地境舞者, 全都屏住了呼吸, 心里紧张极了, 传说中的神境, 接连现身也就罢了, 竟然, 还出现了神境中的绝世强者, 而且, 就目前的情形来看, 秦营一方似乎要输了, 一些原本倾向于秦营的势力, 还是紧张起来了, 小院子里, 楚玄看到这里, 觉得人长和事时候出场了, 既然答应了秦营, 自然要做到, 而且, 地境之争, 它才是最大的优势方, 音乐几人的实力, 都是绝对的顶尖, 都是气运之子, 何况秦营必然在气运至宝里面留了后手的, 气运至宝必然最终是属于它的, 天道计划能够加快实施, 能否快速蚕食整个北域的天地规则, 气运至宝非常关键, 以气运至宝为影, 可以加快蚕食的进度, 一旦北域天地规则被取代, 它成为了北域的天道执掌者, 哪怕道境来袭, 都能依靠整个北域的天道之力将其镇压, 自从得知如今是道元末期, 楚玄就有一种危机感, 总觉得九域必然会出事的, 为了更好地宅着, 掌控整个北域就非常有必要了, 楚玄取出了追魂道攻来, 通过窥天境, 能够锁定任何一人, 当即让人长河传自己的命令, 递境之上, 不得参与争斗, 想要让曹天一等神境听从, 必须要以雷霆手段, 震慑住所有人才行, 或许需要动一动手了, 就在此时, 一股气势出现, 一道身影骤然而来, 身上生死之气环绕, 宛若阴阳大道在身, 神境七重的修为展露无疑, 哪怕只差了一重修为, 然而展露出来的气势, 丝毫不比曹天一与莫洪流的神趋弱, 凤唤谷不灭永恒不朽俊亦无双大威大德无上之胜令, 气韵至宝之争, 凡是递境之上, 不得参与, 不得干涉, 否则杀无赦, 任长河气势勃发, 威风凛凛的出现, 俯视着曹天一与莫洪流二人, 师尊之令, 谁敢不从, 那就去死, 神境八重又如何, 不过是以某种状态存在的躯俏罢了, 即便不是躯俏, 他任长河, 月静而战也不在话下, 曹天一与莫洪流一愣, 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什么之胜令, 管得太多了吧, 曹天一正要开口嘲讽, 结果天圣宗的那位神境三重的强者, 率先开口了, 什么狗屁大威大德之胜令, 阁下想要插手就直言, 何必扯出一个狗屁的存在来, 楚玄眯起了眼睛, 小伙子, 你这是在找死啊, 还以为第一个跳出来质疑自己的, 会是曹天一或莫洪流呢, 正好借机灭其神区, 震慑全场, 既然天圣宗的家伙跳出来, 那就拿他开刀好了, 吴知名, 启荣嘲讽, 是要遭到劫难的, 楚玄拉开弓, 直接以窥天境为定位, 锁定了天圣宗的神境强者, 一只剑浮现, 灭之道玉银绕, 刷得最疏, 直接消失在空间里面, 天圣宗的神境, 话还没说话, 恐怖的威压骤然降临, 一道光携带着毁灭之意, 毫无征兆的降临, 天圣宗神境念露惊骇之色, 一声惨叫之后, 飞灰烟灭, 直接化作了尘埃消散, 莫洪流心中大害, 神区气势都无法爆发出来, 根本都来不及逃离, 只能面前使出一点防御之力, 紧跟着, 轰隆一声, 天地震动, 半空中血色光滑萦绕, 一滴滴血色之雨滴落而下, 规则血雨, 神境陨落, 曹天一与莫洪流等一众神境, 境界骇然失色, 心惊胆战, 尤其是天圣宗一行人, 几乎吓尿了, 同时庆幸与感激, 那位恐怖的存在, 没有波及到他们, 然而, 这才是更恐怖的地方, 如此恐怖的一击, 轻松灭杀一位神境, 结果神境旁边的人, 没有受到任何波及, 无上恐怖啊, 任长河也是震惊不已, 不愧是师尊啊, 不过是稍有冒犯齐名, 就有劫难降临, 镇定一下心神, 冷声道, 狂妄之徒, 胆敢言与冒犯大威大德至圣, 遭到大盗劫难抹杀, 谁敢不从, 气韵至宝之争, 地境之上不可参与, 不可干涉, 为折死, 说着目光凛冽地盯着 曹天一与莫洪流的神区, 冷声道, 你二人的旧区, 不得参与, 不得干涉, 否则, 灭, 曹天一与莫洪流心神阵战, 看着飘洒而下的规则血雨, 久久无法回过神来, 太恐怖了, 这就是神境之上的无上存在吗? 心里庆幸的是, 那无上恐怖存在, 没有偏向哪一方, 否则如何争? 秦莹有后手, 他们同样有后手, 战魔谷地开启, 谁笑到最后, 尚未可知, 曹天一与莫洪流相视一眼, 心中有了默契, 该联手了, 接着看向邪子,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邪子的敌人是秦莹, 双方有仇怨, 彼此自然可以成为朋友, 哪怕是暂时的, 邪子点了点头, 算是同意了联手, 气韵至宝, 得其一, 邪子便能够如愿完成自身的计划, 任长河看向在场的所有神境与天境强者, 开口道, 地境之上, 不许参与, 不得干涉, 谁有意见, 洛明率先开口, 无等没有意见, 曹天一与莫洪流一方的神境, 也纷纷开口, 无等没有意见, 谁敢有意见, 刚才言语不敬的那个家伙, 已经灰飞烟灭了, 既然如此, 神境境接离开, 任长河盯着曹天一与莫洪流二人的神区, 尤其是你二人, 若是胆敢暗中使诈, 借用神区之力, 无斩之, 曹天一与莫洪流目光冰冷, 不过并没有说什么, 如今自己实力不再巅峰, 况且对方背后有大恐怖存在, 便在此时, 又一道身影, 突兀的出现, 楚一, 目光扫视四周, 同样冷声道, 没有现身的, 也就不必现身了, 胆敢暗中干涉, 杀无涉, 气势爆发, 神境巅峰, 甚至更强的气势展露无遗, 隐隐有道运流转, 实力已经半只脚踏出了神境, 所有神境心神阵战, 遥远处, 又有两档神境强者现身, 保持着沉默, 没有靠近过来, 楚一的身形引入虚空, 递境之上, 净数离开战魔谷地前, 不得踏入千里之内, 否则杀无涉, 声音从虚空中传来, 任长河心中一震, 这是师尊的仆从吗? 太强大了, 他朝着楚一走去, 一同引入虚空之中, 洛明看向秦莹, 不要让前辈失望, 秦莹点头道, 我不会让师尊失望的。